认为顶尖势力的少主 舅舅是大前朝皇主 外公是圣地老圣主 爷爷更是塞外大魔神 可你却天天勾兰听取当百分 只因你觉醒了百烂大地系统 只要百烂就可以无敌天下 于是你直言 家父姬成道有大地之姿 这一句话气得你爹脸色阴沉 你以为拍马屁就有用了吗 姬成道温怒道 我这是陈述事实 算不上拍马屁 你呵呵地笑着 尝试着缓解气氛 少扯那些没用的 你告诉我 为什么这三年境界毫无精进 姬成道根本不吃这一套 黑着脸立生质问 爹 咱们姬祖每年诞生的天才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多我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放屁 你的天赋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吗 但我前修百年顶多踏入神火境 您要是在前修百年 绝对能踏入轮回境 与那至高无上的地境 只有一步之遥 听着这两句话 姬成道略微思索后点了点头 这就又得说回去吧 咱们姬姓一族有百万之众 缺我一个神火境强者吗 不缺吧 但是却轮回境强者 而且您还有大地之资 在家族这么多资源的帮助下 您一旦踏入地境 您就是天荒大陆绝对的主宰者 那时哪怕家族全都是废物 照样能成为无人敢惹的大陆第一世家 所以您才是被家族寄予厚望的未来 只有您才能真正带领姬家走向辉煌 随着你话音落下 姬成道愣了神 这话没错 绝对的顶尖战力 才是衡量家族地位的关键因素 可怎么听着听着 反倒有种自己背负着家族责任 突然姬成道如同发现了盲点道 百年无用 可您要是在努力千年呢 爹 一门大帝和一门双帝有区别吗 你发出灵魂质问 文言 姬成道一时宇色 天荒大陆已经数千年没有出现地级强者了 各方老祖实力最强也不过准地 家族有一门大帝坐镇 和双帝坐镇 确实没啥太大的区别 所以说 咱们父子俩生在不同的时代 身上肩负的责任也不同 您负责努力修炼稳固家族地位 我负责传宗接代扩充家族成员 你一本正经的解释 姬成道皱着眉头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不论你怎么说 反正我姬成道的儿子 绝对不能沦为废物 其实当废物挺好的 你小声嘟囔道 听见这种没志气的话 姬成道怒了 下意识抬手 想给你来一个大嘴巴子 姬成道 你要是敢打我儿子 我跟你拼命 慕婉柔挺身而出 挡在你面前 恶狠狠盯着姬成道 姬成道冷哼一声 一巴掌将面前的木桌拍成鸡子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看见这一幕 你吓得一哆嗦 这一巴掌要是落在自己身上 买哪都想好了 前而年纪还小 吃不了修炼的苦也很正常 你逼他干什么 慕婉柔宠密道 你可知 半个月后就是家贯大典 此时不仅关乎各家颜面 更关乎接下来的资源分配 姬成道恨铁不成钢的解释 家贯大典每年举办一次 只要年满十六周岁都必须参加 在十六岁之前 姬家子弟每年领到的资源都一模一样 而大典结束后 越优秀的子弟获得的资源越多 反之越少 姬成道越想越来起 要是天赋差 摆烂也就算了 偏偏你的天赋丝毫不比他差 说是同辈第一人毫不为过 想当初刚还上你的时候 姬成道入谷狱 下摩海 闯妖坟等等 历经千难万险 寻来了无数天才地宝 给慕婉柔服下 更是在胎中酝养整整十年 只为了提前打好你的根基 而你将士那天 引发的天地一向三日不绝 曾有数位准地老祖断言 你是折仙转世 从那一刻起 你就一直被当作未来大地培养 结果你每天都是今日无事 勾兰听取 白下了这么好的天赋 我非得制制你这不思进取的臭毛病 从今日起 罚你去苦衙闭关静修 半个月内要是突破不了住基金 就别出来了 基成道语气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脸色一下子垮了 自己现在才去气境中期 得跨越两个小境界才能到住基金 天天面壁静修 没有山珍海味 没有阴阴艳艳 这不纯纯要自己老命吗 娘 您劝劝爹啊 你目光可怜地看向慕婉柔 慕婉柔心有不仁 可要是继续让你这么放纵下去 这辈子就毁了 他悄悄塞给你一枚储物戒指 小声说道 这里面有不少资源 能帮你更快突破到住基金 无尽的死记 在这种地方别说静修半个月 待几天都得疯掉啊 司机此处 你默默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机强 境界 聚气境中期 摆烂点 三千 阵道 精通 这是你自娘胎里觉醒的系统 只要摆烂就可以获得摆烂点 你这么多年一天都没修炼过 全靠加点加到今天 苦衙有特殊静止 普通传送阵无法生效 除非是六级以上的传送阵 而不知六级传送阵需要圆满级阵道 而这三千摆烂点加在阵法上 正好能达到圆满级 由于一秒 都是对摆烂的不尊重 你全部加点阵道 将等级提升至圆满 随后 默默拿出慕婉柔给你的储物戒指 里面满满当当的灵石和丹药 刚刚好够布置一座六级传送阵 说干就干 你深吸口气 全神贯注地布置阵法 先用数百块上品灵石摆出阵眼 然后以阵眼为延伸 在地面画出特殊的传送阵纹 一切准备完成后 在空中飞舞交织 最终激活传送阵 真以为罚我苦牙闭关就有用 白白的您累 你嘴角上扬 随后一步跨出 消失不见 下一秒 黄都京城 你缓缓伸了的懒腰 还是京城好啊 就在这时 一队浩浩荡荡的洪甲军从远处走来 所过之处 行人纷纷避让 眼睛不敢直视 这是大前皇主直属的洪甲军 满边只有三千人 成员全都是五道强者 实力彪悍 地位也相当之高 寻常情况下 很难见到洪甲军外寻 除非是京城内出的大事 洪甲军统领和泰上下打量着你 轻蔑的喃喃自语 传闻机前的天赋不弱于他爹击成道 也有大帝之姿 可笑却只有具弃净实力 这和废物有什么区别 身为洪甲军统领 他只信奉强大的实力 像你这种纹固的二十组 他打心底里瞧不起 若非皇主下了死命令 他才懒得亲自带队迎接 七少爷 末将奉皇主之令接您入宫 请上教 何泰面色冰冷道 你实力不强却听力惊人 小小统领 敢骂自己是废物 这还得了 啪 你反手一巴掌打在何泰的脸上 巴掌声清脆响亮 惊呆了所有人 何泰可是洪甲军统领 当众长官 这无疑是赤裸裸的侮辱 京城内没有人敢这么敢 小子 你敢打我 何泰本来就瞧不上你这种二十字 这一巴掌直接点燃了他满腔怒 恐怖的神火镜威压骤然爆发 如洪水席卷八方 整条街的人都瑟瑟发抖 街上众人一个个目光怜悯地看向你 这孩子吃了豹子胆 打了大名鼎鼎的洪甲军统领 指定是活不成了 你根本不走 指着他的鼻子挑衅道 打你怎么了 你只是个小小的洪甲军统领 而我娘是大前常公主 舅舅是皇主 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吗 你不敢 但是我想打你就打你 想骂你就骂你 这就是差距 明白吗 这几句话非常嚣张 又一巴掌打在何泰的脸上 为什么还打我 何泰懵了 不好意思 打脸有点上瘾 你乐呵呵笑着 甩了甩有点发麻的手 走吧 可以出发了 你风轻云淡地坐进轿子里 何泰大手一挥 洪甲军浩浩荡荡地离去 而他的眼睛 却死死盯着轿子里的你 这两巴掌打在他脸上 侮辱了他的尊严 更让他在部下面前失去了威信 风水轮流转 鸡家不可能永远都如日中天 到了那个时候 弄死你就跟弄死蚂蚁一样简单 很快 抵达正阳殿 皇主慕天雄身穿黑金相间的龙袍 面向不怒自威 然而看见你时 一切威严都消失不见 如同和蔼的普通中年人 微笑道 好外甥 舅舅 你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慕天雄感受着你体内微弱的灵气 训斥道 半年多不见 你怎么还是聚气静中期 苦休太累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个二代 你大道苦水 胡闹 再有半个月就是鸡家的家贯大典 这将决定你未来的命运 可得好好表现 慕天雄画风一转 接下来半个月你就待在画龙池潜心修炼 以你的天赋 半个月至少能踏入住激进 此画一出 和太极殿内众人全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画龙池乃是大前境内灵气最浓郁的一处洞天福地 除了能提升修炼速度 还能改善筋骨血肉 淬炼肉身等诸多好处 历来能进入这个地方的只有两个人 一是皇主慕天雄 二是太子慕湛英 除此之外 任何皇子皇女都不允许踏足 而你一个外姓之人 竟被允许进入画龙池闭关 时间还长达半月 这份宠爱着实让人羡慕 然而你头摇得像波浪鼓 连番拒绝 不要 我不去 果然是烂 和太正欲开口 注意到你威胁的目光后 硬生生把后面五个字咽了回去 你这孩子明明天资盖世 却如此不思进取 真是浪费这天赋 慕天雄故作恨铁不成钢 舅舅 其实你也不希望姬家出现第二个姬成道吧 所以 百烂对于姬家皇室以及我 都不视为一件好事 你此话一出 慕天雄和和太眼神顺变 一山不容二乎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而姬家的实力 已经渐渐威胁到了大前的统治地位 尤其是姬成道这些年进步神速 短短六十载就成为虚空境巅峰强者 距离神火境只有一步之遥 按照这个速度 兴许百年之内就能挣到大地 若真的挣到成功 这大前皇朝姓慕还是姬姬 就不一定了 哪怕姬家没有反叛之心 皇室也不会容忍姬家持续壮大到脱离掌控的地步 只是他们没想到 一个十六岁的顽固 竟思考得如此深入 这缜密的心思 完全在姬成道之上 臭小子 胡说八道什么呢 慕天雄笑着怒骂 就当是我胡说吧 你双手一摊 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走 吃饭去 得知你来了京城 舅舅特意让御膳房做了一桌子好菜 数日后 姬家 主子 天心宗宗主带着天心宗圣女前来拜见 指明想要见咱们少主 下人自外面走了进来 跪在地上说道 天心宗宗主 慕婉柔眉头一皱 最近天心宗被他皇兄打压的挺惨 现在来此 目的恐怕不简单 慕婉柔当即把这事情跟自己丈夫说了下 姬成道点头 先不管他们什么目的 先去看看 还傻愣在那里干嘛 姬成道瞪了眼自己不成器的儿子 你瞇了瞇眼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按照小说里面写的 这突然来人 绝对是来者不善 刚抵达会客厅 就见到一个子袍老者跟 身材恶魔多姿的美女坐在客手的位置上 见到他们一家三口出现在门口 两人立刻站起身 赢了出来 姬兄好久不见 苏宗主久等了 请坐 姬成道呵呵笑道 天心宗宗主刚坐下就看向你 这位想必就是贵公子你姬公子吧 真是一表人才 姬兄啊 我这个人不善言辞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他带着自己的女儿低声下气的来求人 可为了天心宗的发展 他没得选 姬成道取了慕婉柔这个长公主 且本身又是虚空静强者 他天赋又极强 恐怕不出百年就会抵达轮回静 甚至有望地静 这等强强员 于公于私对他们天心宗而言都是极好的 就是 苏宗主瞥了眼 松松垮垮的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磕着坚果的你 这儿子太废物了 姬成道听着天心宗宗主的话 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两声 瞧苏宗主这话说的 现在年轻人的事情 就交给年轻人自己去解决吗 让他们年轻人好好谈 我们这些老家伙 就不要过多参与了 他都知道事情原委 没有好处就像把姬家拉下水 这天心宗宗主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虽然这苏安然是天心宗不是出的天才 可这个年代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没必要为了一个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去得罪皇族 未解两家之后 我愿意把天心境作为安然的嫁妆 人老成精的苏宗主 哪里没听出姬成道的前台词 在说这话时 直接记出了天心境 姬成道跟慕婉柔对视一眼 他们这一下是真的心动了 这天心境这种质保的作用 他们可是如雷贯 它不仅仅是防御质保 更是一种辅助修炼的质保 只要把天心境练化后 就可以进入天心境自身空间中去修炼 天心境中修炼一天 那就相当于外界半个月 最重要的是天心境里面的灵气 足足是外面的十倍 见到姬成道跟慕婉柔的神情 天心中宗主挺直了胸膛 他很自信这两人绝对没有办法拒绝 姬兄 我也不怕被你笑话 我家安然也是天之娇女 我也不都圈子了 我看上了贵宗的姬无雷跟您儿子姬钱 只要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 我都同意让安然嫁到你们姬家 另外 我还有一个条件 天心中宗主看了眼姬家女儿 心底叹息一声 他心底原本更加主义的是你的 毕竟你背景大 就算本身是个小废物 可挡不住出生好 可偏偏自己女儿看上了 姬家如今的第一天才姬无雷 五岁炼体十岁筑姬 如今十八岁已经到了龙桥境 被称之为姬家除了姬成道之外 最厉害的天才 这未来妥妥就是姬家的化石人之一 纵使现在姬无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可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他其实是看不上的 奈何女儿寻死密活 他无奈也只好答应了 你说 姬成道立刻说道 这时 苏安然站起身来 对着姬成道跟慕婉柔行了一礼 两位大人 我想让姬无雷跟贵公子打一场 谁赢了 我就嫁给谁 带着天心静一起嫁给他 他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打听到了 你就是一个二世祖 虽然天赋惊人 却是个十足时的百万小废柴 最让他恶心的是 你竟然还经常进入烟花之地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他苏安然才不要嫁给这种不学无数的废物 族书姬无雷败俭 也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一个清朗的声音 进来吧 姬成道挑眉 看来这些人是有备而来啊 他意味深长地瞥了眼自己的儿子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你突然反应过来 这女人就是一个大麻烦 而且还妄想把你牵扯进更大的麻烦中 得想个办法把她给推出去 姬无雷进入了客厅 对姬成道行了礼后 她的目光就直拉拉地盯着苏安然 苏安然可是他们年轻一代的第一美人 且她要手段有手段 要天赋有天赋 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她姬无雷 姬成道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姬无雷说道 起来吧无雷 刚刚苏宗主说 只要你跟我儿子两人比斗 谁赢了 就可以娶天心宗圣女苏安然为妻 且以天心宗的至宝天心镜作为陪嫁 你可愿意 姬无雷眼睛一亮 我愿意 不过姬前的修为太弱 为了公平起见我压到跟她同一等级 与她一战 否则我有以大欺小的嫌疑 姬无雷提这个意见时 心底却忍不住直乐 先不说她就算是压到 跟你同一个聚气镜中期的境界 本身就有以大欺小的嫌疑 更何况她本身就能越境杀敌 对付你 不过是手道勤来的事情 坐在上手的姬成道本来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点点头 爹我觉得不用比了 我投降 你把手中瓜子一放 抬起双手投降 你这话一出 在场除了身知儿子秉性的姬成道夫妇 其余人都用比仪的目光看向你 不行 今天你比也得比 不比也得比 如果不是场面不允许 姬成道都想要给自己这个 扶不上墙的烂泥儿子来上那么一角 你摆烂不成功 心里很不开心 心中无女人 摆烂自然神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的摆烂大业 这时 姬无雷已经把自己的境界 压制到跟你一样的聚气境中期 少主请 姬无雷自傲地对你做了一个情的手势 他表面上对你是恭敬的 但眼底却充满着对你的不屑 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姬成道对着自己摆烂到底的儿子一扬秀 直接把人给送到了场中 站马 姬无雷祭出自己的长枪 少主 得罪了 今天美人根治宝 他必须都要得到 他枪出如龙 直刺你的喉咙 只是你摆烂到底 还昂起头 让姬无雷的长枪能更顺利地攻击你的脖梗 眼瞅着姬无雷的长枪就要刺到你的脖子 积成道手一紧 差点没忍住出手 而沐宛柔手中都已经有光芒在闪烁 似乎如果一有不对 就会出手救下自己的宝贝儿子 在他们都准备出手时 姬无雷的长枪直接停在了距离你脖子的一寸开外 我输了 你赢了 你瞥了眼停在自己脖子处的长枪 笑眯眯地对姬无雷的说道 在场众人 有一个蒜一个脸色都臭得要死 尤其是苏安然更是第一时间从座位上站起来 以往 所有人都会对他争风吃醋 如果他们得知若是赢一场 就可以娶自己 估计都会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抢夺 谁会像你这样摆烂 他看不上你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这样无视他 苏安然性眼缘争指着你 姬钱 你太过分了 你竟然如此消极对待这场战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看不上我 还是看不上天心踪 你无语的看着这个姿势良好的女人 那当然是两个都瞧不上 不是吧 你不会以为我会看上你吧 你真是好大的脸 你怎么不去照照镜子 就你这叫年轻一辈的第一美人 你有我娘亲美丽吗 我娘亲才是真正的第一美人 你都没我娘亲美 我为什么要看得上你 你天心踪就更加不用说了 家父基成道有大帝之姿 我舅舅沐熊怀大前朝皇主 我外公沐山海圣地老圣主 你天心踪拿什么跟我比 要脸吗 所以 我为什么要瞧得上你天心踪 如果我需要瞧得上你天心踪 你天心踪也不会求到我基家来 还让你加入我基家 我瞧不上 天心踪 我也瞧不上 咋的 这嚣张的话语 直接对得苏安然哑口无言 也对得天心踪踪主变了脸色 你所说的这一切 虽然都是事实 可是这话怎么就那么气人呢 基成道嘴角抽出了下 虽然自己的儿子在别人面前夸自己 说自己有大帝之姿 让他很爽 但 胡闹 臭小子 给我回来 你撇撇嘴 切了一声 原本还想对多两句 但是看到天心踪踪主那阴森的目光 你玛丽转身回到了自己的父母身边 这一下 整个会客厅的气氛都僵硬到了极致 至于赢了你的鸡屋雷 握紧了长枪 他赢了 但是又好像没赢 因为他有被你的话装到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骤然出现在客厅中 就好像他本来就在这客厅里一般 他轻轻咳嗽一声 原本会客厅凝重到极中的气氛 被他这一声咳嗽打破 众人看到这个老人的刹那 满脸惊慌 鸡城道立马恭敬地站了起来 道三组 这看似垂垂老矣的老人 正是他们鸡家的第三老组 传说中的准递境强者 在鸡家第三老组出现的刹那 天心踪宗主跟苏安然都站了起来 对老人家行礼 你们的来意 我都知晓了 既然之前你们就画下了规矩 现在吴雷赢了鸡钱 那就按照你们的规矩来 让吴雷娶了天心踪的圣语 天心踪宗主 你看如何呀 第三老组说完后 笑眯眯地瞅着天心踪宗主 一滴冷汗自天心踪宗主的额头上流了下来 他的心里 不由地想起了有关鸡家第三老组的传说 这位鸡家第三老组的威名 那可是真真的杀出来的 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神 这自然是好的 天心踪宗主虽然心里已经把鸡家这群老六骂了一遍 可脸上却要挤出灿烂的笑容 对第三老组做出回应 否则他真的怕自己走不出鸡家大门 小娃儿 你呢 鸡家第三老组目光落在了一脸不服气的苏安然身上 苏安然身体一僵 他感受到了一股杀气 似乎如果他敢说一个不字 他的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 我听从我爹的安排 苏安然低下了他高昂的头颅 很好 事情就这样定了 鸡家第三老组眯眼一笑 而后看向你 玩 作为补偿 老祖宗特许你去秘境修炼 鸡家秘境是鸡家的境地 也是鸡家的一大宝地 那里是鸡家这一群老祖宗修炼的地方 里面天才地宝无数 更有老祖宗悉心调教 这一直以来都是鸡家的圣地 鸡无雷听到这话 更是羡慕地看向你 他怎么就没有这样天大的机遇 使不得使不得 你连连摆手 老祖宗啊 我这个人摆烂习惯了 您就不要逼我了 我不去 坚决不去 要不你让鸡无雷去 被点鸣且喜从天降的鸡无雷当场猛逼 你虽然是个二十祖 但是人怪好的 有好处 你是真给 鸡家第三老祖看着烂泥腹不上墙的你 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滚 他要不是看到你天赋过人 日后有望进入地境 才不会让你去 至于鸡无雷 天赋决定了他的上限 想尽秘境除非他修炼到准地境 所以鸡无雷不配进入秘境修炼 鸡家第三老祖淡淡地看向鸡无雷 无雷你们现在都还年轻 等到你二十二岁 再跟天心中的小女娃晚婚 你看如何 全凭老祖宗安排 鸡无雷跪倒在地 把头埋下 也把眼底的怨恨给藏住 凭什么所有人都对你那么好 凭什么你鸡前就能进入秘境修炼 他就不行 他不服 鸡家第三老祖点点头 嗯 那就这样吧 鸡家第三老祖说完 身影消失在他们的面前 天心中宗主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 鸡兄既然小女跟鸡无雷定下了婚约 我就不掏扰你了 我先带小女回天心宗了 嗯 我就不送苏宗主了 鸡成道脸上带着笑 可藏在袖子底下的拳头却是帮硬的 这个儿子是真的废了 送上门的天心宗圣女都不要 天心宗的至宝也不要 就连老祖宗都允许他进入秘境了 还依旧拒绝 看他待会打不死你这混蛋玩意 他们刚走不久 你就准备溜之大吉 鸡前 你想去哪里 鸡成道说这话的时候 那可真的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自己的这个儿子当场给埋了 你满脑子只想开溜 只是还不等你开溜成功 鸡成道就出现在你身后 第六起你的后玻璃 好啊鸡前 你长能耐了 给你牛的呀 看老子今天不收拾收拾你 鸡成道的手里顿时多了一把紫色的竹鞭子 对着你的屁股就要下狠手 就在竹鞭子下落的刹那 慕婉柔一把抓住鞭子 鸡成道 你敢打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鸡成道嘴抽了抽 冷哼一声 你就宠他吧 他变成这样的逆子 都是你纵容的 这逆子再不管管 那可就真的要上墙接瓦了 我家儿子说的也没错 他就是喜欢勾拦听去 仅此而已 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 就想说生活有什么错 鸡成道 想了想 似乎好像确实是那么一个道理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家冠大典 他无论如何都要入住鸡进 他丢得起这个人 我丢不起 如果进入不了住鸡进 我就求老祖 把他丢入鸡家的核心逆境中 我教育不了我的儿子 我就让那些狠得下心的人教育 我还不信之不了你 鸡成道冷冷地看着自己的混账儿子 鸡家核心逆境 被称之为鸡家明日之子的摇篮 这要是让自己去了 不就是存存坐牢吗 苦修是必然不会苦修的 苦了满世界 绝对不苦了自己 于是你咳嗽一声 对鸡成道跟慕婉柔问道 爹娘 是不是我只要到了住鸡进 就不用去苦牙苦修 我就可以继续摆烂 继续勾拦听去 鸡成道冷笑一声 只要你能到住鸡进 不丢了我的面子 我才懒得管你 那爹你发誓 只要我到了住鸡进 你就随我便 为了更好的摆烂 决定当即升级 鸡成道冷笑一声 好我发誓 天地明鉴 我儿子若能在一天内 修炼到住鸡进 我若阻拦我儿子去玩 就让我的境界 永远停留在虚空境 这誓言那可算得上极重的 鸡成道是一个修炼狂魔 且对于他而言 碾压那些同一辈的高手 那就是他人生的乐趣 这若是不让他修炼 这简直跟要了他的命差不多 你很满意 你是一个会让自己的父亲 失去乐趣的人吗 必然不是 于是你笑眯眯的 对自己的老爹说道 爹啊 你稍等 我生个急 鸡成道无语的 看着盘膝坐在地面上 就准备修炼的你 不会真以为自己可以 直接从聚气中期 直接突破到住鸡进吧 鸡成道看不见的是 在你盘膝坐在地上后 就对着面板一顿点 直接惊艳拉满 下一刻你身上散发出了 一阵阵特殊的气息 看到这气息 鸡成道眼珠子一瞪 这不是吧 他儿子真顿我了 他眼睛没花吧 旋即他就看到 自己的儿子的境界 停在了住鸡进出气 这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一旁的慕婉柔 也跟见了鬼一般 夫妻俩对视一眼 他们是不是对自己 这个摆烂的儿子 有点误解 他的境界 是不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高 就在他们两个震惊到 不能自已时 就见原本还在 顿悟中的儿子站起身来 拍拍手 好了爹我到住鸡进了 我去沟兰厅去了 你说这就要开溜 可还不等你开溜 就被鸡成道给拽住了 等等 你这就突破了 不行 我得上报给老祖宗 你这天赋肯定比我强 我要让老祖宗 他们把你送进秘境去苦秀 他宛若看到了 自己的儿子成为地景 横推万古的场面 爹你忘了你刚刚的誓言吗 说好了我到了住鸡进 你就任由我摆烂呢 你歪头默默地 瞅着鸡成道 你如果阻拦我 可就永远都停留在蓄空境了 你确定要阻拦我 你无辜地眨眨眼 鸡成道握紧拳头 从牙缝里 一字一顿地往外蹦 可你比我有机会突破到地景 反正我不管 今天你不去也得去 去也得去 鸡成道说着低溜起自己的儿子 爹你等等 你后退一步 躲开自己老爹的恶魔之爪 你要考虑清楚了呀 你如果真的把我丢进秘境 你永远都在蓄空境 你觉得值得这也没啥 可是修炼这回事 还是靠个人 我这个人比较百烂 所以这辈子没有什么大成就 而且我也很满足 你如果逼我 我大不了修炼到神火境 我就彻底百烂 到时候你想打 也打不过我 我气都能把你气死 最最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最重要的是那些不如你的对手 还一个个都比你有出息 到时候都成为了轮回镜 或者准地镜的高手 到时候他们齐齐来家里嘲讽你 你怎么办 还有爹 当初我娘看上你是因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你有机会登临地镜 击成道傲娇的挺起了胸膛 可是 如果你这辈子只是窝囊的虚空境 而我娘到时候 可是妥妥能到准地镜的天选之女 她会看得上你 说句大不敬的话 万一有一天 有哪一个老不死的地镜高手 看上我娘亲 强强怎么办 你到时候就是一个虚空境的小废物 根本没办法对付 是不是 在儿 你虚空境活不过我娘啊 到时候你死了 带着你的遗产 我娘改嫁给小鲜肉 那小鲜肉用你的遗产 打你的儿子 你忍心吗 所以现在你还觉得 把我丢到秘境里合适吗 一想到那画面 击成道当即收了手占的板证 都说靠山山倒 靠人人推 还不如靠自己实在 所以爹 我还是觉得你让我修炼 不如你自己修炼 让我靠何事 你觉得呢 击成道摸了摸下吧 非常有道理 他得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到地镜 只要他比他们级别高 那些不如他的人 都是渣渣 那种地镜老色批 也别想抢他妻子 那些小鲜肉 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 他妻子的第二春 更加不可能打他的儿子 滚吧 老子要去修炼 击成道还不等你回复 旧宛若达了鸡血 一般闪身消失在了你的面前 慕婉柔看着身边的空位 又看了看在自家儿子 无奈而又宠溺地隔空点了点他 你呀 就给你爹灌迷魂汤吧 好了去玩吧 你硬了身后 就吊了锒铛地出去了 正要跨出鸡家大门 就在这时一只大鸟 从你头上飞过 然后趴得下 一堆鸟粪当头落下 突破到助击后 你灵敏度跟感知力暴涨 在鸟粪即将落在你身上时 即使躲开 然后你的目光 就落在了飞远了的那只大鸟身上 那是鸡家五长老的灵宠 青鸾燕 据说是有青鸾的血统 五长老对这青鸾燕宝贝得很 最重要的是 这五长老跟他爹不对付 所以连带着这青鸾燕 也狗眼看人低 你每次碰到这狗东西 它都会对你恶作剧 还真当你没脾气 你冷笑一声 转身就像青鸾燕 飞走的路线走去 一边向青鸾燕追去 今天你就要烤鸟吃 不过凭借你现在驻激进初期 对上渡海径的青鸾燕 那无疑是遗卵基石 所以弄青鸾燕要取巧 比如说 用阵法 你跑到了五长老的门前 见四下无人 走到一个无人经过的角落 摆上逆阵掏出材料 当即炼制出了一个 集合镜空镜灵七杀 破甲四个阵的阵盘 炼制好后 你给自己贴了一张 买来的隐身隐秘气息的符 就摸进了五长老的后院 那是五长老开辟出来 给青鸾燕居住的 摸进青鸾燕的居所时 此刻青鸾燕正在疏离羽毛 你摸到青鸾燕身边 冷笑一声 呵呵 狗东西 受死吧 青鸾燕也在这时察觉到了不对劲 正要展翅高飞时 嘎的一声 坠落在地 她小小的眼睛里 有着大大的惊恐跟不安 她飞不起来了 而且灵力也运转不了 就在这时 无数的羽箭凭空出现 从四面八方向她射来 青鸾燕看着这灵气画作的羽箭 葡萄大的眼珠子里尽是嘲讽 就这也想伤她 可笑 这种级别的羽箭 连她的羽毛表层都破不了 她伸出翅膀 护住比较脆弱的头部 就在她自信满满时 扑哧扑哧扑哧 一根根灵气羽箭穿破羽毛 深深扎入她的肉里 临死前她瞪大了双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种不过是龙乔静的羽箭 怎么可能破得了她的防 而后她眼一闭头意外 倒在了地上 直接嘎了 解决掉青鸾燕后 你收起阵盘 抹出存在过的痕迹 扛起青鸾燕 脚上贴上两神行符 可以修一下 消失在了五长老的地盘 你来到鸡家后山的小溪旁 烧水把青鸾燕的毛都给拔了 开膛破肚 洗干净后 从储物戒指中拿出材料 对青鸾燕进行烧烤 在烤着的同时 你开始摇人 二爷爷 我今天整了好货 来整点老地方 摇完二爷爷 你又点亮了另外一个人 第六祖爷爷 有小钱钱 有好东西 怎么想到六祖爷爷了 这东西该不会是来路不正吧 几封为嘴里这样说着 双眼却是直勾勾的 盯着你烤着的青鸾燕上 香 真的非常香 就现在都还没烤熟呢 他的口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他是真的要佩服你的厨师手艺的 从他手里做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没法抗拒 六祖爷爷你这样说 我就伤心了 我好不容易弄到的好东西 第一个就想到了你 你现在却这样诬赖我 行行行 我错了还不行吗 就算你这青鸾燕来路不正 看在你辛辛苦苦烧烤 还想起六祖爷爷的份上 这个锅六祖爷爷帮你背了还不成吗 几封为目光紧盯着开始低油的青鸾燕 舔了舔唇 他没别的爱好 就只有爱吃这一项毛病 是这辈子都戒不掉的 被发现了的你可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那也不能怪我要烤了他 他竟然想用排泄物弄脏我 这我能惯着他 你撇了下嘴 这衣服可是六祖爷爷你送给我的 多金贵 就他也配弄脏这衣服 他这不是看不起我 是看不起六祖爷爷 鸡丰围点头 没错 看不起他 那就必须死 就在青鸾燕要烤好的时候 你的二爷爷姗姗来迟 当看到你身边坐着的六祖爷爷时 他缩了缩脖子 第六叔爷爷 坐把鸡家第六祖点点头 指了指旁边的草地 目光却依旧盯着马上就要烧烤好的青鸾燕 咽了咽口水 你的二爷爷此刻也被这香味吸引住 钱在你这弄的什么玩意好香 鸡振月嘴里的唾液不断的在分泌 恨不得现在就从你手上夺过青鸾燕的肉 你嘿嘿一笑 撕了两个燕腿 分别给了鸡蜂雷跟鸡振月 好东西 六祖爷爷跟二爷爷快尝尝 鸡振月吭哧吭哧就吃了起来 吃完燕腿 忍不住问开吃的你 真香 钱在这究竟是什么野兽 我怎么从未吃过如此富含灵气及鲜美的野味 说说看 下次我遇到的话 我弄几只回来让你来做 不等你回答 直接上手撕肉 回二爷爷 你家五弟的青鸾燕 五弟家的青鸾燕了 那难怪如此好吃了 毕竟是他精心喂养的 那可是为了老多的天才地宝 这青鸾燕可是他的新丹宝贝 什么玩意 你刚刚说啥 你把我五弟的新丹宝贝给宰了 还给我吃了 他现在催吐还来不来得及 完了上贼船了 鸡振月狠狠咽了口青鸾燕的肉 可真的好香啊 不管了 哪个天杀的 拐走了老子的青鸾燕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五长老的怒吼 片刻后 五长老寻着青鸾燕的契约 落在了你三人的面前 当他看到那堆剩下的骨头 他呆滞住了 他的青鸾燕没了 剩下这些骨头架了 他不相信 可契约的力量 却实实在在地在告诉他 他的新丹宝贝青鸾燕 真的就是眼前这堆骨头 他的拳头瞬间硬了 鸡钱你找死 他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 这事情是谁干的 就在五长老准备找鸡钱麻烦时 一根骨头 看向用青鸾燕骨头 砸他的六祖爷爷 他捏紧了拳头 从牙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六叔祖 您这是要拦我 教训这个畜生 杀他爱鸟 就宛若杀他爱人 这仇 他不报 事不为人 谁告诉你的那只蠢鸟 是小钱钱杀的 明明是你那只不长眼的小东西 撞到了我 还敢挑衅我 你觉得我能容得了他 第六祖爷爷 踢了踢牙 逆了眼五爷爷 我看是你平时看我不顺眼 所以让你的鸟来恶心我吧 五爷爷 我不是 我没有 虽然平时他对这个不修蝙蝠 且经常偏帮大方的行为非常不爽 确实是在背后跟他的宝贝宠物吐槽过 可他家小宝贝绝对没有那么纯 会犯在第六祖祖这里 哼 第六祖爷爷冷笑一声 这是老子从那傻逼的神魂上搜到的东西 你给老子好好看清楚了 第六祖爷爷屈指一点 向五爷爷的额头点了过去 看完第六祖传过来的画面 五爷爷将住了 因为那些画面赫然正视之前 他跟青鸾燕吐槽第六祖的画面 现在被第六祖给抓了个现行 现在你还觉得 是小钱钱弄死了你的鸟 还是说 凭借着小畜生得罪我 我还没资格处理他了 第六祖冷冷地反问五爷爷 五爷爷被反问得哑口无言 也就在他哑口无言时 第六祖反倒是得礼不饶人 还有你之前在跟你的鸟吐槽 我偏心长防 说我有好东西都往长防凤 这话一出 二爷爷姬正月跟姬前的目光 落在了第六祖积风雷跟五爷爷身上 竟然还有这样的八卦 五爷爷姬正成继续沉默 老子就偏心长防了 怎么滴 老子自己的东西 老子想给谁就给谁 你管得着 还敢在背后编排老子 老子杀你一只鸟 算是给你长点教训 下次再敢在背后一论老子 老子不介意给你出名了 还不快滚 第六祖积风雷 再次往五爷爷姬正成身上 丢了块鸡骨头 五爷爷姬正成低着头 灰溜溜地走了 只是他的眼底此刻 二爷爷姬正月眉头一簇 有些担忧地看了眼姬钱 这次钱宰宰你 做得确实是过了 就算是你五爷爷的爱宠 跟你恶作剧了 可他罪不至死 这下 你可彻底跟你五爷爷结仇了 老五那人不敢跟他们翻脸 但他要找姬钱的麻烦 却容易得很 六祖爷爷 二爷爷 我差点忘了 刚刚我在杀青完宴的时候 得到了一件东西 你们帮我鉴定一下 这是什么 姬钱说着 抹出一块黑乎乎的板砖 递到了两人面前 姬风雷跟姬正月 在看到姬钱手中 这块黑块似乎的板砖时 脸色一变 第六祖更是第一时间 从姬钱手中夺走了那黑砖 这玩意你确定 是从青完宴那里得到的 啊 如果六祖爷爷不信的话 我可以发誓 如果六祖爷爷还不信 大可以对我进行搜魂 姬钱这话一出 姬风雷跟姬正月对视眼 彼此的眼神都十分的凝重 他们没有想到 老五竟然跟魔戒有联系 事情似乎变得复杂起来了 只是这事情 显然是不适合让姬钱知晓的 吃饱喝足了 这黑锅我跟你二爷爷也跟你背了 没啥事 我就先走了 第六祖拿着板砖 在姬钱面前晃了晃 这玩意你拿着没用 我拿走了 第六祖丢给姬钱一个储物戒指 这就当是赏你的 下一刻 第六祖消失在了姬钱的面前 姬钱见第六祖走后 他眼珠子一转 凑到姬正月跟前 二爷爷 我看你刚才的神情 好像是知道那黑色板砖的来历 能否告诉我啊 小屁孩 不该你知道的事情 不要问那么多 这是秘密 二爷爷翻了个白眼 如果二爷爷跟我说的话 今晚我请二爷爷勾拦听取 姬钱笑眯眯的加了一句 二爷爷咽了咽口水 这臭小子给的诱惑 有点猛 他有点遭不住 不行 这事情是秘密 可不能给这臭小子知道了 平时他都闹得鸡飞狗跳了 这若是让他知道这秘密 还不要捅破天 两碗 姬正月 这小子是懂贿赂的 他真的 真的要把持不住了 三碗 不能再多了 你如果不愿意告诉我 就算了 别搞得我好像很稀罕之道一样 姬钱撇撇嘴 打了个坑 把青丸咽的骨头给埋了 三碗就三碗 我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姬正月做了一番自我攻略后 牙一咬 凑到姬钱的耳畔 把黑板砖的秘密 告诉给了姬钱知道 姬钱眨了眨眼 还有这事 所以他意外地 发现了五爷爷的秘密 甚至揪出了间谍 没想到啊 姬正月说完后 板着一张脸 对姬钱说道 臭小子 这件事情 你千万不要往外转 这是很大的秘密 你也不要去瞎掺和 这不是你能搂住的局 姬钱疑惑地看向姬正月 二爷爷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这拯救苍生的事情 跟我有这个二世祖 有什么关系 百烂他不香吗 天他下来了 还有高歌地顶着 跟我这个小小住基金的渣渣 有什么不关系 百烂点 一千 姬正月 失算了 他差点忘记 他眼前这个是不学无术 坐吃等死的浑世大魔王 这种大事件 就算是告诉了他 他也不会有啥好奇心 可欣慰过后 又是一阵无语 他竟然因为自己拿天赋绝伦的晚辈 不学无术而欣慰 高兴 他这是真的病得不轻了 不过 姬钱说的也没错 就好像他前面还有那么多老祖宗顶着 跟他有什么关系 百烂最快乐 于是他搓了搓手 看向姬钱 小钱钱 今晚什么时候去啊 第十一章 不能这样下去了 虚实三刻 姬钱意识笑得一脸荡漾 好 到时候我来找你 姬正月黑黑见笑后 闪身消失在姬钱的面前 奶奶的 没想到我这五爷爷 隐藏得够深啊 姬钱摸了摸下巴 不过有那么多老祖盯着 有他好受的了 姬钱砸巴了下嘴巴 向着山下走去 只是他刚下山 面前就出来五个人 见到姬钱的刹那 这五人的双眼瞬间通红 姬钱 你可让我们好等 你个不学无术的渣渣 自己摆烂不认真修炼也就罢了 还害我们被阻老惩罚 最可恶的是 竟然还敢 在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诱惑我们 在我们面前吃瓜 还教唆长老打我们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受死吧 今天他们一定要把姬钱 打得满地找牙 五人对视一眼后 身上的气势 顿时爆发了出来 清一色的龙桥镜 最差的一个 都是龙桥中气 眼瞅着他们就要动手 姬钱暴毙在胸 一脸比一 哟哟哟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不会真的想要打我吧 你可知道 打了我的后果 呵呵 告诉你们 你们打了我之后 后果有多严重 我爹是有大帝之资的姬成道 我娘是当朝长公主 我舅父是当朝皇上 我外公是圣地老圣主 你们打了我 你就是打了他们的脸 而他们都最疼我了 你们打了我 他们就会对付你们家 到时候 你们家的家长若是知道 是因为你们打了我 他们绝对会找你们的家长清算 你们猜 到时候你的家长们 会怎么对付你们 姬成道看着气势 瞬间低迷了下去的五人 脸上的笑意更显了 他又从储物戒指里面 掏出一清水的防御法宝 还有 就算你们打我 你们确定 能破得了我的防 这一刻 这些人是真的破防了 因为姬前手上的法宝 随便一件拿出来 他们五人合力 都破不了防 甚至还有可能被反伤 这该死的二世祖 他们好气啊 眼瞅着五人 转身就要走 连着五个加五百 姬前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好像发现了 五个人形刷分器 姬前嘖嘖两声 不是吧 不是吧 这就走了 那么闹啊 不过很抱歉 我记住你们的脸了 还顺带地给你们 存了下留影时 你们不打我 我依旧可以告你们的黑状 姬前抛了抛手中的 留影时笑得贼贱 那你想怎么样 五人一口上好的好牙 都咬碎了 这姬前是真的贱 谁他妈好人 会随时揣着 留影时 且每时每刻都在留影 可现在 他们是真的不敢动了 姬前见他们 都僵在原地了 这才开口 说说吧 是谁派你们来的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刚刚在训练场上 明显就没有你们五人的面孔 他还没下 今天训练场的家族子弟 修为最高的一个 也不过是龙桥境初期 眼前的五人 等级都直接到了 龙桥境中期了 虎谁呢 五人再次对视 这都能发现 怎么 不说 姬前见他们 依旧沉默地低着头 冷笑了下 行吧 你们都是忠心耿耿的硬骨头 你们为了保护 你们幕后之人 竟然能舍弃家人 行 你们清高 我现在就让我舅舅下令 把你们家里人抓起来 顺带把你们的祖坟都给挖了 百烂点 五百 又是两千五道账 眼见姬前真的 拿出了传讯玉佩 这些人终于慌了 连忙招到 我们说 我们说 是姬屋雷派 我们来找你麻烦的 对 我们也确实是看不惯 你的所作所为 明明有着逆天的天赋 却不肯努力一点 反而到处丢我们姬家的脸面 让我们 在别的家族面前 没有办法抬起头来做人 所以 我们才会想来教训教训你 让你改邪归正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 恨铁不成钢 搞得姬前都差点要相信了 哦 可是 我摆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家事好 我可以不努力啊 因为我一出生 我的起点 就是你们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终点了 所以你们家事不好 你们才需要努力啊 而我不需要 哎 谁让你们没有我的背景呢 姬前这一句来自灵魂的发问 不仅又耗到了两千五的摆烂点 还把这五个人给整崩溃了 看这五人实在是榨不出油水来了 他对这五人摆了摆手 行了 既然你们都告诉我背后的主谋了 你们回去吧 希望你们下次把招子放亮一点 别来招惹我了 否则我下次可不敢保证 会不会把这个流影师给我的父母看 哦 对了 回去后要好好宣传姬无雷的所作所为 越离谱越好 反正就是要毁坏他的名声 听清楚了吗 姬前话音刚落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这五人答应完后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落荒而逃的 看着落荒而逃的五人 姬前嘖嘖两声 这姬无雷也真是的 好好摆烂不好吗 卷我干啥 既然他那么在意名声 那他就毁了他的名声 一起摆烂 摆烂点 五百 第二天 姬无雷就听到了外面的传言 第一个版本 他姬无雷跟姬前争夺天心宗圣女 是因为姬前对天心宗圣女不感兴趣 所以才会把天心宗圣女让给他 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境界的话 姬无雷完全打不过姬前 因为姬前的天赋不输于姬成道 第二个版本则是 他怕了姬前 怕姬前成长起来 遮盖了他的光芒 所以他要扼杀姬前 反正所有版本里都是在编排他 他的拳头瞬间就硬了 他就算是用脚趾头想 也知道是姬前搞出来编排他的 对了 昨天他还派人找他麻烦的 那些人还没有给他答复呢 想到这 他立刻就去找那五个人 看看昨天 他们是否找姬前麻烦了 可那五人在老远见到他的时候 熬的一嗓子 直接逃走了 这模样就好像老鼠见猫一般 这搞得姬无雷很无语 不行 他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必须要证明 第十二章 巧胜姬无雷 姬前 这个混账 别让他看到他 就在姬无雷恨姬前恨得牙痒痒的时候 他远远地就看到 一个人吊锒铛地向他这边走来 姬前 你给我站住 他飞声挡在了姬前的面前 你说 我派人去找你麻烦 我姬无雷从来不屑做这种事情 我要教训你 我会光明正大的教训你 现在我要挑战你 你敢接受我挑战吗 看着落在面前的姬无雷 姬前夸张地后退一步 一脸震惊 声音大的惊人 不是吧 不是吧 你一个龙桥镜的高手 来挑衅我一个区区驻鸡镜的渣渣 你不会那么不要脸吧 我对你而言 不是手拿把掐 姬无雷脸色战红 你别胡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会把我的境界 压到跟你同样的境界 再跟你比试 姬前扯扯嘴角 我发现你还是不要脸 你一个龙桥镜的高手 就算是压到驻鸡镜 你也有龙桥镜的眼力 我不过是一个废物的驻鸡镜渣渣 不比不比 百烂点五百 美滋滋 又入账五百 周围围观的人 看着百烂的姬前顿时无语 这但凡是有一点血性的男人 都会接下姬无雷的挑战 那可是姬无雷啊 他们姬家年轻一辈的第一天才 如果赢了他 他们就是姬家最帅气的仔 那可是有优先择偶权的 甚至可以说吹一辈子的大事 姬无雷被姬前这魂不令的态度 给气到了 你 忽然他想到 有人说姬前嗜财如命 想到这 他说道 如果赢了我 我给你一千块上品零食 你说了 不要你的零食 一千块上品零食 说到这 他就不困了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们就来比试吧 姬前指着不远处的擂台 对姬无雷说道 姬无雷要压到跟姬前 同一个境界比试的消息 就好像是插上了翅膀一般 在整个姬家传播了开来 不一会的时间里 擂台前就挤满了来围观的人群 姬前跟姬无雷两人站在擂台上 两人对立而望 姬无雷手持着长剑 眯着眼睛看向姬前 一股叙事待发 一往无前的锐利气势 在他身上猛然爆发 反观姬前松垮地站在原地 时不时打个哈欠 一股随时都可能 睡着的慵懒模样 众人开始对两人指指点点 开始点评了起来 面对我们姬家的第一天才 这姬前也太过儿戏了吧 我承认姬前的天赋 比姬无雷要好 可是姬前可是我们年轻一代最努力 最强的天才 姬前这态度 很让我瞧不起 我听说这姬前是为了 一千块上品零食 才跟姬无雷打的 话说 他那么大的家事在那里 他缺零食吗 就为了一千块上品零食的赌资 就跟人打 他这品格 真的会让人没眼看 他天天去逛花楼 夜夜勾拦听取 那种地方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就是一个消金窟 更何况他所去的地方 还是最贵的 缺钱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些人议论的时候 站在站台上的姬无雷 顿时动了 站 姬无雷化为一道白色的流光 向着姬前冲了过去 此刻姬无雷的眼中 闪烁着自信 流光雷动身法 这可是姬家的第一身法 就算是助击镜 也可以达到龙桥镜的速度 天下招数为快不破 就在他准备先吓唬一下 在持剑落在姬前的脖子处 宣告姬前落败时 只听得当当一声 一个金色的屏障 把姬前给护住 姬无雷原本势在必得的一击 被反弹了 场中原本正在议论的众人 就看到姬无雷比原本更快的速度 倒飞而出 那倒飞而出的速度 都快要赶上半步度海径了 看看倒飞而出的姬无雷 又看看松松垮垮地站在原地 周身被一到后的 快要看不清他面目的 金色防御罩笼罩住的姬前 他们沉默了 心底更是暗自吐槽 姬前的不讲武德 这真的太不讲武德了 姬无雷跟他真刀真枪地干 他倒好 直接寄出了一件防御性法宝 把姬无雷直接给顶飞出擂台 姬无雷在半空中 卸掉了反弹的力道 再次飞到擂台上 他的脸色黑得难看 你说了 姬前一脸傲然 伸手跟姬无雷要钱 陈慧 一千上品零食 都还不等姬无雷说话 下方的姬家子弟 却不干了 姬前 你无耻 这一局根本就不算 你耍赖 用一件防御性质宝 来挡住了姬无雷的攻击 对 这一局不算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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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台下的姬家子弟们 对着姬前怒吼道 哎哟哟哟 你们这样一说 显得姬无雷好像输不起一样 这可真是丢了他的人 还有你们这群傻逼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崇尚真刀真枪 莽干那一套 我有防御性法宝 那是我有 那也是我实力的象征 我为啥不用 而且之前我们也没有话下道来 说不能用防御性法宝啊 姬前司对完台下的姬家子弟 看向对面的姬无雷 你不会也跟台下那群傻逼一样 输了不认账吧 你姬无雷 不会输不起吧 姬前在说 姬无雷输不起时 上下扫了眼姬无雷 那眼神要多怀疑 就有多怀疑 姬无雷 他不情不愿地 从储物戒指里面 掏出装着一千块 上品零食的袋子 丢给了姬前 给你 姬前一把接过 收入了储物戒指中 此刻他看向姬无雷的眼神 瞬间变了 发出了璀璨的亮光 姬无雷在他的眼中 一下子就高大上了起来 这是一个好人啊 我们再来 只是这一次 不能用防御性法宝 也不能用攻击性法宝 姬无雷手持长剑 这口恶气 他必须要出了 他就不信了 姬前没有了防御性法宝 跟攻击性法宝 还怎么对付他 这一刻 他又壮志满筹了起来 他再次持剑 冲向了姬前 然后就在他动手时 姬前对他丢出了一个阵盘 接着一阵迷雾出现 姬前彻底消失在他面前 擂台下的姬家子弟 看到这一幕也梦了 因为迷雾同样遮盖住了擂台 他们毛都看不到 第十三章 大地以下接蝼蚁 也就在这时 擂台上的半空中 出现了两个白发白须的 鹤发童年的老人 他们隐在半空中 目光却落在擂台上 如果此刻姬家的长辈在此 定然会叫出声来 因为这赫然 就是姬家的十组跟第二组 看着里面姬无雷 被姬前用阵法耍的团团转 极为狼狈地在阵法里腾磨 看着这一幕 两人摇了摇头 他们的目光 同时落在了躺在地上 叼着一根草 悠哉悠哉地看着姬无雷 被阵法逼得上蹿下跳的一幕的姬前 两人忍不住对视一眼 此子 天赋过人 心智过人 手段过人 却偏偏无心修炼 若是他专心走上修炼意图 我们姬家将有望一门双地 和仇步兴旺发达 站在左边的老者 摸了摸银白的胡子 颇为惋惜地叹息一声 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这姬无雷 也还不错 姬家二组 看向在阵法中 左冲右吐的姬无雷 年轻人有朝气 也是正常 当年我也曾经那样对天对地 谁也不服过 姬家始祖摇摇头 就算他再努力 终究也不过是准地之姿 无缘大地 大地以下皆是蝼蚁 他们姬家 去的是大地 而不是准地 姬家第二组沉没了 这时 下方也有了结果 姬无雷被阵法 拖得体内灵气全无 被一道灵气兵剑射中 栽倒在地 姬前解开了阵法 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把长剑 横在姬无雷的脖子处 你说了 姬无雷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他不服 可是今天他已经无力 在站了机前 看着恨不得锤地的姬无雷 笑了笑 哟哟哟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们姬家年轻一辈中 最顶尖的天才 不会不服吧 阵法也是实力中的一种 你不会觉得 输给了我的阵盘 你就不肯认输吧 这如果是换作 我是你的敌人 且是一个阵法师的话 你现在已经没命了 就这 都还不服 姬无雷拳头是松了又捏紧 捏紧了又松开 最终他抬起头 看着吊锒铛的机前 又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一千块上品零食给机前 愿赌服输 下一次 我必赢你 姬无雷从地上爬起身 向擂台走去 在场的众人 对姬无雷指指点点 不是吧 我们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就这样认输了 这明显是机前耍赖嘛 可不是 谁知道那阵盘 是不是机前的 这说不定是他爹娘 买来给他防身用的 所以 姬无雷有些憨厚老实啊 这如果是换作是我 我会杜绝这坑爹的机前的一切操作 对啊 要打就真刀真枪地打 像是这种 要么掏防御法宝 要么掏阵盘来坑人 一些旁门走道的方法罢了 这若是到了特定的地方 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护佑 这机前岂不是任由别人搓圆搓扁 也就是他自己好意思 以为自己赢了 一个废物罢了 哈呸 擂台下围观的姬家子弟散了 根本就懒得给在台上赢了的机前掌声 机家的子弟 全部都以为 机前胜之不武 擂台上的机前 数着自己从机无雷那里耗来的两千块上品零食 那是开心得很 不过 机前装作不在意地扫了眼半空 那里赫然正是机家十祖 跟机家二祖所站的地方 机家十祖看着吊锒铛的机前 再次惋惜地叹息一声 这孩子 若是肯像机无雷那样努力修行的话 早已时日必成大器 他是真的恨不得操起竹鞭 给这个不学无数的后背 来个竹鞭炒肉 可惜修行这回事 又不能操之过急 毕竟想要到达大地 不仅修为重要 更重要的还是心境 希望他有一天会醒悟吧 机家第二祖摇摇头 一步跨出 消失在了半空中 机家十祖再次摇头后 也跟着消失了 此时 机前耳畔传来的摆烂点 五百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 看来大佬们离开了 只要他摆烂摆得够好 大佬就发现不了 就刚当他的摆烂点都快要刷爆了 就短短的时间里 他的摆烂点就加了一万 给他刷摆烂点的大佬 真是大好人 他瞄了眼自己的面板 姓名 机前 静见 就机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气运 高 摆烂点 三万八千二百九十 单道 未入门 正道 圆满零 十万 入门 熟练 精通 圆满 大圆满 福道未入门 气道圆满 零 十万 果然只要他够摆烂 万物皆可好摆烂点 看着三万多的摆烂点 机前有一种有了一笔巨款的感觉 这三万多的摆烂点 那是必然不可能点在修为上的 那不符合他摆烂的宗旨 可看着三万多的摆烂点不用 他看着那维林的单道跟福道 手就很痒 恨不得立刻把这两个点到圆满 也就在这时 机前的娘慕婉柔 出现在了机前的面前 还不等机前反应 慕婉柔就抓起他的肩膀 向皇宫方向而去 抵达皇宫后 慕婉柔直接找到了自己的皇兄慕熊怀 此刻慕熊怀正在御书房批改奏折 就在慕婉柔母子出现在御书房时 慕熊怀藏着的手松了开来 藏在暗处的护卫 也忍不住松了口气 慕婉柔走到慕熊怀面前 就好像是在撒娇的小女孩一般 拽着慕熊怀的胳膊上下摇晃 哥哥 我想求求你 让钱儿进入画龙池修炼吧 只要他的宝贝儿子 进入到画龙池修炼的话 姬钱绝对会一飞冲天 无人可挡 慕熊怀看了眼姬钱 又看了眼自己的妹妹 还不等慕熊怀说话 姬钱就开口了 娘 之前舅舅就想让我进入画龙池修炼 我拒绝了舅舅了 慕婉柔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怎么不知道 慕熊怀苦笑了下 是啊 妹妹 之前我就想让外甥 进入画龙池修炼 这不马上就到家关大典了吗 我琢磨着我 慕熊怀的外甥 可不能在家关大典上丢人 于是就想让他进入画龙池修炼 可惜这孩子 闲在画龙池闭关苦修太苦 不肯去 你可要好好劝劝他 这就生两人的话 顿时让慕婉柔愣了 他皇兄什么时候那么大方了 那可是画龙池 想来 只有皇主跟太子 才有资格进入的画龙池 他竟然肯给他儿子进去修炼 第十四章 忽悠大前皇朝太子 娘 你也知道我这人向来太懒 要我苦修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姬钱把头摇成了波浪谷 百烂点五百 本来还想让自己的儿子 再进一步的见慕婉柔 就很无语 这一刻 他是真的恨不得叫来他丈夫 给自己这不成器的儿子 来一顿混合双打 察觉到慕婉柔发出的杀气 姬钱笑眯眯的对慕婉柔说道 娘 我有那么强大的爹 还有那么貌美又聪明且强大的娘 更有身为皇主的舅舅 我有这样的身世 为啥要努力苦修 我再强大 还能强大过老爹 既然我强大不过老爹 那老爹保护我不就好了 家官大典表现有多好 但终究都是外民 外民都是给外人看的 我们家还需要添加那些锦上添花的东西吗 姬钱这一通洗脑 慕婉柔想了下 似乎好像他们确实是不需要这些外民 反正那些人又不敢说他们的不是 所以回头还是要监督一下孩子他爹 让孩子他爹努力 孩子开心最重要 慕婉柔揉了揉姬钱的头 好了 娘说不过你 你不想苦修 那娘也不逼迫 你就是了 对于这个不肯努力 只想摆烂的儿子 慕婉柔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他年纪还小 也无所谓了 终归他们是能保护得住他的 想到这 他看向慕雄怀 苦笑一声 这孩子给皇兄添麻烦了 咦 不对 皇兄 你说孩子还找过你 什么时候 就 还不等慕雄怀把话出来 机前就立刻打断道 娘 你还不允许儿子偶尔来看望一下舅舅 联络一下感情不成 前几天 我跟二爷爷说 我想来看望一下舅舅 二爷爷临时有事 就给了我一个阵盘 让我传送过来找舅舅了 慕婉柔眯起了双眼 对自己儿子这话 表示有些怀疑 机前掏出了雕刻好的阵盘 递给了慕婉柔 这就是二爷爷给我的阵盘 慕婉柔接过 探查了下 发现确实是传送阵盘后 没说什么 就还给了机前 慕雄怀见母子俩解开了误会 也就没多说什么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今天就留在宫里过夜吧 还不等慕婉柔拒绝 慕雄怀就开口说道 你嫁到机家那么多年了 可很少回来看我这个哥哥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你不会连叙旧的时间 都不给哥哥吧 曾经他们兄妹的感情 十分要好 无话不谈 可自从这个妹妹 嫁到机家后 只回过三次皇宫 她就算是想知道 自己的妹妹 在机家过得好不好 都没有什么机会 只能从自己的手底下的人口中 听到支言片语 最主要的是 如今她想从妹妹口中 探知一些机家的事情 好方便 她对机家调整一下策略 机家现在强大到 让她感到有些不安 慕雄怀都这样说了 慕雄怀到口中的话 也就咽了下去 行 那我就在宫里多住两天 陪皇兄唠唠嗑 五天后 就是机家的家官大典 自然不能在宫里 陪她皇兄太久 慕雄怀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哈哈大笑 好 那这两天你 可得陪皇兄好好喝几杯 这时 太监总管从外面走进来 对慕雄怀说道 陛下 太子殿下到了 现在就在门外候着 让他进来 很快 太子慕湛英走了进来 慕雄怀指着机前 对走进来的慕湛英说道 湛英 接下来几天 你就带着你表弟 在我们皇城 好好的到处玩玩 你表弟的安慰 我可就交到你手上了 若是让他在皇城受了委屈 我可哪里是问 慕湛英听到这要求 头皮都骂了一下 这位表弟的事迹 他可没少听说 这带着一个顽固子弟去玩 他还真的没有什么经验 退下吧 慕雄怀现在就想 跟自己的妹妹好好唠嗑 打发了机前两人离开 慕湛英带着机前 走出了门外 慕湛英眼珠子一转 有了主意 他决定带表弟 进入画龙池修炼 这样又不耽误他修炼 又可以不用带着这个 只知道勾兰听取的表弟去玩 一举两得 表弟 皇城的风景 没有什么好看的 不如我带你 去画龙池修炼 我听说过几天 你就要去参加加冠大典了 在画龙池里修炼 肯定能让你更进一步 机前连连摆手 使不得 使不得 表兄啊 你看我 细皮嫩肉的 根本就吃不了画龙池那种 宛若万已是深的苦 百烂点 五百 表兄 要不我带你去勾兰听取 机前拽着牧湛英 我们修炼要张弛有度 主张的 就是一个劳逸结合 我想表兄 你肯定很久没有休息过了吧 牧湛英 张弛有度 不存在的 身为未来大前皇朝的接班人 只要不死 就要往死离卷 现在他不仅要兼顾客业 还要协助父皇处理政事 时间根本就不够用 勾兰听取 根本不可能 机前打量了下牧湛英 凑到牧湛英耳畔 悄悄地问了句 表兄 你该不会还是个厨吧 这一句话 就好像是漏铁一样 直接把牧湛英的脸 都给烫红了 嘴上却强硬辩驳 怎么可能 别胡说 机前拍了拍牧湛英的肩膀 表兄 你也别老是 绷紧连自己的那根弦 不管是修炼还是生活 那真的要张弛有度 我相信 你很久没有突破了吧 你好好看看我 上次我来的时候 还是聚气竞出气吧 你再看看现在我的 已经到住机境了 这就是张弛有度的好处 比较容易顿悟一些 晦涩难懂的东西 你表弟我还会害你吗 牧湛英听到机前这话 不可否认 他真的心动了 不是想要知道 机前要带他玩什么新花样 他真的只是想要突破 他已经在渡海境后 气颠峰一年多了 可就是差一点点火候 就能突破 所以机前说这话 真的挠到他的痒处了 他虽然心动 但是还是有些怀疑 机前是不是在坑他 于是试探地问了句 你确定 这样做能帮助我突破 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第十五章 带着大前太子逛窑子 表兄 机前一把搂住 牧湛英的肩膀 做这种事情 反正你也不吃亏不是 你试一下吗 反正我突破 就是这么突破的 牧湛英就还是很怀疑 这事儿能突破 可是看着机前 那柱激进的修为 不可否认 他真的狠狠心动了 咬了咬牙 他决定干了 行 晚上我就陪你去 牧湛英说这话的时候 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说完这话 他又有些犹豫了 他是大前皇朝的太子 是继承人 而且花楼那里 也有很多朝廷的人去逛 他若是带着机前去逛花楼 带着他勾兰听取的话 那明天参奏他的奏折 恐怕要堆满父皇的桌子 所以他犹豫了 表兄 你是不是担心 使官或者其他朝廷要员参奏你 到时候 你只要把所有的过错 推到我身上就行了 反正我身上的恶名那么多 不在乎那么点 不是 这下 牧湛英是真的心动了 之前他可是听一同 在国子建上学的办学说过 这勾兰里面的女子会得花招很多 活也晚得花 当时这些办学说这话时 那回味的表情让他至今难忘 只是他是大前皇朝的继承人 身上压着整个大前皇朝太多 太重的期盼 他的一举一动 都暴露在大前皇朝的百姓的目光下 他要当一个勤勉的太子 为未来成为大前的皇帝做准备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要符合规范 要符合人民心目中太子的形象 于是 很多别人能玩的事 他不能玩 很多别人能做的事情 他不能做 就算是他特别想做的 也不行 表兄 机前看着木战英挣扎的模样 你不需要担心那么多 一切由我呢 反正黑锅我背就是 行 机前最终还是没有抵抗住诱惑 答应了 摆烂点 一万 机前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眼睛忍不住瞪大了一点 这也行 这都能加 他自己摆烂也就算了 现在带着大前太子摆烂 也能加摆烂点 这是不是有些离谱 这一刻 机前眼珠子亮的吓人 就好像是老色批解锁了新姿势 这样的话 他就真的不困了 木战英眼角于光 看到了机前看向他时 那蹭亮的目光 他的心底一凸 他这表弟 该不会是想要带坏他吧 表兄我饿了 就在木战英怀疑时 机前突然松开搂着他的手 揉了揉肚子 木战英能怎么办 只能把机前带回东宫 让御膳房传食 等他们都吃饱喝足后 夜幕降临 机前带着木战英 向皇城最大的花楼而去 临到花楼门前 木战英是满脸的抗拒 一把拉住机前 表弟 我还是不去了吧 他的表弟 可能不怕他父皇 可他怕呀 只要一想到 明天他父皇接到坐折后 震怒的样子 他心里就犯哆嗦 表兄 你知道 你为啥不能突破吗 你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优柔寡断 你看看你 都决定要陪我来勾兰厅去了 就专心地去做 去完成 而不是到了关键时刻 就退缩了 表兄 你想啊 这跟治国是一样的道理的 日后表兄 你继承了大前皇朝后 要处理政务 如果是比我们更强大的 五大皇朝的大空皇朝 来攻打我们 你怎么处理 你如果犹豫 没有得到你命令的士兵们 肯定不会出兵 对吧 这样一来 肯定就耽误战机 到时候 我们原本占据的地力都没了 这将会给我们的士兵跟百姓 带来难以挽回的创伤 所以做事情 不要犹犹豫豫 这要从小事情 就要养成习惯 木战英感觉 基前这比喻 好像哪里怪怪的 可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太傅也曾经说过 他性子太过柔顺 当帝王的话 缺乏了一点决断 这跟基前所说的这些 不谋而合 这个表弟是有点东西的 他咬了咬牙 走 木战英就要迈过 基前向大前第一花楼走去 还不等他跨出步伐 基前就拽住了他 表兄 别忘了 你是不乐意来 被我逼着来的 你可不能表现的 比我还积极 木战英跨出去的脚步 顿时一僵 然后他就被基前拖着 向着大前第一花楼走去 他边被基前拖着走 一边还听到基前 故意的大声叙道 表兄啊 你这就不对了 身为男人 怎么可以一心只为事业 该玩耍的时候就要玩耍 你听表弟的 表弟还会害你吗 我今天就要 你来放松放松 我看谁敢怪罪你 基前这故意放大的声音 让周围的人下意识看了过来 其中有几个当官的 看到被基前拖着 一脸抗拒的木战英时 他们直接僵在了原地 下一秒 反应过来的他们 转身就走 生怕走得慢了 就别木战英给看到了 躲起来的他们 又小心翼翼地伸出头去 看着一脸绝望地 被基前给拖进花楼去的木战英 他们彼此对视 甚至有不相信的人 还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我没有看错吧 我们最为勤勉的太子殿下 逛花楼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还有拖着他的 那个年轻人是谁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今天晚上 太子殿下既然在花楼 那他们肯定是不会也不敢去的 如果被太子殿下抓包的话 那可就真的玩犊子了 不过 他们玩不了 他们也不会让太子殿下好过 今天晚上 他就回去写奏折 参太子殿下一本 三人对视后 离开了花楼 而花楼内 那些肆意的官员们 也被突如其来的木战英 给吓得够呛 匆匆逃离了案发现场 并把基崽的怨气 写在一纸奏书上 决定明天参木战英一本 另外一边 基前已经拖着木战英 来到了花楼内 并且招呼了老宝 让老宝安排了 第一花楼内的花魁来做陪 之所以能一下子 就让花魁来做陪 是基前直接曝出了 木战英的太子殿下的名号 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带遮掩的 这也搞得木战英很被动 可很快 他就被乱花迷了眼 第一花楼的花魁 加上那些被基前 特意点来会伺候人 长得又妖娆没啥病的美人 给伺候的进了房间 第十六章 不存在的 基前本人呢 勾兰听取 他就真的只是叫 一堆美人给他淡取 就在木战英 被送进房间不久 基前耳畔再次响起 百烂点 五千 基前 大前皇朝太子的出业 就值五千点 这也太少了 难道他这表兄 被他榨干了 他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基前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吉 契运 高 百烂点 五万四千二百九十 丹道 未入门 正道 圆满灵 十万 入门 熟练 精通 圆满 大圆满 福道 未入门 七道圆满 零 十万 才五万多的百烂点 连一个大圆满都点不满 穷 太穷了呀 他一边感慨 一边点在了福道上 既然不能到大圆满 那就把福道给点满了吧 福道点到大圆满后 他的属性面板当即就改变了 福道到了圆满 而他的百烂点 却只剩下 四万三千一百八十 基前在低花楼里 听取听了一宿 木战英 则是在隔壁的房间里 战斗了一宿 这让基前不得不感慨 他这表兄不愧是杜海静的高手 主打的就是一个持久 次日晨时 隔壁突然一股浑厚的气息爆发而出 躺在床上一边听着曲儿 一边被美女们按摩按得舒舒服服的基前 被这一股雄厚的气息惊醒 转头看向木战英所在的房间 别安静的气息 不是吧 他表兄憨战一夜 然后突破了 这到底谁在摆了 离谱 就在基前吐槽时 隔壁传来了木战英的一声长笑 片刻后 浑身穿戴整齐的木战英出现在了基前的面前 他满脸兴奋地握住基前的手 表弟 我突破了 我真的突破了 没想到 基前提供的意见是真的有效 人 真的要适当地放松 才有可能突破 基前内心 呵呵 他才不羡慕 恭喜表兄突破到彼岸镜 这若是在努力努力 你可就要追上我爹了 舅舅若是知道了 定然高兴 基前这话一出 原本还满脸喜色的木战英 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 原本红润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 他怎么就忘了 这一查了 他来逛窑子了 还是父皇严令禁止的 最最重要的是 昨晚他似乎在人群中看见了崔氏官 他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此时太阳都已经出来了 他暗道一声 糟糕 早朝都快要结束了 身为太子缺席早朝 且加上昨晚还逛了窑子 这两者加在一起 就变成了太子逛窑子 缺席了早朝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日后他若是成了大前皇朝的皇主 那将会夜夜升歌 从此君王不早朝 他已经能想象得到 弹劾他的奏折将会堆积满父皇的暗桌 他整个人都骂了 他一把抓起姬钱 向皇宫所在的方向飞去 当飞到内皇城时 他停了下来 带着姬钱一起进入了义政殿 他刚跨入义政殿 就听到崔氏官的声音 陛下 陈有事要参太子殿下 昨夜里夜宿大前皇朝低花楼 至今为上朝 有位太子行事准则 陈复议 陈复议 然后就是一票的负义 刚踏入义政殿的木战英 脸都白了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他想要拔腿就跑 也就在他如坐针毡时 他耳畔传来一句 舅舅啊 如果你要怪表兄的话 你就怪我吧 是我非要逼着表兄 带我去逛低花楼的 我就是想要见识见识 大前皇朝的低花楼咋样 否则我若回去了 家里的那些人知道我来了皇城 当他们问我 大前皇朝有什么特色景点时 我回答不上来 那岂不是很没面子 满堂文武 进阶沉默 他就为了逛窑子 然后把太子给拉到窑子去了 可就算如此 如果太子殿下不干什么的话 很快也能回来 太子殿下 您这就不对了 您该不会是想把这事情 让您表弟给您背锅吧 崔史官冷笑一声 我们大前皇朝的未来 可不能要一个敢做 却不敢当的皇主 他 崔史官 是大前皇朝最清高的建言者 手持免死金牌 所以他经常在生死的边缘 反复横跳 而没有一点事 崔史官这句话一出 顿时就引来了 众文五百观的瞩目 崔史官极其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位 就在崔史官昂着头 宛若一只开瓶的孔雀一般的时候 机前摸了摸下巴 砸砸了下嘴巴 可是之前我舅舅说 让我表兄带我去玩耍呀 我在花楼里听取 我表哥自然要负责保护我的安危呀 崔史官 被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 崔史官有些被气糊涂了 你是谁 你有何资格在这里喧哗 可等他说完话后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看看机前 又看看站在机前身边的穆战英 又偷偷瞄了眼脸色黑沉下去的穆雄怀 机前则是眼睛一亮 你这样一说 我就不困了 你问我 我是谁 家父机成道 有大帝之姿 家母穆宛柔 大前皇朝长公主 老祖机逍遥 准帝及强者 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帝老圣主 我 机前 百烂二世祖 喜好 勾兰听取 说完他还直勾勾的盯着崔氏官 崔氏官冷汗 顿时就下来了 他怎么就招惹了这么一个大魔王 这机成道户短 可是出了名的 还有长公主在位出价前 那也是妥妥的混世大魔王 现在 他一连得罪了两人 这两人可 不管他是不是清官 只要得罪了他们 那照杀不误 敢问 你是 机前暴毙在凶 好奇的盯着崔氏官 崔氏官 骑虎难下 真的骑虎难下 好了 别闹了 坐在龙椅上的穆雄怀 跟崔氏官各自惩罚一下时 就听到机前的声音再次响起 舅舅啊 我跟你说 表兄突破了昨晚突破 成为彼岸镜的高手了 他这天赋 妥妥的有大地之资啊 穆雄怀 他有些怀疑 这小子是在内涵他儿子 穆湛英现在23岁了 才突破彼岸镜初期 所以没有什么其他大的机遇 他最多只有准地之资 第17章 回城 不过不管怎么说 原本他还以为他这儿子 需要20年才能突破到彼岸镜 现在却减少了20年的时间 这说明他儿子是有机遇 顿悟了的 这是一件极为高兴的事情 于是原本到了口中 想要责罚穆湛英的话 就变成了 赏太子几品零十千块 尚品零十十万块 以资鼓励再创辉煌 机前听到这话 哈喇子都差点留下来了 有钱还是皇室有钱啊 想要 谢父皇赏赐 穆湛英万万没有想到 这原本要被责罚的场面 被机前三言两语给盘活了 他非但没有被责罚 还得到了奖赏 这 他感觉好像有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百烂点 一万 机前 怎么就给 加了百烂点一万了 他也没做啥呀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穆雄怀对下面的大臣们 挥了挥手 他现在还想要探听一下 儿子走了什么捷径 能直接突破渡海 到达彼岸境 他有一种危机感啊 他现在都在彼岸境 巅峰卡了十多年了 一直都突破不了虚空境 自己的儿子 都已经是彼岸境的强者了 他有些丢不起这个人 满朝闻五百官跪拜后离去 湛英跟机前 跟我来一趟御书房 穆雄怀招呼着两人 来到御书房子坐在椅子上 等太监总管给他们看查后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穆湛英 湛英 说说你是怎么突破的 穆湛英闹了个大红脸 这真的很难启齿啊 总不能跟他父皇说 父皇 我失日遇十女后 突然就突破了 他若说了 父皇不当场废了他 舅舅 这个我知道 机前举手 穆雄怀 嗯 他儿子突破 他怎么会知道 父皇 我确实是在表弟指点下 才突破到彼岸境的 表弟之前说我平时绷得太紧 要让我适当地休息 适当地玩乐 这样有助于修炼 于是我听从他的建议 然后就突破了 机前逆了眼目占英 泽泽 他这个表兄是懂完文字的 关于在沟兰院放肆了一夜的事情 他是只字不提 真的 穆雄怀看向机前 嗯 机前肯定点头 我就是按照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 瞎给表兄指点 嘿嘿 没成想就成了 其实我才不会说 我主要还是 想要忽悠表兄 跟我一起去勾兰听曲 只要一想到 我能跟未来的 大前皇朝的继承人一起听曲 那就是非常的爽 以后我都可以跟自己的子孙后代 吹一辈子的牛了 百烂点 五百 原本还想要跟机前 讨教一番的沐雄怀 哼 谁找机前这个二世祖 讨教修炼的方法 那谁就是狗 果然是他高看他了 身为当事人的沐湛英 所以 事实就是他瞎猫碰上死耗子 突破并不是跟他表弟的指点有关 而是就是 他要突破了 他人都骂了 他原本还以为 日后修炼 能指望自己的表弟指导 我的好蛋 就在沐雄怀跟沐湛英相识无言时 沐宛柔的声音 自门外响了起来 还不等沐雄怀让沐宛柔进来 沐宛柔已经推开了御书房的门 走了进来 见到机前的时候 他冲了过来 一把抱住机前 你可吓死我了 你怎么就跟崔史官 在朝会的时候吵起来了 这崔史官 那张嘴跟翠毒了一般 那可是得理不饶人的 你没受伤吧 啊 沐宛柔这关切的问询 让坐在上手的沐雄怀都吃醋了 他都没有享受过 自家妹妹这般温柔 还有 当时机前跟崔史官在吵架的时候 他都坐在龙椅上 怎么可能会让外人欺负了他的外甥 更何况 最后的结果 就是他外甥单方面 顽虐了崔史官 他都很久没有看到过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崔史官 有憋屈的时候了 娘 您放心 我没事 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 机前离开沐宛柔温暖宽广的怀抱 在沐宛柔的面前转了一圈 你看是不是 沐宛柔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娘其实您关心过头了 当时那种情况下 还有舅舅在 有表兄在 那崔史官不过是一个区区小文官 奈何不了我的 机前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是蠢萌 蠢萌的 就好像他真的很单纯 很好骗一样 机前这话 让沐雄怀很受用 你呀 迟早有一天 你娘我会被你吓死 沐宛柔用手指戳了戳机前的额头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机前连忙答应 三天后 沐宛柔带着机前回了机家 次日就是家观大典开启之时 他们刚回到机家 机成道就一把抱住沐宛柔 宛柔 这几天都去哪里了 你快要吓死我了 我都以为 你被我们儿子忽悠着 一起逃离家观大典了 百烂点 一百 机前 他是那种人吗 不过 看在百烂点一百的份上 他就不计较这事情了 你想太多了 我这不是念着 马上就要家观大典了吗 钱儿毕竟是我们的儿子 如果直接被淘汰了的话 我们的面上也无关 所以 我带钱儿回皇宫 想跟我皇兄给钱儿讨要一个 进入化龙池的机会 好不容易跟我皇兄要了一个口子 想着我儿子可以更强壮了 我还白高兴一场 一说到这个 沐宛柔就来气 谁知道这臭小子 直接给我开摆 原来之前他就去找皇兄了 我皇兄 还许诺给他在化龙池 修炼半个月的时间 你可知道 这臭小子 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他竟然还拒绝了 半个月的化龙池修炼 时间虽然不是很久 但是也足以说明皇兄大方 因为化龙池的能量 足够让机前突破到助击后期 集成到笑眯眯的 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了一条鞭子 甩在地上啪啪作响 臭小子 你娘说的是真的假的 半个月的化龙池修炼啊 这如果让他进到化龙池修炼 半个月的时间 足够让他突破到神火境 一想到这 他就来气 狠狠地抽打着地面 就好像地板是机前一般 第十八章 爹啊 不是我不愿 是我不能啊 机成倒是越想越气 猛然抬头看向机前 是我拒绝的 眼瞅着机成倒手中的鞭子 举了起来 机前却说道 可是父亲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真的进入化龙池修炼 这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如果真的在化龙池修炼 这才是对机家最大的不利啊 机前说到这里 瞥了眼目宛柔 就算是娘在这里 我还是要说的 我们机家本身因为爹殿 您这个有大地之资的大佬存在 皇室对我们就有所忌惮 若我在化龙池修炼 这增强了我的天赋 激活了属于皇室血脉的潜能 兑换了我的筋骨 这让我天赋更强的话 皇室对我们机家 会不会更加的忌惮 爹啊 功高震主啊 我不是不想 我是不能啊 机成倒举起的手 垂落了下去 有些狐疑地 看向自己的儿子 真的是这样 你这个臭小子 你竟然敢当着你娘的面 来编判你舅舅了 明明是你臭小子 不肯吃进入化龙池的苦 不进去 你舅舅三番两次 都让你进去 慕婉柔揪住机前的耳朵 下次你编判你舅舅 看我不把你耳朵拧掉 慕婉柔嘴里 虽然在斥责机前 但手上倒没有真用力 他的眼中 更是多了一丝隐忧 因为事实确实如机前所说 皇室在忌惮鸡家 这几天 他住在皇宫里 皇兄话里话外 都是在探听机家的底蕴 还有就是他丈夫的修为 在慕婉柔宁机前的时候 凡 硬过来的机承道 再次举起了鞭子 好你个臭小子 老子差点被你蒙骗过去 找打 他说着 就要加入夫妻混合双打的行列 可就在他举起鞭子的刹那 慕婉柔一把把机前往身后一拉 对着机承道 就是一个怒目原争 机承道 我儿子是你能打的吗 啊 机承道举起鞭子的手 再次捶了下去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他家婆娘凶他 他小声便解了下 我这不是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我们孩子说的是假的 那你知道 皇兄留我在皇宫这几天 在都在问我什么吗 都在问我机家的事情 本来这事情 慕婉柔是不想说的 这会引发机家跟皇室的间隙 正准备生气的机承道 愣了下 当真 不然呢 虽然我跟皇兄的感情好 但是皇兄在那个位置上 需要思考的东西太多 机家 现在有始祖这个准地 还有你在 他们确实是忌惮 就怕你们 慕婉柔说到这 停了下来 皇家又没有所作 对不起我们机家的事情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会反 机承道皱起了眉 皇上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 爹 功高震主 加上我们机家 又不是全部都上下一条心 有些人的脑袋 多多少少有包 做出一些事 或者说出一些话 引起皇室反感 有些时候 谎言说多了 就成真的了 更何况 这些人还真的有在做 机前摸了摸下巴 他跌着多少 有点脑子不够啊 你都没有一个孩子看得透彻 慕婉柔叹息一声 而后他猛然看向机前 有头脑 又有天赋 这只要培养起来 不就是机家的下一任家主 原本机承道是家主的 有力竞选者 可惜的是他有天赋 只是这脑袋嘛 不能说聪明 反正不适合 机承道也很显然 跟慕婉柔想到了一处 看向机前的眼神 那是亮得有些吓人 机前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连忙接了一句 不会吧 不会吧 爹 娘 你们不会以为 这些是我想的吧 这些都是二爷爷 跟六祖唠嗑的时候 说出来的 我只是十人牙会罢了 否则 我一个二世祖 怎么可能想得到这些 这种动脑子的活 就不适合我 机承道看向慕婉柔 我就说 这孩子 脑子怎么可能有那么聪明 刚刚我都想着 要逼他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到达渡海境 然后我就可以推选他 成为我们机家的家主了 机前 好险 他差点就成为了 致死率最高的机家家主了 毕竟成为家主 不仅仅要八百个新年子 又要躲过各种暗杀 还要操心足中大小事 更要帮他这种二世祖 来擦屁股 真真是事无巨细 天天熬夜 头发一抓掉一大把 想想就可怕 慕婉柔叹息一声 没有那个命就算了 我们现在 还是来操心操心 明天的家冠大典吧 机承道听到这话 看向了机前 明天你这臭小子 若是给我拿到 吊车尾的成绩 看老子不削你 别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成为 最后一名的 但是也不会成为前列 那么努力干嘛 百烂不香吗 数日 一大早 机前就被机承道 从床上挖了起来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不起来 你是忘记 今天是家关大典的日子了吗 机承道对着机前 就是一阵碎碎念 机前洗漱 吃完早饭后 就跟着机前 跟慕婉柔 一起抵达了机家的战斗场 战斗场是由始祖 在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特殊的法器 而开辟出来的 战斗场内能容纳 千万人观战 且可以容纳 一万人同时作战的战斗擂台 等他们一家子到的时候 整个战斗场内 已经是人山人海 机承道带着两人 抵达了属于他们的座位 至于机前 则是在他们 抵达座位的第一时间 就被机承道给 踹进了擂台 刚被踹上擂台的机前 嘴角抽出了下 他爹都还没有 跟他说比赛的规则 他都不知道该咋整 他爹这心事有多大 就在机前刚 站稳的第一时间 一束光 骤然在舞台中央亮起 大家早上好 我是机恒 又到了我机家 一年一度的 家关大典仪式 首先在仪式开始前 让我们欢迎皇主 携带皇室 以及大朝中重臣 还有张 王三大世家 十大宗门 来参加我机家的 家关大典 机横着主持人显眼包 这话一出 整个战斗场 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而此刻 机前就被战斗场的气灵 给划分到了 驻基进的区域 机前正想要 跟周围的人打招呼 谁知道这些人 纷纷转过头去 压根就不搭理他 第十九章 家关大典开启 天赋拉满 废话不多说 众所周知 我机家的家关大典 分为三项测试 分为天赋测试 毅力测试 和实力测试 今天就先开始 我们的天赋测试 现在有请念到号码的人员 自动前往你们前方的 天赋杯中 放上你们的双手 主持人机横 开始了他的解说 现在有请聚气镜 驻基镜 龙桥镜的甲一 到丙一的子弟 前往天赋杯前测试天赋 牌子就在你们腰间 没有看到的 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号码 在你们进入战斗场的第一时间 气铃已经给了你们标注 如果没有标注到子弟 可以举手示意 机前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腰间 有一个显眼的字数 甲250号 250 这真是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数字 机前的目光 转而落在了那些 被主持人叫出去的 机家子弟身上 看着那些人 把手放在了石杯上 石杯就会放光芒 石杯越亮 颜色越深 字数越高就代表天赋越好 这是机家向外界 展现自己肌肉的一点 也是外界监测机家天才多寡的点 因而进行一些针对机家的策略 在机前心底 想着这些有的没的时候 机家的第一批子弟的天赋测试 结果出来了 看台上的观众 伸长了脖子 看向测试杯 在他们伸长脖子 看向中间时 中间出现了一个列表 而如今 机家天赋前十的名字 已经被法器器灵 给显露在了战斗场的正中央 保证每一个人都能看到 第一名 姬文桥 第二名 姬鹤 这些排名都是暂时的 而很快第二批的人 被主持人喊了上去 很快 轮到了机前 当机前上去的时候 观众席上的皇室 各大家族 宗门的人 目光都落在了机前的身上 他们早就 听说了机前的名声了 据说他的天赋堪比机成道 是一个有大地之资的爵士天才 所以他们对机前的期待值最高的 在众人瞩目的时候 机前走到了石碑前 伸手触碰到石碑 石碑在刹那间大放光滑 下一刻 石碑碎裂 场内因为那光芒 站起来的众人 看到碎裂的石碑 将在了原地 而后他们的目光 就看向了机恒 这个这场典礼的主持人 机恒 他也没遇到过这事啊 当年机恒刚出生时的天赋 是始祖拿来的 天赋测试法器测试的 那天赋都是顶尖的天赋 大家稍等 我去给这孩子 换一个测试法器 大抵是这测试石碑年久失修 才出现了这样的失误 这时 机家家主机成家站出来 对众宾客说道 他手一挥 一个全新的石碑 取代了之前碎裂的石碑 落在机前面前 机前再次伸手触碰 再次 一道刺眼至极的光芒亮起 众人再次未知侧目 很快 光芒收敛 石碑上显示两个字 大帝 看到这两个字的众人 都忍不住道西一口粮 大帝之姿 机家果真又出现了一个 大帝之姿的天才 如果加上机成道 这岂不是一门双帝 就算是皇室 也远远不如机家吧 到时候 机家只要登高一呼 谁敢不服 没有 那到时候大前皇朝还信慕 想到这 这些世家跟大宗们的人 目光落在了穆雄怀身上 现在该难受的 应该是穆雄怀吧 穆雄怀自然察觉到了 这些人的目光 他的脸色黑了起来 他自然知道 这些人什么心思 他们是不是忘记了 这一门双帝里面 机成道是他妹夫 机前是他外甥 而机成道 爱惨了他皇妹 所以他一点都带怕 众人也不敢惹毛了机成道 再次转移了视线 目光继续落在机前身上 之前众人也都在传 机成道生的儿子拥有大地之资 他们多多少少 还有些疑惑 因为机成道那可是三岁炼体 五岁筑雞 而这个被称为 可能超过机成道天赋的他 却丝毫没有成就传出 甚至 众多大佬看向检测完后 就直接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从储物戒指中取出逍遥椅 躺在逍遥椅子上 一边摇着遥椅 一边磕着灵果的机前 这摆烂的模样 还有他的修为 筑雞七 十六岁的筑雞 平平无奇 他们家族或者宗门里 十六岁的筑雞七 那是一抓一大把 甚至是十六岁的龙桥静 甚至渡海静的爵士天才都有 所以现在的机前 在他们的眼中 实在是太普通了 刚开始 他们都还以为是 机家的人为保护 给机前放出来的烟雾弹 就为了不让他们针对这孩子 现在看来 传闻是真的 这根本就不是烟雾弹 纯粹是这孩子摆烂 不然有顶级的天赋 到了十六岁 还不过是筑雞静 这种只能算是 中等偏下的水准 实在是不堪大用 在这些大佬们 给机前下一个定义的时候 在摇椅上吃着灵果的机前 耳畔不断重复着 摆烂点 一摆 就这短短的时间内 他摆烂点都快要刷疯了 直接来到了一万点 机前眼睛一亮 抬眼看了眼台上的众人 这哪是人 这简直是财神爷啊 于是他摆烂摆得更加认真了 若不是条件不允许 他都想召唤两个漂亮丫鬟 来给自己按摩了 而在座位上 看着摆烂的儿子 机成道的拳头都硬了 他真的想上去抽一顿 这个把摆烂发挥到极致的儿子 气人 实在是太气人了 今天这是什么场合 他还这样我行我素 这丢的可不仅仅是他儿子自己的脸 还有他的脸 以及整个机家的脸 就在机成道恨不得冲上去 给自己儿子挤鞭子的时候 却被慕婉柔拽住了 他警告的冷眼 当即就甩到了机成道的身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敢揍他 我跟你没完 你就宠他吧 迟早得废 不 现在他已经废掉了 机成道那个气啊 想到当年为了这个儿子吃过的苦 才有了儿子如今的天赋 而现在他儿子竟然浪费了他 舍命为他培养出来的 比他还要出色的天赋 他就心如刀脚 不行 他机成道不能让自己的儿子 这样浪费自己的天赋下去了 必须要逼迫他 你给我做好了 有什么事情等 回去再说 慕婉柔使劲拽住了机成道 生怕他真的会第一时间蹦上去 当着大家的面 抽自己的宝贝儿子 第二十章 提鞋都不配 机成道委屈地看向慕婉柔 你就宠他吧 这个孩子迟早都得被你宠坏了 死母多半 你不知道吗 你 机成道还没有吐槽完 就看到了慕婉柔不善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他立刻把后面未完的话给吞了下去 对慕婉柔露出一个大大的 憨憨的笑容 夫人 我错了 慕婉柔这才收回目光 看向机前 这次结束后 他确实是要好好管教管教自己的儿子了 他是越来越来不像话了 他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他们能保护好他 可若是他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又如何办 也就在这时 主持人宣布结束了第一轮的天赋比试 毫无疑问 机前的天赋位居第一 而且是遥遥领先 场上很快就到了第二轮 第二轮比试开始 此次比试的是毅力比试 在修行的道路上 只有天赋没有毅力 就算是资质再强 成就终究有限 天赋加上毅力 是成为强者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此次我们的毅力测试 分为重力测试 幻境测试 其中 重力测试为每一层阶梯 便加上一层重力 幻境则是考验你们的心性 能最先登上万层阶梯者 胜 能最先从幻境中醒来者 胜 现在测试开始 就在主持人激情澎湃地说完 机前举起了手 主持人姬衡 看向了他这唯一一个 举起手的显眼包 机前 有什么问题吗 他虽然很不想喊他 这人一看 就没憋什么好屁 也就在姬衡赋匪的时候 机前问道 攀爬万层阶梯太苦了 我吃不了那种苦 我弃拳 摆烂点 一千 主持人姬衡的脸都黑了 我记得可以弃拳吧 姬衡又不知死活地追问了一句 可以 姬衡咬牙切齿地回了一句 两人这一问一答 却在人群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全部人都难以置信地看向姬衡 这是姬衡年轻一代最强天赋者 该有的表态 就这么放弃了 姬衡的人倒是觉得这很正常 可就算是觉得正常 他们依旧感到丢脸 因为他们看到了来观赛的人 一脸震惊的模样 姬衡雷见到姬衡这泼皮无赖的模样 额头的青筋直跳 丢人 太丢人了 姬家怎么会有这种玩意 姬衡得到姬衡答复后 躺回逍遥乙中 一边吃着瓜 一边摇着扇 在见到众人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时 他挑挑眉 都看着我干什么 该比赛的比赛去 该关赛的关赛去 我知道自己很帅 不要迷恋哥 哥是你们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姬衡这话一出 众人 姬衡到拳头攥紧了 他真的受不了这个混账儿子了 丢脸 真的好丢脸 他姬衡到 怎么就有这么一个没脸没皮的儿子 慕婉柔更是捂住了脸 就在姬衡到 准备出手拿捏姬衡时 慕婉柔再一次出手拉住了他 等事情结束之后 再去教育他吧 孩子也长大了 给他留点脸 姬衡到 你想着给他留脸 可也没见他给我们留脸啊 但是婆娘的话 还是要听的 于是他再次忍住了 抽自己儿子的冲动 只能咬牙切齿地看着姬衡在赛场上躺在逍遥椅上 摇晃着吃瓜果的模样 身为父亲 对于摆烂的儿子 他是真的恨得牙痒痒的 哎呦 这不是姬衡到吗 这时 跟姬衡到关系不好的对头 一直被姬衡到压一头的王家王海天 凑了过来 这就是你那个拥有大地之资的儿子啊 你那么勤奋 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不上镜的孩子呢 真是为你 为姬家感到可惜啊 没有毅力的人 就算是有大地之资 成就也是平平啊 毕竟历史上可有太多太多的天才 最后因为屹立不足 反而频繁死去 而一些有屹立天资频繁的人 却成为了准地 这一顿冷嘲热讽 让姬衡到脸都黑了下来 慕婉柔上前一步 火力拉满 直接开队 哼 你这是在说 你那天资平庸却努力修炼 现在却跟我同一个境界的儿子吗 你跟你娘子天资那么好 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废物之姿的儿子 该不会是你娘子顿别人生的吧 王海天 你这个贱 趴姬成道一巴掌扇在了王海天脸上 不会说话 就给老子闭嘴 啊 我跟你拼了 王海天照出法器 就要跟姬成道拼命 只是还不等他跨出一步 一记重压 直接压在了他身上 把他压趴在地上 紧接着 第六组出现在半空中 目光悠冷地看向王家家主所在的方向 指了指被压趴在地的王海天 王海旺 你王家的人 是想在我姬家举办大典神闹事 王海旺当即冷汗都流了下来 怎么把这个沙神给招惹出来了 连忙裴笑道 不敢 不敢 都是误会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这纯属是海天的个人行为 还请前辈莫要责怪 王海旺飞上前 伸手去滴溜王海天 第六组冷哼一声 放开了对王海天的压制 王海旺赶紧滴溜起王海天 向王家的方向而去 王海天刚要开口 就被王海旺直接给塞住了嘴巴 耳畔更是想起了王海旺的传音 你他妈再敢惹事 我就懒得管你死活了 这是姬家的大典 你敢惹事 姬家那些杀神就敢杀你 别跟一个二愣子一样 被人利用了还不知 王海旺一阵心泪 王海天这个弟弟 是真的有勇无谋 而且还偏偏以为自己聪明 老是喜欢去惹事生非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就敢直接挑衅姬成道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先不说姬家的第六组出手了 就算是姬家第六组不出手 就凭借现在气头上的姬成道 那都奈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毕竟他这个弟弟 实力是远不如姬成道的 一个上个月才突破到虚空境 一个则是在虚空境浸润多年 马上就要突破到神火 更何况姬成道的虚空境 能跟别的虚空境一样吗 当年刚开入虚空境 就能从金身镜妖兽手中 逃过一劫的 他弟弟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第21章 吃了个世家的大瓜 大哥 他婆娘说我儿子不是我的种 我忍不下这口气 王海天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儿子那眼睛 跟他就是一模一样 而且出生后 还是进行过血脉验证的 是他们姬家的种 可好歹也到了住机镜了 王海望脸色不太自然地咳嗽了下 好了 既然不是真的 你气什么 嘴长在别人身上 怎么说还不是别人的事情 只是你这性子得改改 否则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至于他亲弟弟的儿子 为什么天资那么平庸 都怪他17年前的那一夜喝醉了酒 走错了地方 对弟媳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这事情是绝对不能说的 否则他们兄弟俩 可就要反目成仇了 王海天愤愤不平地冷哼一声 再次跟王海望传音 这次就算了 迟早他们给我等着 对于弟弟这小孩子气的话 王海望苦笑一声 就他弟弟这脑子 迟早也是被废了的那个 别看鸡城到大大咧咧 似乎没有什么心颜子的样子 如果他真的像表面看起来那样 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八百回了 这种看似无害的人 心都脏 另外一边 王海望带着王海天走后 慕婉柔拍了拍握紧拳头的鸡城安抚道 好了 你就别生气了 这王海天过来 就是故意刺激你的 你如果真的在我们鸡家的家关大典上 因钱的事情跟他打一架 并且把他打伤 我们鸡家跟王家可就真的要交恶了 这事情背后恐怕有人在算计 这种事情在皇宫里 他看得太多了 鸡城到低垂下眉眼 那夫人你说这事 谁在背后算计 慕婉柔笑了笑 目光轻飘飘地扫过 启用两大家族 还有十大宗门的人 最后停顿在李家身上 当年夫君 也为了给钱争夺天才地宝 费了李家李为尊 而李家向来也是石英昭的家族 他们恐怕一直记着这个仇 四大家族看似同仇敌忾 但谁都看谁不顺眼 那里的事情做起来比皇宫还要脏 毕竟皇宫里还有一个皇主在管着 而这些人暗中坑害彼此家族的天才的事情 层出不穷 这也是他嫁给鸡城到之后 察觉到的 鸡城到扫了眼李家的方向 恰好跟李为尊英读目光在虚空中触碰 他微微一笑 对身边的慕婉柔说道 所以还是没有把他打扶打怕 到现在还赶来我们计价 慕婉柔拍拍他的手 你呀 就只知道打打杀杀 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记忆 既然他们要玩鹰的 搞得我们不会玩鹰的一样 更何况 这件事情 你也不能仅凭借我的猜测 就给定下了性质 万一其中情况有变呢 他相信这件事情不是他皇兄的手笔 嗯 鸡城到冷冷一笑 反正以后 有的是机会宰了他们 不急于这一时 慕婉柔一阵心泪 这丈夫就知道打打杀杀 然后留下一堆烂摊子 等他来收拾 另外一边 毅力测试也来到了最高潮 鸡无雷首先以绝对的优势登顶 万层阶梯 他用了半个时辰 就登顶了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鸡无雷的身上 看来鸡家又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这孩子日后是准地起步 张家家主笑眯眯的 跟身边的李家家主唠嗑 那鸡钱是废了 可这个完全可以替代他 天赋比不上鸡钱 可这毅力惊人啊 我记得 上一个登顶的人是鸡城道吧 李家家主脸上的笑容将了片刻 旋即回道 是啊 鸡家这一百年来真是人才积极啊 出了一个鸡城道 又来了一个鸡钱这种有大地之资的 现在又跑出来一个鸡无雷 还有那些孩子们 李家家主目光落在了鸡无雷之后的鸡家年轻一代 都是不错的孩子 这百年来 算是鸡家的景分时代 这就算是皇室 也快要坐不住了吧 李家家主眼角余光 瞥了眼沐熊怀 恰好看到了沐熊怀看过来的目光 瞧李家家主这话说的 李家家主可有想过 鸡城道是朕妹夫 鸡钱是朕的外甥 这两个拥有大地之资的人 都是朕最亲近的人 你们话里的酸臭味 朕坐在这里都闻得到了 哦 朕没记错的话 李家家主的堂弟是朕的妹夫废掉的 那谁说出这种酸话 朕就理解了 李家家主藏在袖子下的拳头 瞬间握的帮印 大前皇主是懂得怎么戳人心窝子的 其余准备叨叨两句的家主 立刻闭嘴了 他们不想被沐熊怀戳心窝 瞧瞧李家家主那脸 都轻了 于是观看台这边 一时间陷入了诡异的静谧氛围 坐在逍遥以上 把周围所有人都纳入视线内的机前 也看到了这些人的你来我往 耳边还时时传来 六祖特地给他开的后门 把这些人说的话 都用传音的方式传到了他耳朵内 把一切瓜都纳入了耳内的他 嘖嘖了两声 这瓜是一个比一个大 不过当初他爹那么屌的吗 废了李家的天才 这仇怨可结大了呀 臭小子 以后你出去的时候 遇到李家的人小心点 那个世家的人 明明白白的 第六祖的声音在机前耳畔响起 打不过我就跑 而且我是一个废物 不值得他们关注 如果他们实在是要打我 我就把你们给我护身宝物 都给用了 再向你们求救 反正不管怎么说 天塌下来 有你们顶着 机前嘿嘿笑着回道 摆烂点 五百 第六祖顿时无言以对 这孩子是懂得摆烂的 真一点努力都不想的那种 别的人听到这个 多少都会有点压力 努力修炼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甚至在家族需要的时候 帮家族的忙 而他道好 主打的就是靠亲人搭救 在机恒跟第六祖吃瓜的时候 机乌雷已经进入了幻境中 经受考验 第六祖的声音再次传来 孩子你确定不去试试 我知道依照你的毅力 定然能轻松破了幻境 第二十二章 我是废柴 不是脑子有坑 不去 六祖啊 你们都那么强了 都给我打下了盛世江山了 你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能够享福吧 我现在躺着享福 不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盛世吗 况且机家都有那么多出色的子弟了 也不多我这么一个有天赋的子弟吧 机前的这话 让六祖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是一时间一不知道哪里怪 反正就是很有道理 就是了 六祖也不是一个在乎这些细节的事情 机前说不去 他没有再催他去 这时 场内再次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机前抬头一看 原来是机乌雷第一个走出了幻境 用十三刻钟 在机家历史上能排在第十位 跟九祖并列第十 欢呼声瞬间包围了机乌雷 机乌雷则是挑衅地看向机前 他就是要让机前看看 他才是机家的希望 而机前这个连毅力测试都不敢的人 不配成为他的对手 正在吃灵果的机前 察觉到机乌雷看来的目光 咔嚓地吃了口灵果 把他那挑衅 而又鄙夷的目光忽视了个彻底 机乌雷 就感觉有一种蓄满力量的一拳 砸到了棉花上 随着机乌雷开挂式的突破幻境后 其他人也开始突破幻境 这也让其余势力的人 更直观地看到了 机家下一代井喷是天才的出现 众多势力的人 对比了下自家的天才数量 他们都沉默了 比不上 完全比不上 甚至毅力测试 他们自己人也远远比不上 全部都被机家压了一头 这一刻 这些势力的人 看向机家的眼神就变了 此刻皇主慕雄怀的心情也不怎么好 只是没有表露出来 现在进行最后一场比试 实力测试 可以手累 也可以攻累 大家自行选择 最后一个站在第一位的 为胜利者 这是最后一场战斗 最终 综合天赋 毅力 实力三项比试得分 得出最终排名 排名第一到第十者 可获得家族给予的奖励 第一名奖品为 五行灵果 可无负作用的 增强人的体质 增加五倍吸收灵气的能力 第二名的奖品 玄品圆满阶的玄武防御凯 大家都知道 所有法器分为天 地 玄 黄四品 每一集都可分为 圆满 上 中 下四阶 而这玄武防御凯 可抵挡得住虚空净的全力一击 这玄武凯 可是相当于黄品下街的防御法器了 第三名的奖品 极品圆满破街单 可无后顾之忧的辅助人 突破一个境界 不会影响到人的潜能 可放心使用 主持人姬衡 继续在高台上激情 介绍着比赛规则 跟比赛奖品 瞬间调起了众人的积极性 等主持人介绍完 机前再次懒洋洋地举起了手 我能弃拳吗 姬衡脸色一黑 又是他 这个可恶的小崽子 他好不容易才调动 姬家子弟的情绪 他一句话就把这 善战的气氛给打破了 此刻姬衡真的是恨不得飞过去 给姬衡来一顿鞭子炒肉 不仅姬衡想揍机前 慕婉柔跟姬衡到两人拳头 都帮应了 坐在高台上的第六组 他这个后生晚辈 是真的将摆烂进行到底了 能躺着是绝对不动一下 不行 姬衡咬牙切齿地低吼 想着能偷会懒呢 没想到长辈们 那么不讲武德呀 都不许我们摆烂 姬家的年轻一辈 看向姬衡的目光 都带着同仇敌开 心中更是暗暗决定 如果遇到姬衡 他们就狠狠地揍他一顿 因为他实在是太可气了 毕竟他实在是 太丢姬家的脸了 如果不是他爹是姬衡道的话 他们都会联名让家主 把姬衡这颗毒瘤 给移出族谱去 可惜的是 姬衡道是姬衡的父亲 如果现在他们 跟姬家家主说的话 那被移出族谱的话 那就是他们了 主持人姬衡生 怕姬衡待会 又整出什么幺蛾子 直接对众人说道 比赛现在开始 请各自选择擂台或者对手 就在姬衡话音刚落 擂台在姬衡他们面前 自动出现 请选择对手 不选择对手的 气凌会帮你们选择 姬衡说这话时 目光看向的却是姬衡 察觉到对方目光的姬衡 也在这时 姬家子弟们 找到了自己的对手 开始上了擂台 观众席上 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看向了姬衡 虽然之前姬衡的表现 就好像是一个 扶不上墙的阿斗 可他们却不能确定 姬衡究竟是在 装摆烂藏桌 还是真摆烂 毕竟从古至今 假装摆烂的人可不少 而还在到处找对手的姬衡 还不等他选择 他就直接被送到了擂台上 他对面站着的是姬衡雷 姬衡雷看着被气凌 送到自己擂台上来的姬衡时 也是正愣了下 然后笑了 自从上一次 他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他一定要把姬衡 打得满地找牙 让他亲口趴在地上 对他认输 毕竟这一次在擂台上 可没有限制修为的说法 他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自己的长剑 就准备对姬衡动手时 只听姬衡喊道 等一下 姬衡雷动作 下意识地停顿了下 我认输 姬衡衡雷 他的拳头瞬间钻紧了 他想要的姬衡认输 不是口头上的认输 而是姬衡憋屈地 趴在地上的那种认输 可现在姬衡这种 吊锒铛的模样 哪有屈辱感 气死他了 讲解台上的姬衡也无语了 姬衡这个二世祖 是真的要将摆烂进行到底了 好歹 知道自己不是姬衡雷的对手 那也要一丝一丝地过两招 之后再认输 现在姬衡可好 直接认输了 连打都懒得打了 坐在观众席上的姬衡道 对他吼道 你给我打 否则看我回去不收拾你 姬衡耸耸肩 回头看向姬衡道 爹 我只是个小废柴 不是脑子有坑 我一个助击进出气的小喳喳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一个 龙桥进中气的高手 更何况 还是跟一个与我有夙愿的人打 他肯定会因此废掉我 这种赔本的买卖 我是打死也不干 第二十三章 你也没告诉我不能用啊 姬衡道沉默了 姬衡在姬衡道沉默时 对还愣住的姬衡说道 我投降了 这局算我输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姬衡已经跳下了台了 那脚尖的模样 都把所有人给整愣了 这就是姬家年轻一辈 最有天赋的人 这也太拉胯了吧 一上来就投降 而且投降投得毫不犹豫 姬衡雷拳头钻得死紧 忍着把姬衡抓回来 暴走一顿的冲动 这姬衡实在是太狗了 姬衡明明有能力跟他打一场的 就凭借他身上的法器 就足够跟他斗上一场 而且谁输谁赢 都是两说的事情 可姬衡却是想也不想的 就退缩了 懦夫 姬衡雷盯着姬衡的后背 目光中充满着不屑 百烂点 五百 百烂点 五百 这一刻 系统的声音 不断地在姬衡的脑海中响起 只是短短的时间内 就刷了上万的百烂点 姬衡的眼睛 那是雪亮雪亮的 他喜欢这种大舞台 这百烂点 随随便便 就能转得飞起 姬衡刚回到逍遥以上 还没有摇多久 就有人站在擂台上 指着他吼道 姬衡 上来一站 跟随着他这一声吼的 还有其他占据擂台 或者打了胜仗的姬衡子弟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 都同仇敌愧地看向他 他们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趁着这次机会 教训一下姬衡这个 丢进了姬衡脸面的小混蛋 再想到 之前姬衡在他们训练的时候吃瓜 还忽悠着他们的教习 跟着他一起吃 而他们只能顶着 炎炎烈日苦逼的训练 又渴又累 看着姬衡跟娇蜡吃瓜 那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所以 此刻这些曾经遭受过 这种折磨的姬家子弟 都对姬衡发出了挑战宣言 姬衡扫尸一圈 对着那些比他境界高的人 微微一笑 我拒绝实力比我高的 助击中期及以上的 都比我高 至于助击前期的兄弟们 我奉劝你们一句 别找死 姬衡这话一出 那些比他等级高 向他发出挑战的人 拳头都快要捏碎了 他这是真的脸都不要了 那些助击出气的人 更是被姬衡气得半死 有些不服气的人 指着姬衡 来 上来 我跟你做过一场 兄弟们 让这个混蛋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他竟然敢瞧不起 我们这些跟他同级的 这一刻 助击出气的人都 通红着一张脸 出现在那人的擂台前 姬衡原本是想拒绝的 可是气凌好像也看不过 他这摆烂模样的样子 把他传送到了 那个撸起袖子 准备继续挑战 姬衡的人的擂台上 看着姬衡被气凌 送到面前 挑战的那个人 先是一愣 然后顿时高兴了起来 姬衡的修为跟他一样 也是助击前期 他可不幸 两者的实力差距就那么大 更何况 他在助击前期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助击期的力量 他已经完全掌握了 对于姬衡这个 刚刚上助击期的人 简直不要手到擒来 他手持飞剑 冷冷地看向姬衡 今天我就要你知道 不是谁你都可以瞧不起的 话音落 他持着飞剑 就冲向了姬衡 姬无命 打他 把他给打趴下 让他知道 小乔人的下场 姬无命在他们助击前期当中 那也是有目共睹的墙 就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 姬无命已经杀到了姬衡的面前 姬衡舟 顿时出现一个金色的防御罩 当王一生 姬无命的长剑 刺在了防御罩上 长剑顿时断成两截 姬无命更是被反作用力 给甩出了擂台 按照姬家的规矩 要么认输 要么被打出舞台 都算输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姬无命甩出的方向 正是那一群想要挑战姬钱 且喊加油 喊得最大声的人 姬无命被甩出 撞倒了一片人 擂台前 其他原本还在给姬无命加油的人 也愣住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一出啊 姬钱直接架出一个防御罩 就把姬无命给反弹飞了 姬钱如果一直用这件防御法器 防护着自己的话 那他们还打个屁 直接认输就是了 有些不服的人 对着主持人姬衡喊道 主持人我们不服 姬钱他违规 使用了防御法器作弊 姬衡扫了眼姬钱所在的方向 看着他身周亮起来的防御法器的光照 嘴角抽出了下 地品圆满阶的防御法器 这都能抵得上天品下阶的法器了 他都没有这等阶的法器 他承认自己有些眼红了 他咳嗽了一声 对姬钱说道 家族内比不得用高等阶的法器 把法器收起来 姬钱挑眉 可是家族内比 好像从来没有这条规矩 姬钱说得信誓旦旦 他刚刚在上台前 已经问过第六组 姬家内比的详细规则了 从那些规矩里 压根就没有规定不能用高等级的法器 法器也是自己实力的一种 凭什么不让我用法器 姬钱很无辜地看向姬恒 他们如果不服的话 他们也可以拿出相匹配的法器来攻击我 我绝对不说什么 从今天 现在开始 就有这条规矩了 姬恒攥紧了拳头 对姬钱咆哮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背景 如果都像你这般 拿出法器来 那还谈什么公平 之前虽然没有这条规矩 但是 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 绝对不会用高等级的法器 来作为攻击 防御的手段 大家也没有打破的意思 谁知道姬钱会那么不讲究 一上来就祭出了地品圆满的防御法器 这法器一出 神火镜的强者都够呛能一击破碎 气死他了 他感觉主持了那么多年大赛 就这次的主持最难做 做得最心累 见姬钱那不情不愿的模样 姬恒深吸一口气 盯着姬钱 你是自己收起来 还是我帮你收起来 在他话音落下的刹那 姬钱深周的防御照消失了 姬恒看向人群中 正要飞身而起的姬无命 你去挑战别人吧 姬钱之前 虽然使用了高等级的防御法器 把他给震飞了 但是也确实如姬钱所说 之前没有这种明文规矩 所以那一局就算姬钱胜利了第24章 你们用不起 就要限制我 姬无命气的直摸牙 可最终 他还是离开了擂台 向别的擂台而去 他们擂台战是胜利三场即可晋级 失败四场就算彻底淘汰的 姬无命离开后 很多跟姬无命实力差不多的姬家子弟 开始跃跃于世 现在姬钱既然不能使用法器的话 那事情就好办了 他们不信姬钱还能使阴招 今天他们就要让姬钱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哄 很快一道人影跃上了擂台 姬森向你讨教 姬森刚上台 擂台下的挑战者们 小范围的哗然了下 卧槽 竟然是姬森 这小子是真的有点东西的 一年前被找回家 从炼体到现在的住姬境 这种天才那 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现在就连他也被激怒了 可不 他可是跟姬无雷一起 被称之为可以继承 继承到位置的人 是啊 如果当年他早点被找回来的话 那可是妥妥的 另外一个大地的资质 真是可惜了 是啊 而且他是第二个 通过耐力测试的 姬钱听着他们的议论声 挑挑眉 姬家这天才也太多了吧 姬森掏出了他的长剑 冲向了姬钱 姬钱掏出阵盘 往他脚下一丢 阵法启动 然后姬森就像是一个 无头苍蝇一般 在阵法里乱转了起来 台下的挑战者们傻眼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看台上的观众 看出了门道 这孩子就不能 堂堂正正地 跟人比一场吗 上一把用法器 把对手给搞了 这一把却用出了阵盘 他们是看得哭笑不得 但是姬钱这也确实是 没有违反的规矩 家族大比嘛 阵法师总不能跟人肉搏 姬森在阵法里面 兜兜转转 一直跟假的姬钱战斗 刚开始 姬森也以为这是一个患症 可是当他受到了一击 不下于助击镜的攻击后 他就开始认真了 最后 他力竭地倒在地上 此刻的姬森憋屈极了 就算是姬钱实力 达到了助击中期 他也有把握一战 谁知道 姬钱会掏出阵法盘 来跟他斡旋 最终他只能隐恨倒地了 把姬森放倒后 姬钱站在原地 看着擂台下 之前还激情澎湃的众人 都后退了一步 阵法 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呀 这一次 众人再次起哄 我们不服 姬钱他使用阵法 主持人姬衡 就他这边是多 可是他又不得负责 比赛的公平性 对姬钱咬牙切齿到 姬钱不得使用 高等级的阵盘 除非 你能证明 这阵盘是你制作的 姬钱当然能证明 这阵盘是他制作的 可问题他能承认 必不能啊 可你们也没有说 我不可以使用阵盘啊 姬钱昂起脖子了 这局算我赢吧 姬衡磨了磨牙 可依旧说道 算 从这一局开始 不得使用 不属于自己的阵法盘 否则算输 姬衡瞪了眼姬钱 后面的每一场 都不能动用外力 不管是阵盘 法器 符咒 除非你能证明阵盘 法器 符咒等是你自制 方可使用 其余的若是动用了 便算输 不是 主持人你不讲武德 你这不是针对我吗 姬钱插着腰 你这是公报私仇 以前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规矩 怎么到了我这里 就是限制着 限制那的 姬衡那叫一个气啊 他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他倒还有理了 是 之前是没有这样 那样的规矩 可以前也没有那么皮 那么会钻空子的 姬衡瞪着姬钱 是 就是针对你的 你若是再搞出来 我还针对 他倒是要看看 姬钱还能搞出什么骚操作来 但凡姬钱他能够承认 这里面的阵盘 法器 是他制作出来的 他必然会承认自己做错了 可问题是 这些事 姬钱能做出来的吗 就比如 姬钱现在所用的阵盘 没有圆满镜的大师 是绝对做不出 这么强的阵法来的 姬钱是圆满镜的阵法师吗 不是 所以他为什么要给姬钱面子 姬衡也懒得听姬钱解释 对场下的挑战者们说道 下一场战斗 开始 只是这一次 擂台下姬家的子弟们不敢动了 两个他们都以为 能够碾压姬钱的人上台了 谁知道没用多久时间 就被姬钱给挑下来了 虽然姬钱用的 不是什么正经的手段 可人家就被挑下来了呀 反正此刻姬钱在他们的眼中 那就是 有一种说不出的邪门 于是很多人撤了 去找别的挑战者去了 一时间 姬钱的擂台钱 就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主持人姬衡 见到这一幕 嘴角隐隐抽出了下 他给这些人机会了 这些人反倒是不中用了 刚刚还一份填膺 谁也不服 想要给姬钱好看的模样呢 就这 不管姬衡如何比喻这些人 反正是没有人敢再去招惹姬钱 姬钱见此 又从储物戒指里面取出了逍遥椅 坐在逍遥椅上摇啊摇 还拿出了瓜果 边吃边看别的擂台热火朝天的战斗 台下的小猫三两只 看到姬钱 这完全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的一幕 怒火瞬间飙升 姬钱 我要挑战你 最终一个子弟一跃上 落在了擂台上 持着长枪 指着姬钱 他虽然在助击初期有五年之久 没有任何进步 可姬钱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一幕 实在是让他受不了 那些原本想离开的人 见到这一幕 瞬间来了兴趣 站定了脚步 看向站在擂台上 挑战姬钱的姬衡赵 姬钱看别的擂台 正看姬衡雷跟人打得起劲呢 姬衡赵就上来挑衅了 姬钱无奈收起了逍遥一根瓜果 手一抬 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了第六组 送给他的乾坤剑 拿出乾坤剑的刹那 姬钱抬起手 喂 主持人 我用我平时的飞剑法器可以布 姬衡看了过来 看到姬钱手中握着的地平 圆满界的乾坤剑 脸瞬间黑了下去 不可以 只能用玄屏以下的法器 开什么玩笑 姬钱这一剑下去 若是一个控制不好 姬衡赵恐怕都给他消没了 还说这擂台赛公平 我看一点也不公平 他们没有高端的法器 关我屁事 我有 那不是我实力的一种吗 怎么还反倒怪我富有 第25章 决胜局 前往兵种 姬衡拳头都给捏紧了 姬衡再这样叨叨下去 他真的保证不了 他还能安全地站在舞台上 这臭小子 是真的太会气人了 地平圆满界的法器呀 他都没有 姬衡一边嘟囔着 一边掏出了 选品圆满界的法器 再次看向姬衡 这回可以了吧 我没有比这更差的法器了 如果你实在不准 我用的话 我弃权好了 姬衡 听听 这是人话吗 可以 最终姬衡是咬牙切齿地 答应下来的 在他的认知中 姬衡虽然是个天才 但是却也是一个百烂的天才 而且他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 这也就导致 他没有经历到任何的磨练 没有经历过磨练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跟那些经常训练 得到了充足磨练的 普通弟子能比的 请赐教 姬衡照话音一落 就向着姬钱冲了过去 在姬衡照冲过来时 姬钱瞇了瞇眼 虽然姬衡照这一招很鸡贼 可在姬钱的眼中 他的动作实在是慢 太慢了 姬钱冲过去 一箭就把人给拍了下去 原本还在期待着 姬衡照给姬钱好看的姬横 闭上了眼 他刚刚究竟在期待什么 期待姬衡照能打的姬钱 看来是他想屁吃了 下方站着的众人 也是一脸失望 他们也以为 姬衡照就算是打不过姬钱 但是起码 也能跟姬钱打几个回合 不会输得那么的难看 结果是 他们想多了 搞定了姬衡照 姬钱看向下方围观的众人 现在还有谁来跟我一战 其余跟姬衡照修为不相上下 甚至比姬衡照还弱的人 立马就溜了 在观众席上眼角余光 瞥见姬钱动手的大佬们 倒是开始给姬钱多了几分关注 他们原本也以为 姬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可谁知道 他竟然能轻松碾压同级的 所以他确实是在藏桌嘛 就在他们这样以为的时候 只见姬钱再次躺在了逍遥椅上 吃起了瓜果 嘴里还嘟囔着 烦 真他妈的烦 让我好好看别人战斗不好吗 为啥来招惹我 可惜不是平时 不然我大喊一声跌懒 那都不用我动手 耳聪目明的大佬们听到这话 是他们高看姬钱了 他们原本还以为 姬钱是半猪吃老虎 结果人家就真的是一只摆烂的猪 摆烂点 一千 姬钱耳朵里再次响起了 系统刷疯了的提示音 不过是短短的一时间内 再次刷到了一万的摆烂点 看来日后有这样的比赛 他必须第一时间报名来摆烂 悄悄这一次擂抬下来 他赚了多少的摆烂点 很快 场内就决出了同境界内的前三名 聚气进前三名 姬天成 姬夜明 姬设计 筑姬进前三名 姬钱 姬森 姬罗宇 龙桥靖 姬无雷 姬无风 姬怡诺 角逐出各阶段实力测试前三后 评审的那些大佬们 和实力测试三项的总分 最终 结果出来了 交到了姬恒的手里 第一名 姬无雷 第二名 姬森 第三名 姬无风 至于姬钱 因为放弃了毅力测试的阶段 只得到了一个中等片上的成绩 这一刻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姬无雷的身上 18岁的龙桥靖 这一刻 他无比耀眼 无比地瞩目 日后姬无雷成长起来 那将会是姬家的顶梁柱 至于这一刻的姬钱 那就是被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中了 毕竟姬钱综合评分 不过适中的片上 已经是泯然众人了 所以 那些大佬的目光 也没有再只关注姬钱 而是关注起了姬无雷 而奖品也很快地分发给了这些人 在他们发奖品的时候 姬钱却是暗戳戳地 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姬钱 静剑 祝吉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吉 契运 高 百烂点 八万五千二百八十 丹道 未入门 镇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赚妈了 这一次比试 他真的赚妈了 看来 果然还是摆烂比较爽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受到了两道冰冷的目光 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赫然正式继承到根木宛柔 他打了个哆嗦 这父母的目光 有些冷了 他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 主持台上的鸡横再次开口 鸡家家官大典圆满完成 谢谢大家前来管理 接下来 将会使我们鸡家兵种秘境开启 就不留诸位管理了 每次鸡家家官大典结束后 紧随而来的 就是把这群家官的孩子 送入到兵种去 获得他们的机缘 其余势力的人 也很自觉地 在鸡家家主的带领下 离开了鸡家的战斗场 这次管理 其实他们心中已经有数了 此次鸡家冒出来的天才 确实让这些势力大佬们 未知侧目 鸡无雷 鸡森 鸡天成 鸡夜明 鸡设计 鸡罗宇 鸡无峰 鸡一诺等等 都让他们感到惊艳 至于鸡前 那就是一个百烂至上的孩子 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最为耀眼的 自然是排在第一名的鸡无雷 而排在第二名的鸡森 同样让他们感到惊艳 而且 他们也从鸡家的子弟口中 知晓了这鸡森的存在 他竟然是在一年前 才被带回鸡家 才开始修炼 从一个凡人 直接修炼到现在的 鸡森前期 这速度 简直恐怖 这若是一开始 这鸡森就生长在鸡家的话 那鸡家恐怕再出一个大地 可惜 修炼得太晚了 但是他们也庆幸 这鸡森在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就没有在鸡家 否则 鸡家真的太恐怖了 等除了鸡家的势力 都被送出战斗场后 第六组飘落在鸡家子弟面前 看着这一群16岁的孩子 那智能的脸庞 第六组对他们笑了笑 孩子们 你们准备好获取你们的机缘了吗 准备好了 鸡家子弟们 异口同声地大喊 鸡前掏了掏耳朵 这群人怎么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至于那么激动吗 至于鸡家的兵种 鸡前并不抱什么希望 既然你们都准备好了 那就走吧 第六组掏出一个阵盘 往他们头上一扔 第26章 兵种神剑 阵盘在他们的脚下 顿时化为一道传送星芒 把在场鸡家子弟都笼罩住 下一刻 他们在眨眼间全被传送离开 随着璀璨光芒的消散 所有人再次睁眼时 已经来到了一个光秃秃的石山上 第六组双手结印 印在了石山上 一阵波澜在他们面前荡漾了下 而后一道灰扑扑的石门出现 第六组看着 还呆愣在原地的鸡家子弟 他不由地想到了 自己还年轻的时候的模样 他包容地笑了笑 对众人说道 进去吧 去里面选择一件适合你们的兵器 兵器有灵 会自动则主 愣者居之 都进去吧 兵种里有无数的神兵利器 包括天品圆满进的兵器 第六组这话一出 在场鸡家子弟眼睛更明亮了 谁还没有幻想过 得到一把天品的兵器 在整个天荒大陆驰骋 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 这一刻 众人看向面前的石门的眼睛 那亮度若是有热力的话 恐怕石门都要被灼烧成灰 下一刻 这些人蜂拥地冲进了石门中 他们穿过石门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石山 石山上面长的不是花草树木 而是各式各样的坟墓 坟墓成金字塔结构上升 每上升一层 所处的兵器就少一部分 而每上升一层 兵器的境界也会高上一届 而每一座坟墓上 都有一件兵器 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只有最上面的一把剑 朴实无华 可只要有人的视线看过去 就好像有极为锐利的剑气迸发 似要把人都给切割成无数块一板 这一刻 刚冲进来的鸡家子弟们 有些不知所措了 就在他们茫然不知所措时 跟着进来的第六组 倾笑着提点 这就是兵种 是鸡家自始组 积攒到你们这一带的兵器 这里的兵器 有一些是机缘所得 有些是你们前辈的遗留 这里的兵器 见证了我们鸡家的崛起 这兵种也是这些兵器的养兵之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品阶也会随之变强 而这些神兵 每上一层品阶就高上一阶 记住我再说一次 兵种里的兵器 只会选择人 而不是人选择兵器 好了 别待站在这里了 靠近兵种 选择属于你们的神兵吧 鸡无雷的目光 落在了最上层的那一把利剑上 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其余的神兵 力气他鸡无雷都可以不要 只有最顶级的神兵 才配得上他鸡无雷 他是现在鸡家的第一 也是现在鸡家除了鸡城道之外 最有天赋的人 这神兵的主人 舍他其谁 至于第六组所说的 要让神兵选择他们的话 他相信 那只是针对那些没有能力 却妄想要得到高阶神兵力气的人 第六组花音落下时 却依旧没有一个人往前冲 也就在这一刻 石山震动 无数神兵自石山上飞出 落向了鸡前他们 远远看去 就好像无数的箭矢射向他们一般 有些胆子小的 当即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第六组在跟鸡家众人 说完兵种的由来后 就看到了落在人群最后的鸡前身上 闪身来到鸡前身边 小子 看上那件兵器了 六组给你开后门 不需要 鸡前连忙摇头 我要这些兵器有什么用 给我就是浪费 不要 不要 百烂点 一千 第六组无语 不是 小屁孩 这是我们鸡家子弟 一辈子只能进来选择一次的兵种 过了家关大典后 就算你再进来 兵种的兵器也不会选择你了 你知道鸡家历史上 看起来资质平平的人 因为在兵种上获得了兵器 最后实行了人生的逆袭吗 不知道 不感兴趣 那跟我没有关系 反正我天赋好 这逆袭的事情 跟我有关吗 百烂点 五百 第六组 有点被这个百烂到骨子里的晚辈 给气乐了 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不知道好歹呢 这可是机会 机会 懂不懂 你要懂得表现自己 你学学纪无雷 都直接展现自己的天赋 境界 就是为了吸引那些神兵选择他 你可快看看他周围围绕的神兵 嗯 快看 兵种最强的神兵动了 第六组说到这里 神情都激动了 自从兵种被始祖建立起来后 这第一神剑就树立在那里 当初始祖也动过 想要把这第一神兵收为己用的心思 可结果却是飞剑纹丝不动 可现在 这把连始祖都没有收服的神兵他动了 孩子 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始了 你看到最顶端的那把神剑了吗 那可是连咱们始祖都没有收服的神兵力气 现在他竟然动了 第六组指着在兵种里最高阶梯 此刻正在颤抖的神兵 机前瞥了眼那神兵哦 动就动呗 关我啥事 机前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两把逍遥椅 并且弄出了瓜果 递给六组一个已经切好的瓜 来 六组我们吃瓜 六组 这孩子是真没救了 百烂点 一千 也就在这时 石山上最顶层的神剑突然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 剑气更是把周围的其他神兵力气都给压了下去 那些神兵原本还在围绕着姬家子弟转悠 似乎在挑货物一般挑挑拣拣 在这把神剑出山的刹那 全部都趴在了地上瑟瑟发抖 宛若像在这把神剑沉浮 姬乌雷见到这一幕 眼神大亮 这才是他想要的神兵力气 出场就自带光芒 万众瞩目 一切神兵力气都要沉浮于他 在神剑从兵种上飞出的刹那 姬乌雷也飞了过去 就要接住飞剑 可飞剑从他身边经过 停顿都没有停顿一下 直接飞了过去 在神剑飞过去他身边的刹那 姬乌雷眼神中闪过不甘 伸手握住了神剑 神剑先是停顿了下 姬乌雷眼神中闪过极度的惊喜 他要获得神剑了 他就要无敌于天下了 就在这时 神剑一震 把他的手震开 向机前飞了过去 神剑围绕着机前不断地转 神剑身上也随之绽放起璀璨的光芒 孩子 你还等什么呢 快滴血 让神剑认住啊 第27章 是将摆烂进行到底 耳边响起的第六组激动的声音 机前看了眼散发出璀璨光芒的神剑 满脸嫌弃 这神剑光芒太甚 太骚包了 我不喜欢 不要 第六组 他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这可是天品神剑 就算是十组都想要获得的 可现在却被他嫌弃太骚包 神剑就好像是听懂了机前的话一般 一身的光芒收敛 化为了灰不溜溜的长剑 姬乌雷这个时候也飞了过来 伸手就要握住神剑 这神剑你不配拥有 机前让开了身子 拿走 拿走 快拿走 摆烂点 一千 姬乌雷愣了下 可最终还是欣喜若狂地握住了神剑 甚至还觉得机前有点傻逼 这神剑都来讨好他了 他竟然不要 就在他摸到神剑 以为自己要得到神剑的时候 一股强大至极的力量 瞬间把他弹飞 刚把姬乌雷弹飞 飞剑再次回到了机前面前转悠起来 你是个聪明的 你赶紧跟着姬乌雷去吧 跟着我没前途的 你看看姬乌雷 他实力强劲 又是这次比试的第一名 天赋还好 有能力 有手腕 还受人拥戴 跟着他不好吗 机前苦口婆心地劝着神剑 心底则是吐槽着 开什么玩笑 收服了这神剑之后 他以后要想摆烂 岂不是很难 所以这神剑是坚决不能要的 摆烂点 一千 这个时候 被飞剑弹飞了得姬乌雷 听着机前的夸奖 情不自禁地挺了挺胸膛 他看向机前的眼神 也变得柔和了起来 看来机前也不是一无是处 只是飞剑此刻 依旧围绕在机前的身边 里都不理机无雷一下 此刻机无雷的身边 也飞来了其他的兵器 不一会 就把机无雷给淹没了 机无雷挥挥手 把围绕在身边的兵器 都给赶走 走向了机前身边 围绕着的飞剑身上 神剑 只要你肯跟着我 我尽我所能地 让你吸收其他的飞剑 让你可以得到净化 他之前就听前辈们说过 兵种之上的第一飞剑 是拥有可成长属性的 他能够吸收别的飞剑成长 这还是之前 始祖想要收服第一飞剑时 试探出来的 只是这第一飞剑比较古怪 那就是始祖在御敌时 可以跟飞剑商量 用它对敌 但第一飞剑 却没有认它做主人 可以说 机家的崛起 也是有这机家第一飞剑的功劳存在的 那些前辈们也说过 想要收服这第一飞剑 可以用诱惑的法子试试 可惜的是 飞剑依旧鸟也不鸟机无雷一样 第六祖剑状 再次无语地 看向苦口婆心地 劝着飞剑任鸡无雷为主的机前 他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人 这第一飞剑 若是在别的地方出事 恐怕就算是准地级强者 也忍不住会前往争夺的 这样的重器 机前不仅不收了 还把它推给别人 他就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操作 最重要的是 机前那种嫌弃的眼神 一点也不带做假的 臭小子 赶紧收起来 别嫌弃了 第六祖把飞剑拎起 塞到了机前的怀里 下一刻 机前还对第一飞剑一脸嫌弃的模样 机前的心态 在见到这一幕时 崩了 这就好像一个舔狗 舔自己的女神舔了半天 结果发现自己舔的女神 对着一个自己看不起的 矮挫穷贵舔一般 让机无雷心态彻底爆炸 机无雷恶狠狠地瞪着机前 你何必这样侮辱我 机前 他做什么了 怎么就侮辱他了 他是真心实意 不想要这第一飞剑 这可是机家始祖都想要忽悠的飞剑 却强认他为主 这对他百烂大业造成了多大的障碍 不过 机前握住了第一飞剑 我说小飞剑啊 你真的认错主人了 我就是一个机家百烂的小透明 你别看我天赋很好 但是我很懒 很百烂你想了 你认识的主人 任后肯定是顶天立地的超级大英雄 能挥手就可斩日月那种 可我不是啊 我这种人啊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认我为主 真的不占优势啊 我不可能带你 去看大好河山 更不可能剑斩妖魔 灵绝顶 所以你看 你认我为主 妥妥的 就是明珠蒙尘 真的很没有必要 站在机前身侧的第六老祖 逆了眼机前 他很怀疑 这小子是在内涵他们这些 没有被第一飞剑认主的人 忍了忍 最终第六老祖 终究是没忍住 在机前的头上敲了下 你个臭小子 别的了便宜还卖怪 赶紧收起飞剑吧 至于另外一边 机无雷对于第一飞剑认机前这件事情 虽然耿耿于怀 但是也知道 这事情已经不能更改 所以在那些神兵再次飞来抉择他的时候 他挑剑了一番后 终于挑选了一把地品圆满界的飞剑 其余人也都挑选好了自己的神兵 可以说 这些神兵则主 除了第一飞剑不按理出牌外 其余的神兵 都是偏爱于此次加冠大典前十的 前十的人 最次的一个得到的是地品下接 最好的则是机无雷 地品圆满界飞剑 但是这些神兵 也都是最为契合他们的 至于其他的机家子弟 获得的神兵 就是各式各样的 基本上没有超过地品的 当所有人都选择好了各自的神兵后 他们全部人都被弹了出去 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站在了外面 就在他们出现的外面的第一时间 机家的十足 感知到了飞剑出世的气息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第二十八章 怎么 你们想试试 当他的目光落在机前手中的飞剑时 瞳孔正站了下 落语坚任你为主了 嗯 还不等机前回答 第六祖先回答 他真的怕机前张口就来一句 要不 我把它给你 这事情 机前是真的能够做出来 问题是他做出来了 这落语飞剑 却死心眼地认机前为主 到时候落了十足的面子 那就很不好 我没问你 十足无语地看了眼第六祖 而后他闪身来到了机前的面前 看着他手上的落语飞剑 很好 你 还不等机家十足说话 机前直接把飞剑塞到机家十足手里 十足 这件给你 我不需要 这件 给我就是浪费 第六祖捂住了脸 没眼看 真的没眼看 他就知道这臭小子会干出来这事情 看着怀里落语剑的机家十足 被机前这动作给搞蒙圈了 他知道这个晚辈百烂家不靠谱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竟然那么不靠谱 这落语剑在他获得这兵种的时候 就已经在兵种里了 准确地说 这兵种应该叫做剑种 因为落语剑是这里的第一把兵器 也是唯一的一把 后面的那些兵器都是他以及后代的杰出青年 搜罗进这剑种中的 刚开始搜罗这些兵器进去的时候 那些兵器都被落语剑给折断了 直到后来他对落语剑软磨硬炮 处出了感情之后 这落语剑才勉为其难地 让这些兵器进入剑种中 而等这些兵器进入了剑种之后 他发现了这剑种的秘密 那就是 但凡是进入这剑种的法器 会变强 而且是百年就会上升一个小阶段 最可怕的 还是从这里获得的兵器的子弟生死之后 这些兵器会在这些子弟生死的第一时间 回归这剑种中 这也就造成了 他们姬家子弟的法器从来不会丢失 而且还会带来击杀他们姬家子弟的仇人信息 是以这剑种 已成为了他们姬家的重要财产地 这也成为了其余势力都在打探的原因所在 姬家十祖 只要一想到自己一开始 对着落语剑软磨硬炮的模样 再对比现在的姬钱 对着落语剑挨搭不理 甚至随手送人的模样 他心底就多了一份古怪的情绪在 他看看被塞到怀里 还不断震战地飞剑 又看看姬钱那对落语剑极为嫌弃的模样 他被姬钱给干沉没了 十祖 第六祖见姬家十祖那不太好看的神色 连忙凑上前来 想要解释的同时 也对姬钱使了实眼色 让姬钱赶紧解释解释 别到时候让十祖下不来台 就在这时 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自天上降落 落在了十祖的面前 这些人 都是刚刚跟姬家家主辞别的各大势力的画室人 此刻他们的目光 都落在了姬家十祖怀里的飞剑身上 他们刚刚离开姬家不久 就察觉到了这里出现了一道天品的法器气息 所以在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想要谋夺这法器 与此同时 他们也跟家里的高手们传了讯息 毕竟跟他们一同察觉的 可还有其他家族的高手 就算是他们谋夺到了 也未必能够保住这飞剑 所以只能请强大的后援团及时来支援 只是当他们看到姬家十祖时 这些人的神情微变 姬家十祖在这些人出现的时候 笑了笑 诸位不是已经离开我们姬家了 怎么还想来 我姬家讨杯茶喝一喝不成 姬家十祖摁住了 想要往姬前那里飞去的落雨剑 在说这话时 目光扫视了一眼这些家主 这一刻 排山倒海的压力 落在了这些家主的身上 这些家主的脸色微变 他们原本确实是要离开姬家的地盘的 可是这天品法器出世的气息 谁能错过啊 但是此刻 当他们看到姬家十祖在这里 且手握着法器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没戏了 嘿 老不死的 别给我们的后生晚辈压力 自古以来 法器出世 有得者居之 我们的后生晚辈来找姬元 也是应当应分的 你可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呀 就在这些势力的画室人 被姬家十祖压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一群鹤发童颜的老人 出现在了他们各自势力的面前 挡住了姬家十祖 散发出来的威压 姬家十祖剑跟他同一级别的都出现了 收起了自己的气势 眯眼一笑 抬了抬手中的落雨剑 那你们看看 这是你们想要的天品法器吗 其余人的目光 落在了姬家十祖手上的落雨剑上 他们脸色微变 落雨剑 姬老鬼 你在耍我们 有些无语地看着姬家十祖这个老六 落雨剑是姬家的第一法器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五百年前 姬家因为第十一组的事情 招惹来了十个准地级前者 要来灭了姬家 姬家老鬼出关 携落雨剑 以一党时压着同级别的高手打 且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那也是姬家老鬼的成名战 那一战 也让众人知晓了姬家的可怕之处 也让众人对姬家产生忌惮 此刻这落雨剑出世 且明显认主了 只是 这些老不死们 目光落在了落雨剑上 这落雨剑明显不是认得 姬家老不死的为主 目光巡视了一圈 却依旧没发现 落雨剑的主人 姬老鬼 该不会是落雨剑 已经认了别人为主 你怕自己成为拔了牙的老虎 所以把落雨剑人的主人给杀了吧 李家十祖李不怀 一开口就是阴阳怪气 怎么 你想试试 我是不是拔了牙的老虎 姬家十祖拔出落雨剑 看向李不怀 察觉到姬家十祖身上可怕的气息 加上落雨剑身上的力芒 李不怀冷哼一声 却没有再接姬家十祖的话 主要他真的打不过 姬家十祖这个老不死的 哦 看来 你这个孬种不敢 不敢就滚一边去吧 别碍眼 姬家老祖挑了下眉 吃笑一声 而后又扫射向其余势力的老祖宗 还有谁要试试 但凡是他目光 所触及的老祖宗级别的强者 都避开了他的目光 打不过 是真的打不过 最重要的是 姬家十祖这人 真的就是一老六 第二十九章 姬家老六的英雄事迹 就算是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这老六 事后这老六 绝对会暗粗粗地对付他们 他们可不想出门 就被偷袭 这样的事情 这老六是真的干过的 两千年前 一共有姬 张 李 王 齐 赵 前七大世家 而齐 赵 前三大世家 当年也是上等世家 当年齐家十祖 齐元明的长孙女齐明珠 看上姬家十祖的第三孙 也就是姬前的三叔祖 姬朝氏 当时姬朝氏 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子 且两人已经私定终身 择日就要迎娶入门 所以 姬朝氏拒绝了齐明珠 齐明珠回家一顿哭诉 闹着飞机 朝氏不嫁 甚至闹绝食 最终闹得齐家十祖 齐元明 邪赵 前两大家族的十祖上门 逼迫齐朝氏 入赘齐家 当时姬家老祖重创 毕了死官 姬朝氏 誓死不从 当场自意而亡 事后 姬家老祖 姬长安 得着消息出关 就开始了他的偷袭之旅 齐家 赵家 前家 但凡外出的天才 进阶死绝 在短短五百年的时间 齐家灭绝 这三大世家 一开始也就怀疑上了 姬家十祖姬长安 可是偏偏姬长安 没有落下任何的把柄 更可气的是 这三大家族 当初也想要针对姬家 可姬长安 就好像有 未卜先知的本领一般 姬长安早早就在暗中 把姬家子弟们都给散了 让他们各自 引入尘埃中 让齐家三大家族 根本就没有办法 找到姬家子弟的下落 直到有一次 齐元明落单 被偷袭重创而亡 紧随其后的 就是赵家十祖 钱家十祖 也在外出时陨落 自此 这三大家族开始没落 在之后的一百年间 这三大家族 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这也成为了 当年的一个谜案 大家都猜测 是姬家十祖姬长安做的 可偏偏找不到 任何证据证明 这是姬长安做的 自此之后 各大家族都是人人自危 劝告自家的后人 千万不要招惹姬家的人 当然也因为此事 各大家族也约谈了姬长安 各自定下了 上部对下出手条约 也就是说 准地不得对准地以下的人出手 否则已经发现 众势力将群起而攻之 灭其家族 姬长安当时也是满口答应 那答应的一个爽快 让他们都觉得 这好似是姬家 这老六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促成 这个条约的产生一般 干了这件大事之后 大家都相安无事地发展着 姬长安更是安静地 好像死掉了一般 完全没有了动静 直到后来 姬长安得到了骆宇剑 最终在五百年那一战 他们知道 他们压不住姬长安了 他们这时候 方知这姬长安 在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在苟着发育 如果不是那十大准地高手 围攻姬家的话 他们都不知道 姬长安这老六 已经强大到那一步了 现如今 这姬长安又狗了五百年 谁知道这狗贼 是不是又强了 姬家老祖 见到这些势力的老祖 唯唯诺诺的模样 翻了个白眼 好了 既然都知道 这是我姬家的家事 按照我们之前的条约 都散了吧 当然若是想要插手 我们姬家的家事 那就来问问我手中 这骆宇剑 看看他同不同意 其余势力的始祖们 张家始祖脸上 露出了菊花一般灿烂的笑容 长安 别那么暴脾气 我们也就是关心关心 这都那么多年了 你这脾气 可真的一点也没改 好了 既然这里没事 我们就回去了 张家始祖说完 手一挥 带着张家的人溜了 其余势力的人见状 也纷纷告辞 不过是转瞬间 其余势力的人 在各自老祖的带领下 溜了个没意 最终只剩下皇室的慕雄槐 还留在场中 姬长安见到 还留在原地的慕雄槐 身上的气势一收 来到了他的面前 对着慕雄槐抱拳一拜 姬长安拜见皇主 皇主万安 方才势力太多 没有第一时间来拜见皇主 还请皇主莫要责怪 长安长老不必多礼 这是你们姬家的家事 其余势力确实不该插手 慕雄槐连忙掺住姬长安 没有让他这一礼行下去 他可听说过 姬家始祖的故事 据说当年有钱前任皇主 给姬长安难看 后来这位皇主 死得不明不白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前前任皇主死了 才有了他皇祖父的上位 所以姬长安这一礼 他可不敢让他行 否则他真怕 哪一天这位主想不开 把他也给噶了 皇主这事 姬长安眯眼笑了笑 对于慕雄槐这位皇主的回应 很是满意 只是让他想不通的是 其余势力都走了 他留在这里做什么 之前我想让我外甥 进入画龙池修炼 可我外甥拒绝了 这次看了姬家的家官大典后 我琢磨着他这天赋不应浪费 所以想着 把他给塞入画龙池中 让他苦休一段时间 这事儿我皇妹也是同意了的 慕雄槐立刻把姬钱拿出来 当挡箭牌 回禀师座 慕婉柔携击成道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我皇兄所说的句句属实 说着还把自己的传讯玉佩 递给了姬长安 这里面有我跟皇兄聊天的证据 姬长安用神识 扫了眼慕婉柔的传讯玉佩 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微微一笑 你们不必距离 我就是问问 都是一家人 别那么客套 慕雄槐嘴角微微地抽出了下 你那神情 可一点也不像是随便问问的样子 而这时 身为当事人的姬钱 听到慕雄槐的话 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大声说道 老祖宗啊 我不去 我觉得咱们姬家挺好的 而且 我这人天生贪玩 喜欢夺兰 一点也不适合修炼 之前他在忽悠慕战英 去勾兰听曲的时候 他就从慕战英口中套出来了 这画龙池修炼 可比苦牙修炼痛苦一万倍 那画龙池里 不仅仅是灵气化成灵液 更重要的是 里面还有那些死掉的 慕家老祖宗的神魂在里头 他们都会悉心教导 培养自家的后生晚辈 悉心到什么地步 若是没有达到这些 老祖宗们设定好的目标 他们动不动就是 神魂化成鞭子一鞭子 抽打在他们这些 后生晚辈的灵魂上 那叫一个惨 想想他就打哆嗦 第三十章 百烂不香吗 所以 这样惨绝人寰的画龙池 他才不会去 百烂不好吗 百烂还有百烂点 用百烂点冲上去 不香吗 为什么要努力 嗯 鸡长安看了看慕婉柔 又看了看慕熊怀 脸色有些古怪 皇主确定要让这孩子 去皇室的画龙池中修炼 嗯 慕熊怀肯定地点了点头 鸡前这孩子的天赋 如果不修炼 真的可惜了 所以还请您成全 其实在见识到 鸡家的强大后 慕熊怀心里是有紧迫感的 这一次见识到了 鸡家盛产的天才后 他就决定要把鸡前 给培养起来 这样的话 他起码是鸡前的亲舅舅 万一到时候 鸡家真的要对皇室不利 鸡前也可以阻拦一二 最重要的是 现在慕熊怀是真的 想要把鸡前寄养在身边 给他最好的修炼资财 以一个国家的能力 来供养鸡前 让他早日成为准地境高手 这也是 他跟慕婉柔他们商量的结果 慕婉柔夫妇跟慕熊怀 简直是一拍即合 所以现在 鸡前是被自己的父母给卖了 作为鸡家始祖 有别人替自己支付 自家天才子弟的资财 这有理由拒绝吗 完全没有理由 就在鸡长安就要答应下来的时候 鸡前突然喊道 等等 我有话要说 鸡前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鸡前跑到慕熊怀的面前 舅舅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 把你让我进入画龙池修炼 还不如 让我爹进入画龙池修炼 你想啊 我爹这实力 培养培养 不是很容易就到了轮回境啊 毕竟我爹必死关 那妥妥百年内能到轮回境 而现在他 若是能在画龙池灵气那么浓郁的地方 岂不是更加快 说不定用50年的时间 就到了轮回境 这样我们鸡家 将会再出现一个轮回境的强者 说不定我爹一个高兴 就直接上了地境 也未可知 而我呢 就算是在画龙池闭关再久 我闭关的话 原本按百年算的话 我原本可以突破到神火境 绝对不可能再多了 你们想想啊 一个轮回境 跟一个神火境的高手 哪一个重要 那肯定是轮回境重要 对不 甚至还是一个地境的强者 所以 培养我不如培养我爹啊 舅舅 石祖 您觉得呢 被姬钱这么一说 姬长安的老六基因发作了 貌似 好像姬钱说的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再来 就是要供养一个人 进入轮回境再资财 对于鸡家而言 虽然不是很难 可是鸡家毕竟家大业大 那么多人嗷嗷待补 这能省下来一份就是一份 于是姬长安 把决定权交给了沐雄淮 皇主 您觉得呢 沐雄淮 此刻他 真的只想要直呼好家伙 这鸡家 不愧是老六的家族 这算盘子 都蹦到他脸上来了 让皇族帮他们 培养一个轮回境强者 而且还是用皇族的底蕴去培养 那可是化龙池 他们皇族的底蕴核心 沐雄淮露出一个假笑 为了成道好 还是别了 你们可能不太知道 我们皇族化龙池的原理 这只能是我们沐家血脉的人进入 才不会出事 一旦不是我们沐家的血脉 进入化龙池修炼 就会受到我们沐家老祖宗们的攻击 我外甥身上 流淌了一半我们沐家的血脉 所以他进入化龙池的话 可以避免我们沐家老祖宗的攻击 简单点说 就是鸡城道 想要进入我们皇族化龙池修炼 那绝对不可能 他才不可能给鸡家 培养出一个地境的高手 这绝对不可能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唉 还真是太可惜了 鸡长安壮四碗戏的叹息一声 在场的众人都是人精 都能听出沐雄淮的言外之意 但是也是在情理之中 那要不 鸡长安的目光落在了鸡前的身上 正打算把鸡前给推出去时 鸡前也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般 石左啊 你可千万不要狠心把我抛弃啊 我吃不了化龙池的苦的 你们也不想培养出一个 自带反骨的神火镜 且有可能会成为地境的反骨仔吧 毕竟我这人贼记仇啊 你们若是狠心把我丢入化龙池 我可能就会黑化啊 鸡前这话一出 鸡长安噎住了 果然不愧是他们鸡家的血脉 血统里自带老六被刺的基因 而后鸡前又看向沐雄淮 舅舅啊 你也不希望鸡家再多出一个地境高手吧 我真的只想当一个躺平的二世祖啊 百烂点 一千 沐雄淮 这话之前 你已经跟我说过了 大不可不必再在大庭广众之下 给我重申一遍 这样让我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这孩子 若不是正知道你懒 还以为你想把皇族跟鸡家 给盗稿对地面上去 沐雄淮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却是锁定在基长安的身上的 基长安这次出现 其实让沐雄淮心里有些不安的 因为他家始祖跟他说 这基长安的实力又强了 这也就说明 这老不死的 离地境恐怕更近了 准地境跟准地境是有区别的 起码他们皇室的老祖宗 跟基长安的修为 原本是非常接近的 而一旦他们皇室的老祖宗 若是成绩皇室的龙脉的力量 会得到堪比地境的力量 可此刻 他们家的老祖宗 在面对基长安时 有一丝丝的压力 这说明基长安更强了 皇祖尽管放心 我们基家只是想 长治久安地存活下去 对于天下是半点想法都没有 您且安心地坐在您的位置上 管理着大前皇朝的天下 基长安立马接口 开什么玩笑 他们基家要谋朝篡位 那简直是纯纯的污蔑 一想到坐在皇位上 那就要不断地批改奏折 不断地听那些官员叨叨 还要保持中庸之道 不断均衡这些官员 想想他就觉得头皮发麻 这根本就跟他们基家的血脉不符 听到基长安拒绝 穆雄怀刚开始还挺开怀的 可见基长安那一脸抗拒的模样 穆雄怀又有些心塞 这怎么看着基长安还挺嫌弃 他这个皇位的 就离谱 第三十一章 试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既然我这外甥不愿意 那我也不强求了 告辞 穆雄怀试探出了基长安的心思 回宫 穆雄怀摆驾回宫了 而基家的其余人 也已经在基家祖老门的组织下 有序离场 三天后 这一群已经参加过家冠大典 年满十六岁的子弟们 就要离开基家 开始他们为期三年的大陆试炼 这一次出去 也代表着他们 不再受到基家厨英保护 将要面对外面世界的残酷 这是他们基家子弟成长的必要一环 此刻场内就剩下基前一家子 还有基家始祖 以及基家家主 基家家主看着离去的穆雄怀 眉头皱起 脸上满是担忧之色 始祖 这皇室恐怕要对我们基家动手了呀 刚刚穆雄怀的话 看似是在试探他们基家 是否有反心 这已经是对他们基家有戒心了 当年他们家老祖宗 之所以那么快 能把齐 赵 前三大世家给搞的家破人亡 其中皇室可是出了不少的力气 现如今 皇室已经开始忌惮他们基家 那对付他们的手段 恐怕不会简单到哪里去 这也是他担心的地方 基长安看了眼他 没有说话 也就在这时 基家的第十一叔祖的身影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出现的第一时间 他瞪了眼基长安 玄吉对基长安说道 师祖 我刚刚得到传音 我们在外试炼的基家子弟 受到各种不明伏击 而且三年前试炼 即将归家的子弟 有半数以上的魂灯被灭 魂灯被灭就意味着生死到消 基长安听到这个消息 脸色顿时冷了下去 师祖 这多半是这些势力 对我们基家展开的伏击了 若是把我们这一批小羊羔们 放出去的话 恐怕凶多吉少 第十一叔祖 还有一句话没说的是 这事情就很想多年前骑 照前灭族的前续 忍了又忍 最终第十一叔祖 还是没有忍住 对基长安说道 师祖 有没有可能 这是皇族在背后 开始对我们基家展开了伏击 这样下去可不行 第十一叔祖这话一出 在场安静了下来 见基长安眯着眼睛不说话 第十一叔祖咬了咬牙 十祖 我觉得这多半是皇族 你有证据 基长安低垂着双眸 于衣不明地对第十一叔祖说道 鸡打呀 我貌似告诉过你很多次了 不要凭借自己的主观一策 来推断一件 你没有证据的事情 这样会让自己陷入误判 甚至给基家带来负灭之灾 可是 没有可是 还有我们基家的儿郎们 从来就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该有的历练 就让他们历练去 若是在外出了事情 那也是他们自己技不如人 这件事情 我会带人去调查 如果让我调查出 是哪些不该出手的人出的手 我自然会去撂脸 基长安挥了挥手 阻止了第十一叔祖还未出口的话 第十一叔祖闭上了嘴 但是满脸不服气 这一眼就能看出 是皇族做的事情 他真的不理解 始祖为什么要憋着这口气 都散了吧 基长安说完 身形消失在众人面前 其余人也跟着离开了 场内就只剩下基钱一家子 基成道黑着一张脸 看着基钱 明明有那么好的机会 让你的天赋更进一步 你为何要拒绝 如果你在画龙池里面修炼个百年 你绝对可以到达金身境 皇室的画龙池 他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进入了画龙池修炼的话 能让基钱的天赋更进一步 就算是不能再进一步 也起码能让他修炼更快 可是画龙池修炼太痛苦了 爹啊 我可是你们的掌中宝 你们舍得我吃别人老祖宗抽鞭子的苦 万一他们力道掌控不好 直接把我灭了 那你可要经受丧子之痛的 舍得 你这样的逆子 若是被打死了 那也是 你太懒了 积承到那个气 这孩子就是平 姨子的慕婉柔 对于自家儿子 这百烂到底的态度 也是一度的无语 皇族的画龙池 只会让你脱胎换骨 修炼倍增 老祖宗也只是会矫正 督促你的修炼 不会真的对你怎么样的 毕竟你体内 可是留着皇族的一半血脉 一旦进入画龙池中 你就算是被皇室承认的继承人 他们绝对不会伤害自己的继承人的 一想到自己的好大 一连几次放弃 进入画龙池的机会 慕婉柔就是一阵心塞 那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天大机遇 他的儿子倒好 一次次拒绝 而且拒绝得毫不犹豫 拒绝的理由更是奇葩 竟然是怕吃苦 这若是让外人知道了 恐怕会一口一个唾沫 把他给淹死 那可不一定 机前扎扎嘴巴 这一切都是风险 这 碰 鸡成道终究是没有忍住 还是给了自己儿子的头上来了一圈 他算是看出来了 绝对不要跟自己的儿子对话 否则就会被绕进去 我们都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毅力测试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弃拳 还有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在实力测试的时候 你也明显 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 如果机前努努力 妥妥能拿到第一 这不是他对自己儿子盲目自信 而是这他了解这孩子 毅力测试那一关 多半是看到上万台阶 他懒得动弹 机前眼珠子一转 正想要找一个理由时 抨击成道又是一拳砸在了他脑袋上 于是他的头上顿时就起了两个骨包 显得很是头脚蒸容 别想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借口 我不听 还有回家给我收拾收拾 三天后给我滚出机架去 家里容不下你了 你赶紧去历练去 机成道拉着慕婉柔的手 转身就走 还不等他走出两步 他的大腿就被机前给抱住了 爹呀 不要啊 此刻机前哭得 就好像是死了爹一般 爹呀 你也听说了 现在外面那么危险了 有人在猎杀我们机家的出色子弟啊 我实力这么弱 天赋却那么好 肯定是他们狩猎的第一个对象啊 爹呀 你也不想 我这个好蛋说没就没了吧 想要让他去参加苦哈哈的试炼 外面试炼 哪有家里躺着舒服 不去 打死都不去 百烂点 五百 第三十二章 你就宠他吧 没了就没了 没了重新生一个 机成道黑着脸对机前说道 机前 所以这是没爱了 慕婉柔一把凝住机成道的耳朵 你说什么 重新说一遍 娘子 我错了 我错了 机成道连忙讨饶 慕婉柔一边凝着机成道的耳朵 一边对机前说道 儿子 你不要听你爹胡扯 没有的事情 所以 娘 我是不用出去试炼吗 我不想离开你 面对机前的追问 慕婉柔温温柔柔的一笑 儿子 这是机家的规矩 你却还是得去的 不过你放心 娘会给你准备好礼物 不会让你出事的 好不容易挣脱开慕婉柔魔爪的机成道 娘子 你不能违背了我们机家的规矩 给太多保命手段给我们的孩子 这只会失去这种魔力的机会 欲不拙不成气 这只会让他日后吃大亏 闭嘴 慕婉柔瞪了眼机成道 咱们的儿子你不关心 我关心 什么狗屁的一视同仁 老娘的儿子 就算是外出试炼 那也必须要有足够的保命装备 还有足够的零食 让他舒舒服服地度过这段时间 可是 可是什么 没有可是 就这样决定了 你有意见你自己保留着 别让我听见 否则今天晚上就别上床了 你就宠他吧 迟早你给宠出事来 机成道磨了磨牙 想到以前自己历练的时候 被母亲一脚 给踹出了机家的大门 当时就给了他500的零食 别说是法器了 除了500零食 其他装备一概没有 讲究的 就是一个一视同仁 但是他三年后回来 那已经闯下了不错的名声了 所以他一开始就决定了 不给机前任何的法器 也不会给他零食 他机成道的儿子 也要跟他一样 凭借自己的能力 去闯出一片天来 可现在他娘子 就会给他拖后腿 怎么 你这是不服 见自家丈夫义愤填膺的模样 慕婉柔瞪了眼机成道 我跟你说一下 为什么要给孩子 足够的保命装备 你现在肯定想的是 当年你试炼的时候 屁都没有 可你有没有想到 不是你娘不肯给你 而是你家就没有 机成道噎重 当年他父亲失踪 娘亲好不容易拉扯着他长大 虽然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可是他平时修炼的所需 也是耗费极大 可他娘却没有短缺了他 所以当时供养他 确实是耗费了 他娘亲所有的力量 可能 大概 也许真的拿不出保命的法器来了 见机成道不说话 慕婉柔冷哼一声 这事情就暂且不提 可你用你的猪脑子想想 今时跟往日一样吗 咱们儿子的天赋极好 可实力 慕婉柔瞥了眼自己的儿子 还是小小地维护了下 他的自尊心 比较弱 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是我们对家 你会如何做 而且 你没听到始祖他们的谈论吗 有人 针对我们机家的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在这里维护你以前那种面子 你脑子没病吧 可是第十一书祖 不是说了吗 这是皇室对我们机家出手 你是不是傻 我皇兄会那么傻吗 你们机家大典刚结束 就布局对付机家 而且 我还嫁给你这个大傻逼 这是加强机家跟皇室的联系 有这一层关系在 我皇兄会 针对你机家 这一看 就是有人在嫁祸给皇室 慕婉柔这一席话 却让机承道的目光中 极快地闪过一抹诡诀的光芒 旋即他憨憨笑道 我脑子本来就不好使 还是娘子想得周到 那就按照娘子说的办吧 慕婉柔冷哼一声 同床共诊多年的夫妻 她乃不知道 自己这欠骂的丈夫想的是什么 无非是想从她这里 探听到皇室的消息 之前皇兄把她留在皇室 也是在试探机家的心意 她也从皇兄那里 探听到了皇室对机家的态度 皇室主打的 还是一个拉拢为主 能不为仇敌 尽量不要成为仇敌 可一旦成为仇敌 那就会是以雷霆万军的手段 直接把机家给灭了 不会让机家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所以 这种试探性的手段 根本就不会有 在两人商谈时 机前看父母这意思 多半还是想要把她给丢出去 娘 我不想出去 我不想离开你 只要一想到离开你 我就吃不到娘做的好吃的东西 我就受不了 在外面哪里有家里好啊 娘 你该不会想要我在外面吃苦吧 机成道说这话时 看起来是要多可怜 就有多可怜 就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慕婉柔眼神瞬间柔软了 想屁吃 这次你不想去 也要去 机前 你胆子肥了呀 还想靠着撒娇 就蒙混过关 老子告诉你 撒娇也没用 机成道吼完机前 又对慕婉柔说道 娘子 我感觉儿子就需要培养 一下他独立自主的机会 我们两个不能养着他 一辈子不是 他老待在家里 怎么找媳妇 对吧 你不是一直想当婆婆吗 他也快成年了 咱们就让他去转转 万一就找到了他媳妇了呢 对吧 免得一直在跟他争宠 自从有了儿子后 他娘子的注意力 基本上都在儿子身上 想到就来气 好不容易有二人世界了 绝对不能让儿子给破坏了 还有上次 你说 要去圣地去看看你父亲 等孩子去试炼了 我带你去圣山转转 慕婉柔摸了摸下巴 说的也是 儿子 娘这就去给你准备 前往试炼的礼物去 你这几天好好休息 等出去试炼了 可就没有在家舒服自在了 慕婉柔说着 也不等机前回答 闪身离开了 机前嘴角抽出了下 等慕婉柔离开后 机成道看着机前 你娘都走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 爹 你就不想想 不想 闭嘴 老子不听 机成道拎起乖儿子 把他丢回了自己的房间 机成道把人丢回去后 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了自己的儿子那张嘴 死的都能被他说成活的 再让他说下去 他可能还真就被忽悠住了 第三十三章 机家试炼开始 能阻止儿子的唯一办法 那就是不听他逼逼来来 上手把他给丢出去 被丢回房间的机前 叹息一声 看来这次试炼是非去不可了 于是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机前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气域 高 百烂点 九万一千二百八十 单道 未入门 阵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玉兽 未入门 看着自己的百烂点 这不到十万的百烂点 让他有点没有安全感 咦 等等 属性面板上似乎多了一栏 他定睛一看 可不 多了一个玉兽的项目 既能这东西 还能多 这一刻 机前就好像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只是 嗨 又多了一个好百烂点大户 现在就剩下单道跟玉兽没有入门 因为即将离开机家这个安全的堡垒 即将去面对外米娜的花花世界 机前却不敢把这九万多的百烂点给花了 万一到时候遇到什么事情 他可以把这九万多的百烂点给点到修为上 或者其他的一些点上 所以现在的他 愁啊 正在他暗戳戳地想着 如何应对这次的试炼时 三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一大早 机前就被他父亲从床上薅起来 带着他来到了他爹的卧房 他娘早已经在那里等着 等他到来 就给机前塞了一个储物戒指 儿子 娘给你准备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你外出历练就要好好的 如果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跟娘说 娘来帮你想办法 机成道 他很想阻止慕婉柔这种极度纵容 宠爱自己儿子的表态 他们家儿子本身就是一个极度百烂的人 他只要想想 自己的妻子许诺给儿子 他那打折随棍上的儿子 绝对会三天两头地叫他妻子 让他去打杂 不行 等把这臭小子给踹出机家后 他要在第一时间带着娘子去圣山 去到圣山的第一时间 就让老圣主开启隔绝阵法 把这儿子的信息给屏蔽掉 否则 他就休想跟妻子挂二人世界了 打定了主意的机成道 等机前接过储物戒指 娘 孩儿舍不得你 孩儿不想去试炼 百烂点 五百 还不等机前把话说完 机成道拎起他的衣领 带着他去了机家的训练场 现在机家的子弟 正在接受机家始祖机长安的训话 此刻机家的老祖宗中 除了那些闭关的之外 所有老祖宗都到了场中 目送这群机家的种子 离开机家 前往试炼 其实到了16岁 就放出去试炼 一来是减少机家资源的内耗 二来也是为了 让这些机家子弟们 出去赚取资源来回馈给机家 毕竟机家子弟们 16岁前消耗的资源 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家族 而机家子弟千千万万 这对机家而言 真的是一个无底洞 而这些出去试炼的机家子弟 一部分就会流落在外 一去不返 一部分可能就彻底陨落 而最后剩下的一部分 就会在三年后回归机家 成为机家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机家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跟这条规则 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等机前他们到了的时候 机家始祖机长安 已经做完最后的讲话 机家众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机前 被机承到拎着过来的一幕 即将离开的机家子弟们 看着被拎着入场的机前时 眼中多半是带着嫌弃的 机前就是他们机家的耻辱 这是家里人对这些孩子说的 也是大人们最真实的心理想法 机前明明有着大地之姿 却永远只想摆烂 原本他早就该跟他父亲 积承到一般耀眼 也会成为他们机家的骄傲 可是机前却白白浪费上 添给他的最好的天赋 摆烂不修炼 这也是机家人瞧不起机前的缘故 机家从上到下都极为讨厌 机前这个人嫌狗厌的摆烂玩意儿 机家老祖们 瞥了眼被拎着入场的机前 他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就算是机前说不外出试炼 他们都有心理准备了 机长安做完最后的动员后 扫了眼机前 干咳一声 为了家族的荣耀 机家的儿郎们 出发吧 机家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为了机家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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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场的机前 看着这一群宛若磕药的机家众人 嘴角抽出了下 小声嘀咕了句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进了传销地 这机鞋打得 嗷嗷的 你说什么 被感染了的机成道 瞪了眼自己手底下 嘀嘀咕咕的机前 没事 我说我热血沸腾 恨不得为机家抛头颅 撒热血 为了机家的荣耀 机前嗷嗷的喊了一声 这尖锐的一声 恰好卡在了机家子弟们 话音落下的一刹那 于是 众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机前身上 比较空旷的训练场上 还回荡着机前那一声 为了机家的荣耀 原本机长安 好不容易给机家子弟们 点燃起来的热血 就被机前嚎的这一嗓子 给嚎没了 此刻整个训练场 安静地可怕 气氛也古怪到了极致 机前却丝毫不觉得丢脸 目光亮晶晶地盯着机长安 似乎还想听听机长安 给机家子弟们 打热血的话题 机长安嘴角抽出了下 这机前是懂得破坏气氛的 机前傲娇地抬起头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们 出发吧 机长安对着机家子弟们 一挥手 一个阵盘 自他储物戒指中飞出 落在机家众多子弟的面前 鉴于最近有些不安分之辈 针对我们机家子弟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你们第六组连夜 给你们制作出来 一个随机传送点 可以把你们传送出去 开启你们的训练历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机家子弟们子 爱吃吼出了声 那好 准备好了就出发 我在机家等着你们平安归来 出发 机无雷更是一马当先 跃入了阵盘形成的 传送光幕中 第34章 意外传送远古部落 他来了 机无雷这一带头 机家所有子弟 都往传送阵形成的 光幕中跳了进去 机前嘴角抽出了下 这些人究竟有多么相信十足 准确地说 这些人是有多相信 六组的阵法实力 这阵法一看就是一个随机传送 玩的就是一个心跳 鬼知道会传送到哪里 说不定把人传送到了妖界 或者传送到海中 亦或者传送到仇家家里 那乐子可就大了 他要坐着传送阵 他得琢磨一下 更改一下传送阵的地点 定位到大前皇城去 到时候就可以在舅舅那里 吃香喝辣的他 才不想去受苦 反正家族也没有规定 不可以去自己亲戚家 度过试炼期 玩的就是一个百烂 百烂点 五百 在机前这般想着的时候 机家子弟 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传送阵中 传送离开了 机前这个时候也准备下去 暗中动一动六祖传送阵的阵眼 他可不想被传送到 妖兽一类的聚集地去 爹 我想 机前正想跟拎着他的机成道 说自己要下去时 机成道听到自家儿子的话 哆嗦了下 二话不说 用灵力包裹住机前 把他给丢入了阵法中 卧槽 老爹 你不讲武德 被传送前 机前只来得及吐槽一句 下一刻他人已经被送入了 传送阵的光幕中 而后就是一阵天旋地转 再次睁眼时 发现自己竟然他妈的在半空中 在半空中扑愣了两下 再次往地上砸下 我就知道 第六老祖的阵盘不靠谱 这随机传送 把老子给传送到了 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明明刚刚还是白天 被传送到的地方 就变成了黑夜 这他妈不是从南半球 传送到了北半球吧 以防砸在地上砸死 机前在坠落时 就撑开了他老母亲 给的保命的一次性法器 地品下街的一次性防御罩 刚激活防御罩 一道土黄色的流光 就把他包裹住 原本急速下降的速度 变缓 且因为高空中的呼吸不畅 也在他被防御罩包裹住的刹那 呼吸也顺畅了起来 而这时 他也终于有时间观察周围了 在月光下 入目所及 竟是一片黑郡郡的森林 他的正下方 有一处昏黄的亮光 因为距离太远 看不太清 似乎是由篝火所发出 见到这一幕 机前头皮瞬间发麻 这坑儿子的老爹 是真坑啊 让我重新设置一下 传送阵多好 现在好了 把我传送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他都不知道被传送到了哪里 明明刚刚还是在白天 现在却变成了黑夜 这不用想都知道 被传送得很远了 在机前碎碎念时 保护住他的防御球 也终于下降了许多 他也能看清下方的情况了 一堆小人 围绕着一堆篝火 在载歌载舞 而篝火的中央 烤着东西 见到这一幕 机前喊道 让开 都给我让开 这一次性的防御法器 他可没有控制方向降落的法子 要么等他过半个时辰后自动消失 要么就是 遭受到不可抗力的重击后消失 原本还在欢快的 再歌再舞的群众 听到机前的呼喊 先是转头四下看看 没发现人后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了天空 当他们看到天空上 漂浮着的光球时 纷纷前程跪拜 机前 他妈 他想让他们让开 不是让他们跪他 然后被他砸死眼 瞅着他离这些人越来越近 机前嘴角抽出了下 掏出了落雨剑 兄弟 打个商量 帮帮忙 戳穿了这个防御罩吧 他现在身上 能破开这个防御罩的 也就只有这把落雨剑了 得到指示的落雨剑 蹭得下亮起了一道黑光 对着防御罩 就是一阵哗剌 下一刻 防御罩破裂 他向下方的火堆 坠落了下去 机前在危急时刻 又给自己 撑起一个一次性防御法器 只是这一次 是一个黄品下接的 砰 防御球砸在了篝火上 建起了无数火星 那些身穿草裙的人 依旧跪倒在地 再虔诚地给机前磕头 包裹住机前的防御罩 因为刚刚这一撞破碎 机前看着这一群 依旧围着他磕头跪拜的野人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 那个架子上的食物上 那是 一个人 被烤焦了的人 所以他究竟被传送到了 一个什么鬼地方 虽然不是如毛饮雪 但是他们痴然啊 也就在这时 这群野人抬起了头 看像站在破碎了的 篝火前的机前 正打算偷偷溜走的机前 这群野人 把机前围了起来 上仙 野人酋长走了过来 走到机前面前 机前 嗯 这人会说话 说的话 他还听得懂 他原本还以为 他们不会说话 上仙救命啊 野人酋长 对机前跪了下去 他们之前举行 篝火晚宴 就是为了沟通神灵 希望他们的诚意 能够感动上天 让上天派来 解救他们的使者 没想到篝火祭祀 还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 上天就给他们 赐予了一个上仙 还不等机前询问 野人酋长就对他说道 没想到老天爷 还是想要拯救我们的 上仙啊 我们苦啊 我们周围的部落 都被那些试杀的 精卫一族给杀了呀 连种子都不肯留下来啊 他们求上天赐予了 他们一只大妖 那妖怪法力无边 一口就能吞下 一个部落 上仙 求求您救救我们吧 随部落酋长跪下 部落中刚站起来的 部落成员们 再次跪了下去 什么玩意 一口能吞下一个部落的大妖 打扰了 这些人可太看得起他了 这种等级的大妖 最起码 那也是彼岸境的妖怪 他一个小小的铸鸡器的修饰 他吹一口气就被灭了 就在机前打定主意 流之大吉的时候 一股狂风袭来 刮得他险些站不稳 而也就在这时 他抬头一看 长长的鸟灼 从虚空中落下 向他们这里袭来 他来了 他来了 原本还跪在地上的部落酋长 惊恐万分地喊道 一边喊 被风 刮得坐在地上的他 还一边往后退 第35章 收服青鸾神兽 大妖 他来了 在部落酋长惊恐后退时 那鸟嘴张开了 顿时更大的 一股狂风呼啸了起来 更可怕的是 这股狂风 是一阵可怕的犀利 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机前 差点就被这一股犀利 给吸了过去 这他妈真的是一只 相当于彼岸境的大妖 如果不想办法的话 他今天可能就真的 要栽在这里了 只是让他不解的是 按理说 人族当年跟妖族签订了契约 互不打扰 这些妖族 按理说是 绝对不会擅自跨越到 人族这边来 打死猎杀人族 更何况 对于这些大妖而言 杀的人越多 他们的业障就越大 业障越大 对他们要度过五百年一次的 那种丧命劫雷而言 一旦杀了人 难度将会再次加大 所以 正常的妖族 一般都不会杀害人人族 这也是人族 跟妖族最开始的规定 现在 妖族却开始对人族出手了 当然 现在最重要的是 再不想办法的话 他就要被这大妖给赶了 要想个办法 尽快脱身 只是一时间 他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就在作用在他身上的妖力 越发强劲的时候 机前看着 那遮天蔽日的鸟妖 眼睛一亮 鸟妖 等羽兽 那羽兽的话 想到就干 机前当即点开了自己的面板 把羽兽天赋 直接对到圆满 姓名 机前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气运 高 百烂点 八万一千一百七十 丹道 未入门 震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兽类 零 五 是否使用契约卡 契约眼前的妖兽 看着好不容易对到差不多到十万的摆烂点 一下子就折了一万一千多 机前心就在低血 只不过 现在玉兽后面 多了一行数字 他现在能契约五头兽类 他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大妖 当即使用了契约卡 契约卡刚使用 机前就感觉到 自己的脑海里 多了一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珠红色的小鸟 天空中的犀利 也在这一刻停止了 机前耳畔也在这一刻 听到了小鸟翅膀扑轰的声音 只见原本还遮天蔽日的鸟腰 在半空中扑轰了两下翅膀后 急速缩小 不过是在眨眼的时间里 就缩小成了一只拳头大小的小胖鸟 而这只小胖鸟在闪动间 落在了机前的面前 只见这只只有拳头大小 但是身子却油漆大的大鸟 浑身散发着灼烧的火焰 这只小鸟就仅仅是刚接近 机前就感受到了一个炙热的热度 就好像它要当场被烤成焦炭一般 汗流加倍都还不等汗下来 就被这灼热给蒸干了 机前看着面前的小鸟 孽畜还不收了神通 小鸟人性化地翻了个白眼 但是最终 它还是收起了身上的火焰 这火焰一收 机前就感受到了一股清凉感 机前到现在都还觉得有些不现实 它只是使用了一张契约卡 就契约了一只相当于比暗镜的妖兽 这也太扯淡了吧 至于部落里的人 此刻在见到机前收服了大鸟后 纷纷雀跃了起来 把机前跟小鸟围起来 立刻对它们再搁再舞起来 它们原本都以为自己要完了 谁能想到 机前那么快就收服了这只大妖 机前 这群部落的人 这也太能浪了吧 它都不知道该说这群人缺心言吼 还是说它们天生乐观 刚刚这只大鸟 还准备把它们都给吃了 现在见到这只大鸟被它收服了 就自然而然地相信 这大鸟不会伤害它们 在这群人再搁再舞时 化为拳头大小的飞鸟 在机前的身边围绕着飞了起来 机前也在暗中观看 这第一只契约兽 它也暗中打开了属性面板 此刻面板上多了一些信息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兽类 一 五 契约兽一 变异青鸾 这是一只有着远古猪雀血脉的青鸾鸟 昵称 带命名 成长属性 MAX 年龄 三个月 幼生期 零 一万 幼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技能一 焚尸之火 可净化一切 主动 可净化 技能二 吞天石地 可吞噬一切 化为己用 主动 可净化 技能三 铜皮铁骨 刀枪不入 被动 可净化 技能四 带解锁 看着这个契约兽的属性面板 机前嘴角抽出了下 他这又找了一个好百烂点的大户 看看那一堆的可净化 还有最最重要的是那幼生期后面的经验值 零 一万 仅仅是一个幼生期就需要一万的百烂点 如果到成长期再到成熟期 最可怕的还是成熟期后面的省略号 是不是还有更多隐藏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期 想想机前就忍不住头皮发麻 主人 还请主人命名 就在机前无语至极时 眼前的青丸鸟对机前说话了 以后 你就叫青云 机前对眼前的青丸鸟说道 不管如何 这是一只有着特殊血脉的青丸鸟 这要是成长起来的话 绝对无敌 机前自己捉摸着都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这就白得一个神兽 不行 这会影响到他百烂 这若是让人知道他的来历 那会影响到他百烂大忌 谢谢主人次命 青云扑腾着翅膀 围绕着机前转悠了起来 机前干咳一声 青云啊 你能不能把自己变得普通一些 你现在太骚包了 机前指了指在青云扇动翅膀时 他翅膀上还偶尔会闪烁着珠红色火焰 青云抖动了下身上的羽毛 这一抖动 他身上所有的异样都消失了 他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青色的鸟 机前看到这 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 就是这样 就在机前跟青云对话时 他们却被这个部落的人给围了起来 酋长看着机前 眼里闪着光 这就是上仙的实力吗 刚刚还恐怖的大妖 转瞬间就被上仙给收服了 如果能把上仙留在他们的部落 再让上仙生几个娃 那他们的部落有了仙人的种子 是否也会变得厉害起来 部落酋长想到这 眼中的亮光亮的吓人 大妖 他来了 在部落酋长惊恐后退时 那鸟嘴张开了 顿时更大的一股狂风呼啸了起来 更可怕的是 这股狂风是一阵可怕的犀利 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机前 差点就被这一股犀利给吸了过去 这他妈真的是一只相当于比暗尽的大妖 如果不想办法的话 他今天可能就真的要栽在这里了 只是让他不解的是 按理说人族当年跟妖族签订了契约 互不打扰 这些妖族 按理说是绝对不会擅自跨越到人族这边来 打死猎杀人族 更何况对于这些大妖而言 杀的人越多 他们的业障就越大 业障越大 对他们要度过五百年一次的那种丧命劫雷而言 一旦杀了人 难度将会再次加大 所以正常的妖族 一般都不会杀害人人族 这也是人族跟妖族最开始的规定 现在妖族却开始对人族出手了 当然 现在最重要的是再不想办法的话 他就要被这大妖给噶了 要想个办法 尽快脱身 只是一时间 他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就在作用在他身上的妖力越发强劲的时候 机前看着那遮天蔽日的鸟妖 眼睛一亮 鸟妖 等羽兽 那羽兽的话 想到就干 机前当即点开了自己的面板 把羽兽天赋直接对到圆满 姓名 机前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契运 高 百烂点 八万一千一百七十 单道 未入门 正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御兽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兽类 零 五 是否使用契约卡 契约眼前的妖兽 看着好不容易对到差不多到十万的摆烂点 一下子就折了一万一千多 机前心就在低血 只不过 现在御兽后面 多了一行数字 它现在能契约五头受累 它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大妖 当即使用了契约卡 契约卡刚使用 机前就感觉到 自己的脑海里 多了一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珠红色的小鸟 天空中的犀利 也在这一刻停止了 机前耳畔也在这一刻 听到了小鸟翅膀扑扔的声音 只见原本还遮天蔽日的鸟腰 在半空中扑扔了两下翅膀后 急速缩小 不过是在眨眼的时间里 就缩小成了一只拳头大小的小胖鸟 而这只小胖鸟在闪动间 落在了机前的面前 只见这只只有拳头大小 但是身子却尤其大的大鸟 浑身散发着灼烧的火焰 这只小鸟就仅仅是刚接近 机前就感受到了一个炙热的热度 就好像它要当场被烤成焦炭一般 汗流加倍 都还不等汗下来 就被这灼热给蒸干了 机前看着面前的小鸟 孽畜 还不收了神通 小鸟人性化地翻了个白眼 但是最终 它还是收起了身上的火焰 这火焰一收 机前就感受到了一股清凉感 机前到现在都还觉得有些不现实 它只是使用了一张契约卡 就契约了一只相当于彼岸境的妖兽 这也太扯淡了吧 至于部落里的人 此刻在见到机前收服了大鸟后 纷纷雀跃了起来 把机前跟小鸟围起来 立刻对它们再隔再无起来 它们原本都以为自己要完了 谁能想到 机前那么快就收服了这只大妖 机前 这群部落的人 这也太能浪了吧 它都不知道该说这群人缺心言吼 还是说 它们天生乐观 刚刚这只大鸟 还准备把它们都给吃了 现在见到这只大鸟被它收服了 就自然而然地相信 这大鸟不会伤害它们 在这群人再隔再无时 化为拳头大小的飞鸟 在机前的身边围绕着飞了起来 机前也在暗中观看 这第一只契约兽 它也暗中打开了属性面板 此刻面板上多了一些信息 御兽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兽类 一 五 契约兽一 变异青鸾 这是一只有着远古猪雀血脉的青鸟鸟 逆称 带命名 成长属性 Max 年龄 三个月 幼生期 零 一万 幼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技能一 焚饰之火 可净化一切 主动 可净化 技能二 吞天实地 可吞噬一切 化为己用 主动 可净化 技能三 铜皮铁骨 刀枪不入 被动 可净化 技能四 带解锁 看着这个契约兽的属性面板 机前嘴角抽出了下 他这又找了一个好百烂点的大户 看看那一堆的可净化 还有最最重要的是那幼生期后面的经验值 零 一万 仅仅是一个幼生期就需要一万的百烂点 如果到成长期 再到成熟期 最可怕的还是成熟期后面的省略号 是不是还有更多隐藏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期 想想机前就忍不住头皮发麻 主人 还请主人命名 就在机前无语至极时 眼前的青丸鸟对机前说话了 以后 你就叫青云 机前对眼前的青丸鸟说道 不管如何 这是一只有着特殊血脉的青丸鸟 这要是成长起来的话 绝对无敌 机前自己捉摸着 都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这就白的一个神兽 不行 这会影响到他百烂 这若是让人知道他的来历 那会影响到他百烂大忌 谢谢主人赐名 青云扑腾着翅膀 围绕着机前转悠了起来 机前干咳一声 青云啊 你能不能把自己变得普通一些 你现在太骚包了 机前指了指在青云扇动翅膀时 他翅膀上 还偶尔会闪烁着珠红色火焰 青云抖动了下身上的羽毛 这一抖动 他身上所有的异样都消失了 他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青色的鸟 机前看到这 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 就是这样 就在机前跟青云对话时 他们却被这个部落的人给围了起来 酋长看着机前 眼里闪着光 这就是上仙的实力吗 刚刚还恐怖的大妖 转瞬间就被上仙给收服了 如果能把上仙留在他们的部落 再让上仙生几个娃 那他们的部落 有了仙人的种子 是否也会变得厉害起来 部落酋长想到这 眼中的亮光亮的吓人 第36章 为了摆烂点 摆烂至极 部落酋长刚在脑海里 翻滚着自己的骚操作时 外部又涌进来一群 身穿皮毛衣的野人 族长 不好了 我们被围起来了 这时 丁梢的野人冲了回来 对部落酋长报告道 部落酋长看着周围 把他们围了一圈 且照亮了一片区域的 明晃晃火把 部落酋长看着跑到自己面前 还等待着夸奖的丁梢野人 嘴角抽出了下 我没瞎 我看得见 这人都围上来了 你才给我报信 这已经完全没必要了 部落酋长跪倒在机前的面前 请上仙帮我们 铲除这些坏人 上仙啊 你可不知道 我们遭受这些不足的欺压 有多么的凄惨啊 我们的婆娘 孩子她都不放过呀 还对我们烧杀抢掠 我们苦啊 机前看着那个 被制作成烧烤的人 这位貌似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时 那些围拢过来的部落的人 此刻也已经来到了 机前他们的面前 外部落来的人 蛮横地分开了 挡在他们面前的人 近来两个满身肌肉的壮汗 这些人原本刚想要质问 这个部落的酋长时 就见到部落酋长跪倒在地 再一联想到 之前他们的圣兽 被收了的一幕 这两个身穿皮草的壮汗 立刻给机前跪了下去 拜见上仙 不知上仙再次坐镇 惊扰了上仙保驾 我等罪该万死 请上仙责罚 这两人一口同声的话 让机前心底的那种违和感 更深了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他在看看身穿草群的 本部落的人 又看看那些身穿皮草的 外部落人 刚刚在草群部落这些人 对他说出那一段话的同时 他就觉得有些违和 按正常情况下 这些还属于未开盟的人 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懂的东西 似乎有些多 上仙 不等机前想清楚 草群部落的酋长 跟皮草部落的酋长 再次喊了下 机前机前目光 落在了身穿皮草部落的酋长身上 你们为何围攻这个部落 回禀上仙 我们的人 发现了长生部落 这里有仙灵矿 所以想要把这个部落的仙灵矿 给采集了 送给上仙们所在的仙宗 这样我们这里有资质的孩子们 就可以前往上仙们所在的宗门 休息长生之术 机前听着的他们的话 在脑海里转换了下 他们口中的上仙 就等于是修行的人 仙宗的话 那就是宗门的人 而仙灵矿 就是灵石矿 简单点说 就是这些人用灵石矿 跟这些修行宗门的人 换取修行的资格 只是不知道 这是哪一个宗门的地界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他看向了自己肩膀上 站着的青鸾鸟 你是怎么被这些部落给收服的 一个相当于彼岸境的妖兽 被一个落后的部落给收服了 这怎么看 也是怎么违和 而且都能收服彼岸境的妖兽了 有些宗门 可未必有彼岸境的高手作证 这违和感实在是太大了 叫他们也配收服我 只不过 是我刚出世不久 他们恰好来到我的面前 并且做出许诺 跟着他们能吃饱 我就跟着他们了 而他们也确实是实现了 他们对我的诺言 让我吃得很饱 每到一个部落 就烧杀抢掠一番 他吃人都吃得饱饱的 鸡钱 所以 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神奇而美妙的误会 上仙 既然您在这 我们可以把零食矿给您挖来 皮草部落的人 见鸡钱沉默不语 上前一步邀功道 反正这座矿脉 也不是他们昌平部落的 他们只是出点力气 到时候 如果长生部落的先灵矿 被这位上仙拿走了 甚至于引发点什么战乱 那就不是他们昌平部落的事情了 毕竟他们也只是被这位上仙的淫威 胁迫给他帮忙挖矿石 他们这些凡人 又有什么错呢 昌平部落酋长算盘 打得啪啪作响的时候 长生部落的酋长 则是跪倒在鸡钱的面前 上仙啊 你看看我们多惨啊 他们为了一点石头 就要灭了我们的部落啊 上仙啊 明大发慈悲 就把这些坏人给灭了吧 长生部落的酋长 在那里对鸡钱跪拜哀求时 昌平部落的酋长脸顿时就黑了 好家伙 他只是在心底暗暗算计长生部落 现在 这长生部落的酋长 却已经要灭他满门 这样子完事吧 他趴击一下 也跟着跪倒在鸡钱的面前 上仙啊 我们也是迫于无奈啊 这都是先宗的大佬们 让我们开采的呀 而且我们昌平部落的人 向来都懂得尊老爱诱 我们就算是给长生部落的人打战 那也是绝对不会伤害到妇孺儿童啊 还请上仙明鉴啊 就在双方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鸡钱头都顿时大了 他看了眼哭天枪地 昌平部落的部长 这演技不去演戏 那都是屈才了 敢打雷就是不下雨 临时我不需要 既然是长生部落的人递介的 就交给长生部落的人开采 开采的一切 是否是交给宗族 都由长生部落安排 看着昌平部落的酋长 这事情既然跟你们昌平部落无关 那你们就回去吧 摆烂点 十万 鸡钱这话一出 顿时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鸡钱愣了下 什么玩意 十万的摆烂点 有没有搞错 他立刻打开了属性面板 当他看到属性面板上的 十八万摆烂点时 才相信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这一下 直接给他来了个十万的摆烂点 这零石矿怕不是很大 听到鸡钱这话的长生部落 跟昌平部落的酋长 两人都瞪大了双眼 猛然抬头看向鸡钱 不敢相信 这话竟然是鸡钱所说 谢谢尚仙 谢谢尚仙 相比起长生部落酋长 一脸惊喜地给鸡钱磕头 昌平部落的酋长 更是差点垂胸顿足起来 昌平部落的酋长 对鸡钱说道 尚仙 这个仙灵矿很大 恐怕长生部落 那是长生部落的事情 与你无关 鸡钱看向昌平部落的酋长 怎么 难不成你想要留下来 这时 有鸡钱给他撑腰 长生部落的酋长 神气了起来 赤盘 你给老子他 你若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 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第37章 他就是这些部落的王 长生部落的酋长 拿出了自己的石头镰刀 森然地盯着昌平部落的酋长 赤盘 赤盘看看长生部落的酋长 荒野 又看了眼一脸 势不关己的鸡钱 咬咬牙 挤出一脸笑容 好的 我这就离开 他对着身后的手 下手一挥 我们 走 等他们都离开后 长生部落的酋长荒野 大大松了口气 他看向鸡钱 尚先 这次若非是您的话 我们长生部落 可能就要灭族了 谢谢尚先出手相救 荒野一边说着 一边给鸡钱跪下磕头 起来吧 鸡钱一抬手 止住了荒野的动作 尚先 那仙灵石您真的不要 之前赤盘他们说 我们这里的仙灵石的质量很好 据说是什么上品仙灵石 只要把这些上品仙灵石 给了那些宗门的仙长 那些仙长绝对会给他们的孩子名额 让他们进入仙宗修炼 荒野可真的有些怕 到时候 他们开采出那些仙灵石后 若是鸡钱看上那些仙灵石 而怪他们没有说清楚 把他们都给杀了 那他们可就更加冤枉了 所以他立刻把自己知道的信息 告诉给了鸡钱听 鸡钱眼神一亮 上品灵石矿 这矿产若是大的话 那就算是强如鸡家 都会参一手 就是不知道这个灵石矿的矿脉有多大 上先 我们带你去看看 这个仙灵矿的深浅 这样的话 你也心里有数是不荒野舔着脸 对鸡钱说道 心底更是暗暗的发誓 要把鸡钱的来历给探听清楚 等探听清楚后 就派人去给鸡钱的宗门传信 让他们来接管他们的灵石矿 虽然鸡钱可能看不上他们这点东西 但是他们 却不能再另摆山头了 至于给本土的宗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走吧 鸡钱也挺好奇 自己刚刚拒绝了多大的灵石矿 竟然奖励了十万的百烂点 当荒野带着鸡钱 来到灵石矿的地点时 鸡钱被震惊到了 整座山脉 延绵百里 都是灵石矿脉 而且全部都是上品灵石矿 鸡钱见到这个时候 整个人都惊呆了 只是在震惊的同时 他却脸色古怪了起来 这么一大片的灵石矿脉 竟然没有势力察觉到 这怎么看都觉得不正常 如因此巨量的灵石矿脉 一般而言 就算是当地的一流势力 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发现 并且驻兵开采 而且还是最高等级的防护措施 可现在这灵石矿 就这样大大咧咧地 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 就算是见惯了大场面的鸡钱 也有些心动了 鸡钱掏出了传讯玉符 给自家老娘给传了过去 而且 还用传讯玉符的功能 把眼前的影像 一并传了回去 至于让他亲自开采 呵呵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谁见识过一个二世祖 亲自监督开采商品 灵石矿卖的 好好摆烂不香吗 况且 他把这影像传送回去 那都已经是人至一尽了 摆烂点 一千 几乎是鸡钱 把小夕传给他老娘的下一瞬 他的传讯玉符 就剧烈地震动起来 儿子啊 你快把你锁在地给娘发过来 娘这就带你爹去 你就待在那里别走 还有遇到危险 直接喊十足之缘 你可真是娘的大宝贝 娘亲爱死你了 慕婉柔激动的声音 一条又一条地 往鸡钱这里砸了过来 这谁能想到自己的儿子去试炼 还能给家里给巴拉上品临时矿卖啊 最重要的是 现在临时矿卖 基本上都被大势力给霸占了 按照鸡钱的话说 鸡钱这里的矿卖 竟然只有原住民知道 这简直就是奇迹 鸡钱在传讯玉符里巴拉了下 找到了定位功能 把定位给慕婉柔发了过去 嗯 我去 我的好大 你这是被传送到了万里之外 你的六祖好坑 你且等着 杨青现在跟你爹 正在往鸡家赶回去 跟十祖他们商量妥当后 立刻就来 如果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及时地跟娘亲沟通 记住 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如果有强者前来 宁愿放弃这座临时矿卖 也千万别死守 懂吗 慕婉柔细心叮嘱鸡钱 他还真怕自己的儿子一上头 为了鸡家的荣誉 就献身了他之前 可是经常听到鸡家的那群老祖们 给鸡家子弟们洗脑 说什么要把家族的荣誉 家族的发展 家族的兴衰 放在第一位 宁愿站着死 也不要多了鸡家的名声 之前在听到家族这些始祖们 洗脑鸡家儿郎们的时候 他就等自家儿子回家后 就会给儿子灌输 自己生命最重要的话题 别人他管不着 也不会管 但是自家儿子 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 再来考虑家族的荣誉 这么大的 一座上品灵矿卖 这表层都能看到上品灵石了 那下层绝对有极品灵石存在 所以 这不是一座上品灵矿卖 而是有八层的 可能是一座极品灵矿卖 这样的一座灵矿卖 足够让一个大势力 不择手段的获得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 谨慎再谨慎 嗯 娘 我懂的 机前很快回复了慕婉柔 回复完了慕婉柔后 机前就选择了摆烂了 没有对灵石矿 做任何的阵法上的遮掩 也没有禁止长生部落的开采 摆烂点 一万 机前一顿 这摆烂点不太值钱啊 机前摸了摸下吧 或者说 这里面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毕竟系统给的摆烂点 实在是太多了呀 上仙 见机前摸着下巴不说话 带着机前来的荒野看着他 小心翼翼地说了声 这矿卖很大 正如赤盘所说 只靠我们长生部落开采的话 恐怕需要好几十代人 才能开采完毕 要不 我还是把赤盘叫回来 让他们的部落也参与进来 更或者把周围的部落也给收服了 一起来开采着矿卖 荒野越说也兴奋 他似乎已经能想到 把周围的部落收服后 有上仙在 这些部落绝对不敢反了他 那他就是这些部落中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王 第38章 赤盘的算计 毕竟上仙是绝对不会管理人间事物 换而言之 正常情况下 这些部落将会成为他的一言堂 这一刻 荒野兴奋了 机前瞥了眼 突然就亢奋起来的荒野 不用 你们开采到什么时候 就什么时候 这件事情 到时候有机家的人接手 他才懒得管 摆烂点 一千 机前所不知道的是 昌平部落的首领赤盘离开后 是越想就越起 凭什么长生部落 就能够获得那么多的仙灵石 而且开采了 还是长生部落 他们自己使用 酋长 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开采仙灵矿吗 要知道 每次我们找到仙灵石的时候 只需要上百个仙灵石 就可以兑换一个 仙宗的杂役弟子的名额 现在长生部落有那么多的仙灵石 而且还能任由他们自己使用 这岂不是足以让他们 整个长生部落都得到飞声 赤盘听到手下的问话 冷哼一声 哼 他们倒是想得美 他们就能够为所欲为了吗 既然你们不想让我好过 那就大家都别想好过 赤盘对自己的手下说道 你们都在家里守着 我想 现在就去灵丹宗去找上仙们 把这里仙灵矿的事情 告诉上仙们 我就不信 灵丹宗的仙掌们 不会对这些仙灵矿感兴趣 赤盘拿出了一块零石 这块零石赫然是上品零石 而这上品零石 是他偷偷溜进长生部落 所在地的矿脉中偷出来的 现在 他就要靠着这块上品仙灵石 来看看这些仙掌们的反应 是 等部落的人答应之后 赤盘当即召唤来 他们部落特有的七星鸟 急行大宴 向着灵丹宗求外援去了 鸡前此刻正住在 长生部落的人搭出来的木屋里 躺在摇椅上 一边摇 一边吃着他们供奉上来的瓜果 这样的生活才是试炼该有的生活 为什么要去拼死拼活呢 鸡前摇了摇霄摇椅 迷眼享受这一切 也就在这时 荒野带着他精挑细选的部落美女 来到了鸡前的面前 上仙 我们这部落也没有什么会服侍人你 我瞧着这几个孩子聪明伶俐 就让他们来服侍您吧 荒野对身后的女孩子们招呼道 别傻愣着了 给上仙摇膳 洗水果 切水果 喂水果 上仙的衣食住行就交给你们了 荒野这一通招呼 这些翘生生的美女们上前 围着鸡前转悠了起来 上仙 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荒野露出一个男人都懂得笑容 退了下去 在来的路上 该交代的他都交代了 这件事情也是跟他们的父母说过了的 这对于他们这些小部落的人而言 那就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 没有任何人能够拒绝 万一他们的女儿 被鸡前这个仙长看中了 他们可就跟着鸡犬升天了 更或者 他们能够诞下仙长的孩子 就算是到时候 仙长不要他们了 仙长的孩子的天赋能差吗 他们迟早都能享福 等荒野离开后 鸡前看着这群围绕着他的阴阴艳艳艳 被他这么一看 这群本身就有些拘谨的美女们 更加拘谨了 鸡前咳嗽一声 看向他们 会唱歌吗 会跳舞吗 会乐器吗 他这一问 这些女孩子愣了下 然后开口道 会 他们的部落有属于他们的祭祀舞 还有古勋 他们这一部落天生就是歌者 那来一段 说到这个 他可就不困了呀 天天勾拦听曲 听歌看舞 他是专业的 于是这一晚 鸡前的房间里 就传来了鸡前的各种指导声音 这些部落的女孩子们 都被鸡前折磨得不行 等第二天早上 这些女孩子们 都拖着疲惫的身体 向外走去的 而荒野看着这群女孩子 搀扶起来 他眼睛一亮 上仙这是想用这群女孩子了 他们长生部落 看来是真的要鸡犬升天了 他走上前来 拦住这群女孩 上仙他 荒野这一问 让这群女孩子们 扁了扁嘴 酋长 你骗人 你明明说服侍上仙 是很舒服的事情 我们都快要被上仙给折腾坏了 就是啊 酋长 我们都快要散架了 荒野干咳一声 这话他可不好接 仙长毕竟不像是他们普通人 体力肯定好 日欲淑女 还把这些女孩折腾得够呛 看来今天晚上 他还要多派几个女孩子 来服侍上仙 让上仙满意 就在荒野想着这些事情时 一声爆喝自虚空中传来 长生部落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胆敢私藏零食 如此 你们长生部落 也没必要存在了 天顿时黑了下来 无尽的压迫压了下来 荒野抬头看去 只见半空中有一个大顶倒扣 向着他们部落砸落 这也是为何 天会瞬间黑掉的原因 因为天空都被这大顶给笼罩了 荒野的心瞬间就提了起来 冲向了机前所在的房间 上仙 救命啊 有其他的上仙杀过来了 在房间里 刚睡了没多久的机前 也察觉到了天空中的灵气波动 只是还不等他出手 在房梁上睡了一宿的青云 从房梁上飞下 冲出了屋外 主人 我去会会他们 青云在半空中画出了真身 在丹顶砸落的刹那 他迎了上去 把砸下来的丹顶给撞飞了 在撞飞丹顶的刹那 青云也飞向了控制丹顶的人 这时 那人也发现了青云 脸色一变 这里怎么会有青云妖兽 每一只青云妖兽刚出生 就有相当于助击镜的修为 且前三个月 每过一个月就会上升一层境界 三个月后就会抵达彼岸镜 眼前的妖兽 能够撞飞他施展的丹顶 就说明他最起码 有彼岸镜的修为 上先 这是我们之前所供奉的神鸟 这神鸟力大无穷 后来却被那长生部落 供奉的仙人给收服了 现在这神鸟助纣为虐 还请仙长收了他 林丹宗的长老听到这话 脸色当场就变了 他现在恨不得 给眼前的赤盘给杀了 他骂的 这长平部落的傻逼 是想害死他吧 第39章 聂处 而敢 能够收服彼岸镜的强者 最次也是虚空镜 甚至是神火镜的超级高手 那是他一个 彼岸镜初期的人能对付的吗 而且 不要说那样的大佬了 就算是眼前的 彼岸镜的妖兽 也不是他一个 不擅长争斗的炼丹师 能够对付的 他所有的修为 都点在了炼丹上 拿着自己的丹顶 欺负一下普通人还行 可若真的遇上了这些强者 他只有被虐的份 这一刻 他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在林丹宗的人闪身离开时 赤盘傻眼了 连忙喊道 上仙 上仙 赤盘怎么没有想到 自己请来对付 长生部落的上仙 竟然直接跑了 就在他要向着 林丹宗的长老追去时 青云化作一道光 追上了林丹宗的长老 今天这赶打扰了 主人睡觉的浑蛋玩意 他绝对要抓回来 青云追了上去 不到五十个回合 化身成为大鸟的青云 就把浑身是伤 奄奄一息的林丹宗长老 叼着回到了 机前的木屋前 把人给吐到了地上 青云也在这一刻 化身为了拳头大小的小鸟 扑腾着翅膀 埋到了机前的木屋前 主人 那个打扰 您休息的坏人 我已经抓回来 请主人发落 按照青云的意思 就是给他吃了 这样的坏蛋 死不足惜 而且还能增强他的功力 一举数得 此刻被青云 砸在地上林丹宗的长老方小 脸上瞬间被冷汗打湿了 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木屋的方向不断磕头 晚辈不知道 前辈高人 再次忽悠长生部落 多有得罪 还请前辈有怪莫怪 晚辈发誓 日后绝对跪 再来打扰前辈清修 吱压一声 木门被打开了 机前从房子内走了出来 看着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头子 跪倒在地上 头磕在石头上 鲜血直流 染红了石头都不敢停下来 而他的身子 更是瑟瑟发抖 感知了下对方的修为 感知不出深浅 换句话说 修为比他高 机前清了清嗓子 前辈不必多礼 起来吧 我想跟前辈打听打听 的嗓音一响起 跪倒在地上求饶的方小 愣了下 悄然地抬起头 看向了机前 在看到机前 那么年轻的面庞时 先是一愣 愣了片刻后 又小心翼翼地 探查了下机前的修为 咒鸡进前期 这一下 方小瞬间支冷了起来 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顺带给自己捏了一个碧尘绝 把身上的脏东西 都给清干净 瞬间整个人都清爽了起来 他傲然地看向机前 你是 你家长辈呢 虽然在面对机前的时候 他是傲然的 但是他的心底 却依旧是警惕异常 之前赤盘可是说了 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 青鸾鸟 是被人收服的 所以他自动就把机前 带入了晚辈的角色中 毕竟一个助激进的小娃娃 绝对不可能收服得了 彼岸镜的妖兽 主人 也就在这时 他就见到清云 飞到了机前的肩膀上 我把这废物给抓来了 方小听到清云 称呼机前为主人时 扑腾一下 又给机前给跪了下去 整个人哆嗦了起来 主人 这青鸾鸟 竟然叫这个少年为主人 而眼前这个少年 才助激前妻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这少年半猪吃老虎 毕竟他可是收服了 青鸾鸟的大佬啊 怎么可能是助激进 而且 据说这一类 喜欢半幼齿的老不死 不仅修为高深 而且性格还十分古怪 说不定一句话不合 就会杀人方小此刻 真的要被吓哭了 颤颤巍巍地说道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请前辈原谅 机前 这人怕不是脑子有坑 不过现在 也不是关心这些的时候 他喜欢跪着 那就让他跪着吧 他看着他的头顶 你是什么宗的 回禀前辈 晚辈是林丹宗的 方小妖哭了 可是又不敢欺骗机前 他们林丹宗最强的太上长老 也不过是虚空静初期而已 这已经是方圆千里之内 最强的强者了 但是肯定没有办法 跟眼前这个喜欢半嫩的大佬相比的 之前太上长老就交代过了 若是遇到喜欢半嫩的人 就绝对 绝对 绝对不要招惹 这种人要么是神经病 要么多半都是轮回静 更甚者是那种准地静 而且是即将跨入地静的可怕存在 想到这 方小哆嗦得更厉害了 看着整个人 快要抖成杨颠峰的方小 这人想到了什么 他只是问了一句 他是什么宗门而已 他为什么怕成这样子 哦 林丹宗的呀 没听说过 机前皱了皱眉 林丹宗 他确实是没有听说过 丹宗跟林丹宗是什么关系 丹宗是大前皇朝十大宗门之一 也是专门炼丹的宗门 整个大前皇朝 甚至周边的皇朝 那都是文明的 前几天 丹宗的宗主 就来参加他们机家的家关大典了 我们是丹宗的下辖宗门 这一刻 方小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对机前说道 很多大佬 之前都要求助于他们丹宗的 所以 大部分人都欠了丹宗的人情 一般情况下 这些大佬都不会太过得罪丹宗的人 他现在只希望机前能看在丹宗的面子上 把他给放了 哦 这样 刚刚我好像听到你说 想要长生部落的灵脉 机前砸拔了下嘴巴 眼神危险的眯起 误会 那都是误会 方小这一下 是真的慌了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灵脉是有主的 前辈 饶命啊 没下课 能给刀兜兜转转 机前竟然又把话题给多了回来 机前撇了撇嘴 这话谁信啊 反正这人知道了这事情 而且一上来就像要他的命 他对肩膀上的清云说道 清云 把他给吃了 刚刚清云可是向他表达了 想要吃了这人的欲望 至于让他去处理这个杜海静的高手 别开玩笑了 他处理不来 清云听到机前的话 眼睛一亮 俯冲向了方小 他在俯冲向方小时 他的鸟嘴顺时间变大 一口就吞向了方小 也就在他要吞了方小时 一声爆喝响起 孽畜 而敢 第四十章 镇法镇杀虚空静老怪 一股恐怖的威压自天上袭来 压在了清云身上 清云瞬间被压趴在地上 映出了一个深深的凹痕此刻 一个俊美的少年 悬浮在半空中 他目光冷烈地盯着地面上的 青卵鸟跟鸡前 装神弄鬼 以为契约了一个小小的 彼岸镜的妖兽 就能为所欲为 还敢气我的林丹宗的头上来 逃过一大劫的方小松了口气 连忙跑到他家太上长老身边 小声地问道 太上长老 他有没有可能 是一个递进的强者 之前太上长老 可是说过半嫩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 可怕到了极致的高手 太上长老 他默默看了眼对方 最后依旧没有忍住 自己的暴脾气 强者各屁 老子说的 该记住的 你是一点都没记住 你不会看一下 对方的古灵吗 他这古灵 一看就是不到二十岁的年纪 那些老不死的 就算是再怎么伪装 古灵这东西 他们是绝对隐藏不了的 如果一开始 你就解决了他的主人 一切不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吗 灵丹宗太上长老的这一训话 让他惭愧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错了 嗯 知道错了 下次就要长教训 如果再不长激情的话 下次死的就是你了 装逼完毕的灵丹宗太上长老 这才看向地上的激钱 脸色冷了下去 敢伤害我的灵丹宗的人 死吧 就在灵丹宗太上长老 准备出手对付激钱的时候 激钱抬起头看向了他 微微一笑 表示就没有人告诉你 反派死于话多这个真理吗 激钱的话音刚落 周围的光芒大亮 激钱跟青蓝鸟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了灵丹宗太上长老他们的面前 不好 是阵法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不到双十年华的人 怎么可能施展得出这么强大的阵法 灵丹宗太上长老真的被震惊到了 这最起码是六级以上的阵法 而这种等级的阵法 必然是需要一个阵法师才能施展出来的 因为这种阵盘是需要精细的灵气控制 这才能够激发出阵法的全部力量 实际上 刚刚在灵丹宗太上长老训斥芳小的时候 激钱就已经掏出了这个七级的阵盘 悄然扔在了地上 这才能及时救下他们自己 主人 我刚刚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被救了的青云 委屈的声音在激钱的脑海里响起 有我在 你就死不了 现在先解决了这两个傻逼吧 激钱目光落在了阵法上 他可不想反派死于化多 激钱调动了阵法的力量 绞杀了灵丹宗的太上长老跟芳小 等阵法撤掉后 两人已经成为了一堆骨灰 青云看着刚刚还不可一世的虚空静的高手 在他们的面前化为了飞灰 不由地想起了之前 自己莽撞地来找激钱的麻烦 他一身冷汗都被吓了下来 虚空静的老不死 在他家主人面前都化为飞灰了 他去的话 当时主人若是对他动了杀心 他可就直接寄了 他忍不住哆嗦了下 幸好 幸好主人收服他为宠物了 而不是寄出了阵盘 把他给杀了 一阵虚空波动 在他们面前波动了起来 激钱第一时间 就把地上的阵盘给收了起来 一挥手 一阵泥土伴随着落叶 瞬间折盖住了地上的两堆骨灰 并且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了另外一个早就充能好的阵盘 虚空波动过去 姬成道跟慕婉柔的身影 出现在了激钱他们的面前 人呐 激成道眉头一皱 刚刚他还感知到 这里有一股虚空静强者出手的波动 他以为自己的儿子 遭遇了虚空静的袭击 只是可惜 当时他们都还在传送过来的过程中 不能出手 儿子 你没事吧 慕婉柔看向姬前 旋即他的目光落在了青云身上 这青鸾兽 你啊 这是我的七月兽 眼瞅着自己老娘的目光有些不善 姬前立刻说道 慕婉柔的目光瞬间柔软了下来 哦 原来是你的七月兽啊 那没事了 对了 刚刚你爹感知到 这里有虚空静高手的力量 你们看到是谁了吗 是不是有老不死的 对你们出手了 慕婉柔说到这里 凝住了激成道的耳朵 我都说 别让儿子来历练 你就是不信 如果儿子有个三长两短 看老娘不杀了你 激成道 不是 当初你不是也非常赞同儿子出来历练吗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他一个人的锅了 但是他更加知道 不要试图跟一个女人讲道理 尤其是一个生气的女人 于是连忙陪着不是 是是是 夫人我错了 慕婉柔这才松开他的耳朵 两人的目光也落在了姬前的身上 嗯 有虚空静的高手出手吗 我怎么不知道 也许是看到了父亲过来 人家被吓走了 姬前一脸茫然地 看向激成道跟慕婉柔 主人 清云刚想出口解释 就被姬前给踹了一脚 并且在石海中传音给了清云 闭嘴 别说话 清云这才闭上了嘴巴 只是他看向姬前的眼神 却是充满了不解 那个虚空静的老怪物 明明就是主人解决的 为什么主人就是不承认呢 只是主人不让他说 他也不敢说 没有吗 那可能是我感知有错误了 毕竟在传送阵法中 有些错误的感知也是正常的 姬成道点点头 如果有人真的要对他的儿子出手 他不把人家的宗族都给灭了 他就不信机 嗯 不对 这里似乎确实是有虚空静高手的气息 而且还有阵法的气息 姬成道 这会感知得更加仔细了 看了眼方才林丹宗十足漂浮的上空 以及姬前刚刚放了阵盘的地方 行了 儿子说 没有就没有 你追究那么多干什么 慕婉柔拉了姬成道一把 对姬前问道 儿子 你传讯给我们说 你找到了上品零石矿 矿产在哪里 带我们去看看 姬成道一听这个证实 注意力也瞬间被拉了过来 是啊 上品零石矿在哪里 见两人没继续追究 姬前松了口气 否则 他还真的有些解释不清 第41章 整合势力的事情交给你来 他总不可能跟他父母说 没错 那虚空静老贼被我用阵法给坑死了 他敢肯定 只要他敢说这话 会立刻被他们抓起来 重点保护 而且还会逼着他学阵法 每一个阵法师 对于每一个大实力而言 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 只要一想到 每天都在众多老祖的视线内 不断地制造阵法 制造阵盘 没有丝毫歇息的机会 姬前就是一阵头皮发麻 这必不可能成为他的生活 所以 这是绝对不能暴露给自己的父母的 你们跟我来 姬前带着自己的父母 来到了零石矿麦上 当姬成道跟慕婉柔 看到这绵延百里的矿麦时 都被这丰厚的资源给震惊到了 这么多的零石矿 这足以让他们姬家 再上升一个台阶 要知道他们姬家 为什么每一年达到16岁以上的姬家子弟 就要外出去历练三年 王浅了说 那就是让这些子弟们 有更多的历练机会 让他们成为栋梁之才 最重要的是 就是让这些历练的子弟们 最起码的就是 不用在家里耗费姬家的资源 也就省出来三年的资源 另外一个 就是像姬前这般 替姬家发现他们没有发现到的资源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儿子竟然会这么的给力 这才是历练的第二天 就给姬家发现了一个零石矿麦 也就在姬成道呼吸急促时 他们身旁的虚空也多了一抹涟漪 下一刻 就在姬成道 他们警惕地看着这涟漪时 姬家始祖的身影 自那虚空不闻中一步跨出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始祖 姬成道在见到姬家始祖时 连忙上前行礼 行了 不用多礼 姬家始祖对姬成道笑了笑 对于这个未来 极有可能成就地境的子孙后代 姬成岸是要多满意 就有多满意的 只可惜 姬成岸的眼神黯淡了几分 其实 姬家还有一个极有可能成就地境的 甚至比姬成道 还要更容易成就地境的强者 那就是姬成道的父亲 姬天风 只可惜 当年在塞外魔族进攻边境时 他带领姬家而郎出战 一战成名 可也是那一战后 边境起了一层迷雾 但凡是进入迷雾的人都消失不见了 不巧的是 当时的姬天风 带领着的姬家而郎们都身处在那迷雾的正中央 这一去就是三百年的时间再也不曾回归 而姬成道的爷爷 也就是姬前的曾祖姬逍遥 则是进入了边境去寻找姬天风 也是一去不归 所以姬成道这一脉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姬成道的身上 姬长安想着这些的时候 目光也随之落在了零石矿脉上 这眼神一落 他的眼神就转不动了 零石矿脉 而且还是绵延百里的零石矿脉 之前虽然就已经得到了姬成道的传信 可现在这零石矿脉到了眼前 他才知道 这比姬成道说的还有更加的震撼 当时的他还想着 这怎么可能 一般出世了的零石矿脉 都被大势力给驻扎了 绝对不可能 还有多余出来的零石矿脉 可现在 却是啪啪打脸了 真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还是尚品的零石矿脉 姬长安的目光 触及到旗上的零石时 更加被震撼到了 尚品零石 他们这群准地竞所需要的零石 就必须是要这尚品零石来修炼 尚品零石以下的零石里 蕴含的零气太过的博杂 还不如直接吸收空气里的零气 而尚品零石中的零气更纯 更适合修炼 他们姬家的子弟里面 最起码还有123位的轮回境界的后生晚辈 就是因为尚品零石稀缺 所以才不能修炼到准地竞 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零石 那他们姬家将会凭空多出123位准地竞强者 所以这一刻姬长安的呼吸急凑到不行 有了这么多的准地竞强者 他们姬家别说是大前皇朝的第一势力了 就算是天荒大陆 那也可以是排得上前列的 你们在这里守着 不 不对 我得亲自在这里镇守 我现在就叫小六过来 让他带着传送阵 把我们姬家的主要成员都给传送过来 在这里驻居 姬长安说着就要摇人 慕婉柔此刻却上前一步阻拦 十足 请稍等 姬长安看向慕婉柔 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怎么了 他现在就怕慕婉柔 已经把这里的事情给大前皇朝的皇室给说了 到时候 他们姬家跟大前皇朝的关系可就闹僵了 十足 您先别激动 我们姬家的大部队 绝对不可以动弹 一旦动弹的话 势必会引起其他势力的关注 这反而不美 不如多派几位老祖宗过来镇守 再让六祖在这里布置上阵法 遮掩掉这里的临时矿卖 慕婉柔的这一通话 反倒是姬长安冷静了下来 他刚刚也确实是被那一股兴奋劲 差点给冲昏了头脑 这些上品临时矿卖需要开采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开采完成的事情 另外 我更加主张让这些部落里的人来开采这些临时矿 这样也用不到我们姬家的人 慕婉柔可不知道姬长安心底的道道 反而认真的想着自己的计划的可行性 这也尽量地减少了我们姬家动作太大被发现的可能 也能提协一下这些部落的人我们给他们攻法 这也可以相当于暗中发展了我们的侧翼 以后一旦我们本家遭遇到重大的变故时 这些势力将成为我们的底牌 姬长安点了点头 很好就按照你说的办 而后姬长安的目光落在了姬前的身上 我听你父亲说 这临时矿卖是你发现的 姬长安现在看姬前的目光 那是要多顺眼就有多顺眼 自从他们姬家提出16岁的家官大典以来都多少代了 就没有一个子弟能够给姬家带来颇天的财富 更有甚者自己得到了足够的财富后还不回姬家了 生怕家里人抢走了他们的资源 跟姬前这一比高下立判 那整合这些部落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做 姬长安笑眯眯地瞅着姬前 第四十二章 儿孙字有儿孙福 姬前脸上的笑容僵住 在她父母的关爱跟期待的目光中 她疯狂摆手 不行 不行 石祖啊 这事情我做不来啊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摆烂习惯的人 我做这种事情只会让这事情变得一团糟 我看姬乌雷他就很不错 很会团结人心 要不这件事情就交给姬乌雷来办 姬长到气得差点没给自己这没出息的儿子来得几巴掌 石祖这都是有意要培养他家这儿子了 让他成为日后姬家的化石人 可是连这话他儿子都没有听懂 甚至他不仅把这事情给推辞了 还推给了对他有敌意的姬乌雷 简直要气死他了 谁不知道这事情只要做得好 日后妥妥的就是姬家的化石人啊 就在姬长到要替姬钱接下这个事情时 慕婉柔伸手拽住了他 对他微微摇了摇头 姬长到眉头一皱 终究还是决定听自己家老婆的话 石祖反倒是被姬钱这话给逗乐了 用手指虚空点了点姬钱 你这孩子倒是想躲清闲 事情嘛 谁都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有的是让你是错的机会 你管理好了这些小事 日后遇见了其他类似的事情 就知道如何处理了吗 他现在反而看姬钱越发的顺眼了 别的人知道要接收到这任命 早就喜情余色了 这孩子却一开始就夺懒推诿 石祖啊 我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这事情我铁定做不来 这可是事关我们姬家的大事件 我这要是做得不好 那可就玩犊子了 所以还是交给有能力的人来吧 姬钱说到这里 嘿嘿傻笑 一侧的姬长道 却快要被气疯了 他这儿子是真的没救了 这颇天的权利再向他招手 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 姬长安深深看了眼姬钱 乐乐 行 你既然不想做这份差事 那就不做 摆烂点 三千 石祖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离开了 姬钱在得到姬长安的允许后 转身离开了 姬长道的拳头钻井 盯着自己那没有出息的儿子的后脑勺 心底的气都快要喷涌而出了 姬长安目光落在了姬长道 跟慕婉柔身上 你们怎么看 是否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们的儿子来管理 姬成道正想要回答 再次被慕婉柔给拉住了 慕婉柔笑了笑对姬长安说道 师祖 我们尊重我们儿子的决定 他既然不想管这件事情 那就不强求他去做了 他的性子也确实是懒散惯了 不适合当一个管理者 那行吧 你们当父母的都尊重自己的儿子 我若是再强行逼迫的话 反而不美 姬长安笑了笑 但是姬钱他为我们姬家发现了这么大的事情 却是值得在姬家当成一个非常好的教材的 不然就怕姬家内部的有些人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慕婉柔迟疑了下没有作答 他总感觉依照自己儿子那摆烂的性格 若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绝对不会同意把这事情给公布开来 可以想到 始祖说的也在里 他家儿子都给姬家弄来了那么多的东西 如果再不得一个名分的话 实在是说不过去 最后这件事情在慕婉柔沉默中 姬长安拍板做了决定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网 姬长安看着那么多 那么大的上品零食矿 再想到姬家甚至会因此在未来三百年内 多出一百多位的准递进的强者 她的心情就十分的美妙 姬家在她的手上是越发昌盛发达了 姬长道跟慕婉柔 在这个时候跟姬长安告辞了 等离开了姬长安的视线中 姬长道反倒是有些急切地看向慕婉柔 夫人 刚刚明明那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替我们儿子答应下来 我相信 你若是做主答应了 我们的儿子是绝对不会反悔的 慕婉柔无语地叹息一声 你到现在都还不了解我们的儿子吗 他如果不想做的事情 就算是你逼迫了他 他有的是办法把事情搞砸了 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姬家的根本 如果我们儿子把这件事情搞砸了 你觉得姬家还会容得下我们家儿子吗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们儿子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逼迫他只会适得其反 慕婉柔抬手阻止了姬前随后的叙叙叨叨 白了眼姬长道 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他未必会做 但他想要你不成的事情 他铁定能让你成不了 姬长道头疼了 难道我们就真的任由他这样 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迟早都要废 我们只能护着他一段时间 总不能护着他一辈子 慕婉柔撇嘴 他既然只想着躺平 选择不努力 那你早点成为递进高手 他想做什么 不就都能做什么了 姬长道 他正准备跟媳妇商量儿子的事情 他夫人却让他努力 怎么 你不愿 慕婉柔微微一笑 姬长道哆嗦了下 立刻陪上笑脸 我愿意 我愿意 为了你们 我什么都愿意 慕婉柔笑笑 其实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他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身边的那只彼岸镜的青鸾鸟 那只青鸾鸟多半是变异的 而且明显是跟他签订了契约 所以现在的他 已经是一名御寿师了 姬长道愣住了 说实在的 慕婉柔不说这事情 他还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你的意思是 慕婉柔目光深沉了几分 我们的儿子 恐怕有属于他的机遇 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必太过 对他太高的期盼 任由他发展呗 况且 你真的以为 接手矿卖这种事情 是一种好事 可不见得 如果出了事 那就是姬家的罪人 姬长道被慕婉柔说服了 另外一边 姬长道回到了长生部落 荒野连忙凑了过来 尚先 现在荒野有点荒 就在刚刚 他通过山神赐予的感知能力 感知到了好多强大的气息 抵达了他的管辖范畴内 每一个人 都让他清楚地认知到 他们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他们能轻易 把他们长生部落给覆灭 第43章 始祖发现了姬钱的秘密 仙长 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们长生部落 不要舍弃我们啊 之前他就看到了 姬钱轻松地通过阵法 就斩杀了一个 他们遥不可及的仙长 所以现在感知到 这些潜在的危险时 他真的怕姬钱 会舍弃了长生部落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们长生部落 可就真的玩犊子了 姬钱看着 又准备给他跪下去的荒野 把他扶了起来 你放心 我已经跟我们的老祖宗说了 他们会优先让你们零卖矿 而且 下一步应该会整合你们的部落 并且 传授给你们修仙的功法 只要你们好好努力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我们 姬钱这话一出 荒野的眼神顿时亮了起来 上仙 您这话说的可是真的 我们真的有可能成为 像仙长一样强大的仙人 荒野的呼吸 在这一刻都急促了起来 他们长生部落 想要挖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他们的部落里 有人能够成为上仙的仆人 就算是上仙的仆人 那也是他们高不可攀的存在 可现在姬钱却说 只要他们听话 就有可能成为仙人 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 上仙 我们长生部落 绝对会只听上仙的命令 上仙说东 我们绝对会往西 荒野心底已经认定了 绝对是基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才会让上仙的势力收了他们 否则他们长生部落的人 都不过是平平无奇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上仙的实力收了他们 就这样 荒野已经把自己说服了 而且心底还暗暗决定 会跟部落里的人宣传这件事情 好 既然这样的话 到时候 你们就好好地听 接下来我们家族派来的人的话 好好开采灵矿满 好处绝对会少不得你们的 基权拍了拍荒野的肩膀 荒野眼神一动 一把抓住基权的手 上仙 你该不要离开我们吧 不行 我们只听上仙的话 其余的人上仙来了 我们不会幸福的 荒野在心底 已经把基权当成为了他们 付出了很多 很多 基权看着一脸心疼地 看向他的荒野 满脑子问号 这也人不长眉毛病吧 行了 别整这种苦大仇深的别离戏马 到时候 我们家族自然会派人来接手这里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基权还不等荒野答应 把青云喊来 骑坐在青云的身上 起飞了 再不走的话 他感觉自己 可能就真的走不了了 方才在他拒绝了老祖宗的提议时 他父亲看他的眼神 那是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了 现在 趁着他家老爹 还在老祖宗那里 他得赶紧开溜 荒野看着架鸟吸去的基权 眼眶里含着一泡泪水 心底默默发誓 我一定会带领我们长生部落强大起来的 我们长生部落日后绝对只认基权为主人 基权可不知道荒野的心理活动 此刻飞在半空中的他 大大的松了口气 一个个都想害我 还想让我当矿工头头 那矿工头子多惨啊 每天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还不如在外面逍遥自在 最重要的是 当了矿工头头 不适合他摆烂 毕竟有些摆烂点 需要嗅起来才能获得摆烂点 在矿工这里 你摆烂多了 可能一点摆烂点都获得不了 毕竟这系统是真的狗 有些获得过后的摆烂点 在同一个情景跟语句下 不会重复获取摆烂点 没有摆烂点 对他而言 那必然是致命的 在基权飞远了后 站在这些部落最高山顶顶峰的基长安 目送着基权骑着青云向远方而去 很快天空中就只剩下一个黑点 而这时 第六组疾风雷出现在了基长安身后 始祖 对于这孩子 你怎么看 年纪轻还爱玩 但是迟早都会成为基家的顶梁柱 现在 爱玩就让他玩个够呗 咱们基家的后裔 我们能怎么办 只能宠着呗 基长安无奈地笑了笑 他们都有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 他们脾起来 比基前有过之无不及 没看到这层增孙都喜欢跟着孩子搅合在一起吗 基风雷眼睛一亮 始祖 英雄所见略童 那我们日后可要好好地培养这小子 我总感觉 这小子未来的成就不简单 基长安听到这 诧异地看了眼基风雷 我倒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还有一双慧眼 都能直接断别人的未来了 那可不 能跟我混在一起的人 就算差 又能差到哪里去 之前这小子 努力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黑夜里努力的 他的勤奋比起我们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基风雷这段话 反倒是引起了基长安的注意 哦 他竟然暗中努力了 怎么说 之前他向我请教过阵法 他很多的观点都让我有启发 而且我暗中观察过他 他每次在夜晚的时候 都会雕刻很多的阵盘 正在基风雷在那里激动地说着什么的时候 基长安眉头一挑 你说 他在暗中雕刻阵盘 基风雷点头 是啊 基长安嘴角抽出了下 低声呢喃了一声 我们基家怕不是要出一个怪彩 玉兽 阵法 练气 天赋 还非常好 他对于基前 其实是有暗中观察的 再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这个后裔身上 有了玉兽师的气味 然后现在他这第六师孙去告诉他 基前这孩子会雕刻阵盘 能雕刻阵盘 那就说明是一个炼气师 而且还是懂阵法的炼气师 得到这个结论的基长安 忍不住到抽了一口凉气 他们基家可能真的要出一个怪胎了 基风雷见到自家始祖 那震惊到不能自已的模样 忍不住嘚瑟了几分 看吧 他就知道 始祖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会震惊异常 这模样 他之前看过了 跟他知道这消息时 那震惊的小表情是一样 一样的 基长安眯起了双眼 既然他是玉兽师 炼气师 阵法师 他为什么要藏桌 如果一开始他就表现出来的话 那这次的家官大典 还有基无雷什么事情 不 准确地说 三项全能的基前 就算是基家自有家官大典以来 那都是能排在前列的 第44章 刚出虎穴 又入狼窝 这样的后裔 就该重点培养 基风雷咳嗽了下 大概是想夺懒 基长安扭过头 一脸诧异 夺懒 他就是那样的性子 宁愿坐着绝对不站着 能够躺着不坐着的性子 所以他就纯纯地是为了夺懒 基长安顿时无语了 他们基家最多就是老六的遗传 可没有这种摆烂的遗传啊 不对 这孩子该不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需要摆烂吧 就越摆烂越幸运 基长安说出这话的时候 摇了摇头 当先否决了这个可能 他就没有听说过 谁会因为摆烂而变得幸运 反倒是越摆烂的人 越发地颓唐 到最后 泯然于众人意 基风雷干渴一生 而孙自有而孙福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人 还是少去掺和孩子们的事情吧 基长安瞥了眼基风雷 这话说的 他好像知道了 基长安这孩子随谁了 这是有祖宗基因在的 基长安收回了目光 低垂地看向地面 那就按照这孩子说的 把基无雷找回来 让他来管理这里吧 基风雷扬言挑眉 师祖 你这是想要培养着基无雷 基长安无声地笑了笑 既然是这孩子所希望的 那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来 再者说 安排也确实是会耽误修行 基家的每一任家主 都不是那一辈最强者 反而是最会做人 心眼最多的那一个 因为要掌夺基家 就需要有足够的心眼 来针对别人的算计 想到基前摆烂的性格 基家如果交到他手上 他感觉基家 就会自上而下地摆烂起来 到时候 别人算计基家的时候 他会说 算了吧 反正家族迟早都要走向灭亡 不如就亡在我手里吧 一想到这个 基长安就觉得 还是别把基家交到基前的手上了 摆烂点 五百 正坐在青云身上的基前 突然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他疑惑了下 他现在貌似没做啥呀 管他的 反正有摆烂点就行 在基前往前飞了百里时 一道恐怖的气息 瞬间将他笼罩住了 没想到 基家最强的天才 竟然敢独自外出 真不知道 是你们基家对自己自信 还是说 对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放心 一个老道的身影 出现在基前的面前 手一握 隔空掐住了基前的脖子 现在孩子 死去吧 你如果要怪 就怪你出生在基甲 也怪你家里人 没有给你太好的保命装备 只要一想到能够扼杀掉一个基家的绝世天才 他浑身都因为激动而颤抖着 当时他们家被基家的始祖 整得激进灭族 除了寥寥几人不在族里 且不在族谱里的人还存活外 其余的激进全灭 这些日子以来 在他们主上的带领下 他们几乎全灭了基家这三年来 家官大典的后代子孙 既然他们打不过基家的大佬 那他们就学基家的那群老六的手法 先杀基家的天才子弟 只是可惜的是 这一届的家官大典 基家用了传送阵 把自己的子弟给分散开来 让他们之前在外面布置的天罗帝王 完全没有用 主上只能让他们广撒网 把他们都分散开来 只要见到基家的天才弟子 就绝杀掉 每杀一个基家天才 就会获得双倍的奖励 这些奖励 足够他们提高一个境界了 眼前的基钱 他们是调查过的 他被称之为 基家天赋最强的弟子 他在此次绝杀排行榜上 排行第二 就在激无雷之下 只要杀了他 那就不是双倍奖励 而是五十倍奖励 其实他挺不理解的 就这个十六岁的 住基金的若姬 虽然有着绝无仅有的天赋 可对于他们而言 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威胁 主上为什么会把他的排名 排在第二 但是不管如何 今天这个奖励他拿下了 清云在基前被掐住脖子的刹那 身上瞬间燃烧起了一层青色的火焰 化为拳头大小 全速冲向了老者 老者瞥了眼 向他飞来的清云 眉头一挑 哟 竟然还有一个比暗镜的妖兽 不过是一个失恋的任务 就下了大本钱 给你契约一只比暗镜的妖兽 来守护你的安危 看来基家对你 也不像是传说中那样看不起吗 这妖兽也挺护主的 既然如此 这妖兽就死吧 他伸手一握 握住了清云 就在他自信满满的 以为能弄死清云时 他的手却被清云给破了一个洞 痛得他嗷嗷直叫唤 他也在第一时间 把手中的机钱给甩了出去 几乎就在他把人给甩飞的刹那 他只感受到 周围的场景瞬间变换了 他愣了下 这是阵法 最起码是一个七级的阵法 这怎么可能 一个七级的阵法 可是需要一个相同境界的阵法宗师 才能施展出来的 可他刚刚已经感知过了 飞过来的 就只有机钱跟清云一人一鸟 别无他人 况且机钱刚刚那么一退 就出现这幻阵 这说明 这个阵法是由机钱主导的 难不成机钱就是那个阵法师 不 不可能 一个不过是16岁的少年 怎么可能是一个阵法师 而且还是一个阵法的宗师 也就在他分神的刹那 周围的场景再次变换 无数飞剑树立虚空 并在第一时间 向他杀了过来 这件事 老者只感到一阵牙酸 他是虚空境后期巅峰 没有错 可是这阵法 让他感到了压力 七级阵法 那可是能跟神火境的强者 碰上一碰的 如果是完全布置出来的 而不是由阵盘布置出来的 甚至能够跟金身境 强者碰上一碰 若是幸运的话 还能把金身境的强者给碰死 老怪物 你不是想要杀老子吗 你倒是来啊 机前吃笑一声 现在怎么不行了 刚躲开虚空飞剑 叙事一击地听到机前这话 老者那个气啊 他真的很后悔 跟机前说了两句话 导致让他要了机会 早知道的话 他在抓住机前的第一时间 就拍死这个可恶的家伙 不要让他逮到这个混账玩意 他发誓 只要机前落在他手中 他绝对会把这恶心人的玩意 给弄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 第四十五章 都什么时候了 还幸灾乐祸 机前发动阵法 把老者困住的刹那 他就看向了 飞到他肩膀上的青云 此刻青云奄奄一息 所有的羽毛都失去了光泽 就好像在下一瞬 就会死去一般 主人 你没事 太好了 青云虚弱到极致的声音 在机前的脑海中响起 嗯 我没事 下次不许那么莽撞了 机前把青云给揣入怀里 在老者对他出手的刹那 他就已经在暗中寄出了阵盘 只需要两个呼吸 青云完全没有必要冲动 可是看到 主人你要被那老贼杀死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青云虚弱地回应着机前 好了 你好好休息 现在这里交给我 看我给你报仇 机前轻轻拍了拍怀里的青云 专心控制起阵法来攻伐老者 他的修为不够 所锻造的这个阵法盘 还是比较粗糙了点 若是锻炼得更高的话 就能够镶嵌到更多的灵石 到时候 基本上阵法一铺开 就能把人陷入幻境 甚至就开始伤害人 其实阵盘阵法的威力 跟同等布置出来的阵法 更加的强大似的 现在阵盘阵法 跟同等用灵石 或者灵气摆出来的阵法相比 弱了不止一筹 比如 同样是一个八级的诸仙阵 阵盘的阵法 只能斩轮回境 而原阵法 却能越级斩杀准递进高手 这就是阵盘跟原阵法的 相比的差距 此刻在机前的可以攻击下 他手中的这个七级杀阵 对着老者一阵脚杀 可老者却每每都能够 在最危险的时候找到生机 闪开飞舰的攻击 就好像他有提前预判了一般 这预判准得跟作弊了一般 机前瞇了瞇眼 看着老者 眼神危险了起来 他再次变换了杀阵 眼前的老者 是虚空镜巅峰的强者 但是他比之前 他用阵盘处理掉的 那个虚空镜强者更强 应该是一个半只脚 已经跨入神火镜的人了 他这个阵盘 严格意义上而言 不是一个真正的七级阵盘 因为他的实力太低 能锻造的阵盘材料的等级有限 所以他偷了懒 用了一些次级的材料代替 这也就代表着 这阵法 比起真正的七级阵盘 还要次一点 不过因为把摆烂点点在了阵法上 所以他脑海中的海量阵法 也给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正是因为这些建议 让他对阵盘的一些不足做了补充 在攻击力上 这阵图比七级阵盘 还更加可怕 可材料确确实实是硬伤 在机前这般想着的时候 他已经变换了阵图 阵图一变 正准备躲开飞来的飞剑的老者 发现自己竟然在刹那间 就陷入了火海中 错不及防之下 被火焰给烧伤了 看着被烧伤的手臂 老者脸色批变 这阵法比他想的还要凶 原本他以为这阵法是幻杀的阵法 他凭借着高人一等的直觉 完全能够在最紧要的关头 躲避这些伤害 可刚刚被这么一趟 他发现 他好像是小看了这阵盘 在下一刻 火焰再次袭来时 他再次躲开 可是就在他躲开的刹那 他发现自己四周都涌来了火焰 就在他准备飞升空中 躲开这一击时 天空中的火焰再次出现火焰 并且当头压了下来 等等 我有话要说 就在火焰即将烧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终于大声喊道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是谁想要杀你吗 我可以告诉你 是谁想要杀你 老者在对虚空里的机前喊话的同时 已经把通讯玉符握在了手心里 向自己的主上求救 并且把这里的地址发给了他的主上 他原本是不想向主上求救的 可是 如果再不求救的话 他今天恐怕就要栽在这里了 向他蜂拥而来的火焰 只是在半空中一顿 在他松口气的刹那 却比原本更加汹涌澎湃的姿态 把他给覆盖了火焰过后 只剩下一地的骨灰 以及躺在骨灰上的一枚储物戒指 以及一枚微微散发着蓝色光亮的传讯玉符 机前在撤掉阵法的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地上的传讯玉符 那玉符散发出的光芒 把他锁定了 标识在他眉心 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自己被标记了 他脸色一变 卧槽 还真是无耻 竟然暗中求救 还不讲武德的给老子做了记号 他捡起地上的储物戒指 第一时间就掏出了传送阵盘 传送到了长生部落的灵框脉上 幸好在一开始 他就在这灵框脉上设置了传送点 否则的话 这回他还真来不及撤离 他刚出现在灵石框脉上 无数的威压就压在了他身上 始祖跟第六祖的身影 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跟前 机前 失算了 他没被敌人给秒杀了 却差点被自己人给杀了 始祖跟第六祖也发现了 来者是集前后 即刻收手 小钱钱 你这是 第六祖有些疑惑地 看着去而复返的机前 这娃该不会是觉得 带的零食不够 所以回来顺一点出去吧 依照机前这性格 这种事情 他还真的做得出来 老祖宗 救命啊 有人要杀我 机前见到机长安跟机风雷后 立刻大喊 刚刚在见到那个闪烁着蓝光的传讯玉符时 他就知道自己的信息暴露了 不走的话 就可能会永远地被留下来 因为这事儿他太熟了呀 就好像他召唤自己的父母老祖宗过来一般 到了老祖宗这个准地境界的话 再远的距离 只需要几个呼吸间 就能跨越河山抵达 一个虚空镜强者发出的求助 来得至少也是精神镜的强者 如果对方也拥有阵法的话 那来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机长安跟机风雷的目光落在了机前没清楚的蓝色逗号小标记上 机风雷的目光有些古怪了起来 小钱钱 你这才离开多久 就招惹上了一些强敌了 就这么点时间 这孩子该不会是去抢抢了梁家妇女 结果这梁家妇女是有背景的 抵死不从自杀了 自杀后 瞬间这标记就把机前给标记了 这事情 不是推测 他是真的觉得 机前这个不靠谱的后裔 是百分百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机前 不是 这个时候是幸灾乐祸的时候 第46章 没有人能救你 我说的 就在机前在心底无力吐槽时 他们身前不远处的虚空泛起了涟漪 紧接着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从虚空中一步跨出 他刚一出现 就闪身来到机前的面前 小子 你以为传送走了 我就找不到你了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能够转身即到 现在我倒是要看看 你想要跑到哪里去 只要这小子不跑回到机家 他就有的是办法弄死他 毕竟机家有那么一大群的准地级强者 还有一个不知道死没死 可实力强大到让人心计的机长安 在原本他在即将抵达的过程中 察觉到了机前传送 还以为他是传送到了机家 谁知道 他只是传送出了百里地 现在没有人能救他 他说的 就在他信心满满地以为 能够收拾了机前时 就发现机前的身后 站着机长安跟机风雷 此刻两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这两个老不死的 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最恶心的是 这两个人竟然脸去了全部的气息 让他根本没有在第一时间 发现他们的存在 跑 在反应过来的刹那间 老者转身就走 兄弟你都来了 就别跑了吧 你还没有跟我们说说 你跟我们家的后生晚辈 有什么样的恩怨 让你一个轮回镜的高手 都亲自对他这个小小的 助击镜孩子动手 机风雷一步跨出 挡在了老者的面前 手也摁在了他的肩膀上 让他正脱不开 虽然机风雷最厉害的是阵法 可他本身的修为 也到了准地镜 压制比他第一个等级的存在 还是轻而易举的 老者心中叫苦连天 甚至暗中把那个死去的 傻逼的祖宗十八代 问候了一遍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就是那人的 祖宗十八代之一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老者脸上露出了 欠然的笑容 我只是想要跟这个小友 开个玩笑 没有别的意思 他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一个玉剪 递给了机风雷 我肯定是吓到了 这位小兄弟 这功法 是我偶然得到的 就当作是对这小兄弟的补偿 您看如何 机风雷把玉剪抛给了机前 小千千 你看看这个赔礼 你满意不 等机前接过后 机风雷却没有松开 对老者的禁锢 我们那么多大势力 好像对外面公布了条例吧 在一般情况下 金身镜以上的高手 不能随意对低于 金身镜以下的孩子们动手吧 已经发现有这情况 我们诸多实力 将会和尔围剿他们吧 机风雷的话 让老者的冷汗流了下来 他自然是知道这个条例 他们照 钱 孙三大家族早已经不是那些大势力了 而且现在苟延残喘的他们 本身就是为了向他们这群人复仇 哪会在乎这些 只是现在为了活命 他自然不会把真话说出来 嘿嘿 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小六子 别玩了 别跟这残留的余孽废话了 杀了吧 机长安冷淡的声音响起 老者脸色一变 这才意识到 机风雷是在调侃他 就在他准备爆发出潜力逃跑时 却发现自己周围的景色变换了起来 他身前的机风雷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荒漠景象 阵法 察觉到情况不对的他 随手就挥出了强大的一击 只是 他强大的一击所散发出的能量 在半空中消散 化为了最纯粹的灵气 又被天地吸收不仅如此 他身上的灵气 也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消散 察觉到这一点的他 心慌了 开始着施展出最强力的一击 在四处攻打 一力破万法 只要他的力量足够强劲 就能破这儿出 他相信 这阵法的承受能力 绝对是有限的 在他乱打一气时 阵法外 机长安有些无语地看着机风雷 都那么老的人了 还那么爱玩 明明随手一拍就能灭掉的人 还要用阵法困住人来 慢慢把玩 他随手一挥 一道剑气发出 瞬息破开机风雷的阵法 也把老者斩位了两半 啪哒一下 老者的尸体就坠落在地 机风雷 他家始祖 是真的一个干脆利落的性子 只是 始祖啊 我们都还没有查出来 他后面的人是谁 这人说不定就是最近在暗中 击杀我们家的后裔的罪魁祸首之一 只要活抓他 就能套出来更多他同党的下落 不用查了 他所修炼的功法 就是孙家的底子 至于从他口中知道 他们家落脚点这事情 机长安手一扬 一个由精气神凝聚的拳头大小的 宛若真人一般的小人 出现在他手中 搜搜魂破不就知道了 不要啊 不要啊 在机长安的手里 不断扭动挣扎着 一旦神魂遭遇搜魂 那他就彻底废了 回应他的事 机长安手中泛着黑紫色的光 然后老者的神魂惨叫一声 两眼翻白 抽出了下后 碎裂了开来后 消散在原地 搜魂完毕后 机长安表情非常的难看 机风雷凑了过来 石族 怎么了 他似乎从来没看过 石族脸色有过这般的变化 没想到当时意外地 放过了这么一批落网之鱼 那些人倒是会给自家留后路 既然都是他们家族的落网之鱼 就好好的狗活就是了 何必要来招惹我 非要我斩草除根 机长安冷笑一声 小六子 你在这里守着 我去去就回 还不等机风雷回应 机长安一步跨出 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 机风雷 不是 他家老祖宗 是不是太过相信他了 他的工作量很大的 这绵延百里的山脉 需要他正法包裹起来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来守在这里 他眸子一动 目光就落在了机前的身上 小千千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机风雷凑到了机前的面前 笑得很明媚 机前察觉到 锁定在自己身上的 那个信号标已经消失了 再看到机风雷凑到身前 那讨好的模样 他暗中掏出了阵盘 第六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第47章 回皇城 还不等机风雷反应 机前就激活了传送阵 直接传送离开 你这臭小子 机风雷在原地跳脚 可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放弃了 原本需要布置的阵法 这里是他设置的阵眼所在 现在也是最脆弱的时候 这个阵眼 耗费了他们机家 很多贵重的材料 这里将会打造出 一座仅次于他们机家本族的大阵 一个久级的护宗大阵 目的就是为了守护好这一座矿产 本来有机长安在 他就可以安心地 去布置这一座庞大的守护阵 而不担心有人来搞破坏 甚至机前在的话 依照这小崽子的阵法水平 也可以起到拖延敌人 等到他来支援的地步 可偏偏这臭小子夺懒 一见到有些许的苗头 就直接逃了 恨得他是真的牙痒痒的 现在他还能怎么办 只能留下来守护这阵法 另外一边 机前被传送到了一个 陌生的村落的山脉里 六祖绝对没安好心 怕是想要留我到那里 给他守阵眼 我猜不上他的当 机前撇撇嘴 主人 我们去了 清云从机前的怀里露出了头 此刻还相当的脆弱 机前瞇了瞇眼 眼下看来 外面是真的很不安全 他敢肯定 遇到的这些追杀他们机家的人 绝对不是偶然 准确地说 这些想要杀机家子弟的人 可能已经遍布各地 如果他继续到处乱逛的话 很容易出大事 对于他最安全的地方 只有两个 一个是机家本家 另外一个 就是大前皇城 现在机家本家不能回去了 我们去大前的皇城 顺带给你找个治疗师给你看看 此刻 他们距离大前皇朝很远 他自然不会选择走过去 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了他母亲慕婉柔给的储物戒指 取出灵石 就布置传送阵 因为地狱距离过于遥远 想要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所需要的灵石 也是极大的 其中还动用了 二十多块上品灵石 这才架构好这个传送阵 传送阵刚建造好 机前开启传送阵法 传送离开 凑巧的是 机前刚传送离开 两道剑光就落在了他原本站立的位置 露出了一黑一白两道人影 他们看着空空如也的地方 以及那涌动的传送波动 脸色极为难看 身穿黑衣服的男子 神情十分的难看 又让他跑了 机前是他们此次重点斩杀的对象 若机的助机进修为 又是机家这代弟子中 天赋最强的一个 而且最主要的是 机前在猎杀排行榜里排行第二 一想到只要杀了机前 就能获得百万上百万的上品灵石 他们的心脏就激动的跳个不停 他们可是花了大价钱 才从机家的仆人手里 买下了机前的一件外衣 凭借这件外衣 他们补算到机前的下落的 好不容易 他们花了五千的灵石 做传送阵 传送到这万里之外 刚定位好机前的下落 找过来 现在他又走了 想到这 他们是真的气不打一处来 老白 你找找那臭小子的下落 这次若是让我抓到他 老子绝对让他好看 一想到没斩杀机前 他们就投资了五千的中品灵石进去 他就恨得牙痒痒地 身穿白衣服的中年女子 用机前的衣服掐算了几下后 又闻了闻 这一闻 他眉头一皱 去了大前皇城 嗯 什么玩意 黑衣服的中年男子瞪大了双眼 他们刚从机前皇城做传送阵出来 现在这臭小子竟然回去了 那他们一开始折腾个什么劲 直接在皇城来一个守株待兔不香吗 现在我们追不追 白衣服的中年女子看向黑衣服男子 黑衣服中年男子咬牙切齿 暗怒 追 等追到了就让他加倍吐出来 他娘的 这臭小子怎么那么能跑 走出了两步 黑衣服中年男挠了挠头 看向白衣服的 不对 他指了指脚下 又指了指大前皇城的方向 这里离大前皇城上万公里远 而且还是最起码的基本距离 所以 他从这里做传送阵到大前皇朝 你觉得这合理吗 合理啊 只要自己会传送阵 就能分分钟用零食布置出一个传送阵 把自己传送离开 只是耗费的零食比较多而已 白衣女子的话 黑衣男子也明白 可问题 这里是上万公里 不是上百公里 这样的跨区域传送 不仅仅耗费零食 还非常危险 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乘坐 大势力的传送阵的原因 别说这些废话了 快走吧 再不追上去的话 待会又不知道 他会传送到哪里 毕竟想杀鸡前的人当中 可不止他们杀手联盟的人 还有他们的雇主 只有斩杀了鸡前的头颅带回去 他们才能得到赏金 就在这两人往回走 继续去乘坐传送阵 去追杀鸡前的时候 鸡前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 大前皇朝的皇宫里 他所出现的 正是穆战英所居住的东宫 他之前在穆战英这里住了两晚 所以在这里设定了一个传送点 身影刚出现 他就旁边传来一阵迷迷之音 他缓缓转头看向旁边 只见穆战英跟一个美女 在床上驰骋着 察觉到旁边的能量波动 穆战英跟鸡前四目相对 而穆战英身下的人 也顺着穆战英的目光看了过去 然后 啊 一声尖叫从女子口中发出 鸡前收回目光 干咳一声 对穆战英竖起大拇指 表兄牛逼 你们继续 我什么也没看见 这大白天的 就坐这档子时 这如果让大前皇朝的使官知道了 那他旧父的暗桌上 弹劾的奏折肯定会堆满山 鸡前夸赞了一句后 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他表兄既然有着档子闲情意志 他就不打扰他了 穆战英立刻扯起一旁的被子 把他们给遮盖住 等鸡前离开关上门后 他立刻起身穿衣服 至于性质 现在他有屁的性质 刚刚差点没被鸡前给下阳尾了 匆匆穿上衣服 就追着鸡前而去 这事情可绝对不能让他父皇知道 否则的话 他父皇的惩罚会让他终身难忘的 所以 此刻就务必要捂住他表弟的嘴 就在他追上鸡前时 机前转身 看到飘到跟前的穆战英 表兄 你继续忙你的 不用管我的 第四十八章 他坚决不会同意 穆战英 不用管他 万一这表弟在父皇面前叨叨两句 他分分钟被父皇叨了 这事情说到底 还是要怪他这表弟 自从上次让他在第一花楼那啥了之后 他十岁之位 除了平日里处理公务外 其他时候就想着那啥 可是父皇又盯得紧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给自己的侍女来伤那么一次 正在紧要关头 他表弟就出现在床前 他差点没被他给吓废了 现在只要一想到那天晚上的美妙 穆战英浑身热血沸腾 刚刚跟他侍女体验的时候 侍女死板板的 一点也不会来事 不爽 心底是这样想的 穆战英脸上却带着讨好的笑容 表弟 你不要误会 我 我是男人 我懂 机前拍了拍穆战英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我都懂的眼神 穆战英 不是 他还没说呢 他懂什么了 也就在两人对话时 一道身影落在了他们的跟前 舅舅 父皇 两人立刻对穆雄怀行礼 穆雄怀深深看了眼机前 刚刚传送过来的是你 几乎是在机前传送到皇城的刹那 皇城的护城大阵就有了波兰 只是还不等他拦截 这一股波动就消失了 而皇宫里 也由此多了一道陌生的气息 这道气息也就独属于机前 而且从机前身上 散发出来的空间波动而言 这个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 是的 舅舅 机前见穆雄怀神情凝重 不由问了句 怎么了 你是如何在皇宫里留下坐标的 穆雄怀此刻心底 确实是起了波澜的 皇城的护城大阵 是九级的护城大阵 而能够穿透护城大阵 直抵皇宫这个大阵的腹底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别人能够像机前这般随意抵达的话 大前皇城那就危险了 虽然说 这跟护城大阵 只是半开启状态 而非战时的全开启状态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就算是这样 也已经很惊人了 不就是留一个坐标 然后直接传送过来吗 机前这无辜的反问 把穆雄怀给反问愣了 他很想对自己的外甥说 这可是九级的皇城护城大阵 比你机家的宗门大阵还要强 可自己反倒是苦笑了一声 跟机前这个不懂阵法的人 解释这些纯粹没必要 毕竟解释了 他也听不懂 你是怎么传送进来的 穆雄怀只能揪来圆了 啊 我就是按照我第六组 给我的传送阵的阵图 摆出来的传送阵 定位 传送 就传送到这里来了呀 机前立刻推到了第六组身上这阵法图 第六组完全能够画出来 回头他 还是要跟第六组说说 传送阵方面的事情 到时候 如果舅舅问起他来的时候 别露线了 至于 承认自己会阵法 别开玩笑了 他是坚决不会承认的 摆烂点 五百 穆雄怀倒是没有深究机前画里的坑 皱了皱眉 看向机前 那你可把那阵法图带来了 可否让我一看 啊 没有啊 当时第六组是当场画 我当场记的 我画给舅舅看 预见什么的 当然不可能有 系统奖励的知识 他都没有备份 好 那就麻烦你画出来 穆雄怀连忙答应 带着机前来到了御书房 看着正在画阵图的机前 穆雄怀目光闪动着 他要抓紧弄出来 能够弥补传送阵 直接传送到皇城的点 否则这皇城的护城大阵 那将会成为一个笑话 万一日后哪一天 敌人来一个大范围传送 带来百万雄兵 他家都要被他们给偷了 所以 这种事情坚决要杜绝 机前在穆雄怀 想着这些事情时 已经画好了阵法图 递给了穆雄怀 舅舅 穆雄怀回过神 看向了机前手中的阵法图 他 看不懂 不过 刚刚他已经让太监总管 去请大前的天官去了 在穆雄怀刚接过阵法图 太监总管就回来了 对穆雄怀的耳畔说道 陛下 刘大人已经来了 宣 穆雄怀抬眼对太监说道 宣刘大人觐见 刘昌明从门外走了进来 穆雄怀对他招了招手 刘爱卿 来 你看看这阵图 刘昌明接过阵图一看 眉头当场就皱了起来 怎样 穆雄怀满怀希望刘昌明 能够破解这个阵法 否则他真的就要寝世难安了 片刻后 刘昌明把阵法图还给了穆雄怀 启禀陛下 如果要防此类传送阵 传入皇城内 需要再多加一个辅助阵法 那就加 穆雄怀心情大悦 大手一挥 此事就全权交给刘爱卿了 只要能够预防得住 此类阵法 带给姬家的麻烦 加一个小小的辅助阵法而已 随便加 刘昌明动了动唇 刘爱卿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见刘昌明这模样 穆雄怀很是体贴地问道 陛下 增加辅助阵法的话 只是能够杜绝这类阵法 传送进皇城 未必能预防得住 其他的一些传送阵 对那些特别的传送阵 比如说 是跟护城大阵 一般属于九级的传送阵的话 那这辅助阵法 也只能跟皇城主阵一般 只能起到预警 以及稍稍阻拦的地步 若是那传送阵的等级太高的话 依旧能够跨入皇城中的 刘昌明苦笑一声 这事情 他要实话实说 否则日后真的有人显得淡疼 用更高等级的传送阵法 进入皇城 被发现后 他还要背黑锅 穆雄怀点点头 暂时先这样 现如今 尽快把这辅助阵法弄起来 否则他真的一点也安心不了 好的 刘昌明答应了声后 转身急不离开 穆雄怀放下心头大事后 转头看向姬前 我记得 你现在正处于姬家的 十六岁历练中 怎么跑到皇城里来了 这一次姬家家关大典后 这些孩子 都被姬家的第六组 用阵法传送离开 据说因此 还耍了那些对姬家有意见 且想要埋伏姬家 天父子弟的一些势力 这让那些势力 心情很不好 到处撒野 而他这外甥 却跑到了他这里来 第四十九章 表弟 你还带我勾拦听取不 嗯 是啊 我就是想要来 舅舅这里历练的 舅舅这里安全又舒服 穆雄怀点了点姬前 你这孩子 正看你是来 镇这里多懒来了吧 姬前嘿嘿一笑 还是舅舅懂我 舅舅我跟你说 外面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 袭杀我们姬家子弟的势力 如果不是我爹娘 给我的装备多 我恐怕都不能 往好地见到舅舅了 姬前说到这 脸上很自然地 多出了一点害怕的情绪 舅舅可不知道 当时我所遇到的危险 太可怕了 穆雄怀眯了眯眼 是谁敢欺负你 镇灭了他 不用了 那些人都死了 在他们死了之后 我就来找舅舅了 舅舅 您该不要帮我走吧 姬前无辜 而又可怜地看着穆雄怀 正准备找个借口 往外撵姬前的穆雄怀 对上姬前那无辜的眼神 赶他走的话 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回过神来的穆雄怀 撇开脸 朕倒是不在意你是否在皇宫里住下 就是姬家恐怕不会如你的意思 姬家家关大典后 本意就是为了历练这些子弟 让他们成器 虽然其中必然会有折损 但是能够从中活下来的 都是姬家未来的顶梁柱 当然也是为了姬家 节省了很多的资源 这也是大多数势力智力做的事情 没事 只要舅舅不赶我走就成 其他的事情我会摆平的 姬前都把这话给说了 穆雄怀还能说啥 其实舅舅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下 正常情况下 我这种天赋极好的人 运气都是十分爆棚的 我外出历练的话 多半是会存活下来 且获得不菲的机遇 而我也会加速成长 我成长起来了 姬家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天才少年 虽然我相信 舅舅的胸怀宽广 定然是能够忍受得了 姬家多一个天才 甚至是一个未来 我因为这样的历练 而成为一个地境的高手 舅舅也定然是容得下我们姬家的 但是 舅舅容得下 可天下人却会议论啊 我们姬家到时候一门双帝 而皇室却相对凋零 我爹成为大帝后 我又会紧接着成为大帝 而皇室除了十足外 就再也没有能够刚顶的人 这恐怕就会被有心人造谣 到时候 那些世家再怂恿一下 舅舅啊 皇室会很被动 很惨啊 所以 你看 舅舅我这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 我是为了咱们皇室考虑啊 只要我足够的懒 那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够逼迫我成为大帝 而舅舅永远也不会陷于被动 不是 摆烂点 一千 慕雄怀无语地看着姬钱 他是第一次见到过 能够摆烂这件事情 说得那么煞有其事的人 而这个人 还是他的外甥 最可怕的是 他还真的被姬钱这似是而非的话 给说服了 正如姬钱所说的 这群天赋极好的人 向来都是受上天宠爱的 遇到危险 最终都会逢凶化吉 且运气爆棚 属于遇到危难后 跌入山洞 都会获得绝版的修炼秘籍的那一挂 行了 行了 你想要在皇室 住下就住下吧 反正皇宫的房间足够多 可以任由你挑选 但是 朕只有唯一一个条件 不要带坏了你皇兄 如果你答应的话 朕就与你住下 上次姬钱来 带着他宝贝太子 去了勾兰院的事情 他可是印象十分深刻的 这臭小子 自己摆烂就是了 还带着他儿子摆烂 事后 他儿子还突破了 让他说他的理由都没有 毕竟怎么说他吗 说姬钱不讲武德 带着他儿子乱玩 可问题 是他儿子突破了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修炼也没有落下 甚至比之前还更加有进步 他这个皇儿之前 可是在渡海境后期 停滞了好多年 他都以为 依照他这样的状况 最少还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才能完美地突破 谁知道 姬钱只是带他出去浪了一圈之后 他直接突破了 这搞得他都很想去突破 突破 如果不是他的身份不允许的话 好的 没什么情况的话 我当然不会带着表兄出去浪 他是绝口不提 在刚刚抵达皇宫时 看到的那火辣辣的一幕 一侧的木战英 是悄然松了口气 他还真的挺怕自己的表弟 一个口无遮拦 就把他的事情 给泄露给父皇听了 行了 接下来的日子 你就在好你表哥玩吗 皇上对姬钱两人 颇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都给我出去 儿臣 外甥告退 姬钱跟木战英 退出了御书房 木战英带着姬钱 回了他的东宫 在临近东宫前 木战英拉住姬钱 并且在他们的周围 布置了一个结界 贼头贼脑的四处看了看 见到没有人向他们看来时 他凑到姬钱耳畔 表弟 晚上你还带我勾兰听局部 木战英眼巴巴地瞅着姬钱 他算是发现了 只要跟着姬钱 那就绝对有得完 相比起繁重的公务 哪里有姬钱的生活 潇洒惬意 他也想当一个二十祖 可偏偏父皇不允许 不是 表兄啊 你刚刚没有听到舅舅的话吗 他让我不要把你带坏了 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的 姬钱摸了摸下巴 摇摇头 不带 坚决不能带 这如果带了木战英 被皇主发现了 他就真的吃不了兜着做 姬钱原本是不想答应的 但是在见到木战英 给他递出了一张银票 表弟 这是你们大钱钱庄的银票 你看成不成 姬钱瞥了眼银票上的数值 足足有六个银 十万零食 而且全部都是上品 表弟 只要你带我去一次 不 三次 只要你肯带我去三次第一花楼 这票就是你的 姬钱原本是不想答应的 但是奈何木战英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表兄 你真的想去 木战英狠狠点头 那可太想去了 十岁之位的那种啊 这次可跟上次不一样 你这要是长去的话 肯定会别大钱的官员给弹劾的 所以咱们要去 就要找点理由啊 姬钱笑眯眯的瞅着木战英 理由 第五十章 木战英 这表弟是个鬼精灵 不管是什么理由 都没有办法让人接受一个 大钱皇朝的太子 去嫖这个事实吧 木战英可真的想不到 否则他也不会拉着 姬钱这个摆烂到巅峰至极的二世祖 来当挡箭牌了 毕竟有姬钱这个挡箭牌在 如果有人问起来 比如说大臣弹劾的时候 他父皇问起来 最起码他可以说是表弟拉着他去 不去不行 而且还是表弟给他点的花魁 他身为表兄 推托不得 总不能说他不行吧 看 理由他都想好了 他倒是想知道 自己这表弟 还有什么更加骚的操作 表兄 你扶耳过来 我跟你说一下 姬钱在木战英的耳畔嘀咕了两句 木战英听完后 双眼都忍不住瞪大了几分 眼中惊喜连连 这样也行 不管如何 他觉得这里有狠行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 木战英对姬钱竖起了大拇指 就是表兄 你要受点苦 不然这说不过去 不是 姬钱笑眯眯地掏出了一个阵盘 递给了木战英 没事 就按照表弟你说的来 只是表弟 你确定不进入画龙池中修炼吗 面对木战英的邀请 姬钱猛然摇头 表兄 你可不要害我 我只是想要当一个平平安安的二世祖 躺着多舒服啊 为什么要站起来 是打死都不要修炼 木战英沉默 这个表弟什么都好 就是对修炼有着天生的抵触 真摆下了他的好天赋 摆烂点 五百 姬钱圆满了 虽然只有区区的五百摆烂点 但是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真是越摆烂越快乐 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姬钱 静剑 祝鸡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吉 气韵 高 摆烂点 十九万八千六百七十 丹道 未入门 镇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胜于契约兽 一 五 看着这接近二十万的摆烂点 是满满的成就感 表弟 木战英喊了声姬钱 姬钱回过神 表兄 你快去修炼吧 为了你能够早点去低花楼 木战英接过姬钱递来的阵盘 你确定这个可行 这是第六组刚创造出来的聚灵阵 据说聚灵非常牛逼 你试试就知道了 只要表兄你的修为到了 我相信 舅舅不会说你什么的 姬钱肯定点头 这是他研究出来的 他百分百肯定 就是第六组又要给他背锅了 那我去试试 为了早日实现美人 自由 木战英按照姬钱所说 拿着阵盘前往了化龙池修炼 姬钱则是回到了木战英的东宫 躺着享受他东宫里躺平 在姬钱刚回到宫里时 木雄怀就接到了消息 你确定 太子去了化龙池修炼 而姬钱回到东宫睡大觉 他原本还担心自己的儿子 被姬钱给带坏了 毕竟有前车之鉴 上次姬钱这个小子 离谱地带着他儿子去逛窑子 如果不是他上次 已突破了境界这个理由的话 他都没有办法 堵住大臣们的悠悠之口 他还真怕这个时候 姬钱又带着他儿子 再次去逛窑子 所以现在 他对姬钱他们是严防死守 而且他之前也暗中点了点他儿子 让他就算是真的有了那方面的需求 那也得去找宫里的侍女 而不是去外面浪 看来湛英有把朕的话听进去 木雄怀欣慰的点点头 如此可较也 木雄怀继续批改奏折 在他批改奏折的时候 木湛英已经入了化龙池 一进入化龙池 他就拿出并激活了姬钱给他的镇盘 镇盘一激活 原本就浓稠的灵气 疯狂向他涌了过来 看到镇法外的灵气席卷而来 且声势浩大的模样 木湛英倒抽了一口凉气 无命休矣 这么浓重的灵气 所席卷成的灵压 就相当于是轮回镜的权力一击了 根本就不是他这个小小的彼岸镜 能抵挡得住的 下一刻 木湛英闭上了眼睛 等死 只是木湛英等来的 不是被灵气威压给碾成积粉 他感受到的无数的纯净 而温和至极的灵气 这 木湛英猛了 这灵气被净化到了极致 他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 而他所修炼的功法 也在这一刻 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运转 吸收这些钻入他体内的灵气 且不像之前那般坚涩 凝滞 反而顺畅无比 下一刻 他的境界再次往上挪了 震惊状态的他 目光望向天上的灵压 只见那些灵气所形成的灵压 在触碰到阵法后 被迅速地压缩 净化 化为纯净的灵气 落在了他的身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身周的灵气越来越多 越来越浓稠 这一刻的木湛英人都骂了 化龙池里面的灵气 本来就比较纯净了 现在经过这一层转化 过滤 这灵气 真的就成为了最纯净的灵气 再也不像以前那般 需要功法再过滤 压缩 这姬家的第六组 真的有大财 等这次修炼完 他要跟父皇提一下 看看能否跟姬家合作 从第六组这里 谋到一些这类型的巨灵阵 嗯 等等 木湛英目光闪烁了下 他这表弟 还真是一个鬼精灵 他终于知道他表弟的意思了 他这哪里是 让他修炼 升级后找借口 这分明是给了他一个 更加有说服力的理由来 说服他父皇 比如说从姬前口中 套出这阵盘的来历 为了套出这阵盘 他只能陪着表弟 去勾篮听取 委屈求全 身体力行 想到这 木湛英自己都差点 被这个理由感动了 看来姬前这个表弟 真的能处 这个表弟鬼精灵 就是可惜了 他的所有机灵 都用到了不正当的事情上来 否则依照他这机灵的 处理方式的态度 这多少有点让人害怕 木湛英此刻 倒是没有停止修炼 也不会错过了 这一次的修炼 毕竟这浓 纯的灵气 舒适的 他都差点身影出生来 现在 他可舍不得离开 这纯净的灵气包裹 下一刻 木湛英陷入到修炼中 不可自拔 在姬前在皇城中摆烂时 姬家负责看管 这次外出子弟的 第十一书组 目光落在了 姬前的命牌上 第五十一章 有阴谋 刚刚姬前的命牌 跳跃了下 这只有从一个地方 突兀地出现在 另外一个极为遥远的地方 才有可能出现的状况 这怕不是要跨越 上万里的距离 虽然他很不想管 姬前这个摆烂到 极致的子弟 但是他的工作 就是要向始祖 他们如实地回禀 家族中重点观测的 天才的动向 他们是姬家未来的姬石 所以 第十一书组内心是拒绝的 却在第一时间 把自己的神石 探入姬前的命牌 只要进入 这些孩子的命牌中 他们就能够 大概地掌控到 这些孩子的动向 比如说 从哪里抵达哪里 再经过一番推算 就能够找到 他们的具体位置 当第十一书组 用神石探知到 姬前的下落时 沉没了 因为就在刚刚 他看到的是 姬前从极遥远的万里之外 直接传送到了 大前皇城的方向 那万里之外 正是姬家跟丹宗 炼器宗三帝交界处 也是跟另外一个皇朝 大昆皇朝的交界点 这跨越得不可谓不大 最重要的是 这臭小子 在传送的那些地方 正常情况下 绝对不可能传送到那么远 就算是传送卷轴也不行 这一刻 姬家的十一书组 是真的蒙圈了 他这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远的距离 从姬前的命牌上看 这臭小子 不仅没被人害到 反而是很滋润 这臭小子 为什么会突然地传送离开 不行 得问问始祖 之前始祖说要出去一趟 而始祖所去的地方 赫然正是跟姬前 所在的位置重叠 所以 始祖是绝对知晓 姬前这臭小子 为什么会抵达大前皇朝的 当姬家十一书组 掏出传讯御符 给姬长安给去了信 接到姬家十一书组的 讯息的姬长安 当载了一个 斩杀三个余孽家族的长老 得知情况的他 回了十一书组一句话 达子 这事情 你就别管了 今日之后 姬前这小子的事情 就任由他自己做主 不用太多苛刻 第十一书组 姬达听到这话 猛了始祖 传达的是什么讯息 不过他依旧忠实地执行 姬长安传给他的任务 既然十祖都说 不用管这只令人头疼 的家伙 他乐得轻松 手指一抬 轻轻一弹 把姬前的命牌 从中央核心处 令牌重担出 把他塞入到了姬家 普通弟子的后面 都快要变成 要跟那些仆役身份 差不多姬家子弟身边 姬达冷冷看着 被他弹飞的 属于姬前的母牌 冷笑一声 这姬家的命牌阵 可是大有讲究的 这是第六祖 集合特殊的命力 只是特别打造的阵法 在这阵法的最中央 就享受得到 祖宗更多的赐福 会让这收到祝福的人 迅速与同龄人的修为 拉开差距 更重要的 在这阵法的中央 也会得到家族大运的加持 这会让这些人 修炼起来 显得更加容易 往往在他们 遇到危险时 都能够逢凶化吉 而且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点 那就是 越在中央的命牌 在外遇到好的机遇就越多 最后一点 是他们猜出来的 具体如何 还未可知 还需要更多的例子 来推论 所以综合种种 在姬长安说完那话后 姬家的第十一书组 还以为姬钱 已经得罪了姬长安 擅自把姬长安的命牌 从中央核心区域去明 嗯 就在姬钱的命牌 被姬达给踢出出 中央位置时 姬钱从摇椅上坐了起来 刚刚感知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百烂点 一万 姬钱满脸疑惑 他刚刚似乎什么都没干啊 怎么系统 就直接给他转了一万的百烂点 姬钱点开了面板上 刚刚加的百烂点上 在其上的一个感叹号点了下 看到了详情 由于宿主成功让姬家的第十一书组 怨恨上了宿主这个熊孩子 让其把宿主的命牌 从家族中的核心位置 给踢到了最差一等的范围内 姬钱看完系统的解释后 笑了 都多大的人了 还那么爱玩 关掉面板 他选择继续躺平 至于关于姬家命盘大振的事情 他之前就听第六组说过 命牌越是在核心的位置 对于他们这个年岁的人而言就越好 对他们的帮助就越大 因为那是集合了整个家族的气韵 建造的独一无二的命牌大振 姬钱对此压根就不在意 只要能给他带来百烂点 就算把他的命牌丢到毛坑中 他都乐意 百烂点 二百五十 姬钱 他怀疑系统在指桑骂怀 说他是个二百五 姬钱继续接着百烂 看着木战英的侍女们接着舞 咦 就在这些木战英的侍女们 翩翩起舞的时候 姬钱的眼角余光 扫到了一个侍女悄然离开的背影 那个侍女赫然正是他刚抵达皇宫时 睡在木战英船上的人 而此刻这个宫女所去的方向 正是宫外 姬钱对一侧的太监招了招手 左宫供 宫女们是否可以私自出宫 回禀姬公子 正常情况下 宫女是不得私自出宫的 除非有主子交代的事情 拿着主子的令牌 跟总管太监申请 得到应允后 方能出宫 太监对姬钱行礼后回话 那我表兄这东宫的宫女中 有谁能这般出宫 太监连连摇头 没有 我们都没有得到太子殿下的硬性 且太子殿下是一个很懂体恤奴才的主子 平日里有事情 太子殿下都亲力亲为的出宫解决了 说到木战英的时候 太监的眼里就好像有了光 听到这话的姬钱翻了个白眼 不是木战英体恤你们 多半是不放心你们 不过 这就有趣了 跟木战英有了肌肤之亲的宫女 却私底下出宫 最重要的一点是 之前没有告诉木战英 这个宫女身上有妖气 在契约了清云后 她对妖气的敏感程度又上升了一个阶层 如今她的直觉告诉她 这里面有阴谋 无聊又摆烂的她 看到这就好像是嗅到了八卦 决定跟上去看看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姬钱回退了面前舞动的侍女们 闪身跟在了宫女身后 第52章 大骊皇朝大阴谋 她倒是要看看这个宫女身后 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姬钱用她老娘给的遮掩气息的法器 遮盖住自己的气息 跟随着宫女来到了一个贫民窟的 一个小巷子里的篱拜院子中 她敲了敲院门 进来 一个苍老的声音自响起 长老 我成功接近大前皇子 且跟她远房了 宫女的声音里蕴含着激动 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机会 给她服下那玩意 很好 那事情不着急 慢慢来 姬钱听到这 眼睛一亮 哦呼 没想到她表兄的东宫里 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宫女 她舅舅给她表兄找人的时候 就没有挑挑拣拣 长老 这事情我们该如何处理 宫女再次问道 暂时按兵不动 你先讨好穆战英 等得到了她的欢心后 对她下药 到时候再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现在这个时候 你也少出来走动 否则暴露了你的信息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想要动了大前皇朝的根基 就要从穆战英这一带开始谋划 至于穆雄怀这人太过的精明 他们的这点手段 可未必能够瞒得过她 到时候说不得 又要跟他们大骊皇朝给干起来 况且 长老深深看了眼宫女 这个孩子的身份可是大昆皇朝的公主 当年因为大昆皇朝皇后那点破事 给丢了出来 如果闹起来 那也有点意思 这事情 长老自然是不会跟宫女说的 对宫女叮嘱了两句后 快点回去吧 是 宫女应了一声 就向外走去 就在宫女走后 鸡前准备跟上时 她耳畔响起了一个阴瑟瑟的声音 听够了没有 没有听够的话 要不要我跟你说一些我们的计划 鸡前挑眉被发现了 一抬头就见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持剑满脸阴霾地站在他旁边 他的剑此刻就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死吧 就在这个长老准备出手杀了鸡前时 竟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正法 他满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脚下 他是什么时候中招的 还有他是谁 是否是大前皇朝派来跟踪他们的人 他们发现自己的计划了 他们会如何从自己的口中 套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这一刻 长老慌了呀 现在他就算连自杀都办不到 鸡前站起身 从他手中夺过剑 揣入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 这年头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我只不过是从你们门前经过 就要杀了我 鸡前嘖嘖两声 原本我也是不怎么感兴趣这点事情的 不过 既然你都对我出手了 如果我不问的话 岂不是对不住我受到的惊吓 来 说说吧 你们究竟做什么事情呢 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长老艰难地撇过头 他才不会告诉他 我是大黎皇朝的天恒宫的十八长老 莫长涛 此次来大前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挑起大前跟大坤两大皇朝的战争 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大黎皇朝被吞噬的命运 莫长涛这话一出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 他怎么把自己心中的事情给说出来了 住嘴呀 这话不可以说的呀 只听到鸡前扬眉 哦 这么刺激的吗 谁要吞噬你们大黎皇朝啊 这事情 他还真不知道 当然是大前跟大坤两大皇朝不讲武德 趁着我们大黎皇朝始祖飞升失败 就开始暗戳戳地搞动作 我们这是完全的自救 所以我们势必要尽快地挑起大前跟大坤两大皇朝的争端 趁着他们还没有对我们大黎皇朝动手时 就干起来 这样我们才能自保 虽然大前跟大坤皇朝想要吞噬我们大黎皇朝 在我们的抵抗下 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出结果 但是能够兵不屑刃地解决这件事 不是更好 鸡前 这国仇家恨的是他一个小小的筑基七修士能够听的吗 那么刺激 只是面对他那八卦的眼神 莫长涛却快要被吓死了 这些不该往外说的事情 他是一件也没有保留啊 他可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 根本就不可能会因为幻境 还是被严刑拷打就会背叛家国的人 他可是有操守的人 甚至在踏出大黎皇朝的那一刻 他已经做好了生死的准备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那么邪门 莫荒 莫荒 你们继续搞你们的事情 这事情毕竟是你们的国仇家恨 鸡前笑眯眯地拍了拍荒的一批的莫长涛的肩膀 我就先走了 半个小时后 这作用在你身上的阵法就会消散的 至于莫长涛说的 大黎皇朝要搞起大前皇朝跟大昆皇朝的争斗 这事情自然有他那舅舅会处理 既然他舅舅都搞起来这争斗了 他还真不相信 他没有防着一手说不得这事情 还有他故意纵容的成分在里头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系统给的阵法还真有点东西 真颜阵配上定身阵 搞出来的东西就是把敌人定住后 让他吐真颜吗 很可以 鸡前把人给丢回了他的院落里 转身就走了 就在他转身的刹那 百烂点 一万 这百烂点 鸡前眼神亮了 有点东西啊 当鸡前回到东宫时 见到的就是木战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那个宫女站在他身边 满脸爱慕 又加上一丢丢的小娇羞地看着他 移开了目光 没眼看 真的没眼看 木战英可不知道 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见到等了半天的鸡前终于回来了 激动地走了过来 握住鸡前的手 表弟啊 你可终于回来了 他现在恨不得就带着鸡前 去第一花楼去逛逛 可现在天色上早 现在去的话 花楼也没开门 而且还容易撞上下朝的大臣 你们都退下 木战英想到自己要问的事情 凭退场内的所有人 殿下 那个跟木战英有一腿的宫女 楚楚可怜地瞅着木战英 就希望他能让他留下来 退下 木战英却是瞅都不瞅他一眼 声音依旧冷烈 最终他无奈之下退了下去 等所有人都退走后 木战英掏出了阵法盘 第53章 让他头疼的太子 表弟 这阵法盘 木战英刚想要跟鸡前 谈论这个阵法盘的事情 却被鸡前抬手给止住了 表兄 现在这是你的阵法盘 木战英 我想要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 在这阵法盘真的好用 我就是想跟你打个商量 能否让你家的第六组 帮我们打造出一批这样的阵法盘出来 如果有了这个的话 我就好像父皇交代了 他们大前皇朝的天阳军 向来差大空皇朝的是神军一筹 如果鸡前能答应 让鸡家的第六组 帮他们弄出一批的阵盘的话 定然能快速提高天阳军的修为 其中 他也打了下小算盘的 只要鸡家第六组 愿意给大前皇朝 搞出来这么一批阵盘的话 是否可以让鸡家的人 也参与到军阵的设计中来 毕竟他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谁的阵盘那么给力的 但是 这也是要有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的 最近 朝中不是有人在议论 鸡家跟他们大前皇朝不合 甚至鸡家要翻了他们大前皇朝吗 这也是对鸡家的一个试探 这些话 他当然不会当着鸡前的面说出来的 此刻他的目光锁定在了鸡前的身上 就在等他的一个答案 这事情 等我回头再跟六组说吧 六组也是一个闲散惯了的人 到时候他接不接 就不知道了 嘴上这样说着 鸡前心中却想着 一定要让第六组学会这些阵法 否则就真的穿帮了 他得想一个法子 让第六组都学会 并且熟练这些阵法 至于第六组会不会卖了他 依照第六组那爱面子的程度 绝对不会在这些人面前 承认自己不是原创的 鸡前的算盘敲得震天响 第六组压根就不知道 自己被鸡前给卖了 那是必然的 穆战英也没想着 现在就能逼迫到鸡家表态 只要鸡前记在心底 到时候回到家里问了六组后 自然会给他答复 而眼下 他也可以有理由堂塞父皇了 想到这 他双眼明亮地盯着鸡前 表弟 我们晚上是否要继续去逛花楼 所以现在都不用他说 穆战英已经上赢了吗 皇上知道了后 应该不会捶死他吧 还不等鸡前拒绝 穆战英就开口了 逛窑子的钱 我出 去 鸡前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但凡答应的时间慢上一秒 那都是对穆战英出的 临时的不尊重 穆战英满意了 所以 第六组那里 就劳烦表弟你 给我多多费心了 你放心 这阵法 我们皇室 是绝对会给鸡家一个合适的价格 他还想从鸡家的手中 谋夺更多的好东西 这也是 帮助皇室跟鸡家维稳 做出的重要贡献 他希望 鸡家不要让他失望才好 自然 鸡前点了点头 想到之前听到的事情 顺嘴就提了一句 表兄 差点忘记问了 我这次来到这里时 你跟那位宫女 是否好上了 穆战英干咳一声 没有 我就是憋不住了 看着那个宫女长得还行 就没忍住 说到这 他反应了过来 不对啊 表弟 你这该不会是 看上那个宫女了吧 虽然我不喜欢她 但是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穆战英说着说着 脸色变了 鸡前特意提出来说 恐怕是这个宫女 有点问题了 见穆战英说到一半不说了 鸡前就知道 他得到提醒了 至于后面的事情 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他可什么都没有说 这讲究的 就是一个百烂 百烂点 一百 穆战英的笑容 很快又恢复了 行了 就不说这些事情了 晚上记得去勾兰厅去 我还有些事情 要去处理一下 穆战英起身走了出去 他倒是要查查看 这宫女究竟是还什么来头 如果来头很大 是他解决不了的那种 他就告诉自己的父皇去 让父皇来解决 鸡前躺回到逍遥椅上 摇晃了起来 至于其他的事情 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很快到了晚上 消失了一下午的穆战英 找到了鸡前 一起去了第一花楼 在穆战英带着鸡前进入第一花楼的第一时间 皇主穆雄怀脸色当场就黑了下去 亏我下午 还觉得这孩子有进步了 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那个安插在他身边的奸细 并且已经顺着杆子摸了 以为很快就能找到答案了 却没想到 一到晚上 就原形毕露了 他已经不用想 待会肯定又会有一大群臣子 来给他投诉了 这些大臣 不仅处理公务的能力牛叉 在搞投诉这件事情上 他们战斗力也不遑多让 就在他捂着额头 有些头疼的时候 就听到门外太监的声音 陛下 李丞相在外求见 喧 穆雄怀额头的青筋 突突了几下 看 果然是怕什么事情 来什么事情 在穆雄怀这般想的时候 李丞相已经出现在了大殿中 启禀陛下 臣有要事起坐 李丞相一进来 就给穆雄怀给跪了下去 平身 来人 四座 皇主 微臣起坐的事情 事关大前皇朝的万年基业 恳请皇主上心 穆雄怀轻轻跳了跳 就算是李丞相不说 他已经知道 他说的会是什么事情了 有什么事情掀起来说 穆雄怀闭上眼睛 十分头疼地揉了揉额头 陛下 太子殿下 不能整天与姬家的二世祖一起私混 以往太子殿下 那是爱民如子 且勤政处理公务 现如今却沉迷于温柔乡 刚刚微臣与夫人逛夜市时 恰巧碰见太子殿下的车脸 进入了花街 于是 微臣就匆匆赶来了 陛下呀 丢的可不仅仅是太子殿下的脸 还有我们大前皇朝的脸啊 谁家的太子殿下 会沉溺于温柔乡 天天往花楼跑啊 穆雄怀的头更疼了 他就知道 来人 去把太子殿下给阵踢回来 穆雄怀的拳头都硬了 他这蠢儿子 要逛花楼也不是不可以 你可以偷偷地去 哪一个人会像他这般大摇大摆地 坐着自己的车拧去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天下 他穆战英去逛窑子了 第五十四章 助我大前皇朝强国强军 此刻的穆雄怀就很气 他保持的宗旨只有一个 你去逛窑子可以 但是不能让人抓到 更加不要让人把这件事情 捅到他的面前 之前他就点醒过穆战英了 现在看来 他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 所以穆雄怀的脸色黑得很难看 李丞相一抬头 就看到穆雄怀那张气的铁青的脸 心里咯噔了下 他果然惹怒了陛下 但是这件事情 身为丞相 看到了 知道了 他就有义务要说出来 穆战英毕竟是他们大前皇朝的未来 若是未来的皇主沉迷于酒色 对他们大前而言 那就是亡国之相 这绝对不成 身为丞相 他就有必要给予矫正 所以他不怕皇主震怒 怕的是太子走上了弯路 辛苦李爱卿大晚上的 为真他不成器的皇儿 跑这一趟 坐吧 与朕一道 听听太子有什么说法 微臣遵命 李丞相坐在了椅子上 他也想听听看 太子殿下是否有不一样的说法 半个时辰后 穆战英被传唤了回来 此刻 穆战英的神色很不好 他原本以为父皇会在明天传唤他 谁知道这大晚上的 他办事 正干在信头上的时候 就被总管给叫了回来 就很难受 他父皇是真的不带这样拜信的 穆雄怀冷哼一声 怎么 你这是 再给朕白脸四看 可是朕扫了你的心 你对朕有意见啊 而臣不敢 穆战英连忙跪了下去 朕听说 你又去那烟花之地了 你是忘记了朕的嘱托了 穆雄怀把奏折往桌上一丢 发出喷的一声响 还是说 你准备不要这太子之位 准备去当一个闲散王爷 是的话 朕现在就成全你 穆战英身子抖了下 而臣不敢 而臣一直牢记父皇的叮嘱 此次儿臣与表弟 一同前往烟花之地 是有必要的事情 父皇请看 穆战英连忙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阵盘 拖在手上 太监总管上前接住了阵盘 拿到了穆雄怀面前 穆雄怀翻看了下阵盘 再次往桌上一放 怎么 你想要告诉朕 你之所以去拿烟花之地 目的就是跟这块聚灵阵有关 刚刚拿在手上 他就感受到了 这个聚灵阵聚灵的功效 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还不够资格 让他赦免了他的罪过 是的 父皇 若是有了这聚灵阵 我可以肯定 我们大前皇朝的天阳军 可以更上一层楼 父皇 您先看看尔臣的境界 穆战英激动地向穆雄怀 展示他的修为 初看去 穆战英的修为 依旧是彼岸境初期 可早上的时候 他的修为 却还是为彻底稳固的状态 可现在 他已经稳固了 穆雄怀看了看手上的阵法 又看了看穆战英 他心底还有一个怀疑 怀疑他这好儿子 为了勾拦听取 故意压制自己 想要在这个时候 给他展示这所谓的阵法功效 这让他有一个 可以骗补他的借口 穆雄怀眯起了双眼 穆战英指了指 穆雄怀手中的阵盘 穆雄怀决定 给这好大一个机会 当着众人的面 激活了阵盘 就在他激活阵盘的刹那 整个御书房 被包裹在阵法中 御书房外 煞时间刮起了一阵 恐怖的灵气旋风 一股股纯净无比的灵气 呼呼往他们体内钻 这 原本老神在在地 抚摸着山羊须 端坐在太师以上的里成像 在见识到这灵气漩涡时 猛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手上更是扯掉了一把胡须 而不自知 这阵法一旦在军中推广 他们天阳军修为 将会一日千里 纵使到时候 他们天阳军的战阵 稍弱于大昆国 可一旦修为高深 也将一粒降实惠 这是他们大前皇朝 立压大昆皇朝的转折点 他呼吸急促地 看向穆战英 太子殿下 这阵法 现在他迫切地想要这阵法 穆战英苦笑一声 对作者的穆雄怀 说道 儿臣就是因为 见识到了这阵法的威力 所以才磨着表弟 想要从他那里 并且儿臣现在 还在想一个更加大胆的事情 只是这件事情 儿臣不敢一个人决定 还请父皇裁决 穆雄怀神情凝重了起来 你说 儿臣在想 是否让姬家创造出此阵的人 来帮天阳军 创造一个独属于他们的阵法 三千九百九十九 父皇 能创造出如此厉害的聚灵阵 就说明其对阵法有独到之处 若肯创造新阵法 那将会是大前皇朝之性 但此事牵扯甚大 故儿臣不敢私下决定 特来请父皇裁决 穆战英说完 双眼炯炯有神地盯着穆雄怀 穆雄怀端坐在原位 稍微思索了下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李丞相身上 李爱卿 你以为如何 李丞相面露沉思之色 太子殿下面露沉思之色 太子殿下所思索的 于大前而言 确实是一大姓氏 只是若是让姬家的人 来研究天阳军的阵法 我们是否太过被动了些 一旦到时 姬家对皇朝有异心 凭借此阵法 完全可压制天阳军 此事不可不防 众人都传姬家有反心 姬家若反 这阵法就是一个隐患 谁也不知道 姬家的人会不会 在这阵法上动手脚 孙公公去把刘昌明 给阵传过来 就在场面的气氛僵制时 穆雄怀对侯在身侧的 太监总管吩咐道 只是他的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一声 启奏皇主 刘天官觐见 喧 穆雄怀从座位上起身 对门外说道 刘昌明进入殿中 就要对穆雄怀行礼 穆雄怀一挥手 刘爱卿不必多礼 朕现如今有意棘手问题 急需刘爱卿替朕拿个主张 刘天官是穆雄怀 最为信任的左臂右膀 最重要的是 刘天官所预言之事 十有八九皆会应验 一般他拿不准的事情 都会问他的意见 皇主 陈以为太子殿下所言甚好 都还不等穆雄怀 把事情经过跟刘昌明说 刘昌明看了眼睦战英后 对穆雄怀说道 此事能助我大前皇朝强国强军 且无任何后患 第五十五章 杀得他们头破血流 刘昌明这么一说 穆雄怀眼神都亮了几度 就在他决定拍板决定时 李丞相却开口了 等等 皇主 这事情还等从长计议 若是 他总感觉这里面有诈 可刘天官的实力 他也是知道的 当初很多下不了决策 且看似危险的政令 都是刘天官坚决要执行的 后来结果也确实 如刘天官所想的那般发生 这也奠定了刘天官 在陛下心底的位置 当然最重要的是 刘天官有从龙之功 这也是刘天官 被陛下所信任的主要原因 李丞相 此事就按照太子所言行事吧 现如今 你跟姬钱谈到哪一步了 穆雄怀把阵盘递给了孙公公 孙公公忙接过后 还给了穆战英 穆战英接过后 刚谈完让姬家 给我们制作阵盘的事情上 正准备试探一下表弟的口风 然后我就被孙公公请回来了 孙公公露出一个尴尬 而不失礼貌地微笑 这个锅他背了 实际上 他去请太子殿下的时候 太子殿下正在第一花楼 花魁轻轻握握 反倒是一直以来 被众人传言不着调的姬钱 在那里认真听取 打拍子 不知道的 恐怕会把太子殿下 跟姬钱两人的身份 调换一下位置 这都是老奴思虑不周 还请皇主责罚 孙公公对穆雄怀跪了下去 穆雄怀淡淡瞥了眼穆战英 对孙公公说道 孙公公 起来吧 你还真配合 朕那不成器的孩儿 胡闹不成 这件事情 朕心里有数 战英心底也有数 刚举报完穆战英的李丞相 那我走 陛下早都知道这里面的事情 感情就他被当成傻子在耍呗 只有他一个人受伤的事件 达成了 行了 别在这里暗言了 赶紧去办 你的事情去 若是没有跟姬钱谈成这事情 你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 知子莫若妇 穆雄怀自然是清楚 自己这儿子是如何想的 但是只要他能够完成任务 这些事情 他都可以完全不在意 而臣定不辱命 穆战英对穆雄怀行礼后离开 等穆战英离开后 李丞相却跪倒在地 陛下 这件事情 是臣误会了太子殿下 险些坏了大前皇朝的大计 请陛下责罚 穆雄怀失效 此事各种缘由 我相信李爱卿心中如明镜 就无需在这面前演戏了 李丞相 臣不知 也不敢 能猜到 但是这事情 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丞相 能够猜忌的 更何况 太子有了一个十足的理由 而且 就算是满朝文武 都找不到插族之地的理由 太子殿下 可是为了大前皇朝 更加的固若金汤 更加的辉煌 而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 仅此一个理由 就能把悠悠之口全部堵上 你呀 没必要在我面前拘谨成这样 好歹当年我们几人 也是一步步走到如今这地位的 穆雄怀失笑摇头 直接把朕换成了我 他落寞地叹息一声 我坐上这个位置 难道你们就要 把我孤立成孤家寡人不成 臣不敢 李丞相把头埋得更低了 皇上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 四处强敌环似的太子殿下了 现在的皇上 是大前唯一的主人 身份不同 他们自然不会造次 你就该多跟昌明学学 别把自己搞得跟一个老学就一样 越老越无趣 穆雄怀点了一句李丞相后 也就沉默了下去一时间 整个御书房 就只剩下几人轻微的呼吸声 两久之后 穆雄怀望向刘昌明 这件事情 真的不会有幺蛾子吗 你要相信你的大外商 刘昌明说了一句后 就闭嘴了 穆雄怀目光闪烁了下 也沉默了 就在穆雄怀几人相对沉默时 穆湛英已经回到了第一花楼 他回来的时候 机前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听着第一花楼的歌机舞机在唱跳 那偏线的舞蹈 以及悦而美妙的歌声 似乎已让机前沉迷其中 就算是穆湛英 被孙公公请走这一件事情 他都毫不知情一般 穆湛英来到机前的身边 拍了拍的肩膀 嗯 机前回过神看向穆湛英 表兄 你那么快就完事了 穆湛英脸色一黑 什么叫做 他那么快就完事了 我刚刚被父皇叫回去了 穆湛英黑着脸回答 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舅舅的动作可真快 不过 舅舅没有叫上我 舅舅不够意思了 机前嘖嘖了两声 然后又转移了话题 舅舅答应了 穆湛英兴奋地点了点头 还是表弟你这个计划行得通啊 我父皇答应了 否则的话 你现在也看不到我了 说到这个 我还真的是要多谢弟弟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都不能来这花楼了 之前他父皇也跟他说过 让他来也悄悄地来 别搞得人尽皆知 可正如他表弟机前所说 要来就光明正大的来 让大前的百姓知道 他未来的储君 也是一个十色姓也的人 跟他们这些老百姓 没有什么两样 他倒是觉得表弟说得在理 他也确确实实是一个普通人 有着正常人该有的喜好 而不是被他们架得高高的 高到与神比肩的程度 他表弟还说 只要他没有底线 就没有人能绑架他 只要他没有人设 就没有人会对他失望 他感觉也确实如机前所说 从小到大 他的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可是始终停留在他身边的 始终只有这一两个 那些来的人 都是看中了他的身份 他敢肯定 他如果把太子殿下的身份一脱 恐怕大前皇朝有一大票人 都会想着 把他踩在脚底下 让他起不来 所以他反倒觉得 机前所说的在理 表弟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求助于你 穆战英抿了抿唇 对机前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也懒得跟你拐弯抹角了 我想要让你们机家的阵法师 就是能够设计这距林阵的阵法师 帮我们天阳军设计一个阵法 一个独属于天阳军的阵法 你也知道 咱们天阳军 老是被大昆皇朝历压一头 如果有了他所设计的阵法 我相信 天阳军定然能杀得他们头破血流 第五十六章 你敢打我 穆战英说完又马上加了一句 你放心 我们给的回报 绝对不会让机家失望的 只是这件事情 还请表弟你上点线 机前跟机家的第六组感情非常好 这一点基本上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而机前手上 有机家家主都还没有的传送阵法图 而且还是第六组刚完成的概念品 从这一点上 就可以看出 他们两人的感情有多好了 这基本上 就是给了机前一个底牌 还有能够穿破皇宫防御大阵阻隔的传送阵 这些都说明了机家第六组 被机前的看重 表兄 咱们谁跟谁啊 你的事情就是 我的事情 只不过这事情 我只能说尽力试试 毕竟第六组愿不愿意答应 我也不敢应成 看来回头得跟第六组好好捞捞课 不经意间把这些东西 透露给第六组了 别看第六组平时玩得非常嗨 可一旦遇到阵法的事情 他就会变得非常的专注 阵法 第六组是较真的 至于让他给皇族布置阵法 那是绝对不可能 有第六组在 能摆烂就摆烂 摆烂点 一千 这都可以 机前愣了下 他好像找到了 能够继续摆烂的理由了 好的 那这件事情就麻烦表弟了 穆战英满意地拍了拍机前的肩膀 那我就继续去享受生活去了 只是表弟 这都到了第一花楼了 你这勾兰听取 可就没意思了 别只是看 你得去坐呀 机前摆摆手 表兄 我得休息休息 你忙你的去吧 穆战英点头 急不可耐地去了第一花魁的房间 做他未做完的事情去了 机前等穆战英离开后 掏出了传讯御符 给第六组发出了一套阵法过去 六组 我在外面发现了好几套传送阵法 麻烦您帮我钻研钻 看看这阵法可不可行啊 几乎是在机前把传送阵法传送过去 第六组就回信息了 你这是从哪里得到的阵法 第六组的声音充满了急迫 还有没有更多的传送阵 都发过来给我研究 研究 这阵法简直了 如果我能研究透这些阵法 我的阵法水平还能再上一个位多 机前眼珠子一转 再次给第六组发了几个过去 我这些阵法 就是在皇城摆摊的地方 买到的一个破戒指 我的血不小心滴到了破戒指上 脑海里自然而然的 就多了这些阵法的信息 得到机前回复的第六组 看完了他再次传送过去的阵法 可惜了 若是有一个完整的传承的话 我又把握冲破现有的境界 再上一个层次 不过有这些东西 我研究透彻之后 肯定也能更进一步 好前前 你是懂得尊重六组的 等我研究透彻了之后 再给你制作一些好阵盘 第六组简直激动到不行 机前给他的这些阵法 真的强大到不行 其中还有好几套战阵 这几套战阵中 有两套极为的强大 依他的眼光 可以判断出 这战阵比大空皇朝的战阵还要出色 只要研究透彻这些战阵 再把这些战争 给家族的子弟们训练 绝对能够让家族的战斗力 更加的强悍 日后遇到了外敌入侵 凭借这些战阵 绝对可以利于不败这地 这也是第六组激动的点所在 而且 其中的聚灵阵跟传送阵 比较容易钻研 他有把握在半个月内研究透彻 所以 第六组决定 先研究一下这两套阵法 就在第六组说完这话时 机前又给第六组传了一段话过去 六组啊 我按照这阵法 让一个炼气师 给我打造了一个阵盘 然后这个阵盘我让我表兄 也就是大前的太子试用了下 我是以您的名义撒的这个谎 六组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哦 他还跟我说 想让您帮忙弄一个战阵 要立超大空皇朝的那种 我看阵图上都有 您看看 能否给他整出来一个 他们还说 不会让我们白做 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你这臭小子 搁着等着我呢 就会给你第六组 弄出一堆烂摊子 行了 这次看在你给我的这些 精妙阵法的面子上 这个黑锅 六组帮你背了 不过这战争阵法的事情 我还是要跟十组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给他们 皇族现在表面上跟机家好 他怕就怕 到时候 别他都还没有研究出 这个战争的弱点 皇朝的人就用这阵法 来攻打他们机家 那可就真的倒笑了 好的 机前可不管这些 只要第六组能够答应下来 这口锅就背不到他身上 他依旧可以选择继续摆烂 摆烂点 一千 在机前跟第六组唠嗑完后 一道嚣张的声音 自机前的身后传来 何兄 就是这个臭小子 他把第一花楼的歌舞技 全部都给包园了 我们还跟他有几个 他还不让 气死我了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有那么大胆子 敢包园了这第一花楼的美人 一个人挡在了机前的面前 挡住了 他看美人们跳舞的视线 机前抬眼看去 面前站着一个花枝招展的男人 那一身骚气的紫色 还有脸上还打着粉 整张脸惨白惨白的 小子 就是你把这里的姑娘们 都给包园了 爷这里有六个人 十项点的 就给我们来十二个 他一说话就翘起兰花指 指着机前 机前喝了一杯茶 瞥他一眼 让开 你可知道老子是谁 老子是洪甲军统领和泰的长子 何弘成 啪啪啪 他话音刚落 就被机前给扇了三个大嘴巴子 在场众人傻眼了 他竟然敢和洪成 何泰最宠的 就是这个长子了 要知道 当初何泰的死对头 林家的小公子林谦 打了何洪成 何洪成对何泰告状后 第二天 林家就被何泰的人给围了起来 并且从林家搜出了 林家私通大空皇朝的铁证 让林家直接从大前皇朝消失了 这还不仅仅是一件事情 但凡是欺负了何洪成的人 都会被何泰找麻烦 这也就导致了皇城中 何洪成是横着走的 他们有多少年 没有见过这样的猛夫了 这一刻 这些人的眼睛都亮了 你 你敢打我 你死定了 第五十七章 我得罪不起 何洪成也没有想到 机前会真的动手 翘起的兰花纸 还僵硬在半空中 眼神中还充斥着难以置信 他指着机前 有本事 你敢再打老子一次 何洪成话音刚落 又是一阵清脆的啪啪啪 此刻何洪成都快要气死了 你给我等着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何洪成掏出传讯玉符 给他父亲传送了过去 还不等他把消息传送出去 就被机前一脚给踹飞了 等个屁 滚一边去 别挡着我看美人 否则你爹何太来了 老子照样走 踹飞何洪成后 他的目光看向了 他带来的五个跟班上 那五个跟班 吓得双腿颤颤 赶紧去搀扶何洪成 可不敢在这里招惹机前了 等人都离开后 机前看着被吓得停下歌舞的姑娘们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丝毫没有把何洪成放在眼里 何洪成被机前踹了一脚后 自觉没了面子的他 当即就对传讯玉符一阵哭诉 得到他父亲肯定回答后 他立刻不哭了 但是此刻他父亲没来 他也不敢凑得离机前太近 否则他怕再次挨打 可是此刻 他看向机前的眼神 是要多冷冽就有多冷冽 此刻机前在他的眼中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只要他父亲到来 就可以先给机前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把他给抓起来 驱打成招 最后弄死他 很快 他们把第一花楼都给围了起来 第一花楼在这一刻也乱了起来 有些人衣衫不整地从房间里跑出来 向往外跑去 却都被红甲军的人拦着 不让他们走 此刻何太已经进入第一花楼 何洪成是第一个发现自己老爹的 见到何太的第一时间 他就冲到了何太面前 指着机前 爹 就是那个混账打的我 他还说 就算是你来了 他也照大不误 何太的脸色很难看 他倒是要看看 是谁如此有勇气敢说这话 他最好祈祷自己的背景比他强大 否则他就要让他看看 得罪他后的下场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是谁敢欺负我 还扬言连我都不放过 我倒是要看看 你如何不放过我 他扒拉开围绕着机前跳舞的 第一花楼的女子们 来到了机前的面前 同时在说完这段话的刹那 他也看到了机前的面目 在看清楚机前面貌时 何太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怎么会是这个杀心 刚刚机前被一群女子围住 导致他没有看清楚机前的面貌 现在他就想转身就走 同时 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有气的 得罪谁不好 为啥要得罪这个杀心 机前起身 伸手拍了拍何太的脸 是我 咋的 是我上次打你的那几巴掌 让你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吗 何统领 何太敏唇握紧了拳头 脸上挤出难看的笑容 不敢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维护自己的儿子 还利用自己的权利 来栽赃陷害自己的敌人 何统领 我舅舅可知道 你做的这些事情 机前的话 让何太的冷汗流了下来 与此同时 他心底也发出了一个声音 不能让皇主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皇主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等待他的 就是死亡 想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机前 眼神中多了一抹狠力 只要杀了机前 机前就不会告诉皇主了 哟 你这眼神 该不会是想要杀了我吧 机前又给了何太几巴掌 清醒清醒 你若是敢动我 我机家跟你何家 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且 我舅舅也绝对会站在我这边 毕竟我是他外甥 而到时迎接何家的 将会是什么场景 我想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何太握紧了拳头 心中的想法 也被机前这一段话给惊到了 他刚刚只是想着 不要让皇主知道这事情 可却没有想到 如果他真的杀了机前的话 他们何家会遭受到的报复 跪下 打你一百八掌 我嫌自己手疼 你打自己一百八掌 再进攻 跟我舅舅交代 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 你想杀我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毕竟你也不想你何家消失吧 机前的话 让何太沉默了 啪 何太屈辱地跪在地上 狠狠闪起了耳光 不远处 何弘成给他带来的小跟班们 都傻了眼 且满脸的惊恐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事情的结果竟然会是这样 在他们心目中 只要得罪了何弘成的人 都会被何太收拾 而这样一个宛若战神一般的何太 此刻却跪倒在 刚刚打了何弘成的人面前 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一刻 他们傻了 何弘成在愣住的下一刻 冲了过来 伸手握住何太的手 爹 你别打了 何太依旧是一巴掌一巴掌 忠实执行着机钱的命令 这一刻 何弘成不干了 站起身怒视机钱 你这个混蛋 究竟对我爹施掌了什么妖法 你快让我爹停下 弘成 不得无礼 跪下 还不等何弘成对着机钱发飙 何太就拉扯了一把何弘成 何太的冷汉都要留下来了 这机钱 可不是他们何家能够得罪的 这口气 他只能忍着 忍到日后 抓住了机家的把柄 忍到皇主对机家不再隐忍的那一天 到时候机家倒台后 他会让机钱跪倒在他的面前 把他沾满污泥的血给舔干净 他相信 只要那件事情做了之后 皇主绝对会痛恨机家的 原本他还不想接这个任务 可现在为了出这口气 他决定做了 机家 给我等着 很快就是你的死期 爹 何弘成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何太 不敢相信 他爹会让他对自己的仇人下跪 那可是打了他几巴掌的仇人 之前 他爹不是告诉他 但凡是跟他们有仇的人 都要在第一时间摁死吗 不要让自己的仇人成了气候 那现在他爹为什么不把这个仇人摁死 我不要 我才不要跪拜他 他有什么资格让我跪拜 何弘成把脸转到一边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听劝 何太拳头攥紧 他平时是真的太宠这个儿子了 宠到都敢违逆他的话了 他一把按住何弘成 把他给摁得跪倒在地 一边强行摁着他 给机钱磕了几个响头 这才凑到儿子的耳畔说道 他就是机钱 机成道跟常公主的儿子 皇帝陛下的外甥 我得罪不起 第58章 出大事了 何弘成听到何太的话后 整个人因为害怕而抖了起来 之前他父亲就被机钱给狠狠打了脸 那天晚上他出去鬼混 喝得醉熏熏的 还抢抢了一个名女回家 恰好他要在客厅办事的时候 父亲回家 还狠狠揍了他一顿 当时他父亲一边揍他 还一边咒骂着机钱 这也是他今年来影响最深刻的影响 当时他还在心中 暗暗把机钱给裂到了 最不能得罪的人之一的名单了 谁知道现在他竟然就招惹了他 何太见何弘成不再反抗地跪了下去 而且整个人害怕地颤抖时 心里总算是松了口气 你们这是 在房间里听到外面响动 生怕有些瞎了眼的人得罪了自己的表弟 穆湛英舍了花魁 从房间走了出来 见到的就是红甲军何太 率领着自己的儿子跪倒在表弟面前 何太跟何弘成见到穆湛英的刹那 抖动得更厉害了 尤其是知道事态的何太 都快要被吓哭了 他 何太见到太子爷逛花楼了 当时皇主可是下了死命令的 皇家子孙绝对不能逛花楼 已经发现严惩不待 今天他却见到了 他这个统领的位置 今天算是坐到头了 而且不仅坐到头 甚至还极有可能会因此丢掉性命 现在太子爷都出面了 他不行礼也不是 于是他对着穆湛英狠狠磕头 参见太子殿下 哟 何统领 你率领红甲军出现在 这究竟是为何 该不会是要把本宫抓去面见父皇吧 穆湛英边说边走到了何太的面前 臣不敢 何太身子抖得更加的厉害了 也把身子贴得贴得更紧密了 臣今天什么都没有看到 臣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哦 不说出去 也就是说 你不会告诉父皇 穆湛英笑得更加灿烂了 臣 不敢 哦 你真不告诉我父皇啊 可这样一来 何大人 你这可算得上欺君了 穆湛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拍了两下巴掌 来人 把何大人捉拿进监狱 并且把今天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本宫父皇 穆湛英话音落下 两道身影骤然出现在了何太的身后 把何太父子都给抓了起来 就在他们被两个暗卫给抓住的刹那 何太挣扎高呼 殿下 臣错了 臣不该威胁殿下 还请太子殿下放过臣 这一刻 何太的内心是难以置信的 他不知道 穆湛英敢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皇主 要知道 皇主对于违背他命令的人 向来都是严惩不待的 包括皇子 在皇主的眼中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而且皇室众人更加需要自律 威胁我 就你也配 穆湛英冷笑 带走 穆湛英话音落下的刹那 何太被暗卫抓走了 今天这一件事情 不管是谁错了 他都必须要牢牢地站在机前的身后 一来 这是他的表弟 二来 皇室有求于鸡家 更何况鸡钱还是第六组的宝贝 若是得罪了鸡钱 那就相当于开罪了几家第六组 到时候第六组仪器之下 就不会给皇室制作阵盘 专心搞一个能压下大昆皇朝的阵法了 不管是哪一个理由 都足以他站在机前的身后 成为他坚强的后盾 表弟 你没事吧 等何太被暗卫抓走后 穆湛英上下打亮了眼机前 见他没有事 心底也算是松了口气 何太向来勇猛 若是说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伤害表弟的事情 表弟一定要如实跟我说 我必然对何家严惩不怠 穆湛英神情严肃地对机前说道 没事 机前笑了笑 看了眼被带走的何太 眼神忧伸了几分 看来帝皇之家是知道何太的所作所为 恐怕一直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多半是要等着收割一波大的 没有就好 穆湛英拍了拍机前的肩膀 你继续 穆湛英转身进入了室内 他还没有惊心呢 一天被打断了两次雅兴 这让他憋了一肚子火 且还没有办法地对机前发火 只能发泄到他该发泄的地方去了 等穆湛英离开后 机前的眼神闪烁了下 第一话楼的歌舞技也在第一时间围上了机前 并且对他比之前更加的殷勤了 太子殿下他们无福享用 可这个太子殿下的表弟 这个连何太的脸都敢打的少年 他们一定要争取到手 说不定他心情大好之下 就帮他们赎身了 如果能为他诞下一子伴女的 那更加会母瓶子贵 这一刻 这些见惯了风浪的女人 心动 生动 拿出了十二分的手段来挑起机前的浴火机前 却犹如老僧入定一般 任由这些姑娘们使劲浑身解数 却依旧没有挑动机前 非但没有挑动机前 反而被机前的咸猪手搞得浑身发软 可偏偏机前就是不碰他们 他们都有些怀疑 机前这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世家子弟 是不是那方面不行了 等把他们搞得波涛汹涌的时候 机前很无辜地割下一句 姐姐们 我还是一个少年呢 有些事情还未成年 不能做 会很伤身 一句话 觉得这些第一花楼的姑娘们的妄想 心底更是吐槽机前 有些世家子弟十四五岁的时候 都已经是个中老手了 就他保守 然后有一部分割机 因为他这话 找了理由退了下去 能看不能吃 反被他调戏 他们可没有时间在这里陪着他 机前目光扫了眼 那些退下去的歌姬一眼 脸上带着温温和和的笑 只是这笑容未达眼底 就在这时 孙公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见到坐在大厅里 观看着歌姬舞姬唱跳的机前 连忙对他行了一礼 机公子 太子殿下在哪里 出事情了 机前指了指对面的房间 孙公公对机前扶了扶身 连忙冲进了房间 不一会的时间 木战英穿着衣服 匆匆飞了出来 他刚飞出来 经过机前时 拽起他的胳膊 表弟 大昆皇朝大兵压境 父皇让你跟我 一同去一趟皇宫 第59章 而陈怨前往一站 机前眉头一挑 还不等他说出拒绝的话 木战英就拽着他 飞向了皇宫 孙公公则是悠闲地 跟在了他们身后 等他们抵达太和殿时 已经有一群臣子 在那里跪着了 坐在龙椅上 看着正在议论的朝臣 却争吵不出结果的 木熊怀的脸色有些阴沉 太子殿下道 就在这些人争吵不休时 门外传来了太监的声音 喧 木熊怀的脸色 总算是好了点 木战英带着机前 走入了朝堂中 这些人见到木战英 带着机前这个陌生人进来 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议论 他们都不解 太子殿下 为什么会带着一个陌生人 来太和殿 这里可不是随便的阿猫阿狗 能够进入的地方 他们这里的 要么是在军营出生入死 立了不适的功勋 才站在这里 要么就是寒窗苦读十年 过五关斩六将 才能拜入朝堂 现在一个白丁 却踏入了他们朝圣的殿堂 这就让他们心生不喜 儿臣拜见皇主 草民拜见皇主 唉 朕的好外甥 快快请起 来人 次座 还不等机前拜下去 木熊怀反倒是开口拦住了他 木熊怀这一句好外甥 让那些原本还颇有威慈的大臣们 心中再也生不出丝毫的不满 直接在心底说了一句 既然是皇主的好外甥 那没事了 上朝义政 就算是他坐在皇主的龙椅上 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初皇主有多宠爱自己的妹妹 这是众所周知的 爱屋即屋之下 喜欢外甥 那就很正常了 在他们心里富匪的时候 机前还真的就跪到一半 听到木熊怀这话时 直接站直了 那些偷偷打量着机前的官员们 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能跪到一半就 直接站起身来 看来这机前一开始 就没打算真跪下去 好了 你们继续 等机前坐下后 木熊怀的目光看向了众臣 可有人愿意前往与大空皇朝一战的 镇官大将军 现如今独目难知 想要拦住大空皇朝的精兵 还需要派出两支精英大军前往 镇东 西 南 北四大将军 在边疆不能动 现在 你们可都商讨出结果来了 自从得到大空皇朝 要攻打大前皇朝时 木熊怀就让这些人 开始商讨出一个流程出来了 这都快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这些人都还没商讨出结果 他只能使出他的后招了 回应木熊怀的是 这群大臣们的沉默 这些大臣们也是听到了消息 而且听到的消息 比木熊怀这个皇上 还要更多一点 他们都知晓了 此次大空皇朝 可是派出了他们最精英的军队 是神军 是神军 可是比他们大前皇朝的天阳军 还要更深一筹的存在 他们都感觉 大空皇朝肯定是疯了 一开始就派出了精锐中的精锐 这让他们拿什么扛 木熊怀的目光 一一在朝堂上的大将脸上扫过 但凡是被他看到的将军们 都低下了头 尽量隐藏起自己的存在感 生怕被木熊怀点到名 对上大空皇朝的是神军 根本就没有任何赢的可能 木熊怀眼底闪过一抹失望 果然 这些是听到了风声了 这怕死的模样 朕也不瞒着你们 朕这次得到了消息 大空皇朝派出来的军队中 有是神军的存在 所以现在有哪位将军 愿意前往吗 回应木熊怀的 依旧是这群武官们的沉默 文官们此刻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们也都很好奇 大空皇朝现在是发了什么疯 派出是神军 来攻打他们大前皇朝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一开始 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 直到是神军抵达皇朝的边境 跟正官大将军干起来 露出了他们恐怖的 正对能力后 他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这原来是大空皇朝的是神军 他们跟神军碰上 那绝对是有去无回的 对这一战 他们没有任何的把握 所以他们不愿意出战 父皇 而臣愿意前往 就在这些武官们沉默不语 木熊怀的脸色难看至极时 木战英站了出来 对木熊怀跪了下去 木战英这一战出来 原本迟迟不肯出列的武官们 顿时面有愧色 可他们的脚步 依旧死死地定在原位 皇主 这万万不可啊 太子殿下身子金贵 可不能有任何损伤啊 太子殿下 我们大前皇朝人才极几 再如何 也不能让您涉险啊 相比起武官们的懦弱 文官们反倒是不干了 立刻持反对意见 皇主 既然他们大空皇朝派出了是神军 我们也派出我们的天阳军做应对 否则西南边境危险了 是神军再加上他们的是神镇 那真的是越战越勇 一亿敌百的存在 如果不及时派兵出去的话 大前皇朝恐怕要背下好几成 穆雄怀没有理会这些文臣们的意见 冷漠的目光 依旧紧紧锁定着那些垂着头的武官身上 两久之后 他收回了目光 好 此战 朕的皇儿挂帅前往 可还有其他人从旁协助 穆雄怀的目光 落在了那些再朝的世家子弟身上 这些世家的人 目光再次躲开了 太子 既然你要一战 朕特派扬回 侯申两位将军 携三十万精兵从盘旁协助太子 你可还有什么要求 提出来 正义应满足 穆雄怀的目光落在了穆战英的身上 对于自己这个儿子 虽然平时爱去烟花之地玩闹 但到了关键时刻 再没有人愿意领衔这个苦差事实 愿意站出来 他还是十分欣慰的 所有人都知道 跟大昆皇朝只有准备的一战 他们这突然应战必然吃亏 而天阳军跟士神军也是有差距的 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穆战英依旧肯前往 这足够让他欣喜 而臣还真有一事相求 而臣希望此次战争 能得到姬前表弟的相助 穆战英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一提出 满朝文武哗然了 所有人都看向靠坐在那里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个灵果 在那肯得起劲 看戏看得入神的姬前身上 这么一个看起来 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太子殿下怎么会特别提出来 让他前往参战 第六十章 大前皇朝迎战 姬前听到穆战英这话 手中的灵果瞬间就不香了 玄机 穆雄怀笑眯眯的看向姬前 好外甥 这次就让做副帅 辅助你表兄 前去与大空皇朝一战 这是国战 身为大前的子民 身为朕的外甥 为了咱们大前 择无旁贷必须钱 这话说完 看着正住的姬前 穆雄怀心中得意 他就知道 这个孩子想要偷懒 这件事情 他无论如何 都要把姬家给拉扯下水 不为了别的 就为了姬家的那套阵法 姬前心中此刻却是 好好好 这样子道德绑架是吧 他去 可是 谁说去了就要出力 他才没有那么傻 就算去了 他也要继续摆烂 但是吗 舅舅啊 我不过是一个 助激进的小卡拉米 何德何能够统帅三军 做一个副帅 你看我修为又弱 又不懂得打仗 这不是带着士兵们去送死吗 不行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别说服众了 我自己都不服气啊 姬前指了指在场的武官们 更何况 我们泱泱大前 那么多的猛将在 怎么也轮不上 我这个流里流气的二世祖啊 一个统帅 那是要带着自己的兵去打生仗的 可不是去送死的 舅舅啊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但凡是被击前指盗的人 都低下了头 赶紧回避 生怕被皇主给点名 至于已经被点名的杨回 侯申两位大将军 也是黑着一张脸 对慕雄怀说道 皇主 他言之有理 打仗不是二戏 还请皇主收回成命 本来要面对上大空皇朝的是神军 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底气 如果再来一个胡乱指挥的副统帅 这不是拿着他们的命而戏吗 摆烂点 一千 朕逐意已定 慕雄怀目光扫了眼其他的武官 或者说 还有哪位将军愿意自见 不是他说这些憨批 一个有能力 且愿意前往的都没有 但凡是有能力的 也不会像是这般朵朵闪闪 贪生怕死的模样 此次战争过后 他定要重新整顿三军 把一些有能力的军官给提拔起来 至于这些垃圾统统给他滚蛋 另外 也要查一下这些武官们 就算是有些跟世家沾亲戴故 也要清理出去了 所有武官都不敢回应慕雄怀 更加不敢站出来 所以 这事就这般定了 退朝 慕雄怀站起身离开了太和殿 等慕雄怀走后 整个朝堂哀嚎生一片 所有人都不看好慕战云跟姬钱 慕战云还好点 他经常有上战场 也算得上是年少成名 至于姬钱 他是谁啊 姬家有名的街溜子 这样的人能带兵打仗 完了 这次 我们真的要完了 皇主这是完全放弃了这一战了吗 危险了呀 在这些大臣们 凑在一堆哭丧吐槽时 慕战云已经搂着姬钱的肩膀 表弟啊 这一次可就要你好好协助我了 我 还不等慕战云把话说完 姬钱却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表兄 这次可真的要完蛋了呀 你想想我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舅父却给了我这么重要的位置 我像是那种能打仗的吗 这去了 岂不是要被人耻笑 耻笑也就罢了 肯定没有人愿意听我的命令啊 你看 要不你再找一个更加强大的 有指挥能力的人才来指挥 这场战争 放心吧 表弟 这一战非你不可 你就不要过多的担心了 开什么玩笑 让姬钱离开了 他们的计划可就失败了 他们还希望姬家的第六组 能够尽快地给他们弄出来 一个能搞死大昆皇朝的阵法 姬钱既然是姬家第六组感情好 那借由这个由头 肯定能让姬家第六组 拿出压箱底的阵法来 至于助阵的事情 只要给他们几天的时间 就足以让天阳军重组大阵 姬钱瞥了眼穆湛 因他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表弟 我是你表兄 我们还是会害你吗 放心吧 这次我们有必胜的把握 否则 我父皇也不会把我丢到前线去不是 我可是大前皇朝的太子 这若是送到前线 不是容易没了吗 穆湛英为了把姬钱忽悠到前线 极尽能力地忽悠 只要把自己的表弟忽悠到前线去了 姬家才会紧张 才会出力 所以他也会以身犯险 姬钱瞥了眼穆湛英 他有理由怀疑自家的舅舅 是想要重新搞个小号培养 所以先把这个好色的大号给注销了 只是这话可不能说 他暗中数了下自己储物戒指的保命装置 再看看自己的属性表 姓名 姬钱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气运 高 百烂点 二十二万两千零二十 丹道 未入门 镇道 圆满林 十万 福道 圆满林 十万 气道 圆满林 十万 玉兽 圆满林 十万 剩余契约兽 一 五 二十二万的属性点 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底气 大不了到时候搞不定的话 直接把镇道点到大圆满 他摆出一个大镇 搞不死他们 这就是他的底气 看不能忽悠到穆战英 他只能作罢 于是当天晚上 他们点兵准备乘坐黄城的单向传送镇 传送到边城 这一次 穆雄怀拨过来的三十万大军 加上穆战英的十万私兵 再加上五十万的天阳军 一共九十万大军 所以这一波传送 所需耗费的零食数量 是惊人的 每次大战 都会导致国库疯狂燃烧 就在他们 准备通过排传送抵达边境时 整个边境 已经被大空皇朝的军队给包围住了 镇官大将军 魏弘辰率领着十几万精兵 赋予顽抗 誓死守卫边城 不让大空皇朝的军队入侵成功 魏将军 我们最多还能守住一天 如果皇主还不派人来增援 我们将全部战死 实在不行 我们退到山海关吧 副将此刻有些绝望了 他们今早就用特殊的传送阵 把大空皇朝入侵的事情 传送给皇主了 可现在还没有大军来支援 有大空皇朝的是神军存在 他们现在基本都是用人命来拖延事件 拖延到皇主他们派人来 派天阳军来对上是神军 这样 他们还有三成的几率 能够打胜仗 第61章 支援边境 不胜不归 不能退 站在城墙上的魏红尘 扶着城墙 看着大空皇朝的士神军 宛若绞肉鸡一般地 绞杀着自己带出来的兵 眼神坚定中却透露着悲痛 我们誓死都要守住这里 如果编城失守 一旦皇主派来的军队抵达这里 将会让他们陷入到 父辈受敌的状况中 我们将会是整个大前皇朝的罪人 所以绝对不能退 打仗不是儿戏 一旦他们退离这里 皇主再派大军过来 大昆皇朝在传颂阵四周 派人驻扎埋伏 他们出阵的第一时间 就是他们的死期 所以他们只能坚守 坚守到皇主派的人过来 将军 副将人都骂了 皇主都那么久了 都没有派人来 肯定是知道 就算是派了天阳军过来 也绝对守不住这里的 我们撤吧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兄弟们死在这里 您看看 每时每刻 都有我们的兄弟身死 我们根本就不是 大昆皇朝的对手 这些大昆皇朝的人 发什么神经 为什么要对我们 大前皇朝出手 这些兵 虽然不及皇朝的杀手 捡天阳军 可这些孩子 也是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 实不可多得的精兵 只要假以时日的培养 很大一部分人 到时候 都可以进入天阳军的 这些可都是 天阳军的后备役啊 可现在这些后备役的精兵 就这样死在了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场上 正观大将军闭上了眼 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些 可他没得选 他只能去赌一把 赌皇主会派人来支援 去赌这一个可能 身为大将军 在接到任命的第一天 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边关在 他在 边关毁 他亡 只要他没死 这边关就不能失手 所以他不能退 杀 就在魏红尘闭上眼的时候 剧烈的喊杀声 在他耳畔响起 眼瞅着是神军 就要杀到城墙下 就要攻破城墙 进入边关 在这紧要关头 一股恐怖的传送波动 在魏红尘的身后出现 无数整装待发的军队来了 将军 将军 你快看 皇主来支援我们了 副将转头看去 一把激动地捂住了嘴巴 沾满血的脸上 被泪水滑出一条血痕 他摇晃着魏红尘的胳膊 喊道 还有天阳军 好多人 魏红尘笑了笑 他就知道 皇主是不会放弃他们的 在魏红尘满怀欣慰时 天阳军在他们统领的指挥下 加入了战场 原本一边倒的战争 在天阳军加入的情况下 立刻转位为安 大前的天阳军 对上了大昆的士神军 虽然天阳军跟士神军的战斗是三七开 但是那也不是一下子就会出现胜负点的 魏将军 您先让您的兵退下来休息 让我们的人先顶上去 该轮换一下了 身披红色铠甲的慕战英 来到了魏红尘的身边 魏红尘转头看向慕战英 就要给他跪下 太子殿下 慕战英一把扶起魏红尘 魏将军不必多脸 这场战争 我来接管 还请魏将军协助我 这一战 我们不胜不归 不胜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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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战英身后的司兵大声吼道 声音阵战边城 好 魏将军点头 开始指挥让他的人退下 另一侧的慕战英 则指挥着他带来的军队包抄过去 进场补控 并且把敌人给对回去 有天阳军的人对上是神军 所以现在 他们要面对的 就是大昆皇朝的精兵了 普通兵种跟精兵兵种 向来都是大昆皇朝的强项 所以在对上大昆皇朝的精兵时 大昆皇朝的精兵 在两人通力指挥下 反倒被他们打得节节后撤 这一刻 魏红尘的呼吸都是急促的 果然大昆的天阳军抵达后 他们的状况就好转起来了 最重要的是 大昆皇朝没有放弃他们 而且一次性就派来了50万的天阳军 50万 这几乎是大昆皇朝天阳军的 三分之一的数量了 这一次 大昆皇朝也只是派了12万的是神军加入 这也是为什么 在天阳军加入的刹那 就能挡住是神军绞杀的原因所在 战阵不如是神军 他们就用人数取胜 而最让魏红尘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 皇主不仅派来了50万的天阳军 还把太子殿下给委派了过来 这也给他们提振了极大的士气 在魏红尘看着即将打胜仗 呼吸急促时 穆战英指着身边吊锒铛 差点就要挂在他身上的机前 对魏红尘介绍到 魏将军 他便是此次的副帅姬家的机前 姬家 魏红尘眉头一皱 又是世家的人 每次世家的人加入的时候 就好像是一粒老鼠屎 放入了一锅汤里 这些世家子弟干啥啥不行 拖后腿还有争弓的时候 却是第一名 他对这些世家子弟 没有任何的好感 再加上机前一副眉骨头的样子 更让魏红尘反感不已 而就在魏红尘皱眉时 机前找了个不妨爱人的角落 把逍遥已从储物戒指中取了出来 躺了上去 手中又出现一个灵果 吭哧吭哧地啃着 另外又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箩筐的灵果 递给了身边的宫女洛无双 他正是天恒宫派到 穆湛英身边的间谍 此次出生前 机前特意跟穆湛英讨要过来的 穆湛英现在对机前那 必然是有求必应的 虽然洛无双 已经是他实际意义上的女人 但是自从上次机前提醒他之后 他就让人去调查洛无双的来历 还真让他调查出一些眉目来 比如说 这洛无双竟然是大黎皇朝的人 当年大黎皇朝边境有大灾 逃难到他们国家边境安家的 而他还跟宫里太后身边的老宫女有所联系 在一次老宫女回边境时 把他给带进宫中 这是表面上的资料 但是他查得更深了点 他顺藤摸瓜之下 竟然查出这洛无双 竟然跟大黎皇朝上书府的高尚书有关系 他也就查到这里 就被父皇给委派到边境来了 估计等他回去之后 就能知道 属于这个洛无双 更多深层次的资料了 第六十二章 战阵到手 冲 也就在这时 大昆皇朝明经收兵了 边关守住了 这一刻 众人欢呼不已 他们成功让大昆皇朝退兵了 相比起众人的欣喜 穆战英的眉头却微微皱起 他们只是被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等他们重整旗鼓后 将会对我们发动第二波猛攻 魏红尘也在一旁提醒穆战英 他真怕太子殿下 被这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而忘记了防备 嗯 穆战英点头 我们也是为了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 魏红尘满脸不解地看向穆战英 天阳军都在这里 正常情况下 他们应该乘胜追击 痛打大昆皇朝 而不是坐以待毙 可现在 既然是穆战英做主帅 一切命令都需要穆战英发号施令 魏红尘也把自己的想法 跟穆战英提了出来 魏将军 这次跟以往不同 我们再等一个机会 等大前皇朝能够完胜世神军的机会 说不定这一战 我们大前皇朝的天阳军 就要站起来了 穆战英在说这话时 眼底充斥着光芒 他父皇估计 现在已经在跟机家恰伤了 就看看他们恰伤的如何 如果恰伤的好 估计他们天阳军 很快就能彻底碾压世神军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拖延到他父皇 从机家手中拿到 能够对付世神军的战争 所以现在他们最希望看到的 不是大昆皇朝 跟他们一直在那里战斗 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 来等待他父皇 跟机家商谈出来一个结果 魏红尘却被搞懵了 在穆战英他们在这里等待结果时 穆雄怀已经找到了机家 并且联系上了机家的第六组 什么玩意 听到大显皇朝要阵法 并且机前已经被弄到了前线去时 机风伟嘴角微微抽搐 把手中的阵旗往地上一丢 他都还没有研究 透彻机前给他的阵法 这皇族就要了 是的 您没听错 他们需要阵法 而且取下了很多的好处 可以说 约等于我们机家未来一百年 整体所消耗的资源了 而且我们机家跟皇族 将会更加的紧密 所以如果第六组 您如果有空闲的 且能够对付大显皇朝的阵法 您一定要帮帮忙 他心底却是非常清楚 他家第六组有阵法的 就是不知道 第六组愿不愿意给他们了 机风雷冷哼一声 好好 这样子完事吧 他们要 老子就给他 但是别想老子教他们 机风雷把一套战阵 甩给了机家家主机成家 甩过去后 机风雷冷声道 老子忙着布阵 别来反老子 否则你们自己来布置这里的阵法 老子不管了 机成家得到他给的阵法后 满口答应 好的 六组您忙 跟机风雷聊完后 得到了阵法 机成家再次跟穆雄怀讨价还价 最后盘到了更多的利益后 才把那套两一阵交了出去 得到阵法的穆雄怀 踏应两份后 一份传给了刘昌明 另一份传给了前线的穆战英 得到阵法的穆战英 第一时间就把阵法 给传给了天阳军的统领 并且命令他们加紧训练 早就得到穆雄怀命令的天阳军统领 也在第一时间安排起来 让自己的兄弟们 按照这战争操练了起来 谁也不知道 大空皇朝的士神军 啥时候就攻打了过来 虽然还不熟悉这个战争 但是只要不断地熟练这阵法 就可以知道这阵法的妙用变化 这就是战争的作用 只要熟练了 就可以运用 另外一边 他也相信刘天官会钻研的 等钻研出更多的变化妙用后 刘天官也会第一时间告知他们 在穆战英把战争给了天阳军统领后 在天阳军统领熟练阵法时 他捧着阵法来到了姬钱的面前 表弟 你对这阵法熟悉不? 穆战英此次来 就是想要从姬钱这里套出来的 这战争的变化 第六组不愿意把具体的妙用 给他们穿过来 那他就来看看姬钱是否知道 躺在逍遥椅上 吃着落无霜给他递到嘴边的葡萄 他瞥了眼姬钱递到面前的战争图纸 哦呼 这不是他刚给第六组 传送过去的朱雀战争吗 哦 不知道 你也知道我对这方面的东西不感兴趣 姬钱连连摇头 看到这个我就头疼 拿走 拿走 想到要交一群人战阵 他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这简直是要他小命的节奏 他要把摆烂进行到底 摆烂点五千 姬钱眼睛一亮 这此摆烂点还给的挺多的 穆战英狐疑地看了眼姬钱 他有理由怀疑 姬钱故意装作不会的 他可没有错过 刚刚这个表弟看到阵法时的反应 这根本就不像是不会的样子 倒像是看到了熟悉的东西 然后假装不知道的样子 想到自己的表弟 那习惯性百烂的习惯 穆战英就一阵头疼 看来 他要攻略一下自己的表弟 表弟 你也知道这一战 对于我们大前皇朝的重要性 如果这个边关被大空皇朝攻下了 这对于姬家而言 也是极为不利的 这里再过百里 就是你们姬家所管辖之地 你觉得 依照大空皇朝 对我们大前皇朝的态度 他们会绕过姬家 来攻打腹地吗 况且 你们姬家跟大空皇朝 可是有过过节的 当年 你父亲娶你母亲之前 跟那大空皇朝的一个郡主 有过一段感情 准确地说 大空皇朝的护国郡主 喜欢上你父亲 可你父亲却不喜欢他 反而爱上了你母亲 那郡主因爱生恨 一有机会 就会挑起战争 哦 对了 忘记跟你说了 大空皇朝的是神军的统帅 就是那护国郡主的亲兄长 姬钱 见到姬钱沉没了 穆战英以为说动姬钱了 立刻加了一把劲 表弟 你想想啊 这事情可是国仇家恨 再加上私仇 这事情 若是我有能力的话 我绝对会出手的 穆战英在说这话时 双眼紧紧盯着姬钱 就希望姬钱能够松口答应下来 就在姬钱想要继续摆烂时 门外顿时传来了一阵慌张的声音 爆 大空皇朝再次带领大军冲过来了 这次有足足四十万的是神军 第六十三章 轮回进高手出手干预 穆战英眉头皱了起来 原本他还以为大空皇朝退去后 最少再过两天才会派兵增援 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 让天阳军熟练这个新的战争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大空皇朝的支援会那么快 这时得到消息的天阳军统领 也派了人过来 大帅 我家统帅 我们天阳军迎战 此刻天阳军依旧在紧张的排练战争中 就凭借天阳军的另行禁止 他们已经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排练了一次 也是这一次 给了天阳军统领莫大的信心 他看到了这个战争的强大 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熟悉 他有实诚实的信心打赢是神军 那就战 慕战英起身向门外走去 临出门前 他转头看了眼姬前 眼底有些无奈 如果姬前愿意分享战争的用法 那这一战 他就更加有把握了 姬前目送慕战英离开 等他离开后 落无双眼珠子一转 对着姬前就是一顿开劝 姬公子 您为何不帮我们家太子一把 他毕竟是您的表兄 况且这次是他挂帅 您挂副帅 帮他就是帮您自己啊 姬前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我倒是很好奇 您又是站在哪个角度 对我说这话的 落无双心底一紧 他是不是看出来了什么 他一脸无辜地对姬前笑了笑 奴家不知道姬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奴家自然是太子殿下最忠实的奴婢 姬前笑了笑 没有接他这话茬 起身向战场走去 等姬前抵达战场时 天阳军已经跟是神军干起来了 大昆皇朝的精兵 自然也跟大前皇朝的精兵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天阳皇朝在跟大昆皇朝的第一战 就用上了刚学的阵法 战阵一转变 穆战英的目光就看向了天阳军的统帅 山统领 这战阵 回禀太子殿下 末将决定更换战阵 最好磨练战阵的地方就是在战场上 今日末将就要用天阳军的血 来铸就这新的战阵 五十万天阳军若是用上原来的阵法 对上四十万的士神军 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 被视神军斩杀于战阵中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 他决定试一试这个新的阵法 好 天阳军就全权交给山统领统帅了 需要我配合的地方 也及时跟我沟通 穆战英点头 把天阳军的统帅权交还给了山统领 是 山统领倒是颇为意外 穆战英愿意放权 得到权力的山统领 立刻施卫了起来 把天阳军跟视神军的战阵往外挪 天阳军的战阵变换 作为老对手的视神军的统领 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而且这一次交手后 他也确实发现了问题所在 以前他们遇到天阳军 那纯粹就是嘎嘎乱杀 可现在想要斩杀一个天阳军 都变得极为的困难 只是能中创 却不能杀 甚至他们的视神军在跟他们对手时 还会有所损伤的程度 于是他在指挥视神军的士兵们 辩阵以对 天阳军辩阵了 情况有变 大家谨慎点 视神军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什么时候 天阳军变得如此难搞了 另外一边 大前皇朝的精兵 更是压着大昆皇朝打 机前走到城墙上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大前皇朝跟大昆皇朝 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幕 穆战英更是第一时间 紧紧地握住了机前的手 表弟 你快看 我们大前皇朝 终于不会被大昆皇朝压着打了 他兴奋之情 已经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 第一次 这是天阳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压着大昆皇朝打 而这第一次出现在他穆战英的手中 这如何不让他激动 兴奋 机前挣脱开穆战英 握着他的手 表兄 先别激动 看看再说 你不懂 表弟 你根本就不懂 我们大前皇朝 被大昆皇朝压了多少年了 今天终于有翻身的机会了 这如何不让我激动 穆战英指着天阳军所在的地方 而且现在天阳军 还只是初步地学习了 机家第六组的阵法 一旦让他们熟悉这阵法 将会更上一层楼的 到时候 完全碾压着大昆皇朝的事 神军打势 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将会载入史册 他将会在史册上留名 这如何不让他激动 机前目光却落在了大昆皇朝的 是神军身上 他总感觉 事情没有那么的简单 就算 机前看了眼身边的洛乌霜 他只希望 事情不会是他想的那般 到时候 那就真的好看了 就在天阳军 在不断地用战争是错 且越来越顺畅 开始反压着 神军打的时候 一股恐怖的威压出现了 直接把整个战场给压制住了 这威压出现的刹那 所有人都停滞在原地 穆战英在这股力量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抬头往天上看去 眼底里泛起了难以置信和惊恐 轮回进高手 不是大家都已经约定俗成了吗 金身进以上的高手 不得加入战场 现在大昆皇朝派出了金身进高手参战 是连脸都不要了 大昆皇朝公然破坏公约 这是穆战英没有想到的 因为一旦破坏公约 等待他们的 就是其余四大皇朝 合力攻伐违反的势力 或者皇朝 而且这个时候 穆战英看清了漂浮在虚空中的轮回进高手 当他看到那个轮回进高手时 愣住了 怎么会是他 大昆皇朝的轮回进高手 也是唯一一个 不被任何规章制度约束的柳金花 因为惹急了他 他是真的敢先捉板的 而他 还是大昆皇朝当今皇后的亲奶奶 大前皇朝的画室人 给老娘滚出来 交出老娘的增外孙女 老娘便放了你们 否则 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 柳金花一出现 就压力全开 把这些人都压在原地动弹不得 柳金花视线在人群中搜寻了一圈 最终定位在了穆战英的身上 他一个闪身来到了穆战英面前 你 说话 前辈 你家增外孙女跑我们大前皇朝 人海茫茫的 我们怎么知道 谁是你的增外孙女 这让我们怎么找 第六十四章 笔身份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穆战英觉得 柳金花完全是在无理取闹 人海茫茫找一个人 就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更何况 最重要的是他增外孙女 跑到他们大前皇朝来 一开始又没有通知他们 现在让他们找 这完全就是在无理取闹 我不管 反正 你们要是在一天之内不找出来的话 就休怪老神不客气了 就算你们的准地 大帝高手前来 老神也肯定会在他们出手的前一刻 把你们都给杀了 到时候 你们的人若是动了我 那就相当然 如果你们大前皇朝 想要掀起大前跟大空皇朝的全面战争 我们大空皇朝奉陪到底 柳金花这话一出 穆战英无语了 他想说的是 你以为你杀了我 就不会引起大前皇朝 跟大空皇朝的大战吗 恐怕到时候 人脑袋都要打出狗脑袋 也就在穆战英无语时 鸡前咳嗽一声 对柳金花招了招手 前辈 你先别急 你确定你要杀了我们吗 他是大前皇朝的太子 你如果杀了他的话 那就真的引起了大前皇朝 跟大空皇朝的大战了 穆战英 现在是比拼身份的时候吗 这婆娘知道 他是大前皇朝的太子后 绝对会痛下杀手的 他这表弟 害他 就在穆战英要抓狂的时候 就听到鸡前指着他自己的鼻子 嚣张至极的对柳金花好道 还有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 姬钱 家父姬成道 有大帝之姿 老祖姬逍遥 准帝及强者 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帝老圣主 你敢跟我表兄吗 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现在 你还以为你自己的身份很高吗 你曾孙女算个屁啊 姬钱这一顿喷 差点把柳金花喷得绝过去 可偏偏 他看向姬钱的时候 确实有所忌惮 大前皇朝那一群人 他不忌惮 可是姬家一大家子 都是老六啊 还非常会偷家 如果他招惹上姬家的话 那简直就是给大空皇朝 招来了一堆恶心人的玩意 到时候 整个大空皇朝 恐怕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最令他感到棘手的是 在整个边关所有人 都被他的威压压制住的时候 就只有姬钱一个人活蹦乱跳的 这人身上 绝对有什么特殊的法器 柳金花气的嘴角抽出了下后 还真就受了自己的神通 不再威压大前皇朝那边的人了 大前皇朝的士兵在脱困的第一时间 对着大空皇朝的人 就是手起刀落 咔咔一顿砍 大空皇朝的人 傻眼了 因为这个时候 柳金花压制在他们身上的力量 还没有撤掉 他们艰难地看向柳金花 这个刘老太婆 几个意思 还不把我们身上的压制去掉 再被大前皇朝的人砍下去 他们可就要全军覆没了 你怕不是大前皇朝派来的奸细吧 姬钱暴毙在胸 一脸傲娇 哼 怕了吧 怕了就好 还有你说 你曾外孙女跑我们大前皇朝来了 怎么 我们大前皇朝 还要管你大空皇朝的人的死活啊 就为了你那所谓的曾外孙女 就对我们大前皇朝动兵 你们是觉得 我们大前皇朝好欺负是吧 柳金花听着姬钱一顿逮吧 人都给逮吧骂了 他如果不是鸡蛋鸡家的那群老六 还轮得到姬钱在这里逮吧 早就一巴掌拍死了这只臭虫了 就在柳金花要发怒的时候 就听到姬钱话语一转 既然你说 你曾外孙女在我们大前皇朝 那你说说 你曾外孙女长什么样子 多大年纪了 有什么特征之类的 从哪里进入的我们大前皇朝 目的是什么 这样我们总该有一个目标吧 不然人海茫茫 我们怎么找 穆战英此时点点头 前辈 本宫表弟说的对 你想让大前皇朝找人 大前皇朝可以配合 但你总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目的 你这样一上来 就是对我们大前皇朝发动军事 这不符合大国外交 柳金花被两人赌得无话可说 但是他真的 不知道 机前意味深长地瞥了眼 身侧站着的落无霜 然后神情夸张地面向柳金花 前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告诉我们 你不知道 你曾外孙女长什么样 且不知道他几岁 来我们大前皇朝是干什么的 你就进入我们大前皇朝来找人吧 而且还是发动了大空皇朝 跟大前皇朝的战争 柳金花有些理亏了 但是他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理亏的 我不管 我得到消息称 我曾外孙女就在你们大前皇朝 还在你们的皇宫里做宫女 你们若是不给我找出来 我不管你们是大前皇朝的太子爷 还是机家的直系子弟 统统都给我死 柳金花闪身来到了机前 跟穆湛英抓了起来 总而言之 你们大前皇朝 不给我找到我曾外孙女 你们两个也别想活命 他就是这样不讲道理 当然 他不会真的 要了这两人的小命 因为他可不想得罪机家 更加不会真的让大前皇朝 跟大空皇朝的人干起来 这一切 他还是有底的 可想到自己的女儿 因为那个曾外孙女日日以泪洗面 比身为皇后的外孙女哭得还惨时 他就受不了 想到之前自己外孙女干的蠢事 他就忍不住魔后曹雅柳家 之所以能够站立在大空皇朝的巅峰 就是因为柳家的传承 靠的是女性强大的传承 只有修炼了柳家的功法 才能彻底地激发血脉 当初柳慧如对大空皇朝的皇主金日霄 一见倾心 为了成为金日霄的女人 甘愿自断传承 嫁入皇宫 金日霄看在他们柳家的面子上 给了柳慧如一个皇后的位置 令柳京华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外孙女竟然还做出了一个骚操作 为了金日霄做出来 离猫换太子的动作 明明生出来的是女儿 结果被他替换出了男的 想到这他就忍不住头疼 这他妈的究竟是什么猪脑袋 能做出这种蠢事出来 一想到这个 他就来气 而偏偏这个时候 被他抓在手中的鸡前说话了 所以老婆婆 如果你真心想要找到你的曾外孙女 是不是要把具体事情告诉我了 不然的话我们也找不到人啊 第六十五章 没想到吧 你曾外孙女竟是他 闭嘴 柳京华现在是恨透了鸡前的那张嘴 逮巴的就停不下来 最重要的是 听着还觉得有道理 鸡前干咳一声 不是 你现在把我们抓了也没用不是 而且还会计划我们大前皇朝 跟大昆皇朝的矛盾 这对于找回你曾外孙女 也是十分不利的 你想想啊 你不是完全没有仇家的吧 如果我们在你的手中 被你的仇家给暗算死了 你觉得这笔账会算到谁的手上 你看 如果我跟我表兄死了 大前皇朝会怎么做 我们鸡家会怎么做 圣地会怎么做 鸡前这一顿嘴强输出 顿时让柳京华的手停在半空中 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收了回去 就好像鸡前跟穆战英身上有瘟疫似的 穆战英无语地看了眼鸡前 他表弟这张嘴啊 成也他 败也他 柳京华副手而立 目光落在鸡前的身上 我得到的消息就那么多了 反正他说 我曾外孙女就在你们的皇宫里当宫女 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鸡前摸了摸下巴 这就很难办了呀 你又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让我们来找 这非常难找啊 你想想啊 一个皇宫伺候的宫女 没有上万也有八千 这一个个排除 这要找到猴年马月去 你可有什么办法 识别出他的身份 就是我们把人给你带到你面前的话 他倒是要看看这里面 究竟有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他现在已经断定了柳京花树的那个人 绝对是若无双 那是自然 只要把他带到我的面前 挤出一滴血来 我就可以通过秘法 辨认出他来 这如果是放在柳家的话 那更加容易 只要他认祖归宗 烧香叩拜祖宗的那一刻 祖宗的牌匾 自然可以把他的身份给照出来 那就好 既然如此 那就先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你增外孙女吧 我感觉你们两个长得还挺像的 机前把洛无双 拽到了自己的面前 对柳京花说道 柳京花 这孩子 是把他当傻子糊弄了吗 是不是都没有关系吗 我们先开始让你 熟悉熟悉流程 老婆婆你想想看啊 我们大前皇朝的宫女那么多 你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反正又不用跟你低血认清 你只要辨认他们的血液 不就可以了吗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万一眼前这个人 就是你的增外孙女呢 你说是吧 柳京花 他被说服了 他冷冷看向洛无双 把你的手伸出来 洛无双有些颤抖地伸出手 又看了眼机前 这些日子以来 机前不断地给他传输一些观念 说他如果是一个大国的公主 会如何 还不断地传输他一些知识 如果他不是很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自己就是大黎皇朝的兵部 尚书洛建黎的女儿的话 他都要被机前的话给忽悠住了 在洛无双的手伸出来的刹那 柳京花冷哼一声 手一挥 一滴血从洛无双的指尖飞出 柳京花直接施展了柳家的秘法 秘法刚出现 一株清脆的柳树 就这样漂浮在半空中 发出绿油油的光芒 原本还有些不屑的柳京花 此刻眼珠子都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了 就真的是柳家的直系血脉才有的 所以 他是 我可怜的增外孙女 这些年你受苦了 柳京花一把抱住了洛无双 就要开始在那里上演祖孙相认的感人戏码 身为当事人的洛无双一脸猛 他 真的是大空皇朝流落在外的人 这怎么可能 他下意识地看向机前 机前则是一脸似笑非笑地看向他 洛无双 他总感觉 这一切都好像是这位机家公子爷的算计 他咽了咽口水 想到这些日子以来 机前对他说那些话时的警告 还有 他看了眼手腕处的一个红点 那是机前下在他身上的一个奴仆契约法阵 只要他有任何的违背机前的意思 就会承受是新的痛苦 他是过了 然后他疼了一晚 自那以后 他就不再敢有任何的违规的举动 谁能想到他一个大黎皇朝的间谍 竟然被大前皇朝的人给控制了 最重要的是 之前大黎皇朝为了防止他背叛而下的毒 在机前给他下了奴仆契约法阵后 那钱藏在他身上的毒药就彻底消失了 现在 他又被认为大空皇朝柳家的人 曾外孙女 你现在就跟我回柳家 咱们再也不去掺和皇朝中的那些傻逼事情了 柳金花抱了一回洛无双之后 笑着摸了摸洛无双的头 此刻的洛无双还陷在混乱中 无法自拔 曾外孙女 柳金花拍了拍洛无双的肩膀 才让从那种古怪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我知道你一时间很难相信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但是你要相信 你就是我柳家的血脉 而且到了你们这一代 有你这种纯彻血脉的 恐怕也就只有圣女这一脉了 忘了跟你说了 你娘以前是我们柳家的圣女 柳金花对洛无双笑着解释着这一切 他在想 自己的这个曾外孙女 以前肯定是过了很多的苦日子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 竟然从一个小小的宫女 转眼间就会有颇天的身份 落在自己的身上 让她一跃成为了贵女 所以一时间接受不了 这一点 他是完全理解的 这如果换作是她 她也会懵的 其实 何止是她这曾外孙女 就算是她本人 也是难以置信的 谁能想到 自己想要找的曾外孙女 就这么大啦啦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跟洛无双说完后 柳金花的目光 落在了姬钱跟穆战英身上 我现在人我已经找到了 我要带回去 你们没意见吧 穆战英张了张嘴 想要说出他们两个的事情 却被姬钱一把拉住 姬钱摇摇头 没意见 您轻便 还有大昆皇朝 可以退兵了吧 姬钱指着还在跟大前皇朝 打得不可开交的大昆皇朝的兵 对柳金花说道 第66章 天阳军 圣 柳金花冷笑一声 我可指挥不动这大昆皇朝的士兵 你若是想要他们退兵 那你们就把他们打趴下去 我这次来的目的 仅仅只是为了找回我的曾外孙女 柳金花说到这 冷冷地瞥了眼机前 你该不会以为大昆皇朝出兵 仅仅是为了找回我的曾外孙女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当初他们就不会让我那不成器的外孙女 弄丢了我的曾外孙女 柳金花说完 伸手抓住洛无双 既然我曾外孙女已经找到了 就不陪你们在这里打打杀杀了 我们走 柳金花抓着洛无双飞走了 穆战英看着飞走的洛无双 跟柳金花张了张嘴 最终只剩下叹息一声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洛无双的身世 竟然那么的离奇复杂 不仅仅是大黎皇朝 潜藏在他们大前皇朝的间谍 他竟然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大昆皇朝的公主 最重要的是 他还睡了她 刚刚他想要喊住柳金花 就是想要告诉他 这洛无双现在已经是他的女人了 可却被他的表弟击前喊住了 他扫了眼 还在打得如火如荼的天阳军跟士神军 以及战场上被压着打的大昆皇朝的精兵 看来用不了多久 他们大前皇朝就要胜利了 见此 他才有心情看向身边的姬钱 表弟 你刚刚为何阻拦我叫住他们 这洛无双已经是我的人了 就这样当着我的脸被带回大昆皇朝 这实在是太丢脸了 如果这事情要让外面的人知道了 岂不是会说我是一个窝囊废 姬钱拍了拍穆战英的肩膀 从储物戒指中掏出一个阵盘 表兄 我就知道 你会想念你的贴身宫女 下次你想要见他 用这个跟他见面就好了 穆战英看着机前拿出来的阵盘 愣了下 这是 传送阵 忘记跟你说了 我这个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习惯性的对我熟悉的人 跟物品上打上传送印记 所以我就顺带的在他的身上 刻上了传送印记 表兄 你应该不会怪我有这么一个嗜好吧 穆战英 这一刻 他都不知道该说怪他 还是不怪他了 怪吧 他又确确实实 给他带来了说不出的好处 起码能够实实地掌控落无双的动向 顺带联络联络感情 不怪吧 他又在他的女人身上 给刻上了传送印记 这多多少少 让他心底有些不太舒服 可是他脸上却显得云淡风轻 你这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就不可能用这传送阵见到他了 就是不知道 他这次 回到了大空皇朝的话 是否还会接受我们大前皇朝 我就说我这是一个好习惯 以前我还以为我这个癖好很不好呢 没想到表兄 你也觉得 这是一个好习惯 我以后会尽力保持的 机前把阵法还有静止的控制方法 塞到了穆战英的手中 哦 我差点忘记了 我还在他的身上下了静止 这是静止的方法 只要有了这静止 他就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 穆战英看着手中的阵盘 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牌 他看着眼前的机前 突然间就陷入了沉默之中 在别人身上留下传送点的标记 这一点他面前能够理解 可以说服自己 这是机前怕死 可是在别人身上下静止 这一点 他是真的理解不了 他张了张嘴 还不等他质问机前 机前就开口解释了 这个是那该死的老太婆 想要带走表兄的宫女 我又怕这宫女 脱离了我们的视线后 就把我们大前的一些 不该让国外知道的情报 给传递给大空皇朝 所以出此下策 偷偷给他打了这个静止 表哥 你该不会怪我吧 穆战英 他感觉自己表弟 这问话怪怪的 但他找出什么毛病 就是感觉有点怪 他嘴角抽出了下 不怪 挺好的 他把阵盘跟静止 都收到了储物戒指里面 他转头看向了 正打的热火朝天的天阳军 根势神军 此刻是神军 已经被逐渐熟练了 战阵的天阳军 打得节节败退 且已经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穆战英的呼吸 再次急错了起来 这一刻 他心目中 对于姬家第六祖的仰慕 都已经到了高山扬指的地步了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姬家第六祖 真的能够搞出来 针对大空皇朝的阵法 最重要的还是 这阵法 还真的能够打得 大空皇朝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在他目光看过去时 是神军也已经知道 大势已去 甩开天阳军后往后撤 是神军一撤 早就被大前皇朝的精兵 收拾到愈生愈死的 大空皇朝的精兵 也立刻撤离了战场 等大空皇朝退兵后 整个战场爆发出了欢呼声 他们大前皇朝 终于答应了大空皇朝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让他们激动的一刻 此刻 天阳军的统领 来到了穆战英的面前 太子殿下 我们赢了 至于成胜追击 他们不会做这种傻事 虽然他们胜了大空皇朝 但是他们损伤也很大 而大空皇朝 向来就喜欢玩鹰的 他们追击的话 极有可能会受到 大空皇朝的埋伏 好 很好 我会向父皇汇报的 天阳军这一次 必载入史册 穆战英畅快凌厉的大笑 这也将会是他指挥作战中 赢下的一场漂亮的战争 全靠太子殿下指挥得好 天阳军的统领 倒是不敢鞠躬 他心底也明白 这阵法是穆战英花费了心血 且受尽了屈辱 才从姬前口中 得到了姬家有这种战争的 至于这一次 皇主是吃了多大的亏 才从姬家那里得到这战争的 也是可想而知了 如果没有穆战英牺牲小我的话 他们天阳军 也不会获得如此强大的阵法 所以他们对穆战英 是十分钦佩的 准确地说是 姬家第六组阵法造一高 如果没有他的这套阵法 我们想要胜 会非常的艰难 穆战英倒是不敢鞠躬 又把这躬送到了姬家第六组身上 如果不是姬家第六组大义的话 这一战必败 第67章 天品法宝出世引发的战争 天阳军统领沉默 虽然穆战英说的很多 可是他心底还是隔音 隔音的主要原因是 他的眼角余光 看到了躺在逍遥椅上 一边摇一边吃着水果的鸡钱 他可是听到了很多的小道消息 这个姬家的鸡钱 可是坑了很多次他们的太子爷 而且 他本身也是不学无数的那种 对于这种扶不上强的阿斗 他向来看不惯 连带着对姬家这种世家 也有着极端的偏见 准确地说 他对所有世家都有偏见 想当初 他家是被王家给搞得家破人亡的 如果不是他侥幸逃得一命的话 早就死了 当初王家的一个旁支的二世祖 看上了他的姐姐 他姐姐不从 被那二世祖给强后杀了 还把他父母 奶奶 三个弟弟都给杀了 当初他恰好去了学堂 所以侥幸躲过了那一截 可后来王家的人 依旧找上学堂来抓他 如果不是先生拼死相救 他恐怕就要被王家给杀了 后来他回了家 从邻居口中知道了事情经过 而后又被王家追杀 跌落山崖 最后被统领所救 加入了天阳军 所以他对世家的所有二世祖 都有着天然的厌恶 甚至恨不得把这些二世祖 都给回炉重造了 回过神来的天阳军统领 目光幽冷地看了眼 躺在逍遥椅上 吭吃吭吃地吃着邻果的鸡前 穆战英拍了拍 天阳军统领的肩膀 山统领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的表弟 他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用你以往的目光 来看我表弟 山统领沉默片刻后 硬了声 是 太子殿下 至于不用有色的眼光看鸡前 对不起 这一点他真的办不到 天下的二世祖 都是一个贱阳 他不可能对他们改观的 鸡前可不在乎 这山统领 是怎么看待他的 他现在的关注点是 大昆皇朝 为什么会突然对大前皇朝出手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真的以为是柳金花 为了找回孙女 而命令大昆皇朝的皇主 今日销出兵的 可柳金花的那一席话 却让他彻底否决了这一点 恰好这时 穆战英对山统领问道 山统领 对于这次大昆皇朝突然出兵 你有什么看法 而这时 刚打完了胜仗的 正官大将军魏弘辰走了过来 他抖动了下宝剑 把剑上的鲜血给抖落后 对柳金花说道 关于这点 我有所猜测 之前我们边关这里 突然出现了宝光 我们的人赶到地点的时候 那宝光已经消散了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 那宝光就好像 完全没有出现过一般 因为如此 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 禀告于皇主 而这宝光消散后不久 这大昆皇朝的士兵 就开始进犯我们了 所以 多半他们是为了 那宝光而来的 听完魏弘辰的解释后 山统领目光 疏然落在了他身上 那宝光在哪里 魏将军 你这是一件很大的失误 本来这种事情 就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皇主 天平法器 已经足以掀起国战了 魏弘辰被山统领训斥地低下了头 这确实是他的失误 毕竟按照他的想法 天平法器 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肯定会闹出很大的动静 可偏偏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甚至最后那天平法器都没有出事 就消失不见了 我原本以为 那天平法器不过是残品 所以没有引发真正的天地一变 所以 就没有第一时间告知皇主 这确实是我的失误 但是我总感觉 这里面有阴谋 魏弘辰深吸一口气 说不定是有别的国家想要搞事情 所以故意在这里 引发了天平法器来吸引众人的注意力 再引发大空皇朝跟我朝的战争 只是我没有继续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魏弘辰这一席话 却是让姬前愣了下 魏弘辰没有具体可以猜测的点 但他还真有 只不过这事情还跟洛无双有关 姬前当即把自己的猜测告知了穆战英 至于具体的证据 抱歉 他没有 要想知道的话 让穆战英自己从洛无双口中探知消息 他选择摆烂 摆烂点 一千 瞅瞅着悦尔的奖励声 但凡他努力一点 都对不起摆烂点提供的帮助 穆战英听完了姬前的传音后 犹豫了下 最后眼神变得很立了起来 敢拿大空皇朝跟大乾皇朝开涮 还真是本事 既然他们大黎皇朝害怕引发战争 而搞得他们大乾皇 差点跟大空皇朝打起全面的战争 这一次如果不是有姬家第六组的战争 他们大乾皇朝 恐怕就要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中 而不可自拔 所以对于差点挑起这场战争的大黎皇朝 他自然不会放过 只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他表弟的一面之词 他怕就怕 这大空皇朝是真的有别的事情 要来攻打他们的大乾皇朝 到时候 万一他带着人去跟大黎皇朝的人的打起来了 大空皇朝又出现在他们的后面 对他们大乾皇朝一顿痛击 这将会让大乾皇朝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中 这件事情 必须要从长计议 想到这 穆战英就把这些事情汇总后 传给了他的父皇穆熊怀 这事情 还是让他父皇去忧愁吧 在穆战英想着这些时 耳畔想起了魏红尘的声音 也让穆战英在第一时间回过神来 山统领 请随我来 只是 丑话我先说在前头 原本天平法器现身之地 此刻却是一片荒凉景象 压根就不像是天平法器所出身的地方 所以 山统领切莫抱以太高的期待 免得到时候后悔 而这时 机前已经收起了逍遥椅 手中的灵果 更是不见踪影 他现在宛若一个乖宝宝一般 站在了山统领跟魏红尘的身后 就等着他们两人出发了 穆战英 他这表弟 是真的无力不起早 很快 他们一行人 就来到了魏红尘所说的地方 一个到处都是石头 显得极为光秃秃的石山上 石山上怪事灵循 一眼望去 除了石头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连草都不长 见到这一幕 穆战英心中 其实更加相信魏红尘所说 这片地方 极有可能就是别人设局来搞事情的 根本就不可能是有天品法宝出事的现象 第六十八掌 好大的一个表弟 就这样不见了 还不等穆战英问 山统领反倒是皱眉 看向了魏红尘 你确定 这鸟都不拉屎的石山 会有天品法器出现 穆战英也点了点头 以往但凡是天品法器出现之地 都是鸟与花香 灵气充足的中秀之地 而这里 灵气干戈 到处都是乱石堆 走两步就是大石头 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灵气充斥之地 魏红尘苦笑了一声 这也是我 为何没有在第一时间 回禀给皇主的原因 这里真的不像是 天品法器出现的景象 而且当时那现象 也只是一傻而逝 所以我就揣测 这里会不会是 别的皇朝搞的鬼 这时 穆战英跟山统领 突然就理解了魏红尘了 他们都不相信了 皇城那里的高手 也肯定更加不会相信 这里会有天品法器出现 不管怎么说 这里的事情 还是要第一时间通知给父皇的 理解归理解 但正常的流程 还是要走的 穆战英还是生怕 他们会看走了眼 行了 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汇报给父皇 以防万一 穆战英把他们打圣仗的信息 加上这边城 疑似出现天品法器 引发大空皇朝 前来攻打边境的原因 一并告知了穆雄怀 至于如何处理 他父皇会搞定的 穆战英其实心中也十分明白 这件事情 并不能完全怪罪魏红尘 这件事情 本身就不属于魏红尘的份内室 反而是这边官城主的份内室 穆战英刚把事情汇报上去 就见到机前往前走 表弟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穆战英见此眼前一亮 这个表弟平时不着调 可总给他一种 隐藏很深的感觉 所以 见到机前往前走 他就准备走上去 想要问问他的看法 机前走到了一个 形似墓碑的石头面前 眉头一皱 这石头给他一种 很古怪的感觉 让他忍不住 有些想要接近 他刚走到石头面前 就听到穆战英的喊话 一手撑住石头 转头看向穆战英 谁知道 他的手刚触碰到石头 一道璀璨的光芒出现 直接把他给吸了进去 这样不见了 他下意识地往前走了几步 想要去就机前 谁知道 他被一股特殊的能量 反弹了回去 紧接着 一股极其耀眼的七彩光芒 自石碑上爆发而出 紧随着这股光芒出现的 还有一股巨大无比的推力 把穆战英等人推离了原位 足足推出十里地 才停下来 等他们停下来后 抬眼一看 之前他们所在的地方 方圆十里内 都被一股蓝色的 宛落海浪一般的光芒所笼罩 他们尝试着往前走 却无论如何都走不进去 再次感受到 这股可怕的力量 他抬头一看 这蓝色的光芒波纹 不仅仅不波及了方圆十里 这一股力量直冲天上 遥不可及 就算是想要遮掩 都不可能遮掩得到 见此 穆战英嘴角抽出了下 这力量 这气息 这波及的范围 就算是天平法器出事的时候 闹出来的动静 也不及此时的十分之一吧 出事了 穆战英对身边站着的两人 苦笑一声说道 同时他心底也暗自庆幸 庆幸自己在第一时间 就给父皇去了信息 否则一步慢 步步慢 他相信 现在父皇已经发现了 这边的状况了 现在主要就是不知道 自己的表弟 被那石碑给吸进去后 是否还好 他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表弟出事了的话 姬家恐怕不会放过他们 想到这 他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穆战英担心时 他的身前传来一阵传送波动 下一刻 穆雄怀带着一群大臣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也是刚刚看到了 自己的好袋 带着天阳军 胜了弑神军的信息 正在跟朝廷中的 文武百官同喜之时 也看到了穆战英后面说 大昆皇朝 进攻大前皇朝的原因 看到这消息后 穆雄怀刚想让刘昌明 过来一看究竟 谁知道他刚叫来 刘昌明这个天官 这边境闹出了 这么大的动静 生怕被其他皇朝的人 给抢了先的穆雄怀 就火急火燎的 把文武百官 都一起传送了过来 因为这一股力量 绝对不是天平法器 可以比拟的 就算是他们大前皇朝 据说离传说及法器 只有一步之遥的 护国法器 天子剑 所一出来的波动 都不及现在这座石碑说 闹出来的动静大 所以 之前不是魏红尘的错觉 而是预示着 有可怕的法器即将出世 而这种等级的法器出世 更加意味着一件事情 五大皇朝的平衡 恐怕要被打破了 被穆雄怀这样一问 穆战英只能把这里 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知了穆雄怀 也就是说 你的表弟被吸进去了 而你们被弹出来了 穆雄怀目光闪烁了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优势在他们大前皇朝 好了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知道吗 否则就死 穆雄怀目光扫视了一眼众人 而后下了一发 最高等级的封口令 这封口令一下发 只要有一心的人 都会被大前皇朝的国运所针对 直接诛杀 是 众人硬了下来 就在穆雄怀布局完 他们面前就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波动 这波动来自大前皇朝的各大势力 他们都是察觉到了 这比天平法器还要浩大的气势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看看能不能获得天平法器的资源 只是这一次当 他们赶到的时候 发现大前皇朝的皇主穆雄怀 带着文武百官站在那里 他们想忽视 都忽视不了 穆雄怀等这些世家陆续到场后 这才干咳了一声 说道 诸位 我都知道 诸位有侠义之心 今天这法器的出现 我在这里放下话来 能者拘之 大家都不要争强 懂吗 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彼此 而是其他四大皇朝的势力 穆雄怀让原本还处于暗中争斗的众人 收敛了起来 他们能镇压一方 脑袋自然是清醒的 现在他们要攥紧拳头 一致对外 否则这一杯羹 他们可就真的吃不到了 第69章 四大皇朝逼宫 穆雄怀见到这些势力 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他心底不由松了口气 他就怕这些势力不顾及国家 在暗中斗了起来 最后被其余的皇朝可乘之机 到时候偷鸡不成十把米 我们先坐下来 放下彼此开始的成见 商讨一下如何对应这些势力 别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内耗上 穆雄怀手一挥 出现了一套椅子 众人坐了下来 开始商讨之后会出现的局面 穆雄怀没有告诉他们的事 机前已经先消失在了里面 按照他对这个外甥的了解 恐怕他会有不菲的收获 这些日子以来 他也让人调查过这个外甥的过往 从其中察觉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那就是 他这个外甥 看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二世祖 接溜子 小小年纪就经常去勾拦听曲 可问题是 他听曲是真的听曲 而且绝对不做下流的事情 这就非常的难得 另外一个就是他偶尔有所路锋芒 所以 他有一种揣测 那就是他这个外甥是在藏风 就是不知道这是机家的意思 还是这个外甥自己的意思了 就在穆雄怀跟这些世家们商量妥当后 对付其余四大皇朝的势力后 他们面前的虚空有了波动 紧接着一道道刺眼的光芒 自波动中走出 四大皇朝携带着 他们皇朝顶尖势力 掌舵人赶了过来 哟 穆雄怀 没想到啊 你们大前皇朝竟然有天平法器出世 我们来分一波羹 你们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 就算是有意见 今天你也闭嘴吧 毕竟这天平法器有缘者居之 我们就凭借各自的实力得到他 诸位 你们说是不是啊 本就跟大前皇朝不怎么对付的 大空皇朝的皇主金日萧 一上来就对着穆雄怀对脸嘲讽 其余皇朝的人自然是点头附和 这一次如果仅仅是天平法器 还不值得他们走这么一趟 他们各大皇朝也时有天平法器出现 但是没有哪一件天平法器出世 能有大前皇朝这一次出世的法器 闹出来的动静那么大 这绝对不是天平法器能够闹出来的动静 甚至极有可能是 只在传闻中出现的传说级法器 而传说级法器 那可是能够主宰皇朝兴衰的重器 这就值得他们走这一趟 且要跟大前皇朝争议争了 总而言之 对于这种级别的法器 他们没有谁会愿意放弃 慕雄怀 你该不会不欢迎姑等人吧 大侃皇朝的人笑眯眯地瞅着慕雄怀 只是他的笑未及眼底 而在他说这话时 他身边的世家十祖 都释放出了他们的准地巅峰的修为 全部都押向大前皇朝的人 其余三大皇族的人也同样爆发出修为 压制着慕雄怀等人 似乎一言不合就会开干一般 慕雄怀淡淡一笑 借用了大前皇朝的气韵 把他们释放的威压都给打散了 只要他还在大前皇朝范围之内 就可以调用到大前皇朝的气韵 而气韵在 他就是半步递进的修为 他还真不怕这些人的威压 当然他也不会傻乎乎地去应对四大皇朝 现如今的大前皇朝 可没有那样的实力 所以此刻他对着这些人微微一笑 你们想要奋一杯羹 自然是可以的 但是你们也都非常清楚 天平法器出世 他们都会择主 也肯定会摆出相应的考验 来考验他的新主人 如今这法器闹出来如此大的动静 你们心底也相当明白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天平法器 能闹出来的动静 这法器极有可能是传说级的法器 面对这样的法器 我相信也足够让你们发动战争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我们今日就在这里立下天道誓言 不论是谁获得了这天平法器 其余皇族都不能联合起来动用武力 覆灭相对应的皇族 如何 其余四大皇族的皇族一听 眼神古怪地看向沐雄淮 他这话不会以为大前皇朝 能够获得这件法器吧 哼 天真 他们今天赶来这里 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他们在来这里的同时 就已经在联系家里 让家里的人 把他们家里天赋最好的种子及选手传送过来 这种选手 那都是亲近了家族中最好的资源 当顶梁柱来培养的 他们可不像大前皇朝那样 培养家族子弟 均匀培养 全部给的同样的资源 让他们养骨一样 慢慢地去熬他们 他们已经发现最有天赋的种子 那就是从一开始 就用最好的资源去给他们 用最好的师父去教导他们 把他们彻底培养成才 他们培养的这些人 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底牌 所以他们十分有信心 这一次他们必胜 好 其余四大皇族的人对视一眼 都是信心满满地答应下来 在他们看来 穆雄怀提出来的这个条件 那简直就是对他们的福利 看来穆雄怀也是怕了他们了 所以才会那么耸地 用如此斩钉截铁的语气 说着最耸的话语 想到这里 其余四大皇朝的皇主更加放松了 五大皇朝的实力 包括皇族实力在内 当场就发起了天道誓言 当他们发完天道誓言时 天空暗淡了下 一道雷电在半空中一闪而过 随着惊雷的响起 他们就感知到身上多了一层束缚 他们知道 他们的誓言成了 就在他们发誓言不久 一直释放着蓝色光芒 波浪的石碑 光芒骤然收敛 只剩下石碑上 闪烁着七彩的光芒 一道赤红的字体 浮现在石碑之上 传承秘境将于五日后五十开启 古灵低于五十岁 修为不低于助激进者 通过考验后 可获本尊传承 五大皇朝的视力 看到这字体眼神一亮 这次出现的 不仅仅有传说级的法器 还有传承 这一刻 就算是一直较为淡定的慕雄怀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起来 能拥有传说级法器的传承 这传承的分量可想而知 他看了眼目战英 眼底划过一抹可惜之色 他这皇儿 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否则不论如何 他都要把他给塞进去 其余四大皇朝的皇主 也跟慕雄怀的神色差不了多少 五十岁以下的天才及传承人 对于他们的皇朝而言 也是比较稀少的 第七十章 见过灵石堆积成的山马 慕雄怀心底惋惜的同时 想到了自己已经被吸入到 传承之地的外甥 顿时也就放开了 总不能所有的好事 都被他们给占了 于是他收舍下心情 对其余四大皇朝的势力说道 朕可以让你们的人进去 但是门票 朕要收 每个势力只能进十个人 每一个人需上交 一千万上品灵石 慕雄怀这话一出 其余四大皇朝的势力 立马就变脸了 慕雄怀 你这是什么意思 硬抢 你们大前皇朝 已经成为了 穷到需要伸手要钱的 乞丐之流了吗 一人一千万商品灵石 你干脆去抢得了 四大皇朝的人 纷纷呛声 至于大前皇朝的世家 也不解的看向慕雄怀 这跟刚刚他们所谈的 可不一样啊 慕雄怀面不改色 冷笑道 想要来奋一杯羹 什么都不付出 你们也是 想得太美 难不成你们真的以为 大前皇朝怕了你们不成 若你们要站 那便站 慕雄怀冷冷看向 四大皇朝的人 而在他话音落下时 天阳君的声音 骤然在他们身后响起 站 站 站 其余大前皇朝的世家 画世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上前一步 身上的气势轰然爆发 也表明 他们是支持自家皇主的 至于他们四大皇朝 所在的世家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去对他们的皇主说 要不 我们还是给他们吧 他们要的也不多 这些世家这话一说 他们的气势就弱了下去 他们是真的怕大前皇朝 跟他们打仗啊 不为了别的 就算是他们四大皇朝的势力 全部联合起来 想要啃下大前皇朝 这个硬骨头 那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磨 可每次失联秘境的开启 那都是有时效性的 他们又不可能短时间内 把大前皇朝给啃下来 而大前皇朝 却可以凭借着这段时间 派人进去 一旦大前皇朝 获得了这传承 甚至这种 极有可能是超越天平法器 到达了传说级别的法器 到时候 一人一千万上品零食贵是贵了点 一下子拿出一亿上品零食 肉痛也却是肉痛了点 可相比起 不能得到传说级的法器而言 现在只是让出一点力 在他们可以容忍的范畴之内 一旦获得了这传说级法器 到时大前皇朝 不就任由他们搓圆搓扁 至于他们不能获得 传说级法器这一件事情 他们都下意识地忽视了这个点 他们对自家的子弟 有着十足的信心 只要他们肯努力 定然能够获得这传说级法器 在这种自信的支撑下 他们对自家皇主的劝告 又多了几分底气 四大皇朝的皇主 看看大前皇朝的世家 又看看自己所管理的 这宛若一盘散沙的世家 心有一点点的色 在这些世家的拉扯下 四大皇朝的皇主们 最终还是忍着肉痛 对穆雄怀说道 好 这事情我们硬下来了 但是希望你最好说话算话 一手交钱 一手让他们进去 穆雄怀坐在椅子上 扫视其余四大皇朝的世家 每一个皇朝 基本上都有十个 多得十五个大势力 大骊皇朝十个 大坎皇朝十二个 大坑皇朝十五个 大根皇朝十一个 一共四十八个势力 当然这些势力中 包含了四大皇族的人 每一个势力都出一千万的话 这上品临时算起来 就有四十八亿之多 想想就足够令人激动 我们先交钱 有些世家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份额 在穆雄怀话音刚落时 纷纷凑上钱 给穆雄怀送上上意的上品临时 四大皇主见到这一幕 他们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世家 对他们皇朝 那么毕恭毕敬地给他们进贡 反倒是天天 从他们皇朝内薅羊毛 现在倒好 薅的羊毛 一顿就被穆雄怀给忽悠走的 在这些皇主们 面色不渝地盯着自家的世家时 这些世家已经给穆雄怀 上供了足够多的上品临时 穆雄怀顿时笑得一脸不值钱地 跟这些世家们的画室人握手 并且还让出了前往石碑的路 这些世家们 瞬间就喜笑颜开了 当场就掏出了传送阵盘 把自家的天才子弟们接了过来 眼瞅着这些世家 都已经要把自家的子弟接过来了 其余四大皇族也不干了 凑到穆雄怀面前 舔着脸给穆雄怀十亿上品临时 穆雄怀一波就赚得盆满钵满 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 他还不忘给其他世家的人传音 把利益分均匀了 他不仅不收本土势力的临时 反而每一个势力 都能获得一亿的上品临时 这一下 这些世家心底的院队 一下子就没了 至于多了四个皇朝的势力 跟他们抢夺传说及法器的事情 他们自动忽略了 关于这一点 他们早就达成了共识 他们如果真的吃毒食的话 其余四大皇朝 势必会跟他们掀起战争 而且就算到时候 如果他们其中一家 获得了传说及法器 面对的可不仅仅是 大前皇朝外的势力 还要面对大前皇朝内的势力 这一点 不管是哪一个势力 都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刚刚穆雄怀 拉着他们坐下来谈的内容 他们的子弟进入传承之地后 不管在外面有什么仇怨 进去后 一致针对其他皇朝的势力 合作共赢等他们 把其余四大皇朝的势力 排挤出去后 再凭本事获得法器 而获得的法器所在的势力 将会受到所有世家的保护 若是其余皇朝的势力出手 他们这些皇朝内的势力 也都会一致对敌 这就是他们签订下的条约 对于他们任何人都非常的有利 这样的条约 让他们都有些怀疑 眼前大让里的慕雄怀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一些 拒绝不了这个诱惑 在这些势力 开始紧锣密鼓地 把各家子弟传送过来时 机前已经进入到了传承之地中 他刚一进入传承之地 就被眼前的福利所惊呆了 上品灵石堆成的山见过吗 他就见过 第71章 试炼倒 开 而且 这成山堆的灵石就堆在他眼前 他看看四周 嘟囔了锯 伸手触碰到上品灵石 这是无主之物吧 下一刻 他所触碰的一脚灵石 就消失不见了 看看躺在储物戒指里的成堆的上品灵石 再看看传承之地 没有任何的反应 机前的眼睛当场就亮了 二话不说 就把这些灵石山 往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搬 足足堆满了五个储物戒指 才把灵石山搬完 搬完了灵石山后 又是灵药谱 所以这一刻 机前化身成为了搬家将 疯狂往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搬东西 至于传承 他在进来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听到了提示 需要至少五十个人 传承之地才会开启 不过现在 这传承之地开不开启 跟他没有关系 他现在正在疯狂地收割着灵药谱 内心里更是疯狂呐喊着 发财了 发财了 至于百烂这回事 呵呵 谁还能面对成山堆的上品灵石 而坐怀不乱 他不能 至于灵石矿那玩意 他选择百烂的主要原因是 开采灵石矿脉 是真的太好时间了 有那时间 他宁愿选择百烂 可是他刚刚收取了的灵石山 那是开采好的 只要他动动念头 就能往自己储物戒指里装的 就好比 一个是需要你工作 才能获得薪酬的 一个是直接往你口袋里 塞上十亿货币的 这两者能一样吗 而眼前的这些灵药谱 就更加不用说了 看到这灵药谱的时候 机前都显现没有乐风了 这些灵药最少都是万年份的 而且都是外界极为稀少的药材 每一株那都是绝版 换算成零食的话 都足够摆烂到底了 收拾完灵药谱后 出现在机前面前的 就是炼气材料了 这些炼气材料亦是成山堆的 在机前疯狂地卷着这些无主之物时 外面各大世家的子弟们 都已经被各家传送了过来 慕雄怀看着这些世家的子弟 眼神微微地眯起 他原本以为 机家已经足够地出色了 看来其余皇朝的世家 也隐藏着极尖端的子弟 这反倒是他小看他们了 不过他匆匆一瞥之下 放心了 没有一个有机前的天赋 果然 能有望递进的 就只有机前父子了 很快 这些人整顿好了队伍 等待着三天后的进场 三天后 机前已经把传承之地内 能看到的东西 都给挪到了储物戒指中 整个地面都宛若被翻了一道 寸草不生 真正展现了 什么叫做燕果拔谋 而他的储物戒指中 此刻安安静静地 躺着上百个储物戒指 他主打的 就是储物戒指 套储物戒指 等他再一次确认 整个传承之地 没有任何的遗漏 心满意足地躺在逍遥以上 只是他这一躺下 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道 刺眼至极的金黄色的光芒 这刺眼程度 比太阳光还要猛烈 机前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 躲开这次人的光芒 在机前闭眼时 整个传承之地内 这样的传送光束 足足有九条 下一瞬 他面前不远处 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坠落的声音 并伴随着地 还有一群人的痛呼 机前也在这时 睁开了眼 在他睁眼的瞬间 就看到眼前堆了一堆人扇 众人都是疼得呲牙咧嘴 尤其是被压在最底层的人 只是这些人 机前眯起了双眼 这些人身上穿着的大部分 都不是机前黄巢风格的服饰 大前黄巢的人 都喜欢穿上明黄的 或者月光白 以及紫色系的衣服 且比较简洁 而大坤黄巢 则是喜欢土黄色 苍青色 还有其他花花绿绿色彩 作为点缀 他眼前的这一堆人 有一小部分是大前黄巢的人 更多的还是大坤 大梨 大坎 大根黄巢的服饰 机前摸了摸下巴 这就有点意思了 其余皇朝的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机前 就在机前摸着下巴揣侧时 就见到激乌雷的狗腿子 机罗宇 从人堆里爬了出来 瞪着眼看向他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为什么没有见到你 出现在家族的队伍中 他很确信 机前绝对没有出现在队伍中 而且看他这悠哉悠哉的模样 甚至比他们还先进来 这绝对不可能 机前瞥他一眼 收起了逍遥椅 关你屁事 你 机罗宇瞪着机前 他对这个日常摆烂 扶不起的阿斗的机前 是真的怒气不争 明明有着最好的天赋 却日日勾拦听取 不思进取 哪像机无雷 只要一有空闲就修炼 天赋好 还勤奋 日日苦学不错 而且待人友善和睦 每当他修炼 有不懂的地方问他时 他都会给他详尽解答 如果他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还会带着他去问长老 一想到这 再看看眼前 嚣张无礼的机前一对比 高下立判 家族里的人 还总拿机前 跟机无雷对比 每次一对比 众人都会拿机前的天赋 说机无雷 他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是不是眼瞎了 机前这样的人 怎么配跟机无雷比 想到这 他瞪着机前 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成为 机家的顶尖队列 站着毛坑不拉屎 只会拖我们机家的后腿 明明有天赋 却不肯努力 窝囊废 我瞧不起你 机前对他微微一笑 你这话 我怎么听得酸溜溜的 你这是嫉妒我的天赋好 还是嫉妒我出身好 也是 家父姬成道 有大帝之姿 老祖姬逍遥 准帝及强者 表兄穆战英 大前朝太子 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帝老圣主 你羡慕也是应该的 可惜 你羡慕也没用 这投胎是个技术活 你就是不能成为我 机前这话一出 姬罗宇的拳头 钻得帮硬 他这话说出来 真的很气人 他就没见过 嘴那么见的人 就在他捉摸着 要不要违背 家族老祖的 千叮明万嘱咐的 不要内讧 狠狠揍这个 可恨的机前一波时 一幅金黄色的画卷 在众人面前展开 画卷上 有一座粉红色的桃花岛 试炼人数已够 试炼岛开启 第72章 我要跟你决斗 这淡定无波的声音 响起的刹那 画卷顿时发出 一道淡淡的金色光芒 把所有人都笼罩在光芒中 下一刻 淡淡的传送波动传来 那座桃花岛上 也瞬间多了许多的小人 机前在出现在 桃花岛上的第一时间 就从储物戒指里 取出了逍遥椅 躺了上去 反正这种试炼 他选择摆烂 总有第一名 但是第一名不可能是他 摆烂点 一千 瞅瞅 这都还没怎么呢 摆烂点就开始长起来了 他已经能够遇见 这一波试炼过后 他的摆烂点暴涨的一幕 他这刚躺在逍遥椅上 姬罗宇就恨铁不成钢地跑了过来 一脚踹在逍遥椅上 机前 你这是在干什么 现在大家都为了能够获得第一 而在努力准备着 你如果想着出宫不出力 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进来 机前撇撇嘴 我也没有想进来 机前这话不说还好 这话一出口 姬罗宇的头发都气得竖起来了 机前 我要跟你决斗 我今天就要替你父亲教训教训你 为了获得一个 进入这个秘境的名额 家族是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 才选出来十个家族中 最精英中的精英 当时机前不在的时候 他还高兴了一会 以为是家族放弃了他这个摆烂的人 这样的话 他就不用进来摆烂 浪费家族的名额 要知道 每一个新开的秘境里面 就有树枝不尽的天才地堡 就算他们机家 最终没有获得传说级的法器 仅仅是获得这些天才地堡 就足够让已经足够了 这也是为什么 每一个新开的秘境 各方势力都会抢着进入的原因 他想了下刚进来的时候 地面就好像惨遭 被离了一般的土地 他收回之前那句话 或许在这画中世界 他们能找寻到 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堡 基罗宇是越想越气 越气就越想揍机前一顿 他是这样想的 也是准备这样做的 就在基罗宇 准备狠狠打一顿地地时 虚空中响起一阵恢弘的声音 欢迎大家来到桃花岛 秘境试炼即将开始 在开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聊两句 此次试炼分为阵法 炼丹 契约妖兽 炼星四个考验 只要通过考验者 都可以获得奖励 而分数第一的人 将会获得传说级别的法器 本圆顶 本圆顶是一件 攻防一体的炼丹 炼气的无上之宝 而获得本圆顶者 可获得主人的所有传承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主人是谁 但是没关系 你们只要记住 他曾经是红尘县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试炼现在开始 第一关 阵法 阵法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为破解 我主人留下的阵法 第二种自创一种 主人残留的元神 都不能破解的阵法 温馨提示一下 此次试炼 不能藏色 用尽你们的实力 去攀登此次的山崖高峰吧 已经发现 有人没有用尽权力的话 将会获得 你们都不想回忆的惩罚 现在开始 话音落 他们的面前 出现空间波动 首先 你们将要应对主人的阵法 在这个阵法里 你们将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 这个大阵 将会针对你们的阵法水平 开启针对的阵法 请你们认真对待 输了就等于死 声音落下 无数粉红色的桃花 把他们包裹住 似乎每一朵桃花代表的 就是一个世界 机前进入到了阵法里后 无数的桃花衣 就围绕着他转 而且 每一次旋转 就会多一种变化 等级也会变得更加的难了 他是眼睁睁地看着这阵法 从最初级一直往上叠 很快就叠加到了圆满境的程度 而且 这阵法里面套阵法 而且是杀阵 困阵 换阵 三阵叠加 这个程度足以让他谨慎应对了 一个不小心 他都会栽倒在这里头 原本他还以为那阵灵是说说而已 谁知道 还真的来真的 为了自己的小命 这一波 他还真不能摆烂 机前原本慵懒的眼神 瞬间变得犀利了起来 在他挺直身体的刹那 原本还只是 围绕着他旋转的阵法 瞬间就落地生根 运转了起来 机前也开始聊解阵之旅 在机前解阵时 其余人也都陷入了阵法中 而难以自拔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在解阵之时 一个满头红发 身形有些虚幻的俊美至极的青年 漂浮在半空中 看着画卷中的他们在解阵 他的眼底 蕴含着期待之色 他已经困在这里五十万年了 这一次 能出去吗 他的目光落在了机前的身上 就是不知道 主人为何会选择 他他总感觉这个孩子 有点不太靠谱 毕竟那么重的担子 压在一个随时随地 都想要摆烂的人身上 真的能成 卧 卧槽 假的吧 因为就在他目光 刚接触到机前所在的画面时 却发现 机前已经破解了 他主人设定下的阵法了 这前后才多少时间 这也太快了 快得有点不真实 就在机前解开阵法的刹那 整个画卷中的世界 就出现了通报 大前皇朝 机前 第一个通过阵法 或十分 正在紧张破解阵法的众人 愣了下 有些人因为这一愣 就被阵法给卷入其中 化为了肉迷 大坤皇朝 许得来 闯关失败 死 大坎皇朝 万古横 闯关失败 死 大骊皇朝 和正道 闯关失败 死 那些心神失守的人 听到这通报 冷汗当场就下来了 他们赶紧收敛了心神 开始破解眼前的阵法 这些势力的人 基本上都有俯修阵法 只是阵法对于他们而言 都不算精通 所以此刻 绝大部分人都被难住了 在这些人 还沉浸在破解阵法的过程中时 机前面前的画面 已经转换了 一道清冷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第二关 练气 至少练制出十把地品 圆满接法器 类型不限 限时五年 计时开始 画音落下的刹那 他面前多了一座顶 周边还放着各式各样的材料 且还会有各种火焰 随他挑选 第七十三章 差点被折磨疯 炼制规则 失败达到百次后 将会用你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零件 换取下一百次的机会 请好好珍惜炼制机会 一万次机会过后 若还未炼制出一件法器 死 一上来 就是炼气圆满静 所能炼制的最极限的点 而且 知道他现在修为弱 连炼制法器所需要的火焰 都给他准备好了 就根本没有拒绝 或者说 让他说不得机会 机前眯起了双眼 可不能继续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他眼珠子一转 对着虚空上说道 话说前辈啊 你说的这些都很好 可问题 是要炼制地平法器 尤其是圆满静的法器 极为在乎火焰细节上的掌控 这些终究是外火 相比起我所修炼出来的那火焰 显然不能做到如臂之事 况且 地平的法器 也不是我现在这个修为能炼制的 您这是强人所难了 眉头一挑 这也行 此刻的他似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画卷之外的红毛青年 摸了摸下巴 机前说的不无道理 当初就算是他主人 那也是修为到了龙桥静 才炼制出地平法器的 现在的机前 不过是铸鸡静的小修士 根本就不可能炼制得出地平法器 所以他都感觉到 主人这完全就是在坑机前 也不能说是坑机前 只能说要求有些过高了 只是红毛青年并没有回应机前 这是主人设置的考验 不管是否合理 他都会忠实地执行主人下达的任务 更何况 这又不是意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他反倒是比较好奇 机前会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机前见到没有人反应 挑了下眉 没有再多说 而是看着眼前的材料 还有火焰 开始挑挑拣拣 他是摆烂没有错 但是该完成的事情 也确实是需要完成了 画卷外 见到机前动起来 红毛青年点了点头 这样子 还差不多 有一点大人年轻时候的轮廓了 不管有多么多 多么大的困难 要做到宠辱不惊 然后面对他 解决他 眼前的机前 明显就是意识到了 即使他抱怨再多 也不可能得到他的帮助 于是他自己反倒是动起来了 他倒是要看看 机前多久能够练出一把法器 其实他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告诉机前 里面的食宿 跟外面的食宿不一样 里面五年的时间 实际上在外面 不过就是半个小时的事情 机前专心致志地 开始练制法器 随着他动作起来 看着他那有条不紊地 开始挑选练器材料 加上挑选火种 那熟悉的模样 让红毛青年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他怎么就那么不相信 机前是一个新手吗 就机前现在 所挑选的法器材料也好 火焰也罢 都是机前现在最容易掌控的 在红毛青年无力吐槽时 机前却把材料一件件丢入大顶中 且挑选好的火焰 把火焰丢入了顶中 开始按照系统所传授的 圆满的炼器法器炼制 红毛青年看着机前 开始炼制法器 看着看着 他傻眼了 这他妈真的是一个新手 这速度 这果决程度 这掌控程度 不知道的 还以为现在炼器的 是一个跟他主人实力 不相上下的老师傅了 这如果他主人还在世的时候 绝对会在第一时间 就把这孩子收入门墙了 这孩子的天赋 是真的太可怕了 他记得之前 机前很懒 他倒是要看看 机前有多懒 他用属于他的权限 暗中查阅了 机前的记忆中 有关于机前的存在 当他看完机前 当年做的那些事情时 沉默了 这机前是真的白了 他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这就是机前的真实写照 最重要的是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 勾拦听曲 不学无术 他家主人的生活 都没有这个孩子的 丰富多彩 就在他心底吐槽时 一道极其洪亮的钟声响起 他下意识抬眼看去 看到的却是机前 已经练制出了一把匕首 匕首散发着血红色的光芒 红发青年 不是他就是查阅了 下基罗宇的记忆 他就练成了地品的法器了 虽然还只是地品下接的法器 但是第一把就能练制出 地品法器 这已经是很恐怖的事情了 按照主人出示设定的话 其实已经是合格了的 所以 此刻红发青年 是真的有被机前给震惊到 就在红发青年震惊时 机前已经把匕首放下 再次练制起来 半个时辰后 又是一阵钟声响起 机前再次练制出了地品法器 一把地品中间的法器 紧接着 每半个小时 就会响起一次钟声 而每一次机前 都能够准时地练制出一件法器 很快 机前的脚下 就堆满了法器 红发青年 也由刚开始的 震惊到麻木地转变 他是真的有被机前吓到的 当年他家老主子练制法器 都没有机前那么疯狂 没有那么快 这都快要实现 个人法器的量产了 这就很离谱 其实他有些怀疑 机前是不是知道 但凡是在试炼期间 所练制出来的法器 都会归于个人所有 且可以带离现场 否则的话 按照基罗宇的记忆而言 机前除了摆烂之外 似乎有些无力不起早的性格 他这里 已经有所肯定了 机前可能是真的知道 练制出来的法器 会返还给他们 否则根本就解释不了 机前在做了 接近一百个法器的时候 就突然地炼制出了 一个地品圆满的法器 此刻的机前 可没有红发青年 想的那么多 既然知道自己 反抗不了石碑的主人 那就尽量地锻炼一下 自己的技能 让自己不会变得生疏 所以在炼制出 一把地品圆满镜的匕首后 他又开始转变了 这一次他炼制的时候 炼制的却是一个板砖 看着机前在那里 疯狂地炼制板砖 红发青年沉默了 这机前的脑袋瓜子里面 都装着什么啊 这板砖炼制出来 有什么用 拿来砸人吗 机前依旧是在那里 不断地重复的炼制板砖 而且板砖的等级 确实是越来越发提高了 不对 突然红发青年 发现了不对的点所在 那就是机前所炼制的 板砖不对劲 那似乎是静制板砖 第74章 哪个正经人会干这事啊 他妈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谁他妈会奢侈到 用这么好的材料 来炼制静制板砖啊 这人多少有点不正经 就在他疑惑时 就发现 机前动手 把那些他炼制的板砖 铺了起来 最后铺设 成为了一个小房子的模样 就在他把板砖 建成小房子的刹那 小房子爆发出 一阵璀璨的光芒 红发青年 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等他再次睁开时 那光芒已经消散 但是看着机前面前的小房子 卧槽 他人都给机前给整麻了 因为机前用板砖组建的房子 竟他妈地散发着 天品下街的气息 全部都是由地品法器组建出来的房子 组合起来 却成为了天品下街的法器 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招数 最重要的是 刚刚是谁说他 绝对不可能炼制出 完满的地品法器出来的 是为人所难来着 结果怎么着 直接给他整出一个天品法器出来 他真的直呼好家伙 感情是地品法器等级太低端 你掌控不好这个度 影响到你发挥了是吧 现在他断定 机前这个人的话 是半个字都不能信 此刻 机前也被眼前的情况给整愣了 他也就是尝试一下 一个完全由地品法器组建而出的防御法宝 是什么样子的 反正这里又不限制他使用材料 所以他就做了 结果 谁能告诉他 一个地品法器组建成的法器 竟然能搞出来一个天品下街的法器 这也太离谱了吧 刚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是没有想那么多的 这一下子 就给他开拓了思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岂不是能够用更低一等级的法器 来组建出更强大的法器 只不过 机前看着自己组建出来的天品法器 沉思了下 他在组建这些法器时 就是想看看 把这些法器用同一个法阵来炼制 留下搏击的阵法点 然后把这些法阵全部都组建起来 看能不能组建出一个能防御的法器 他是真没有想到 还能这么玩的 这是偶然的结果 还是必然会出现的 只不过 还需要制造出九件的地品圆满街的法器 才能圆满通关 所以 还有那么多机会 不用来做一下实验 实在是有些浪费了 在花圈外的红发青年 看着机前那咕噜噜乱转的眼神 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臭小子该不会搞事吧 然后他就见到机前在那里认真地挑选材料 用火焰开始炼制材料 这一切的一切就很正常 难道是他多想了 不知为何 他心底总有一种不安感 希望是他的错觉吧 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机前已经炼制出了一件法器 是一把剑鞘 地品上街的剑鞘 剑鞘 他炼制剑鞘做什么 红发青年面色古怪了起来 在他纳闷时 机前继续埋头苦练 成品很快出来了 他炼制出来的 依旧是地品上街的剑鞘 接着 机前炼制了99剑的剑鞘 在最后一波时 机前炼制出来的是 一件地品完满的法器 红发青年眉头皱了起来 这孩子淡定的模样 他该不会是早就能够炼制出 地品完满的法器 在最后一剑 才炼制出来完满的吧 这也太大胆了 这要是失败了 等待他的 可就真的是 失去身体上的一件原件了 修炼前期 一旦失去一件 属于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的话 对于他们的修炼而言 就是最大的拖累 会让他们修炼的难度系数倍增 除非他还能在最后一刻 用他之前的方法 制造出一个天平法器 但是那种情况 可遇而不可求 绝对不可能再复制了 绝对不可能 就在他这边想的时候 就看到机前 把他炼制出来的剑鞘 一剑接着一剑搏接了起来 每搏接一次 剑鞘就会亮出一丝丝的微光 他就站在画卷外 看着机前一剑又一剑的接搏 他心底的不安也越来越大 然后下一秒 机前把最后一剑剑鞘揭搏了起来 场内再次出现剧烈的强光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接连制出来一个组合法器 就算是在他主人那个年代 都极难制造出来一剑组合法器 那都是需要凭借运气的 可现在他的眼前 有一个人竟然接二连三地 制造出来一个组合法器 而且还是地平法器制造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 他用力薅着自己的头发 机前这一波 是完全冲击了他的世界观 我一定是在做梦 薅完头发 他又啪啪给了自己两巴掌 可是现实还是非常现实地告诉他 机前确确实实是练制出来了组合体的法器 在他还在抓狂的时候 就见机前从储物戒指里面取出了那把天品神器 落语剑 然后就把落语剑送入剑鞘中 当落语剑合入剑鞘的刹那 再次闪现出璀璨的金光 这 红发青年再次狠狠地耗自己的头发 这他骂的都是什么变态啊 这还能搞出来一个完美的辅助装备 他原本都只是以为机前练制出来的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剑鞘 最多 最多就是有一丢丢的辅助作用 比如说增加剑类法器的锋利程度等等 谁知道 机前现在弄出来一个能够辅助剑类法器升级的法器 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那种 也就是说 当剑气类法宝升级的时候 还会带动剑鞘升级 就是不知道 这法宝升级是否有上限 如果没有上限的话 那就可怕了 在红发青年这般想的时候 机前此刻也是在查探这个新炼制的剑鞘 他在炼制之初 就给这个剑鞘搞了两种功能 第一个是锋利 第二个就是坚固 倒是没有想到 合成天瓶法器后 这法器竟然还附加了一个功能 升级 而且这个升级还没有上限 这也就意味着 这把天瓶落语神剑可以一直往上升 等等 如果这剑鞘都有了附加的升级的功能 那是否 机前的目光落在了放在一旁的房子上 会是他想的那样吗 第75章 他是怎么做到的 机前走了过去 触摸到了房子 并且对房子输入了灵气 在他输入灵气的刹那 房子直接变大 这天瓶法器的房子防御拉满 而且这里面的灵气 机前伸出了手赶支了下 这里面的灵气比外面的要浓郁十倍以上 这也是他最开始设定的 就是给了这房子防御属性跟妇灵属性给拉满了 所以这是他附加的属性 难道说 这个天瓶法器没有别的附加功能了 这有点不科学 机前触摸了下墙壁下一刻 他的脸色古怪了起来 因为在他触摸到这房子时 这房子给他传来了属于他的附加功能 这座房子竟然附加了两个功能 而且其中一个功能 害贼牛逼 十倍的时间 也就是说 在这座房子里面修炼 是外面修炼的十倍 这功能减值了 另外一个功能 则是附加阵法图 也就是在这阵法图里面 嵌入阵盘的话 那这座房子 就会附加一个相应的阵法 这可就真的太过牛逼了 只是 可惜了 啊 这里面炼制出来的法器 肯定都是虚幻的 带不出去 否则的话 那把这法器带出去的话 到时候他就往这房子里面一躺 直接摆烂 反正这在房子里面 没有多少人能够破开 这岂不是能让他摆烂到天荒地牢 摆烂点 五千 就很美滋滋 只是可惜的是 不能带出去 鸡前子再次叹息一声 能带出去就好了 话卷外 见到鸡前走进房子里面 他顿时就失去了 对鸡前的关注 这房子 红发青年皱起了眉头 竟然还能屏蔽掉 外人的窥探吗 可是 他可是传说级的法器啊 连他的窥探都能避免掉 这房子太古怪了 鸡前也没有 让他等多久 只是进去了下 就出来了 鸡前出来后 再次练制起了法器 接下来 鸡前的操作 让红发青年 头皮都发麻了 因为接下来 他练制出来的八件法器 都是组合法器 组合起来是天平法器 拆分下来 每一件都是地平上街的法器 自从他诞生以来 他就没有见过 那么变态的运气 练器大师们 一辈子能练制出来 这么一件组合法器 都足够他们吹嘘一辈子了 可鸡前倒好 直接就来了时间 他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而毫无疑问 鸡前再一次通关了 练器试炼 红发青年手一挥 再次对在画卷世界中的众人 发送了这个消息 大前皇朝 鸡前 第一个通过第二关 练器试炼 或十分 刚刚通关了 第一个阵法试炼的基罗宇 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废物吗 为什么他能那么轻易地 就通过了练器试炼 在他的印象中 鸡前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 一个天天无事 就勾拦听取的二世祖 却在试炼的时候 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两个关卡 这怎么听 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 而作为亲身经历了 第一个阵法试炼的他 可是深知这关卡的变态程度的 可就是这么变态的关卡 鸡前都轻易通过了 这一刻 纪罗宇有些怀疑人生了 难道我们都误会他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绝世天才 然后伪装成狠菜的样子 故意逗我们开心 或者说藏桌 想到这里 基罗宇挠了挠头 想到了外界 对他们技嘉天才的击杀程度 他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肯定是伪装成百烂的样子 然后在暗中极度努力 所以才会精通阵法跟炼气的 至于修炼 恐怕就是掩人耳目的 毕竟他可是拥有着 最顶级天赋的基钱 只要他一努力 那妥妥就能直接起飞的 所以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他也会这样做的 毕竟明明拥有着最顶尖的天赋 却不能修炼增长修为 本身就很苦恼了 再加上还要学习 酷造无比的阵法 炼气这种浪费时间 精力的腐修 想想就头疼 而就是那么令人头疼的腐修 基钱却依旧学成了 不仅学成了 还通过了这样变态的试炼 可见他暗中下了多大的苦功 想到这里 他突然就理解了基钱了 刚进入第三关 炼丹这一关的基钱 可不知道基罗宇 已经从之前对他的恨铁不成钢 转变成了理解 而且把他排列在了 心目中的第二偶像的位置 第三关 炼丹 需要通关 需要炼制出地品圆满进的灵丹 时间 一百年 若是不会炼丹 可通过前往炼丹房学习 基钱 什么玩意 一百年 开玩笑吧 他需要待在这枯燥无味的阵法中一百年 可去他的吧 他做不到 一点也做不到 不能勾拦听取 又不能看美女 需要每天面对枯燥无味的炼丹草料 还要让他读书炼丹 读不了一点 百烂点 一千 基钱 这都可以 他怀疑 这百烂系统是故意给他百烂点 他查看了下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基钱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气运 高 百烂点 二十三万六千零二十 丹道 未入门 镇道 圆满零 十万 福道 圆满零 十万 气道 圆满零 十万 玉兽 圆满零 十万 胜于契约兽 一 五 想要他读书 那是必然不可能读书的 他对着丹道 就是一顿狂点 然后直到把丹道点到圆满 他才停下来 而他的属性面板 变成了 姓名 基钱 静剑 助击出七零 一万 天赋 满集 气运 高 百烂点 二十二万四千九百一十 丹道 圆满零 十万 镇道 圆满零 十万 福道 圆满零 十万 气道 圆满零 十万 玉兽 圆满零 十万 胜于契约兽 一 五 画卷外的 看着基钱 看向炼丹炉跟炼丹材料 是一脸猛逼 其他主人辨别出来的 他就是一个蠢萌 蠢萌的炼丹新人 然后他的等级 就直接就从炼丹新人 转换成了圆满镜的炼丹师 这怎么可能 红发青年 是真的傻眼了 明明前一刻 还只是一个蠢萌蠢萌的炼丹新人 可是在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个炼丹大师级的人物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合理吗 第七十六章 这人也太变态了 这绝对不合理 这人是变态吧 不是 就算是变态 也不可能从一个蠢萌的新人 再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个大师 他是听说过 一里通百里通 万变不离其宗 有些超级大佬 确实是能在顿悟后 突然就掌握了技能 可机前这明显 就不符合这种状况 因为顿悟都会有天道气息环绕 机前身周却毛都没有 所以他绝对不是突然悟了 这一刻 红发都快要把头上的红发 都给薅秃了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不符合他所认识的常理 在他抓狂的时候 机前已经开始在挑剪材料 并且随手就把那些材料 给丢进了炼丹炉里 红发青年再次猛了 不是 这人 他究竟会不会炼丹啊 炼丹第一步需要做的 就是把材料里面的杂质 全部都去除 然后再进一步地融合它们 这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的 可现在他这算什么 挑菜嘛 可挑菜都不带这样子挑挑剪剪的 此时机前已经把所有的材料 都挑剪完毕了 然后就借用了地火 开始炼丹 借用地火这种事情 系统还是给了他相应的资料的 机前引起了地火 引入到了炼丹炉里 画卷外的红发青年都快要跳脚了 妈的 快给老子停下 你他妈是真的不会炼丹啊 地火炼丹不是那火炼丹 地火是需要在丹顶外炼制的 你这样会损毁了那些材料的 混账啊 红发青年整个人都骂了 他就没有见到过这么混账的玩意 主人收集的材料 那都是一等一的好的 最最重要的是 出现在机前面前的那一堆材料 那都是高端的炼丹材料 浪费掉了 那可就真的浪费了 没有再有再生的可能 现在却被机前一把火给炼了 只要一想到 接下来的上百炉丹药 都会被机前这样一把火给烧了 他就心痛到无法呼吸 过分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绝对不可原谅 就在他发火时 机前却已经开始结印了 看到机前结印 红发青年的动作一顿 没有即刻进入画卷中 阻止机前 他倒是要看看这个混账 能炼制出什么东西来 他耐心地看着机前在炼丹 机前却是眼睛 也眨一下地按照自己脑海中的炼丹手法 执行着炼丹步骤 就在红发青年 胆战心惊地看着机前开炉炼丹时 他愣住了 因为机前这一套炼丹手法 虽然跟他主子的炼丹方法 跟手法都不同 可你还真别说 他这样炼制的过程 还真的别有一番韵味 就好像他真的会炼制丹药一般 看着机前炼制着丹药 且没有发生炼丹材料烧毁 或者炸炉的现象 红发青年终于按捺下了自己的心思 与此同时 他心底有一个疑问产生 难道现在外界的炼丹的模式 跟他们以前的炼丹模式有所偏差 毕竟都十万年过去了 说不定早就有了新的方式了 至于为什么他们所在的那些岁月里 上千万年 上百万年 都没有变化的炼丹模式 到了这十万年后 就出现了新的变化方式 这是他不了解的 在红发青年 按捺着自己焦急的心思 看着机前炼丹时 其余的参赛选手 都已经先后度过了第一关 进入了第二关 栽进了炼气试炼中 而且 按照他们现在的进度 想要从里面出来 恐怕都要多年以后了 所以 想要从这些人中看出 究竟是否现在的炼丹变了 还是机前的炼丹手法 跟他们的不一样 这一点 他暂时是看不到的了 在红发青年心底纠结不已的时候 机前已经打完了最后一个手印 手印落下的刹那 丹炉的盖子飞离 丹炉上爆发出璀璨至极的光芒 卧槽 还真成功了 红发青年瞪大了双眼 看着这璀璨的光芒 这绝对是丹城才有的状况 还不会低 一般低等级的丹药 绝对闹不出这样的动静来 轰隆隆 就在这时 他的头顶上突然的出现了一片乌云 卧槽 见到这一片乌云 红发青年猛圈了 这他妈的 都能搞出来劫云 假的吧 嘴上这样吐槽着 红发青年却直接迎上了劫云 他可不敢让这劫云劈在阵图上 这一劈下去 那就是均匀地分摊到 每一个正在试炼的众人身上 这会导致这些人直接被雷劈死 并且还会导致这劫雷直接认定 这是一群人帮助抵挡劫难 然后这劫雷的威力 会直接上升到极致 我恨这臭小子 真的是一个折腾人不偿命的小坏蛋 红发青年嘟囔着 已经接触到劫雷 他的手中也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光芒 拍在了劫雷上 两者接触 劫雷消失 等劫雷消失后 天上又来了一道劫雷 而且在劫雷之后 还是一片乌泱泱的劫云 见到这一幕 红发青年 头发都快要凹凸了 这他妈的这小子 究竟炼制了什么变态的丹药啊 他妈的 怎么还招惹来了劫雷 这一般的丹药 也就是来一道劫雷一丝一丝一下就够了 现在呢 劫雷过后 又来一个劫雲群 他人都骂了 他就没有见过这么变态的 小小年纪 就炼制出了这种等级的丹药 机前可不知道 外面的红发青年 帮他给丹药的劫难给度过了 他还以为 这里只是一个幻境 所以炼制出来的丹药 没有丹药节 于是 当丹药散发出浓郁的药香时 机前就按照系统提供的 收取丹药的方法 把这一炉丹药 收到了药瓶里 没想到 破镜丹还挺难炼制的 机前看着手中的药瓶里的破镜丹 挑了挑眉 喃喃自语了聚 其实他一开始 还真的没有想到 还能炼制成功 这破镜丹 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没有任何等级的 你说 它是最烂的丹药也可以 它就只能给人破一个境界 而且一辈子 就只能用一次 你说 它是最强的丹药也可以 因为它可以给 任何境界的人使用 并且帮助他们破镜 最重要的是 这破镜丹 还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也就是说 如果这破镜丹 给他们的始祖用的话 他家始祖 就有可能突破到地镜 第77章 它主人还能复活吗 制造出一个地镜的高手 所以这也可以说 是至强的丹药 这破镜丹 就是那么的不讲道理 所以可以说 它是最强的丹药 而这破镜丹 也就只适合 在这幻境中炼制了 一旦出到外面 不说别的 冥冥之中的天意 都不会允许 这种变态的破镜丹出现 更何况 炼制了破镜丹后 还会有节云降落 这节云非准地镜 不能抵挡 但是一旦准地镜高手 出手了 那截雷也会相应地变强 这就几乎是无解的状态 机前此刻丝毫不知道 外面的红发青年 已经替他挡了 第一波的截雷 并且 此刻正在骂骂咧咧地 给他挡第二波截雷 把破镜丹收起来的机前 摸了摸下巴 这个破镜丹应该不算 所以下一波 得炼制一个 其他地品的丹药了 在机前炼制第二波丹药时 红发青年已经渡截完毕 此刻看着机前 又开始炼制第二波丹药时候 他脸皮抽出了下 这他妈的 可别再给老子炼制 什么乱七八糟的丹药了 他妈的上一波丹药的丹结 起码是天接巅峰 大圆满的程度 他炼制出来的 究竟是什么丹药 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 炼制电机丹 是因为他母亲 他母亲在生她的时候 身体亏空了 之前他父亲一开始 就寻找了许多的珍稀药材 丹药 兽丹等等许多牛逼的东西 来给他电机 也是为了 让他母亲的身体 能够更好一点 可是最终在他出生时 他母亲身体还是亏空了 据说是因为他的天赋 太过变态 他父亲给的那些真品 都补充不了他需要的营养 他只能从他母亲身上 汲取营养来提升自己的状态 当时他母亲 不仅吸食了父亲找的珍稀药材 还去了皇宫 吃了舅舅的小半个丝库 这才止住了那种饥饿感 对于舅舅沐熊怀 跟母亲沐宛柔 他都是有愧疚感的 此刻能够炼制出 补充母亲身体亏空的丹药 他自然是要试着炼制一波 至于出去之后 是否能够炼制出来 反正现在有了炼制经验 出去总有办法复制出来的 机前这般想着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他的炼制 这一次 他炼制得格外认真 话卷外 看着突然认真起来的机前 红发青年 心底更慌了 上天品丹药时 都不见他那么认真 这一下 不会再给老子整出 什么了不得的丹药出来吧 他是真的慌了 他真的很想 现在就给机前通过 可刚刚机前炼制出来的 那种丹药 似乎是属于一种 特殊类的丹药 他都要给机前通过了 可是他主人弄出来的 辨别丹药的法阵 压根就没有把那个丹药 算成天品丹药 现在只要一想到 机前要炼制出来的丹药 比之前的天品丹药 更加恐怖 他心底就真的慌得一批 不管他如何慌乱 此刻机前已经再次 进入到了 炼制电机丹的过程里了 看着机前挑选的那些材料 红发青年总算是松了口气 看来这次他炼制的丹药 绝对不可能再突破到天品了 这都是很普通的 地品丹药的配方 当他看到机前 挑选了大部分的材料时 他摸了摸下巴 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这孩子有可能炼制的是电机丹 如果炼制的是电机丹的话 那他可就太放心了 地品等级的电机丹 完全就不用抵挡劫难 咦?不对 他妈电机丹 不是已经消失在了 历史长河中了吗? 他为什么会炼制?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主人当时 也想要找到电机丹 为了给他那 亏空了身子的娘子服用 最终他走遍了大陆 遍访了所有的炼丹师 最终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下 从一个古老的炼丹世家那里 获得了电机丹的丹方 却没有获得 丹方先匹配的炼丹手法 这电机丹的难度 是被那个古老炼丹世家称之为 比天品丹药 还要更难炼制的丹方 而他们世家的炼丹手法 也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所以他们家族只有丹方 却没有相应的炼丹手法 这成为了他家主人 一辈子的遗憾 可现在这种 原本早就失传的丹方 跟丹药手法 此刻却原原本本地 展现在他的面前 这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 这怎么可能呢? 红发青年 再次要把自己的头发给薅秃了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他真的骂了 今天遇到的这一切 都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 一个不过是助激进的小渣渣 竟然掌握了几十万年的大佬 都没有掌控的炼丹手法 这本来就是一件 超出常理的事情 而且从一个傻也不会的新手 变成了一个老资格的炼丹老手 这也超出了他的认知 等等 他该不会被老不死的夺赦重修吧 这种情况 只有大能重修才有可能 才符合常理 而且他身上的满级天赋 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 他真的有可能是 大能夺赦重修的 只有这个才能解释 他小小年纪就掌控了那么多的圆满镜的技能 阵法圆满镜 炼气圆满镜 炼丹圆满镜 他妈的 就算他是大能重修 这个重修的达能也太变态了吧 这基本上是全能了吧 红发青年已经被打击得有些自闭了 可以想到自己的主人的传承 将会被一个大能获得 他的一颗心又提了起来 他的主人还想着复活呢 如果是被一个重修的大能 获得了他主人的传承 那他还能复活吗 第78章 纯粹觉得闯关者命太长 这一刻 红发青年人都骂了 他感觉自己愧对了主人的嘱托 这事情要怪 其实也要怪主人 当初主人设定的条件 太过的苛刻了 现在好了吧 倒是有人达到了主人的条件 可招来的是一个转世的大能 说不定 生前比主人还要变态的大能 就很难 现在是真的骑虎难下了 在他头皮发麻 倒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机前已经停止下了手印 轰隆隆 虚空中响起了一道天雷 不是吧 红发青年愣住了 这他妈的都能招来天雷 假的吧 这怎么可能 这只是一个地品圆满进的丹药而已 你竟然还给我来天雷 我某某你个某某 他是真的要疯了 这个人是捅了劫雷窝吗 炼制一个地品的丹药 都能招惹来一个劫雷 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而身为当事人的机前 却看着眼前的丹炉 眉头皱了起来 这情况有点不对劲啊 他明明是按照系统奖励的方法来 炼制的电机丹 可是这跟系统所阐述的电机丹 似乎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眼前的电机丹 已经达到了天品下接的地步 可这是变异了的电机丹 药效肯定是有药效 问题是带不出去 而且他也不知道 自己能否能重新炼制 一炉同样的 不行 他还得再开一炉 就在机前准备挑检一下 重新炼制一炉新的电机丹时 他面前有关于电机丹的材料都消失了 切 小切 机前撇撇嘴 他估摸着 这是这里的规则了 也就他左看看 又看看那些丹药时 他耳畔就响起了 大前皇朝 机前 第一个通过炼丹试炼 或十分 他面前的一切消散 而画卷外 红发青年身形有些许的狼狈 他看向机前时 更是狠狠磨了幕后草牙 恶心死他了 这炼丹都要遭到雷屁 而且还是地品的丹药 他真的没处 说里去了 规定中说的是 炼制出地品的丹药 这压的都炼制了两炉 不低于天品的丹药了 破镜丹姑且算他特殊 这个奠基丹100%是天品丹 所以几乎是在渡过劫雷 见到机前 还想要继续琢磨丹药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 就把人给踹出去来了 这要是让他继续再糟蹋下去 他这条命 估计都要搭进去 把人给踹出来后 红发青年总算是松了口气 现在就剩下御兽跟炼星了 他就不信 这臭小子 还能搞出他收拾不了的局面出来 总不可能御兽跟炼星 还能给他整出劫雷来了吧 还有他究竟是不是大能转世 只要到了那炼星塔里 就能试炼出来了 大能的灵魂能力 可以直接破镜而出 再者说 炼星塔里面 还有他主人的神魂在里头 这棘手的事情 还是交给他的主人来处理了 如果主人都处理不了的话 那就不是他的锅了 毕竟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气灵 能有什么大本事呢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他手一扬 再次把机前 丢入到了御兽试炼的关卡中 还处于阵法 跟炼气试炼关卡的众人 听到播报声 人都傻了 亲自参与到这个试炼关卡后 他们才知道 这关卡有多么的变态 可就是这么变态的关卡 在机前那里 就好像是随手口破一般 他们很多人都才刚找到 第一关的思绪 机前就已经到了第三关了 这还是人吗 这是变态吧 刚进入第二关 没多久的基罗语 听到这播报声 眼睛顿时瞪大了 平时他是装的吧 这他妈的 他不仅仅是天赋变态 阵法变态 炼气变态 现在炼丹也变态 不行 这件事情出去之后 我一定要告诉老祖宗他们 这可是我们鸡家的大宝贝 得好好的 种点保护 以后这样危险的事情 就千万不要让他出来了 他现在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基成道跟慕婉柔 为什么会那么宝贝 机前这个儿子了 这要是换作是他的儿子 那么优秀 他也宝贝得不得了 至于之前机前摆烂的一幕 现在直接就被他忽略了 并且他还给自己 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那就是机前的父母 为了保护机前的安危 所以让机前故意示弱的 平时他们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多半也是装的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他们装的真的是十分的好 都跟真的一样 他们都被骗了 此刻机前已经被红发青年 给投放到了玉兽关卡内 话卷外 红发青年暴毙在胸 冷冷看着机前 他倒是要看看 他怎么度过这个关卡 这一关实际上也算是福利关卡 可问题是 他们要契约的 可都是神兽级别的存在 只有契约了一头神兽以上 才能算通关了这一关 可是每一个人契约的妖兽是有限的 这就需要他们识别这里面谁是神兽 谁是妖兽了 而玉兽关卡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妖兽 要想从这一群妖兽里面 辨别出神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 这个关卡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个书 只要学习了里面的契约书籍 他们就能够契约到这些神兽 而问题是 这些神兽可都是骄傲的存在 就算你找到了 通过习性把他们哄骗到了 跟你成为了朋友 他们也未必会答应跟你契约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坑 他倒是要看看这个疑似大能夺射的人 如何渡过这个大坑 他就不信 他还能再一次轻而易举地渡过去 就在红发青年幸灾乐祸时 机前已经进入了关卡中 也听到了相关的播报 他看看把自己包围起来的妖兽们 又看看离自己极远的书屋 嘴角抽出了下 射下这一关的人多半是有大病 这么多妖兽 怎么知道神兽 鬼才辨别得出来 什么是神兽 什么是妖兽 而且最重要的是 书屋竟然设置在那么远的地方 他们要去书屋 还要从妖兽群中穿过去 穿过去后 看到书 得到知识后 才能契约这些妖兽 这他妈是人能想出来的事情 这纯粹就是觉得 闯关者的命太长了 这根本就是不把他们的小命当命 第79章 诱拐小麒麟 就在机前看着这些妖兽时 这些妖兽同龄大的目光 顿时落在了他身上 各自散发出了可怕的威亚 此刻他们 看向机前的眼神 就好像是饿了好几年的狼仔 突然看见了血淋淋的肉一般 双眼都是蹭亮的 机前 这些妖兽 把他当成食物了 轰隆隆 还不等机前反应过来 这些原本阶级分明 等级森严 各自都有各自领域的妖兽们 不管不顾地冲了过来 那奋不顾身的样子 机前都看到了 有一些弱小的妖兽 都被这些冲来的妖兽们 当场给踩死了 等等 眼瞅着离他最近的妖兽 就要触及到他了 他可不想像是那些弱小又可怜的妖兽那般 被这群妖兽们 给直接踩塌成肉饼 他一边喊 一边掏出了六祖给他 的药瓶里面 专门研制出来 对这些妖兽感兴趣的药物 这药物 还是第六祖婆炼制的 在机前把这些丹药 撒向空中的刹那 原本那些向他蜂拥而来的妖兽们 顿时在半空中折返了 向着他撒出去的丹药扑了过去 那眼神 红得吓人 于是 一场更加混乱地 抢夺丹药的战争打开了 不一会的时间里 丹药就被这些妖兽一掐空 而就在这些妖兽们 服用了那弹药和藕 一个个的身上 都冒出了粉红色的气息 嗯 看到这粉红色的气息 机前顿感不妙 下一刻 他就看到了那些妖兽 跟同种族的妖兽 开始做羞羞的事情了 整个场面混乱 混乱到了极致 而受到刺激最大的 还是机前本人 他看看手中的瓶子 又看看那些乱搞 刺雄关系的妖兽们 沉默了 他原本还以为 第六祖给他的是 结果就给他看 这他这是不是要当场就来一句 春天到了 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否则多不应景啊 就在机前心底无力吐槽时 东西南北中 各飞来青 红 蓝 黄 绿五色光芒 在这五色光芒飞来的刹那 那些原本争斗的厉害 想要争先来到机前面前 契约的妖兽们 顿时不敢动了 全部都趴在了地上 瑟瑟发抖 就好像见到了生死仇敌一般 机前见到这一幕后 眉头一挑 他来 今天的正主登场了 也就在他这般想的时候 面前那五色光芒落在了他面前 而后五色合一 便成了一只麒麟 这麒麟一出现 原本还在画卷外的红发青年 不淡定了 不是 这小子出来凑什么热闹 这热闹是他能凑的吗 他一步跨出 就要进入阵法途中 可就在这时 一道淡金色的光芒 在画卷上一闪而逝 挡住了他要进入画卷中的动作 这是 主人 红发青年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向阻止自己前去的金光 不是 主人这不是 你培养了许多年 才培养成功的神兽吗 这样子下去 他肯定会被拐骗走的 只是红发青年的画 并没有让挡在画卷前的金光 有任何的反应 红发青年苦笑一声 既然他家主人都没有意见了 他又有什么意见呢 只是他在心中 却不得不咒骂 那麒麟愚蠢的 他就没有见到过 那么眼巴巴的 跑到人类面前 摇尾起怜的神兽 这一点也不神兽 震碎了他的三观了 但出事时他跑去看他 他那傲娇的模样 差点都把他给吃了 那模样才算得上 是神兽该有的样子 而现在 这麒麟不值钱的样子 他是真的没眼看 是的 没错 在红发青年跟金光说话时 麒麟已经冲到了 鸡前的面前 对着鸡前摇晃着尾巴 双眼紧紧盯着 鸡前手中的药瓶 那模样 就是一个摇尾起时的 小狗狗的模样 红发青年手都要捏碎了 画卷内 鸡前看着那宛若一只 小狗一般 盯着他手上的药瓶 摇着尾巴 甚至还时不时 蹭一蹭他裤子的麒麟 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对着麒麟摇晃了下 手中的瓶子 你要吃这玩意 麒麟快速点头 看向鸡前手中的瓶子的眼神 都快要化成火焰之色了 鸡前嘴角再次抽搐 这不是你现在这个阶段能吃的 我给你换别的丹药吧 这麒麟都还只是一个小屁孩 就想着那档子是 他还真没有那么变态的 这麒麟想要 对鸡前呲牙咧嘴 大有一副要跟鸡前拼命的模样 红发青年见到鸡前 把药瓶收起来后 麒麟对鸡前的态度大转变时 一拍手 对吗 这才是神兽该有的态度 就该对他 变身咬死他 红发青年对着画卷举起了手 大声喊道 就好像是在给麒麟加油骨气 也就在这时 他就见到鸡前从储物戒指里面 取出了另外一个瓶子 递到了呲牙的麒麟面前 原本还在呲牙咧嘴在麒麟 在见到那瓶子时 用鼻子嗅了嗅 而后眼睛一亮 尾巴摇得更欢了 头又开始清热地蹭起了鸡前的小腿 鸡前把手中的丹药瓶里的丹药 倒在了手心里 来 吃吧 看看你喜不喜欢 这药瓶是裴元丹 他老娘给的 生怕他外出试炼 在某些时空里 不能从空气中补充灵气 所以给他塞来的 麒麟舌头一卷 把鸡前手心里的裴元丹 给席卷一空 吃完后 他身周亮起了微微的五色光芒 小麒麟陶醉地闭起了双眼 身子微微摇晃着 就好像是一个喝醉了的人一般 小麒麟摇摇晃晃了一会后 再次睁眼 眼巴巴地瞅着 鸡前手中的丹药瓶 神情里就突出两个字 想要 鸡前再次倒出了一点丹药出来 正当麒麟想要吃时 鸡前收了手 麒麟歪着头看向鸡前 一脸不解 你想要一直有这样的灵丹吃吗 想要的话 就跟我签订契约 我保证 你每顿都能吃上一瓶这样的丹药 等以后我练丹的等级高了 还能给你练支更好的丹药 让你吃个够 第八十章 契约麒麟兽 小麒麟眼睛顿时更亮了 她歪着脖子 期待地看向鸡前 我可以对天道发誓 鸡前抬起手就发誓 我鸡前今日向天道启示 若是麒麟与我缔结主仆契约 我必然每日给她一瓶赔源丹 若为此事 天打雷劈 天空顿时一声乍响 算是回应鸡前的这个誓约 等天道应答后 麒麟眨眨眼 对鸡前伸出了爪子 她的爪子上 有一道白光组成的契约 是否使用契约卡 契约麒麟圣兽 使用 鸡前的手中 顿时多了一张契约卡 不用那么麻烦 用我这个 鸡前笑眯眯地 把手摁在了麒麟的头上 契约卡触碰到麒麟的额头 就散发出白光 直接与她签订了天道契约 机前的属性面板 当即就有了变化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兽类 二 五 契约兽二 齐灵 昵称 带命名 成长属性 Max 年龄 三年 幼生期 零 一万 幼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技能一 进化任负面术法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二 复活 可帮助主人复活一次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三 野蛮冲撞 摧毁任何党在面前事物 被动 可进化 技能四 法相天地 被动 可进化 技能五 治疗 可帮助主人回满灵力 技能六 带解锁 机前的眼睛瞬间睁大了 麒麟的技能是真的有点猛 相比于机前的震惊 画卷外红发青年更是傻眼了 这他骂的也行 这也太假了吧 他是真的猛逼了 他当初可不止一次的引诱着麒麟 可是这麒麟愣是不上当 现在机前就用一瓶赔元丹 把麒麟给契约了 虽然每日都要给这麒麟一瓶赔元丹 可赔元丹才多少钱 这跟契约麒麟相比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若是传出去了 这简直就是丢进了麒麟的脸面 一瓶赔元丹啊 就一瓶赔元丹这麒麟兽 就把自己给卖了 这不值钱的样子 简直太丢瘦了呀 早知道的话 他也用赔元丹引诱他一下了 只要能契约他 把青年无脸 感觉到没眼看的时候 机前看向麒麟兽 日后就叫你踏跃吧 踏跃点点头 名字无所谓 主要是每天都有培元丹翅 机前契约了踏跃后 看向那些围拢在深周的妖兽 这一刻 所有妖兽匍匐在地上 看向机前的眼神里面 都带着敬畏 这是因为契约麒麟兽后 机前的身上 自然染上了属于麒麟的气息 嗯 不对啊 我之前明明契约了青云了 按照道理 他们也能感应到青云的气息才对啊 机前摸了摸下巴 一脸疑惑 这一点 他是感觉挺奇怪的 主人 是因为你契约的那只契约兽 睡着了 收敛了身上的气息 所以他们 才感应不到的 这是我们这些兽类的特殊神通 也可以说是自我保护吧 他愿奶生奶气的小女娃的声音 在机前的脑海中响起 给机前解释了缘由 如果不是他契约了机前的话 也无法察觉到青云的气息 机前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了 而后机前的目光 落在了场内其他的妖兽身上 就在他的目光落向那些妖兽时 他再次被弹出了这次的试炼 大前皇朝 机前 第一个通过玉兽试炼 或十分 红发青年拍了拍胸口 刚刚在机前看向那些妖兽的时候 那眼神分明就是 想要契约那些妖兽 虽然说兽圈里面最强大 最有天赋的 就是麒麟 可是在没有鉴定出他真正的身份之前 他是能省下来一点就是一点 等到他进入练兴试炼场后 实验出他是否转世重修的大能 如果他不是大能 而是一个天赋绝顶的苗子的话 主人的传承给他 就给他了 就担心他是一个转世重修的大能 这若是继续让他契约下去的话 那主人日后 想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传承人 留给他的遗产 可就真的很少了 所以现在能给未来的小主人 能省下来一点就是一点 他是不带任何含糊的 机前可不知道 自己被契林给针对了 听到 契林的播报后 他就拿出逍遥椅 往椅子上一躺 摇晃了起来接下来 他会很快的 就进入下一关了 可是连续的过关斩将 精神也一直紧绷着 现在 他还真有点困了 正要把机前给丢入到 连心试炼场时 他见到机前 就这么躺在那里 迟一了下后 终究是没有直接把人 给丢入试炼场 他现在其实也挺矛盾的 生怕机前是大能 如果他是大能 现在把人 给丢入到连心试炼场 让他心生恼火 到时候 他遇上主人的话 谁知道这样的大能 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法术来 针对他的主人 主人要是被针对了 那可就真的玩犊子了 所以他还真不敢得罪机前 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他怕机前 真的只是根好苗子 现在是过五关 斩六将后累了 这要是继续让他 强撑着鄙视的话 对他确实是不公平的 本来每一关过后 都有三天的休息时间的 之前机前过那些试炼 实在是太轻松了 导致他把那些休息时间 都给取消了 都是在他渡完关卡后 就把人给丢进了 下一关的关卡中 机前可不知道这一切 他几乎是躺在逍遥椅上 摇着摇着就睡着了 踏约在机前睡着后 趴在逍遥椅边角上 守护着机前 红发青年看到这一幕 酸得磨了磨牙 之前他引诱麒麟的时候 这只麒麟鸟都不鸟他 现在却狗腿子一般 守护着机前 还有这机前 也不知道该说他意高人胆大 还是说他没心没肺 这都在试炼区里面 就敢睡着 可不管如何 红发青年都没有打扰机前休息 机前这一休息 就是整整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后 机前睁开了双眼 在他睁开双眼的瞬间 他面前的景色就变了 他出现在一座塔前 都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人就被传送进到了塔内 第81章 生而知之者 进入塔内的机前 眯起了双眼 不对劲 这似乎是幻境 身为圆满镜的阵法师 他几乎是一进入这塔内 就感觉周围的情况不对了 当 一声钟响 机前的耳畔嗡嗡作响 他的神色也跟着恍惚了起来 下一刻 他好像回到了前世 他还是一个社畜的时候 每日枯燥无味的上着班 每天干着几乎是同一样的工作 然后有一天 他在公司下 救了一个晕倒的女孩 这个女孩 还是他的梦中女神 等等 不对 就在机前要沉浸在这个幻境中时 他打了个机灵 不对劲 他不是已经穿越到了 天荒大陆的机家 且成为了一个修炼者 可以安安稳稳的 当一个没有什么忧愁的富二代吗 每天过着混吃等死 百烂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 每日没事就是勾拦听取的生活 那生活太香了呀 于是下一刻 机前睁开了双眼 在他睁开双眼的同一时间 他的面前上 站着一个虚幻的人影 人影的手中 拿着一个金黄色的小钟 他还沉浸在机前的记忆中 压根就没有想到 机前会突然间醒来 机前醒来后 他也被带出了那个幻境 这一出幻境 就跟机前的眼神对上了 只是此刻的他 还在回味机前的生活时候 就对上了机前的眼神 两人对视后 他很快回味过来 手一挥 手中的铜钟瞬间变大 就在他要敲响中 把机前给带回到 之前的幻境中时 机前喊了声 等等 影子的手一顿 看向机前 说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 坐下来谈一谈 别老把我整进幻境中 你想问什么 直接问我 就在机前巴巴的开口 准备忽悠人时 只听到耳畔 响起一声荡气回肠的当 他眼前再次一黑 昏睡了过去 林被拉入幻境前 他骂了句 草 这鸭的还真不讲武德 影子看了眼 昏睡过去的机前 冷笑一声 臭小子 还想跟我斗 你还嫩着 然后他再次探入到了 机前的实海中 他要看看这个小子的来历 一个生而知之者 他倒是要看看 他前世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他刚刚在查看 他的生活时 就知道 这臭小子 从小就一副 百烂的坏心眼 一岁就盯着那些 身材极好的美人看 还经常趁着年纪小 去偷吃别人的豆腐 这一看 要么就是天生的坏种 要么就是一个 带着记忆的老色P 他刚刚才回溯记忆 回溯到机前五岁以前的记忆 现在他要看看 他五岁以前的事情 甚至上一世的事情 生而知之者 必然是带着潜意识 或者多世的记忆 重修的大能者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 受天道眷顾的褶儿 带着特殊的任务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管如何 这些人身上都带有着 一定的器语 尤其是后者 受到天地的眷顾 真的是那种 欲险都能逢凶化吉 且如果跌落在山崖 都能鬼扯地得到大佬传承 这一切都是天道大人的安排 心里嘀咕着这些时 他探入了机前的石海中 无数的记忆纷至踏来 他很快就回溯到了 机前的遗岁 以及还在他母亲肚子里的生活 当他准备继续回溯到 机前以前的生活时 只见一道金光闪过 他惨叫一声 苏醒了过来 而他手中的铜钟 更是在这一刻瞬间变大 砸在了他的头上 发出荡气回肠的一声 当 机前也在这一刻醒了过来 他刚刚已经回溯完了 前世的一声 那就是一个穷小子 救了一个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 白富美还对他温柔体贴 原本还以为这是美满无比 改变命运的一生 悲催的事情 就发生在他们结婚的五年后 他被人陷害致死 临死前却发现 这一切都不过是白富美的设计 最悲惨的事情是 他自以为碰了白富美 结果他压根就没有碰到过白富美 碰到的都是那些 早就准备好的三百块钱的女朋友 那白富美之所以找上他 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好掌控 那孩子 竟然还是白富美 跟他那个毒销老公的 结果就是 最终他替这个白富美的老公 背了黑锅 他变成了毒贩子 可怕的是 在白富美的编造下 他是毒销的事情 被白富美的女仆发现 却被女仆赐死 而白富美会跟他老公一起出国 带着那些黑心钱 逍遥法外 想想就感觉到 那简直是悲催无比 欧气无比的一生 听着钟声的响起 也彻底把他给震回了神 他看着被黄钟砸在钟下 两腿抽抽着 想要从黄瞳钟下 挣扎着出来的影子 他黑着脸走向了他 你快把黄钟挪开 让我出来 就在鸡前走到人影面前时 人影立刻对鸡前说道 说这话时 他有点心虚 丢脸 实在是太丢脸了 谁能想到 他竟然会被自己的法器给砸伤啊 说出去 谁信啊 可偏偏这就是事实 这黄瞳钟 天生就对神魂有克制作用 而他的神魂 又寄存在这黄瞳钟之上 对他虽然没有伤害 但是却依旧有所压制 现在被压住的话 没有外力的支持 他还真的很难 从这里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 当年他就没有彻底 恋化着黄瞳钟 否则的话 他也不至于那么悲惨 可不管如何 他都改变不了 他现在被黄瞳钟压住的事实 刚刚就是 你不想跟我谈的 鸡前黑着一张脸 走到了影子的面前 蹲下身 误会 那都是误会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 影子立刻心虚地解释 此刻的他是真的非常的心虚 不仅仅是因为 被自己的黄瞳钟压到 还需要鸡前帮忙 更重要的是 他被那道金光 直接拍出了 鸡前的神魂中 那金光压根就不想让他 查探到鸡前的前世 而且 那气息是天道的气息 而不是大能者 为了保护自己 用大法力 封印住了前世事情的气息 他真的是一个生而知之者 而且是命运中带着任务来的 这种人只能交吼 不能得罪 一旦得罪 他将会死得很难看 第82章 您看 不误会了吗 误会 鸡前凑到他的面前 敲了敲黄瞳钟 黄瞳钟被敲响 魂体影子 被这音波震荡地 别敲 头疼 影子捂住了头 这黄瞳钟 本身就对他们这一类有克制 现在被鸡前这个外人敲响 就反而成为了伤害他的音波 他好恨啊 当初自己为什么不想办法 早点恋化了这黄瞳钟 就算再难恋化 也要恋化 否则 他狠至于现在落得如此境地 哼 心底恨得飞起 但是嘴上却连连对鸡前求饶 小兄弟 你只要放开我 我就把传说级的法器送给你 就当是结一个善缘 如何 只要这个孩子 接受了他的这份传说级的法器 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他 如果命好的话 说不得还能替自己报仇 毕竟这一类被天道保护的人物 那绝对是天之骄子 只要跟着他就 绝对有肉吃 现在他是打定主意要粘住鸡前了 鸡前摸了摸下巴 这就是那些穿越小说里面的主角得到 老爷爷帮助的剧情 最后 这些老爷爷跟主角相处久了 有了感情 在危及关头 这些老爷爷就会献计了 自己来成全主角 想到这鸡前眼睛一亮 哎哟 您倒是早说啊 鸡前把黄铜钟挪开 再把人给扶了起来 您看看这不误会了吗 我还以为 你是想要对我不利的人呢 鸡前把人影搀扶起来后 还拍了拍他身上 根本就不存在的灰尘 你看这传说极法器 人影看着拿到黄铜钟后 第一时间就把他塞入 储物戒指的鸡前 他这顺手牵羊的本事 也太可怕了点吧 可偏偏他还要装作 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是真的憋屈又心塞 鸡前把他的黄铜钟摸走后 对影子伸出了手 见他迟迟不给自己 传说级的法器 前辈 影子嘴角抽出了下 他总感觉自己上了大灯 刘成还是要走一下的 你既然得了冠军 那就此公布你的名次 之后就把我的法器给你 哦 对了 老副名叫刘渡 就在刘渡准备 把此次的名次公布的时候 鸡前忙拉住他 等等 刘前辈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刘渡疑惑地看向他 你说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获得了传承法器 哦 还有你在这里面 能否把他们的记忆 都给消除掉 能消除掉的话 就最好了 刘渡傻眼了 他没有听错吧 他说 他不想出名 这还是热血沸腾 爱出风头的年轻人吗 怎么到了关头了 他却不想出名了 不仅不想出名 还想狗着 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太久了 还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 都那么懂得隐藏自己了 为什么 出名不好吗 年轻人就要出风头 年少成名 才会被关注到 才会得到资源 才会得到长辈的赏识 才会 还不等刘渡激动地 给姬前传授出名的好处 姬前就抬起了手 等等 前辈 你可能对我有些不太理解 我 姬前 姬家有史以来 天赋最好的一个 被称之为 最有可能成为地境的其中一个 还有 家父姬成道 有大帝之姿 老祖姬逍遥 准地及强者 表兄穆战英 大前朝太子 舅舅穆熊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地老圣主 所以 刘前辈你觉得 我缺资源吗 我需要被人关注到吗 况且 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的大环境 如果我现在 得到了传说级的法器 等待我的 将会被其余的四大皇族围堵 而且还是准地境 甚至极有可能会 惊动地境级强者刘前辈 你觉得我一个小小的 助击境强者 能否从这些人的手上 逃出生天 机前这一波说法 把刘渡给说猛圈了 不是 你们这一代的强者 这么不要脸的吗 你不过是一个助击境强者 值得他们对你出手 另外 他们下场也太早了点吧 这一刻 刘渡只感觉 时代是真的变了 在他们那个年代 这些实力高超的老家伙 那是动不动就闭关 期待能够早日突破 怎么到了机前 他们这一代 最高等级的 强者 动不动就蹦跶出来 这丝毫不讲道理 刘前辈 如果是你感知到 有比传说级更牛逼的法器出世 且所有钱去抢夺的人的实力 跟你差不多 你会去抢夺这个机缘吗 见到刘渡一脸不理解的模样 机前开口就是忽悠 刘渡眉头一皱 还别说 还真别说 如果是他还在鼎盛时期的时候 如果知道有传说级以上的 法器出世的话 他还真会去奋一杯羹 毕竟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 凭什么他就要眼睁睁地 看着法器落入别人之手 自己去抢夺一下 万一能够得到呢 想到这 他还真就瞬间想通了 看来还真的要把这些 小崽子们的记忆给消除了 放心吧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 保证就算是地境强者来了 刘渡这样说着 手一挥一道金光 自他手上飞出 横扫了整个秘境 但凡是被这道流光触及的人 都昏睡了过去 在他们昏睡的刹那 就都被踢出了秘境之中 在把这些人踢出秘境时 刘渡搓了搓手 看向机前 少年郎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秘境的好处都让你得到了 我想要进入到你的石海中修炼 你看如何 你放心 你修炼如果遇到了瓶颈的话 我绝对会指点你的 绝对不藏私 甚至我都可以发天道誓言 这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被天道眷顾的蠢 他如果不绑在他的大腿上 那都对不住 他活了那么多年 机前的眼珠子一转 刘前辈 其实我的天赋 还不是最好的 你别看我的天赋不错 但是我懒啊 你看我 虽然有着满级的天赋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住基静 如果是那些勤奋修炼的人 早就到了龙桥境 说不定都修炼到渡海境了 我就是一个贪玩的小废物 你跟着我的话 对你而言实在是太吃亏了 你看这样可好 出去之后 我给你介绍一个又勤奋 天赋又好 又有前途的子弟 可好 第83章 我还是要把他抬走 虽然谁有刘渡这个老前辈 在身边的话 对自己的帮助颇多 但是他身上有太多 见不得光的秘密 与其如此 不如把他给拐出去 刘渡听到机前这么吹嘘 顿时眯起了双眼不对劲 这小子怕不是想要忽悠他 瞬间刘渡的警惕心拉满了 没事 有我在 我会督促你勤奋修炼 让你早点成为递进高手 只有机前成为了递进的高手 才有可能给他 找寻复活所用的一切用具 毕竟其中有一些材料 如果没有递进高手 根本就进不去那些秘境 况且别人再好 还能好得过被添到眷宠的他 所以他打死都不会离开机前 刘前辈啊 你是真的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 是真的摆烂到了骨子里 无时无刻都不想着偷懒 就算是你鞭挞我 我也不会修炼的 你说说我出生就在人生巅峰 我为啥要努力啊 好好躺平不好吗 我爹都有大帝之姿了 我又何必去争抢 这个大帝的名额 这抢了我爹的名额 我爹怎么出风头 这是不孝啊 更何况 你想想啊 我机家那么多的老祖 那么多的准地高手 把他们培养培养 说不定就突破到地境了 所以我为啥要努力 再者说了 你说资源的事情 我娘是长公主 我舅舅是大前皇朝的皇帝 你觉得我的身份 还缺修炼的资源吗 另外 我就是一个摆烂到极致的人 就算给了我资源 又有什么用 机前这一套洗脑之下 刘渡情不自禁地 按照他所设想的去向 他顿时沉默了 修炼为了什么 不就是享受 别人崇高的敬意吗 不就是为了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别人不能阻拦吗 不就是为了快夜恩仇吗 结果呢 机前这小小的年纪 似乎就已经达到了这一点 他是大前皇朝皇主的外甥 更是未来递进强者的儿子 这待遇 绝对是跑到哪里 都能豪横地存在 所以 他好像 似乎真的不用努力就行了 他真的被机前给说服了 挠了挠头的他 正想要答应机前所说的 但是很快 他的脑筋就转过弯来 不对 他差点就被这臭小子 给忽悠住了 他是被天道眷宠的人 别人再好 也没有他好 就算是他不想修炼 天道也会追着 给他赏饭吃 孩子 不管如何 我都选择更定你了 贫穷或富贵 低谷或者巅峰 我都会与你相伴 总而言之一句话 他不走 机前 这怎么就忽悠不住呢 刘前辈啊 我现在口说无凭 你到时候见到他 你就懂了 毕竟我说再多 你也会觉得 我是在忽悠你 为了你不后悔 你先别那么快就选定我 等你见到了他之后 你再做选择 如何 刘杜沉默一下 他还真有点异动了 那一辈机前这个 连天道都眷顾的人 都备受推崇的人 那人绝对是有可取之处 也好 迟一片刻后 刘杜点了点头说道 那我且看看他如何 好的 那待会儿 有人来搜索我的记忆 还请前辈出点力了 机前笑眯眯的 对刘杜说道那是自然的 你现在可是我保护的人 刘杜拍了拍胸口 摆出一副 老子老牛逼了 你 我照着的大佬姿态 那就麻烦前辈了 机前更是一副 非常相信刘杜的姿态 先不说其他的 少年郎 你既然不想让我 寄存在你的石海中 那你总得让我有一个 安身之所吧 之前我的那个黄童中 那就委屈一下前辈 先住在这里吧 机前掏出了一个阵盘 这个阵盘 是当初他找第六组雕刻的 是一个能够酝酿神识的阵盘 刘杜看着 递到眼前的粗糙至极的阵盘 他沉默了 这一刻 他看向机前的目光 也变得怪异了起来 正常人是绝对 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可偏偏他做了 见机前的神情 非常的坚定 看来 他是休想要回到黄童中里面了 最后无奈环境比人强 他只能委屈自己 进入到了阵盘中 好了 出去吧 进入阵盘中后 刘杜催促道 我会把你安插在人群中 绝对不会让你成为最耀眼的仔 刘前辈啊 那个混淆试听的 还不等机前开口 刘杜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你不用说其他的了 我已经做了安排了 为了混淆试听 我都溃出去好几本天平的功法了 机前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闭嘴了 他倒是没有想到 这刘杜想得那么周到 果然是家有一楼 如有一宝 但是他 还是要把这个老宝贝 送给姬无雷 之后 机前眼前一黑 就被传送了出去 与他一同传送出去的 还有一大堆的人 而外面的众人 早就在有空间波动的刹那 所有人都在翘首以待 第一个出来的人 是大骊皇朝的人 按照以往进入秘境的惯例 第一个出来的人 要么就是秘境中 获得最好东西的人 秘境为了保护他 会在最开始 就还把他给送出来 其余人都会有一定的时间延后 所以 在这个大骊皇朝的人 出来的刹那 大骊皇朝第一时间 就把人给严严实实地 护卫了起来 其余皇朝的人 想要前去抢夺的机会 就是一拨人从秘境中 被吞吐了出来 只是让他们诧异的事情是 出来的每一个人 都是属于昏迷状态 这一刻 各个势力的老祖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只是一时间哪里不对劲 他们又说不上来 但是不管如何 他们都是在第一时间 把自己人给接回到 自己保护的区域内 并让人把这些孩子 都给叫醒 这些人在自家人 强力手段之下 种着脸颊醒来 那些家族中的老祖 自然是想要问清楚 发生在秘境中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只是觉得 自己进入了秘境中 就开始闯关 他们90%的人 都卡在了第一关阵法上 所以 老祖问这些问题时 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异 这一刻 老祖们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第84章 薅黄是羊毛 得到这些答案后 这些老祖们的目光 不由地扫向了那些 从秘境中出来的人 当他们的目光 与那些同样向他们的 后裔看来的目光的 众多始祖时 他们的眼中 闪过了了然之色 也在此时 他们跟本皇朝的家族们 互通有无后 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也就在他们心底失望时 又有一小部分 天赋高强的人 被踹了出来 而且似乎是专门有意 让人注意到他们一般 他们身上 都染上了一层 淡淡的金黄色的光运 所以 在他们出来的刹那 这些始祖们的目光 就聚焦在他们的身上 并且第一时间 就舍弃了 刚刚出来的那些家族子弟们 出现在他们身上 并且开启了最强守护 传说级的法器 值得他们如此慎重对待 也就在这些始祖们 出现在这些人身边 保护住他们 这一刻 他们的心情是激动的 有特殊的金光 这准是获得了 秘境宝物的表现了吧 就是不知道 这些人身上 哪一个拥有 传说级的法器了 并且他们看了眼秘境 是否还有人没有出来 毕竟 如果真的获得了 传说级法器的话 那说不定 他们身上的光芒 会更加的璀璨 而不是每一个人身上的光芒 都那么的平均 也就在这时 秘境直接关闭了 这些老祖们眉头一皱 也就在这时 那些被秘境丢出来的 身带金光的人苏醒了 可这些老祖们 想要从他们口中 探知到秘境的信息时 他们的回答 依旧是一致的 他们突破了 炼丹的试炼后 就有一个老爷爷出来了 说他们已经通过了试炼 但是却不是完美通过 所以就给了他们 一本天界功法之后 就被丢了出来 众人的说辞一模一样 这一刻 这些始祖们 却皱起了眉头 这怎么可能 都没有得到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秘境绝对不会消失 他们看向 原本代表着秘境的石碑 石碑已经消失了 这也就说明 这秘境 已经彻底消失在了 天荒大陆中 所以 肯定有人获得了 传说级法器 否则这秘境 不可能消失 那么肯定有人在说谎 这些始祖心中 几乎是同时有了 这个想法 他们的目光 开始狐疑地扫射了一圈 究竟是谁在说谎 对于这些鬼经鬼经的孩子 他们是信不了一点 毕竟这传说级的法器 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是别的势力 或者国家得到了的话 那么对于其余的势力 跟其余的国家 都将可能会是负灭之危 这容不得他们不小心谨慎 姬家始祖 扫了眼自家的子弟们 我相信 我们姬家的子弟 不会有这种藏匿的心思 可为了咱们姬家的安危 我只能给你们使用搜魂了 别的势力都已经仔细地 再给自家人搜魂 如果他不配合搜魂 等待姬家的 恐怕就是其他势力 集体威逼姬家 到时候有些仇家 趁此机会踩姬家两脚 到时候 姬家的天才子弟 就可能遭到这些势力的毒害 毕竟他们可以推脱成 他们姬家子弟们的神魂 太过虚弱 或者说 他们操作不当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这件事情 他们姬家 就不能让别人有可乘之计 姬长安手一挥 就施展了搜魂术 把姬家所有子弟 都给笼罩在其中 宛若月光一般清冷的光辉 让其余势力的人的目光 落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看向姬长安的目光中 难得地染上了忌惮之色 被探查的姬钱的石海中 有一缕光辉 笼罩住了姬钱的石海 阻隔了姬长安的探查 姬长安下意识撇了眼他 又若无其事地掠过 并且还很淡定地 扫射了眼其他人 姬长安探查了一回之后 收了神通 除了姬钱这个意外之外 其余人都没有任何的异常 见姬钱收了神通 皱着眉看着其他的势力 那眼底的狐疑 还有阴冷 让那些一直关注着 姬长安的 其余势力的领头人 也开始忌惮其他的势力起来 看来姬家 没有得到传说级的法器 其余世家 也相继地收了搜魂神通 这些世家 可没有姬长安那么骚包 他们只能一个个地搜索过去 所以 相比起姬长安而言 就缓慢了很多 而在他们搜索的过程中 就见到姬长安的目光 时不时地就落在他们身上 给这些势力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生怕 自家的子弟中 就有一个就身怀传说级的法器 到时候 如果他们的表情掩盖不好 被这个老六给发现了 恐怕这个老六 就会在第一时间给宣扬出去 到时候 那可就真的玩犊子了 那将会是真正的群起而公之 想到这 他们的头皮都发麻了 姬长安扫射了他们一圈 一个个看过去 那些人搜索了一圈后 也没发现有任何异样 最终眉头一皱 不对劲 他们也没有从自家人身上 察觉到 他们有获得传说级法器的气息 一切就好像 他们自己所说的那般一样 所以 所有势力找了一圈 最终都没找到 获得传说级法器的人 这一刻 他们眉头皱了起来 难不成 这法器还真的是因为 找不到合适的传人 所以失望了 直接顿走了 等待以后的有缘人 已经化身成一座塔 落在机前储物空间的秘境 表示 我伪装的还行吧 也就在这时 五大皇朝的皇主 却皱起了眉头 这情况不对劲 说不定各家老祖们 故意为了隐瞒自己家 获得传说级法器的信息 所以装作没发现的样子 于是 这五位皇主 为了以防万一 对视一眼后 互通了有无 而后 他们几乎是同时干渴出声 大家且听我们一言 我们决定 联合搞一个搜魂的阵法出来 具体地展开来查一下 看看我们皇朝的好狼 是否获得了传说级法器 作为补偿 我们将会给获得者 奖励五亿的上品零食 一件天品法器 当然 就算没有任何发现 我们也将会对每个世家 进行一亿的上品零食补偿 这一笔钱 将会由各个皇室自掏腰包 皇主们的这话一出 所有世家的老祖宗都亮了 谁也不会嫌自己钱多 更何况 还是从皇室手上好下来的 这可不多见 第85章 开启系统商店 各势力的画室人 在这一刻 其实都没有什么意见了 他们自己探查了一遍 自家的人 没有任何的问题 听到这话的积钱 不带这么搞针对的吧 小子 这些皇朝身上有国运加深 想要探查你的话 你最好小心点 我给那些人的封印等级还可以 你只要直接暴露的话 他们的目光 将会被转移到他们身上 积钱的石海里 顿时就响起了流度的声音 积钱虽然是天道蠢 遇到任何危险都会逢凶化吉 可问题 是他就怕这孩子投铁的 跑出去承认自己身上 有传说级的法器 刚刚他也看到了 这些势力 真的如积钱所说的那般 勾心斗角 根本就不像是他们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虽然说也没有多好 但是起码不会做出 晚辈一旦获得了大机缘 长辈对晚辈出手的一幕 现在看那些势力的目光 那明显是想要人的性命 他可不想自己刚刚从秘境中走出 还不等他获得恢复真身的材料 就直接被造霉了 积钱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前辈啊 我想问一下 一般被搜魂了之后 承受不住第二次搜魂时 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出现 跟发阳颠峰似的 直抽抽 流度的话音刚落 就见积钱的身子 适时地倒在了地上 身子抽出了起来 流度 倒是没有那么刻意 也不用那么快速地 把他的话全盘接受 积钱这一倒下 顿时引来了众人的目光 姬长安无奈地看了眼积钱 对其他势力看过来的目光 笑了笑 让大家笑话了 可能是我刚刚没有掌控好搜魂的力度 导致这孩子出了问题 看来他今天事不适合搜魂了 姬长安这话一出 其余人的目光也落在了积钱的身上 住基金的小废物 就是天赋有点高的吓人 既然如此 朕的外甥就不参与今日的搜魂了 大前皇主慕雄怀开口了 其余势力的话是人 再次看了眼积钱 可以 他们早就对慕雄怀的这个外甥 出现了天地异象 跟他的父亲一起被称之为 最有可能成为递进的强者之一 自然是值得他们重点关注的 可关注到后来 随着探子打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多 他们也就不再关注积钱了 毕竟一个被养歪了的孩子 一个从八岁起 每天只知道勾兰听取的小屁孩 是一点也不努力 且认真摆烂的废物二代 压根就不值得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 所以 此刻一听到这个无缘无辜 就因为搜了一次魂就倒地不起的孩子 是积钱后 他们就很轻易地忽略掉了他这孩子小小年纪 多半是被女色掏空了身子 所以才会顶不住一次搜魂 他们都注意到了 积长安搜魂的手法 可比他们温柔多了 这样都承受不住 可见积钱的底子有多弱了 可 皇主们跟其他势力的人 倒是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底 不是他们不重视张天乐 而是他们都一致认定积钱这个废物 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这个秘境的传承者 如果换作他们是秘境的主人的话 他们也不会想要自己的传承人 是一个百烂的人 积钱储物戒指中的刘渡震惊了 不是 这也行 这明眼人一看 都知道这孩子是装的吧 这些人都眼瞎了吗 正常人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吗 这如果是换作是他 第一时间就查这小子 管他是谁的仔 必然有问题 可偏偏这群人还真的就信了 刘渡都要震惊骂了 积长安此刻蹲在了地上 查探了积钱 这一查探 他的神情凝重了起来 因为这孩子 真的就是一副亏损的模样 该不会真的被他刚刚搜魂的时候 给伤到了吧 可明明他在给这臭小子搜魂的时候 毛都没搜到 所以他直接就掠过他了 这一刻 积长安因为不确定 而有一点点的心虚 他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了能够稳固神魂的宁神丹 塞到了积钱的嘴里 他脸上一阵肉痛 这宁神丹 就算是他没啥大事 都不舍得用 要不是想到 积钱为家族做出的贡献 他还真舍不得给他用 刘渡 这人老眼昏花了 铁定是老眼昏花了 都凑那么近了 都还看不出来 这娃是装的 这一上来就 给那么高等级的丹药 给他补充神魂之力 这一刻 刘渡感觉到自己的世界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刘渡受到冲击时 五大皇朝的皇主们 已经让人设置好了阵法 并且在各大家族的支持下 所有人都进入了阵法中 阵法开启 一阵光芒 笼罩住了这些人 而这时 原本还在抽搐的积钱 停止了抽搐 虚弱地睁开眼 看向积长安 刚刚为了效果逼真 他可是从系统那里 用一百个摆烂点 购买了道具的 是的 没错 就在紧要关头 系统竟然给他开启了 一个系统商店 可以凭借着摆烂点 购买相关的用品 而且还给他来了一个 相当炸裂的推荐 第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 就摆出了一瓶伪装水 还散发出不灵不灵的光芒 似乎生怕他看不见一般 关键是非常便宜 一瓶能够伪装到 让递进高手都看不出来 你在伪装的伪装水 只需要一百摆烂点 系统那也是没办法了 这人是真的抠门啊 守着一大堆的摆烂点 他就不用 这不是缠他吗 这都到了关键时期 机前也怕被拆穿了伪装啊 于是他就用一百摆烂点 买了一瓶摆烂点 瞬间就来到了 二十二万四千八百一十 虽然痛失一百摆烂点 但是好歹是把这一群 准低近的大佬们 给糊弄过去了 好点了吗 机长安关切地看着机前 问道 好多了 谢谢石祖 机前对于石祖这个土财主 那可是好感直接拉满 谁能想到啊 他只是伪装一下 他的石祖是真的关心他 把宁神丹都给他服用了 现在他的神魂稳固的一批 而且隐隐有要往上一层的意思 第八十六章 这个表弟真的没救了 没事就好 机长安点点头 你好好休闲 我就不打扰你了 也就在这时 木战英走了过来 表弟 你没事吧 刚刚因为太多人关注着他表弟 他不敢过来问询 现在这些大佬们的目光都转移了 他第一时间就跑过来找表弟了 没事 机前摆摆手 他能有什么事 一切都是骗人的吧 表弟 你可不要骗我 刚刚你都发扬巅峰了 你不要因为你家石祖伤害了你 你就要包庇你家石祖 这是不对的 木战英拍了拍机前的肩膀 可是石祖对我很好 刚刚他还给我吃了他的药丸 吃完后 我就好了很多了 都好到要突破了 如果有这样的好事 他愿意让自己的石祖 天天来给他搜魂 木战英 这个表弟真的没救了 这机家的石祖 明显就是打一个大棒 给一个走 表弟 你 表哥 难道你觉得 我家石祖做的不对吗 机前很无辜地看着木战英 木战英点头 那表哥 你跟我家石祖说吧 说他这种做法是不对 机前扯着木战英 就往鸡肠安那里走去 木战英的脸色 当场就变白了 卧槽 他这表弟 是真的不讲武德 他只是想要让表弟 不要让被人利用了 谁知道 他表弟直接忙上去了 他若是去当面质疑机家的石祖 他丝毫不怀疑 下一个机长安 就会给他一个大逼兜 把他拍到父皇的脸上 大可不变 大可不变 既然表弟觉得 你家石祖好 那你石祖就是好的 木战英 是真的怕了自己这个表弟了 他聪明的时候 是真的聪明到 让人头皮发麻 可是他忙的时候 也会忙到他心惊胆战 这表弟 是真的很难弄懂 表哥 你确定不去了 机前很无辜地 松开了木战英的手 不用了 木战英扯了扯嘴角 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一个药瓶 递给机前 这是维兄给你的 补充神魂的药 没有你家石祖的好 但是维兄的一点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我就先回父皇那里了 等父皇那里忙完了 我再来找你 木战英说完 当即转身就走 生怕再多留一会儿 就会被机前给拉扯着 去找机家的石祖 木战英走后 姬如雨犹犹豫豫地走了过来 他已经不记得 在秘境里面发生的事情了 但是在看到机前受伤后 不知道怎么的 就下意识地跑过来 想要关心他 可是一想到机前是一个废物 不值得关心的时候 他又忍不住傲娇了起来 就在这种傲娇与关心的 两种复杂心情交织的作用下 他还是跑到了机前的面前 抬着下巴 鼻孔对着机前 眼神屁腻 你没事吧 这傲娇又带着施舍中 夹杂着点关心的语气 让机前嘴角抽出了下 没事 死不了 现在我看不是我有事 是你有事 眼睛怎么了 不舒服 就去找家中的大夫 给你治一治 一出姬罗宇君 有些气急败坏起来 你 他就不该来关心这个傻逼 他都不知道 自己脑子怎么就出问题了 见到这傻逼出事 就会情不自禁地 跑过来关心他 搞得他好像很崇拜他一样 姬罗宇甩秀离开 机前看着气冲冲离开的姬罗宇 眉头一挑 这模样 怎么跟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 一个爷们 怎么就娘们唧唧的 知道事情全过程的流度 他该不该说 这孩子在秘境里面 已经完全被他折服了 打心底里的折服 所以才会情不自禁地关系他 他倒好把自己的谜地 给往外推 走出不远 顺风听到 机前这话的姬罗宇 拳头钻的帮应 以后他关心这狗逼东西 算他输 他就不该来 在他们这里发生差距的同时 五大皇朝的人 已经通过阵法 筛选出来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身上 都被下了高等级的封印 而且 这封印 还是他们目前解不开的 最最重要的是 这五个人 还分属于不同的皇朝 也就在筛选出 这五个人的刹那 五大皇朝的皇主 出手把这五个人 给保护了起来 五大皇朝的皇主 内心里对彼此 都警惕了起来 把人都给接回来后 五大皇主 把人都交还给各自的家族 穆雄怀带回来的这个人 是王家的王步雨 王步雨 也是新一代的接班人 天赋只是差了 鸡家鸡无雷一点 王家家主 对穆雄怀 那是感恩戴德 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 穆雄怀 会把他们世家的人 都给带回来 要知道 其他四大皇朝的人 带回去的 可都是他们皇家子嗣 而不是世家子弟 所以 五大皇朝当中 就只有大前皇朝的皇家子弟 没有这种高等级的封印 要知道 拥有这种高等级的封印 极有可能就意味着 这些人 里面有人已经获得了 这个秘境的传承 其余四大皇朝的皇主目光 转向了穆雄怀 跟大前皇朝 本来就不对付的 大黎皇朝的皇主 顿时就对穆雄怀 阴阳怪气起来 哎呀呀 看来老天爷 谁也看不惯你们大前皇朝啊 你瞅瞅这秘境传承人 就不可能是你穆家的血脉 瞅瞅我们 都是皇家血脉 才获得了这种高等级的封印 他们五大皇朝的皇主中 穆雄怀的天赋 一直都吻压他们四大皇朝 以前外出任务的时候 争权夺利 每次都是穆雄怀获得胜利 穆雄怀以前 没少骂过他们是渣渣 今日难得的看穆雄怀吃扁 大黎皇朝的皇主 可不惯着穆雄怀 穆雄怀淡淡看他一眼 以前挨得打还不够让你印象深刻 大黎皇朝皇主顿时就闭嘴了 现在他可是皇主了 可不能跟着莽夫计较 一计较的话 他可真的会马上来给他一顿揍的 穆雄怀的目光 再次在其余三大皇朝的皇主身上掠过 你们有什么想要嘲讽的话 就憋在心底 别在老子面前避避 否则别怪朕当众删你们 其余三大皇朝的皇主 原本还想过来打圆场 穆雄怀这话一出 他们果断闭嘴了 27章究竟是谁对他们出手了 在大前皇朝国境内 靠着大前皇朝的国运 这莽夫是真的能够压着他们一起打的 到时候丢脸可就真的丢到了国外了 他们都是皇主了 可丢不起这个人 在他们都闭嘴的情况下 大黎皇朝的皇主哪里还敢多嘴 穆雄怀扫了眼他们 见他们都安静如鸡子了 顿时满意了 也不知道这些蠢货有什么好得意的 如果不是他儿子穆战英年纪稍微偏大一点 进不去 还轮得到这些傻子在他面前嘚瑟 也不看看自己的那一群歪瓜裂草 还好意思避避赖赖 现在秘境已经关闭了 没什么屁事 都给朕滚回你们的国家去 穆雄怀嫌弃地挥了挥手 而后又转身丢给大前皇朝的世家们 一人一个储物戒指 这是他答应给他们的 说到做到 做完这一切 穆雄怀动用国运 把自己带来的这一批人都给带走了 穆战英跟姬前却被留在了这里 他们还需要跟大空皇朝的人继续战争 而大前皇朝内部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至于刚刚为何不把大空皇朝的皇帝给留下来 他们又不是要覆灭了大空皇朝 还不至于打起国战 最最重要的是 现在他们大前皇朝的核心军队天阳军 还没有全员熟练积风雷传给他们的战争 现在能够熟练运用战争的 也就只有在边境的人 如果这个时候全面开战的话 对于他们大前皇朝而言反倒不利 别看他们在边关这一战 天阳军胜了是神军 而且还是大获全胜 这如果是全部军团一起上的话 他们的天阳军绝对会战败 这事情刘天官已经给他排演出来了 天阳军的统领的能力 在现如今全部部队不熟悉战争的情况下 最多只能同时统率六成的天阳军 用于参战 超过六成的天阳军的话 会导致溃不成军 甚至于导致战争反噬 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开战的理由 他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要灭 他就要有把握彻底地灭掉大坤 让他们没有任何触底反弹的空间 所以在没有这个把握之前 他不介意跟他们演戏 很快 这一带就只剩下基前跟穆战云他们了 他们还需要暂时驻扎在这里 跟大空皇朝的人继续打 把大空皇朝的人彻底打退 并且要让大空皇朝的人赔款后 他们才会撤离 等皇家离开后 王家的始祖此刻却来到了基长安的面前 没想到吧 我们王家有一个出息的子孙 竟然能够得到传承 不仅有天庭的功法 还极有可能他那封印里面 还隐藏着传说及法器的下落 到时候只要时间到了 封印解开 我们王家将会成为大前皇朝的第一世家 基长安婉若看智障一般 看着眼前表演欲望极强的王家始祖王雀德 王雀德 你要舞就滚到一边舞去 别舞到我面前来 看得心烦 基长安婉若敢苍蝇一般 挥了挥手 一脸厌烦 别人他不知道会不会得到什么东西 但是他坚信一点 这些人都能够得到天品功法了 基前说不定已经获得了更好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在历练 都随时随地 能够给家族带来上品零食矿的子弟 既然跟这群人一起进入到了秘境中 那肯定会得到一些什么 只是这孩子多半是在隐藏 作为基家的始祖 自然是要帮助自己的出色狼来隐藏的 毕竟木秀与凌峰必摧之 他可期待这个孩子长成后的模样了 哟哟哟哟 你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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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这事情是你酸不出来的 我的好后裔 可是给我们带回来了天品功法呢 王雀德笑眯眯地瞅着基长安 哎嘿 没想到吧 我们王家也是来运转了 算了 我才懒得跟你这个倒霉鬼一般见识 孩子们 我们走 王雀德带着他的人嘚瑟地离开了 那真的是走路都似乎带了风一般 其余没有得到传承的世家 看向王雀德他们一行 双眼微微地瞇了起来 最后他们也都各自带着自己人离开了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木战英来到了基前的面前 表弟 我们先回军营吧 好 基前跟着木战英回了军营 而基前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次前来参与抢夺秘境的各大世家 已经由原本的暗潮汹涌 在他们回去的路上 那些但凡是被秘境标注过来的 奖励了天品功法的人所在的家族 都遭遇到了别的世家或者宗族的伏击 这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大前皇朝内 也发生在其余的四大皇朝里 而且包括了四大皇朝的皇族 唯一一个就是大前皇朝 因为此次是空城 所以没有人来找大前皇朝的麻烦 木雄怀一行 妥当地回到了皇宫 当然与木雄怀一样 很安全无忧地回到家中的 还有除了王家之外 其余的所有势力 此刻的王家是最惨的 一波波地偷袭 就算是有王家老祖在 都让他们这一行 在回去的路上都折进去一小半人 这一刻的他们 再也没有了离开彼岸近视的得色 王家始祖王雀德的脸更是黑得彻底 这一次从边境回到王家 他们不仅折损了近半的人员 甚至于他自己都受了点轻伤 而可怕的是他还辨认不出 这些对他出手的人是谁 始祖 会不会是姬家的人对我们出的手 王家的家主王波二对王雀德问道 毕竟他家始祖在离开时 可是嘲讽了姬长安的 姬长安这个人最为小心眼 这样的嘲讽 虽然他当众没有说什么 但是背后肯定是会下黑手的 不是他 王雀德却摇了摇头 姬长安没有那么无聊 这次出手的人 反倒不像是我们皇朝内的世家 王雀德低垂下眼眸 眼神森冷无比 虽然那些有所掩饰 甚至借助了大前皇朝的一些世家的招数 可底蕴气息却不会错的 这些人不是大前皇朝的人 只是究竟是哪一个皇朝的人 他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不管如何 不管是哪一个皇朝的人 感动王家的人 他势必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八十八章 四大家族巨手 纷乱起 王雀德沉默半想后 拿出了传讯御符 给姬长安发了讯息 姬家老不死的 是不是你姬家偷袭的我 我在来袭击我们的人当中 察觉到了你姬家的人 你自己过来辨认一下 放屁 老子要斩你王家 还用得着偷偷摸摸 老子一个人就能去你王家 杀一个七进七出 不一会的时间 姬长安就发回来了信息 对着王雀德就是一顿喷 再诬赖老子 老子就把你王家给灭了 王雀德把自己斩杀的 一个人的影像传递了过去 你就说 这人是不是你姬家的人吧 姬长安那边沉默片刻 你等等 我现在就过去 王家家主看着王雀德 给姬长安发讯息 听着姬长安的回复 王家家主猛逼了 还能这样操作 虽然说 这里面确实是有些 似是而非的三大家族的人 甚至于还有一些人 潜藏在他们本家当中 对他们发起了袭击 否则他们也不会死伤过半 问题是 老祖宗已经盖棺定论了 这就是别国的人 对他们王家进行的袭击 可现在 老祖宗却把姬家的姬长安 给牵扯进来 那可是一个真正的老六 也是真正的大杀神 把这一尊杀神 给招惹到王家 一个不小心 王家可就真的覆灭了 所以他是真的有些不太理解 自家老祖宗的这个操作 老祖宗 把姬家始祖招惹过来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放心吧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王家始祖冷笑一声 只有把这些大家族的人 都给搞过来 商量出一个计策出来 这样 他们王家才会真正的 安全 王家家主看着自家始祖 突然明白了 自家始祖的心思高 实在是太高了 这样一来 他们王家看似是危险了 但是确确实实 不用再惨遭 其他皇朝的暗中伏击了 不得不说 还得是老祖宗 也就在这时 姬长安就出现在 王家始祖面前 王确德 你要不要那么确德 还学别人 玩那栽赃陷害那一套 你就说 这人是不是你姬家的人 王确德甩手就把一具尸体 甩到了姬长安的面前 你好好看看 别总觉得是我在栽赃陷害了你 我可不想被当枪使 如果你想被当枪使的话 我没意见 要战就战 就算是战斗至我们王家剩下 最后一员 我王确德也是不带怕的 看着被甩到面前的尸体 姬长安难得地沉没了片刻 这人确确实实是他姬家的人 而且也确确实实参与了 围剿王家的动作 见到姬长安不再嚣张 王确德这才继续说道 我也很想相信你们不是针对我 可是这铁一般的证据摆在我眼前 你让我怎么看 你也要站在我的角度 替我想想吗 姬长安眯了眯眼 而后逆了眼王确德 行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就别搁那里给我演了 我想 你们王家也被入侵了人吧 想要联合起来的话 就联合吧 我没什么问题 顺带地揪出来一些人也好 姬长安这话一出 顿时给了王确德一个定心丸 他怕就怕姬长安这个老六 执拗起来不管不顾 到时候就比较难搞了 那我现在去联系其他世家的人 王确德征询地看向姬长安 姬长安坐在座位上 闭上了眼睛 王确德示意王家家主给姬长安看查 而他则开始联系其他两大世家的始祖 把他之前收集的证据往其他两家一丢 下一刻 两大世家的始祖就气冲冲地跑了过来 人还未到 升到先到了 王确德 你这个确德货究竟想要干什么 难道是想要掀起世家之间的大战吗 还真以为我们好欺负了是不 等他们抵达后 却发现姬长安老神在在地坐在客座上喝着茶 原本嚣张的气焰顿时压制住了 每次有姬长安这个老六参与的事情 都会向着奇奇怪怪的方向发展 这一次恐怕又会变得不简单 更何况 姬长安跟王确德本身就极为不对付 现在姬长安都愿意坐下来谈的话 那就说明这里面牵扯出来的事情 恐怕不简单 这件事情找大家过来 不是想要追究大家的责任 而是我们四大世家 可不能给人荡枪使 所以我们四大世家 要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 先查看一下 究竟是谁的手笔在里头 呦呦呦 王确德呀 你之前不是还挺能的吗 你家都获得了大佬的传承了 你怎么就不自己解决 还有 你搞出来的这点玩意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张家十足可一点都没有贯着王确德 张口就是嘲讽他 虽然忌惮姬长安在这里坐着不说话 可不代表他就要受王确德的鸟气 老张 这事情可不是我王家一家的事情 这搞不好 可是我们整个大前皇朝的事情 他都能这样对付我王家 难道就不会对付你们张家 王确德冷笑一声 你有那个能力震慑得住他们吗 张家十足瞬间就沉默了 好了 别再吵吵了 我们先商量出一个章程了 然后再跟沐熊怀谈一谈 姬长安发话了 他这一说 倒是没有了争讨 四大家族的十足们 都开始坐下来 谈论这件事情的始末 另外一边 在边境中的姬钱 此刻却快要被流度给烦死了 只见此时的姬钱 钻进了边境城市里的花街柳巷里 继续他的勾兰听曲 孩子 不是我说你 小小年纪 就不要被花花世界所腐蚀了 你这个年纪 正是修行的大好时候 怎么能够摆烂呢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 刘渡见到姬钱一手搂着美女 一边张嘴吃着美女们 送到嘴里的水果 眼睛却盯着台上歌舞的歌舞技们 主打突出的就是 二世祖享受一个歌舞生平的世界 刘渡平生 就看不惯的 就是这些二世祖这样做了 原本他还以为 姬钱只是说说而已 说知道他是真的来真的 这都在跟别的国家开战呢 他身为副帅 却来边城里喝花酒 这像什么话 第八十九章 你别以为你了不起 更让刘渡费解的是 身为主帅的穆战英 压根就不管姬钱 这简直就离谱 这样一个上凉不正的军队 能打胜仗 绝对不可能 这如果是他管理的军队 有姬钱这么一个副帅在的话 他第一个就斩了他 所以为了姬钱不被告状 并且被拉去斩立绝 刘渡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姬钱 孩子 你不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你可是副帅 就算是主帅不管你 你也不能自暴自弃 身为一个副帅是很忙的 是要协助主帅管理好这个军队的 还有很多军机事务等着你处理 你 刘渡嘴里巴 拉个没停 如果不扒拉的话 实在是不行啊 他很确定 姬钱被举报到他们大前皇朝的皇主那里 绝对免责不了 就算是皇主是他舅舅也不行 好了 放宽你的心 好好享受当下 姬钱掏了掏耳朵 我是来享受生活的 可不是听你来瞎扯蛋的 军营的生活本来就苦了 你就别在这里念叨我了 刘渡 没救了 真的没救了 他得赶紧去找夏家吧 话说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如果考虑好了的话 我带你去找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人 那可是我们姬家除了我之外 资质最好的 关键是他非常的勤奋 好学 最最重要的是上进啊 你看了绝对会喜欢的 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毕竟你看我呀 我天赋虽然好吧 家世也挺好 问题我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你也看到了 我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 你逼我上进的话 我还烦 所以为了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觉得我还是带你去找姬无雷 可行 嗯 姬前这话一出 刘渡回过未来了 他现在很怀疑 姬前就是故意装作摆烂的样子 目的就是为了把他骗走 虽然他不知道姬前 为什么会想着把他忽悠走 但是姬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也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前途 这一刻 刘渡是有一点点的心动的 咦 不对 这孩子 恐怕是真的想要把他骗走 该不会是 这孩子 有什么秘密吗 刘渡想到这 眼珠子一转 不用了 我还是跟着你比较好 他差点忘记了 一个收到天道眷宠的人 不敢过得如何 就算是躺着上天 也会给他喂饭吃 离开这样的人 才去找一个样样都不如他的人 他又没有病 不管如何 他就是要赖上姬前了 姬前可不知道 刘渡内心心那么多 见刘渡不走 他也没有说什么 继续享受着美女们的服务 也就在这时 一声立合自他们身后传来 姬前 你看看 你这像是什么样子 你可是此次行军的副帅 你却在沟兰院里 赏花听取 你对得起战场上的挨挨白骨 对得起诸位烈士吗 我今天就要向皇主参你一本 让皇主夺了你的副帅身份 真的姬前眼睛一亮 顿时转头看向说话的人 他本来就不想干这副帅 是被他舅舅给逼过来的 姬前闪身到那人身边 握着那人的肩膀 期盼地看向他 你说的是真的 邪 立马邪 那人 不是 这姬前是疯了吧 否则 怎么还有人喜欢别人 给他写作折的 而且还是弹劾他的作折 看到姬前那么兴奋 他反而吃不准了 写吧 好像如了姬前的意 不写吧 他心底憋着的那口气 怎么也摁不下去 难受 是真的非常难受 他一把 抬开姬前的手 并且把人给推开 你滚开啊 他瞪着姬前 身为主帅 你竟然做这种事情 勾兰听取 你以为军营是你家吗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看到姬前那么兴奋的样子 他就是一顿咬牙切齿的咒骂 姬前 你身为姬家的子弟 你对得起你姬家的培养吗 你都好不容易被皇主点名 前来带兵打仗 可不是让你来这里消遣的 你能不能不要每一个正行 就在这个人对着姬前进行输出时 他身后走来一群贵公子 王公子 您这是 他们都是跟王苏约好了 今天来勾兰听取 顺带欣赏美人的 却没有想到 王苏突然就离开了队伍 对着一个身穿铠甲的将士冲了过去 他们生怕出事了 要知道 这边城最不能惹的 就是这群将领了 就算是世家子弟遇到这些将领 都要懂得谦让的 因为这些士兵不仅是魂不令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身后可是有皇主撑腰 王苏虽然是王家家主的儿子 而且还是一个极为正直的人 可对着一个将士一顿忙 那就很有可能会出大事 姬前也在这个时候 拍开了王苏抓着自己盔甲的手 你说了那么多 我都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你不是说要给我舅舅去信夺了我的副帅的职位吗 现在你倒是快血啊 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姬前这话一出 王苏噎住了 这人怎么就那么魂不令啊 你 你 你 我什么我呀 你倒是告诉我 你是谁啊 这一上来就对我一顿喷 姬前瞥了他一眼 你该不会是羡慕我成为了副帅 而你却什么都不是 所以眼红吧 姬前这一句反问 却让王苏身后的一群人脸色微微一变 还真别说 最近王苏纳郁郁不得志 而且喝醉酒后说出的那些罪话 还真就是有点那么个意思 而这么吊郎当且年少帅气的将领 他该不会就是王苏嘴里的那个姬家的姬前吧 他们可都是小家族 可不敢夹在姬家跟王家的斗争中 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一刻 这些小家族的世家公子们 脸色都有些白了 早知道今天会见到姬前的话 他们就不跟王苏出来了 我眼红你什么 你配我眼红吗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你不过是一个助激进的废物 凭什么成为义军的副帅 别以为你打了一点小胜仗 就了不起 他确实是听自己父亲说过 穆战英跟姬前带领着天阳军 胜了大昆皇朝的是神军 第九十章 你可知罪 天阳军打了胜仗 又不是他姬前带领出来的 而是天阳军的统领厉害 所以他是非常不服气 姬前一个小小的助激进 还能成为义军副统帅 他成为了副统帅也就罢了 竟然还出来吃喝玩乐逛窑子 这是一个统帅该有的模样吗 姬前看着王苏那不服气的模样 要不 我把这副统帅的位置给你 姬前这话一出 王苏身后站着的八戒王苏的小世家的子弟们 立刻往后退了一步 这修罗场可不是他们能参与的 王苏狐疑地看向姬前 他们王家跟姬家向来不对付 这姬前忽然间要把副统帅之位让给他 准没有安好心 不对 他想什么呢 姬前的副统帅之位是皇上特批的 他如果拿了 那算什么 算七军 那可是要杀头的 诸九族倒是不至于 毕竟他王家可是大世家 就算是皇主 想要连根拔起 那也不现实 闹得僵了 他们王家完全可以反了他 这对于皇朝而言 那绝对是不可承受的损失 可是 如果只是因为他的个人爱好 引发的皇主 震怒的话 皇主要杀他 他家人还真不好说 至于姬前 他是皇主的外甥 而且还跟太子同穿一条裤子 而且看皇主 这随随便便就给了姬前一个副统帅的位置 让他来混军功 罪已证明皇主对他的宠爱了 所以对于姬前 最多就是训斥两句 可他付出的 可就是小命啊 这小子想要害他 现在他百分百可以确定了 我才不要 我如果想要当副统领的话 我自己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的 才不用你让 王苏把自己心中的渴望狠狠摁下 他是真的想要成为副统帅啊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多威风啊 能指挥人作战 想想就刺激 这你就错了 你听我说啊 姬前一把拽住王苏 你想要当副帅 你想想有多难 我跟你分析 分析 姬前拽着王苏 就是一顿分析 按照皇主心下的条令看来 想要成为副帅级别的将领 需要靠能力达到的 你瞅瞅我表兄 小小年纪就外出征战 到现如今这个年纪 才能成为一将统帅 你再看看你 你都没有参军吧 就算你今年参军 从一个新兵担子开始锻炼 每次打仗 那可都是要死人的 你想想啊 你的修为 也不是很高吧 大概就是 比我高一个境界 对吧 新兵里面这样的境界 一抓一大把 但是在更高的境界面前 还不是一死一大骗 你如果靠着自己的努力 想要成为统帅 你想想啊 一将功成万古枯 谁知道 你会不会在某一场战争中 就直接嘎了对吧 可是跟我交换身份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 我都可以倾弦的出来勾拦听取了 可见我这个职位有多轻松 就如你所想的 我这纯纯的 就是在混军功啊 等这次 你跟着我表兄班师回朝后 那妥妥的 就是有功之陈啊 对不对 机前对着王苏 就是一顿忽悠 主要是他发现 继续待在军营里 那摆烂点 是半点也不涨了呀 而且 那狗系统 还偷偷摸摸的 给他开了一个商城 每天还上新品给他 每一个他都想要 这童子就真不安好心 他赚那么点摆烂点容易吗 天天都想着 祸祸他存下来的摆烂点 王苏听着机前的话 沉默了 他觉得 机前说的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如果凭借他自己的努力的话 想要成为副帅级别的将领 他总感觉自己 这一辈子 都好像不太可能 甚至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没了 你想啊 现在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 就摆在你的面前 你能错过了 机前见到王苏的异动 再次加把劲的忽悠 王苏摇头 必不能错过 那不就对了 我把副帅的直权给你 你来管理这一支军队 你想想多爽啊 你就是我表兄之下 万人之上的副帅了呀 想想就很威风 对不对 王苏点头 眼神里都有心芒在闪烁了 站在王苏身后的世家子弟们 看着快要被机前忽悠瘸了的王苏 张嘴想要提醒 可也就在这时 被机前给笑眯眯地看了一眼 他们顿时闭嘴不说了 王苏他们得罪不起 机前他们更加得罪不起 至于王苏之后 那就只能让他自己自求多福了 他们灰溜溜地跑了 你看 这是副帅的令牌 只要你拿着这令牌去军营 你就是副元帅了 机前把副元帅的令牌 强行塞到了王苏的手里 好了 现在你就是我们此次行军的副帅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走了 还不等王苏答应 机前掏出了出阵盘 传送离开了 等机前一走 王苏看着手中的帅令 眼神中的光芒大胜 现在 他就是大前皇朝此次行军的副元帅了 他要去耍耍威风去 王苏拿着帅令 就向军营走去 等他抵达军营时 却被士兵拦住了 前方军机要地 闲杂人等请勿接近 为者 斩力绝 王苏掏出了机前的副帅令牌 我是你们新上任的副帅 我 还不等王苏把话说完 那些士兵们看向他的眼神 瞬间就变了 并且拿着长枪抵在他的脖子处 胆敢冒充副帅 随我去见主帅 他们现在是恨不得把眼前的王苏 当场给捅死 这人多少脑子有点问题 拿着副帅的令牌 就以为自己是副帅了 难道 他不知道机前 这副帅 是皇主清点的 他们只认机前 这个人 至于他的副帅令牌 那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罢了 不是 我真的是你们的副帅 你们击押我干嘛 王苏看着这些如临大敌的士兵 顿时吼叫出声 但是这些士兵击押着他 来到了穆战英面前 大帅 这人拿着机副帅的帅令前来闹事 我们怀疑他已经对副帅不利 还请大帅定夺 穆战英瞥了眼放在桌上的令牌 而后目光落在了王苏身上 王苏世子 你这是想要做什么 穆战英把手中的书籍放在了桌子上 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冒充大前皇朝的副帅 你可知道是什么罪名 第九十一章 这阵盘 你哪里弄来的 那罪名都足够王苏死千百次了 不知道 王苏有点懵 机前没有跟他说这方面的事情 看着一脸严肃地看向他的穆战英 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太子殿下 你要相信我 这令牌真的是机前给我的 他还说 只要我拿着这令牌过来 你们都会遵从我是副帅的 我就是一时间鬼迷心窍了 穆战英头更疼了 别人可能不会相信王苏的话 可是作为机前的表兄 他还真信 因为这事情完全就是机前的手笔 也只有他才干得出来这种事情 估摸着那臭小子 是看到了边境这里的事情 已经了 因为秘境传承已经被各家获得 大昆皇朝 现在也没有了进攻大前皇朝的理由 当然更重要的是 现在大昆皇朝的士神军 打不过大前皇朝的天阳军 这让大昆皇朝对他们产生了忌惮 随时间大昆皇朝 是不会再掀起波澜了 于是 现在这边关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如果大昆皇朝的人 不再来攻打他们皇朝的话 再镇守一个月 他也要搬世回京了 至于后面跟大昆皇朝扯皮 谋划赔偿的事情 那就是 他父皇跟那些外交大使的事情了 赔偿 大昆皇朝肯定是要赔偿的 纵使这次损伤严重的是大昆皇朝 但是作为主战方 失败了就要赔偿 不赔偿这战争 也是会立马掀起来的 穆战英双手握得歌之作响 这表弟 肯定又找到了什么好玩的地方 却不带他 真是让他恨得牙痒痒的 王苏可不知道 穆战英是因为积钱而在生气 听到穆战英把手捏得歌之作响 还以为他太过气愤 想着什么变态的事情来折磨他 这把他吓得瑟瑟发抖起来 他扑通一声 就给穆战英给跪了下去 太子殿下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知道这事情 我还以为积钱真的会那么好心 把这副元帅的位置给我 求你看在我是出饭的情况下 饶了我吧 被王苏这么一打岔 穆战英回过神来 你是怎么跟积钱碰面的 把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当王苏把他所经历的事情 告知了穆战英后 本就头疼的头更疼了 他对士兵们挥了挥手行了 把人放了 再把他送出军营吧 这王家的继承人怎么那么蠢 这一听就不靠谱的方法 他竟然真的被积钱给忽悠住了 还屁颠屁颠地跑来认领副帅的职位 这是得多没有脑子的人 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这一刻的王苏 可没有任何的心思 在军营中待下去了 至于副帅的位置 可去他的副帅吧 这就是积钱那个臭小子坑害他的 下次不要让他见到他 见一次 打一次 王苏就这样被士兵抓着 丢出了军营 而此刻的积钱 已经通过传送阵回到了机家 不为别的 就是在积钱进入边城封月场所时 六组积风雷发来消息 让他立刻回家 这才有了后面坑王苏的事情 他是直接传送 回到了积风雷的院子里的 他刚一进入积风雷的院子 就见到积风雷 捧着一个玉剑 在那里摇头晃脑 似乎被预见的内容给吸引了 六组 积钱走了过去 喊了一声 积风雷立即回过神 看了眼积钱 笑着指了指积钱 你小子回来了 说完 他眉头一皱 不对啊 这小子身周满是阵法的空间波动 明显是刚做传送阵回来的 而且还是就近落地的 可他刚刚明明没有察觉到 任何的传送波动啊 这小子 怎么就传送到他面前来了 这非常不对劲 积风雷凑到积钱面前 快说 你这小子 是通过什么传送回来的 要知道 这可是他们积家的 九级防御大阵里头 除了他们聊聊几个人 有特殊的秘法 留了血液在传送阵的阵眼里头 才能无视防御进行传送外 其余人都不可能这样 大摇大摆地进行传送 这一刻的积风雷 挠补了很多 反正不管如何 他都要从积钱的口中 套出这积钱 是如何进行传送的 就在积风雷在脑海里 展开头脑风暴的时候 积钱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了传送阵盘 递给了积无雷 用这个 这不是六祖 你送我的传送阵盘吗 积风雷 接过积钱递来的传送阵盘 眉头紧皱 这是他送给积钱的传送阵盘 没错 可是 谁动了这传送阵盘 这传送阵盘 明显是经过人为改动的 如果没有这些改动的话 是绝对突破不了 积家的九级防御大阵 哦 积钱瞥了眼积风雷指的那几个点 那是因为 我觉得那几个凸起的点不好看 就把他们给挪了位置 这一挪就顺眼起来 怎么了 六祖 这样挪不可以吗 在脑海里挠补了无数大戏 甚至都挠补到了有人 想要入侵他们积家大戏的积风雷 听到积钱这话 眼睛瞬间瞪得老大 宛若见鬼一般瞪着积钱 你说什么 你说这是你改的 如果积钱不说的话 他都以为是那种大圆满阵法师 所能改造的极限了 积钱所挪开的几个点 真的非常的巧妙 巧妙到就好像是浑然天成一般 就完全没有可以动手的空间 他还能够感受到一股破阵的玄傲感 这一刻 积风雷的眼睛瞪得溜远 这不对劲啊 这怎么可能呢 你确定是你动手改的 积风雷上下打量着积钱 这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会振法的样子 他也不记得 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学过振法了呀 不幸邪的他从储物戒指里 再次找到了一个传送振盘 递给积钱 你再给我整一下 看能不能给我整出一个 跟你现在这振盘一模一样的来 除非积钱真的能够搞出来 一模一样的振盘 他就信他 否则他绝对要找出 这幕后的真凶 实在是不找出来的话 他真的会寝食难安的 能够突破九级防御阵的传送阵盘 这所代表的意义有多么可怕 这只要是一个阵法师就能明白 这简直就是偷家的无上利器 第九十二章 摆烂是绝对不会让他摆烂的 他都干不出来的事情 他真的不相信积钱这个小子 能那么邪性地搞出来 他可是圆满镜的阵法师啊 这玩意 就算是大圆满镜的阵法师 都未必能搞出来 就在积风雷这般想着的时候 积钱接过了他递过去的传送阵盘 咔咔就是一顿掰扯 下一刻 积钱把手中的阵盘 往积风雷面前一送 好了 好 好了 积风雷傻眼 他都还在怀疑自己的这个后翼的能力 完全就没看他是怎么弄的 他就跟他说好了 这怎么可能 什么时候改变一个阵盘 都变得那么容易了 然后他低头一看 嘿 还别说 真弄好了 跟积钱那个传送阵盘一模一样 都是能够穿透九级大阵的传送阵 有了这传送阵 他岂不是哪都能去的 这也太爽了 等一下就跟始祖他们说说 只要他们谋划得当的话 很多东西 他们都能够搞到积家来 到时候 他们积家就有可能是整个大陆最牛逼的世家 想到这里 积风雷是一阵新满一族 可是新满一族之后 他愣住了 不对 积风雷上下打量着积钱 很不对 能够更改阵盘的阵法 这至少是要到圆满境的阵法室才能办到的 可积钱呢 积钱屁都不会啊 他狐疑地看向积钱 这臭小子该不会是半猪吃老虎吧 想到了这臭小子给自己的那几套阵法 越想 他就越是怀疑 越是怀疑他就越想要刨根问底 于是他凑到了积钱的面前 掏出了传讯御符 从御符中翻到了之前传给他的那几套阵法上 小钱钱啊 你这几套阵法的预解在哪里 你之前不是说 你获得了这阵法的源途吗 快给我看看 我看看 其中还有没有隐藏的阵法 积风雷在说这话时 目光紧紧锁定着积钱 这明亮的目光 看得积钱心中一紧 六祖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他好像也没有露线啊 他暗中检查了下自己 回到积家后 对六祖所说 所做的一切 审查完毕后 他确定自己 确实是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情 让六祖察觉到不对 于是他茫然地看向积风雷 嗯 我当时没有跟六祖说 那羊皮卷在我触碰他的时候 直接化为了飞灰吗 只剩下我脑海里的知识 后来我还是耗费了好多的精神力 最初积风雷被他说沉默了 他深深看了眼积风雷 最后从储物戒指中 再次掏出了遗落的传送阵盘 丢到积钱的面前 今天你如果不把这些阵盘 都给我整成你手中那块阵盘一般模样 你就别想走了 他不管积钱是真不会 还是假装不会 可今天这件事情 积钱无论如何都要办妥 这是关他们积家的大计 积钱看着面前高高的遗落阵盘 六祖积风雷 这是要活活累死他 早知道就不要暴露出来了 不过不暴露出来的话 还真搞不定第六祖 我只能说我尽力 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每次都成功啊 积钱把丑话说到了前头 这可是六祖要求他做的 真出了事情 他可不负责任 你尽快搞 只要积钱能够搞出来一百块 不 只要五十块的传送阵盘的话 那将会对积家的整体实力 有志一样的提升 只要想一想 他们积家的准地镜的高手 一共有十八位 轮回进差一步 就能够达到准地镜的高手 也有一百多个 先不说其他的 假如在抢夺资源的时候 他们积家原本只有一个准地镜 或者轮回进的高手 意外获得秘境的出入口 且还有许多仇家在一侧虎视眈眈 也就在这时候 这个人通知了他们这些人 他们就能凭借阵盘 传送到这人的身边 而那些对他们积家虎视眈眈的人 在下场可想而知 到时 谁会是他们积家的对手 至于那些世家的家主 如果要超长远距离传送的话 那对于他们家族的阵法而言 将会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仅凭这一点 他们积家就能够抢占到先机了 更别说其他的了 积钱沉默片刻 开始专心搞积风雷给他的阵盘 只是在他拨弄下 滋拉一声 积钱挨压一声 他手中的阵盘冒出了白烟 直接宣告报废 积风雷脸上带着微笑 没关系 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相信 你能够很快调整好状态 再次制作成功的 积风雷说着 又掏出了一摞的传送阵盘 没事 老祖这里还有 你可静造 造完了也没关系 我还能继续课 积钱 他原本以为自己就够畜生的了 没有想到 遇到一个比他还畜生的老祖 这不明摆着告诉他 不搞定他预定的目标 就别想走嘛 积钱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开始拨弄传送阵盘 一个完好的传送阵盘 再次出现在他手中 积风雷立马夺了过去 你看 这不是挺好的吗 继续 在积钱看向积风雷时 积风雷附赠给他一个大大的笑容 不管积钱究竟是不是高等级的阵法师 既然知道了积钱会弄 他就给他弄 紧接着 摆烂的积钱 咔咔接连报废了积风雷七个阵盘 报废后 积钱就捂着脑袋 六祖啊 不行了 我精神力不够了 这动用阵盘 太耗费精神力了 你看我都费了你那么多阵盘 就饶了我吧 积钱话音刚落 一个玉瓶就对到了积钱的嘴里 积钱下意识地咽了一口 一股清凉的感觉 瞬间在他脑海里游走 他的精神力顿时暴涨了一圈 舅 挺突然的 现在好点了吧 好点了就继续搞 精神力不够了 跟老祖说 老祖给你弄天才地宝来 今年搞不完就搞到明年 明年搞不完就搞到后年 我相信三年的时间 总该够你 刻好一百个阵盘了 积风维盘西坐在积钱的身边 典型是跟自己这个摆烂的后裔杠上了 他太了解积钱这个性子了 如果不给他一点压力的话 他会一直地摆烂下去 有他在 摆烂是绝对不会让他摆烂的 第九十三章 不是 就这样顿悟了 积钱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就这么被他的六祖给霍霍没了 积风雷对着积钱摇晃了下手中的传讯御符 孩子 你应该不想要我给你父母 给始祖他们传信吧 我就不多说 就说你掌握了传送阵盘的做法 你说他们知道了 你会更改传送阵盘的做法后 会怎么样呢 哦 孩子 你也别想着否认的说法 你看看 积风雷掏出了一个拓影石 拓影石上播放着的 正是积钱更改阵盘的一幕 所以否认是没有用刀 积风雷对积钱露出了大大的灿烂的笑容 这些年 这孩子的坑爹属性 他是实在是太了解了 想到这些年 他背的黑锅 他就是一肚子的心酸泪啊 现在好不容易有坑到自己这个后翼的地方 他当然要使劲坑 积钱 很好 他被狠狠拿捏了 他咬牙切齿地继续更改住手里头的阵盘 在积风雷的那一番话下 积钱改十个阵盘会毁坏一半 积风雷也不在意 只要他这个后翼 乖乖地给他更改阵盘就行了 改了一会阵盘后 积风雷见积钱的脸色臭臭的 为了改善两人的关系 积风雷干咳一声 孩子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要叫你回来 积钱低垂着头 继续毁着手上的阵盘 积风雷见积钱不理他 他再次干咳一声 那啥 因为恐怕 我们家族之战就要打响了 所以 为了你不被人给阴了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把你给叫回来了 你也不要怪 六祖我给你安排工作 如果不给你安排点事情做的话 你一旦参与到这家族之战中 那真的会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多少天 才都淹没在大战之中了呀 积风雷见积钱的耳朵动了动 但是却依旧没有看他 他继续加了一把劲 你还不信我的话 不信你看十足怎么说的 积风雷把玉符见面 调到了跟积长安的对话中 然后守一点 一个全息影像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风雷 最近风生警 把家里的那些天才弟子都联系一下 让他们赶紧回家 尤其是积钱这孩子 可别让他出了神妖意外 我们大前皇朝内 因为王家的事情 恐怕要变得不太平了 全息影像说完 积长安的身影就消散了 孩子 你看我没骗你吧 十足可是点名要把你给拐回来的 积风雷笑眯眯地瞅着积钱 王家怎么了 积钱注意力 倒是确实被积风雷给转移了 这一分心 他就下意识地连着做了两个传送阵盘 积风雷眼睛一亮 一直盯着积风雷的积钱 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眼角余光扫了眼做好的阵盘那里 心底暗道糟糕 这一不小心 就下意识地做好了传送阵盘 下一刻 他手中的传送阵盘 顿时爆裂开来 积风雷摆摆摆手 把眼前的灰尘给散掉 这才对积钱说道 王家之前在获得了传承后 不是很嘚瑟吗 然后在回去的过程中 被人联合针对了 死了大半的人 然后联系了十足 说是我们家的人埋伏了王家 还给出了人证物证 我们十足还没有办法反驳 最终十足过去跟王家的人协商了 到现在还没有协商完毕呢 不过 这是十足在协商途中发来的信息 恐怕是发现到不对劲的地方了 至于为什么会让我来发召集令 是因为你二到五组都在闭关中 至于积钱的七到十一组 也统统闭关去了 所以作为老六的他 只能待发了 也幸好之前为了研究积钱给他的针法 他加快了速度 用最短的时间 把那边的九级大镇布置了出来 才能回到积家作镇 只是谁知道 刚回来没有两天 就又要忙活起积家的事情来了 这简直要了他的老命 所以 你也要理解 以下我们的良苦用心 积风雷再次疯狂地安抚着积钱 他可深知积钱这孩子的性子 那可是 比他这个老六还要老六 况且 你这传送阵对于我们积家而言 是真的有大帮助 你好好听我给你分析 如果像是这次发生在王家的事情 换成我们积家有了你这传送阵法后 我们就算是分散到天南地北 有了这传送阵 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赶过去 救他们 而不会像是王家这样陷入彻底的被动中 所以说 你这阵法是相当的重要的 你就当是给我们积家储备抵运了 好的 我知道了 积钱抬手阻止了积风雷的叠叠不休 而他手中的传送阵盘 也随着他说话 成功率高了三成 积风雷暗戳戳瞥了眼 多了三成成功率的阵盘更改率 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金芒 看来 他的这个好后裔 是真的有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不愧是他们积家的血脉 这种老六精神 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一举一动中 真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看来他是真的在外面 获得了什么奇遇了 积风雷也没有寻根究底的意思 知道自己的后背 有了独特的阵法传承后 他也放心了 他掏出欲捡 再次摇头晃脑了起来 积钱给他的那些阵法 他还要好好研究 研究 他敢肯定 只要吃透了积钱给他的那几套阵法 他定然能够再次做出突破 甚至一举进军大员满进的阵法师 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积钱在更改传送阵之余 也瞄了眼积风雷 见他沉浸在阵法中 且伸周出现了 悬而又悬的阵法奥义时 眼神中有些许的错愕 假的吧 他那不着四六的六组 现在竟然顿悟了 而且顿悟的 还是跟阵法有关 就在积钱错愕时 他忽然感知到了一阵传送波动 他二话不说 把眼前的阵盘 全部都给收了起来 他刚把那些阵盘收起 他伸周骤然出现了几次涟漪 紧接着 第二 七八九组出现在积钱的面前 他们的双目 紧紧锁定在积风雷身上 他们四人避的是短关 不想其余人避的是长关 所以在察觉到天道波动时 他们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倒是没有想到 一来就见到积风雷 竟然顿悟了 第九十四章 四组参悟 风云变幻 见积风雷一时半会 也不能从顿悟中超脱 于是他们就把目光 落在了积钱的身上 他们都很好奇 积风雷是做了什么 才引发的顿悟 与此同时 他们的内心是激动的 如果积风雷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马上就能够突破到 大圆满镜的阵法宗师 这样的宗师级的阵法强者 那就相当于 是地境强者下第一人了 甚至一个人设下一阵 就可以困住地境强者 这是何等的可怕 而他们积家 即将出现这样的强者 这如何不让他们感到激动 孩子 你六组是因为什么 才有了顿悟 第七组凑到积钱的面前 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啊 他就捧着他手上的玉剪 看得入神了 然后紧接着顿悟了 积钱指了指积风雷手上的玉剪 对第七组 也就是积风雷的儿子说道 第七组愣了下 看了眼积风雷手上的玉剪 那是一块非常新的玉剪 所以 根本就不是积家的玉剪 所以他爹应该是有了什么奇遇 而且很显然 这种事情 问积钱这个孩子 是问不出什么来的 当然如果是问积干花楼 哪一个花魁比较有魅力的话 他可能扯着你 说个三天三夜不带停 于是 四位老祖就盘膝坐了起来 坐等积风雷顿悟完毕 也相当于是给积风雷护法了顿悟 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打扰 这个时候稍微的一打扰 就有可能会造成顿悟不彻底 更何况 还是积风雷现如今这灵门一角 是极有可能成为大远满进的阵法师 更容不得半点打扰 他们看了眼积前 这孩子虽然平时不着四六 是一个顽固子弟 但好在他们平时 对于积家的子弟都有教导 所有积家子弟 不管平日里有什么恩怨 就算是与你有仇怨 在子弟 在对方进入顿悟时 不得打扰 甚至还需要给他们护法 现在看积前还给积风雷护法 看来他们的教育 还是有所成效的 就在他们盘膝坐等积风雷行转 并且参悟自己的功法时 积前却掏出了逍遥椅 躺在逍遥椅上摇晃了起来 在摇晃的同时 还拿出了灵果 于是在参悟各自功法的四位老祖 耳畔就传来咔嚓 咔嚓地吃灵果的声音 可怕的是 积前吃灵果的声音还老大 刚要进入状态的四位老祖 目光瞬间落在了积前的身上 积前察觉到四位老祖直辣辣的目光 疑惑地掏出了一盘灵果 向四位老祖递了过去 四位老祖可是要吃灵果 说完 还跟站在肩膀上的青云传音 我还以为四位老祖都是大佬了 不应该会跟我一个小辈讨要吃的 没想到 他们也馋我的灵果 要吃就说嘛 我又不是不肯给他们 就这样直辣辣地看我 搞得我心里压力贼大 这孩子是不是猛啊 他们都是准地镜的强者 他这传音 就好像凑在他们耳边 跟他们说话 没有什么区别 第七组嘴角抽出了下 我们不需要 你自己吃吧 等等 他们是吃不吃东西的事情吗 你吃东西的声音小一点 不要打扰到了你六组的顿武 顿武很奇妙的 有时候有一些声音都会打扰到的 这破坏了你第六组的顿武 可就不好了 第二组瞥了眼第七组 这娃也被积前的思路给带歪了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可是为了给积风雷护法 并且还顺带地蹭一下 这悬而又悬的气息 在积风雷顿武时 周围的天道气息会更加的浓厚 在这里领悟东西 也比正常情况下领悟东西 都会更加的快捷 这也是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 就直接在这里护法 并且掏出功法领悟的原因之所在 你如果平时有什么不懂的东西 现在也可以趁此机会领悟一下 积风雷挠了挠头 我没有什么好领悟的 只要十足够强 我跌够硬的话 我觉得我躺平就挺好的 修炼什么的都是浮云 四位老祖再次沉默 这样的言论 如果机前是他们的孩子的话 他们保不准打不死他 然后他们的目光看向了积风雷 积风雷平日里就跟这样的憨憨一起玩耍 怎么他就那么好运的顿悟了呢 正常情况下 这种玩物丧志的性格影响下 根本就不可能这样轻易顿悟 那你吃你的 别打扰我们参悟东西 第二组最终没有办法 跟机前说了一声后 开始参悟自己所修炼的功法 平日里不懂的地方 在这浓郁的天道气息的影响下 有很多地方他都开悟了起来 机前再次吭哧吭哧地吃起果子来 一边吃一边摇 这摆烂的姿态 看得其余三位老祖都摇了摇头 决定不管这个已经废了的机前 第七组心中则是有一些疑虑的 相比起其他的几位老祖 他知道的事情还稍微多了一点 那就是前一阵子 机前给机家带来了一座上品临经矿脉 之前十组是打算让这小子管理那矿脉的 如果有这一点做铺垫的话 这小子绝对能够成为下一任机家家主的人选 可这臭小子却偏偏拒绝了 理由是他想要摆烂 而且还把机风雷推了出去 这臭小子该不会是在隐藏什么吧 当时他还跟他老爹机风雷分析了下 可惜他老爹就直接告诉他 这就是机前的性格 他这人喜欢逍遥自在 不喜欢管束 也不喜欢管束别人 日后成为机家的长老也是挺好的 他爹这话说的还真的没有什么毛病 当初他爹也是拒绝了成为家主 一心扑在了阵道上 所以现在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第七组想到这 看了眼沉浸在顿雾中的机风雷 而后也开始把心思沉浸在了自己的功法上 于是乎 机风雷的地盘里 除了机前吃灵果吭吱吭吱的声音 外加逍遥已发出的嘎吱 嘎吱的声音外 就剩下安静的风吹 崇鸣的平静的声音 机家包括机风雷在内的五位老祖 都沉浸在了自己的修炼中 就在第二组这四位老祖 沉浸在功法的知识海洋里时 机风雷那边却传来了动静 他四周的空间在扭动 第九十五章 还没一个孩子富有 也就在他空间变动时 四位还沉浸在修炼功法中的老祖 立刻睁开眼 看向机风雷 脸色更是变得极其难看起来 糟糕 这是顿雾之节 正常情况下 顿雾是不会引发劫难的 甚至还会得到天道的嘉奖 可有的时候顿雾的方向错误 甚至妨碍到天道的运转 那天道就会降下劫难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生死盗消 可偏偏这个时候还不能打扰 一旦打扰就会让他魂飞魄散 除非这个时候 有一个比他领悟更深的人 用道法把人喊醒 否则会出大事 这一刻 机家四位老祖凑在一起 着急得要死 机风雷可是他们机家为二的 震道圆满境的大师 另外一个就是机前的二爷爷 机震月 可机震月的震法 都是机风雷传授的 根本就不够格来为机风雷引路 把他引向正途 就在他们瞎着急的时候 机风雷的脸色已经开始涨红 头上已经在冒热气了 再这样下去 可就会引发到火 把他的肉身给引燃了 就在这几位老祖不知道如何做时 只见机前走到了机风雷的身边 也不知道他哪里弄来了一桶水 倒在了机风雷的头上 听到水声 四位老祖下意识地 看向机风雷所在的方向 只见机前提着空水桶 站在机风雷的旁边 他们先是呆滞了下 而后第七祖冲到机前的面前 夺过机前手中的水桶 混账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是要你六祖的命 第七祖都快要气风了 平时机前怎么胡来 他都没有意见 可现在他父亲正在修炼的紧要关头 他们都想着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挽救他父亲的命时 这臭小子却给他老爹来了一桶水 第七祖是恨不得立刻就把机前这臭小子 一巴掌给呼死 我见第六祖都热得要冒火了 我给他灭灭火呀 机前很无辜地对第七祖回应道 第七祖指着机风雷 你懂个屁 你这样会害死你六祖的 你知道吧 他现在身上燃烧的是稻火 是你手中的反水能浇灭的吗 你 第七祖正打算跟机前掰扯一下的时候 都快要被到火点燃的身子 迅速地降温 且身周扭曲的空间也开始变得平静 他愣住了 不是 这也可以 什么时候反水能够浇灭到火了 这不可能 其余三位老祖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也可以 他们是真的愣住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他们的面前 那可是到火呀 不是反火 机前怎么就把这道火给弄灭了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们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可是他们没有看错 机风雷身上 原本都快要被到火点燃的身子 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 扭曲的空间也平整了下来 甚至于那紊乱的气息 也反本归原了 甚至于气息变得更加的优深了 这也就说明 他通过了天道的考验 啊这 四位老祖看看机前 又看看机风雷 沉默了 现如今这一幕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了 七祖 是不是我做错了 机前低下了头 一脸做错事的模样 第七祖嘴角抽出了 又抽出 机前错了吗 正常情况下 他确实是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可现在机前错了吗 没错 不但没错 还非常的正确 他这一出手 相当于救了他爹的性命 而且还让他爹 从走火入魔的深渊 直接走回到了正道上 可以说机前这一波 那就是救命一波 不仅没错 他还要对机前道谢 不 你没错 你做得很对 下次如果有谁 在这样陷入到 走火入魔的境地中的时候 你还是按照你的想法来 第七祖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地品巅峰的 宝帘灯一样的法器 塞到机前的手里 七祖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的 这个小玩意 就送给你防身用的 其余三位老祖 看向七祖手上的一朵 宝帘灯形态的法器时 双眼瞬间瞪大 这宝帘灯形态的法器 是难得一见的修炼真品 就算是对它们都非常有用的 它能够过滤灵气 让修炼的时候 周身的灵气更加的纯净 完全就不用经过多余的转化 直接吸收 而且难得的是 还能清明到新 也就是说不容易走火入魔 就比如 刚刚鸡风雷在顿雾之前 如果用了这一连灯 说不定就不会走火入魔了 可现在就这样的法宝 第七祖却给了鸡钱 可是一想到 刚刚如果不是鸡钱的那一桶水 说不定鸡风雷就没了 所以 第七祖给这法宝 他们还真没有话说 只不过 他们的目光都狐疑地看向鸡钱 这臭小子该不会 是隐瞒着什么吧 毕竟 一桶凡间的水 就能让人反本归原 这种拨乱反正的手法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 可是下一刻 他们就见到鸡钱 把链灯推给了第七祖 七祖 不需要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习惯摆烂了 你这法器一看 就是非常好的法器 我用不上 要不 七祖你给我一些好吃的灵果呀 或者好玩的法器也行 我这人就喜欢玩 这种防护法器啊 攻击法器啊 平时六祖 二爷爷 还有我父母 舅舅他们 时常都有送给我 我现在储物戒指里面 都已经堆满了 他们送的这些东西 生怕七祖不相信 鸡钱一边说 还一边掏出了 他们送给他的法器 这一掏出来 四位老祖都沉默了 因为他们 好像对自己的这位晚辈 有些误解 他比他们都还要富有 看看那成堆的法器中 有好多剑 都是地品巅峰的防御法器 而他们手中有的只有一剑 他们又忽然想起 鸡钱的手中 还有落雨剑 他们鸡家的第一剑 也是第一法器 所以 他们认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们比一个摆烂的晚辈 还要穷 七祖更是陷入了 他忽然想到了一点 那就是 他老爹之前跟他提过 十祖说 那个尚品灵脉所产出的义成 将会留给鸡钱 作为他个人的抵御 第九十六章 反了这皇朝 所以他们 是真的没有这个孩子那么富有 他们就有一瞬间的无语 见到四个老祖 都被自己整无语后 鸡钱对着四位老祖耸了耸肩 老祖们 你们看 我就适合摆烂 然后情深义切地看向七祖 七祖 这法器 你还是收起来吧 我真的用不着 与其给我 使用 还不如增强七祖的修为 这样以后我遇到危险后 七祖也能第一时间保护我 我就安静地 当一个二十祖就好了 百烂点 五百 百烂点 五百 这四位老祖 一下子就给鸡钱加了两千的百烂点 这就是百烂的快乐 也就在这时 六祖鸡风雷也睁开了眼睛 周围旋而又旋的气息 顿时消散了他这一睁开眼 就看到了围在眼前的四人 你们这是 殿 我们察觉到 你陷入到了顿物之中 所以就过来给你护法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第七祖有些紧张 他们鸡家历史上 可从来没有一个 从顿物的走火入魔中行转的人 所以也就没有相关的记录 他们不知道 这拨乱反正后 是否能够有所感悟 有所突破 毕竟正常情况下 在顿物的状况下 那就是受到天地恩宠的 这样的状况是极少 极少会走火入魔的 可以说一万分之一的概率 偏偏这样的概率 被他爹给遇上了 现在 他就怕他爹会出现后一种 鸡风为疑惑地看向一脸紧张的四人 走火入魔 没有啊 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状况非常的好 而且有所突破 恐怕再给我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能够彻底地成为 大员满尽的阵法师了 第七祖嘴角抽出了下 他老爹真的没有察觉到 他自己所遭遇的危险吗 差一点点 他老爹就走火入魔 人都无了呀 如果不是鸡前那一桶水 他爹就真的化成飞灰了 可是看到他爹那疑惑的小表情 他确定他老爹是没有任何的印象了 四位老祖对视一眼 彼此的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老六 刚刚你走火入魔了 险些被倒火给烧没了 幸好鸡前出手 把你从走火入魔的状态中救了出来 二组见到六组那一脸茫然的模样 提醒了一句 护道之恩是必须要让被护道之人知道的 这是鸡风雷欠鸡前的因果 鸡风雷愣了下 看向鸡前 鸡前挠挠头 六组 我就是看你快要着火了 就给你浇了一桶水 给你降降温 第六组直接被鸡前给干沉没了 啥玩意 他在顿雾的时候 这臭小子还给他浇水了 这个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浑身清凉得很 低头一看 好家伙 全身都湿了 难怪他刚刚在顿雾的时候 想到一个点的时候 感觉脑袋都快要烧了 都没有雾头 结果瞬间清凉 就好像醍醐灌顶一般 一下子就雾了 难不成就是鸡前的那一桶的功效 就离谱 但是看到其余四位老祖那认真的神情 他沉没了 他摇头失笑 点了点鸡前 好小子 六祖又欠了你一桩大人情 本来鸡前给他振法 帮助他突破 他就已经欠了鸡前人情了 现在又欠下一条互道之恩 这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 他还真的要给人家当奴仆 还一辈子的恩情 毕竟互道之恩 可不是送送东西就能了结因果的 这因果太深 也太重要 可以算得上是给了他第二次性命 这恩情不可谓不大 鸡前却是连连白手 六祖 你说严重了 平日里六祖你那么爱护我 我不过是给你浇水降降温而已 不算什么的 四位老祖沉没他们 万万没有想到 鸡前轻飘飘一句话 就把这互道之恩 给变成了一句轻松的浇水降温 原本正常而已 最开始的时候 天道之威还在 也是那个被互道之人 最为感恩他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管是提出什么要求 有天道的监视在 就相当于是 形成了天道誓言 只要互道之人提出任何的条件 被互道之人 都是无法拒绝的 这如果是换作是他们的话 他们恐怕第一时间就要讨要好处了 谁能想到 鸡前会说这样的话 这一句话 再次把这一群大佬给干沉没了 他们眼神复杂地看向鸡前 这臭小子 究竟知不知道 互道之恩的重要 他们在沉没的时候 鸡前就躺回到逍遥以上 继续摆烂了 鸡风雷他们沉没半想后 第七组看向鸡风雷 有些兴奋地问道 爹 你真的要突破到 正道大圆满了 这要是他爹突破到了 正道大圆满的话 那他们鸡家的地位 恐怕要水涨船高的再上一位 他们原本就在 大前皇朝惹人注目了 隐隐有压皇权一头的意思 这如果传出去的话 他们鸡家恐怕 真的会在大前皇朝 一支独秀了 这一刻 其余四位老祖的呼吸 都急促了几分 如果爷爷 你突破到正道大圆满的话 我们就可以反了 这沐家的天下 自立为王了 第八组眼神蹭亮地 看向鸡风雷 情绪都激动到不得了 只是他这话一出 场内五双眼睛 都瞬间落在了他身上 第二组 更是神情严肃地问道 老八 这话你在这里说说就可以了 可不要往外说 而且 谁说我们鸡家 要反了这天下了 不管是十祖 还是他 或者大部分的鸡家人 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相当的危险 一个不小心 就会给鸡家 招来灭顶之灾 难道不是吗 我们鸡家 现在已经是 大前皇朝的第一家族 甚至就算是目前来说 两大势力 加起来 也绝对不是我们鸡家的对手 如果六祖 突破到阵道大圆满了 我们力压其他的势力 岂不是轻轻松松 第八祖很不以为然 甚至还对其余四位老祖劝说 你们想想啊 如果我们鸡家成为皇族后 岂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 甚至于皇族气域 这气运加深 我们鸡家将会有更多的准地出现 说到这里的时候 第八祖的眼睛都亮了 之前他听说过一则秘星 只要得到皇族气运的滋养 他们鸡家还可以借由此 来让人达到真正的敌尽 第九十七章 却见二祖眉头夹得紧紧的 并且一脸狐疑地打量着他 老八 你跟我说说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之前的八祖 可从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鸡家说的呀 其实 我觉得他也没说错 我们鸡家 鸢嘴第七祖扬起手 就给了第八祖一巴掌 这话从今天开始 我不希望从你的口中听到 甚至你心底想都不要想 我们鸡家绝对不会越雷迟半步 第八祖被第七祖打了一巴掌 委屈极了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鸡家本来就非常强大了 就算是我们要谋朝篡位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第八祖是真的不理解 从始祖到他父亲那一代 为什么都会活得如此唯唯诺诺 明明就可以称霸天下 可他们偏偏都愿意装孙子 他是真的非常不理解 你不会以为 皇族的底蕴就那么点吧 你以为以往的其余七大世家 就没有那么一定点想法 还有你知道 为什么八大世家 就剩下现在的四大世家了吗 就是因为有一个 世家 当年触犯了这条铁律 在一夜间被灭族了 当年那个世家 就犹如今天我们鸡家一般 甚至于 他们还要比我们鸡家 要强上一份 第七祖看着第八祖 难以置信的神情 冷笑一声 你恐怕不信这个 可是他是真的 而且 就算是到了现在 这个世家的名字 也是一个禁忌 提起来就犯忌讳 你知道知道 我们鸡家从上到下 都绝对不会想着 反了皇族的天下就是了 还有以后 你还是少跟鸡达来往 看来他们那一房头的人 也需要做一定的割舍了 第七祖的眼神 瞬间犀利了起来 他们鸡家这些年来 确确实实膨胀 臃肿了 也该是时候做出割舍 否则到时候 这些蛀虫 不仅对鸡家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会拖累了 他们鸡家的进步 第二组的眉头 也忍不住皱了起来 老六 你先稳固一下自己的境界 我们去解决一些事情 第二组跟鸡风雷 打了声招呼后 带着其余三位老祖离开了 很快 场面上就剩下鸡风雷跟鸡钱了 四位老祖走后 用到你重新改良的传送阵法逃亡了 鸡钱无奈地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了那些镇盘 镇盘掏出来后 他就一边更改镇盘 一边问鸡风雷 六祖 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曾经那个家族的事情 鸡风雷笑了笑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些不自量力的人 去挑战了权威 然后被权威一巴掌给拍死了 与其说他们的故事 倒不如给你讲讲 这些皇朝的故事吧 鸡风雷停顿了下 组织了下语言后 继续说道 你知道吗 其实不仅仅是 我们世家以前有八个 皇朝也一共有八大皇朝 乾坤震训砍队离更 可是眼下就剩下五大皇朝了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鸡钱摇头 但是好奇心 也确实是被第六祖给提了起来 这得从一开始讲起 这八大皇朝 已经传承了太多 太多年了 久远到众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直到有一天 对朝做了个大死 妄想取代天道 并且联合阵 更两大皇朝 向天道发动了总攻 结果三大皇朝 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 其余五大皇朝 原本都有递进高手坐镇的 自从那天之后 剩余五大皇朝的递进高手 毫无征兆地全部陨落 鸡钱愣了下 这岂不是说 这五大皇朝的人都受到了无妄之灾 无妄之灾吗 或许吧 更或者 你往大了想想 这五大皇朝 真的没有一点消息吗 或者说 他们真的没有参与其中吗 第六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鸡钱 孩子 看事情 可不要看表面 说不得 这里面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所在 鸡风雷的话 让鸡钱沉默了 终究是他肤浅了 不管这里面有没有其他五大皇朝的参与 这事情 也确确实实给五大皇朝 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 而也是因为此 那一个世家 就对皇族起了异心 于是 那个世家开始谋划着 对皇权出手 他这一谋划 足足谋划了三百年 然后他对皇权出手了 最后一夜间灭族 鸡犬不留的那种全面 而这种级别 不可能是人所能够达到的 结果绝对也达不到 鸡风雷这话一出 鸡钱转头看了鸡风雷 鸡风雷指了指天 所有很多人猜测 这有可能是天道出的手 除了天道之外 没有谁能够做到这样无声无息的 把一个大世家 而且还是顶级到 能够跟鼎盛皇朝教版的世家给灭了 不管这是天道出的手 还是是皇朝本身出的手 这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家族还远远不够看 所以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皇朝 忌讳如深的原因了吧 这只要敢返 就能把一个顶级世家直接给灭了 这换做是谁都会投鼠忌器吧 鸡钱是瞬间就理解了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始祖就下达了这样的一条指令 不许我们鸡家搞这种事情 这一条禁令 其他家族也同样存在的 可以说 那个世家的灭族 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 也没有任何的世家 敢反了这些皇族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些皇族都很会做人 就算如此 这些皇族依旧非常的尊重世家 国家也被这些皇族管理的井井有条 这也是这些世家 就算是有可能有实力反 也不会反了皇族的主要原因 好了 我知道了就那么多了 没什么事情 你就继续更改你的阵盘吧 有了你的阵盘 我们鸡家也算是多添加了一张底牌 鸡风雷拍了拍鸡钱的肩膀 继续抱着玉检去研究了 刚刚的那一场顿悟 让他有了许多的灵感 以前很多不懂的地方 现在都秒懂了 他要尝试着用这些阵法图 来布置阵法第98章 他干的就不是人的事 鸡钱在鸡风雷陷入修炼时 却坐在了逍遥椅上 摇晃着 手里也开始啃着 从刘渡这位老爷爷所处的秘境里 挖出来的灵果 在储物戒指中的小塔里 住着的刘渡 看着鸡钱在外面 造自己辛苦种植的灵果 他急得跳脚 小子 那是寂静果 不是这样生吃的 那是炼寂静丹的主要药材 你这纯粹就是浪费 浪费啊 你知道培养一株寂静树 需要用到多少的天才地宝吗 好多不剩一根 最可怕的是 鸡钱连那些培育药材的领土 都没有放过 他干的就不是人的活 现在他还浪费他的药材 气死他了 听着耳畔响起的刘渡的质问 鸡钱眨眨眼 很是无辜地反问了一句 不知道啊 这不是你培育的吗 刘渡差点没被气死 那是需要一百种天才地宝 才能培育出一株寂静果树 果实则是至少百年一采 年份越久越好 你刚刚吃的 就是千年份的果实 千年啊 那可是炼制极品寄静丹的主材料啊 就这样被他造了 最可气的 他还那么无辜 要知道 普通的货色 配纳入他药田里种植的吗 刘渡是越想越气啊 哦 可是这灵果 就是用来吃的呀 我又不用炼丹 鸡钱帆找了下自己的储物戒指 然后就看到了 他在秘境里面炼制的那些法器 丹药 他愣了下 咦 这些不是在幻境中炼制的东西吗 不都是假的吗 怎么还成为真的了 刘渡沉默了 他表示不想说话 而秘境之灵 脸色都黑了 听听这是不是人话 不是真的 神他娘的不是真的 如果这是假的 他顶的那些雷都是假的 他都白挨屁了 刘渡沉默片刻后 见秘境之灵自闭到不想说话 无奈叹息一声 对鸡钱做出了解释 是真的 你在里面炼制的一切都归属于你 鸡钱眼睛一亮 那也就是说 秘境里面还有很多材料了 刘渡也自闭了 这臭小子 竟然把主意打到他棺材本上来了 没错 鸡钱之前获得的那些资源 确实是他以前所培养的资源的一小半左右 秘境里还有大半的资源 可是这些资源 他是打算日后修炼出肉身给自己用的 所以他立刻对鸡钱说道 你就别打那些资源的主意了 那些都是 我日后修复肉身后打算用的 而且 大半的东西都是用来凝练肉身的 对你没有什么作用 鸡钱摸了摸下巴 不对吧 我炼制丹药 器具的那些资源 貌似跟你的肉身不搭边吧 我记得我炼制的时候 那些资源都还有很多 我用的也不过是一小部分 刘渡业注 竟没把这臭小子给忽悠住 这正常人一听说是他的棺材本 正常人都不会去打这个主意 可这臭小子 却见纸核心地 啊这 老人家 你这可不厚道啊 我只是问一问你的资源情况嘛 又不是非要打你的资源的主意 你这防我跟防贼一样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刘渡嘴角抽出了下 男人对女人说蹭蹭不进去 有什么区别 这臭小子绝对是把主意打到他身上来了 见刘渡沉默着不回应 机前眉头一挑 老人家呀 我不动用你炼制肉身的材料 我平时就进去炼器 就炼一下手 你应该不在意吧 刘渡沉默了 还说不打他棺材本的主意 这算盘都崩到他脸上来了 只是 他非常肯定 如果他敢拒绝机前 下一刻这臭小子 绝对会用无数种办法来忽悠他 而且之前 这臭小子还打算 把他丢给他家族中的一个少年身上 估计到时候 这臭小子绝对是把他的魂魄 丢给那臭小子 然后他打拼了一辈子的积蓄 就留在了他的储物戒指里 这才是最可怕的 按照他之前的传承设定 一旦有他满意的弟子 获得了他的传承 获得的不仅仅是那一个秘境的掌舵权 还包括他全部的遗产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如今这么一种情况 机前这个渣男 获得了他所有的一切 可他压根就不想负责 所以他才会这样扣扣搜搜 机前如果肯负责一切 他的所有给他又何妨 只是他才不会跟机前说 其实在他获得了他的传承秘境之时 秘境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默认赠送给机前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他就相当于是人才两口的境地 你不说话 我就当做你默认了呀 就刘渡继续沉默 机前挑了挑眉 秘境之灵看着盘西坐在原地 黑着一张脸的前任主人 他都要哭了 主人啊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这孩子不要在这里练制法器了呀 我这小小的秘境之灵 承受不住这种渡劫之苦啊 如果是正常的劫雷还好 可机前所练制的法器也好 丹药也要 都没有一个是标准的劫雷啊 他现在练制的地品的丹药或者器材 度的至少是天品以上的劫雷 他勉勉强强能接下 日后 万一这小子练制出来的是天品 或者天品以上的法器 或者丹药的话 那会如何 只要想一想 秘境之灵就有些头皮发麻起来 这不是人干的活 刘度悠悠地看他一眼 你以为我不想 可现在他才是你的主人 他要进入秘境 就进入秘境 他要炼制就炼制 我根本就没有权利去管他 失策了 他是真的失策了 一开始在设定这个秘境传承时 他就把自己的主动权给交了出去 毕竟谁能想到 这机前根本就不按照常理来操作 他不仅没有想要获得他的传承 也不打算帮助他 甚至还要把他送出去给别人 最最最可怕的 是他似乎还想要魅走他所有的财产 一想到这个 刘度就头皮发麻 这操作是真的把他给搞骂了 小子 那个我能不能给你改一个商量 现在刘度已经不是 想不想要跟机前协商 是否接受他传承的时候了 而是要想办法 如何留在机前的身边 第99章 售价五万百烂点的情报 如果不留在机前的身边的话 他恐怕就会被天道给针对了 因为他们这一类的灵体比较特殊 现在在机前的手底下讨生活的话 会受到天道的恩宠 说不得还有机会获得肉身的机会 至于机前所说的那个鸡无雷 他不做打算 不想成为那机无雷的附庸 到了机无雷那里 说不定分分钟就被天道给针对 直接给机天了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要留在机前这里 老人家 您说 我听着 机前可不知道 刘度现在心底里是九转十八弯 一听 刘度要跟他打商量 他眼睛都亮了 看来又能从他手上 获得一些好东西了 是这样的 你不要赶我走 那我密尽里的所有资源都给你 如何 当然你放心 我不会管你的任何事情 也不会泄露你的一切 只要你不赶我走就行 我就待在你身边 日后如果可能的话 你获得了能够给我炼制肉身的材料 就帮我炼制一个 你如果不信任我的话 我现在就发天道誓言 还不等机前回应 或者说生怕机前反悔 他当场就给机前发了的天道誓言 天道在上 我刘度再次发誓 只要机前让我留在他身边 陪伴他成长 我保证不泄露他的任何事情 若为此事 天诛地灭 魂飞魄散 刘度这话说的非常的正重 而也就在刘度发誓的时候 天上顿时轰隆隆的 想起了一道响雷 算是准了流度的誓言 而正在看预见的机风雷 听到这雷声 抬头看了眼天空 也不知道哪一位大佬 发了天道誓言 可真狠啊 这么毒的天道誓言都敢发 机前听到这 看向了他 六祖 这天道誓言毒 那可不 虽然我不知道 这位大佬起的誓言内容 但是 这绝对是向天道直接发的 而且 最起码都是魂飞魄散 一级别的恶毒誓言 最重要的是发这誓言的 绝对是一个地镜以上的强者 机风雷说到这 眉头皱起 不对 地镜以上的强者 这怎么可能 现在大陆内 恐怕都没有这样级别的强者了吧 不对 这很不对 刚刚他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可现在 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 还不等机风雷摇人呢 刚刚离开的四位老祖 立刻去而复返 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二祖看向机风雷 老六 你敢知道了吗 此刻二祖的神情很严肃 天荒大陆 再次出现了地镜强者 刚刚那个誓言 绝对是地镜或者以上的强者 才能闹出来的动静 可明明当年八大皇朝事件后 地镜强者都出现了问题 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而现在却出现了这么一个强者 一个地镜强者 是绝对能够改变现如今的格局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地镜的强者 是哪一方势力的 嗯 感应到了 那样的波动 绝对是地镜强者的誓言 机风雷苦笑一声 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啊 这样的誓言 不是像现在的极大皇朝 龙韵所造就的伪地镜强者 能比拟的 一个真正的地镜强者 是真的能够改变 整个天荒大陆的格局 这也是为何 在机前的父亲 继承到有大地之姿时 他们会那般欢天喜地一般 而在机前出生时 又是一个大地之姿的孩子 这也让他们机家的地位 水涨船高 甚至大前皇朝 磅礴的气韵 也帮助他们机家 出现了无数的天才子弟 让其余势力 极为艳羡的主要原因 谁说不是呢 二组苦笑一声 而后看了眼机前 这个以前他们既有厚望的孩子 却是一个摆烂的 天天就勾拦听取 若是他有他爹机成道一半的努力 他们都会欢天喜地地 把所有的资源往他身上砸 争取让他早日成道 偏偏他就是一个懒货 真真应验了那一句话 站着毛坑不拉屎 如果他们有机前的这份天赋的话 他们绝对比任何人都努力 早点成为大地 代飞整个机家 在二组看向机前时 其余人的目光 也落在了机前的身上 看了眼他后 又立刻把目光挪开 他们生怕自己化悲愤为动力 打机前一顿 逼迫他修炼 这一刻 其他势力的祖辈及强者 也跟机家的这一群老祖一样 心中多了一抹忧虑 他们都担心 别的势力得到了这么一个 大地境的强者的资助 然后一跃成为大陆最强势力 甚至有可能会改变现有的格局 在这些人担忧不已时 机前在听到老祖们的议论时 看向刘杜 老爷子 你是地境以上的强者吗 地境 刘杜说到这里 又沉默了下去 好汉不提当年勇 更何况 现在他的那个仇敌 现在恐怕到处在找他 他现在只适合狗着 机前听到刘杜这话 眼睛一亮 那老爷子 你能否跟我说一下 这地境之上的境界吗 或者说 这天荒大陆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大陆 他在机家待了16年了 总感觉这些人所提及的东西 一旦上升到了 天荒大陆这个层次后 就变得忌讳如生起来 可偏偏奇怪的一点是 他们对大地境的强者 又推崇备至 可这么多年 又没有出现 有大地境界强者 总而言之 一切都透露着一股诡异感 违和感 现在听到刘杜这话 似乎大地境以上 还有境界 那必然有 不过 你觉得那些事情 是你这一个小小的 住基金的小卡拉米 能去了解的吗 还有 别好奇地境以上的事情 这不是你现在能打听的 那上面的事情 对你而言还太遥远 现在知道了 只会给你带来灾祸 刘杜声音变得飘忽了起来 也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基钱瞬间就被刘杜这话 给激发起了好奇心 递竟之上 还有境界吗 天荒大陆之上 还有别的事情 那上面的境界是什么 而天荒大陆之上的境界 又是什么 基钱忍不住好奇了起来 也就在基钱好奇时 系统商店 跳出来了一则消息 天荒大陆的秘密情报 一份 售价 五万百烂点 第一百章 差点就被当枪使了 基钱自动忽略了 系统商店这个提示 五万的百烂点 他怎么不去抢 这个系统是真的狗 想尽一切办法 要谋夺他手上的百烂点 系统 这个宿主也是真的狗 正常情况下 是一个人都会好奇这个的吧 可是偏偏基钱就一点都不好奇 他就没有见过这么扣的宿主 这宿主是真的扣门到了极致 刘杜可不知道 基钱正在跟系统 为了五万的百烂点 买一份情报 在那里勾心斗角 只是以为基钱沉默 是因为不满意他的回答 刘杜咳嗽了一声 那个小子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也不是有意隐瞒 而是你现在的境界真的太低了 如果告诉你的话 这些不该你这个境界知道的消息 一旦让你知道了 天道将会降下惩罚 这惩罚 你受不了的 刘杜是真的怕基钱一言不合 就把他送给了那个叫做基乌雷的小子 不管那个基乌雷有多么牛逼 他绝对没有基钱这个天道褚儿那么牛逼 这种天道气云 他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过一个 就算之前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也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 他那个时代 那可是天才辈出的时代 绝对不是现在基钱所处的这个时代 可以比你的 而他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都没有基钱身上的气运浓厚 所以他不信基钱所说的那个 天资不如基钱的人 气运会比基钱气运浓厚 所以现在他生怕基钱嫌弃他 真的把他丢给了基乌雷 如果他真的把他丢给基乌雷的话 他还真的没有丝毫办法 他是对天道启示了 可是狗贼基钱不上当 压根就没有跟着他一起启示 所以现在天道誓言就压着他 可没有压着基钱 基钱他一旦把他丢给基乌雷 他就被白白舍弃了 嗯 基钱听到刘渡的解释 在脑海中回了句 我知道了 之后就没有再给刘渡其余的说法了 这让刘渡的心底慌的一批 现在年轻人的世界 他这老一辈人士真的不理解了 完全猜不透啊 基钱小子 就在基钱跟刘渡系统勾心斗角的时候 六组积风雷的目光落在了基钱的身上 与此同时 积风雷的传音传到了基钱的耳畔 你这臭小子 完全可以不用藏桌的 凭借你现在对基家的贡献 已经足够服众了 更何况 你现在还会更改阵盘 不说你之前给基家弄了尚品灵金矿 就凭借这一点 你都可以直接成为基家的现任家主 积风雷看向基钱的目光里 蕴含着期待之色 他是非常看好 这个小辈的 别看他平时好像不靠谱 可实际上 他比谁都靠谱 不说其他的 就算是这尚品灵金矿卖 整个基家 有谁能有他这本事弄到 基钱嘴角抽出了下 这六组是想要害死他 成为基家家主 这就意味着 他要日夜为基家操劳 偶心立血 最重要的是 基家那么多傻逼 偶心立血后 恐怕还会被这些傻逼气得半死 如果一不小心 操作得好 带着基家起飞 他就摆烂不了一点 所以 这种傻逼事情他才不会做 于是他疯狂地对基风雷摇头 不做 他打死都不做 基风雷见此 越发看好基钱了 瞅瞅这孩子 鞠躬不自傲 整个基家 还有谁能比 基家的其他老祖 可不知道这两人在打雅谜 而且看基风雷的意思 似乎好像是帮助基钱隐瞒了点什么 他们都非常好奇 基风雷帮助基钱隐瞒了什么 显然基钱是 不想让基风雷告诉他们的 见两人在打雅谜 基家二祖咳嗽一声 你们两个在那里悄悄商议什么呢 搞得那么神秘 说出来让我听听看 基风雷嘿嘿一笑 二祖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去找十祖吧 基家二祖再次沉默 看来这两人隐藏的 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就在这时 二祖的传讯御符里传来了消息 基家二祖掏出传讯御符一看 脸色瞬间阴沉了起来 基家外出的子弟 受到了敌人的侵袭 这一次 不仅仅是基家的家官大典的弟子 还有基家的一些成长起来的天才 也是现如今基家的真正的栋梁之才 而斩杀他们基家的栋梁的 是王家的人 而此刻基家始祖就在王家那里 跟王雀德相伤 此次王家射服事件 基家二祖脸色一变 就准备传讯给始祖时 始祖基长安的影像 顿时从他的传讯御符中浮现 十祖 出大事了 我刚刚接到消息 王家的十二祖杀了我们的二十世孙 外出的所有天才 你快逃 王家可能要设服杀你 基家二祖都还不等基长安说话 就把他刚刚得到的消息 告知了基长安 这事情可容不得丝毫地耽搁 这一耽搁 恐怕就会出事 基长安眯起了双眼 你可知道 基打也杀了老张家的十六世孙 杀的也是张家的栋梁之才 其余两家也分别被杀了 基长安说到这里让开了身子 出现在他身后的 赫然就是一个倒地不起的人 这人正是张家的十六世孙 基长安这话一出 基家二祖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事件 父亲 那这是 有人在针对我们世家了 我刚刚已经把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告知了皇主 皇族那边也有人被杀 皇主也联系了其余的势力 其余宗族的人 也同时遇刺 且都是彼此势力的支柱一般的存在 基长安眯了眯眼 我刚刚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如果不是我们联合起来搜索的话 说不定还真的被人给当枪使了 你们现在都给我安耐住自己 在我还没有回去之前 基家的所有人都不得外出 也不得去挑起事端 基长安这话一出 基家二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看来这一次 针对他们的 极有可能不是国内的势力 而是外国势力 好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我还要跟他们商量出一个章程来 基长安心中 还是隐隐有一些庆幸的 第101章 这些糟心的玩意 庆幸的是 他们四大家族的顶尖战力 凑在了一起商量王家 获得了传承的事情 否则的话 恐怕他们有嘴 都难以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到时候 他们四大家族 恐怕真的会人脑袋 打出狗脑袋来 而那些人 也就达到了挑事的目的 一想到这事情 基家二祖就感觉糟心得很 整个大前皇朝的势力 都遭到了针对 那也就意味着 事情不简单了起来 而能搞出这动静的 就极有可能是 另外一个皇朝的人 只是让他不解的是 另外一个皇朝 是如何一次性发动了那么多 属于各大势力的强者的 是的 此次出手的人中 无一例外 都是各大势力的真正的强者 甚至都可以算得上 一流顶尖强者了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那些大佬们相信 这事情 是他们这些势力干的 基家二祖 在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立刻把基家的 九级大阵全力开启 把整个基家 都给封了起来 此刻的基家 除了十祖之外 进出无门 谁也别想出去 谁也别想进来 这其实也是 基长安的意思 现在说多错多 做多也错多 甚至一不小心的话 还会被利用 这一切 只有等基长安回来后 他们才能有进一步的打算 基家二祖 在开启九级大阵后 也立刻给每一个 分支下了禁止令 约束基家众人 回归各自的一脉中 否则将按照背叛家族处理 整个基家 在此刻都严肃起来 纷纷回归各自的一脉中 回到自己家中 基家二祖 这个命令发出后 基家变得肃穆了起来 在基家二祖 约束了家族子弟后 这一等就是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后 基家始祖基长安回归基家 在基长安回归基家的第一时间 就来到了基峰雷这里 而此刻基峰雷这里 原本就在基峰雷这里的 四位始祖 还有基峰雷 以及基钱都没有离开 原本基钱在得知基家二祖的话后 就想直接离开的 这种事情 一看就涉及到了基家的核心利益 知道这种事情 可丝毫不利于他的职业摆烂 只是他想走 却直接被基峰雷给拦下了 在其余人不解的目光中 基峰雷只是说一句 我爹要让他旁听 基家二祖的这一句话 直接就让这些人都沉默了 基长安抵达后 扫了眼在场众人的 他的神情就严肃了起来 而七祖见此 立刻问道 十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基达会背叛我们基家 一天前 他们就听基达出手 杀了张家的栋梁之财 这劫仇 可就真的劫得很了 如果不是基家二祖压着他们的话 他们在昨天 就想亲自去追问事情的真相了 在基家二祖压着他们后 他们硬生生地忍了一天一夜 可现在 他们可是丝毫忍不冷了 基达背叛了我们基家 基长安一句话 让八祖瞪大了双眼 这不可能 基达怎么可能会背叛我们基家 老祖宗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是真的不敢相信 那个对他那么好的基达 是背叛者 准确地说 基达的背叛 让他处于了一个被动的位置 整个基家的人都知道 他跟基达的感情最好 基长安淡淡地看了眼 基前的第八祖 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 我会说 他是叛徒 喘而不自知 被人利用了 还给别人数钱 哼 基长安就差没有指着基家 第八祖的额头 对他说 蠢货 基长安掏出了一大信件 这些都是从他的 储物戒指中拿出来的 你们可以看看 还有 这是他跟离朝皇祖 所谈论的事情 这里就涉及到了 让他 斩杀张家栋梁的信息 当然还有一份 他背叛我们基家的 真正铁证 他已经不是基家的人了 在基长安说出这话的时候 基家第八祖皱起了眉头 接过了基长安递来的资料 越看这些资料 基家第八祖的身子 就开始颤抖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也白得吓人 看完后 基家第八祖 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里喃喃自语地说 这 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基长安给出的那份资料中表明了 基达竟然在他还年幼的时候 就被调包了 真正的基达 已经死了 而替代真正基达的人 竟然是离朝的火家的树长子 火箭 基长安丢出来的这些资料 详细到不能再详细了 就好像一开始 就调查得一清二楚 这信息太过地详尽了 详尽到好像是假的一样 对 这一定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就绝对不可能 有那么详尽的资料 基家第八祖说到这里 反倒是把自己 给说服了其余人的目光 看向了第八祖 他们刚刚也看了 基家十祖拿出来的这份资料 这资料无懈可击 而且最重要的是 很多事情 他们都可以佐证 那是真切地发生 在他们身边的事情 这一点点的事情 一点点的异样集中起来 那就大概的能够摸到 事情的脉络了 他们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说了出来 让大家盘点核对了下 当所有人都核对完毕后 背后被冷汗打湿了 他们基家真的被外族给渗透了 基长安看着冷汗淫淫的众人 这份资料可以证明 这里面的事情并没有说谎吧 基家各位老祖摇摇头 不但没有说谎 还真是有效 得到他们的肯定回答后 基长安冷笑一声 这就是黄泉的暗部势力 调查出来的 还有我从基达的 储物戒指中获得的证悟 这一下 众多老祖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竟然是大前皇朝 通过蛛丝马迹调查出来的 而且凭借这一份资料 就能够证明 穆家对于他们皇朝的掌控 有多么的深入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 其余势力也都获得了同样的资料 而矛头都直指大离皇朝 基长安说到这里 目光扫视了眼中人 似乎是想从他们细微的表情上 捕捉到特殊的情绪 可是此刻在场的五位老祖 脸上的表情要多意外 就有多意外 这怎么可能 如果说这是大空皇朝的话 他们还会信 可是大离皇朝 这根本就不现实 第102章 帝王全数 还有另一种解释 见各位老祖一脸诧异 基长安画风一转 我们的这位国君并非守城之君 早已有形开疆拓土 基长安说得相当隐晦 却瞒不过在场这些人精 这就说得通了 基达只是个由头 穆雄怀想以此为由进攻黎朝 便将我等裹挟其中 不得不冲坐马前卒 基风雷不由地担心起基家的年轻后背来 此次出征 穆雄怀必然以世家势力为先锋 既可削弱世家 又能黄雀在后 一举两得 走一步看一步吧 基家能有今日 实属不易 保存实力 方才为重中之重 基长安面色凝重 也是他看走了眼 不想基达靖做出这等事来 正好给了穆雄怀可乘之机 此日一早 太和殿外 眼见上朝时辰已过 依旧不见太监轩他们见驾 一个个不由地躁动起来 陛下向来勤政爱名 自登基以来 日日临朝 实时勤政 又是准地境休士 心境非凡人能比 今日莫非要罢朝不成 户部尚书高建峰 不免面露忧色 他这个尚书不过虚职 平日里许多要事 都是穆雄怀在处理 一旦不再上朝 自己不就被人看出云木混珠了 何止呀 我听司里坚太监说 陛下听闻基家叛徒一事 说离朝期我大前无人 故而强行破镜 不想一来时机不对 二来本就怒不可遏 心境有损 故而未能成功 等时并入膏肓 大前江山恐惠 消息灵通的 吏部尚书李燕 战略停顿 虽什么都没说 却什么都说了 那咱们该当如何 高建峰局促不安 李燕笑道 还能如何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呗 大不了割地赔款 稀释宁人 众臣子纷纷点头 毕竟地非自家地 民非自家人 丞相李国明冷冷一笑 这些人到底城府尚浅 竟看不出陛下意图 也是自己幸运 太子殿下 正议论间 众臣见穆战英现身 盲向其行礼 不必拒泥繁文入节 我父皇为何久久不宣等上朝 我等不知 文武百官并未实话实说 毕竟太监所言 虽可信度十足 却不可令穆战英知晓 不然免不了 被扣上勾结内庭的帽子 陛下有旨 宣太子及文武百官 长平殿见价 穆战英略经 长平殿乃是父皇请殿 正值朝会 为何放着太和殿不入 偏要去请殿 不一时 穆战英帅文武百官入长平殿 行三跪九寇大礼 山呼三声 龙踏之上 一向神丸弃足的穆雄怀 无比憔悴 在宫女的帮助下 拿去头顶的狮毛巾 咳嗽了几声 众臣子面面相去 尤其不知情者 更是大惊失色 陛下昨日尚且精神焕发 怎地一日不见 竟已病入膏肓 父皇 您这是怎地了 莫非被人下了骨不成 穆战英忙上前询问病情 他倒是听刘昌明 说起过穆雄怀的病情 这才与众臣子 一同请殿见价 不想竟比刘昌明所言 更为严重 臣等恭请陛下慎安 毕竟不是亲生父子 文武百官自然不敢贸然失礼 指得其声附和 无妨 不过急火攻心罢了 吃几副强身丹 自然痊愈 穆雄怀龙袖一挥 虽如肿中枯骨 到底仍是帝王 霸气十足 父皇 何时让您如此操劳 孩儿愿替您分忧 穆雄怀担心坏了 臣等愿为陛下分忧 底下一杆人等如机器人一般 依旧齐声高呼 诸位可曾听闻姬家叛徒 十一组击达一事 离朝罪而小国 近期我大前无人 诸位可有良策 高建峰出班道 启奏陛下 此事既系姬家内侍 理应姬家善后 一来姬家是大 必能养我大前国威 二来哪怕狼狈 亦非朝廷之过 众臣出班奏道 臣等负义 大前虽抵运十足 却因内部勾心斗角 尚无与离朝一战之力 陛下又因此急火攻心 想必其本来想法 便是大事化小 稀释宁人 这才如此 启奏陛下 臣有异议 李国明出班道 离朝固然兵强马壮 我前朝一非弹丸之地 人才被出 俗话说 您是一子不失一仙 如今离朝先手出招 我等不可被齐牵着鼻子走 理应派兵攻打 调明罚罪 方显天朝上帮之无限神威 众臣子面面相去 李国明今日这是怎地了 竟与他们唱起了反调 李爱卿 不是正无雄心 实在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大前并无一战之力 慕雄怀脸上 闪过一丝欢喜之意 稍纵即逝 李国明道 陛下此言诧异 我大前家族众多 兵强马壮 又有绝妙阵法辅助 必能事半功倍 百利而无一害 慕雄怀皱眉道 还请李爱卿民事 立在何处 李国明答道 其一 大前世家伟大不调 饶势不胜 亦可借刀杀人 其二 若能得胜 王朝坐拥渔翁之力 慕雄怀白手道 李爱卿此言诧异 满朝文武 各个言详 谁能出战 李国明等的 就是慕雄怀这句话 盲道 如蒙陛下不弃 老朽愿担负重任 为陛下分忧 不可不可 慕雄怀故作纠结 陛下 容臣直言 大前以风雨飘摇 若不主动出击 恐将倾覆 可害害 慕雄怀乎的咳嗽一番 剧烈无比 气得慕湛英当即立声道 来啊 给我将这大胆狂徒 逐出皇宫 左右侍卫 便将李国明架了出去 不想 李国明尽不屈服 日日跪于长平殿前 终视繁透慕雄怀 宣他觐见 李爱卿 明心如此 朕自然不能逆流而上 那便由着李爱卿去吧 微臣遵旨 李国明离去后 慕雄怀乎的从踏上坐起 行为举止 竟远胜常人 他看似沉稳内敛 实则极具开疆拓土之心 这才一边拉拢世家 一边历经图治 如今得了阵法相助 如姬长安所说 早有进取之心 然而 皇帝不完全谋 还算什么皇帝 慕雄怀自知如此 做十分得罪人 单就是姬家那边 就无法交代 便将李国明推了出来 既能达到目的 也可缓和与世家关系 让他们吃下这个哑巴亏 不久 李国明来到姬家 姬风雷接见 道人先锋道鼓 威风不减当年啊 李国明上来 便和姬风雷客套 第103章 姬钱担当重任 大人说笑了 不知大人此番前来 所为何事 既然风雨欲来 姬风雷便不再和李国明客套 索性开门见山 不知宁可听闻传言 大前亦于荡平离朝 不知姬家可有年轻后辈 能助朝廷 姬风雷似乎早有准备 孝道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然而此事须得请示老祖 方才可以决断 李国明自然知晓 姬风雷说了不算 便点头道 即使如此 老朽改日再来 送走李国明 姬长安凭空显现 冷然道 这才拒绝了几日 便让李国明 全权负责此事 我们的这位皇主 实在心急了些 姬风雷美好气道 他可登门 我等亦可不见 如此拉锯 其余家族自然明了其中深意 届时看谁愿意助他 不可 姬长安无奈道 如你所说 大前新王 匹夫有责 此时若是袖手旁观 来日必然被人说 我们姬家独善其身 不理过事 去 叫来其他人 不一时 姬家所有老祖悉数到来 姬成道意在其中 姬长安简单陈述了一番来龙去脉 低声道 此事事关姬家 必须出手 此事其一 其二 万不可保存实力 年轻一辈能出则出 诸位 你们可有人选推荐 众人面面相去 该来的总会来 因姬达一事 姬家必不能后退 虽说可借姬历练后辈 然而自古以来 皇帝便与世家不和 乃是宿敌 虽说姬家与皇帝有亲 可无情罪是帝王家 届时翻脸不认人 姬家后辈可就要遭殃了 姬成道微微一笑 退至众人身后 家里那臭小子 虽然平时听惹人厌 可到了这种送死的时候 他的摆烂 反倒成了最好的保护伞 别说姬成道不说话 就是主动让姬钱奔赴前线 这帮老家伙 也不会同意 理由很简单 他们的后辈也在其中 若是让姬钱祸害死了 可就得不偿失了 乌雷这孩子不错 沉稳大方 海纳百川 此次出征 必能名扬天荒大陆 并保全姬家根基 姬长安摇头道 乌雷生性单纯 欲是冲动 不可不可 文桥或许可以 天赋与乌雷不相上下 实力强悍 姬长安摇头 姬贺如何 姬长安依旧摇头 老祖们几乎把合适的人选说了个遍 就连那些天赋平平的弟子 只要懂些人情世故 也一并推荐给姬长安 却借遭姬长安否定 你有合适人选吗 姬长安用下巴指了指姬成道 眼见姬长安再点姬成道 众老祖气不打一出来 要不说 还得是这位家主啊 儿子别的不会 百烂简直冠绝族中 他就是推荐姬前 姬长安怕也不会同意 姬成道自然知晓 这一干人等是如何想的 估摸着 要不是念及同族 早问候自己的祖宗十八代了 没关系 看老子怎么气你们 即使如此 不知小儿姬前可能胜任 姬成道一脸得意 差点把几位老人鼻子气歪 姬长安思虑一番 点头道 虽是矮子里拔高个 却也可以试试 姬成道 已经一干老祖 不是 闹闹 我就是给您撑的场子 免得您尴尬 怎么就非我儿子不可了 一想到族中年轻后辈 将被姬前这小子祸害 一众老祖连忙求情 老祖 请您三思 姬前小子向来我行我素 离经叛道 也能担此重任 是啊老祖 不是我自卑 我们家姬仙你也知道 那就是个滚刀肉 要不是生得好 乞丐都当不好 姬成道连忙负荷 姬长安却决心已定 姬前天赋冠绝同辈 有大地之姿 虽顽劣了些 有朝一日开窍 倒也能成可诉之才 姬长安所言 不过是些表面上的客套话 此次出征 姬家十分被动 必须保证年轻一代不会陨落 离朝也好 前朝内部也罢 暗中有意取代 消灭姬家者 数不胜数 还不能不出力 姬家在天荒大陆声名远扬 若是不趁此机会巩固名声 日后怕是要为人耻笑 因此 所选之人必须城府极深 在各方势力的尔虞我诈中 独善其身 同时又能为姬家带来收益 如此说来 年轻一代中 只有姬前能胜任 这小子一直在藏风 姬长安并非看不出来 况且姬前还和皇家詹青 与太子穆战英有私交 无论人脉 城府还是格局 担当此任绰绰有余 老左 您一定要三思啊 我已经决定了 你跟我走 见见你儿子 姬长安与姬成道来见姬前 不想此时 他正躺在摇椅上 一边吃瓜子 一边悠闲地哼着小曲 正值大好年华 宗门天才 哪个不情学苦练 不想这小子 竟然荒废十日 百烂点 五百 百烂点 五百 姬前又惊又喜 连忙抬头 但见姬长安黑着脸 一言不发 怪到加了一千百烂点 原来是他俩来了 爹 老左 下午好 吃瓜子吗 姬前大手一挥 桌上一个木匣子打开 扑扑扑 吐出包好的瓜子人 不必了 小子 陛下有旨 命理丞相全权负责讨伐离朝一事 你可知晓 姬前点头道 自然知晓 此事无论族中 还是朝廷内外 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实在不解 为何前朝竟因此发难 百明了另有所图 姬前却知晓 此乃木雄怀之计 前人尚且不信大钱能胜 离朝自然更加麻痹大意 我姬家自然也要派现年轻后辈前往 因此 我决定 命你统侠姬家 可能胜任 不能 姬前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理由很简单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傻子才会干 不如说在家里研究 怎么练克瓜子气无来的实惠 百烂点 一百 看着这个不成气的儿子 继承到别提多无奈了 诚然 此去离朝 必然千难万险 然而却也是极佳历练机会 姬前越是这么说 姬长安越是坚定自己的想法 冷然道 不能就去试试 不就是死几个年轻人吗 放心大胆去做便可 姬长安何等样人 知晓姬前这等人 若是不给权力 做起事来束手束脚 必然无法发挥全部才能 故而故意将话说得中了些第104章 花楼潇洒 这可是您说的 姬前来了兴趣 开疆拓土他并不上心 但若是能看谁不顺眼 便弄死谁 这差事能干 明日时时 大前西南方向玉城山集合 姬前抓了把瓜子人塞进嘴里 这玩意儿不比打仗有意思 姬成道黑了脸 小子 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明天一定早点起 千万不能丢了我和你娘的人 时时便是晨时 也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 姬前向来与当代年轻人作息一致 哪里起得来 让我早起用功 我偏要晚起 当夜 姬成道感知到 姬前房中有益 前来查看 却见姬前正鼓到一只木雕手臂 爹 您来了 您看我这一只做得如何 来日灯铃绝顶 还可以指望着 他帮我机械飞升呢 见姬前秉灯用功 姬成道十分欣慰 但转念一想 姬前真要有这等决心 还是他吗 赶紧歇歇 明日还需去见老祖 不论姬前是真用功 还是在装样子 让他睡觉 都是最好的办法 修士向来神弯弃足 睡眠时间本就少于常人 甚至某些强者完全不用睡觉 姬前右向来起得晚 如今根本不困 正要拒绝 见老爹一脸横肉堆在一起 自知无法违抗 心生一计 爹 老祖即将如此重要的事情教育孩儿 孩儿自然不能打了老祖的脸 要不我马上前往玉成山 等着老祖如何 反正明日不需鄙视 孩儿如此做 一来让老祖觉得没选错人 二来 也可让那些不服孩儿的族中 天才为之叹服 姬成道仔细一想 姬前说得对 便道 你确定不困 姬前信誓淡淡摇头 即是如此 你且去吧 玉成山虽有特殊禁止 然凭你实力 想必可行 到了不要惊讶 玉成山孤峰落雪 方圆千里 只有长离城一座孤城 好嘞 有城就好 或许还可撒野 姬前开启传送阵 疏忽间来至玉成山 但见周围一片荒原 荒原之上 孤峰处立 山顶雪白一片 山下寸草不生 一旁孤零零围着一座大城 果然如姬成道所说 这里简直鸟不拉屎 不过有趣的是 长离城不是真正的边塞重镇 乃是荒原之上 一处行军歇脚之处 物资存储之地 并肩负开荒重任 驻扎有二十万土兵 土兵并非士兵 说难听点乃是抢征来的民夫 毕竟使命是开荒而非戍边 完全不考虑战力 况且 二三十年来从未有过战士 所开荒地 又皆属自己 随着他们愈发富裕 商人闻着未赶来 竟以边陲孤城为中心 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社区 城外多市轿场 马场 与寻常土兵安家之所 城内娱乐设施繁多 虽有宵禁 却因不是边陲 规矩宽松 只是黄昏时不可出入内外 城内却能随便走动这步 与城外的一片死寂截然相反 城内竟热闹无比 虽比不得大前都城 到底也算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堪比农村大吉 机前向来不在乎所谓雅俗 见有得完 高高兴兴传送进城内 今日无事 勾兰听取 这里时非都城 夜幕降临之后 消遣方式少了许多 灯火通明者 据传镇边大将军空闲时 一会来此消遣 便欣然前往 走到旺江楼不远处 果然见其装修豪华 比起大前第一花楼 竟不完全逊色 仍有一技之长 尤其门口站着的几名女子 不似大前第一花楼里的女子 那般娇小柔弱 风吹便倒 反倒因边锤苦寒 身子壮硕 这所谓的壮硕 是相比细柳浮风的拼亭女子而言 于基前这个当代人而言 简直太符合她的审美了 而且她乃修士 娇若女子经不起折腾 罪是这等高挑之人 深得其心 哎呦喂 这是哪家公子 衣着打扮这般不俗 真是令人春心懵懂 老树生根呀 基前现身的那一刻 招揽客人的几名女子 当时被她吸引 身强体壮的修士 他们倒也见过不少 然而也不过衣着单薄罢了 似她这般不畏严寒 又着了一身不凡衣冠 风流倜傥之人 这等地方倒是不多见 故而女子们围了上来 先手乱碰 仿佛基前是他们点的男模一般 在下出道此地 反请诸位将楼中第一花魁请来 并请些漂亮姑娘 咱们花天酒地 无论经营 好 姑娘们纷纷鼓掌 似基前这等人傻钱多之人 在此地最受欢迎 将基前簇拥进天字一号上房 归宫很快领着二三十位 俏令女子进门 不用看了 全要了 基前大手一挥 敬献败家子风韵 公子痛快 归宫竖起大拇指 这样大方的客人 他还是头一次见 小女子见过公子 正中间一位红衣女子 上前欠身行礼 但见她白皙风鱼 高挑俊美 饶式着了一身臃肿滑服 一男演好身材 公子 这位便是我们望海楼的花魁 一名姑娘上前介绍 那你坐下陪我喝酒 其余人开始奏乐开始舞 随着基前一声令下 屋内很快歌舞升平 花魁一边静临风酒 一边道 小女子红鸾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真折仙人眼 好个折仙人 红鸾不令赞美 含羞间眼前一亮 似乎别有目的 嗨疲了半个小时之后 忽悠归公敲门 向基前行礼 满脸欠一道 公子抱歉 有人来找红鸾姑娘 只消出去片刻 便可返回 您看 随便 基前来这里是放松的 可不是生气的 并没在意 谢谢公子 红鸾向基前抛了个媚眼 旋即转身离去 不久 红鸾急匆匆跑回 商量道 公子 我有位客人位高权重 来是镇边大将军 高明然高大人 如今喝得烂醉如泥 不知可能前往照顾一番 高明然 基前好像听慕婉柔 说起过这个名字 大前肖将 平均公娶了 沐熊怀的一个庶女为妻 算起来和自己是亲戚 修为达到龙桥静后期 怎要可能喝醉 直接把她带来吧 第105章 玄天九尾狐 谢公子 红鸾似乎很是高兴 出门后不久 和两个姑娘 一起将一个中年男子 扶了进来 这男子满脸胡茶 肤色发黑 壮硕高大 肌肉囚结 隔着衣物 都能感受到满满杀气 吓得一众姑娘 连忙停下动作 纷纷避让 别停啊 接着奏乐接着舞 见基前有些生气 姑娘们继续 红鸾则将高明然 扶到床榻上 让两名姑娘 伺候高明然 自己缓步来 至基前身边坐下 冷不丁探出脑袋 在基前脸颊上 小鸡灼斑轻了一下 谢谢 红鸾羞涩一笑 用余光观察基前 顿时大失所望 他还以为基前 会因此疯狂 没想到这人 静面色平静 毫无波澜 基前是谁啊 大前低花楼 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几乎日日光顾 夜夜流速 众生百态 早见惯到麻木地步 一个名声在外的花魁 怎可能如小姑娘 一般羞涩 这番操作 在红鸾看来十分绝妙 实则低俗到有些烂俗 像红鸾这种 靠反差感 俘获客人芳心的姑娘 基前没见过 一万也见过八千 不足为奇 基前呼得发怒 小女子这就去喊他 红鸾赶紧跑到高明燃身旁 摇晃数次 这才令高明燃有所行转 大人 那边有位公子仰慕您已久 想与您把酒言欢 把酒言欢 好好 老子最喜欢喝酒 来 扶我过去 在红鸾等人的搀扶下 高明燃摇摇晃晃坐到基前身边 打了个酒阁 磕磕斑斑斗 就是你 你 你要请本将军喝酒 高将军 您魏国戍边 在下佩服至极 来 干了 基前转瞬间倒满两杯酒 一杯推到高明燃面前 一杯物资举起 来 干 高明燃拿起便喝 随后两眼一番 呼噜声震天响 基前笑着喝下 起身道 你们伺候高将军 我上个厕所 月声不许断 基前走后 红鸾推了推高明燃 喊了几声高将军 见没人理 让姑娘们离开 趁他们转头之际 伸出纤细手指 碰了碰酒壶中的酒 随后盖上 正要到酒时 呼得一只粗糙大手 握住他的手腕 高明燃不知何时行转 神态举止 竟与先前判若两人 目光深邃 仿佛要将红鸾吞掉一般高 高大人 您这是干嘛 红鸾冷汗直流 干嘛 当然是引你上钩了 自称去上厕所的基前 不知何时出现在红鸾身后 高明燃哈哈大笑 大手一挥 你们都出去 吓坏了的姑娘们赶紧离开 偌大的上房 只剩三人 高明燃将红鸾 重重灌倒在地 毫不怜香惜玉 冷笑道 你真当我傻呢 从你一开始给我下毒 我便已经察觉 碍于望海楼人多演杂 这才并未出手 而是陪你演了一出戏罢了 你还挺聪明 竟然想借刀杀人 可惜你打错了算盘 红鸾大惊道 这怎么可能 我所用毒药乃是 乃是什么 乃是制毒 确实 你的毒着实厉害 完全可以毒死我 这个龙桥镜后期修饰 但你是不是忘了 我可以用法宝 高明燃张嘴 一枚占据了后槽牙位置的大金牙 映入眼帘 机前听说过此物 名叫是毒气 乃是天品法宝 能吸收一切毒物 并储存起来 为其主所用 就像一个专门吸收 有毒物质的储物戒指 还是加强版的 容量极大 想不到你竟骗我 果然狡诈 咱们后会有气 红鸾周身白雾蒸腾 呼的话作 一只白狐飘荡半空 纵身向窗外而去 想跑 高明燃冷冷一笑 纵身而去 那白狐即将飞出窗外时 被高明燃擒住 爽朗大笑道 没想到 近视之罕见的玄天九尾狐 可惜 你不能为我所用 说 你是怎么杀害的红鸾 又是和方神圣派来刺杀于我的 玄天九尾狐拼命挣扎 吼道 我没杀人 也不是别人派我来的 我就是 看不惯你这浪荡性格 又带怎样 呸 大渣男 高明燃 咱们俩好像没交集吧 玄天九尾狐 没好气道 是没交集 可你曾祸害我之旧有紫燕姑娘 许诺他要帮他熟身 却未曾兑现诺言 不是渣男 又是和人 高明燃虽比不得机前 到底时常出入花楼 见得人快赶上杀的人多了 根本想不起此人 更不知道自己还曾承诺过 那你也没必要杀我吧 谁杀你了 我有家传极毒之天毒丹 毒死你轻而易举 如此做 不过是想给你个教训 让你大罪三天 带回山中鞭打一番解解气罢了 高明燃明白过来 怪到他对自己醉酒一事并不奇怪 原来是这个目的 那你也曾嫁获这位公子 该当何罪 此人一看便悦女无数 与你一般 死不足惜 嘿 机前没想到 自己躺着也中枪 暗暗发誓 不把这小神兽调教的五体投地 自己不幸击念几次 机前没好气道 高将军 麻烦您把他打晕 也算给他的教训 高明燃虽常年束手边疆 不认识机前 却因机前先前曾助他 便照机前所言 将玄天九尾湖砸在地上 令其晕了过去 感谢兄台出手相助 高明燃抱拳拱手 机前哭笑不得道 你误会了 我这么做 纯粹出于亲情 亲情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在下机前 啊 高明燃瞠目结舌 眼前这人便是那位 大前境内闻名侠儿 甚至在天荒大陆 也有一号的著名 顽固二世祖机前 靠 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年 竟然和这种人是亲情 摆烂点 一千 这样也行 机前又惊又喜 现在光亮明身份 就能得到摆烂点了 这也太爽了 那个什么 您能不能配合我演艺出戏 我想让他跟我签订御寿契约 高明燃嗤之以鼻 也是 这种能随意变化身形的神兽 最合你小子胃口 不过好歹是亲戚 又是长公主和机家家主的儿子 这个面子 高明燃必须得给 你说 我该怎么配合你 第106章 骗到玄天九尾狐 不久 玄天九尾狐行转 见屋内只剩机前一人 秦之虽或许不是此人对手 逃走却绰绰有余 便纵身要走 慢着 机前叫住 玄天九尾狐登时严阵以待 冲机前姿牙 摆好战斗姿势 别紧张 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机前取出契约卡 摆在玄天九尾狐面前 只要你签订了这张契约 任我做主人 我定会帮你教训高明燃 你 玄天九尾狐一脸不屑 凭你助击出气的小小修为 岂敢妄言胜过龙桥境后七强者 就是我 也须下独裁城 机前冷冷一笑 不信 实话告诉你 家父机成道 有大帝之姿 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地老圣主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前第一顽固 机前之名 远阳边塞 人人皆知 机家出了个顽固子弟 仗着家世 背景 没少横行霸道 且向来离京叛道 作恶多端 或许此人真有可能 我不信 男儿没个好东西 一想到自家姐妹 便是被男人所骗 玄天九尾狐 当时清醒了些 那好吧 我反正 也对你没什么想法 不过是看不惯高明然罢了 机前欲擒故纵 严霸 转身便走 玄天九尾狐 到底涉事未深 哪里懂人心险恶 自身实力不济 怕是此生再也无法报仇 因此 必须寻得一位强者帮助 其他王朝不敢妄言 大前境内 几乎所有强者 都不会出这个眉头 即使他们远胜高明然 怕也不会得罪 这位镇守边疆的功臣 令世人不耻 况且机前又极有正义感 虽说修为不比高明然 可架不住生的好 或许真有可能助自己一住 可若是签订契约 从此为其所用 似乎代价太大 你若缺契约寿 我帮你寻味心甘情愿的姐妹 以此报答你的恩情 如何 机前对其他玄天九尾狐 不感兴趣 就想教训眼前这只 便道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与那位姑娘情同手足 如今大好机会摆在眼前 却不愿付出代价 究竟是何居心 为了正义 为何不能牺牲自己 况且 我可不是传言中那等灯徒子 你如此推诿 莫非瞧不起我 机前好一顿道德绑架 竟把玄天九尾狐问得 说不出话来 这时 门外传来高明然 早有预谋的声音 机公子 小人可以进去了吗 机前冷然道 再等等 站累了也得等 这就是你这种 没背景之人的命 小人明白 高明然语气温和 却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 看在亲戚面子上 他真想 把机前生吞活泼了 说是配合演戏 没想到还得自称小人 可恶 太可恶了 眼见机前对高明然 一致气势 加之先前那番话 杀伤力太大 玄天九尾狐 把心一横 点头道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希望你不要食言 我机前性格另类 却非那等说话 不算数之阴险小人 你放心 一旦签订契约 我立刻兑现诺言 见机前信誓 淡淡保证 涉事未深的 顺势将契约卡贴到 玄天九尾狐额头 白光耀眼 契约签订完成 属性面板随之发生变化 预寿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寿类 三 五 契约寿二 玄天九尾狐 逆称 带命名 成长属性 max 年龄 三十二年 成长期 零 一万 又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技能一 天赐九尾 每生一尾 可随机获得一种特殊能力 目前尾数 一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二 万毒之体 一为锁赐能力 深入毒药 万物沾之必毒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三 模仿外形 主动 可进化 技能四 精神控制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五 类人体 可学习人类术法 被动 可进化 技能六 幻体 被动 可进化 技能七 带解锁 机前十分开心 先前他还以为 被高明然轻松拿捏的玄天九尾狐 虽是神兽 却八成是其中平平无奇者 没想到成长属性如此之高 还是一只成长七神兽 真是赚翻了有言在先 我们虽说签订了契约 却无主仆关系 不可欺辱于我 玄天九尾狐特有的欲解声响起 你这么傲娇 就叫你娇娇吧 机前来了灵感 当即给玄天九尾狐取名字 玄天九尾狐文言大怒 我说了 我们不是主仆关系 你没资格给我取名 娇娇 我还有两只神兽 脾气也都十分之大 你既是成长七 虽乃后来者 却是姐姐 定要好好照顾他们 不可欺负 机前部里玄天九尾狐 依旧一口一个娇娇喊着 你 娇娇正欲发怒 得知机前已然成功的高明然 推门而进 恭喜你了 机家小子 有了这等神兽在手 日后定当所向披靡 玄天九尾狐 见仇人出现 当即道 快 把他绑了 我要亲自便打他 你没病吧 他可是镇边大将军 人们口中的英雄 陛下眼里的爱卿 我岂能不顾这一干人等 贸然凌辱于他 机前翻了个白眼 你不是说 你爹什么大帝之姿 你舅舅是大前皇主 等等 你不会再骗我吧 娇娇意识到事情不对 机前耸了耸肩 我怎能骗你一介女子 只是现在时机尚不成熟 日后有机会 我定当履行莫言 你 娇娇气得直接炸毛 却也无可奈何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太可恶了 百烂点 一千 先前高明然还有所理解 如今见机前田不知耻 连承诺都不对先 竟然欺骗一个姑娘 实在喜欢 不起来这个亲戚 机前则开心无比 又加了一千 看来以后得多多干这等坏事才是 机家小子 你问问那玄天九尾狐 红鸾姑娘现在何处 边塞不比中原腹地 寒冷异常 若是无法取暖 时间异常 人会冻死 机前拿出主人姿态 美好气道 娇娇 怎么这么没礼貌 高将军跟你说话呢 娇娇正在气头上 并不理会二人 第107章 有病的两口子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性命开玩笑 你虽瞧不起男子 红鸾姑娘却与你同为女子 不可因一时生气而耽搁了性命 机前洋装生气 娇娇愣了一下 小声道 你认识红鸾姑娘 机前摇头道 不认识就不能出手相助了 好歹是条命 你不可不放在心上 娇娇当时有些无地自容 想不到这个死骗子 竟还如此真是生命 虽说骗了自己 可若是以后一直将女人放在心里 或许跟着她也不是不可以 话虽如此 娇娇嘴上却不饶人 这可是 你们求我的 言罢 娇娇飞出 机前和高明燃连忙跟上 最终于半小时后 来到城中西南角一座宅子前 还会静置之法 高明燃语气中满是调侃 娇娇美好气道 我能幻化人形 自然可学人类术法 慢说静置 玉兽 练气等手段皆有天赋 假以时日 定比你墙上千倍万倍 玉兽 机前来了兴趣 若是娇娇也能玉兽 再寓一只可以玉兽的玄天九尾狐 让这只接着玉 如此如储物戒指一般 反复叠加 自己岂不是会拥有一只玄天九尾狐大军 并且不占五个玉兽名额 你有多少姐妹 若是不愿别离 不如一起随我 我乃机家家主之子 自然不会亏待他们 机前又开始忽有娇娇 我们种族极为吸手 据我所知 只有两位亲戚上还在世 却都不在大前 亲戚吸手 不在大前 机前反应过来 如此说来 你先前所谓 帮我寻为何氏姐妹 签订契约的说辞 莫非是骗我的 我 我 我没骗成 不算 自诩正义的娇娇 被机前这一问 当时有些无所适从 至少结局不错 娇娇姑娘 解除静致吧 高明然一心救人 站出来打圆场 别叫我娇娇 娇娇一边说 一边解除静致 二人一胡推门而静 虽说将红鸾抓了过来 娇娇却不曾亏待于他 木炭 食物 一应俱全 红鸾又没心没肺 见出不去 索性就着火烤起了肉 屋内灯食肉香扑鼻 高将军 你怎么来了 红鸾好似并未意识到 自己被人绑架了 举起肉刀 吃肉吗 都什么时候了 还吃肉 高明然颇为无奈 也就娇娇人品好 若是换作他人 早把红鸾卖了 跟我回去 等会儿 肉刚烤好 红鸾有些不舍 你什么好吃的没吃过 跟我走 高明然没心思和红鸾扯皮 盈盈一握 握住他娇嫩手腕 往院子里拽 以至于红鸾竟流了泪 放开 你没见他 都疼哭了吗 明知不敌高明然 娇娇依旧挡在其面前 并且张牙舞爪 高明然有心解释 自己虽是粗人 却粗中有戏 并未用多大力气 但知道如此做娇娇定然不幸 索性松开红鸾 啊 我的肉 红鸾变脸比翻书还快 当时没了痛苦面具 高兴扑向肉 娇娇一整个尬住 好家伙 吃货的世界都这么奇怪吗 不过这也提醒了娇娇 高明然既然如此细心 为何会做出辜负人之事 就连自己的毒他都能解 自然喝不醉 不会说出罪话 难道子言骗了自己 高明然 你可愿随我去见我姐妹 君物在身 树难从命 高明然也是有性格的 自己堂堂镇边大将军 焉能被一只狐狸牵着鼻子走 你若是说动高明然 我便心悦成福 从此收心 好好助你见高明然不答应 焦焦将希望寄托于机前 虽然这小子满口跑火车 但想必收服自己的心是虔诚的 这还不好说 机前上前道 高将军 您就算不给我面子 也得给太子殿下一个面子 不就是见一面吗 多不了我的 少不了你的 高将军意下如何 高明然被机前架住了 自古至今 无论王朝如何更迭 都需要面对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夺敌 谁能成功 谁便是下一任皇主 从龙者飞黄腾达 逆龙者不得好死 作弊上官者举步为奸 高明然又镇守边塞 看似风光 实则处处受朝廷限制 光是断了粮草 高明然便会捉襟见肘 更不必说其他毒计了 因此 高明然必须站队 并且早就想好跟着木战英 虽说一切如窗户指般尚未捅破 可此时自己若是拒绝 日后真正开始斗争 太子党羽以此质问自己 如何解释的 这个面子得给 好 咱们走 见高明然如此配合 娇娇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基前不过说说 不想竟直接看透事情本质 轻而易举拿捏了这位 比他强得多的镇边大将军 莫非所谓顽固传言 皆是这位天才迎人所致 慢说其修行天赋举事认可 但就城府 旁人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 看来自己跟对了人 因子燕住在城外 高明然便带基前与娇娇 通过传送阵来到城外 穿过拥挤的小巷 进了深处一个就宅子 子燕 我把那个渣男带回来了 娇娇穿墙入屋 惊动床上睡着的一位绝色女子 揉着心松睡眼 小声道 谁 高明然啊 那个片钱片色片感情的大渣男 娇娇咬牙切齿 哦 子燕出乎预料的冷静 穿好衣服 出了门 基前见来人衣着雍容华贵 身材气质极佳 虽比不上母亲慕婉柔 眉宇间却与她有几分相似 不禁感觉事情不简单 末将参见公主殿下 高明然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存心恶心面前这名女子 声音喊得极大 公主殿下 娇娇 CPU都快干烧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剑内常立公主穆婉雅 这位是掌公主的独子基前 高明然虽是在介绍基前和穆婉雅 实则是在寒沉娇 通过娇娇复复杂的狐狸脸可以看出 此机比预想中还要成功 不是 你们俩有病吧 娇娇记得直接炸了毛 既然她是你丈夫 为何还要骗我出手 你们俩皆大欢喜 老娘累得跟二傻子一样 世上有能干出这等事的人吗 不许胡言 高明然冷了脸 无妨 第108章 心悦成福 毕竟此事因自己而起 穆婉雅哪里还敢摆公主谱 况且 自己这个公主封号 可跟穆婉柔差了十万八千里 若非高明然争气 哪能如此光彩 我有妨 你娘乃大前长公主对吧 所以出嫁 然而长姐如母 仍可约束宗室女 定要让她为此事付出代价 娇娇脾脾气上来 飞到基前面前 气鼓鼓要她伸张正义 别生气了 我知你饥饿如仇 利用了你 是我不对 可你不好好站在这里吗 穆婉雅试图安慰娇娇 好好的 娇娇苦笑道 公主殿下 我已成了您外甥所欲之兽 永世受限了 这 穆婉雅本意是想和高明然玩笑一番 也算夫妻二人调情 不想惊到到如此地步 啊 我插的嘴 高将军 此事责任在您 终日榴莲花楼 弃娇气于不顾 适合居心 机前插嘴 虽说不爱多管闲事 到底娇娇是自家宠物 被这二人如此戏耍 让她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机前此言即逝 相公 你好花的心 穆婉雅黑了脸 吓得高明然连忙道歉 殿下 此事我们心照不宣 您怎的忽然翻脸不认人了 穆婉雅冷笑道 谁与你心照不宣了 高明然 我虽是庶女 生母却也贵为贵妃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焉能受这等侮辱 高明然狠狠瞪了机前一眼 正想开口 被穆婉雅叫住 怎么 难道你惹不起本公主 还要欺负本家人不成 就是 机前站到穆婉雅身边 小姨 此事慢说机前 就是机家全体 也会为您做主 高明然若欺辱于您 定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穆婉雅见有人撑腰 更为放肆 高明然 给本公主认错 我 我认什么错 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 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就过河拆桥 就瞧不起你这渣男 又带怎样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回对 机前趁势捡起一个木棍 小姨 别光说话 干他 高明然 闹闹 劝分不劝合也就罢了 放火油焦 杀人递刀 你是真懂怎么挑事 要不说 你小子是大前第一顽裤呢 这么恶心的事 一般人也得能赶出来啊 百烂点 五百 机前喜不自胜 系统这两天 这是怎地了 干这么坏的事 还能给家摆烂点 木丸雅 被机前架得下不来台 举起木棍 耀武扬威道 我看你是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对 打 一定得打 小姨 您虽乃凡人 可他高明 然敢反驳你吗 诚然 福威七纲 可那等迂府教条 也能适用您皇室血脉 就是论事 男女平等 不是我挑事 跟我们家 要遇上这种情况 我第二话不说 直接跪下磕头 什么机家家主 什么天纵奇才 什么大敌之姿 全扯淡 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机前 高明然怒不可遏 朝机前扑去 却被木丸雅挡在面前 说的也是 哪个男子不爱老婆 我 我 我 高明然想都不想 转头便跑 木丸雅连忙去追 眼见二人打坐一团 娇娇这才有了笑模样 虽然笑不笑都那样 机前根本看不出来 谢谢你 娇娇飞至机前面前 清光闪烁 锐彩纷飞 高挑女子浮现眼前 这女子穿了一身 不亚于木丸雅的雍容华服 高挑俊美 俏丽优雅 眉宇间如狐狸一般的魅意 不进而走 俨然一派欲解模样 自即日起 我认你这个主人 机前满一点头 这是你本体模样 娇娇摇头 戴成九尾天狐 方的真正人体 这不过 是我想象中的模样罢了 机前甚是喜欢 开起尾巴 需要何等条件 娇娇想了想 答道 因并无亲友 不知全貌 听闻大前皇室藏书 浩如烟海 想必有法可解 算了 开什么九尾 怪类人的 咱们一起摆烂 一想到可能还需 各种灵丹妙药 天南海北四处奔走 机前顿绝极类 不如摆烂 为何 我 我想要实铁 不管 你需全力支持 娇娇上受传统思想影响 越要努力 好好 不过 你得等我处理完明早之事 机前知道 和这等人解释不通 索性也就不解释了 他越努力 自己越能光明正大摆烂 不一会儿 闹够了的高明然夫妇 坐在一起 说起了话 狗男女 娇娇骂了一声 看向机前 先前还道 此人乃是当时 第一灯徒子 如今看来 比起那对肩夫淫妇 不知顺眼多少倍 去 窜多他们 让他们继续打 娇娇尚未解气 机前哭笑不得道 你可拉倒吧 你真当高明然是 那等沉迷酒色之人 修士向来讲究清心寡欲 他如此做 不过是借机伪装 以此假装自己不目全力 只惜酒色罢了 娇娇恍然大悟 如此说来 你也是这等人 机前忙摇头 谁传的谣言 我本来就喜欢好不好 娇娇含羞一笑 妇幼行礼道 公子 奴婢娇娇 参上 乖 机前伸手摸了摸娇娇的头 任由他消失 机家小子 你来长离城 不会只是想窜多 我们夫妻离散的吧 机前笑道 自然不是 要出征了 我们家老祖 非要让我明早去玉城山 我想着早日来此 好恭迎老祖 天不早了 我找个地儿睡会儿 待办正事了 机前起身要走 没走出两步 被高明然叫住 你这个亲切 我认了 君正两道 若有需要 我尽全力 高明然虽也在藏风 却因不似机前这般发自内心 因此刚开始 竟也信了机前之言 如今仔细想来 似自己这般骗过常人不算本事 如机前那等蛮过高人 才叫藏风 此人年岁上不及双十 便有如此心机 诚服 高明然发自内心佩服 又非那等不讲义气之人 与之交好 百利而无一害 我还真有个事 需要你帮忙 但说无妨 机前微笑着上前 在高明然耳边语一番 第109章 鬼欲试炼 次日时时 机长安准时传送至玉城山 几个眷王已等候多时 见老祖来道 忙上前行礼 可曾见过机前 机长安冷冷发问 众人见如此主动 老祖竟还惦记机前 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当时没了好脸色 负气道 老祖 有句话 我们不知当讲不当讲 机长安冷然道 百无禁忌 尽管讲来 一个名叫姬碎的 巨气竟圆满修饰小声道 您来之前 曾有土兵自此路过 小子听他们说 机前正在城中望江楼 花天酒地呢 竟有这等事 机长安一时接受不了 立声道 随我来 望江楼 天字一号上房 经机前练气才能加持 一众乐器比先前好不知多少倍 余音绕梁 连绵不绝 床上 云环覆脸 玉壁坐枕 机前一手打着节拍 一手急不老实 养得红鸾咯咯咯直笑 滚 机长安带人闯入房间 着实吓坏了一众姑娘 红鸾大怒道 你这是何意 此乃本楼重地 不可擅闯 放肆 此乃机家 老祖机长安 机碎盲亮明身份 百烂点 两千 机前大喜 如他所料 如此操作 有如神助 抱歉抱歉 红鸾在无先前嚣张模样 连忙带着人撤去 老祖 机前翻身下床 一边穿鞋一边盗 如此污浊之地 岂能让您清零 机长安冷笑道 我若不清零 又岂会看到你这等模样 大战在即 机家众人争分夺秒修炼 你倒好 确实挺用功 但都用在听犬上了 机碎等人吓了一跳 他们第一次见机长安 发这么大脾气 老祖 大战在即 抱佛脚有什么用 潇洒才是正事 或许换换心情 修为还能精进呢 机前不以为然 机长安冷哼一声 丢下一句 你太令我失望了 旋即离去 机碎美好气道 惹得老祖如此动怒 你将大火临头 机前一脸无所谓 你们难道就不好奇 我为何敢如此行事 机碎有意给机前使绊子 不想理他 却又被他这番话吸引 立声道 还不快说 机前会声会色道 这望江楼 不比大前低花楼 姑娘个个没见过世面 又都极为俊美 哪里见过我这等人 好家伙 逮住就生扑 太厉害了 别吹牛了 机碎已经有五分相信 问道 刚才那女子亦是如此 可不是咋的 你没见他走路姿势都不自然了吗 我们乃修士 自然不会伤身 他却不同 纵欲过度 累到腰了 机碎也是血气方刚一大小伙子 又无休到天赋 想来三心二意 被机前这一说 竟还真就胡乱一想起来 下次我带你一起来 你这灯徒子 休想领我道信 机碎拂袖而去 机前哈哈大笑 哥们 你越是这样 兄弟的摆烂点 越有着落 片刻后 玉城姗姗脚下 堂堂家主之子 平日里放荡不及也就罢了 如今大战在即 竟还不思悔改 有富机家重托 有富族中长辈 尊尊教会 有富生身父母 第三老祖傲然半空 愤怒宣读机前罪状 摆烂点 三千 机前只当耳旁风 在底下和机碎开小差 常离城乃边将中转要害 又是唯一 往往杀法所得 皆藏此处 除了金银珠宝 异玉女子 更是数不胜数 我听说 有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 也在其中 被调教得体贴入微 知性娇媚 下次有空 我带你尝尝 机碎摇头道 我不信 凡是统兵者 皆有修为 焉能沦落到这等地步 机前摆手道 若论努力 我不及你 若论见识 你却远不如我 你以为花楼中 皆是些普通人 大错特错 你想啊 修是寻欢 身强体壮 寻常女子焉能承受 一而有名花楼 皆有女修坐镇 虽不似你我 炼体净确也能达到 机碎仔细想来 此言不无道理 四那等并无天分 只是摸到门槛之人 大有人在 况且 女修所接之客 亦是修士 平日里 在寻几个修士看管 虽说离奇了些 到底烟花柳相 便也不足为奇 机碎哪里知道 机前满口跑火车 这是在骗他一起勾拦听取呢 献宣老祖所作决定 全族通报处分 机家众年轻人 什么意思 机前如此行事 老祖竟指示 只是通报处分 机前 你好大的后门 机碎竖起大拇指 机前矢口否认 瞎说什么呢 我没后门 还说没后门 在处罚你之前 这一处罚 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通报批评 有什么用 谁不知道你是大前第一顽固 常年泡在花楼 机前耸了耸肩 没办法 人凭摆在这 众人别提多羡慕 极度恨了 他们日日努力 时时在心 不想进步如一介摆烂之人 理从何来 都安静点 三祖一句话 便令现场安静 让老夫代为传话 玉城山上有处鬼域 狱中续养各类妖魔鬼怪 来我机家实战历练之地 待会儿都给老夫进去 体会一下残酷战场 另外 妖魔鬼怪悉数除境之后 会有一只魔头登场 谁能击杀 必有奖励 遵命 机家一干年轻后辈 纷纷乘风而去 血气方刚 不由得令三祖回想起当年 可惜 为保存实力 更因不信任机前 机无雷等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并未参与 机前这个顽固二世祖 反倒成了这一干人中 修为最高者 可怜了这些年轻孩子 要葬送性命吗 赶紧进去 众人已全部进入 不想三祖余光一瞥 机前正站在鬼域前探头探脑 本就厌恶辞子的他 更为生气 一点好脸色没有着什么急吗 一看您就没经验 这事儿不能直接来 得做足前戏 机前黑黑一笑 连忙进入鬼域 反应多时 三祖才知 机前话里深意 灯使老拳紧钻 所谓鬼域 便是一方小天地 时空相对独立 与蛮荒千里之州遭不同 近高山流水 亭台楼阁一英俱全 俨然一派世外桃源景象 早说还有这等美妙之处 我愿意一辈子待着不出去 机前升空 见一干人以动起手来 哭笑不得 有病吧 让你们体会真实战场 你们还真就傻乎乎开干了 哪来的动力呢 请问 机前十分不减 打吧 打得昏天黑地才好 这样便无人知道自己摸鱼了 第110章 摸鱼 也不是事儿 机前放眼望去 西南角无理处有一身西 想必西身鱼肥 纵云而去 储物戒指中 正好有根鱼肝 还有些鱼饵 本就机前未应对 此等状况所准备 如今正巧用上 便将鱼饵挂在钩上 抛进溪中 娇娇 光是钓鱼有何意思 机前将娇娇换出 简单摆个烧烤架 待会儿鱼上钩 咱们烤来吃 我不要 娇娇性子傲娇 虽臣服机前 却自认为并非使唤丫头 才不随机前性子走 不想当酒尾天狐了 机前抛出致命诱惑 如他所料 娇娇这等眷王 岂能拒绝 奉命归奉命 有言在先 你可不许使唤惯了 真把我当那等粗食丫鬟 毫不客气 还不抓紧 机前拿出主人姿态 娇娇哼了一声 不情不愿生了一堆火 问道 人家都在试炼 你为何进步为所动 动个屁 你也不想想 一点好处不给 纯粹把我们当二傻子使唤 我干嘛要这么配合 少干多拿 才能致富发家 像他们这种笨蛋 上了战场也是炮灰 娇娇本想唾弃机前 然而细细想来 似乎极有道理 所谓战争 看似开疆拓土 名利双收 实则暗流涌动 乃诸方势力暗中洗牌所致 岂可一味冲锋 成匹夫之勇 公子说得好 娇娇傲娇归傲傲 却该夸就夸 绝不吝啬 这时 鱼飘动了 机前盲抽鱼竿 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鱼 落在岸上 娇娇虽能幻化人形 却不惜与人交往 长居深山 一而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将鱼拿着西边 问机前借了一柄匕首 迅速刮铃掏脏 烤了起来 我有一事不明 你虽不比高明然 却也逐而不凡 既要吃鱼 何苦如此麻烦 机前笑道 你知道什么叫摸鱼吗 精髓不在于你干什么 而在于你怎么干 若是一蹴而就 还得换个事情做 岂不是白白自讨麻烦 不如享受繁琐中的乐趣 反正时间不是自己的 娇娇翻了个白眼 也把鱼翻了一下 调味料有吗 给 机前大手一挥 便是菜籽油 胡椒粉等映入眼帘 你还真有 娇娇哭笑不得 胡乱搞了起来 很快 鱼儿烤好 娇娇切下一块尝了尝 微微一笑 又切了一块给机前 不错 机前尝了尝 给出一个很重肯的评价 什么叫不错 相当不错好吗 娇娇回忆起 自己在山中独自生活的场景 不由地感叹道 就是这胡椒粉 山中也极难寻到 我又不愿下山去买 仔细想来 竟还有些窘迫 打住 我可不喜欢听人诉苦 跟了我 有你好日子过 那是自然 机前说这话 娇娇并不反驳 机家在大前如日中天 机前又是家主独子 其母更乃皇室长公主 穷得只剩钱了 给 娇娇又切了一块鱼肉给机前 你吃吧 你不吃 这玩意有什么好吃的 可以 娇娇本想问机前 为何不吃 还要钓鱼 奈何很快想到 机前先前所言 摸鱼嘛 要的是消耗时间的这个过程 结果不一定是其想要的 与此同时 周围 机碎手持 递接法宝府光尘 与面前 一只幼年七旋风 疾胡受对质 单论实力 机碎与他不相上下 甚至更占上风 加之手上法宝 按说必胜无疑 奈何这旋风疾胡受别的不会 专能吸收光芒类法术 机碎又不知这等道理 俯光尘打了不下百十次 竟将旋风疾胡受未保 以飞其对手 然而机碎不愿后退 虽不是宗门之光 当是天才 却也要试试 坚信 只要勇往直前 必能无往不胜 你找死 旋风疾胡受身后 百尾摇曳圣光 撒得一声打飞机碎 好巧不巧 落至机前身边 百烂点 一百 机碎 不是 这货来历练呢 还是来度假呢 又是钓鱼 又是美女帮忙烤鱼的 怕是机长安 都不敢这么享受吧 娇娇 把我的这位同门 请走 机前心情正好呢 可不想因为一百点百烂点 而被击碎打扰大好兴致 走 走不了了 旋风疾胡受 自远处狂奔而来 将一干之凡夜冒的 参天大树撞倒 有病吧 机前满脸黑线 躲得这么远 还是被找到了 妖怪 你的死期到了 不怕告诉你 这位便是我们机家 九富盛名的年轻一辈第一天才 有大地之资 精通炼器 阵法 俘虏 玉兽等多项能力 岂能容你为祸人间 机碎虽知机前主观能动性极差 却与机前接触较手 只当他顽固 稍微机一下 或许能全力以赴 机我呢 就这德性 还为祸人间 考着吃我都嫌塞牙 机前何等样人 岂能不知机碎想法 收了鱼竿 小板凳 鱼儿 被交交到咱们走 别打扰这位天纵奇才 光宗耀祖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别说机碎 就是娇娇和旋风 及狐兽一时之间 都会反应过来 逗呢 把你捧得这么高 硬是一点出手的心情都没有 真是个神人 想走 留下买路之财 旋风及狐兽 被机前那句烤着吃 都塞牙刺激到 一道圣光打向娇娇 这等能幻化万物之妖兽 不仅人类喜欢 也极吸引旋风及狐兽 娇娇虽无实体 却能被法术所伤 忙纵身去躲 堪堪躲过 看着圣光在地上打出的小坑 机前来了脾气 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吧 我都说要走了 你可倒好 居然打我宠物 机前手中亮出天品神器落雨剑 光是剑风锁蹦寒光 便令旋风及狐兽 吓了一大跳 娇娇又惊又喜 想不到机前虽不用功 运气却是极好 有这等神器护身 上 机前将剑扔给娇娇 百烂点 三百 啊 娇娇接过剑 柳眉微醋 闹呢 能用法术吗 想必会驱动这等神器吧 这是自然 只是 只是 娇娇结巴了半天 硬是被机前噎得说不出话来 机前 你能再懒点吗 欲一只人形兽 竟是想让他替你作战 你不怕传扬出去 为人耻笑 机碎彻底被机前的操作惊到了 第111章 人见待打 那不然呢 我收他 难道是为了做慈善不成 得知娇娇与修士一般无二 能欲物 结阵 欲兽 做到一切起 机前便知 这是老天爷赐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日后自己摆烂 娇娇努力 既能白嫖摆烂点 又能提升实力 简直美滋滋 机会 旋风疾呼兽 见娇娇大脑正当机 嗖嗖嗖 打出多道圣光 你找死 娇娇柳眉倒树 腾空跃起 向旋风疾呼兽飞去 并躲过圣光 凌空劈向旋风疾呼兽面门 旋风疾呼兽忙 闪身躲过 娇娇剑风凌厉 不给他喘息之机 一番劈砍 竟逼得旋风疾呼兽连连后退 只得被动防御 你竟还会剑术 机前又惊又喜 一旁机碎的表情 由不屑便做羡慕 机前摆烂归摆烂 架不住人家运气好 以前也就罢了 如今竟还有人带打 果然人比人得死 娇娇与机碎修为相等 一时聚气竟圆满修为 虽说有神器在手 旋风疾呼兽 须得避其锋芒 可他出持此剑 无法使用法术 一时半会儿 也拿不下旋风疾呼兽 再这样耗下去 那女子早晚耗尽力气 还不想想办法出手相助 机碎看得心急如焚 皇上不急 你太监急什么 那你别急 我也不急 看到女子死后 谁帮你面对强敌 机碎这番话 还真就提醒了机前 也是 且不说没了娇娇 自己以后需要亲自动手 好歹是自己的宠物 可不能就这么卖了 骆玉剑 别玩了 他既是我所欲之兽 便与你无二 须得全力助他 骆玉剑先前虽说 任由机前将自己扔给一只妖兽 却因性子极傲 而不愿真正为焦焦所用 故而装死 如今 有了机前命令 自制无法摆烂 骆玉剑便竟带动焦焦手腕 使出一套 比焦焦更甚至诡异剑法 一剑出 千万剑制 不过三四招 竟砍伤旋风疾呼兽一族 旋风疾呼兽 被机前的玩法惊讶到 转身要走 忙中出乱 骆玉剑抓住机会 自焦焦嵌手中飞出 由旋风疾呼兽左腿 根部刺入 其口中飞出 因旋风疾呼兽 最怕神兵利器 又中了致命伤 登时一命呜呼 尸身上蹦射无数霞光 好厉害 焦焦又惊又喜 伸手想让骆玉剑飞回 不想这剑竟比他还要傲娇 飞进机前所持剑桥之中 不就是天阶神器吗 狂什么狂 我早晚也会有一把比你更好的剑 不 无数把 哼 焦焦很是生气 鸡碎看呆了 他当然知道 骆玉剑认了机前为主人 但不曾想到 机前还能这么玩 利用神器和妖兽的主观能动性 连出手都不用 便能轻易达到目的 再看手上的辅光尘 说实话 要不是自己只有这一件法宝 机前真想将其折断 机前 我救了你一命 怎么报答我 机前坏笑着来到机前面前 瞎说什么呢 救我者 乃骆玉剑与那位女子 与你有何干系 机前发自内心 瞧不起机前 我的剑和我的女人救了你 不就相当于我救了你 况且 我又不是让你给我垂腿揉腰 怕我作甚 那你说 要我干嘛 机前虽说瞧不起机前 却没什么坏心眼 更怕道德绑架 便决定先听听看 去 叫我的妖兽修炼去 我 机前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自己可是机家人 就算名不见经传 也不能当一名妖兽的师父吧 刚才还说救你的是那位女子呢 怎么现在不认了 不是不认 丢的 可是咱们机家脸 你问问骆玉剑 看她同意吗 机前将剑抛向空中 你认吗 骆玉剑既认机前为主人 自然乐地配合她 况且她瞧不起 骄骄归瞧不起 自己也是所谓物品 自来不受人待见 在此事上站在骄骄这一边 机碎被架住了 敢忙道 我和她修为差不多 骄不了 你二人虽修为相同 她却独自修炼 不得要领 有你这眷王领着 更能事半功倍 机碎这一下彻底没了理由 也不是不可 只是我未曾骄过人 骄不好 你别怪我 这是自然 骄骄 跟她学吧 我不 骄骄果断摇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机碎别提多生气了 自己都放弃机家颜面教她了 她竟还敢有脾气 机家人太高大上 人家一介妖兽 配不上呢 骄骄阴阳怪气起来 她也是有脾气的 机碎竟然敢看不起自己 她还看不上机碎呢 机碎 赶紧向她道歉 我 机碎指着自己不敢相信 你多大脸啊 做错事不能道歉 当然 让你鞠躬不现实 这样 你要是发自内心知道错了 就站在原地不动 要是不想道歉 直接将修为提升到准地境 你杀了我吧 机碎和机前待的这十几分钟 比活的这十几年还要开眼 好家伙 就你会说 还把修为提升到准地境 老子要是能随意控制修为 犯得上被一只旋风疾乎受欺负吗 别给台阶不下 始祖罪计不遵教化之人 知错不改 看他怎么罚你 经机前这么一下活 加之机前给的台阶还算不错 机碎便道 即是如此 姑娘请坐 娇娇哼了一声 冷着脸道 事先说明 我并不原谅你 随你修行 是看在机前的面子上 随你怎么说 机碎盘膝坐下 娇娇随之 坐在机碎对面 所谓道者 法自然也 改周天之变 机碎一通念经 念得机前耳朵疼 跑得离他远远的 这才将鱼竿等东西拿出来 继续钓鱼 天上一只童链因划空而过 将所见到的一切 时时映射于 与其所连接的多镜闲影石前 构成一个标准的法宝板 时时监控 其余画面 皆令人热血上涌 独独到了机前 画风突变 气得三组双眉倒数 打架不亲自打 自家不修炼 竟找了只玄天九尾狐帮他 世上岂有这等难堪大用之人 老祖 依我看 这等人绝不能带对出征 一旁的姬长安笑道 你只看见他事事不上心 为何不知那玄天九尾狐 天荒大陆极为罕见 一夜之间 机缘巧合之下 便被他收服 第112章 不是对手 三组一时雨色 反请老祖示下 姬长安笑道 麒麟 骆雨剑 玄天九尾狐 所谓机遇 若非手段非常 纵然遇上 也是徒劳 况且修道并非擂台上 一对一单挑 与战争一般 为达目的 只要不为天道 还不是随他胡来 何为光彩 死者并不光彩 超凡脱俗者 方可扬名立万 三组虽不知姬长安 为何如此偏向姬钱 却能听出 姬钱为何适合领队 不论修道如何 打仗并非单挑 须得知进退 以己之长功敌之短 姬家那帮比孩子 还单纯的 所谓天才遇上一群 极擅长射套的老油条 自然任其拿捏 非得找个姬钱 这样的不作为之人 才能胜敌所谓不作为 即是沉稳 欲是沉稳 百战不殆 可他依旧不光彩 饶氏三组知晓其中深意 却也瞧不起姬钱 自己当年同样勇往直前 不仅没身死到消 反而一招闻道 说到底 所谓隐忍 皆是弱者托词 不值一提 今日试炼 不仅为让朱弟子 明了残酷二字如何写 亦是让你们开眼 看着 姬长安手中亮出一面镜子 名为卓天镜 天街法宝 有封印之力 乃鬼欲封印之关键所在 随着姬长安念咒 小溪旁现出巨大法阵 锐彩霞光 不胜眉举 花草树木 皆成积粉 无数如蝌蚪般的黑芒 四散奔走 落地之后聚在一起 化作黑影 弥漫整个鬼域 不等重击家人反应 悬又收拢 归入阵中 逐渐凝聚 魅影自黑暗中款款来 并伴随尖锐恐怖之悠长笑声 时隔多年 老娘忠得自由 姬长安 看老娘不弄死你 半空之中 一位脚踏黑帘的女子 无比震惊 其病不高 刚到肌前胸口 短手短腿 脸上稚气未脱 还有些许婴儿肥 恍若孩童 只是身后巨大阴阳鱼 令人不敢小觑 即前 娇娇 以及鸡碎于不远处静静看她 那眼神女子似曾相识 当初见到智障时 亦是如此 充满关爱之情 喂 我好歹是实力非凡的邪修 杀伐亿万的女皇 如今得脱苦难 有心灭世 你们好歹怕我一下 女子气得 在半空直跺脚 邪修 女皇 灭世 二人一胡哭笑不得 这三个词 怎么看怎么和这小萝莉无关呀 也就娇娇与她同为女子 知道体谅 便接话道 敢问姑娘 您究竟是何人 我 女子掐上腰 居高灵下道 说出来不怕吓死你们 无名崔玄 修为以真化镜 乃杜海静前妻强者 曾杀的大前强者低眉 高手做低 皇子冲男宠 公主垂胳膊 停停停 妻前实在听不下去了 大姐 别闹了成吗 凭您杜海静修为 大前妍能被你拿捏 况且 你若真如此厉害 我等为何从未听说 娇娇和鸡碎 也感到不可思议 吹牛的剑多了 这么狂的还是头一个 凭你一个小萝莉 如何能横行霸道 那就说些你们知道的 当年鸡长安被我杀得不敢见人 鸡家老祖各个低头 不幸回去打听打听 是你啊 鸡碎好似想起了什么 你认识这个疯子 鸡前看向鸡碎 鸡碎哭笑不得道 实话实说 他这么说 还真没错 二十年前 北方一个小家族 看上鸡家 一个名叫鸡玉峰的年轻后辈 上门提亲 那鸡玉峰是个恋爱脑 早有爱人 有就有吧 他还不说 鸡家如此庞然大悟 又未曾阴遇 退婚在情理之中 这二傻子偏步 一直瞒着不说 直到新婚当天 入了洞房 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扭头跑了 还误杀了那女子 后来小家族派人上门讨要说法 此事本就是鸡家有错在先 人家又十分尊重鸡家 老祖不愿仗势欺人 便留十祖们陪着 亲自抓来鸡玉峰 交由对方处置 这小家族的家主 也是猪油懵了心 在咱们鸡家地盘 给了他十祖尊重 竟还不行 吵吵着 要鸡家再陪两条人命 三祖拍案而起 战于一处 将其封印带走 未曾杀他 鸡前恍然大悟 所谓老祖躲着不见 十祖低眉 便是在其上门要说法之时 但凡再多说一个字 便被三祖三下五除二拿下 封在这里 成了鸡家子弟副本boss 且是最低下的那一类 瞎说什么呢 若非那老头子使绊子 本姑娘必能血洗鸡家 鸡前耸了耸肩 哭笑不得道 结果呢 这一问 当时把崔玄掖得说不出话 不论如何 我杀你们三人 绰绰有余 言罢 崔玄招手 鬼域内全体妖兽听他命令 竞相奔来 鸡家弟子 前后脚功夫赶到 将一干妖兽 连同崔玄为主 鸡翠看了眼鸡前 知道这家伙 八成不会出手 索性不管他 亮出辅光尘 边向崔玄走去 边吏声道 昔日三祖血虐 你这邪秀 今日我等亦能将你消灭 鸡家子弟 随我杀敌 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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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法宝 俘禄亮出 饶是这一干人 等修为不高 亦被鸡翠这寥寥几句话 说得热血上涌 一时之间 竟将性命抛之脑后 欲要就义 崔玄哈哈大笑 干不过鸡家三祖 还干不过这些毛头小子 拿他们撒撒气 倒也在情理之中 公子 咱们呢 娇娇有点看不下去了 咱们 当然得劝家呀 说实话 鸡前真想不管这些笨蛋 可自己也是鸡家人 他们死了 自己自然也活不了 故而上前道 打什么打 接上小混混啊 就知道打架 鸡家弟子 鸡前冷然道 不看看自己什么修为 还敢跟人家叫嚣 就是身边那些妖兽 也够你们喝一壶的 那你说 面对此等侮辱鸡家之人 该当如何处置 鸡碎黑了脸 处置 鸡前站在最前面 崔玄滚下来 咱们谈谈 臭小子 想死是吧 出乎众人预料的是 崔玄只是骂了两句 竟为动手 缓缓落至鸡前面前 大有一种听你处置的姿态 这什么意思 鸡前虽说天赋卓绝 机遇也非常人能比 可绝非崔玄对手 为何要怕他 第113章 狗仙门帘子 怎么不动手呢 杀了那臭小子 多好三族恨得牙痒痒 大有一种崔玄若不动手 他便亲自下场 将二人全部解决之意 莫及 鸡长安胸有成竹 他要干什么 三族指着画面不敢相信 崔家虽是不入流的小家族 作为家主 崔玄却也十分高傲 不想鸡前俯身在他耳边低语 他亦不怒 紧绷的脸上反倒浮现笑意 你被关此处 已有二十年之久 外面世界天翻地覆 你却始终只是如今修为 原地踏步 莫非不恨 鸡前低声道 恨又能如何 崔玄看向鸡前 是啊 恨又如何 被关在此处 哪怕过去千年万年 你之修为亦无法精进 慢说报仇 哪日有强者闯入 还不任其拿捏 崔家大名鼎鼎 昔日家主却如此丢人 后辈知道 岂不失望 听我一句劝 大丈夫能屈能伸 况且那鸡玉峰 已一命抵一命 掀下这个台阶 来日出去 一边隐忍一边修炼 不成也能自由行走 崔玄促眉 鸡前所言 不无道理 被关这二十年来 崔玄早没了恨意 或者说 其心中之恨 原自被关 若是离开 心结定解 你怎会如此好些 崔家主 林子大了 岂不是什么鸟都有 您不知道 在下曾做一梦 梦中男女平等 人人自由 而今大梦初醒 十分心疼女性遭遇 不幸您看 鸡前指了指娇娇 您修为极高 想必能看出 那人并非人类 乃是妖兽 如今虽为我所欲 却毕恭毕敬 平日里当作小姐伺候 并无怨言 况且您委事不知 我是何人 家父鸡成道 有大帝之资 老祖鸡逍遥 准帝及强者 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帝老圣主 我娘乃大前掌公主 若非他主动下嫁鸡家 也能换来 鸡家臣服皇室 退一万步讲 哪怕我与寻常男子无义 却也心有大志 知晓女子修行天赋不若男子 若并弃偏见 大前必能争争日上 咱们何不携手 推翻男尊女卑之风 见制度 共创和谐美好未来 鸡前小之以情动之以礼 真就说的崔玄一愣一愣 崔玄与鸡前并无交际 不知他何许人也 但能看出 此人耕骨极佳 天赋卓绝 不仅非这一干人等能比 就是自己 怕也难以忘其向背 凡天才者 皆心高气傲 此人又决心非凡 焉能哄骗自己 而且如他所说 就算瞧不起女子 为了兴旺大前 所言亦十分真切 字字朱击 或许真可一事 即使如此 你不可骗我 怎么可能 我鸡前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大前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况且 哪怕碍于身份 我也不能如此行事 省得被人说我出尔反尔 丢了颜面 也是 崔玄被关此处已有二十年 那时鸡前尚未出生 哪里认识 这位著名顽固 还真当他一言九鼎 便道 可是关我之人乃鸡家家主 你能说通 确实难些 但不是绝无可能 正逢大前欲要开疆拓土 你可随我建功立业 对外宣称将功赎罪 老祖顾及颜面 自然不敢不从 崔玄瞳孔缩小 不想我竟看错了人 被你当作炮灰 严霸就要动手 击钱却不防御 皱眉道 崔家主 您怎的还是不明其中道理 您要知道 提升修为没有捷径 须得实战历练 方能登天 如此大好机会 外面人早争得头破血流 莫非他们都傻 非要送死不成 而且此次交手 乃是国战 战端一开 无论男女老幼 皆有开疆之责 拓土之刃 对手又是离朝 若功劳极高 且不说赏赐极多 就是先入都城 锁抢法宝 也能助崔家一夜造极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你不许骗我 崔玄彻底上钩 我骗您干嘛 此次作战 我乃始祖清定之领头人 姬家诸多天才 任我驱使 咱们合作 未来可期 崔玄终究相信 腾空而起 高声道 诸位 崔玄参上 言罢 抱拳拱手 满脸自信 娇娇 鸡碎 姬家弟子 三族 问号一出屏幕 姬家在大前所涉鬼欲繁多 历次历练 有一招入道之人 有胆小如鼠之辈 英雄也好 狗熊也罢 饶是墙头草 我也见过不止千万 四姬前这般狗仙门帘子 全凭一张嘴折 天上地下 倒真是头一位 三族此话 特殊 宗门也好 王朝也罢 所谓战争 即花最小代价 争取最大利益 上兵伐谋之理 就是我 在姬前这年纪 也未能参透 他却游刃有余 若非是他 谁能单此重任 三族无奈点头 其他的不说 单就此事 他十分赞同 你既与崔玄交过手 此事便由你解决 也不必卑躬屈膝 告诉崔玄 放他可以 须得听命姬前 若敢抗命 死 是 就是姬长安部说 三族亦不会对一个小家族的所谓家主 有何好脸色 公子 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 这人虽是家主 若论城府 怕是不如击碎 之所以如此 只是因家族太小 不似姬家 他修为最高 这才赶鸭子上架 当年不懂事 知道说话过分时 为时已晚 又耗面子 不愿承认错误 这才被关在此地 至于始祖那边 若是真要杀他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因此 您看出双方矛盾所在 给了一个极高台阶 收获颇丰 堪称精彩 娇娇崇拜之情 溢于言表 机前哭笑不得 你是不是有个亲戚叫小迪 戴眼睛有尾巴 天可怜见 机前真没这等想法 就是看出 崔玄极爱吹牛 心思单纯 这才哄骗于他 嗨嗨 娇娇夸赞机前 姬家弟子一脸猛之际 姬家三族不知何事 傲然半空 清了清嗓子 三族 众人纷纷打招呼 崔玄则一脸傲娇 不做理会 你既不服 咱们切磋一番 三族气愤不已 不 我打不过你 既之不敌 为何不服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三族差点被气笑 你别说 你真别说 还挺有道理 第114章 从不让人失望 崔玄 你与20年前大闹机家 如今饶你一条生路 已是老祖法外开恩 正好机家有心驻 大前开疆拓土 前你率这一杆妖兽助阵 为机前马首是瞻 可能从命 三族生气归生气 未曾忘记机长安 先前交代之事 我自视无意见 只是崔家子弟不可参战 三族差点没远住笑出声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 也就比军队强些 这里随便一只妖兽 轻举足之力 怕也难以拿下 若非运气好 除了崔玄这个天才 怕是早已消亡 崔玄有何底气 竟然觉得 机家阴险到会 拿他们家人当炮灰 允了 谢了 三族面向众弟子道 此次历练到此结束 你们觉得 凭机前职表现 是否能带你们所向批命 众弟子面面相去 说起来 机前这一行为 着实惊艳 可不知为何 看起来好似坑蒙拐骗一般上 不得台面 故而众人犹犹豫豫豫 说不出个一二三 我等听评十族与您 以及诸位老祖吩咐 有懂事的 知道回答不了领导问题时 最好的办法 是把问题抛还给领导 三族嗤之以鼻 果然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这才与机前待了多久 竟被他同化 挽起人情事故来了 既然而等并无异 回去之后秦家修炼 来日圣旨一道 奔赴前线 为我机家扬名立万 是 机家弟子纷纷离去 你为何还不走 三族看向机前 三族 这里不错 弟子能不能留在此处 为大战做准备 若有可能 让大家都留下 我好席练 如何指挥作战 来日到了战场 不至于手忙脚乱 反正机家鬼欲众多 不缺这一处 三族便道 那便交给你了 凡在场弟子 你有需要 皆可命令 弟子遵命 机前大喜 忙到 都听见三族所言了吧 我谢你们回去歇息半日 与家人告个别 半日后之圣旨下达那一刻 皆续听我命令 不可离开此地半步 众人一脸想到机前之表情 倒不是害怕吃苦 他们天赋不高 报定情能捕捉之决心 早已习惯 只是机前时时摆烂 不想 却严格要求他们 上哪说理去 奈何三族有令 他们不敢不从 便都速速离去 机前小子 咱们有言在先 指挥结阵 教他们御敌之策 我不反对 若是你敢带他们去逛花楼 横生堕心 我饶不了你 怎么能呢 三族 我像那样的人吗 三族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机家小子 过来 崔玄招手 他叫我机家小子也就罢了 你一个萝莉 有何资格 机前十分不爽 崔玄冷笑道 没资格 老娘因习练 长春宫 看不出年龄 实则比你大不知多少岁 叫你一声小子 并不委屈 念在你天赋卓绝 我又寄养难难 教你几招如何 崔玄再怎么吹牛 也知崔家 那些废物全无天赋 就是悉心去教 也不能成事 因此 若是将机前收为徒弟 令他心悦成福 也算与机家修好 日后机前声名远扬 连带着崔家 亦能鸡犬升天 网大的说 万一机前离京叛道 投奔崔家 简直大功一见 没兴趣 哈 崔玄怒道 你怎的如此不思进取 机前哭笑不得道 这怎么能叫不思进取呢 这叫摆烂好不好 摆烂点 一摆 好好好 崔玄在心中竖起大拇指 要说会玩 还得是这机家小子会玩 您教他吧 他虽是妖兽 修炼之法 却与人无异 且悟性极高 来日登峰造极 我也能跟着沾光 好啊 崔玄并不拒绝 机前再怎么尊师重道 逃不过奇迹性 或许不在崔玄掌控之中 而且 届时谁能保证 机家不会上门找麻烦 拐走年轻天 才形同挖墙角 机家顾及颜面 八成不能容忍 这妖兽却不同 教得好了 或许能背叛机前 并且让机家无话可说 娇娇上前道 前辈 请赐教 他才不会不满机前 恰恰相反 此人身上的闪光点 绝非天赋 喜欢得紧 唉 崔玄叹了口气 有种上了贼船 却下不去的无力感 招呼娇娇盘腿坐下 如鸡碎一般念经 机前听不下去 便搬着东西 尽量挪远 继续钓鱼 一个时辰后 机家众人陆续返回 机碎上前道 机前 我们接听你命令 尽管开口 义不容辞 也没什么让你们做的 去 围攻崔玄 由娇娇率领你们 听他指挥 机家众弟子 面面相去 不是 你懒得修炼也就罢了 嘴皮子都不愿动 可还行 早习惯了的机碎 招呼众人道 大家都别愣着了 走 但活去 话虽如此 却还是白了机前一眼 你小子倒是爽了 人家妖兽跟着你 可真是遭了大罪 你也去吧 机前亮出落语剑 落语剑听命 划空而去 次日 三组来至鬼域外 今日天气格外的好 一向浑身力气的三组 也随之多了几分 和蔼我机家 果然气数仍在 机前人虽烂血 不愿用功 到底动动嘴皮子的事 他必然上心 后辈如此 我身为三组 自然要来 看看他们进展如何 若狱不解 还可助他们一助 三组满怀期待 进入鬼域 当场傻眼 一边是娇娇 手持落语剑 率领机家一众弟子 与崔玄 及一杆妖兽斗的昏天黑地 一边是机前西边垂掉 这位少爷饶势修士 缺委屈 不得半点 不知何时盖了个小屋 一点日头不晒 百烂点 二百 机前剑加了百烂点 知道有人来了 起身出门 行 还知道迎接我 三组来至机前面前 不满道 为何不帅一杆弟子迎战 当甩手掌柜 机前耸了耸肩 您见多识广 理应知晓 打仗时 主帅都坐在后方指挥 哪有亲自上战场的 指挥 你指挥个屁 要不是念在机长安 偏向此人的份上 三组真想堕了机前 三组 您别生气 气大伤身 滚滚滚 见机前死猪不怕开水烫 三组索性不理他 乘风而去 此子如此做 已不是一次两次 三组知道劝不了他 并且看样子 那玄天九尾狐极为机敏 操练得也算不错 因此不愿在此地 多呆哪怕一秒 第115章 战前嗨皮 一连十日 机家各位十祖 连同机成道 接来鬼域中看过 表情大同小异 有一种五官扭曲 所特有的美 直至这日圣旨下达 李国明命令各大家族 次日派人前往都城外集结 诸位老祖与机成道 皆愁眉苦脸 一言不发 要我说 机前这个所谓领头之人 不过虚嫌 乃老祖赐予 时刻可以收回 不如另选一人 也可保全机架 三组提出建议 其余十祖纷纷附和 机成道还是老规矩 微微一笑 推至众人身后 不论如何 见识到玄天九尾狐的 强大实力之后 他已确信 此番交战 儿子必能胡伦回来 至于是否领队 他已不在乎 说出去的话 怎能收回 此事我已决定 别再劝了 三组 你去告知机前 让他做足准备 三组见劝不动 只好传送至玉城山 进了鬼域 不得不说 机前不仅在 百烂这条路上 意气绝尘 在让人失望这件事上 也从不让人失望 刚开始还只是个木屋 如今这小子 竟用那卓绝天赋 盖了一座庭院 有山有水 真的像极了世外桃源 至于玄天九尾狐 以及一众机家弟子 经几日刻苦修炼 虽不成行 到底也算有了些配合 都停一停 三组教主 不久前 圣旨下至机家 明日正午 都成集结 你们肩负阳明机家之重任 万不可懈怠 令人耻笑 是 众弟子既紧张 又兴奋 战争最能恋人 届时像三组一般 杀出一条成仙之路 也未尝不行 就是娇娇 也满怀期待 自己虽是妖兽 却与人类无异 天荒大陆 又无妖兽扬明之先例 届时功成名就 必能为后世敬仰 以为楷模 独独机前一脸不屑 见过喜欢钱财女人的 头一次见不怕死的 一帮蠢蛋 你们有主角光环吗 就学人家勇往直前 暴肿几率千万分之一都不到 一个个在这庆幸什么呢 机前 你过来 三组将机前领到一旁 嘱咐道 这些弟子虽不是天才 拿出去 却也各个说得过去 你要是敢用他们换你生路 休怪我不客气 机前哭笑不得 自己虽然爱摆烂 但原则性问题绝不会翻 三组 您放心 出去之后 我与诸位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有我一条活路 就定能让他们平平安回来 这我道信 论努力 你排不上号 论逃跑 你却灌绝古今 这个送给你 三组从怀中掏出一枚戒指 机前接过 仔细打量 这是一枚青铜戒指 古朴陈旧 并非法宝 便道 三组 你也太抠了 一枚破戒指 就想收买我 三组黑了脸 我犯得上收买你 这戒指是族中一位后辈偶然所得 据传是张地图 指向离朝境内某处 据传藏着一本秘籍 其中有关于玄天九尾胡声尾记载 与你有用 待大战归来 能助你那青鸾鸟 与麒麟进阶的灵丹妙药 相关书籍 我也尽量给你寻来 机前很是高兴 就说 三组不会这么扣扣搜搜 还真给面子 您放心 拿人手短 我定然全力以赴 我说过 这不是收买 这是 这是我在关爱族中后辈 三组急了 想自己英明一事 静折在这小子手里 也是挺无奈的 好好 您说什么是什么 三组冷哼一声 纵身离去 诸位 机前来至众人面前 明日集结 事关要事 你们回去准备去吧 众人闻言 便要离去 慢着 咱们有言在先 三组先前层言 不可将你们带坏 因此 谁若敢去望江楼潇洒 被我撞见 饶不了你们 众人哭笑不得 你当我们是你呢 见了花楼走不动的 一边走 一干人一边吐槽 机前不理 招手将落语剑收回 娇娇凑上来道 咱们回机家 回个屁 今日无事 勾拦听取 还听 这几日娇娇等人 虽已累坏 机前却惬意得很 白天钓鱼 晚上勾拦 不知爽到何等地步 如今既然要随军出征 理应与家人告别 不想还是勾拦听取 果然无愧 大前第一顽固之盛名 机家小子 你去哪里 眼见机前要走 崔玄赶了上来 机前哭笑不得 忘了这位姑奶奶了 机碎 机前把机碎叫来 你带这位姑奶奶 回咱们机家 好生安顿 我不 崔玄挡在机前面前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机前与骄骄无奈相去 崔家主 我家公子有要事在身 您跟着不方便 骄骄知道 机前不喜崔玄跟着 赶忙劝阻 他越是如此说 崔玄越要跟 原因无他 几日相处下来 崔玄已知机前何等样人 如此纹固之人 万一趁自己不再私通敌国 届时卖了自己 便就得不偿失了 你确定 我确定 好 别后悔 走着瞧 崔玄率先离去 望江楼 天字一号上房 看着面前再歌再舞的姑娘 崔玄真想到了 躺在红丸怀里的苏钱 摆烂点 一摆 你大爷的 敢带我逛花楼 崔玄如恶狼一般 扑向机前 大姐 您别逗了城吗 是您口口声声说 要跟我来的 怎的如今反倒不认了 机前比崔玄更无奈 自己就想站前 好好享受一番 怎么就是不能如愿 崔玄没好气道 我可真是看走了眼 先前还以为 大家说你玩酷 乃是出于嫉妒 没想到静还保守了 你小子一看 就是这里的常客 机前当即反驳道 谁散布的谣言 我不是这里的常客 我是大前所有花楼的常客 说话要严谨 别搞什么春秋笔法 使人一笑大方 崔玄被机前气笑了 算我倒霉 我回崔家了 再见 明天见 机前并不在意 想得美 做得更美 三组那手段 可不是一般人能抵的 若您屡教不改 机家绝不容忍 崔玄站定 可恶 太可恶了 要不是这小子生得好 自己非活活掐死他不可 回去吧 回去看看家里人情况如何 明天记得找我报道 崔玄不理 开启传送阵离开 公子 这位姑娘是谁啊 还蛮可爱的 红鸾十分好奇 可爱吧 六十岁老萝莉 天山童老见了 都得叫一声师姐 第116章 击碎重计 虽不知机前口中 天山童老究竟是何人 红鸾却能听出 机前话的意思 无嘴窃笑 这时 归宫笑呵呵推门静 踏前行礼道 公子 有人找您 不见 机前正舒服呢 可不愿被人打扰 他说他叫击碎 击碎 机前坐直 快 有请 不一会儿 归宫领着击碎进来 机前 大战在即 你竟还敢止醉金迷 莫非不把始祖放在眼里 机前义正言辞 机前美好气到 扣帽子是吧 你呀泄露军事机密 该当何罪 机碎当场愣住 差点忘了 集结之事乃是绝命 自己怎么当着 如此多人的面说了出来 念在你乃无心之过 暂且饶你 只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过来 机碎被机前捏住小辫子 不得不从命 还记得那女将军吗 我昨天刚见过 性子极烈 然而这种人最是有趣 若碰见四尼这等强悍之人 必然服服帖帖 不可胡言 机碎被机前说得 如猫爪子挠心一般痒痒 却不敢表现出来 那只能算了 听说人家明天就要 被送回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干我何事 若无别事 到此 机碎转身离去 机前微微一笑 换娇娇出来 去 跟好了她 娇娇美好气道 坏人 就会教别人学坏 话虽如此 却依旧照做 公子 要打仗了 怎地没听说啊 长离城盛产粮草 按说早应有人来此地采买才对 红卵有些不解 机前身份 他已明了 连机家都需派人支持 此战重要程度 可想而知 可这几日长离城 实在太过风平浪静 就是平日里与邻国发生摩擦 也不会如此 而且 高将军手握重兵 不仅没奋兵前去支援 据说这几日 还给他家派的些人马 真是奇怪 不懂了吧 我那舅舅比侯还惊 真要是闹得举国皆知 给人充足时间准备 届时雷声大雨点小 为人耻笑不说 已将功亏一篑 经机前提点 红卵恍然大悟 越是平静 越是证明 此事极为重要 想不到机前看似顽固 竟有这等远见着实 果真是人不可貌相 另一边 机碎不知自己 已被娇娇跟上 要借船送阵离去 自言自语道 我机碎历来为人正直 岂能被机前几句话乱了到心 荒废大好年华 话虽如此 却迟迟不走 也罢 我倒要看看 世上是否真有这等歧视 机碎呼得转身 吓得娇娇一跳 若非反应快 早被机碎发现 在探头时 机碎已至一家花楼门口 冷着脸问门口姑娘道 这附近花楼之中 可有被俘获的女将军 姑娘摇头道 奴婢不知 您去别处问问吧 机碎冷哼一声 来至下一家花楼 将问题重复了一遍 这家花楼比刚才那家更大 门口懒客的姑娘 自然聪明得多 虽知常离城中 并无机碎所寻之人 但料定她有心开婚 便道 实不相瞒 那位女将军 正在本花楼 还真有 机碎吃惊不已 若是如此 自己定要见上一见 虽素未谋面 可同为修饰 路见不平 不能不住 带我进去 随便 随便找个房间 将那女将军请来 好嘞 姑娘乐得合不拢嘴 连忙将机碎迎了进去 从房间里出来 姑娘把归公叫来 耳语一番 随后离去 归公会议 不久 带着一名身着 古朴眨甲的女子 推门而入 公子 这位便是您所寻之人 正装作赏花君子的机碎 回过头来 但见面前这女子 果然英姿飒爽 魅力四射 却因感觉到此人并无修为 怒道 你们竟敢骗我 这人根本不是修士 龟公比门口姑娘更加聪明 忙打员场道 公子 您可并未说过 那将军是为修士 许事听差了 不如了解一番 再做决断 机碎点头 也是 机前满嘴跑火车 兴许添油加醋了 行 留下吧 好嘞 龟公笑呵呵 关上房门 末将见过公子 人类的兴趣是共通的 饶食这等苦寒之地 喜欢cosplay者 亦大有人在 这姑娘自然无视自通 很快进入角色 举止神态 倒还真像一位被俘获的女将军 脸上写满四个大字 忍辱负重 不必多礼 我不是那等灯徒子 来此地 不过是 不过是路见不平罢了 你贵为异国将军 被人俘获 想必心有不甘 不如我救你拖着苦谣 回国如何 戏子无意 叉叉无情 这姑娘的眼泪说来就来 起身坐到机碎身边 如气如素倒 末将阅人无数 却无人四公子这般体贴末将 真是令人感动 说着 竟还主动靠上击碎肩膀 你 你干什么 击碎如触电般 连忙推开姑娘 抱歉公子 末将还以为 还以为可以借公子肩膀依靠 是末将唐突 竟把一位客人 当作知心之人 望宁见谅 一番道德绑架 搞得击碎尴尬无比 无奈道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谢谢公子 姑娘再次靠了上来 击碎并未拒绝 门外 焦焦全部听到 转身离去 正在二人你浓我浓 相谈甚欢之际 呼得有人推门而进 击碎 三 三组 见三组一脸横向 击碎吓得连忙推开姑娘 跪下道 三组 不是 不是您想的那样 击碎随后跟进 击碎 你太令我失望了 三组 您都看到了 是他主动献身此地 与我无关 望您明察 击碎看了眼击前 肯定是他举报的自己 他是怎么知道的 在看着女将军 也是自己色心大发 未曾注意细节 就算此人真是女将军 何必代假见客 况且凡领兵者 皆有修为 他乃凡人 一旦士兵划遍 或欲修士 该当如何 靠 中计了 三组 弟子承认 确实道心有损 动了凡心 可这一切皆是机前阴谋 您万不可中计 机前冷笑道 击碎 你少血口喷人 我是跟你讲过女将军的故事 也暗示过你 可打铁还需自身硬 你生性如此 怎能怪我 击碎一时语色 一旁三组始终冷眼旁观 机碎机前 二者何人 他再了解不过 自然不幸机前说辞 知道这是他所设圈套 第117章 令人不迟 可话说回来 机前所言不无道理 此事却系他搅局所致 然而机碎若是道心坚定 又岂会如此你二人皆有错在身 我不服 机碎悲愤不已 想自己日日苦练 夜夜勤学 仅是来至花楼 什么都没做呢 不要被扣上这等帽子 莫非前面所受磨难 尽皆灰飞湮灭了不成 也是他不似机文桥等人那般见多识广 心性又已有损 想到机前身边有只玄天九尾狐 见三组各打五十大板 便觉此人是玄天九尾狐所化 怒道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兽 无知的畜生 竟敢冒充我家十祖 莫非想死不成 说着 辅光尘亮出 嗖嗖嗖几道五彩霞光迸射而出 三组冷冷一笑 不过大秀一挥 便将所有霞光暗落 面目很厉 哈 机碎再傻也知 那玄天九尾狐天赋一般 能轻松化解自己攻击者 必是三组本人 比他更惊讶者乃是一旁机前 机前本想落个带人勾拦 听取的坏名声 好在战前多攒些摆烂点 不想这机碎竟这么没脑子 向三组出手 三组 此事全怪小子 若非我时常捉弄机碎 他也不至于将您 当作我所欲妖兽玄天九尾狐幻化而成 请您恕罪 机前求情 倒不是耗子哭猫假慈悲 机碎其人 虽与机文桥等天才相去甚远 到底也算出征众人里的佼佼者 若是因此是被关在机家 届时机前到了战场 还有何人可以倚仗 三组 晚辈知错了 机碎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连忙跪下 三组先前十分生气 完全没想到 机碎会对自己出手 但机前这一番有意无意的解释 却令他释然 若是将自己当作 那玄天九尾狐所化 机碎此举便情有可原 回去吧 明日来见我 三组拂袖离去 机前 你竟然敢害我 三组走后 机碎气得当即要和机前动手 老子虽然爱百烂 可也不是你能欺负的 来啊 尽管试试 你能不能打过我 机前亮出落雨剑 灯时让机碎清醒过来 我的仪式英明啊 机碎跪在地上 仰天长叹 机前哭笑不得道 英明有何用 我们虽是修士 可并非无欲无求的神仙 再者说 七仙女还私凡呢 你如此行事 不算出格 反正日后也要被当作登徒子 永世无法洗脱骂名了 今日何不放肆一番 免得名利皆无 机碎怒道 你又要耍什么把戏 机前转身 边走边道 不是把戏 只是苦口良言 自己斟酌吧 目送机前离开 机碎看了眼不知所措的女将军 机前回至机家 刚要驱动法器 帮自己包瓜子 呼绝周遭杀气弥漫 回头一看 机成道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爹 还没睡啊 听说 你带机碎逛花楼去了 误会啊 爹机前忙解释道 是他自己经不住诱惑 与我无关 笑道 知子莫若妇 你是何人 我能不知 大战在即 你不思进取 竟还如此放浪行孩 来日到了战场 不说建功立业 就是活着回来 怕也难上加难 机前才不上机成道这道 娇娇 拜见我爹 娇娇献身 躬身行礼道 拜见机家家主 这就是那只玄天九尾狐 玄天九尾狐 虽与麒麟同属神兽 但因数量稀少 且能力特殊 自从机前得道以来 族中人人传送 机成道如何不知 娇娇 我爹的话 你可曾听到了 要抓紧一切时间 努力修炼 只有修为精进 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机成道黑了脸 好家伙 老子用来激烈你的话 竟被你巧妙扔给娇娇 不过机前如此做 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机成道便道 此次出征 各家想必如机家一般 不量老底 陛下有心开疆拓土 自然不会让各家族 作弊上官 你们八成会被 当作前锋丢到战场 甚至被己方出卖 惨死敌军之手 如此方才能激励各方势力 真正参战 因此 你到了战场 务必小心 万不可被人算计 机前哭笑不得 想不到有一天 机成道会说出这等话来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放心吧爹 我机灵着呢 机成道苦笑一声 道也是 论少干多拿 这小子堪称当时第一 机成道走后 焦焦叹道 早听说 你父亲天资卓绝 不想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又是机家家主 你不努力 是否有些说不过去 机前美好气道 我干嘛要努力 我努力了 你们岂不是要被我的光芒掩盖 我们不能为了自己活着 有时候得想想别人 焦焦白了机前一眼 自己可真是上了贼船 不过无妨 因背景深厚 机前资源相当之好 他不努力 这些资源八成会向自己倾斜 有朝一日修为精进 护他一个顽固 倒也游刃有余 呸 护他干嘛 一介登徒子 次日 三祖坐在太师椅上 冷冷看着眼前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机家有史以来 最有天赋的修行天才之一 一个是此次出征 修为仅次于机前的二把手 一个摆烂 一个昨晚到底没能约束自己 还真是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奈何大战在即 狠批一通无济于事 便道 你二人作恶多端 按家规当重罚 以警示后人 但因情有可原 暂且记下 若能将功折罪 最好不过 可在战场上 要是敢给机家丢人 我饶不了你们 机遂盲行李道 三祖放心 我等必然全力以赴 不令十祖与诸位老祖辜负厚望 你呢 三祖看向迟迟不说话的机前 我就在想 热血要是有用的话 咱们找个编剧 导演 拍一出少年热血电影 足众人之修为 是否能随之精进 滚 三祖登时被击碎气道 很快 出征众人集结 虽只有机前一个年轻天才 到底也是机家人 机长安帅一众老祖 以及机成道 为之送行 机文桥等人意在边上 表情细学得很 倒不是落井下石 再怎么着也同为机家人 他们干不出 那等令人不耻的事 第118章 经典全数 主要是之前机前十分耀眼 令他们到心有损 合着老子们日日勤学苦练 比不上你一个百烂的 顽固二十足 这回好了 切磋变成以命相搏 到了战场 可没人在乎机前身份 借势不用功的弊端 便会显露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 想象到时机前走投无路 他们前去旧场时的场景了 必能惊艳四方 黎朝收买我机家族人 密谋暗害大前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而经李丞相有心报仇 实乃尚成天意 下顺民心 又关乎机家名声 我在此恳求诸位 务必勇往直前 奏铠归来 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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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家弟子群情激愤 独独机前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倒不是真没睡醒 作为修士 神玩弃足 就是长时间不睡 也精神抖擞 主要是他想不明白 这帮人到底是真傻 还是在装傻 看看周围 年轻一代的天才聚在一起 跟没事人一样看着他们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被人当成炮灰不可怕 可怕的是 炮灰还挺尽职尽责 机前暗自替着一干人等庆幸 也就是碰上自己 不然的话 指定在异国他乡身手一处 骨灰都不知道上哪找去 不应该啊 机长安这么狗一人 怎么跟你们家三组一样 热血沸腾 崔璇不知何时赶来 悄悄凑到机前身边 机前终于有了知己 笑道 怕是老祖 自己也不信自己说的话 但肯定得走个流程 真到了战场 还得靠您 崔璇这个外星人 可是他们中修为最高者 机前必须得赶紧捧臭脚 好让崔璇心甘情愿任他摆布 丑话说在前头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跟着圣者分财宝行 帮败者扭转战局 却万万做不到 到时候我要是跑了 你别怪我 我不怪你 机前摇了摇 左手上佩戴的戒指 这枚戒指名叫同心扣 机长安并未完全解除 对崔璇的封印 在他心脏上留了的小法宝 只要机前愿意 哪怕相隔万里 动动念头 便能弄死崔璇 卑逼 无耻 下流 崔璇当时气不打一处来 机前只当崔璇在夸自己 耸了耸肩并不在意 又激情四射地 做了一番战前动员 机长安下令出发 机前作为名义上的领头人 自然第一个进入传送镇 眨眼间来到都城外 李国明已等候多时 其他家族的弟子 也来了个七七八八 看着这群歪瓜裂草 李国明想哭的心都有 好歹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不求你们清朝而出 好歹派些能说得过去的强者啊 但当看到机前的那一刻 李国明觉得稳了 机家不比其他家族 此事毕竟因机家而起 想必定会全力以赴 虽然机前十分顽固 可也是机家家主的掌上宝贝 由他所率之机家队伍 实力必定非同小可 其他家族也有些惊讶 要知道 李国明第一次登门拜访时 机长安连剑都没见他 大家还以为机家要摆烂呢 没想到还挺给面子 紧接着 崔一璇出现 虽然此人生的稚嫩 很容易被人小觑 但强者特有的锋利眼神 让大家不敢小瞧这位罗利 更是有人认出此人 暗自赞叹机家是真下本 就在大家期待下一位强者时 机遂出现 原本躁动不安的现场 瞬间如被瓢泼大雨交过一般 全都鸦雀无声 都是大前顶级家族 凡是强者 众人或多或少接触过 机遂这等人 他们可从未见过 还如此年轻 怕是 果然如他们所料 接下来现身之人 个个乃机家边缘人物 这种阵容 别说他们 就是随便一个小家族 也定能拿得出手 要论脑子 还得是机长安 别家都是直接派些普通弟子 他可倒好 竟让机前和崔玄领衔 简直是戴面具裸奔 自家不丢人 却把旁人恶心坏了 李国民失望地叹了口气 但并未放在心上 这在他预料之中 毕竟国战不比切磋 死伤极其惨重 这些急狗的修士家族 自然不会鼎力相助 如机成道所说 李国民定会为了 几个大家族 而让这些人送死 诸位今日来此 时乃给足了老朽面子 不论结果如何 老朽带大前文武百官 以及百姓谢过诸位 李国民站在高处 恭恭敬敬向众人行礼 底下人皆为被李国民感动到 反而冷笑连连 这话说的 带文武百官和百姓谢过我们 搞得好像我们跟外人一样 这是李国民的报复手段之一 你们不是不量底牌吗 好 我就反向恶心你们 硬把破铜烂铁 说成神兵戾气 看传出去后 大前百姓怎么看你们 献宣陛下一指 各大家族之弟子 非我大前将士 不可混编 然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故特赦一军 取名神威 下辖诸营取各家之姓 比如姬家 便是姬家营 最高长官内部决定 然亦须统一调度 故而各营前高手出战 获胜者为神威军大将军 各营须听其指挥 所到之处 如陛下清零 不得捂逆 底下人头攒动 李丞相 何时开始 是啊 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如此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我们可不会拱手让人 他们当然也知道 自己八成会被当成炮灰 可要是 当了神威军大将军 问题便就迎刃而解了 既可让其他家族的人 送死保全自己家族 又能不管哪个家族建功立业 自己都能奋一杯羹 毕竟 作为神威军最高长官 所有的功劳 肯定和你有关 机前的想法 则和这帮笨蛋 恰恰相反 所谓的神威军大将军 其实是个烫手山域 别的家族不傻 你要是真敢让人家当炮灰 划便是小事 要是投了敌 人家本家势力还在大前呢 少说也得给你安个 指挥不当的罪名 可你又不能让本家冲锋陷阵 毕竟还得向家族交代 所以 做起事来 必须公平公正 这也就罢了 关键是你 还得化解各方势力的矛盾 由你做中间人 朝廷肯定不直接命令各大家族 给你个虚无缥缈的任务 到时候 排兵布阵出了岔子 人家肯定怪罪于你 这叫矛盾转移 最经典的权术之一 第119章 恶心人 诸位稍安勿躁 远道而来 风尘仆仆 请荣老朽 先代陛下款待诸位 再交手不迟 李国明是懂怎么控制节奏的 把众人的热情全都勾出来 却又转身浇一盆冷水 看似自寻死路 实则张弛有度 避免这些人过多消耗热情 到了战场 可就三二节了 完全不给面子 李国明甚至没领着众人进城 天坐房顶地围地板 就地摆了得流水席 熙熙攘攘 像哪家土豪嫁闺女一样 又简陋又奢侈 突出一个食材鲜美手艺不行 崔玄黑着脸 坐在鸡前身边 仿佛随时能吃人 看看这菜 看看这酒 你大爷的 乡下地主家里的厨子 也不至于把这肘子搞成这样吧 你好好瞅瞅 这上面还有毛妹聊干净啊 再说这酒 都什么年代了 这等啄酒还能上台面 摆明了 不把我们当回事 崔玄这一抱怨不要紧 崔家人也都生起气来 诚然 此事因鸡家而起 可傻子都知道 鸡达叛变乃是导火索 真正原因 是沐熊怀有心开疆拓土 鸡家如此鼎力相助 换来的 竟是这等饭菜 简直恶心 因而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发泄心中的不满 都给我住口 鸡前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虽说不爽这个顽固二世祖到底人家是十祖亲自任命的领头人 在外面 还是要给人家些面子 由此众人安静下来 我告诉你们 小不忍择乱大谋 竟然还敢私下诋毁李丞相 有能耐的 你们怎么不去直接赌他 确实 咱们鸡家背景深厚 我又和皇主 太子关系匪浅 真把事闹大了 你们不仅不会受惩罚 或许还会被族中老人夸赞 可咱们鸡家一向自诩名门正派 能这么做吗 不仅不行 你们就连私底下也不能说人家 就算咱们站里 吃个哑巴亏也没什么 鸡前话里话外 看似是在劝解众人 实则恰恰相反 已把众人架在了高处 既然站里 鸡家又是名门正派 为什么不能借机发难李国明呢 大家跟我走 咱们问问李国明到底什么意思 鸡岁是最容易被窜夺的那个 人李国明不得 拍案而起 带着一众鸡家弟子离去 行啊鸡家小子 拱火的本事真不小 让我刮目相看 作为率先不满的那个 崔玄反倒没中招 他不仅修行天赋不错 做人方面 也是人精 自然不会上鸡前的当 而且 崔玄可不是鸡家人 万一闹大了 鸡家来一招弃足宝车 崔玄可就完蛋了 你个老巫婆 瞎说什么呢 我警告你啊 你这是在诽谤 我可以去官府告你 见鸡前一副 抵死不认的嘴脸 崔玄笑得合不拢嘴 此时 李国明正在和张家一个名叫 张才良的住鸡中期后备喝酒 张家算不得什么有名有姓的人物 故而 李国明为给他好脸色 举杯之后并不饮尽 而是一口一口慢慢名 搞得张才良有些不悦 却碍于李国明身份而不好发作 丞相 鸡家鸡碎求见 小四跑过来禀报 知道了 让他过来 这个名字 李国明听都没听过 甚至不去主动见他 李丞相 打扰了 鸡碎暗住一众鸡家人 上前道 请问丞相 我等远道而来 为大前尽心尽力 为何今日的接风宴如此简陋 鸡碎可不是什么高情商之人 直接开门见山 不给李国明一点面子 李国明本就不悦 假之喝了些酒 被鸡碎如此以止气使 当时有些生气 鸡家公子 你这话从何论起 如今战端将开 举国上下 无不结一缩时 就是皇主 也三日一肉 不敢铺张 怎地到你们鸡家 便就难以忍受了 被李国明这么一对 鸡碎还真就有些无言以对 正犹豫间 忽有一道寒光滑空而去 将宴席旁的帐篷掀翻 露出里头 堪称山珍海味的绝顶食材 众人见了 不免虚声一片 没想到李国明 竟然敢和我们玩心眼 明明有好吃的 却不肯拿出来 吃回扣吃到我们头上了 他怎么想的 这些东西虽然值些钱 可堂堂成像 来前的门路数不胜数 何苦克扣我们的伙食 克扣就克扣吧 你好歹藏起来啊 干嘛呢 这事就摆在我们身边 这是摆明了 要让我们发现 接而激化矛盾 击碎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立生道 李国明 你还有何话可说 口口声声为了设计 不想你才是最大奸臣 李国明冷笑连连 如各家族弟子所言 他就算真的有心克扣 也没必要在这上面动手脚 更不可能做得这么拙恋 很轻易便让人发现 如此做 就是为了让他们发现 这才能引出区别对待这个概念 好让自己接下来的话顺理成章 各位 既然把话说开了 那咱们谁也别装傻充愣了 出去打听打听 哪怕相间矛头小子 都知道你们各大家族有何实力 如今却弄这一出 你们不怕为人耻笑 尤其你们鸡家 此事因你们而起 竟派出这许多歪瓜裂枣 真是不把大前王朝放在眼里 鸡岁再次语塞 他平常只顾修炼 哪里练过说话 为人做事 只凭善恶 剑不占领 哪里有话说 你们家的后背让人说住了 你赶紧上啊 看什么戏呢 崔玄瞅准机会 一把夺走鸡前炼制的小玩意 吐出的瓜子人 全部塞进嘴里 你有病吧 想吃不会自己磕 放心 鸡家人单纯 别的家族可不一样 话音刚落 不爽李国明的张才良 站了出来 李丞相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 您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什么 您自己心里没数 有人附和道 就是 成都不让进也就算了 出征前进不想着给些法宝 福禄 巴不得我们死在敌国 好让各大家族出手 用人命换你们这帮人的功勋吧 眼看众弟子 你一眼我一嘴 李国明丝毫不慌 第120章 基前真正的目的 李国明可是文官之首 蛇战群如是必修客 尤其面对的 还是一帮和武将 没什么两样的修士 典型的满级大佬 肆虐新手村 我听明白你们什么意思了 不就是觉得 大前王朝不把你们当回事吗 可你们自己 把自己当回事了吗 不论天赋 不谈实力 就说你们 这因为饭菜 就闹脾气的古怪性子 谁能高看你们 战争讲究统一协作 换位思考 你们要是这场战争的负责人 你们会放心自己 现场灯时鸦雀无声 基前撸起袖子 闪亮登场 到底是李丞相 玩得一手好诡辩 不谈别个 就说我见过的 试问诸位 想必都知道我基前骂 众人满脸嫌弃 就这么说吧 凡是大前人 上道文武百官 下道百姓 连同一众有忧有烈的修士 可以不知道 皇主名叫慕雄怀 但绝对不会不认识基前 据说 就连相间不识字的老汉 也能在地上歪歪斜斜 写出基前的名字 你到底要说什么 李国民冷着脸 并不把基前放在眼里 确实 当初太子逛花楼那件事上 自己处理得不够妥当 而且人家也确实有背景 再怎么着 是皇主自己家的事 自己不好插手 可如今不同了 皇主看似突然没了主见 实则下定决心开疆拓土 别说长公主儿子 就是慕湛英来了 皇主也绝不会站在他那边 没别的 强者向来无情 敢挡路者 下场人尽皆知 我时常逛花楼 见过的女子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恕我直言 花楼女子自我倾鉴 难道客人就可以随意打骂 甚至不给钱吗 基前 你这是何意 莫非将我们当成了 花楼女子不成 基岁对花楼二字极为敏感 见基前如此说 灯石气不打一处来 基前不理他 高声道 诸位 话操理不操 大家觉得 我说的对吗 众人纷纷点头 基前确实说的不错 我可以瞧不起自己 可你算什么东西 敢跟着我一起 瞧不起我自己 至于你口中所谓小性子 能不能别本魔道志 你未不先知 知道我们会嫌弃饭菜 这才如此准备 别说我们 你自己信吗 我 李国民正要辩解 基前不给机会 先声夺人 既然你说换位思考 那咱们所幸 和离朝换位思考 是不是可以将 大前江山拱手让人 人不能太过自私自利 可也不能只讲奉献 不谈收获吧 你去花楼喝顿酒不给钱 对人家说换位思考 你看人家听不听你的 李国民咽了口唾沫 果然是心思特别的 顽固二世祖 自己刚才那番话无懈可击 却被他一一搏倒 属实名不虚传 那请问基家公子 为何众家族一的高手不来 莫非不信任大前王朝 或者只想作弊上官 众人看向基前 期待他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有一说一 他说话的能力 真非一般人能比 又是代表所有家族 和李国民辩论 虽然各方曾经有过些许不愉快 但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至少当下 他们希望基前能赢 李丞相 你怎么会这么想 前日我曾出现在长离城 那里粮田虽然不多 但所肯荒田数不胜数 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可据我所知 直到昨夜 似乎都没人前去采买军粮 基岁 你今早回来的 可曾见过有官员进出长离城 我 我没去过 我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呢 我可不敢荒废 哪怕一寸光阴 基岁否认三连 少扯淡 赶紧说 基前狠狠瞪了基岁一眼 没 没有 基岁红了脸 赵李丞相这么说 长离城也在作弊上官 网大了说 你们不去长离城采买军须 是不是你们也在作弊上官 国战归国战 也没必要把所有资源 都倾斜向战场吧 说句大不敬的话 是不是皇主身边的亲卫 甚至修为极高的皇主 都需马上参战 若非顾及颜面 众弟子甚至想拍手叫好 好家伙 字字朱击 句句在理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估摸着也变不过他 再看李国明 气得瞳孔缩小 狠狠瞪着基前 若有需要 有关官员自然会去长离城采买 你如此擅长举一反三 是不是前方需要 各家族定会全力以赴 基前孝道 李丞相 您可别套话 首先我做不了其他家族的主 其次 不需要三字范围也太大了 不如这样 将各家族编入军中 听平调遣 毕竟我们要是待在一处 总归如您所说 有作弊上官之风险 但要是分开 各自被军队压着 就是想摸鱼 也得改呀 李国明大惊 闹了半天 基前是想把矛盾重新恢复到 大前王朝和各家族之间 此举看似主动作小伏地 实则暗藏杀鸡 前军若敢让他们冲上去送死 届时各大家族岂能善罢甘休 就算李国明能顶住压力 前线带兵者也得考虑考虑 是否能干这等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不管怎么保证 还是有被过河拆桥的可能 并且一定会得罪各大家族 那帮人精又岂会执行命令 基家公子 话不是您这么说的 俗话说 单思不成县 你们并不凝聚 到了前线 岂不任由前军将领拿捏 反倒坐实了大前 让你们送死一说 实话实说 我们之间 包括各大家族之间 皆是矛盾重重 但外战讲究同仇敌忾 咱们不能互相猜忌 更不能被对方玩弄于鼓掌 所以我觉得 神威军必须存在 各家弟子纷纷点头 他们这帮笨蛋 哪里知道其中的弯弯绕 还真就觉得 这件事如李国明所说 自己的命 必须得自己说了算 殊不知 他们实力太弱 就算抱团取暖 也不可能化解李国明的刁难 反倒徒增烦恼 反倒分开加入军队之后 可以保命 毕竟倚仗的是家族 无论手腕还是背景势力 皆能镇住李国明等人 说白了 这帮人眼界太窄 不知道利用家族的无形力量 明了牌 自然任人拿捏 第121章 刀尖上天险 不过 既然姬家公子不信任老朽 那么神威军大将军一职 便由您担任 如何 也有少数能看明白局势的 谁接着的烫手山域 谁需承担全部责任 姬前必须利用姬家的背景势力 化解李国明的刁难 最终保全的 却是所有家族的利益 这样一来 除了姬家之外 所有家族都比与军队河边更赚 既不用麻烦家族 也能保全自身 这 这不好吧 各大家族人才积极 我一个著名顽固 岂能服众 姬前如此一说 那些不懂里面猫腻的热血之人 便被窜多 欲要阻止此事 却被明白人拦住 你看 暗松了口气 自己一世英明 嘴皮子利落到能杀人 没想到差点败给这个 出出茅庐的臭小子 还好自己技高一筹 不然老脸都要丢尽了 既然这样 那我只好当然不让了 啊 李国明醋眉 李丞相 您这是何意 让我当大将军的是您 不解的 为何还是您 李国明的想法 确实挺矛盾 让姬前当这个大将军 是他能想到的 最好的恶心姬家 以及各大家族的办法 可这事跟买东西时 讨价还价一样 对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总让人觉得自己 把价说高了 有点赔事怎么回事 姬家公子莫要误会 老朽这就禀明皇主 言罢 李国明转身离去 诸位都听到了吧 李丞相亲自许诺 神威君言出必行者 乃姬前事也 谁敢不从 休怪我无情 崔玄站出来 帮姬前立威 众人并不说话 吵架没用 到了战场上 他们该不听 还是不听 崔玄凑到姬前身边 这下好了 偷鸡不成十八米了吧 姬前笑道 偷鸡不成十八米 我怎么觉得 这是个障眼法呀 崔玄皱紧眉头 但从相处的这段时间 所发生的事情来看 姬前不是那等 轻易吃亏的主 而且看这样子 姬前似乎本就打算 接手着烫手山芋 这是何意 陪本转吆喝 可不是这位主的风格 我没什么好瞒你的 仔细想想 你们崔家几个 无名后辈在我手上 你该如何 说完 姬前笑着离开 独留崔玄在风中凌乱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就拿机前举的这个例子来说 哪怕崔家 那几个后生崔玄十分厌恶 到底是崔家人 要是死了 碍于颜面 崔家也必须全力以赴 可如果对方只是绑票 并不杀人呢 今儿让你支援个法宝 明儿骗你张福 后天再要两粒丹药 你能拒绝吗 再怎么着 也好过举全族之力 给别人做嫁衣吧 这一招 崔玄不是没想到 就连李国明 其实也曾考虑过这件事 但话说回来 谁敢干这种得罪人的事 你再怎么要挟人家 当时对你磕磕气气 等战争结束 不照样给你穿小鞋 可偏偏机前有这个胆子 能意识到 这个漏洞的人不罕见 敢利用这个漏洞的人才最可怕 不仅把各大家族玩弄于鼓掌 哪怕李国明 甚至在背后操盘的沐熊怀 都得给机前三分薄面 各大家族不服 就让你们家人全部去送死 大前王朝敢使半子 就直接抗命不遵 让沐熊怀的谋划灰飞烟灭 换个角度说 大前能否打赢这一仗 全得看机前眼色 崔玄微微一笑 机家这臭小子修行上不努力 完全谋却是一把好手 简易帐篷里 娇娇现身 担心道 无论胜负 到时候你定会万劫不复 届时一定小心才行 显然 娇娇也明白机前的意思 不由地担忧起他的未来 是吗 机前不以为然 打仗不是报仇 更不是你死我亡的死斗 这盘棋不是两个人在下 等我找个帮手 不仅没人敢动我 还得违心地 夸我做得好 娇娇想不明白机前这话 索性不想 飞出帐篷 取来些食材 在帐篷里热火朝天忙活一顿 给机前做了碗汤 冷着脸递过来干嘛 让我闻闻好不好喝 娇娇气得直瞪眼 瞎想什么呢 我是念在你没吃饭 做碗汤给你暖暖胃 那你不会直说啊 机前白了娇娇一眼 结果汤喝了起来 李国民入宫 进了长平殿 行三桂九寇大礼 慕雄怀还是那副老样子 不管别人信不信 给人一种 明天就要死的感觉 威臣李国民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平身吧 慕雄怀有气无力道 爱卿此次前来 所为何事 李国民道 启奏陛下 威臣想让机前 担任神威军大将军 今日正午 威臣奉命款待各大家族所派之人 李国民将来龙去脉 简单说了说 慕雄怀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稍纵即逝 却仍被李国民敏锐捕捉到 他不傻 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之所以依旧如此 是因为他想借刀杀人 慕雄怀可以容许大前进那有大地 却不能让这么有城府的人活下去 刚才那眼神 就是最好的佐证 依爱卿所想 该当如何 此话一出 李国民惊讶不已 慕雄怀看似是把问题抛给自己 实则是在暗示自己 他不想动机前 这是什么意思 谁都有犯傻的时候 独独这位皇主 从不会做让人瞠目皆舌之事 难道是因为 依威成看来 便让他做了这个大将军吧 郑重并缠身 自然一切都听爱卿的 下去吧 威成告退 李国民出了皇宫 回头看了眼黑压压的建筑群 感叹事事无常 慕雄怀不杀姬 原因只有一个 那便是慕战英 也是这位太子太不争气 就算慕雄怀有心力他 行事作风却像极了小孩子 完全斗不过一干朝臣 因此 有姬前这个阴谋家在旁辅佐 必能事半功倍 李国民暗骂自己太蠢 早该想到 姬前还有这张王牌 看来 自己真的遇到对手了 姬前这小子 把问题的本质 看得清清楚楚 慕雄怀是左右一切的幕后主使 只要让这位也满意 就算李国民再不爽 也必须得忍着 不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姬前的下场不会太好 他这事 再到刀尖上填写 第122章 以大欺小 消息传到姬家 姬风雷醋没到 姬前这是何意 这等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岂能接下 姬风雷即看好姬前 知晓族中这一干人等 早看姬前不爽 万一到时候 来个谢墨沙驴 将姬前推出去 平息各大家族怒火 可就得不偿失了 这才如此说 试探始祖姬长安反应 姬长安笑道 费力不讨好 我倒觉得这姬前小子所图过大 怕是日后 姬家将会一家独大 姬风雷暗暗松了口气 只要老祖站在姬前这边 那便不会被过河拆桥 一家独大 师祖 您别开玩笑了 凭姬前那个顽固 不把姬家完美 已是老天开眼 三祖依旧对姬前抱有偏见 这是哪里话 姬前可是十祖轻点的领头人 你莫非怀疑 十祖眼光不成 姬风雷也是得了姬前精髓 自知和三祖硬刚不是办法 索性把姬长安搬出来当挡箭牌 三祖冷哼一声 美好气道 我可有言在前 若是姬前死于乱军之中 就是真有猫腻 我也绝不出手 言罢 三祖拂袖离去 姬风雷却不拦他 微微笑着 三祖越是如此说 越证明他上念同门之意 况且此人沙场出身 性子直 面对后辈 又岂能袖手旁观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真的 传出去谁会信 承道 你这儿子 果然给了我无数惊喜 算起来是你玉子有方 姬长安夸赞 一直不说话的姬承道 谢老祖 姬承道心不在焉 有心事 姬承道苦笑道 也不算心事 我只是觉得 黎朝那边 是否太过平静了 经济承道这一提醒 姬风雷连同一干老祖 也都感到有些奇怪 诚然 沐兄怀瞒得极好 还在暗中 做掉了许多黎朝派来的奸细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况且此战乃是国战 黎朝理应得知 但他们 却未曾听说 黎朝那边有什么动作 反倒有些不把前朝放在眼里 从上到下 一起犯错的概率微乎其微 沐兄怀固然擅长藏风 黎朝那边却不会全都相信 折宁静道落真可闻 不过无妨 圈套也好 真傻也罢 姬前何许人也 自能妥当化解八面来风 姬长安和姬成道一般 也担心姬前处境 但话说回来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一切还得姬前根据实际情况应对 不止手画脚才是上策 晚上 姬前帐篷 李国明到访 姬前公子 陛下有一旨 折宁做神威大将军 老朽恭喜 姬前嗤之以鼻 恭喜个屁 李国明真想帮自己 怎么着也得当着大家的面 宣布此事 也好为自己造势 不想竟然是私下告知 小伴子依旧用之不尽 那我谢过李丞相了 李国明捋着胡须道 姬前公子不必客气 这是老朽分内之事 明日便操练起来吧 知道了 李国明并不打算走 显然有话要说 姬前偏不给他这个台阶 就是不问 把玩着手里金雕细琢的狱卒 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姬前公子 李国明终于受不了了 姬前要真是个大字 不识一个的武将 如此做倒也情有可原 可这小子城府极深 焉能看不出自己是何意 分明是在羞辱自己 李丞相 你还有事吗 姬前看出李国明 已猜出自己的想法 更何心意 恶心人嘛 就得恶心到底 让他明知道杯子里有苍蝇 还必须得一饮而尽 才最有意思 这几日 军营必须封闭管理 任何人不许随意进出 没有陛下一旨 神威君不得煽动 知道了 李国明真的生气了 哼了一声转身离去 姬前哭笑不得 不就是逗了你两下吗 都说宰相肚里能撑传 没想到李国明如此小心眼 气量如此狭小 怎么当上丞相的 娇娇 娇娇应声献身 笑道 恭喜你了 神威君大将军 统侠各大家族所派之人 当真是神采异役 姬前哭笑不得道 你就别业余我了 既然我在神威君中说一不二 便封你为副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伺候率他们一并休息 别了吧 倒不是娇娇不愿帮姬前 主要是神威君良有不齐 不是所有人都和姬家人一样 天真单纯 另行禁止 恰恰相反 这帮大爷修为不怎么样 脾气却一个比一个大 娇娇可不想给姬前树敌 怎么 担心他们不听你的 没关系 在你帅他们休息之前 我还有话说 娇娇便贬着嘴道 千金难买你愿意 随你便 次日一早 姬前召集一众人在叫场集合 遍地牢骚 责怪姬前拿姬毛当令箭 倒不是有起床器 他们天赋虽不高 到底也是修士 神丸弃足 只是单纯地瞧不起 姬前这个顽固二世祖罢了 什么意思 不把我放在眼里 战没战相是吧 姬前很是不爽 姬家小子 你也得做点 能让我们瞧得起的事啊 李家领头人李贤拆台 乃是住姬妻中期修为 张才良附和道 姬前 你少在这里以大欺小 你修为确实比我们高 可试问朱家族 宗门 似你这般修为的同龄天才 究竟多少 矮子里拔高个罢了 真以为自己举世无敌了 姬前哭笑不得道 张公子这是何意 莫非是说 在场众人实力不济 张才良醋眉 没想到姬前这么阴险 竟然抠字眼 眼见周围人眼神有变 忙道 大家别误会 在下只是救世论事罢了 姬前点头道 张公子说得好 救世论事 那咱们救世论事 修为 天赋 出身 背景皆是扯淡 就谈当下 谁不服 这个职位让给你们 现场鸦雀无声 若是昨天这样问 或许还有笨蛋主动举手 可以过去一天 大家来了一波情报对账 自然知道这职位有多烫手 便皆沉默不语 那你们什么意思 又不服我 又不当这个大将军 莫非要让世人耻笑你们 大敌当前 非给人使绊子不成 众人面面相去 有一说一 姬前所言 集对 第123章 混编 各大家族哪怕给姬前使绊子 也不能这么明显 总还得顾及些颜面 那你说 你召集我们要做什么 李贤打破僵局 很简单 混编 我不管你们出身如何高贵 到了战场 若聚在一起 极易阻堂滑便 姬前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索性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说什么呢 你说滑便就滑便 你当我们跟你一般不学无术 姬家小子 把话说清楚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没有为国而战的决心 什么都别说了 人家瞧不上咱们 都散了吧 眼见现场群情激愤 崔玄醋眉道 你不是想利用他们 裹挟各大家族吗 若是混编 可就无法达到目的了 姬前无心解释 确实 拿刀硬逼着 他们肯定会往上冲 可话说回来 在战死和生还之间 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叛变 就跟白烂一样 人生来懒惰 须得重视这一客观现象 不能把事做得太绝 你们可说过 会服我这个大将军的 姬前冷然 众人笑道 姬家小子 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到了战场 你要是让我们平白无故送死 难道我们也听你的 若是姬前下发别的命令 他们或许还能因爱面子而听他的 可混编不是小事 分散之后 必是一盘散沙 届时便真就任由姬前拿捏了 也是 大家都是修士 光用命令压人 到底难以服众 要不这样 咱们切磋一番 谁能得打过我身边这位大神 我便收回成命 正看戏的崔玄 见姬前这么说 登时来了脾气 你自己做死 为何戴上我 姬前不说话 晃了晃戒着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说了 崔玄感叹自己上了贼船 便站到姬前身前 冷然道 来吧 早打早消停 此话一出 众人哭笑不得 跟他打 找死呢吧 杜海靖并不罕见 可矮子里拔高个之下 却也是无敌的存在 谁敢不自量力 既然各位都不出战 那我只能默认你们同意了 下五个家族领头之人 到我帐中领取名单 就这样 几前要走 忽有两人跳出 乃是一对孪生兄弟 出自张家 抱拳拱手道 我二人虽是聚气静修为 却愿斗胆一事 前辈承让 那就开始吧 崔玄揉着手腕上前 机前微微一笑 并未转身 直接离开 下午 各家族领头人 如约现身机前帐篷 有几个被打的鼻青脸肿 看来是真的服了 念在诸位如此配合 本将军的份上 我自然不会做得过分 名单在这里 我已将你们带来之人 分成十营 以数字命名 帐篷外挥地下 写就数字的旗子 半个时辰后 我希望大家都站在 各自旗子下 是 众人不情不愿带走名单 崔玄走进来 竖起大拇指道 机家小子 你可真是有才 这才过去多久 竟拿出一份 完整的混编名单来了 机前笑道 你误会了 我并未精挑细选 只是把各家族的名单 摆在面前 再摆上摆纸 看上名字 想往那写往那写 摆烂点 一摆 崔玄差点没被 机前这番操作逗笑 他还以为这小子 做足了准备 没想到如儿戏一般 打仗不是过家家 一旦某一赢势力失衡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也比他们待在一起强 崔玄点头 这一点 他认 话说回来 你为何要混编呢 让他们各自为政 不是更好 各自为政 怎么建功立业 建功立业 你 这四个字 哪个偏旁部手和你有关 崔玄实在想不明白 索性不离机前 转身离去 一个时辰后 各营修士已经整齐站好 机前满意到 看来各位还挺讲诚信 不错 现在 我命令你们原地解散 各自切磋 具体切磋方式 我想不用我说 你们的领头人知道如何做 切磋结果将会决定 谁是各营 各营指挥士 机前有意让神威军 与大前军队序列不像一回事 临时想出了一个官职 遵命 各大家族领头人 虽说不爽机前此举 但仔细想想 他们身为领头人 已是家族内部最强者 而且 机前把各位领头人 分散在各营里 切磋起来 自然能胜 无非走个过场罢了 因此并未拒绝 各自寻找场地 开始动手 傍晚 结果出来 果然是个大家族的领头人 虽然所部并非本家人 然而到底有法理在 能命令众人 故而一个个兴高采练 机前拍手叫好道 诸位果然是宗门之光 家族之荣 机前自残行贿 为了表彰诸位的杰出贡献 我决定放你们一晚上架 今晚无论去往何处 我接不拦 真的 众人又喜又惊 他们早知李国民所下命令 害怕机前给使绊子 言道 你莫非骗我们不成 机前笑道 骗你们干嘛 我向你们保证 出了事 我机前一力承担 慢走不送 大家见机前做出保证 开心无比 纷纷离开 机前冷笑连连 诸位 你们可真单纯 带他们走后 机前将娇娇叫出来 娇娇不解道 你为何放他们走 届时李国民发难 该当如何 机前笑道 还能如何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你去寻些木料 打造十个大牌子 写上个营编号 竖在外头 不去 娇娇可不当机前的丫鬟 娇娇 我可得批评你两句了 领导交给你任务 乃是信任你 重视你 更是在考验你 你莫非不想进步了 娇娇被机前说得没脾气 毕竟不是他这等通透之人 便出了门 照机前所说 很快做好了木牌 竖在帐篷外 回了帐篷 好了 去把个营修士叫来 告诉他们 根据自己的观察 决定选谁为指挥使 自己网上写名字 然后用正字的笔画投票 你是中了名为一次 把话说完会死的规则之力了吗 赶紧去 娇娇哼了一声 转身不情不愿照机前所说的做 把众人召集过来后 讲起了规则 第124章 娃姐 不是姑娘 你闹呢 趁着我们老大不在 让我们造反是吧 一干人等谁都不傻 自然不愿照着娇娇说的做 造反 谁要造反 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 崔玄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这位大姐往这一站 比轿场旁边那座小山还吓人 谁敢不服 打仗不靠修为 或者说 就你们那点修为 在高手面前和普通人有何两样 动动脑子 诸位 金崔玄这么一说 加上众人都没主心骨 有那欲要建功立业的 还真就照做起来 凡事就怕有人领头 建一个人这么做 其他人也纷纷这么做 竟然仅用了不到一个时辰时间 便瞒着领头人选出指挥师来了 娇娇比对完正字 把结果汇报给机前 就这些个歪瓜裂枣 你确定 他们能当指挥师 不管却不确定 你去把他们叫来 好吧 不一会儿 实名修士站在机前面前 其中有个机前的老熟人 机家的机碎 高兴得何不拢嘴 机碎 你又怀念起常黎城那个女将军了 机碎小脸一红 怒道 机前 你少血口喷人 你以为我是你吗 机前点头道 也是 可我怎么听说一介修士 不顾人家凡人体制 次日禁令人家扶着强出门 机碎呀机碎 你火气大我能理解 可咱能不能别逮住一只养死号 此话一出 现场笑作一团 若不是当着外人面 机碎真想和机前同归于尽 好了好了 都别笑了 给机碎留点面子 来吧 都自我介绍一下吧 家族或宗门 姓名 修为 一一到来 张家 张奎成 聚气静中期修为 李家 李醉 聚气静前期修为 王家 王翘 聚气静后期修为 丹宗 秦丰炎 聚气静中期修为 不错 自现在起 你们便是个影指挥士 你别闹了成吗 有人翘声嫌弃 机前寻声望去 说话之人约莫二十来岁年纪 穿了身繁琐的华服 难言好身材 生得俊俏高挑 清冷优雅 脸上还有些许婴儿肥 稚气未脱 乃是王家女修王翘 王小姐 这话从何说起 我们来十足中长辈已有交代 不可胡乱行事 要听指挥 若是公然反对 日后如何自处 机前点头道 王小姐所言即是 并且我断定 诸位也是如此想的 因此 此事交给我 明日必有说法 众人便都离去 半个时辰后 机前准备睡觉 忽有人来报 说是李国明求见 跟狗一样 闻这位就来了 机前命人去请 不一会儿 李国明冷着脸走进帐篷 敢问机前公子 军中可曾少人 少人 没有呀 没有 据老朽所知 几位高手进阶不在 你是说张才良他们啊 他们不是人 李国明黑了脸 机前 我三令五身 密尔等不得擅自离营 你为何就是不听 执意抗命 机前冷然道 抗命 你真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就那几位祖宗 我倒是想管他们 管得了吗 你要想立威 尽管去各大家族 宗门要人去 少在我面前 吟吟狂吠 李国明生气之余 知道这是机前的计策 可话说回来 明知是计 他又能如何 难道真如机前所说 去各大家族 宗门要人 别逗了 大战在即 那几位祖宗 可得罪不起 不过也不是毫无办法 机前 说到底 你是神威君大将军 截至全军 不能约束部下 我该治你的罪 机前耸了耸肩 好啊 治罪吧 自我介绍一下 家父姬成道 有大帝之姿 老祖姬逍遥 准帝及强者 舅舅沐熊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沐山海 圣帝老圣主 怎么 难道你要因这点小事 得罪上面这些大人物 我是神威君大将军 不是你 想你一介文人 焉知何为治君 似你这般指手画脚 未曾参战 我君便会离心离德 届时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机前一通扣帽子 还真就把李国民说住了 倒不是多害怕机前的背景 现在大前当家做主的 正是机前背景之一 沐熊怀 主要是这件事太过微不足道 不值得抓点刑 还会提前得罪机甲 而且再怎么说 也不好用此事发难 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 下不为例 李国民转身离去 机前冷冷一笑 他早就知道 李国民所言究竟乃是何意 所谓不许出军营 倒不是防着机前 他手下那些歪瓜裂走 还真对李国民造不成威胁 更别说大前王朝了 如此做 其实是为了防止敌人渗入 虽说李国民巴布的这群人送死 但敌人渗透进来 可不都是奔着害人来的 尤其机前极有眼力 定能看出那人是敌国所派 平时不理 到了绝境 突然通过此人联系上离朝 进而反叛 可就得不偿失了 次日 机前刚醒 正吃饭呢 张才凉气冲冲闯了进来 机前 你这是何意 名义上放我们架 实则瓦解我们是吧 李贤以及一众领头人 紧随气候 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如若不然 要你好看 机前早料到他们会如此 笑道 各位 何必紧张 既然你们代表各大家族以及宗门 不论谁当指挥使 不还是由着你们随意摆布 也就个面子攻城 你们莫要在意 况且到了战场 指挥使等军官 定是敌军重要狩猎目标 你们若肩负重任 届时被人暗害 谁来统领族人 几人被机前说住了 也是 就他们这点浅显修为 别说离朝高手 就是机前这个顽固二世祖 也能轻松捏死他们 届时群龙无首 家族内部出了乱子 该当如何 既是如此 你为何不早说 早说 你们做得了主 想必昨夜 你们在家中时便已得到消息 汇报给了族中长辈 如此一来 岂不两全其美 张才良越想越不对劲 那你也应当早说 我们还能趁机和长辈们商量商量 有什么可商量的 你当你们的长辈 如你们一般 一点脑子没有 况且 你们若是直说 咱们个家族 宗门之间的恩怨纠葛太多 万一非说是我窜多的 岂不坏菜了 第125章 帝王的心思 众人顿觉有理 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 想不明白 也不好再问 只能醋没离去 娇娇在旁笑道 还是你聪明 三言两语 便能让他们听你所言 只是我也有些想不明白 既然你早有准备 应当直说才对 毕竟是提几人 机前没什么好瞒的 和盘拖出道 不把他们直走 投票根本办不成 至于他们是否能接受这一结果 接受更好 不接受 我也已达到目的 我就是想看看 谁更得明星 可是您要知道 那些脱颖而出的人 并不全是靠实力 或人品胜出的 也有那等威逼利诱之人 机前笑道 我选人向来看重两点 一是人品 二则是心机 若是用好了 对付起敌人来 会更省力 娇娇疑惑道 您莫非真有建功立业的雄心 把机前所有操作串联起来 娇娇发现 他所图更大 绝不仅仅是保存实力这么简单 机前笑而不语 他虽然喜欢摆烂 但谁能拒绝战争胜利后 赢得的名利 况且 机前可不想当俘虏 比丸固二世组这个骂名 可让人反感多了 把他们带好了 至少不用担心自己的处境 去吧 训练去吧 变成我的模样 并且千万别把那些家族 内部清定的领头人放在眼里 发号施令 一定冲指挥使去 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好 娇娇领命离开 虽是妖兽 但因可化人形 故而娇娇学过些真东西 将神威君十赢分成两波 让双方对打 并且不定时增加或减少双方人数 甚至让队友变成对手 以此考验他们的协作能力 虽说刚开始进展缓慢 但混变的好处很快体现出来 个赢与个赢之间都有熟人 生人又在相处中逐渐变成熟人 熟人与熟人自然也是熟人 加上领头人 只会使在中间撮合 所以 不论那一赢 长生殿内 李国明领着一杆文臣跪在左边 魏红臣以及一杆武将跪在右边 目占英居中 看到魏红臣的那一刻 文官们终于赞叹起了李国明的远见着实 好家伙 皇主看似毫无主见 实则早已不好了局 就连魏红臣也从边境拉了回来 再看其身后 保底是龙桥竞修士 且接战功赫赫 卓尔不凡 看来这次离朝要倒霉了 魏将军 昆朝那边 情况如何 启奏陛下 昆朝表面平静 但末将听人说 其在暗中布局 怕有与离朝结盟之事 慕雄怀冷冷一笑 结盟 指乎一样的盟约不足为惧 而且他可不是在过家家 早就做好了应对措施 只是并未对外宣扬罢了 既然如此 朕之弥天大恨 焉能报得 李国明忙站出来道 启奏陛下 兵贵神速 若是出气不易 只取离朝都城 届时离朝得入大前之手 昆朝焉敢进攻我大前 慕雄怀扫了一眼在场众人 诸位爱卿有何良策 臣 末将 等愿为大前肝脑涂地 慕雄怀笑道 我泱泱大前 天朝上帮 焉能聚一方蛮夷 使人小觑 你指 任太子为兵马大元帅 截至大前将士 魏弘成为大将军 李国明为君前 亲自遇使 如震清灵 文武百官面面相去 这番话并不长 却信息量极大 此战与先前同昆朝那场战事不同 并非防御 而是主动进攻 并且乃是国战 按说太子不应去前线 事出反常必有妖 慕雄怀此举 要么是有废太子打算 要么便是想钓鱼 看看太子长期不在独城 谁会按捺不住 后者可能性更大 毕竟兵马大元帅 虽是名义职位 却能将军功据为己有 使其继位更加顺理成章 魏弘成和李国明手握实权 各自代表武将 文臣立议 相互制衡 慕战因亲自坐镇 便能确保战士双方 不会闹矛盾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李国明可是文臣化世人 他走了 是不是意味着 陛下有意提拔武将 欲要铲除文臣 启奏陛下 微臣不善武刀弄枪 到了战场 若是纸上谈兵 害人害己不说 恐会令我大前损兵折将 到底百哈尔无一例 还请陛下三思 李国明站了出来 虽然只是猜测 并无真凭实据 但是权谋的要义之一 便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管沐熊怀到底想干嘛 必须得把风险扼杀在摇篮中 此事朕已决定 尽来身体每况愈下 已然困乏 诸位退朝吧 李国明大惊 什么意思 真要动自己不成 回到家 李国明命人将 吏部尚书李燕叫来 下官见过李丞相 行了 别客套了 坐吧 是 李燕恭恭敬敬 坐到下手 微笑道 不知李丞相叫 下官前来 所为何事 李国明白了李燕眼 冷笑道 你少装傻 陛下今日所言 十分可怕 怕是要对你我动手 不知李大人有何高见 李燕盲道 听凭丞相大人吩咐 装傻是吧 吏部尚书乃是天官 六部尚书之首 执掌人事任命 生杀大权 我走了 陛下第一个动的就是你 李燕笑道 丞相大人进来劳累 怎的就看不清眼前形势呢 敢问丞相 坐镇督城是好事 还是随军出征是好事 自然是随军出征 李国明可是个人精 自然不傻 坐镇督城 看似离权力中枢极尽 实则不然 从古至今 凡权臣者 必须坐视 这个是 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官员自查 也可以是带兵出征 因为只有用坐视当油头 才能把大量资源握在手里 比如此次国战 若是李国明担任兵马大元帅一职 且不说能和敌军对峙 换取朝廷更多资源 就是哪天不愤 率军杀回都城 也有理论上的可能 当然 只是理论上 沐雄淮河等样人 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不仅做足准备 还让魏红尘制衡李国明 这也是李国明担心之处 自己攫取不了资源 又远离朝廷 岂不是要任人拿捏 第126章 魏国寻花 怎么 难道我还能率兵杀回来不成 李国明狠狠瞪了李燕眼 李燕擦了把汗 笑道 自是不能 然姿势体大 牵扯过多 陛下绝不会节外生枝 让您从军 实事维稳朝廷 李国明皱眉道 何出此言 您想啊 陛下若真想出手 必不会选在双方胶着之际 怎么这也得大局已定 您回朝时 不然若是逼反 可就得不偿失了 李国明大概明白 李燕什么意思了 慕雄怀若想动手 必须得在自己没有军权 进到都城之时 如此一来 岂不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陛下如此做 究竟为了什么 李国明还是想不明白 陛下的心思 岂能瞎菜 李丞相 您放心 陛下动谁 也不会动您 李国明叹了口气 真是半君如半虎 时时刻刻担心 向上人头可还行 傍晚 神威君叫场 慕战英带着几名侍卫出现 见姬钱正在不远处 指挥各家族弟子功法 有模有样 不禁感叹道 到底有我皇室血脉 表弟呀表弟 你还是有些能耐的 结果刚走出没两步 当场傻眼 他修为比那些臭鱼烂虾 高出好几个境界 当时感知出 半空中那人不是姬钱 乃是一只神兽 素闻姬钱收服了一只玄天九尾狐 想必便是他了 慕战英苦笑连连 自己可真是笨 怎么就能这么轻易相信 姬钱会努力呢 百烂点 一百 姬钱感知到百烂点增加 知道有人来了 忙出帐篷 正好与慕战英撞个阵阵 表兄 好久不见 不知最近可曾去过花楼 我听说来了一批新女子 小妖戏的 能在手掌上跳舞 据试过没有 慕战英白了姬钱一眼 说正事 入帐 二人分主次坐定 慕战英道 父皇让魏红尘与李国民 随军出征一事 你可知晓 姬钱摇头道 我们跟笼子里的囚犯一样 出都出不去 也能知晓这些 慕战英笑道 少骗我 有那玄天九尾狐坐镇 你定然夜夜溜出军营 寻花问流 姬钱不理这茶 问道 你来此究竟所为何事 慕战英严肃道 此次出征 想必你也看出我父皇态度了 届时就是我和魏红尘能容许 李国民也一定会让你们送死 不然各大家族与宗门 绝不会鼎力相助 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可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姬钱哭笑不得 连日不见 他还到慕战英长进了 没想到 还是那等傻白天 从你的角度出发 必须得让他们送死 慕战英极重情义 忙道 万万不可 姬家字不必多说 别家虽说不太光彩 到底也是我前朝大家族 本宫身为一国储君 岂能如此 姬钱点头道 仁慈没错 但不能太为他人着想 慕战英苦笑道 所以我来找你了 找我 你别闹了 我什么德性 别人不知 你还不知吗 慕战英可不傻 尤其近日听说 姬钱之事后 更觉此人不简单 因而道 看在咱们亲戚一场 你帮帮我 也不是不行 威逼后面 还跟着利诱二字 用利益勾引 各大家族出手 未尝不可 尤其这些歪瓜裂枣 还没脑子 慕战英猝没道 我有点糊涂了 你这是何意 姬钱哭笑不得 自己这位表兄 也就是生得好 不然早被人玩死了 比方说 咱们攻打一座城池之前 可以先在神威军散布谣言 说是这座城有财宝法器 瞎编的名字 之后率军强攻 届时必有人来住 还源源不断 而且 此次进攻离朝 肯定不能拖得太久 必然指导黄龙 所以 强攻某一座城 不算害人 反倒符合战略 谁也说不出话来 慕战英恍然大悟 这感情好啊 既不动声色 又能达到目的 不愧是祭前 你还说 你不知道朝中大事 指导黄龙之事 可没人敢散步 积前哭笑不得 且不说我没去过沟兰 就算去过 沟兰这种地方鱼龙混杂 达官显贵各个要联 谁会常去 况且 我舅舅决心如此之大 若是随口说出 岂不是自找不痛快 更何况今天才说的事 我也得有空去才行啊 我能猜到这些 全英看透了舅舅的想法 你想啊 大前数敌无数 若是不迅速决出胜负 夜长梦多 届时群起攻之 大前岂能抵挡 穆战英苦笑道 论耍阴谋诡计 还得是你 积前上前道 我都这么帮你了 你是不是得跟我去个地方 那次去过花楼之后 我痛定思痛 一国储君不该纸醉金迷 更不能夜夜声歌 日日潇洒 荒废了大好年华 你要带我去哪 带你去花楼纸醉金迷 夜夜声歌 日日潇洒 长离城 望江楼 天字一号上房 穆战英和积前 躺在顶级皮毛 扑旧的大床上 任由面前二十位妆容出众 身材高挑 前凸后翘之女子骨色吹声 场面相艳至极 怎么样 边塞女子不一样吗 而且 这里远离都城 没人认识我们 想怎么潇洒 就怎么潇洒 穆战英并不说话 仔细品味着 边塞特有的曲调 不同于都城那些 酥软入骨的银词烂调 这里的曲子 慷慨激昂 颇有杀伐之气 仔细想来 战前如此调动情绪 倒也算为国寻花 阴战问柳 穆战英心理上好受多了 碰 正门被踹开 一个略矮的贵公子 走了进来 穿着锦衣玉服 翘脸十分精致 却因娇好身材 暴露女儿身 姬家家主之子 竟带着大前太子 出入烟柳之地 该当何罪 我的亲小姨啊 您小声点 穆战英认出此人 赶忙上前 穆婉雅笑道 这事儿要让你父皇知道了 可比之前那次还要严重 穆战英苦笑道 您就别开我玩笑了 话说 您怎么会来这等苦寒之地 当然是来见我了 高明然紧随其后 穆战英上下打量 暗暗叫好 这位镇边大将军修为 与自己一样 乃是龙桥镜 却能让手下人干笑死命 足以看出 此人排兵布阵的能力 有多恐怖 末将 小女子 拜见太子殿下 二位快快请起 第127章 投诚 若隔平时 穆战英或许还保持些许 储君之傲气 然今日是在花楼被撞见 二人越是多礼 穆战英越是不知所措 夫妻二人相视一笑 起身道 殿下 实不相瞒 今日来此 时应鸡公子有请 穆战英瞪了一眼 瘫在床上的机前 竟然跟自己 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即使如此 二位上座 分主次坐定 高明然道 素闻陛下有心征伐 只是不知末将这边 有何事可为殿下效劳分忧 助殿下一住 穆战英白手道 这等小事 何必劳烦高将军出手 将军守好边疆便可 高明然便道 还请殿下放心 日后有何需要 末将定当义不容辞 如此好的 现中心的机会 高明然自然不会放过 同时又向机前投去 一个感谢眼神 想不到这小子 安排得如此妥当 竟能在大战之前 安排太子殿下来 和自己见面 他哪里知道 机前并未考虑着许多 真就只是想战前 放松一番罢了 边疆全仰仗高将军 直此危难之际 本宫身为一国储君 焉能治国家 威亡于不顾 高明然和穆完雅 如此红果果的投诚 难道说真就瞧不上高明然 这个龙桥敬大将军 不过仔细想想 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便是穆战英完全没听懂 毕竟深宫高院长大 哪里如机前一般 是个人精 因此 高明然摘下手上一枚戒指 双手呈上 殿下 此乃末将当年与敌军作战时 无意缴获的至宝 乃是递接法器 名为是能戒 一经使用 凡您修为之下者 若中宏光 修为暂施 还望殿下笑纳 穆战英忙推诿道 高将军万万不可 本宫此次出征 有诸般高手护刑 想来必无大碍 反倒是您 有朝一日战事胶着 必从您手里调兵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戒是您更需要 给您你就拿着 机前看不下去 从一脸猛的高明然 手里拿过戒指 拽了穆战英手 硬往食指上戴 表弟 万万不可 不可搁屁 你莫非还想让李国民参你一本 经机前威逼利诱 穆战英这才勉强收下 高明然与机前相识一眼 苦苦笑了一下 看来自己猜得不错 太子殿下不是不想 将自己收入麾下 而是真的笨 不过无妨 他身边有机前这个人精 听闻穆雄怀 又有心栽培这位皇太子 日后不愁 不能继承大统 正想间 忽有龟公推门而入 领着红鸾 恭敬来至四人面前 启禀高将军 鸡公子 红鸾姑娘带到 龟公恭敬行礼 高明然从袖中 拿出一颗夜明珠 谈玻璃球一般 谈到龟公手里 下去吧 龟公大喜 一边道谢 一边笑吟吟吟离去 红鸾猛猛懂懂道 这位公子好生面生 不知何方人士 尊姓大名 穆战英生怕 机前又暴露自己身份 忙道 在下不过 这两位顾骄罢了 不值一提 姑娘 快快请起 说来也巧 虽说论相貌 机前不若穆战英 甚至还更胜一筹 然而红鸾最喜穆战英 这等兵兵有礼之人 加之看出高明燃身边之人 来历不凡 不敢造次 便来至穆战英身旁服侍起来 机前也不生气 起身道 我还有钥匙在身 你们玩 见机前要走 高明燃 穆丸雅极有眼色 也纷纷道 我等也有钥匙 告辞 穆战英苦留不得 便只好一人留在房间 纵情声色 机前与高明燃 穆丸雅来至二号上房 高明燃笑道 殿下不惊雕主 日后李国明等人发难 如何招架得住 一边说 一边笑 机前笑道 此事决定权在我舅舅那里 他既认定 穆战英是大前未来国君 只要他不犯傻 李国明翻不了天 不提穆雄怀还好 一提 高明燃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皇帝心狠手辣 不想晋升出这等儿子来 也算一桩奇事了 今日劳烦鸡公子煞费苦心 来日若有机会 高明燃必报大恩 不用麻烦了 来日到了战场 咱们之间别玩心眼就成 这是自然 高明燃到底乃是武将 虽说喜欢藏风 又因修为不高 阴谋诡计时的出神入化 到底不似文官一般不忠国民 更不会拿大前国运开玩笑 更何况 机前和他算是同门 如何能耍心眼 纪公子 实不相瞒 在下还有一事 想请您略施元首 我 机前有些不敢相信 高明燃在几位镇边将军中 虽不出彩 到底修为也比自己高 哪里用得着自己 有些事我不好 和太子殿下说 只好求教于您 半个时辰前 陛下派人下达秘旨 要我明日进京面胜 该当如何 你不会是怕我舅舅杀你吧 高明燃苦笑道 果然瞒不住机公子乏眼 机前哭笑不得道 诚然 半君如半虎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也不至于时时遭人嫉妒 日日有性命之忧 此次出征 李国民随行 文官群龙无首 乃是我舅舅故意为之 照你进京 八成是想让你统领皇城进军 助他一助 也算是对你的考验 高明燃愈发不解 陛下城府极深 有何事须我出手 至于考验 似乎更是无从谈起 机前解释道 出征一事 于皇上而言也是小事 他为何还要装病 要手下人猜他想法 说白了 有些事他不能直接出手 就算大家都知道 是他背后受益 也得瞒着 至于考验嘛 魏红尘就是例子 陛下有心 将军权一一交于我那表兄 你手握重兵 自然应看看你 站在哪边 而既然你已送出法器 便不必担心 高明燃恍然大悟道 机公子是说 陛下要动文官 机前点头又摇头 是也不是 依我看来 舅舅是想钓鱼 太子随军出征 皇城有意戒备不言 谁敢造次 便杀谁 高明燃猝没道 举全国之力出征之余 竟还有心腾出手来 收拾国内一些狼子野心之人 陛下所图 非小小离朝那么简单 第128章 更朝死子 那是自然 我的这位舅舅 看似无为而至 但从他的修为上 便能看出端倪 实则是个争敬之人 欲要一统天荒大陆 见机前看得如此通透 高明燃输了口气 还好 还好与此人结为同盟 一同支持太子殿下 不然就凭自己 那点拙劣的眼光手段 非被他玩死不可 多谢机公子指点迷惊 就不打扰您了 高明燃知道 机前来此时为放松 若是一直与他待着 多半领他不悦 便起身要走 慢着 木丸雅将其叫住 好不容易来花楼一趟 你不好好玩玩 眼见木丸雅调侃自己 高明燃哭笑不得道 媳妇 你别捣乱了城吗 藏风可以 可媳妇来了 还流连花楼 岂不是过犹不及了 木丸雅哼了一声 丢下一句算你识相 转头离去 高明燃连忙跟上 丝毫不顾机前 这个单身狗的看法 不就是娶了个 临时加风的公主吗 有什么可装的 机前翻了个白眼 叫来归宫道 给我多领些女子过来 专挑英姿撒爽者 不论数量 算到隔壁那人头上 归宫见有生意 自然不会拒绝 转身离开 不一会儿 领来足三十名姑娘 也是机前来得巧 恰逢降温 凡人者接窝在家里 不愿出门 修饰多戏军中将士 害怕敌军趁此机会偷袭 便都严阵以待 故而 花楼中好看女子 几乎都有时间 很好 下去吧 归宫走后 为首的一名女子 站到机前面前 行礼道 奴婢翠儿见过公子 素闻公子爱听曲儿 可奴婢生来笨手笨脚 不善私主管弦 不知可否能留下 演奏的姑娘上了床 给机前按摩 其他人则一字排开 站在机前面前 或骨色吹声 或迎风而舞 十分灵动 机前满意道 不愧是长离城低花楼 诸位按摩手法果然特别 竟与修饰一般无二 翠儿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迅速消失 收了力道 笑道 公子言重啊 牧婢看来 是您整日沉迷此间 修为有损 机前冷冷一笑 哪怕机长安那种级别 道心也是极坚定的 不会有损修为 更何况 自己修为不高 完全达不到跌进的标准 因为达到这个境界 本就不需要多坚定的道心 慢说鸡家 就是一些没落的大家族 与机前同龄者 也有比他修为高的 因此 一般修士不会说出这等话来 可翠儿如此说 摆明了是想引导机前这么想 让他放松警惕 机前就泼下驴道 是我感知有错 看走了眼 看你如此用力 莫非不是自小之子 翠儿笑道 公子果然会掩饰人 实不相瞒 奴婢本是边疆良民 一年前被更朝一伙 溜进前朝的贼寇掳走 幸而高将军部下率军组结 这才获救 然父母已被敌军所杀 无依无靠之下 只得出入此地 混口饭吃 积前笑而不语 确实 各皇朝不乏贼寇四处流窜 但些伤天害理之事 只是贼寇不傻 为何要在边疆掳掠 长黎城确实也算大都市 虽不比帝都 到底也有些粮草财宝 可话说回来 紧爱边疆又是中枢要害所在 傻子才会来出这个眉头 看来又是个落无霜一般的间谍 而且这个间谍很是特别 乃是死子 没有命令 一直静默 关键时刻才会启用 这种人最是可怕 渗透时没有明确目的 只是为了渗透而渗透 且能满足任何需求 足以看出更朝准备之充足 同时也能证明 更朝和离朝以狼狈为奸 一旦开战 或许他们也会趁机进攻前朝 既然你如此之苦 不如跟了我 日后随我出征 服侍左右 如何 务必在这里挺好的 机前 有意思 竟然还跟自己玩 欲擒故纵的把戏 看来是个高级间谍 不行也得行 机前命人将龟公叫来 指着翠儿言道 把他卖给我如何 龟公忙道 公子 您这不是打小人的脸吗 您若想要 小人做主 送给您了 龟公是个标准的打工人 哪里做得了主 只因老板交代过 这位机公子不是凡人 又和高明然交吼 全是滔天 不论他看上什么 一定送之 届时所获必将颇多 这才如此 翠儿 听到了 翠儿含泪道 奴婢遵命 记得去隔壁讨赏 下去吧 小人遵命 龟公信冲冲离开 机前上下打量着翠儿 不得不说 这姑娘还挺会装 明明已经高兴的合不拢嘴了 却还要表现出 一副难过的样子 不过也好 他装得越想 自己对他无条件的信任 便显得愈发真实 又听了话曲儿 机前觉得无聊 便瞒着木战英 带着翠儿 悄悄回了神威军军营 娇娇正躺在机前床上 便做他的模样 装睡 见机前回来 忙起身 又看见翠儿 灯石冷了脸 摆烂点 一摆 你能不能有点追求 大战在即 让我帮你练兵也就算了 怎地还悄悄溜出去 寻花问流 甚至把人带回来了 机前笑道 人家说我是大前第一顽裤 做出这等事来 似乎不奇怪吧 娇娇冷然道 早知如此 本姑娘当初就不该 听信你的鬼话 越想越无奈 娇娇气地剁了两下脚没办法 此人乃是自己主人 不论如何不着四溜 也得忍着 只是话说回来 穆湛英不是与他同去了吗 怎得救他一人回来了 你不会拿大前储君 换了这么一个货吧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要换 我也得换红丸呀 娇娇叹了口气 消失不见 机前部里 伸了个懒腰 躺上床 翘起腿道 爷累了 来 给爷捶捶腿 翠儿不敢忤逆 上前轻轻捶腿 带着哭腔道 公子 奴婢向来卖一不卖身 你出去打听打听去 哪个姑娘跟我待一晚上 不得胖三斤 翠儿一时之间 竟没听懂机前这话是何意思 但她已亮出实际行动 一把将翠儿抱住 扔到床上 千钧一发之际 娇娇现身 有没有点素质 我虽然是狐妖 可也是个女性 别当着我的面 干这种事情吗 第129章 赖账 别不要脸了 升职隔离懂不懂 你就算有灵时 也休想 与我相提并论 机前一脸厌恶 娇娇哼了一声 冷然道 休怪我不现身帮你 机前怒道 你是我所欲妖兽 也能与我对着干 还有没有上下尊卑的观念了 什么狗屁上下尊卑 我可不是你的粗食丫头 少对我忽来喝去 机前攥紧拳头 终是无奈至极 对翠儿白手道 你先下去吧 翠儿表面开心无比 实在有些失落 若是能与机前关系更进一步 来日更好套取情报 可惜被这妖兽打断了 翠儿走后 机前换了副面孔 竖起大拇指道 不愧是玄殿九尾狐 竟能看透我之心思 若不是你 我怕是不知该找什么台阶 才能下得来台 娇娇愣了一下 你何出此言 机前哭笑不得道 都已经走了 别再装了 此人是更潮间谍 被我带回 实是为了利用 让我表面上 却是因他漂亮 这才带回 因此 必须得行些苟且之事掩人耳目 若无你大闹一场 怕是要失身于这更潮间谍了 娇娇恍若大悟 黑着脸道 你想多了 本姑娘 只是看不惯你的猥琐行径罢了 言罢 十分傲娇地消失 次日 机前睡得正香 忽有人气冲冲闯进帐篷 怒道 机前 你还有心思睡 机前醒来 见来者不是别人 乃是自己表兄 大前皇太子 异国储君穆战英 打了个哈欠 笑道 表兄 你回来得可够早的 怎么不再玩会儿 穆战英攥紧拳头 怒道 昨日你为何不告尔辞 并将所有花销算到我头上 机前醋没道 您可是我表兄 出去玩有表弟花钱 岂不是打您的脸 况且 身为东宫太子 为几桌花酒钱如此动怒 传扬出去 像什么话 穆战英脸上轻一阵红一阵 东宫太子 并不像普通人看起来那般高贵 恰恰相反 其实处处受限 而且正值战前 穆战英未想因穆雄怀号召 将所有财宝全部捐出 哪里还有钱 没钱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还得向人求助 尤其对方还是高明然 怎么这也是自己长辈 穆战英觉得丢了脸面 这才不爽 然而姬战如此说 却也能说得过去 便道 离开情有可原 算我账上 也算你有理可依 可玩归玩 闹归闹 岂能往军营中待人 姬战来到穆战英面前 低声道 原来 你是纠结此事 实话告诉你 我带来那人不是别个 是个羽若无双一般的探子 来自更潮 还是一枚死子 极度危险 既知是间谍 为何还要如此 穆战英十分奇怪 你可真笨 有了他 我便可传递假情报 穆战英促眉道 不可能 更潮探子 如何能把你的情报 准确误传递给黎朝 况且 黎朝也得幸福啊 姬战自信满满道 你等着看吧 穆战英冷冷一笑 依旧发自内心认为 此事是姬战色心大发所为 劝戒道 战争不是小事 你贪生怕死 我理解 毕竟乃人之常情 可千万别固步自封 反倒害了自己 违背了你苟且偷生的初衷 姬战真想好好教教这个表兄 什么叫阴谋诡计 不过仔细想想 他能这么着也挺好 尤其这种人畜无害 人人拿捏的傻白田 最有希望得到一些隐藏势力的支持 到时候玩不转了 还有穆雄怀兜底 不用担心 下不为例 穆战英气愤离去 姬战不理 命人叫来翠儿 听说你昨晚在外面缩了一页 翠儿忙道 奴婢无处可去 此地又是军机要地 故此不敢乱动 姬战把娇娇叫出来 你先别管他们的训练 在这里看好我的这个小拼头 省得被那些恶狼看见 生吃活泼了 我出去一趟 你去干嘛 用得着向你汇报 娇娇呲了下牙表示抗议 姬战视而不见 转身出门 丞相府 李国民坐在正厅 处理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奏折 按说这些机密文件 不能拿回家里 但陛下重病 军政要务接系李国民一人处理 加之他即将出征 不能常在宫里待着 便在寝室沐雄怀之后 将家里当作办公室 骑兵老爷 姬家鸡前公子求见 一名小司进来禀报 鸡前 李国民停下笔 冷然道 让他进来 另外 看茶 是 不一会儿 小司领着鸡前进来 另有一名面容交好的年轻姑娘 给鸡前沏了杯茶 鸡公子有何要事 非要见老朽不可 李国民并未正眼瞧鸡前 继续埋头处理公务 百忙之中抽出空来 敷衍鸡前 也没什么要事 就是想让你给我们配些新伙夫 得是女子 最好各个未出阁 因为那几个伙夫做的菜太烂了 大家吃不惯 李国民脸黑的能杀人 你是奔着换伙夫来的吗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鸡前耸了耸肩 不换也行 因此失去了战斗力 你可别怪我不全力以赴 李国民叹了口气 别看鸡前这理由 找得极为别角 但还就得满足 人家这点小爱好 道理很简单 还没上战场之前 必须得尽力安抚鸡前 等两军真正开始交战 李国民才能报仇 宰相肚里能撑传 李国民怎么可能 连这点气量都没有 况且事后 也可以用此事餐 鸡前一本 一举两得 因此道 我府上有几位姑娘 勉强说得过去 你若喜欢 尽管挑去 鸡前冷冷一笑 到底是李国民 时刻不忘给别人挖坑 真要是动了 李丞相府上的丫鬟 传扬出去 人家还说我鸡前仗势欺人呢 罢了罢了 我自己挑吧 不劳李丞相费心了 言罢 鸡前起身便走 李国民淡淡说了句慢走 翻了个白眼 继续处理公务 离开丞相府 鸡前去见穆战英 不行 绝对不行 咱们是去打仗 还是去消遣 好家伙 居然还想从我 太子府借人 你难道一点忍耐力都没有 第130章 找人看着 我的清表兄 你忘那个串 是更潮间谍了 我得找人看着他 正好 你身边应该有些女修 让他们镇着 方能不出事 真的 穆战英将信将疑 你相信我 我虽然喜欢白烂 但也不至于用自己的性命 开玩笑 穆战英仔细一想 顿绝有礼 便大手一挥 命侍卫带来几名女修 领头之人名叫燕燃 约某二十岁出头 修为却已至龙桥竟出妻 其他人最次也是住击期修为 果然如基前所说 穆战英身边藏着高手 有空我带你去画龙池 多修炼一下 不然被几位来历不明的女修超越 你的脸可没地方放 穆战英竟想激励基前 算了吧 你难道会看着我出事 而置之不理 似你这般有情有义之人 定会为了你的废物表弟 努力修炼 我说得对吗 穆战英翻了个白眼 还真就被基前说住了 他这种人最要面子 极害怕别人道德绑架 偏生基前是个道德绑架的高手 便极其无奈地叹了口气 少说废话 带他们走吧 再见 基前连谢字都没说 带着燕燃等人 回到神威军军营 刚进帐篷 基前便看见前日选出的指挥师 王家女修名叫王俏者在帐中恭候 谁让你擅闯本将军营帐的 基前面露狠色 王俏却并不怕 指着床上瑟瑟发抖的串 没好气到 敢问大将军 这女子是何人 基前看向娇娇 娇娇别过脸去不说话 按理说 娇娇完全可以变成基前模样 好好和王俏解释 可这姑娘傲娇得很 分明是存心让基前难堪 还有 你身后那些女子又是什么来头 基前 我本以为你是正人君子 没想到传言乃真 你一戒顽固 平日花天酒地也就罢了 竟还要将这些女子领到战场上 怎么 你莫非亲见女子 届时要将她们当作礼物 送给敌军不成 基前叹了口气 一个娇娇已经够基前瘦了 没想到又来一个王俏 别看修威不怎么样 说起话来 竟有板有眼 真是让人头疼 军中伙食你不是不知 我找他们来 时事为大家着想 为大家着想 王俏被基前气笑 大家都是修士 伙食跟不上 岂会影响战力 况且这几人食指不沾阳春水 能做出什么好饭菜基前 你若是不将他们送走 我不干了 王俏转身便走 基前无心和王俏解释 叫住他道 看来 你是个为这些女子考虑的正义之事 如今转身便走 岂不人设崩塌 是留在我身边 监督我 不让我伤害这些女子 还是就这么夫妻离开 不管他们的死活 你自己选吧 王俏愣住 都说基前不学无术 如今看来 他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基前这一番话下来 王俏还真就无法拒绝 韩生道 你若是敢胡作非为 我可不会跟你客气 随你便 基前贪手 王俏哼了一声 快步离去 娇娇上前道 抱歉啊 我没拦住他 基前不理娇娇 冲翠儿打了个响指 翠儿便怯懦地来到基前面前 从今天开始 你跟着他们在火房待着 随他们驱使 可能明白 翠儿羞涩点头 基前看向燕燃 燕燃笑着点头 回来时 基前已经告诉燕燃 翠儿来头 让他好生看管 如今落到燕燃手上 翠儿并不知晓 未来等待自己的 究竟是什么 走吧 燕燃招了招手 便带着几个宫女和翠儿 一并离去 你女人缘可真好 这几人又是修饰 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娇娇调侃基前 基前吃之以鼻 赶紧训练去 平时不努力 暂时等死吧你 娇娇气得 轻轻捶了基前一拳 当天夜里 翠儿悄悄出了迎杖 左手食指指向半空 便是一道清光滑空而去 他们负责帮翠儿传递情报 牧下已得基前信任 情报上在套取之中 翠儿说完 放飞学生鹰 学生鹰震翅高飞 飞出不到三里地 忽有一道倩影踏云而来 一把将其抓住 先手撒下些雪花 便令着学生鹰晕了过去 转身飞回军营 进入基前营帐 双手承上 基前听过声音之后 将学生鹰放飞并倒 很好 就这么监视他 不管有任何风吹草动 随时告知我 明白 燕然转身离去 三日后 早上 李国明大幅翩翩闯进基前营帐 基公子 日上三竿了 还睡呢 基前拿起枕头 砸向李国明 美好气道 有病吧 大早上吵吵什么呢 李国明闪身躲过 基公子 您看我是何人 基前伸了个懒腰 没错 砸的就是你 李国明不和基前一般见识 基公子 陛下有令 赵宁进攻 兵发之日愈发临近 今日此去 想必是为适师 做好准备 言罢 李国明离去 半个时生后 长生殿外 文武大臣分裂两边 基前作为神威军大将军 位次 紧在魏弘臣之后 穆战英则站在正中 闭着眼睛 默默想事情 陛下有旨 宣皇太子穆战英 及丞相李国明 镇边大将军 魏弘臣等上朝觐见 随着太监传旨 文武百官跟在穆战英身后 驱步入殿 行三跪九寇大礼 穆雄怀依旧是那副死出 修为在大前数一数二的他 装成一副病烟烟的样子 有气无力道 钟爱卿能一个不辣 来见朕 朕甚是欣慰 李国明初班道 启奏陛下 黎朝屡次挑衅我大前 藐视皇威 人神共愤 天地不容 老臣请命 兵发黎朝 调明罚罪 离亭扫学 使其千里无人 兵发黎朝 调明罚罪 离亭扫学 千里无人 穆战英连同文武百官一并起誓 武将自不必多言 就连那些文官也多半血气方刚 好似十分期待一般 姬前冷笑不语 战争没他们想得那么简单 真到了战场 这帮人非得吓尿不可 诸位请占决心 正已知晓 出征一事事在必行 除太子 李国明 魏弘臣 姬前等人外 其余人退朝吧 穆雄怀依旧不动声色 城府极深 第131章 商议战术 其余人时去退出 就连宫女太监也一并被穆雄怀平退 大袖一挥 便是一块投影石砸在地上 将离朝山川地理 要塞不妨进阶展示于众人面前 诸位皆是万里挑逸之能人 兵者 韬掠掩 排兵步阵事无巨细 还望诸位畅所欲言 莫要藏私 李国明站出来道 据微臣所知 离朝未做准备 看似被我前朝天威震舍 实则有意诱我深入 不如将计就计 假意直取离朝皇城 实则兵分多禄 剑职火家等离朝大家族 若能将其消灭 离朝无依无靠 自然任我拿捏 鸡前嘴角勾起一抹笑 别人不知 鸡前还能不知李国明在想什么 如前朝一般 各大皇朝皆是家族 宗门支撑着的 虽然皇族中也有强者 但说到底 双方其实共掌天下 尤其前朝 虽然有鸡前外公 以及穆雄怀等强者镇着 但全凭手腕 宛如刀尖上填血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被这些家族被刺了 所以 征伐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便是能为皇族提供新的助力 比如离朝那些大家族 既可以用来制衡 前朝本朝的势力 也能让这场战争结束得更快 毕竟用现代话说 这些家族是离朝股东 股东们都投降了 底下员工自然没有 抵抗到底的理由 所以拉拢他们 实则也在 沐雄怀计划之中 而这刚好触动 李国明的利益 诚然 他在前朝树敌无数 并且 新势力必然不会和他的死敌 沆瀣一气 可那样的话 局面会变得相当复杂 尤其自己还身居要直 但高 就这么大 势力不可避免要遭削弱 这才如此建议 好稳坐钓鱼台 启禀陛下 末将以为 我前朝虽有四大家族 连同十大宗门坐镇 却并未直接参战 若是贸然动摇离朝根基 此战将旷日持久 届时不好把控因此 还应暗示 离朝各大家族 我军此去 只为歼灭离朝皇族以及伙家 其他家族可坐壁上官 届时目的达到 定会撤离 待指导黄龙 遵守诺言也好 撕毁盟约也罢 全在我们 基前并未说话 等的便是魏弘臣这番话 这个二愣子 固然不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但他常年带兵打仗 从战争角度考量 也肯定不会支持李国民 李国民冷笑道 魏将军乃是武将 怎的比老朽这个文官还要胆小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方为大丈夫也 魏弘臣并不上当 笑道 李丞相此言诧异 战争不是打擂台 罪继匹夫之勇 一害无穷 李国民登时大怒 正要发作 慕雄怀立声道 魏弘臣 你放肆 堂堂丞相 岂能为你一介武夫随意指责 魏弘臣大惊 盲跪下道 末将之罪 慕战英求情道 父皇 望您念在魏将军一介武夫 布施大体分上 饶了他吧 知晓慕雄怀深意的基前和李国民 皆笑了笑 慕雄怀此举 看似问责魏弘臣 实则是在护他 基前还好 闭嘴不言便可 李国民就不一样了 明知慕雄怀在玩自己 还得假惺惺跪下 求情道 陛下 魏将军也是无心之举 望您恕罪 慕雄怀冷哼一声 魏弘臣还不屑过李丞相 魏弘臣也是对得起自己身份 竟看不出其中深意 执拗到低着头 不理会慕雄怀 基前叹了口气 一帮笨蛋 要不是自己也在 非得被李国民玩死不可 念及此 基前使了的小法术 一道灵气打在慕战英后脑勺 慕战英回头一看 基前正宠他实眼色 很快会议 踹了魏弘臣一脚 怒道 你莫非要造反不成 魏弘臣见慕战英如此说 便知不屑不行 不情不愿抱拳拱手道 谢过李丞相 大战在即 谁都不许声势 慕雄怀看似在提点魏弘臣 实则是在敲打李国民 末将遵命 继续说 魏弘臣起身 站在影像中 将自己的想法一一说出 火箭装作击达潜入一事 足以证明 离朝一有心动我前朝 因此 边疆屯兵 乃是必然 依末将看来 应当积敌一须 避敌一时 大军一发其上 扬作纠缠 精锐一分为二 自南北两面入得离朝 若遇强敌 绕道而去 避开军事要塞 专攻粮草屯机所在 搅个天翻地覆 并向离朝都城 以及火家挺进 离朝若是不救还则罢了 若派正面之敌前去营救 我中军便便杨为主 或依情况支援南北两军 让开要道 又敌深入 则必胜之 沐雄怀又惊又喜 前面那一番话 还算重归重举 可最后又敌深入四字 却乃点睛之笔 神来一手 若能诱使离朝军队入前 引向各大家族 他们岂能再作弊上官 届时 敌军主力被他们拖住 沐雄怀在利用阵法 将大军全部派往离朝境内 大势必成 机前 你也算大将军 怎地一言不发 沐雄怀看向机前 机前别提多无奈了 沐雄怀也太腹黑了 这种时候 居然还爱得自己 依我看来 魏将军此计固然绝妙 只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提前计划始终是提前计划 不能应对突发局势 俗话说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 若是诱敌入境 各王朝积极响应 一发其上 便就得不偿失了 若不是顾及皇主威严 沐雄怀真想翻个白眼 这番话看似有用 实则鸡肋 比废话还废话 朕要你说说自家看法 沐湛英附和道 表弟 你修为虽不高 义不前心 然却十分机灵 此时正是你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也能闭口不言 其前真想杀了沐湛英 你个笨蛋 难道不知道 老子是被你爹拎出来 当替罪羊的 陛下 太子殿下 我不学无术 人称大前第一顽固 不过是大前王朝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罢了 也能在您二位面前造刺 都是千年的狐狸 李国民如何不知沐雄怀和姬前 这是何意 二人摆明了 在打太极 依我看来 姬公子所言即是 不应让大前境内百姓遭殃 战火应始终保证停留在大前之外 因此 魏将军之计并不高明 应当再论 第132章 计划之中 既然李丞相如此驳斥魏将军 想必已有良策 莫要拘谨 快些说来 姬前见李国民挑事 非得说自己反对魏红尘 便将问题抛了回去 李国民万万没想到 姬前一介修士 竟然如此明白官场的门道 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 魏臣属实束手无策 还请陛下见谅 慕雄怀冷笑着不说话 束手无策 这两个人精 一个比一个会装 李国民自不必多说 姬前这小子 主打一个谁都不得罪 魏红尘之际 姬前定能看出端倪 若是反驳 便得罪了魏红尘 若是不反驳 便相当于卖了家族 可慕雄怀偏偏不让他如愿 姬前快些说 无论是对是错 朕一概不咎 这可是您说的 出乎慕雄怀预料的是 姬前竟然脸色一变 兴奋起来 如魏将军所言 我军阴遣一军与敌正面相持 再分南北两军 精锐皆在北军 不惜代价步步为营 快速推进 北面没有大家族的地盘 又无要塞 就算离朝早有准备 也不过伊山川河流进行阻击 难挡我军大势 你们看这条 我军前便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 无险可守 因此 敌军见我势如破竹 必然在通天河旁边的这个传送阵集结 并一起传送逃离南军 则可趁北军进攻之际 悄悄绕到这个传送阵周围不防 等他们到来 击溃更好 若无法击溃 便拖住敌军 等北军精锐感到 一发其上 将其吃下 退一万步讲 就算无法拖住 布下传送阵 让国内诸军迅速前往 也能达到目的 再调转枪头 或驻中军 或去南县兼敌 胜利天平 必会倾向我方 慕雄怀经坐而起 南军人数不可太多 且须皆是修士 路上更得小心翼翼 且兵贵神速 谁能担此重任 机前孝道 某家不才 愿率神威军前往 为陛下分忧 慕雄怀 慕湛英 李国明 魏弘辰 什么意思 一向惜命的机前 竟然主动请英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陛下 机公子虽不常于修行 却善排兵不振 若将此重任交与他 大事必成 李国明生怕机前反悔 赶紧跪下添油加醋 机前 你可想好 此去必将千难万险 且神威军绝无后路可言 你还准备亲自前去吗 陛下 请容机前斗胆 我身上可有皇室血脉 此时不迎难而上 更待何时 好 慕雄怀不经笑叶如花 为红尘之计固然好 但各大家族 宗门不是傻子 肯定不会置之不理 可若是让机前孤君深入 肯定固然好 若达不到目的 被豊朝吃了 也能促使各大家族全力以赴 也算一个好办法 慕湛英也对机前另眼相看 想不到这小子还有这一面 真是开眼了 既然如此 便依你所言行事 他日奏凯回朝 镇定重重有赏 机前行礼道 但愿陛下不再责怪机家 机前便就知足了 出了长生殿 慕湛英一把拉住机前 你今日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放心 不止神威军 军中好手 只要你看上 我一定亲自帮你要人 助你一臂之力 机前摆手道 不必 神威军我便用得极顺手 说完 机前离去 慕湛英看着机前背影 有种说不出的钦佩之情 原来他的顽固皆是伪装 可真是把自己耍得够呛 神威军军营 大将军营仗 什么 你疯了 我告诉你 你想建功立业 我管不着 但别让我当炮灰 老娘不吃你这一套 崔玄听机前说 要孤军深入 惊讶得何不拢嘴 别闹了 我像那种人吗 你好好想想 还有更合理的策略吗 崔玄摇头 虽然他十分看不惯 机前的摆烂行径 但这小子的脑子还挺好用 提出的那个计划 简直天衣无缝 既满足战争需求 也能缓和各方矛盾 堪称妙手可那又如何 咱们不还是得被派去送死 送死 怪到你能被我三组抓住 真没脑子 你好好想想 咱们若在北军或中卷 人家不是想怎么害咱们 就怎么害咱们 可若是成为一支孤军 并且以隐蔽行动为由头 断绝与上司的来往 不让他们瞎指挥 还不是咱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崔玄恍然大悟 倒也是 与其和那帮孙子同流合污 不如自家闯荡 命运也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可话说回来 在离朝眼里 咱们可是敌院 一旦被发现 必将伸手易处 你有把握瞒天过海 机前指了指火防方向 太有把握了 崔玄苦笑一声 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身家性命 竟交于一丸裤之手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并非退无可退 机前的城府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从这件事来说 这小子主动请应 担任神威军大将军 芭城就是为了这一天 这意味着 他早在一开始 就想到最好的进攻策略 并依据这一策略 积极准备 别说这个年龄 就是那些百十岁的老家伙 心思恐怕也没他这么缜密 而且 机前和崔玄说过沐雄怀的想法 他只想让火家和离朝皇族覆灭 不动其他家族 这意味着 这场战争看似慷慨激昂 实则只要形成默契 几乎不会出什么岔子 结果显而易见 所以 或许还真就能立大功 届时崔家或许也能扶摇直上 不说比肩姬家 也能摸到其他三大家族的脚丫子 小子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你还未曾婚配吧 你要干嘛 机前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 别闹 我这把年纪 自然不会吃你这嫩草 只是我崔家上 有年轻女子倾国倾城 不知 你可有意愿见上一见 算了吧 机前赶忙摆手 就崔玄这脾气 自己要没看上人家 怕是又得找上机家大闹一番 何必呢 你会后悔的 崔玄转身离去 黎朝都城 皇宫正殿落丰殿 文武百官整齐列于两旁 皇主洛宇嘉 端坐于龙椅之上 冷冷审视着 站在街下 正中的大前礼部尚书孙成言 也是这小子寸 没什么背景不说 还不是修士 且血气方刚 听沐雄怀说 要派一位能臣前往黎朝宣战 当即主动请英 看着面前高高在上的那位黎朝皇主 孙成言丝毫不慌 此人不过二十岁出头年纪 修为野菜龙桥竞出妻 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 赵大前那位老谋深算的皇帝差远了 第133章 开战 你虽是外臣 然出使本国 应重礼仪 建了阵 为何迟迟不跪 龙椅上那位年轻人 有些不满孙成言的剑阅举动 孙成言见状更加有底气 足以看出黎朝内部有多不和 赵前朝差远了不瞒陛下说 外臣此番前来 实为下战书 哦 洛宇嘉丝毫不慌 底下那些官员 似乎也早就知晓 虽偶有人小声议论 到底不算轰动 前有兵部尚书之女 潜伏于太子身边 今又有火家庶长子 火箭图谋不轨 更是屡犯我前朝边境 是大前皇威如物 火家乃至黎朝皇室 罪该万死 人人得而诛之 洛宇嘉毕竟乃是皇帝 本就宽宏大量 加上孙成言孤身前来 又在戒备森严的皇宫之中 故而洛宇嘉并未急于治罪 而是像玩弄猎物的猎人一般玩味道 兵部尚书若见离合在 班中闪出一人道 启奏陛下 洛大人公务在身 不在都城 洛宇嘉点头道 火家可有人来 班中又闪出一人道 火家虽是离朝境内大家族 但不能上朝一事 洛宇嘉两手一摊 冷笑道 既然如此 如何向大前天朝谢罪 好保我离朝永世太平 文武百官被洛宇嘉的阴阳怪气逗笑 偌大的朝堂竟毫不严肃 反倒像极了市井花楼 孙成言一人站在其中 显得格格不入 陛下 您博学多时 莫非不知战书何意 外臣此来不为问责 时应愤怒至极 战端一开 民于整个火家 做好死无葬身之地的准备吧 孙成言来时便知 自己将会九死一生 早就报定了为国捐区的决心 便把话说得极难听 力求洛宇嘉给自己一个痛快 到时也好占据法里 毕竟两国交战不斩来时 孙成言 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死 门都没有 朕会把你关起来好好折磨 看到时候 你们家皇主来不来救你 孙成言自然也考虑到这一方面 笑道 陛下 我没记错的话 您不是上次和我前朝皇主见面的那位吧 那次之后 那位皇主好像被沐熊怀气到了 寻了处风水宝地闭关不出 将皇位交给自己儿子 便是孙成言眼前这位少年郎 不过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离朝境内流言飞语此起彼伏 都说洛宇嘉窜了他老子的胃 把他老子幽静起来了 你也在 洛宇嘉冷冷一笑 这些事就不劳烦你这个外臣操心了 来人 给我把他关进天牢 要热情 要礼貌 要冷暴力 两名侍卫上前要嫁孙成言 孙成言大秀一挥 厉声道 老朽虽无修为 却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自己会走路 言罢 扬长而去 洛宇嘉悄悄翻了个白眼 老匹夫 等我打到大前都城 有你哭的时候 陛下 前朝此番来势汹汹 我们该如何应敌 吏部尚书陈亮出班道 不用怕 先前我父皇忌惮前朝 是因昆朝也有吞并我离朝之心 如今经我拉拢 至少会坐壁上官 届时前朝必败无疑 洛宇嘉知道 底下这帮人根本指望不上 索性不合他们一事 命太监珊呼退朝 回到寝宫 火家家主 火上等候多时 行礼道 陛下 孙承言此来 看似已卵击石 实则带有目的 言明只对皇族与火家出手 齐心可诛 洛宇嘉虽说年轻 却不似穆战英那般天真单纯 自然知道孙承言来此的目的 听说前朝成立了一支 由境内各大家族 宗门之人组成的军队 名为神威军 您的意思是说 二人相视一笑 战书下达的那一刻 便是动手之时 穆战英 魏弘臣 李国明等人 暂且坐镇 北军二十万人 交由魏弘臣手下一个名叫 祭天双的杜海靖 圆满修士率领 中军五十万人 由李国明手下一个名叫 催眼的杜海靖初期 修士率领 南军字不必多说 离朝的应对也相当迅速 抵挡北军的是 火家一个名叫 火炎凤的杜海靖后期修士 以及他率领的三十万大军 抵挡中军的是 洛宇嘉叔叔修为达彼岸靖初期的 北海王洛峰 以及他率领的六十万大军 火家家主 火上亲自率领火家全体修士 寻找神威军的踪迹 双方修为最高者 便是火家家主 但并未出现在正面战场 故而出彩的修士并不多 显然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藏着底牌等关键时候用 北军和中军进展还算不错 虽然有些伤亡 但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姬前这边可就惨了 最高战力不过崔玄 火家家主却非同反响 可能和准地进的姬长安比不了 并且神神秘秘 没人见识过其真正实力 但少说也得是轮回进初期水平 秒杀他们简直不要太简单 而且火家有几十万之重 一人一口唾沫 也能把神威军淹死 休息时张才良美好气道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年 竟跟着你来这一国他乡送死 李贤冷声道 我们死了 家族岂能坐视不理 届时死者更甚 着实让这小子找了一大群人陪葬 真是幸运至极 再敢乱我军线 小心我手中落雨剑无情 机前亮出落雨剑 两人只好暂时闭嘴 但话说回来 萦绕在神威军头上的阴霾 却无法散去 自从得知火家倾尽全力寻找 这支部队的那一刻 他们就有了滑遍的想法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家族 都绝对不能和火家为敌 因此 机前必须得把某些事摆在明面上 你们俩好歹是家主亲定的领头人 平日里看起来鬼精鬼精的 怎么这会儿突然犯笨了 连你们都知道 你们一旦没了命 各大家族和宗门 哪怕碍于面子也会出手 火家难道不知 李贤和张才良面面相去 对啊 火家又不傻 干嘛非要让事态升级要知道 离朝的大家族 数量是五大皇朝最少的 就算和昆朝同盟 并拉拢了更朝 也没必要把仇恨往自己身上引啊 第134章 免死金牌 机前进一步解释道 火家全部出动的目的 是想把我们围在南面 南面有两个不弱于火家的宗门 分别是天风宗和灿宗 他们想将咱们送到这两大宗门面前 最好被其消灭 借而使得各大家族 宗门必须来南面 而这两大宗门也不会坐以待毙 必然逃亡 火家再使些小伎俩 让各大家族 宗门得罪离朝其他势力 便既能借刀杀人 又可逼所有势力出手 张才良和李贤面面相去 如此说来 咱们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 只要特别注意 别得罪这两大宗门 火家也好 离朝其他家族也罢 绝不会动咱们 机前孝道 不用特别注意 哪怕真的擦枪走火 伤到两大宗门的人 不用咱们开口 他们会主动了解缘由 就算咱们是故意的 他们也会帮咱们解释 两人相视一笑 也是 这场战争 他们本就不想参与 若是因为一点小摩擦 便将神威军消灭 到时候 可就不是丢脸那么简单了 就算最后赢得胜利 两大宗门 也一定会因为和离朝各大家族死战 而元气大伤 届时被吞并是迟早的事 他们才不会这么傻 同时 二人也惊讶于机前的城府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顽固二世祖 不仅玩得花 想法也和他们不一样 竟然能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 为自己和整个前朝所有家族 宗门找出一条活路 果然和沐雄怀沾亲戴故 阴险至极 不过还好 至少目前机前并未对他们不利 或者说 双方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机前不是笨蛋 自然不会和他们为敌 那还等什么 咱们赶紧往北走 一定要完成陛下交给我们的任务 机前白了血气方刚的李贤一眼 确实 火家也好 黎朝皇族也罢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敢动我们 避免激化矛盾 但你们想想 咱们要是没死在其他宗门手上 黎朝北军又被西数歼灭 一臂断肢 他们又怎会坐以待毙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很可能会狗鸡跳墙 那一你看来 咱们该怎么办 难道在这里一直等着 等两军僵持 其他皇朝纷纷下场 做看堂堂大前被人蚕食 机前摇头道 遇事要动脑子 具体计划 我不便和你们细说 但既然咱们都是 一条船上的兄弟 就绝不能不听命令 为了家族也好 为了建功立业也罢 约束好你们的族人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张才良和李贤 虽然十分不满 机前以老大自尊 但没法子 论心计 此人远超他们 能将他们安然无恙带回去的人 只有机前 必须暂时忍他 一手机前钻进林子 叫出娇娇 你化作我模样 找到崔玄 让他护在你之左右 尽量别和他们接触 假装我在军中 你要去干嘛 我去闯一闯灿宗山门 听说他们历来厌倦战争 只想偏安逸于 或许可玩一出将计就计 礼带逃江 娇娇听得云里雾里 怕机前孤身一人 在异国他乡 恐遭他人暗害 便从身上解下玉佩 递给机前 此物是三年前 我与族人相会时所得 其名苏小 修为甚高 主人乃是黎朝徐家老祖徐广成 也算一号人物 不论何方势力 见了这东西 定会饶你一命 机前把玩着玉佩问道 这么好的东西 你怎么不早拿出来 娇娇傲娇道 我忘了 不行吗 当然可以 机前并不计较此事 到了生谢 便将玉佩收进储物戒指 转身离去 火家临时驻地 翠儿将神威军位置报告给上司 几经辗转 送到火上手里 火上之地火藏看了信后 醋没道 更朝怎会如此好心 不遗余力帮助我们 火上笑道 预料之外 情理之中 不论更朝是否猜到我们的目的 阻止前朝迅速轻吞我们 乃是他们当务之急 最好能让前朝底牌进出 方才有利于他们 故而自然要助我们一助 你速派人带人前去骚扰 伴做天风宗与灿宗子弟模样 让人瞧见 再绑来几人 分别丢在两大宗门之外 去吧 遵命 次日早上 天心宗领头人苏杭帅几人 在林中进修 呼得一箱扑鼻 苏杭修为不过聚气竟初期修为 且现年三十有二 早知自己无望出头 道心不稳 便被这股异乡影响 起身往林子深处走去 几名弟子见状连忙跟上 走出没两步 便见一座水池 矗立在林子中央 热气扑面而来 似是一眼温泉 烟雾缭绕之下 似有倩影正在洗澡 苏杭面露喜色 抬脚要去 被弟子拦下 苏师兄 今早季前那小子特意交代过 遇事不可擅自行动 应当禀报于他 如今咱们上了他的贼船 只好听他的 苏杭艳道 鸡前与我天心宗向来有过节 也能听他的 况且 水中那人若是探子 带禀报了鸡前 黄花菜都凉了 言罢 苏杭不理众人劝阻 纵身来至池边 但见一名女子正背对他 一双玉璧轻撩水面 竟令苏杭不由的满脸色相 在低头看去 地上一件粉衣 似有金丝镶嵌其中 形成一个菊花图案 好似是灿宗特有的衣物 谁 女子呼得回身 先是一愣 旋即含羞一笑 苏杭不知事迹 手中亮出一柄长剑 立声道你是何人 为何出现在此 女子妹笑道 你过来 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苏杭骂了声不要脸 长剑司空 砰砰砰 激起无数水花 凝成剑气 直奔女子 女子欲闭一挥 便令剑气烟消云散 旋即踏空而来 狱卒灯在苏杭脸上 将她踹倒 并踩在她肩上 骂道 偷看老娘洗澡 还先动手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这时 天心宗几名弟子 赶过来助阵 却哪里是这女子对手 欠手轻点 便是一道无形之力 将众人拍飞 女子趁机穿上衣服 扛起苏杭纵身离开 天心宗弟子们不敢身追 连忙去见姬钱 刚一进帐篷 便看见张才良等人 冷冷坐在一旁 气氛很是凝重 姬 姬公子 不好了 苏师兄被人抓去了 姬钱似乎并不惊讶 其他人也都冷眼旁观 仔细说说 几人哪里还顾得上颜面 一字不落 将来龙去脉 讲给姬钱 第135章 调试 姬钱冷笑道 你们天心宗怎么回事 个个都是色鬼投胎不成 张才良等人 被姬钱逗笑 却碍于颜面不敢笑 身子静抖得 像筛糠一般 姬公子 大难当前 还请您莫要计较昔日恩怨 一定助我等寻回苏杭师兄 知道了 下去吧 几人面面相去 却也不敢忤逆 只好退下 张才良冷然道 怪道你说 让我们必须听你话 算上苏杭 已经有四名弟子被抓 而且动手的不是天风宗 就是灿宗 火宗反倒像消失了一样 就差把货水东引四字 写在脸上了 李贤附和道 是啊 还特意搞个温泉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哪里来的温泉 依我看来 是苏杭他们自己做死 咱们犯不上为他们冒险 李贤倒不是多为姬钱考虑 而是想独善其身 若是姬钱让所有人 一起去寻这些人 便就得不偿失了 李公子说得对 他们家弟子也好 在座诸位也罢 都做个证 不是我们不管他们 而是他们自己做死 为避免连累天心宗等宗门或家族 咱们暂时不能出手 几人纷纷点头 该说不说 姬钱这小子 有时候还挺讨人喜欢 还挺听他们话 几人走后 娇娇变回原本模样 看向崔玄道 若是姬钱在 会怎么做 崔玄没直接回答娇娇 能化人形 到底也是妖兽 为何竟毫无尊卑观念 如此轻蔑主人 娇娇嘟囔道 她可不配当我主人 崔玄笑得更欢 娇娇若真如此想 何必不遗余力 帮姬钱训练神威君 说到底 不过是个口是心非的傲娇之人罢了 你做得很好 姬钱向来讲究 已不变因万变 并且既然无人伤亡 等她回来 再一不迟 娇娇这才输了口气 带兵训练她游刃有余 但若是完全谋 还真无法和姬钱相提并论 生怕给她惹来什么麻烦 灿宗宗门外 该死的臭娘们 有本事滚出来 老子绝绕不了你 苏杭手持长剑 穿了一身旧衣 脸上身上都有伤痕 很是狼狈 原来 那女子抓走苏杭之后 为惩罚她 将她衣服扒光 还不解气 竟将她储物戒指中 携带的衣物全部扔掉 只给她留了一件脏衣 并将其打晕 醒来后 苏杭发现自己 在灿宗宗门之外 便有心寻仇 虽说知道自己修为不高 但背后可站着天心宗呢 想必灿宗一定会给自己一个说法 一位女弟子 见苏杭嘴里不甘不敬 呼得杖箭飞出 立一声道 你是何人 为何光天化日之下 如我灿宗 苏杭美好气道 你还好意思说 你们灿宗门人 竟敢欺辱于我 该当何罪 这女弟子 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下不再生气 问道 可曾记得那人长相 或知其人性命 一概不知 然其衣服行制 和你身上相同 女弟子点头道 即使如此 小女子先向公子道歉 待我禀明师父 查出原委 一定还你公道 不行 女弟子要走之时 被苏杭拦住 你若离开 我该去寻何人 让人进去禀报 你留下 暂且陪给本公子 重做丫鬟 女弟子勃然大怒 登徒子 我本有心帮你 不想你禁色心大发 看见 话音刚落 女弟子见指苍天 叫一声沙 一道清光直冲云霄 忽悠降下 化作雷芒 把苏杭拼了得外焦里嫩 奄奄一息 这女弟子乃是 灿宗宗主关门弟子 名叫陈希儿 修为已达渡海境初期 岂是苏杭能碰瓷的 灿宗大殿 机前坐在下手 有条不紊地 吃着面前的山珍海味 身前是灿宗十二位长老 以及宗主明玉 皆是女子 因所习功法缘故 哪怕大长老已年于百岁 仍然娇俏可人 如崔玄一般 看不出年龄 老者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相较而言 比较年轻的宗主了 明玉不过才三十岁出头 本就是女子最可人的年纪 加之修为 已达神火静初期 皮肤润如羊枝 面色美似娇羊 华服虽厚 却阴生的高挑 好身材若隐若现 一双桃花眼 更是时刻寒情 端低一副知性美女模样 鸡公子 好吃吗 只要你肯留下 日日皆有如此美食 大长老开口 看机前的眼神 好像久未近视的恶狼 发现羔羊 机前打了个寒战 此前榴莲花楼之时 机前就曾听闻过 离朝灿宗的传闻 无数岁月以来 无论多辉煌的家族 宗门都会因为 某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原因 而迅速没落 一旦没落 其余家族 宗门便会一拥而上 天资聪颖尚且好说 必被人以礼相待 一生无忧无虑 可若是天赋平平 便要另当别论 男修常被冲军 女修则有可能被人抢取为妻 三百年前 说话的这位大长老 便是其中之一 他出自当时一个姓成的大家族 因和皇族争权 双方已斗了近百年 成家早已不复当年 更是在他二十岁那年 族中最后一位老祖被人暗杀 年轻一辈的天才也都战死 故而 皇族与火家 趁势将成家一网打尽 幸运的是 大长老卓尔不凡 被火家看上 邀请他成为火家外姓弟子 得到礼遇 但看着成家那些毫无天赋的女修 被押往皇城 大长老于心不忍 找了个机会逃离火家 解救了那些女修 建立双宗 当时参与权斗的家族不止成家 大长老便依附于那些家族 一边苟且偷生 一边努力修炼 并暗中笼络人才 天荒大陆上最不缺的 便是身不由己的女子 经历三百年的暗中发展 双宗已坐拥近百万女弟子 大长老修为 以致轮回近圆满 坐下步伐名誉这等高手 又一向不参与权斗 故而站稳了脚跟 江湖上人人都说 参宗弟子皆貌美如花 但却并不自爱 如狼似虎 机前只当他们在开玩笑 不想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大长老 咱们还是说回正题吧 已过一夜 您是否已作出决断 第136章 参宗倒戈 大长老胡的面色冰冷 严肃道 火家确实与我有些旧仇 当年成家女子 不少都被其聚为己有 然而 参宗非我一人之参宗 而是诸位姐妹之参宗 也能为一己私利 不顾家国 何为家国 家已破 国归贼 若是依旧与贼同盟 岂不令人耻笑 大长老被机前激怒 正要反驳 先前打晕苏杭的那个名叫 陈希儿的女弟子 扛着苏杭走进来 将其扔在地上 行礼道 启禀诸位长老 师父 此人在山门前出言不逊 如何处置 苏杭 机前认出此人 他是你的部下 大长老眼中满是杀意 机前却并不怕 实不相瞒 这位确实出自我神威君 但非我姬家人 而是出自天心宗 神威君驻地 距此地有些路程 他修为又不高 如何能至此处 大长老不傻 并且十分忌惮 机前背后的姬家 便问陈希儿道 希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希儿便将对话仔细讲来 竟有这等事 长老 我已严令弟子 近期不可下山 在外游历者也全都召回 怎么可能有人折辱旁人 并且正好撞上神威君 名誉十分疑惑 大长老韩生道 八成事有人故意为之 机前小子 你是否知晓此事 机前来时 故意没提火家 祸水东引一事 并且交代燕燃 一定要让翠儿传出消息 等的便是这一刻 大长老 我若猜得没错 伴做灿宗弟子之人 乃是火家弟子 如此做 正是想让灿宗 与神威君大打出手 届时神威君全军覆没 我朝四大家族 以及十大宗门避讳出手 便能裹挟灿宗参战 不用机前说 大长老便猜到怎么回事 火家向来阴险毒辣 大长老并不惊讶 只是看机前这意思 好像他早就知道一般 莫非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那你说 我们该怎么办 灿宗陪神威君演一出戏 之后袖手旁观 任由皇族与火家覆灭 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机前微微一笑 谈判和做买卖一样 求尚德忠 不能一上来就报低价 得给对方留足砍价的空间 也能更好 让对方接受 过去这么久 诸位仍旧举气不定 机前只好退而求其次 相信大长老也会得机前一个面子 咱们各自安好 诚然 机前所言极有道理 平灿宗目前处境 只能如此 但话说回来 此事牵扯过多 大长老不敢轻易行事 皇族与火家一旦覆灭 黎朝群龙无首 届时若被前朝逐一攻破 可就得不偿失了 你还没资格和我面对面谈判 让木战英来 大长老下定决心 打算拒绝机前的提议 机前早有预料 才到大长老心中所想 言道 出征之前 陛下曾令我参与谋划军机要事 李国民趁机提议 假意与黎朝皇族与火家为敌 实则借机铲除黎朝各大势力 被陛下否决 为何 大长老虽不知机前所言是真是假 但想看看 这小子到底想说什么 便顺势问了下去 我做过一个梦 梦里 听人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个叫曹操的军阀 在关渡之战 击败了一个叫袁绍的军阀 袁绍两个儿子争权 被曹操抓住机会 把袁家地盘收入囊中 事后 曹操想去袁绍地盘当卫王 其手下一向忠心的巡御不干了 曹操便将他赐死 说什么 也要前往袁家地盘 讲到这里 机前戛然而止 明玉疑惑道 这是为何 这个名叫巡御的人 分明是位曹操好 怕他被敌人暗害 曹操莫非不知 三长老笑道 巡御实在太过忠心 不懂便通 四长老冷然道 少拿你在花柳之地 听来的无聊故事打岔 你究竟要说什么 机前不理 看向大长老 大长老紧绷着的脸上 突然浮现笑意 随后上前道 机公子 你细说说 我们该如何配合你 半个时辰后 机前扛着苏杭离开 陈希儿跟着离开 明玉以及诸位长老连忙上前 你一言我一语 问大长老这是何意 机前口中的巡御 便是李国明 袁绍地盘 便是黎朝 沐雄怀则是那个曹操自古至今 凡雄才伪略者 必善之恒 所谓战争 哪怕国战 亦逃不过这两字 沐雄怀既然狼子野心 便定会借我们之手 制衡黎朝内部各大势力 届时不仅可保灿宗无恙 说不定还能更上一层楼 众人更是疑惑 明玉却率先明白 大长老言下之意 这机前年纪轻轻 想不到城府如此之深 也是咱们灿宗有破绽可循 一来门下弟子 出自天南海北 二来与皇族 伙家矛盾重重 并无所谓为国之心 被他算计了 大长老却不这么想 这小子伸得他那舅舅真传 打一棍子给一颗填枣 开出了一个 咱们无法拒绝的条件 一个时深后 神威君驻地 机前把苏行还给天心宗的人 美好气道 下回再不听我命令 等着赔上老底吧 天心宗的人 虽然不爽机前这副嘴脸 却也不敢反驳 只能低着头不说话 机前没理他们 带着陈希儿回到帐篷 见帐中坐着一位 和机前一模一样的人 陈希儿心生疑惑 瞬间感知到 此人乃是妖兽所变 拔出宝剑 立一声道 拿命来 机前大惊 赶忙拦住要出手的陈希儿 大姐 你吃了枪药了 能不能先搞清楚状况再出手 陈希儿一愣 歪着脑袋道 莫非他是你安排的 据我所知 能说人言之妖兽甚多 敢能变人样之妖兽 只有神兽玄天九尾狐 凭你这等修为 也能令其心悦成福 娇娇虽看不惯机前 到底乃是口是心非 岂能容许旁人如此诋毁他 本姑娘生性散漫自由 没人能逼我做事 如此做 正是因为极为敬佩他 而且 他所欲神兽 非我一人 还有两只 说完 娇娇变回女子模样 如起袖子 竟不顾二人修为差距 又要和陈希儿动手 你就别添麻烦了成吗 机前推了娇娇一把 向陈希儿解释道 我若是无故脱离军中 岂不让人怀疑 第137章 故意暴露 也是 陈希儿反应过来 却又有了新的疑问 你军中莫非有间谍不成 机前笑道 若无间谍 我家焉能如此迅速 发现神威君所在 陈希儿点头道 那你为何还要 带着我在军中随意乱转 岂不是故意暴露 机前意味深长道 到底是灿宗宗主的关门弟子 小脑袋瓜 还挺灵光 机前谈了陈希儿一个脑瓜崩 后者有些呆萌 并不生气 摸着脑袋来到娇娇面前 抱歉姑娘 是我一时冲动 你莫要介意 娇娇不是那等无理取闹之人 便哼了一声 转身欲要离开 你去哪儿 管得这么你 机前早已习惯娇娇的臭脾气 知他并非真的生气 便道 你留下 和陈希儿一起配合参宗演戏 我出去一趟 又出去 你不会寻花问柳去吧 我告诉你 这是在敌国 而且两朝已然全面开战 一旦被抓 没人就得了你 这不是有你吗 我可不管你 你要是出了事 我第一个再得再武庆祝 机前拍了拍娇娇肩膀 转身离开 陈希儿上前道 小女子陈希儿 见过姑娘 来时机公子一讲明细节 烦请姑娘坐下 听小女子细细讲来 你竟然称她为公子 莫非不知 她乃大前第一顽固 天荒大路人尽皆知 陈希儿猝眉道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诚然 机公子看似人品欠佳 然而细想之下 却并非如此 姑娘有所不知 其他地方小女子不敢胡言 但就离朝而言 王公贵族各个看似清高 实则人品堪忧 府中强强之名女数不胜数 逼梁为昌者 更是十有八九 与之相比 机公子只去花楼 而不惦记梁家女子 简直乃大善人也 娇娇哭笑不得 也就此人修为高 又是大宗门宗主的关门弟子 背景极深 不然早被人拐跑了 一个时辰后 天风宗宗门外 宗主封与千帅十名弟子 围着三人 一言不发 这三人便是与苏杭 一并被带走之人 如苏杭一般 招惹天风宗 一招 早已料到 这是他使得离间计 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一名弟子上前恭维 封与千并未因此感到开心 火上不傻 自然知道 这等拙劣伎俩能被人识破 但一次两次尚可 若是火上一直如此 封与千还真就可能束手无策 毕竟他能管住自己 却压不住族人怒气 早晚有一天 得和神威军兵戎相见 这是封与千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虽然和灿宗不同 天风宗弟子 皆是离朝人 有参战的必然理由 但话说回来 一场注定赢不了的战争 何必参与 更让他感到怒不可遏的是 此前离朝一直在挑衅前朝 天横宫也好 火家也罢 他们难道傻 不知道若前朝倾尽全力 离朝必败 不管他们到底是真的傻 还是心怀叵测 天风宗也一定会沦为 他们前进路上的垫脚石 启禀宗主 鸡前求见 一名弟子踏空而来 鸡前 封与千十分惊讶 因天风宗行事作风 还算过得去 和皇宗那样欺辱别人 所以和灿宗关系还算不错 因此 封与千已得知 鸡前拜访过灿宗 并且与其截下盟约 如今又为何要来找天风宗 带他来 是 不一会儿 那名弟子领来鸡前 在下鸡前 见过封宗主 封与千冷然 倒若能说出个一二三 还则罢了 不然本宗主定 让你有来无回 话音刚落 周围几名弟子 亮出法器 鸡前丝毫不慌 在下此番前来 是想请封宗主成人之美 素文宁心机颇深 在下便不多言火家 皇族之事 试想一下 若是离朝与火家 进阶覆灭 天风宗岂不是要扶摇直上了 天恒宫呢 封与千敏锐察觉到 鸡前话里的漏洞 不仅火家忠于皇族 天恒宫也不遑多让 届时 天风宗可分不到多少利益 实不相瞒 我曾参与最高军事会议 只听陛下说 要灭离朝皇族与火家 天恒宫却是只字未提 你还算诚实 鸡前笑而不语 他早已查过天风宗底细 宗门中的几位老祖 不像灿宗的长老一般 手伸得极长 反倒知道疑人不用的道理 因此一直专心突破境界 宗门事务 全都交由封与千全权负责 封与千虽然城府极深 但却和鸡前一样 没什么进取心 故而鸡前以实情相告 免得此人猜到实情之后 不信任自己 封宗主 咱们借一步说话 放肆 其中一名弟子不悦 被封宇谦拦下 在几人目瞪口呆之下 封宇谦竟真就与鸡前离开 不应该啊 天风宗没道理 和鸡家勾勾搭搭搭 坐壁上官多好 不远处 封宇谦施了小法术 在两人周围照上一层屏障 隔绝一切声音 画面 是外部看不清里面人 听不到任何声音 说吧 封宇谦冷冷开口 鸡前便将计划合盘拖出 好啊小子 想不到你这号纹裤 竟有这等城府 真是难得 听闻你与穆湛因关系匪浅 又身负皇族血脉 可有取而代之的雄心壮志 鸡前孝道 大前有一龙桥 尽修为的镇边大将军 宗主可曾听闻 高明然 正是此人 其整日流连花楼 看似不似进取 实则心怀大志 不过是在藏风 然我不同 我本就不想努力 此番出战 实事迫于无奈 若是报仇 亦或其他正义理由 我或许还能出力 但这种关乎权谋的不义之举 我真没兴趣 只要能明哲保身就够了 风雨千脸色极为难看 不知该笑还是该哭 鸡前根古极佳 是个修行的好苗子 而且身份不俗 聪明伶俐 若肯努力 必成大财 而且不是那种阴险狡诈之人 而是能真正化解各方矛盾 有帝王之相的雄才 在风雨千看来 鸡前甚至比沐熊怀还要厉害 甚至于说 只有此人 才能让天荒大陆永远和平 第138章 骗过火上 可惜 此人竟是个顽固 毫无进取之心 不过无妨 鸡前就算无心进取 风雨千也有的是办法 我会全力配合你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事后再说 好 鸡前答应下来 随后告退 见屏障撤去 弟子们纷纷上前 宗主 您为何如此高看那小子 大家很是不解 风雨千冷笑道 你们手艺不潮 但眼光太差 这人可远比你们想象中厉害得多 我选择支持他 便是因此 不然整个天风宗 都得为我的错误 选择付出代价 几人无比惊讶 宗主 您修为如此之高 百病不轻 焉能益正 那可是基前 人人唾弃的顽固二世祖 别说让咱们天风宗覆灭 就是一个小宗们 他怕也难以对付 风雨千冷然道 不论我是否看走了眼 帮他一把走没错 而这 也正是此人的可怕之处 众人更是不解 傍晚 沈威军驻地西南方 大批灿宗弟子突然出现 各个英姿飒爽 手持长剑 由宗主名誉的四弟子 齐双率领 仗着自己渡海境中期修为 一马当先杀入其中 顷刻间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半个时辰后 周围已无活物 如人间炼狱一般 满目疮痍 成片成片的焦土 冒着白烟 令人触目惊心 机前带着谨慎的 神威军弟子逃离 歇息时 翠儿悄悄溜走 将消息传递出去 两个时辰后 火藏拿着信 大笑着来见火上 您猜怎么着 那帮人如纸糊的一般 被齐双那个婊子 杀得头破血流 毫无招架之力 火上并不惊讶 接过信看了之后 低声道 你可曾带人去看过了 火葬点头道 齐双虽不是灿宗第一天才 却也修为极高 现场已成焦土 八成无人生还 机前他们是死是活 也已不再重要 火上却道 你真的没发现任何一点 火葬皱眉道 您是说 这一切可能是假的 灿宗并未大举出动 机前又还活着 想来应是真的 火上大怒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封信 重重拍在桌上 火葬拿来一看 大惊失色 此信亦是更朝寄来 严明一神秘女子 出现在神威军中 并依据服装样式 推断出此人系灿宗弟子 我屡次劝你 莫要只重修为 不学全谋 你就是不听 若非更朝实情相告 又由我作证 你怕是早被机前 那臭小子蒙骗过去了 机前河等样人 虽说顽固轻浮 却心机颇深 自己明显轻敌了 再者说 你难道不怀疑灿宗那帮人 灿宗大长老 恨不得将我们火家 以及皇族生吞活泼 岂能全力帮助我们 火葬低头道 是我目光短浅 轻视敌人 此后绝不会再犯这等错误 火上冷哼一声 并不说话 次日 神威军再次现身 翠儿如实禀报 火葬见过之后 更绝无奈 也因此十分憎恨机前 想不到这小子如此阴险 自己差点上了他的档 然而不到一个时辰 更朝那边又传来消息 说是机前率神威军 误打误撞进了天风宗地盘 正巧触发护宗大阵 伤亡惨重 火葬盲暴之火上 火上笑道 真是天助我眼 机前小儿 仗着会耍阴谋诡计 自以为能将我等完 弄于股掌之中 却只顾全谋 修为不高 阴沟里翻了船 老祖三思 思以为机前城府极深 岂能如此 轻易败给我们 火藏刚上过机前的档 心有余悸 并不相信 火上一脸恨铁不成钢 该遗食你不遗 不该遗食 却有着许多鬼心眼 真令我失望 神威军此次覆灭 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其中并无强者 认不出阵法在情理之中 况且我已得知消息 前朝诸家族 宗门蠢蠢欲动 天风宗义正分批向北而去 便是最好佐证 火葬恍然大悟道 也是 天风宗如此大动干戈 想必觉得自己惹了祸 待在防守薄弱的南边 必然落败 故而冒着危险前往北面 也好有个照应 天风宗此举时 乃小人行径 开战时不出手 如今闯了祸 却将南面拱手让人 家主 万万不可令其得逞 火上摇头道 俗话说 置之死地而后生 若将其逼上绝路 来个鱼死网破 于各方而言 皆得不偿失 反倒过犹不及 其前往北面也好 我们顶在前面 虽不能和离朝各大势力相提并论 却也能拖延些许时日 待北军大获全胜 来南支援 倒也可以接受 况且灿宗仍在 也可继续祸水冬应 或许更能达到目的 火藏恍然大悟 佩服道 想不到老祖已计划好一切 一开始便未相信灿宗 实乃高手也 火上十分受用 战术后退 瘫首道 这就叫一山 还比一山高 与此同时 天风宗秘境 一名弟子提着翠儿出现 将其重重扔在姬前面前 翠儿抬头一看 见周围皆是熟人 且都换上天风宗弟子衣物 大惊失色 很奇怪吧 奇怪我们怎么都没死 好端端站在你面前 姬前蹲在翠儿面前 勾起他的下巴 翠儿只觉 这一切绝不可能 经历过灿宗一事 他也曾怀疑过 这是姬前所舍之计 然而天风宗不是灿宗 岂能与姬前同流合污 公子 您在说什么 奴婢不明白 虽然不知为何 但翠儿还以为自己并未暴露 故而故左右而言他 别装了 打从第一次见你起 我就知道 你是更朝间谍 把你待在身边 等的就是这一天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呢 终于让我骗过了火家家主 那个老狐狸 翠儿见已暴露 索性心一横 闭上眼睛道 要杀要寡 随你处置 你走吧 翠儿下定决心 要为国牺牲 等了许久 不想却等来这三个子 你 你这是干嘛 不怕我告发你 没事 有人看着你嫣然 送他回更朝 是 嫣然虽不理解 姬钱为何如此 但穆战英有令 让他一定遵命 故而嫣然并未反驳 将翠儿提起来 冷然道 走吧 小间谍 我早就应该想到 你是姬钱派来监视我的 翠儿苦笑连连 第139章 偷袭 现在知道也为时未晚 若有一日 你想弃暗投明 我十分欢迎 姬钱冷冷笑着 翠儿猝没道 弃暗投明 我生是更朝人 死是更朝鬼 焉有明暗之说 也是运气好 损失的并非 我更朝的忠诚良将 来日再见 我定饶不了你 就别来日再见了 今天好好和这个 看似纹红的人精 永远道别吧 崔玄剑串狼子野心 恐后患无穷 故而欲要动手 被姬钱拦住 作为间谍 被人发现之时 你已失去作用 况且传回去的 又是假情报 你以为你 还能得你上司信任 不仅不会 恐怕会因 给更朝徒增麻烦 而招致报复 似你这般娇俏可人 就算不死 怕是也要为奴为弊 自此红颜丛枯骨了 绝不可能 翠儿似是极有底气 着实斗下了姬钱 赌一把如何 若真如我所说 便足以证明 更朝已烂到骨子里 俗话说 良情择木而期 届时任我拆遣 也算恕罪 如何 走着瞧 翠儿到底被姬钱说动 竟不敢直接答应 姬钱将燕燃拉到一旁 盯紧了他 我虽与他打赌 却万不能为了打赌 反倒害了你 若是对你不利 或有一心 直接处决 燕燃笑道 公子放心 奴婢别的不会 杀人却是挤拿手的 鸡钱点头道 路上小心 顺带将你那一干姐妹 全都走吧 事成之后 直接回前朝 不必来找我 燕燃猝眉道 公子 若是我等都走 届时无人护您左右 万一出事 该当如何 要不咱俩也打个赌 不久后 我定能回前朝 好呀 燕燃不假思索道 若公子真赢 奴婢便求殿下 将奴婢赏给公子 啊 鸡钱有些不明 所以 怎么扯到这里来了 这倒不必 不等鸡钱表明 自己并不是那等人 静可气的淫贼 燕燃解释道 公子有所不知 待在殿下身边 实在太累 又得照顾起居 还需时刻提防 跟在公子身边 反倒解脱 鸡钱明白过来 倒不是 觉得自己魅力不大 燕燃训练有素 绝不可能轻易动情 若是如此 定有缘由 上路吧 公子 告辞 燕燃将翠儿 五花大绑带走 行啊 鸡钱小子 堂堂两大名门 竟让你呼来喝去 崔玄得空 凑过来夸奖鸡钱 鸡钱宠辱不惊 两大宗门本就 不愿参战 我不过顺水推舟罢了 崔玄却不这么想 谁都知道 离朝内部分崩离析 并不团结 可这几日 若是换作旁人 我们早已全军覆灭 而且你这祭策属实毒辣 先和燕宗演一出明戏 不论火家是否相信 再和天丰宗 一起照葫芦画条 必然能骗过火家 这还不算 听燕宗那个名叫 陈仙儿的小提子说 他们大长老 似乎有心与鸡家交好 想找个女子 与你小子成亲呢 鸡钱笑而不语 鸡公子 准备得差不多了 动身吧 丰与谦踏风而来 落地后火急火燎 来到鸡钱面前 我们也好了 丰宗主 咱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不理众人的瞠目结舌 堂堂天丰宗宗宗主 丰与铅进 主动向鸡钱抱拳拱手 倒不像前辈与后辈 与同辈兄弟一般无二 诚然 天丰宗虽然在 黎朝十大势力中 名气不大 更是远远比不上鸡家 但论地位 却能与鸡家相提并论 身为宗主 丰与铅实在有些掉价 而这也能体现 鸡钱的恐怖之处 仅见过一面 丰与铅便无体投地 这人的口舌功夫 真非一般人能比 神威君并未使用 天丰宗在黎朝的传送阵 而是在夜色的掩护下 夹杂在天丰宗弟子之中 向目标地点前进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鸡钱听说 火家家主偶然间 得了一件天接法器 名字未知 能监视黎朝境内 一切传送阵的开启与关闭 虽然没人见过 但为了保险起见 鸡钱还是决定否论 诚然 随着战线推进 尤其北军 为了调兵方便 已设下许多传送阵 宫军中使用 鸡钱因为位置并不深入 之前一直和穆战英保持联系 并未听说过 哪个传送阵被认为精准破坏 但小心使得万年传 黎朝北部 云丰城 火炎凤端坐正堂 仔细端向面前的地图 此处乃是北方要塞中心所在 囤积有大量粮草 并驻扎主力 随时可向各地派遣人手 因此虽说 目前形势不利 但火炎凤并不慌张 启禀将军 确切消息 敌军已攻破白兰城 一名副将上唐禀报 神色慌张 冷汗连连 火炎凤看向地图 白兰城与云丰城之间 只有一座城池 若再丢掉 中枢被破 其他城池沦陷是迟早的事情 难怪副将害怕 你只看到我们危在旦夕 却不知战争绝非而戏 错一步便会丧失大好形势 副将猝眉道 莫非这是您有意为之 火炎凤摇头笑道 打仗和下棋无意 缜密布局尽可能化解潜在风险 你看 火炎凤指了指白兰城前方 此地与前朝有相当长一段距离 饶势六级以上的传送阵 也至少需用两个 更何况 前朝各大家族并未出手 故而所需传送阵 只会更低级 咱们一旦断了他们的后路 则大势可成 副将恍然大悟 前朝北军太过深入 并且封了一样死命推进 丝毫不管身后 若是火炎凤在命令部队撤离时 悄悄留下一些 自白兰城向其而去的 单向传送阵 就能切断前朝北军后路 而且 因各大家族并未出手 前军中修为较高者并不多 若是火家或皇族 早就料到这等事情 会发生 悄悄做些隐藏的话 还真有可能不被前军发掘 折你速率一万赤燕军前往 不可与敌正面交战 尽可能破坏他们的传送阵 一旦成功 再何为也不迟 副将佩服之情 犹然而生 若是换作自己 肯定调集自己能调集的全部兵力 通过单向传送阵 出现在前朝北军身后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这么做的话 实在太冒险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前军发现 并设想埋伏 分散的离朝军队 可就要元气大伤了 第140章 没输 因此 最好的办法 便是像火炎凤说的那样 先率精锐前去破坏敌军的传送阵 能成当然好 成不了 被人包围 也可迅速突围 将损失最小化 请将军放心 末将一定奏凯而归 言罢 副将在无先前胆怯模样 点了一万赤燕军 通过传送阵 出现在白蓝城后方的阎王山 等你很久了 终于还是来了 副将正欲率军前去 破坏前军布置在周围的传送阵 不想一个狠力的声音传来 抬头一看 半空中冷冷站着一位少年将军 雄姿鹰发 再看周围 不知何时 冒出大批前军 副将仅惊讶了不到一秒 便轻蔑地笑了起来 小崽子 我身后站着的 可是一万赤燕军 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那少年将军冷笑道 两国交战 自然互探虚实 所谓赤燕军 前军谁不知晓 乃是火加修士组成 副将笑道 你既然知晓 为何还这般猖狂 确实 你们能发现单向传送阵 并神不知鬼不觉派兵监视 十分厉害 可就凭你们这些歪瓜裂枣 挡得住赤燕军去路 少年将军嗤之以鼻 你猜猜我身后 这些人的番号是什么 什么 副将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弟兄们 告诉他我们的名字 清风在手 天下我有 清风在手 天下我有 清风在手 天下我有 副将大惊 如少年将军了解赤燕军一般 他也知道清风军的来历 清风军是离朝核心军队 天阳军中最特殊的一支 由离朝皇族从民间挑选的 有天赋之人组成 人人皆说 其哪怕单独拎出来 也能够到前朝四大家族 十大宗门的门槛 虽说有些夸大 但除开四大家族 十大宗门与皇族 前朝境内 单论战斗力 这支军队一起绝尘 而且还有实际战力 五年前 砍朝最师犯前朝边境 十万余人 竟被五万清风军全部歼灭 要知道 最师可是由来自天荒大陆 天南海北的邪修组成 其中不乏各大家族 宗门的叛逃弟子 各个凶悍 战绩不凡 故而当时的砍朝皇族感叹道 清风在手 天下前有 这便是这句口号的由来 更可怕的是 清风军本应驻守在 砍朝和乾朝的边境 当初乾朝和坤朝交战时 穆雄怀都没动清风军 没想到用在了对付黎朝上 就算没有全部调来 此举也会破坏 乾朝与砍朝之间微妙的平衡 一旦砍朝一拥而上 乾朝虽不至于灭国 却也有偷击不成十八米的风险 穆雄怀一向沉稳 想不到竟也会有赌徒心理 看样子 真是下了很大决心 要灭黎朝了 那又如何 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副将纵身跃起 杀向少年将军 少年将军冷冷一笑 手中长枪破空刺来 一条巨龙自枪间飞舞 张开血盆大口 呼啸而来 破龙枪术 副将认出 这是清风军将军的成名绝技 和大家族系统的修炼方法不同 破龙枪术 更像是一种单薄的武功秘籍 专注杀伐 力气极重 副将满头大汗 想跑 却为时已晚 被巨龙一口咬住 随着清光散去 重伤落地 急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报上姓名呢 少年将军落地 踩在副将脑袋上 冷然道 无名其子明 到了阎王哪里 记得参我一本 阎霸 其子明一脚踩碎副将的脑袋 赤燕军重将士 集体惊呆 这副将乃是龙桥静中期修为 竟被这位少年将军 一枪秒杀 他们也曾听闻过 清风军的传说 夹直群龙无首 被其子明一马当先 杀得丢盔弃甲 抱头鼠窜 单向传送阵的弊端 在此刻显现 他们甚至借助传送阵 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云封城 火炎凤看着前线将士 送来的战报 怒不可遏 他万万没想到 清风军身为天阳军中的 主力之一 竟然没投入正面战场 而是为北军维稳后方 如此一来 既能保证 北军不会因为太过深入 而让豊朝军队包了饺子 也能随时撤走 好面对砍朝的大举惊犯 和副将的想法不同 在火炎凤看来 指挥这场战争的幕后之人 简直冷静到令人发指 比自己还要稳 而且 他的运气也足够好 火炎凤猜测 清风军八成是在巡逻时 注意到传送阵的异样 正巧主力驻扎在附近 这才迅速做出反应 莫非天欲灭我离朝 火炎凤正惆怅之际 忽悠有军事 急匆匆闯入将军 大事不妙 城外呼陷敌军 约有五万人 什么 火炎凤大惊 看向地图 正在被围攻的城池 有十二座之多 且皆是前朝战具上风 离朝只能苦苦支撑 这意味着 前军人数上定然占优 哪里还能调出五万大军 我明白了 火炎凤释怀一笑 北军由天阳军中的精锐组成 人数不多 但战力不俗 能以少胜多 倒也在情理之中 这意味着 输的人不是火炎凤 而是北海王洛峰 这家伙手握六十万人 且没有给离朝北军半点帮助 甚至还从军中 调走了一些精锐部队 没想到这个笨蛋 竟然和失去精锐 战力大打折扣的 五十万前朝中军 打得难解难分 以至于火炎凤误判了形势 还以为前朝北军 和离朝北军兵力配比 相差不大 如今火炎凤刚刚损失 一万赤燕军 云封城中能动的 只有三万普通部队 和五千赤燕军 也是前朝五万精锐的对手 可恶 可恶 火炎凤大怒 立声道 传令城中部队 立刻不防 令命北军全体将士 弃城归来 说到后面 火炎凤没了底气 若是所有军队 都集中于云封城 迅速收拢过来的前军 会很容易 便把离朝北军围住 到时候围点打员也好 从国内调兵也罢 哪怕一支僵持 占便宜的 还是前军 因此 出于灵活性考虑 离朝北军必须全部撤离 整个北方将落入前朝之手 将军 难道前朝真就不可撼动 朝中势力并未出手 有火家权力相助的我们 却要被其击败了 传令兵也知道 火炎凤此举 究竟是何意 不禁有些伤感 第141章 重计 他还以为 在双方各自保存实力的情况下 前军不会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战果 没想到这才过去没多久 北方已经要没了 我也不想承认 但不得不说 两军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比的是双方指挥官的脑子 前军将领各个聪明 而我们则差得太远了 人人都说 前朝不团结 现在看来 不团结和没战斗力 是两码事 甚至于说 这种明争暗斗 和阳谷一样甚人 活到最后的 都不是什么善差 与之相比 离朝差得太远了 都在想着 怎么独善其身 近年来几乎没什么大的政治斗争 谁比谁会白了 结果便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前朝已打到家门口 各大势力还在想着 如何捞好处 那些平日里 只会享受的中下层将领 一如纸壶般难堪大用 只能说天数如此 别难过 留得青山再不愁眉柴烧 只要保存有生力量 我们迟早会反攻回去 前朝休想 骑在我们头上拉屎 一日后 抵抗十分激烈的云丰城 没了动静 北军顺利拿下云丰城 能带走的东西 都被火焰缝带走 不能带走的 便都直接焚毁 因事发突然 城内军署来不及转移 故而留下一座 除了人 什么都没有的空城 纪天双率军入城 传令道 不许惊扰百姓 不许抢粮 不许抢人 不许做一切 在前朝不能做的事情 否则格杀勿论 身后众将士 欲哭无泪 此前离朝侵犯 前朝边境时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怎么到他们 就不能以比之道 还师比身 但毕竟纪天双 是北军主帅 他们不敢违抗命令 只能照做 纪天双也很无奈 他也想让手下人 放纵一把 届时能更好 面对接下来的残酷战争 但出发前 沐熊怀也好 沐战英也罢 就连魏红尘 也叮嘱他 万万不可行不轨之事 道理很简单 战争分两种 一种以烧杀抢掠为主 跟渔夫的绝护网一样 就吃这一回 另一种便是他们 现在正在打的 名叫开疆拓土的战争 疆土不值钱 值钱的是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 真要是和人家结了世仇 沐熊怀必然会为了 安抚人心 大开杀戒 所以 纪无双只能忍下来 看向通天河方向 纪天双低胜道 纪钱 希望你别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不靠谱 要是让老子什么都没得到 我一定杀了你 整顿过后 纪天双率军追去 通天河旁 传送阵 大批军队灰头土脸 汇聚此处 开战前自以为胜券在握 至少会和前军 打得有来有回的他们 如今方才知道 什么叫人力不敌天数 讲道理 若是一对一单挑 他们绝不输前朝军队 也只是炮灰罢了 决策者一个比一个笨 这才让他们丢了大脸 见大家看自己的眼神 很是不爽 火炎凤并不生气 或者说 他没脸动目 虽然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 这件事归根结底 责任全在落风 但如果自己能及早认清现实 也不会让大家 落到这不天地 诸位 我相信 此战大家都憋了一口气 我和你们一样 也很是不爽 但敌军势头太盛 暂避锋芒 也不视为一个好选择 火炎凤很清楚 如果任由这种情绪 在军中蔓延 一定会出大事 故而飞到半空中 高声鼓励起众人来 将军 我们不怕死 就怕别人骂我们是胆小鬼 咱们掉头回去 和前军决一死战 哪怕魂归虚无 也算没白活 一名士兵站了出来 迅速引起其他士兵共鸣 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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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炎凤叹了口气 做了个嘘声动作 现场迅速安静下来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但是我不同意你们的想法 确实 反攻最容易 至少我不会 被你们埋怨 懦弱 胆小 但话说回来 你们哪个不是 爹生娘养的好儿子 你们父母把你们交到我手上 是信任我 更是看得起我 我又怎能让你们去送死 弟兄们 相信我 我们不是吃了败仗想跑 是赞避风芒 待敌军没了势头 反攻的号角便会吹响 戒时不仅可以一雪前耻 伤亡也会降到最低 火炎凤一番话讲完 众将士接绝有理 便不再说话 不想沉默了没多久 胡有人高声道 我还到火家各个阴险狡诈 想不到还有你这种 极善治军之人 全军皆经 定睛看去 不远处半空中 机前灵力 火炎凤曾见过机前 并且从火上口中得知 机前下落不明 神威君死伤殆尽 如今怎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气血投降 要么死 众将士面面相去 玄机笑声震天 小子 你也太狂了吧 就凭你一个人 岂敢威胁我们 笑吧 尽情地笑吧 有你们哭的时候 机前大手一挥 无数清风君自两侧涌出 对离朝北军形成合围之势 再看传送阵 已被齐子明率军护住 这意味着 有人早早来到这里 布下传送阵 让齐子明以及清风君 先火炎凤一步来至此地 并不下天罗帝王 你的布阵能力固然高超 可一下传送这么多人 你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 前朝各大家族已经出手 火炎凤虽然自知处境不妙 但还是十分冷静 机前布阵水平不错 虽然短时间内 无法传送这么多人 但他完全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布置一个距离极远 但人数较少的传送阵 把前朝各大势力的高手传送过来 再让他们出手 虽然如此看来 机前很辣到不尽人情 毕竟要想那些高手全部出手 神威军必须覆灭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人在公民面前 心里往往会扭曲 你错了 神威军从来就没有覆灭 而且谁告诉你我的 传送阵就不行 况且 我身边也有高手 再怎么着 布下的阵法 也一定能传送来这么多人 火炎凤苦笑连连 他之前的猜测 虽然合情合理 但机前还是运气太好 毕竟从南到北这么远的距离 他不可能不被火家的眼线发现 这些眼线不是修士 皆出身寒威 且是当地人 机前必不可能察觉 第142章 值得尊敬的对手 解释只有一个 如洛峰一般 火家也出了大问题 机前并未被消灭不说 肯定还得到了 离朝势力的暗中支持 更可怕的是 洛峰的失败属人力范畴 只要不轻狂自大 完全可以避免 但机前这件事不同 完全是纯粹的智商碾压 哪怕你已经做到极致 也不可能打败他 据可靠消息 离朝其余势力 虽说不愿出手 但私底下并未偷偷联系前朝 这意味着 机前仅仅和他们打了个照面 便很快 让他们为己所用灿宗也好 天风宗也罢 他们已经做好了令头新主的准备 并且献出了投名状 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怕了 完全不像人们口中所说的那样纹固 更和纹固二世祖这五个字不搭边 百明了是个城府极深 少年老城之人 将不祥 机前立声道 将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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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军全体将士 附送这三字 生振还语 原本还想掉头和前军决意死战的将士们 面面相去 有人被吓破了胆 竟真就蒙生投降想法 但其中不乏有血性的真汉子 立声道 将军 今日被围 实不怪您 杀出一条血路也好 共赴皇权也罢 不可让前朝烟杂之人 小觑离朝 杀 杀 杀 在这些人的带动下 离朝将士一慷慨激昂 明知必死 却也不愿投降 毕竟立场不同 在他们看来 机前也好 清风军也罢 皆是侵入他们国土的外敌 岂能欺软怕硬 见识不妙 便立刻倒戈相向 火炎凤苦笑道 诸位如此仁义 我火炎凤 又岂能辜负你们 赤燕军留下掩护 其余部队 老子无话可说 保家卫国 战死沙场 方显难而本色 众将士面面相去 想不到火炎凤 竟爱兵如子 就连齐子明 也将枪横在半空中 抱拳拱手道 将军大意 在下佩服 然各位其主 若留情面 既亏我前朝皇主知遇之恩 也不尊重你这等义事 全军听令 啥 清风军一拥而上 火炎凤健壮 率三千赤燕军抵挡 并立声冲棱在原地的 离朝北军将士吼道 愣着干嘛 想想你们的家人 想想自己破败不堪的家 你们没必要为了 无关之人的荣华富贵送死 快滚 众将士勤之火炎凤 以下定决心 便眼含热泪 向传颂阵冲去 煞世间 战场上采光飞舞 各式法术竞相蹦射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只把天上白云 映得血红 堪称炼狱 神威军众人 看得心惊肉跳 虽说修为低下 到底家族势力庞大 一个个如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少爷一般 哪里见过这等场景 不仅他们 就连崔玄也直皱眉头 清风军为国死战 赤燕军也不遑多让 最终无论谁输谁赢 得利的都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们 那帮人修为各个以真化镜 竟派一些弱者冲作养分 巩固他们的地位 助力他们的梦想 真是细思极恐 娇娇肃然道 若想不成为这样的人 必须精进修为 有和他们谈判的底气 众人十分认同 平日里 他们自认为天赋不高 便都荒废了修为 或者只顾努力 不讲方式方法 如今经历战场之残酷 各有收获 两军厮杀了约六个时辰 各自死伤惨重 亲眼目睹不可一世的 清风军被三千赤燕军 连同几万溃军打成这样 崔玄有些害怕 我们莫非拖不住他们了 神威军躁动不安 显然也和崔玄想法一样 看姬前的眼神 好像在让他赶紧带他们撤退 放心好了 此时该着急的不是咱们 另有他人 姬前谈笑风声 从储物戒指中取出桌子板凳 坐下后 又拿出自制的不起火烧烤架 以及一些烧烤食材 招呼娇娇道 考上 娇娇本不想伺候姬前 但如今情况不同 姬前此举 八成是为安抚人心 故而娇娇听之认之 真就为他服务起来 姬前则磕着瓜子 不时哼着小曲 果然 姬前此举 很快让神威军浮动的人心逐渐稳住 再无人想要逃离 半个时尚后 清风军即将坚持不住时 姬天双终于率军赶到 饶势离朝北军 再怎么报定必死决心 实力上的硬差距 也让他们无力支撑 打到最后 火炎凤身受重伤 身边仅有几人 被前朝军队死死围住 火将军 何必呢 据我所知 您无继承火家家主的资格 也因性格饱受排挤 不如就此投降 我向您保证 一定保您平安 姬天双心生怜悯之意 不想赶尽杀绝 同时 也有别的想法夹杂其中 火炎凤这样的英雄好汉 可不能死在自己手上 届时 离朝上下人人 将自己当成仇敌 可就完了 做梦 忠臣不是二主 姬天双剑说不动火炎凤 另辟蹊径 对他身边人道 你们固然 与他一样可敬 但眼睁睁看着自家将军送死 你们于心何人 虽是武将 姬天双却不单纯 也是个人精 一番话下来 真就说动了那些 本欲赴死的赤燕君残部 将军 想了吧 哪怕为兄弟们着想 其中一人单膝跪地 旁边一人大怒道 若想投降 你自家俯首便可 为何要为难将军 你这是何意 我若贪生怕死 早已投降 何必撑到现在 为了将军 咱们不能再拱火了 劝祥那人阵阵有词 都给我住嘴 火炎凤冷冷制止 你说得对 我是该为你们考虑 祭天双 今日之事 与他们无关 放了他们 言罢 火炎凤不等祭天双答应 引刀文警 全军皆精 崔玄竖起大拇指道 想不到火家 还有这等狠人 放眼天荒大陆 也是一位英雄好汉 机前嚼着恰到好处的 羊肉串不说话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不仅坏人多 好人也占据一定比例 尤其这场战争 关乎成败 就算火家内部有矛盾 也肯定不会派投降派出战 更何况 火家和姬家一样 虽互相看不惯 到底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绝不会在这种时候掉以轻心 第143章 调回 所以率兵者 一定得如火炎凤一样 抱定必死决心 只是可惜 像这种不畏生死的人 如崔玄所说 往往会沦为有心之人 向上爬的垫脚石 从这件事上 不难看出 离朝皇主和慕雄怀的差距 慕雄怀虽然也杀法果决 违达目的 不在乎任何人的生死 但他很清楚 李国明那类人 只会跟在胜利者屁股后头瞎起哄 绝境时 必须得靠这些可笑到 在乎所谓名声的单纯之人 所以 魏红尘也好 祭天双 七子民也罢 慕雄怀绝不会让他们陷入绝境 不然好人都死光了 剩下都是些坏人不说 还和养骨一样 养出来一群精明之人 颠覆大前是迟早的事 祭天双叹了口气 必须得承认 自己没有火炎凤的勇气 便背过声道 后葬火将军 另外 放了这几人 祭天双自认为 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想做个毫无底线的小人 既然火炎凤临终前留有一言 于他而言 又是抬抬手的事 何乐而不为 赤燕君残存几人 面面相去 投降也好 拼死也罢 他们其实是想成全火炎凤 但没想到 他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先前劝祥那人自觉有愧 喊了一声 离朝将士死不投降 便竟不惜性命 自尽而死 追随火炎凤去了 其余人本将其事做无胆鼠辈 如今他却如此英勇 他们本就抱定必死决心 焉能苟活 于是 姬天双无奈摇头 后葬 全军肃然 沉默两久后 方才兴奋大喊 庆祝胜利 姬天双却没这等心情 来自姬前面前 抱拳拱手道 昔年人人皆说 姬公子是个顽固 在下深信不疑 哪怕曾被您率军救过 也未变想法 不曾想您竟如此有诚服 实在令人佩服 姬前既有手段 也会玩弄人心 姬天双可不敢招惹 姬将军说笑了 姬前递给姬天双 一把羊肉串 姬天双赶紧接过 这时 副将前来禀报战况 此战 清风军五万人马折损过半 北军也损失了近五万人 好在齐子明率军 死命抵挡黎朝北军的攻势 虽然有人放弃 通过传送阵逃离 转而向防守 较弱的通天河对岸逃去 但撑死不过两三万人 且再无战役 因此可以说 这一仗几乎全歼离朝北军 痛快 这仗打得太痛快了 姬天双爽朗大笑 很快 战报送至牧战英处 牧战英又惊又喜 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我表弟 脑子就是灵活 如此看来 拿下离朝指日可待 魏红尘竖起大拇指道 姬公子有勇有谋 真乃当是神人 只有李国明并不高兴 神威军实力不济 根本不可能只凭自己 便绕开火家 直奔目标地点 这说明 姬前已经和南面的两个宗门达成协议 北面的几个宗门在前朝军队攻破第一座城池时 便已撤走 足以证明他们不想参战 而姬前之所以能让两大宗门配合他 便是抓住了他们的这一心理 故而与北面那几个宗门沆瀣一气是迟早的事 这意味着 姬前才是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 别说保证牧战英太子之位不动如山 就是帮姬家篡位 也完全能做到 所以 李国明离开牧战英大帐之后 赶紧写了封折子 派心腹之人连夜呈给慕雄怀 并未添油加醋 只是臣说详情便令慕雄怀心生不悦 慢说姬前是在藏风 就算他本性如此 只想当个附加二世祖 追随他的那些人会同意吗 天荒大陆也有黄袍加身的先例 试想一下 难道那些配合演戏的人 真就没负起上位的心 谁不想当功大于天的从龙之臣 传阵旨意 调姬前回国 神威君仍留前线 圣旨下发 不可避免传至姬家 已了解到姬前世纪的诸位老祖面面相去 原本不看好姬前的他们 现在巴不得把姬前的屁股 焊死在神威君大将军的位置上 因此劝道 老祖 此事还须宁出马 一定不能让皇主达到目的 六祖姬风雷嘲笑道 先前觉得 姬前难当大任的是你们 如今不让他回来的又是你们 是否有些马后炮嫌疑 并且伤到了后背的心 众人沉默不言 姬阵越战出来打圆场道 毕竟姬前此前令人大失所望 大家如此想 倒也在情理之中 众人点头表示赞同 这种时候 也就姬阵越能这么说了 毕竟人家 可是一直很看好姬前的 一直沉默地姬长安开口道 姬前调回 却仍留神威君在前线 既避免姬前立下旷世功勋 伟大不调 又能保证神威君覆灭 逼咱们出手 皇主这招十分绝妙 依我看来 只能遵命 为何 三祖醋眉 其余人亦很是疑惑 就泼下驴罢了 就算姬前回国 难道就不能联系 黎朝其他势力了 可若是抗旨不遵 穆雄怀便有了 收拾姬前的理由 不如避其锋芒 暗香操作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倒也是 姬前毕竟羽翼尚未丰满 若是留在黎朝 天高地远 万一被人暗害 他们可无法阻止 可若回了姬家 有诸多高手作证 谁能动他 谁敢动他 可话说回来 皇主莫非不知此事 姬风雷有些疑惑 他当然知道 但为今要事 乃是攻下黎朝 其他的事 得等以后再说 必须分清主次 不然因猜忌 而致使多年谋划功亏一篑 为人耻笑不说 还会大伤元气 得不偿失 众人便不再多言 欲要离去 姬成道也在其中 站住 姬长安教主姬成道 你可真是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虽顽劣了些 不想挽起人心来 尽令人拍案叫绝 姬成道笑道 哪里哪里 多亏了始祖教导友方 和我没什么关系 不必谦虚 日后好好对姬前 而且我这话 也是说给你们听的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天才多的是 有脑子的天才却不常见 日后谁再敢瞧不起姬前 便是瞧不起我 始祖真这么说 时刻担心姬前的慕婉柔 听姬成道说 慕雄怀要调他回国 并且始祖放出话 要为姬前撑腰 别提多开心了 大家都听着呢 还能有假 那臭小子这次 可真是露了大脸了 据说各大势力 都想得和咱们潘青家呢 姬成道似乎释然了一般 以姬前为骄傲 第144章 新的计划 攀青家 他们也配 慕婉柔想到 他们昔日曾瞧不起自己儿子 如今又岂能轻易 与他们结亲 但话说回来 南大当婚 确实该好好考虑 儿子的婚事了 冷静下来 慕婉柔竟开始思考 谁家姑娘何事 甚至问姬成道道 你对黎朝那十大势力 有多少了解 和他们结亲倒也不错 姬成道摇头道 不甚了解 就算了解 也不应和他们结亲 依我看来 茬儿结婚越晚 好处越多 如今天下未定 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若是急于与人绑定 死无葬身之地 固然不可能 只是也许会付出沉痛代价 因此作弊上官 方才是最佳选择 等等 姬成道意识到不对劲 莫非这小子 整日流连花楼 便是为了推迟婚事 姬成道细思极恐 哪里知道 有时候真不是姬前故意藏风 而是花楼确实好玩 黎朝诏语 作为最高级别监狱 建在离地约五丈处 里面十分昏暗 但没什么老鼠 也不潮湿阴冷 每隔一丈站 一位修士 看管着黎朝重犯 倒数第二间牢房 孙成岩坐在一角 翻看着一本 已经发黄的古籍 这是孙成岩 用家传的手镯和守卫换来的 当然 守卫没那么贪财 毕竟是修士 待遇不错 所以将此事上报给了洛宇佳 洛宇佳出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 最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吃饭了 守卫将条盘放在铁栏外 一个不需要阵盘的小型单向传送阵启动 条盘语气上的盘子没动 饭菜却消失不见 出现在牢房内 原本空荡荡的盘子里 这种传送方式有利有弊 优点是能杜绝和犯人的一切接触 保证他不会跑 缺点便是不好洗盘子 虽然每天早上和下午 都有人用传送阵 把清水传送到牢房里 但需要孙成岩亲自动手 又没有工具 只能手洗 孙大人食指不沾阳春水 比富家小姐还富家小姐 久而久之 盘子就有些 好在孙成岩虽然能力不行 但能吃苦 并不介意 撸起袖子坐到桌子前 却没动筷子 而是叫住守卫北军全线崩溃 你们打算怎么办 守卫略经 孙成岩身在牢房 消息怎么会这么灵通 大白天的 你说什么梦话呢 我北军虽然并未将 你们前朝贼军逐出境 但也打得有来有回 守卫不敢说大话 怕孙成岩不幸 所以退而求其次 孙成岩笑道 别装了 从你说第一句话开始 我就以致实情 昔日里 你向来着装严谨 今日左边袖子却有些皱 想必是沾上了泪水 在烘干所致 再看两眼 布满血丝 眼圈泛红 便是最好佐证 能令你这小小守卫痛哭一夜 除了我军大获全胜 还能适合大事 守卫苦笑连连 倒也是 孙成岩出身礼部 自然十分关注仪容仪表 就算自己尽量掩饰 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剑蛮不过 守卫索性不装了 那又如何 黎朝境内人人热血 届时必让前朝有来无回 孙成岩笑而不语 什么人人热血 都是鬼话 也就老百姓相信 黎朝皇族那番说辞 其他宗门肯定不理 机前能从南面贯穿 黎朝出现在北面 便是最好证明 没有黎朝境内势力的帮助 他绝做不到 想不到机前竟是位少年英雄 可惜我无缘见他 当面道歉 孙成岩高兴之余 不免黯然神伤 守卫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一帮废物 前朝并未大举出动 便拜得一塌糊涂 与他们同胞同国 实事耻辱 与孙成岩挨着的尽头那间牢房 传来一个沧桑的老者声音 按理说 即使两国交战不展来时 仍旧避免不了孙成岩 成为最高级别的犯人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屈居第二 因此十分好奇那人身份 来到这里后 曾试图和他搭话 皆以失败告终 如今对方主动开口 孙成岩便道 敢问先生乃是何人 那人再不说话 墙上却缓缓渗出鲜血 竟勾勒出一个死字 孙成岩眉头紧皱 赵玉看似普通 实则处处设防 一般人进到这里 根本无法使用法术 更何况渗出墙壁来 离朝皇宫 火上站在洛宇家面前 丝毫不曾因上了机前当 而感到羞愧 反倒依旧一脸高傲 如今北军已被歼灭 朕的皇叔也只能苦苦支撑 更不知前朝下一步做何打算 试问火家主 咱们该当如何 洛宇家冷冷开口 他当然十分生气 弃火上一介家主 老谋深算 竟被一毛头小子玩弄鼓掌 然而此事说到底 还是要怪灿宗和天风宗 哪怕火上真被骗到 若非天风宗让神威军夹杂其中 他们也不可能轻易来到北面 依我看来 前朝虽胜 却也损失不小 通天河之后 虽无险可守 然若火家一发齐上 倒也能与其周旋 皇族再出些人支援中军 防止前朝北军抄其后路 则还有余地 洛宇家点头 倒也是 所谓无险可守 是针对普通将士而言 对于修士来说 不能说毫无作用 只能说关系不大 天横宫如何了 陛下放心 此事必成 那就好 下去吧 陛下 天风宗和灿宗 您打算如何处置 提到这两个宗门 洛宇家七步打一出来 灿宗倒能理解 那帮婊子向来我行我素 在洛宇家预料之中 可天风宗跟着掺和什么 明明在离朝没什么敌人 也几乎从未受人白眼 遭人陷害 主动投降不说 还十分配合地帮助神威军 出的力比灿宗还多 而且更可恨的是 洛宇家不能惩罚他们 不然让其他势力知道 本就躁动的心 会更加惶恐不安 倒戈相向也是有可能的 不用你管 朕自有法子 告退 火上走后 洛宇家命太监下旨 召集除天横宫 火家外 所有宗门 家族的宗主和家主入宫 出乎洛宇家预料的是 灿宗宗主名誉和天风宗宗主风雨 千禁没推尾 直接动身前来 洛宇家明知是出返长必有妖 但依旧得为大忌 暂时按兵不动 等待其他宗主 家主现身 第145章 道别 神威军临时驻地 机前接到命令 想到大前境内 还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姐姐 等着自己安慰 便马不停提收拾东西 准备赶回去 结果刚出大仗 便见神威军全体修士站在外头 门口还赫然立着 寄天霜和齐子明 因伤亡不小 他们并未直接进行下一步行动 而是留在原地整顿 这才能送机前 搞什么呢 老子是荣归故里 不是魂归故里 怪甚人的 机前见众人一言不发 感觉气氛有些诡异 便开起了玩笑 机公子说笑了 大家皆知 此战宁当局守宫 不想尽遭如此对待 实在令人义愤填膺 寄天霜发自内心 看不惯某些人的小人行径 机公子 只要你一句话 我力保你留下 比起只会痛快嘴的机前霜 齐子明显然更想用实际行动 留下机前 他发自内心 佩服这个用纹裤做伪装的英雄好汉 不想让他就此沉沦 神威军众人默默点头 经此一议 他们彻底改变了对机前的看法 很清楚 只有机前才能保证他们的性命 所以十分不舍 机前叹气道 你们一个个 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 北面已经被拿下 肃清也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见了传送阵 消息不是要多灵通 有多灵通 届时 我也能居家指挥 众人不是没想到这种操作 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哪里比得上临场指挥来的得心应手 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 开了好头之后 便在无需提心吊胆 你们放心好了 说着 机前已迈开步子 见他步伐坚定 众人皆知他已下定决心 不好再拦 只能让开道 目送机前离开 你不难过 王家女修王翘见崔玄 一脸无所谓 有些奇怪 有什么可难过的 这小子巴不得早点回国呢 再说了 等离朝落败 你们奏凯回国 到时候还是得和姬家斗的你死我活 那时若再想起今天这副模样 你们不会觉得自己恶心吗 崔玄一番话 令王翘汗颜 倒也是 现在各方势力捆绑在一起 当然都不希望机前不管他们 可等到外部矛盾解决 机前这个年轻一辈中 最为独特的存在 便成了个家族 宗门的眼中钉 肉中刺 神威军众人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因和姬前有过接触 恐怕会被家族 宗门利用 用来对付姬前 从这个角度想 姬前离开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若是姬前功高震主 怕是此后将万劫不复了 姬前没走 而是借船送阵来到灿宗 陈希儿领着姬前 来到大长老闺房 笑着说 想不到姬公子还挺惦记 我们灿宗的 我想 他不是惦记灿宗 而是惦记像你这样俊美的女子 陈希儿毕竟涉事未深 哪里经得起大长老这般逗弄 红着脸跑了出去 茗玉已经按你的要求去都城了 你还来做什么 大长老瞬间严肃 原来 茗玉和风雨谦 看似离谱的操作 都是姬前在背后指使的 倒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姬前把三祖 送给自己的戒指摘下 递给大长老 我心境收服了一只玄天九尾狐 目前只生了一尾 原本不想帮他 奈何我这人不愿努力 他又与人一般可以修炼 故而拜托大长老借此物 帮我寻到 关于玄天九尾狐的秘密 百烂点 五百 在此之前 大长老还以为姬前改掉了顽固秉姓 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奥利给 一旦不危及姓名 这小子又开始玩花火了 不过姬前到底算是灿宗的盟友 大长老便收下戒指 此回前朝 必是又一场腥风血雨 各大家族 宗门必不能容你 可曾想到如何应对了 姬前 您闹呢 自我介绍一下 家父姬成道 有大帝之之 我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我外公穆山海 圣地老圣主 就凭前朝那些老混蛋 怎么可能攻入我家 大长老笑而不语 离朝皇宫 各大宗门 家族的宗主 家主 悉数到齐 堪称各怀鬼胎 似乎没人在乎 离朝是否负面 开战前 洛宇家想着 面对外敌入侵 这帮人至少也会出些力 不曾想到 开战后 一个个避之不及 就差把事不关己四字 写在脸上了 明宗主 封宗主 您二位没什么话说吗 虽说不能直接惩罚两人 但洛宇家觉得 自己还是有资格问责的 多亏陛下提醒 我想起来了 直此危难之际 伙家尽不全力对敌 反而要让天风宗 背上杀神威军骂名 借机将仇恨转嫁给天风宗 其心可诛 封宇迁一番话说出 恶心坏了洛宇家 逗笑了诸位宗主 家主 洛宇家万万没想到 封宇迁居然填不知耻到 到达一耙的地步 明宗主 你有何话可说 陛下 不知没入夜庭之女子 何时可释放 诸位宗主 家主面面相去 本来以为封宇迁够飙脸了 没想到又来了个名誉 傻子都知道 灿宗一定不会帮离朝 他竟还主动要求皇帝 放了夜庭中的罪人之女 洛宇家脸上轻一阵红一阵 却也不好发怒 封宇迁那番话 自不必多说 伙家做的事 不能摆在明面上 不然便有借刀杀人嫌疑 至于夜庭女子 按惯例 自己登基十英大赦天下 四那等夜庭女子 应当放出攻去才对 如今大敌当前 北军全军覆没 离朝危在旦夕 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现场鸦雀无声 都是千年的狐狸 谁比谁精明 这种时候 不论说什么 都一定会被洛宇家 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不说话 才是最好的选择 莫非我泱泱离朝 本可传承千秋万事 不想却尽要折在阵这一招 陛下恕罪 我等罪该万死 洛宇家捏紧拳头 真想一声令下 将这一干人等一网打尽 难得冲军 女的没入夜庭 沉默良久 洛宇家冷然道 都是体面人 朕便不再藏着掖着了 一旦离朝覆灭 诸位觉得 难道前朝会放过你们 第146章 当局者迷 同为一条绳上的蚂蚱 朕希望诸位能认清现实 趁现在前朝各方势力尚未出手 你们先行下场 不须与神威军为敌 专攻其军队便可 朕知道 昔日里皇族对诸位太过苛刻 或许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朕却还是要说 祖宗是祖宗 朕是朕 自此之后 朕将痛改前非 与诸位共天下 洛宇家这番话滴水不漏 先明理暗里威胁众人 随后话锋一转 让他们帮他做一件 看似毫不起眼的小事 就算前朝意识到 离朝全力以赴 各大家族一拥而上 离朝势力也能随意进退 最后再给众人画个大饼 摆出一副极低姿态 身为皇主 甚至说出共天下这等话 可惜 在场众人皆是人精 即使洛宇家的话挑不出毛病 俗话说 狗改不了吃屎 就算他说出花来 大家也绝不相信 陛下此言诧异 离朝江山乃是洛家的 如日月行天 亘古不变 您若如此 祖宗全下有之 岂不勃然大怒 礼法如此 望陛下谨言慎行 况且 即使您诚心诚意 我等又岂能见远 封玉谦回怼的也相当漂亮 既然挑不出你话里的毛病 便抠字眼 你堂堂皇帝 岂能说出共天下这种话 再引出祖宗礼法 恶心死你小子 洛宇家知道封玉谦 肯定不会被自己说动 索性不搭理他 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不怀好意笑着 却都不说话 意思很明了 封玉谦说的 便是他们说的 看来是没得谈了 洛宇家颇感失望 我等告退 各宗主 家主行礼 转身离去 洛宇家眉头紧皱 但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 慢说离朝 就是前朝那些势力 鸡家如何 和皇家有亲 届时皇家有难 也不一定真就亲力相助 所以 在挑起战争前 洛宇家已经做足准备 之所以召集他们来此 不过是给个面子 也有法理性 毕竟我的姿态都摆得如此之低了 你们还是不出手 日后我若心狠手辣 旁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封玉谦和茗玉回到宗门后 第一时间将消息告知鸡前 他们也知道 洛宇家肯定不会临时抱佛脚 赌他们心存善意 会助他扭转局势 因此想让鸡前帮忙分析一下 他们该如何应对洛宇家 准备已久的刁难 鸡家 鸡前看了眼信 问焦焦道 你觉得该当如何 焦焦苦笑摇头 论全谋 我不及你千万分之一 鸡前笑道 这就叫当局者谜 洛宇家固然有所准备 可弟子众多的两大宗门 又如何能轻易被其拿下 依我看来 洛宇家的准备不是这个 或者说 他在借机迷惑我们 焦焦疑惑道 你这是何意 能是何意 就算洛宇家早有准备 我不信他 真能让各大势力束手就擒 全谋如下棋 借意一子一地得失 不如纵观全局 焦焦好像明白 鸡前是何意了 洛宇家这番操作 尚不足以改变战场态势 这意味着 他真正的杀招还没亮出来 能让洛宇家如此自信 知惊天阴谋 是否应当提醒前线将士 小心为上 鸡前摇头 不仅不能畏畏缩缩 还得逼 逼洛宇家亮底牌 底牌亮得越早越好 哪怕他手握四个二合俩王 先打和后打也有很大区别 念及此 鸡前写信给明玉 风雨谦 要他们不动如山 又告知木战英 祭天霜 祺子明等人 定不可妄自菲薄 一切计划 要百分之二百加倍完成 信计出去后 鸡成道带着人笑呵呵 进了鸡前卧室 一干人等在房间内布置起来 搞得鸡前直皱眉 您这是大麻 我知道你心系前线 特意托人做了一副留影时 能投射整个离朝 还可随意更改 不用了 见鸡成道煞有其事介绍起来 鸡前哭笑不得 我现在就是个见不得光的谋士 玩弄人心 用不着看山川地理走势 与势力分布 那怎么能行呢 俗话说 看图说话更易挤 见鸡成道十分强硬 鸡前无奈 只能由着老爹胡闹 这还不算完 鸡长安也来了 刚一进屋 便招呼欲要打招呼的鸡家众人继续忙 引来一把椅子坐下 让鸡前 鸡成道也坐 你那两头神兽如何了 还有那只玄天九尾狐 鸡长安知道 鸡前不喜修炼 然家族保得了鸡前一时 却保不得一世 尤其日后他需独自外出 若出什么事 定得不偿失 故而 鸡长安找了个折中的法子 鸡前不努力无妨 让其所欲妖兽实力大增 即使面对强敌难以应付 到底也能拖延时间 等家族来救 当然 凭鸡长安的修为 肯定能随时救他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此做 更加保险 前两只妖兽丹药 往上堆便可 就是这玄天九尾狐 英语人一般可修炼 虽天赋一柄 到底无名师指导 始祖您看 放肆 鸡成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傻小子 怎么飘成这样了 竟然让鸡家始祖 指导一只妖兽修炼 传扬出去 岂不为人耻笑 童言无忌 你不必急于护短 倒显得我毫无气量 与后背斤斤计较 玄天九尾狐何在 鸡前招手 娇娇献身 行礼道 娇娇见过鸡家始祖 家主 鸡前略生气 怎地对自己没这么多理解 不过见娇娇承认这个名字 便就不再放在心上 是个好苗子 且玄天九尾狐存世携手 实质可数 你若有心 破例如鸡家修炼 日后若真斩露头角 我指点一二 也未尝不可 鸡长安到底有十足架子 自然不会轻易指导娇娇 但也足够了 若是娇娇被荡成鸡家弟子培养 凭他添资 得些资源不是事 届时必能有所收获 太好了 届时一门双大队 咱们鸡家必能争争日上 鸡前十分兴奋 鸡成到叹了口气 原本是可以一门三大地的 可惜鸡前心术不正 不过无妨 如鸡前曾经所言 三大地也好 一大地也罢 鸡家总归 极有希望 对了 外面有人要见你 叫燕然 据他所说 乃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侍卫 还带着个女子 第147章 李国名字导致 鸡前冷笑道 终于回来了 片刻后 燕然等一众人 带着被五花大绑的窜儿来见 早已没了不分神情 取而代之的 乃是无尽的失落与悔恨 似乎随时想死 什么情况 我们带他回了更朝 不想刚进皇城便被拿下 我等虽能立战 但想到你与他的赌约 便扬拜逃走 暗中追随 他被带到天牢 担心上司前往狱中相见 先是一顿安慰 说些千万别想不开 他会全力救他之类的鬼话 等把他撩哭 话锋一转 御药 燕然咬牙切齿道 真是个无耻之徒 虽是敌人 翠儿却也算是为国尽忠 令奴婢十分钦佩 不想竟被上司当成玩物 越要讲给将士 更有甚者 还以杀了他的父母 实在可恶 机前点头 蹲在翠儿面前 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 只求速死 翠儿心如死灰 你就不想报仇吗 不为自己 也得为父母考虑吧 翠儿无言 他不知该做何选择 仇人归仇人 更朝归更朝 似乎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机前知道 此时不能求之过急 便让燕然带他下去 公子 我输了 路上得知您回国消息后 我求了太子殿下 殿下默许我与诸位姐妹 留在您的身边 回来后 燕然并未因输了赌约而难过 反倒开心无比 留下可以 但有言在先 必须听我命令 当然 我可跟翠儿的上司不同 不会逼你们 干你们不想干的事 公子不必介意 毕竟届时谁吃亏还不一定吗 燕然抛了个媚眼 机前一笑置之 大前都城外 神威军叫场 本因人去战空 却不知何时徒增了些人马 高明然穿梭其中 往复巡视 见一名士兵偷懒 怒道 回了都城 便就忘记 昔年本将军所交本领了 似你这般不学无术 来日到了战场 燕能生还 高明然正教训此人之际 忽悠小思凑来禀报道 将军 公主殿下又闹脾气了 见士兵窃笑 高明然冷然道 待会儿我再收拾你 媳妇 又怎么了 高明然进账 换了副模样 俨然是个气管炎 木丸雅坐在杂乱的公文中间 抱着胳膊 以止气使道 都回皇城了 为何不让本公主去家里住 虽是皇城根 却哪里比得上家来的舒服 高明然苦笑道 您当我不想吗 皇主有令 让咱们低调行事 暂且按兵不动 你先忍忍 好吧 木丸雅见无计可施 只好认栽 拿起地上的公文道 半个时辰前 卫兵擒获一名探子 你去看看吧 高明然性格使然 不善处理公务 木丸雅到来之后 便主动揽了这项差事 成为他的贴身秘书 真正意义上的贴身 却因身份原因 不好经常抛头露面 似这等事 废弃帐篷内 几名士兵鞭打被绑一名汉子 那汉子饶势遍体鳞伤 依旧一言不发 再不说 老子堕了你 士兵拔刀吓唬探子 探子冷笑道 堕了我更好 有人饶不了你们 士兵大怒 正要发现 高明然走了进来 将军 士兵齐声 高明然从士兵手里拿过刀 来到挑衅般狂笑的探子面前 两指夹住刀尖 轻轻一甩 刀柄砸烂探子左手四指 十指连心 令他惨叫出声 高明然将刀丢掉 抓住探子断指 一边揉搓 一边冷笑着打量探子 骨髓断 神经却仍连着 断骨摩擦之下 剧痛令探子晕倒 叫军医 不一会儿 军医到来 也是个修士 虽修为不甚高 却能接上断指 即使不甚灵活 到底不动时 与寻常无异 半个时辰后 探子转醒 痛感消失 面前摆着一桌酒肉 想收买人心 也太简朴了些吧 探子冷笑 高明然置之不理 招呼人为他吃饭 探子只当是断头饭 吃得格外香 吃完饭没多久 两名封臣女子进来 高明然起身道 好好享受 随后招呼人离开 探子想法和先前一样 反正必死无疑 不如好好享受 便没多想 十分顺从 又过半个时辰 高明然返回 见探子意犹未尽 笑道 时间紧 似你这般不能乱动 任人拿捏 掌中跳舞的温婉女子 十分无趣 还得是长离城那些人 帮你寻来 尽管寻来 探子喜不自胜 高明然笑着凑过去 呼地掐住探子 以好的四根手指 稍以用力 便将其掰断 随后疯狂揉搓 笑道 从黄金屋到天牢 什么感受 探子皱着眉 咬牙切齿的 没什么感受 高明然笑得十分欢快 待探子晕过去 叫来军医帮他治好 又安排上酒色财气 再断止 如此反复了四五次 历经两日 探子终于被驯服 一上一下这么多次 而且高明然经常换花样 谁能忍受得了 说吧 谁派你来的 是 是李国明次子李田 放屁 高明然又要顾忌重施 反复撑拉这段时间 探子曾乱咬一通 因此高明然必须得吓唬他一番 我说的是真的 我城中落脚之地有书信 你也知道 我这种连修饰都算不上的普通人 随时会被人灭口 因此我留有后手 高明然大喜 回去见目玩雅 将此事和盘拖出 并倒 李国明一心使半子 这下好了 把柄被咱们抓到了 我马上带人去查 届时人赃并获 看李国明还有何话可说 穆丸雅摇头道 万万不可 咱们出来诈盗 朝中无人 若是贸然出手 届时就算能成 怕也会被卸磨杀驴 不如以我君不能煽动为由 将此事抱至陛下 省得惹火上身 穆丸雅想法很简单 遇事不绝找领导 领导永远英明伟大 除了是也得领导负责任 和自己无关 多亏有我媳妇在身边 要换成我 肯定想不到这许多 高明然会藏风归会藏风 到底远离权力中枢 很多弯弯绕 他不甚了解 入夜 穆雄怀接到高明然的消息 第148章 君贤臣民 高明然并无这等心机 想必知招的是自己那位妹妹 穆雄怀并不生气 反倒笑了 有脑子是好事 尤其还能被自己看出来 这种人并不可怕 而且穆雄怀并不想借机扳倒李国明 要知道 表面上看 李国明是主张出征的激进派 一旦大获全胜 第一功臣非他莫属 不管这时候 还是等战争胜利后 搞了李国明 就相当于明明白白告诉前朝 乃至天荒大陆所有人 自己是个过河拆桥 猜忌功臣的冷血皇帝 且不说 以后没人给自己干活 做这么多 还不是为了开疆拓土 让后人一提起自己 便竖起大拇指 赞扬自己是千古一帝 所以 李国明可以死在任何时候 独独战时 穆雄怀甚至还得保他 当然 怎么保他 也是有说到的 做人做事 千万不能埋头苦干 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得人尽皆知 传指 封姬前为钦差大臣 全权严查此案 不得有误 姬 姬前 曹你圣旨的太监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跟姬前有个屁的关系 虽然入离朝的第一战 他打得极为漂亮 出境风头 可毕竟不是朝中人 这种事干嘛要交给他 你指 穆雄怀眼神阴冷 吓得太监不敢多言 只能照他说的做 这便是穆雄怀的恐怖之处 谁都知道姬前和李国民不对付 若是让他全权彻查此案 则定会制造一种假象 让那些墙头草 以为穆雄怀以下杀心 届时必会踩上一脚 穆雄怀在事实出手 力挽狂澜 体现对忠臣的偏爱之情 一派君贤臣民景象 油然而生 简直完美 姬家 听公公读完圣旨 姬长安感叹穆雄怀的手段 既打压姬前 又让自己声名远扬 实在阴险 不一会儿 姬前出现 始祖 您换我何事 陛下有旨 这你为钦差大臣 全权彻查一桩奇案 和高明然有关吧 你都知道了 姬长安很清楚 姬前和高明然的关系 怕是早将此事告知于他 那你打算怎么做 老祖放心 在不努力这件事上 我还是挺努力的 姬长安紧绷的脸 瞬间松弛下来 也是 谁不知道 姬前是大前 乃至天荒大陆第一百滥亡 这种事 他还真就能应付 无非拖呗 拖得越久越好 等大局一定 再拿出来说是也不迟 而且到了那时候 这可就成了李国明的把柄了 毕竟功高震主 沐雄怀要是不动李国明 姬长安跟他姓 只是此去都城 您万般小心 我从族中选几位好手 不用麻烦 您想呀 我要是死了 姬家岂能善罢甘休 就算老祖们不在乎我 我那舅舅难道会当真 而且傻子都知道是李国明干的 我那好舅舅 还怎么立保李丞相说白了 这件事可以闹得人尽皆知 但不能再出更多的事 否则我舅舅可就得非杀李国明 不可了 姬长安满意点头 想不到这小子考虑得这么远 多加小心 是 一日后 姬前大大方方出现在都城 住进了沐雄怀特批给他的宅子 这宅子构造很特别 有两个正门 另一个更像个衙门 摆设与一般衙门无二 甚至为了方便姬前查案 沐雄怀还给他特批了二百名士兵 这二百人修为都不低 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达到住姬境 而且各个底子干净 充其量和姬家或皇族有些关系 再不牵扯其他势力 燕然赞道 公子在陛下心中的地位 果然与旁人云泥之别 姬前笑而不语 燕然来自己身边的目的 姬前并不知晓 所以有些话暂时不能对他说 这个班底搭得十分绝妙 看似是在帮姬前 实则恰恰相反 沐雄怀不傻 自然知道姬前很可能会摆烂 因此几乎不给他机会 他一帮好手来他身边 只要动动嘴 就能彻查此案 所以 与其说沐雄怀是怕姬前出事 不如说 他是害怕姬前闹不出事 奇心可诛 走 跟我去客栈看看 姬前虽然知道 摆烂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但摆烂也是有技巧的 躺在床上调戏小姑娘可不行 一定得让人觉得 自己非常忙 并且一点真章见不到 通俗点说 就是魔阳宫 一干修士明明能驾云 姬前遍布 带着二百人 出现在都城街道上 大前都城虽说繁华 甚至堪称天荒大陆之罪 但毕竟不是当代 马路并不是特别宽大 而且人口众多 那些不是修士的普通人 不行还好 若是骑马或坐马车 可不像开汽车一样 随其掌控 街道上不可避免地拥挤起来 一干士兵的统领 是个名叫玉华的驻基 七前七修士 见前面拥堵不通 后面又人满为患 上前建议道 姬公子 不如咱们飞过去吧 万万不可 姬前煞有其事道 此事涉及机密 本公子不好与你祥说 你只要知道 咱们必须引人注目 又不能太过引人注目就对了 玉华行武出身 自然不善武文弄墨 被姬前说得一愣一愣的 引人注目的意思是 咱们必须得拿出彻查此案的态度来 不引人注目的意思是 千万别让人家知道 你们都是修士 玉华好似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说 咱们此举是为了迷惑某些大人物 如此说来的话 正好解释了 您所谓引人注目的说法 毕竟就算是一干凡人 也得拿出应有态度来 这样才显得真实 姬前满一点头 玉将军冰雪聪明 在下佩服 如今姬前已是前朝的风流人物 就是整个天荒大陆 也以家喻户晓 将其当作另类 却又足智多谋的枭雄 能得姬前夸赞 玉华自然开心得很 你们先堵着 等晚上再疏散群众 麻烦你和兄弟们了 姬公子哪里话 男儿生来为国为民 焉算麻烦 玉华还不知道上了姬前的当 目送他带着燕燃 钻进旁边茶楼 自己则站在路中间 口头催促百姓赶紧走 却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生怕影响到姬前的布局 打草惊蛇 小二上虎铁观音 来一盘豌豆黄 一盘驴打滚 姬前走进茶楼 坐在大厅 招呼小二伺候自己 一点没把沐熊怀交代的事情 放在心上 第149章 把话说开 公子 这样不好吧 将士们要是知道 恐会生变 燕燃有些担心 姬前笑而不语 他巴不得这帮人滑变呢 届时自己便可以无人可用为由 堂而皇之拖时间 就算不滑变 他们也会心生不愤 逐渐开始摩扬功 也能帮姬前达到目的 姬前要得吃食上齐之后 茶楼来了位不速之客 那人着了身 价值不菲的锦衣华服 守执折扇 气质非凡 一看便非富即贵 当然 按理说平日里的姬前亦是如此 甚至更胜他一筹 但因线下需要低调 这才被比了下去 那位贵公子 不离小二的招呼 静止来至姬前面前 毫不客气坐下 这位公子 抱歉 我家公子不惜与人同谢 嫣然寒生 无妨 姬前看向这位贵公子 李公子 久仰大名 贵公子促眉道 你是怎么得知我身份的 李公子 执此危难之际 除了你 还有谁会来见我 李田见被认出 只好认栽 笑着点头道 姬公子果然非同反响 小可佩服 别扯官场那一套了 说吧 为何来见我 李田黑了脸 姬前既然能猜到自己身份 定知晓 自己来至此处的缘由 不想尽装其傻来 果然不好对付 姬公子 实不相瞒 前日府中一位小厮走散 误闯境地 原来是这样 李公子 还好您河畔拖出 不然我可就要冤枉好人了 李田脸更黑 他虽非李国民长子 却也是嫡出 李国民又立来注重后代教育 时常于百忙之中抽出空来 亲自教导李田 因此朝堂上那些弯弯绕 李田十分明白 他很是清楚 此时姬前的最佳选择 就是百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才赶过来 和姬前唱一出双簧 争取让双方体面下台 李家不至于有什么把柄 落到姬前手上 却不想 姬前竟如此直白 丝毫不顾颜面 也是针对得起 大前第一顽固之名 不过无妨 只要能结案便可 这也是他来这里的目的 哪怕姬前真就向自己发难 沐雄怀正在用人之际 也定不会动自己 可要是任由姬前这么拖下去 可就完了 李家把柄握在姬前手里 始终不是事 小可上有要事在身 这就告退 慢着 姬前叫住李田 李公子 你不会觉得 我会草草结案吧 李田醋眉 还是自己太天真了 姬前何许人也 动动嘴便能歼灭 黎朝精锐北军 如今更是令黎朝身陷战争泥潭 并令其他皇朝 只敢作弊上官 岂会不知 这其中猫腻 姬公子 您莫非不知 家父现在在皇主心中 地位极高 既然把话说开了 李田便就无所畏惧 直接威胁姬前 就算姬前和沐熊怀是亲戚 更出自姬家 背景 势力不俗 那又如何李国明 现在有免死金牌 哪怕动了姬前 也暂时不会被皇主追究责任 我等着 姬前毫不畏惧 动就动呗 他就不信沐熊怀 真就任由自己完蛋 如姬前之前所说 他死了 姬家能行 届时 若是以权力出征为交换条件 沐熊怀岂能袖手旁观 而且 这事不能闹得太大 不然沐熊怀不好交代 无端天坛某些人 会令他失去威信 当然 也不是毫无可能 若是李国明做得滴水不漏 倒也有机会两全其美 但李国明一介鼠辈 岂能与皇族争锋 好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见李田气愤离去 嫣然笑道 比起您 一奴婢看来 他更像顽固二世祖 虽说表面人五人六 实则是个小人不说 脑子也不灵光 姬前笑得何不拢嘴 连嫣然都能看出来 李国明又岂会不知 可惜人的上线冥冥中早已注定 想必李国明每每念及这家伙 都会气得睡不着觉 光是想想 姬前便觉得开心 潇洒了一下午 姬前吃饱喝足 便出了门 叫来玉华道 快 疏散群众 咱们去查 遵命 玉华虽然贵为修士 到底修为不高 尤其他年龄已不小 甚至比不上姬前这种 时刻百烂之人 故而道心不稳 起初还行 到后来 他实在忍不了百姓们的喋喋不休 又心存善意 不敢仗着黄威随意欺负人 只能忍到现在 如今得了姬前命令 赶紧听命行事 很快疏散出一条通道 率领手下人簇拥着姬前 离开这等是非之地 半个时辰后 东来客栈 玉华帅人将其包围 并清空周遭 防止有人借机进出 客栈老板站在姬前身边 谄媚道 大人 不知我们客栈所犯何事 为何如此 姬前冷然道 黄命在身 恕不能实行相告 老板十分无奈 不怕惹事 就怕不知道惹了什么事 便道 小人略被薄酒 不知大人可能赏光 你这是何意 若为人所知 还到本官 是来敲诈乐所于你 老板何许人也 见过的人 比旁人吃过的饭都多 情商更是意气绝尘 见状迅速换了个说法 大人有所不知 小人店里开了檀烈酒 做了些下等菜 本事预备着晚上忙 早早做出 不想大人封了我们客栈 再无客人 如今菜已做好 不便保存 还望大人为名着想 定帮小人消灭了那酒菜 前您照付 机前十分满意 韩生道 也罢 本官生性爱民如此 为你这客栈考虑 哪怕为人耻笑 也在所不惜 老板笑道 大人哪里话 您照顾我们小店生意 谁能说出话来 况且 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也花不得多少钱 方显您为官知 清廉本色 片刻后 二人来至天字一号上房 分主次坐定桌上锁摆酒菜 哪里是什么粗茶淡饭 虽说对于机前而言 算不得什么好菜好饭 毕竟机家资源极多 但对于一般人而言 已是上乘 公子请 老板举起杯 恭恭敬敬 和机前碰杯 机前喝了一杯 招呼嫣然道 给我倒酒 嫣然并不介意 但怕机前耽误事 在他耳边小声道 公子 办案要紧 机前摇头 小声道 你有所不知 我是在麻痹着老板 让他看着我 好让弟兄们快速行动 第150章 糊弄谁呢 嫣然恍然大悟 机前果然聪明 每一看四离其之举动 皆大有道理 不佩服不行 便心甘情愿给机前倒酒 公子 快动筷子 不然一会儿要凉了 好 机前一边喝酒 一边和老板砍大山 直到一个时辰后 咸月高挂 机前方才起身道 不喝了 我虽是休士 却也不能太过放纵 咱们就此别过 大人 您慢走 老板把机前送出门 小二迎了上来 在老板耳边小声道 掌柜的 他还没付钱呢 瞎说什么呢 谁说这位大人没付钱 你别胡说 人家已经把韭菜钱给我了 老板杀了小二的心 都有 机前可是休士 就算他说得再小声 也必能被其听到 届时生起气来 自己好不容易公为好 岂不是付诸东流了 好在他反应急时 见机前脸上并无意思 这才输了口气 出了门 机前招呼玉华道 撤 玉华醋没到 大人 我们可什么都没查到 机前先前对嫣然所言真假参半 他和老板一起喝酒 其实是想更进一步刺激手下人 让他们对自己心生反感 日后好不干活 但还是安排人偷偷查了一下 倒不是 想知道真相 虽然机前想将这一把柄握在手里 但不能急于一时 这么做 只是想给慕雄怀一个交代 而且撑了这么久 证据估计早就被李田拿走 甚至销毁了 他得另想办法 回衙门路上 机前交代玉华道 你带着人化妆成百姓模样 连夜走访客栈周围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出现 所有人吗 那大人您呢 您的安危谁来负责 有人负责 放心吧 玉华只好领命离去 伸了个懒腰 机前望向勾篮方向 燕燃 有没有逛过花楼 没有 燕燃红着脸摇头 正好 我带你开开婚 可惜 这里不比我梦里 没男模 不然也让你好好开心一会 燕燃虽不知机前口中 男模二字乃是何意 却也明白她话里意思 不由得更加脸红 公子 您真的 真的要去花楼 害羞之余 燕燃有些不知 机前这是何意 你知道为什么 咱们什么都查不到吗 你以为我不知路上那么做 虽然能迷惑敌人 但也会担搬时间 说白了 此事已发生了好几日 相关证据 恐怕早被李田 拿走或销毁 咱们根本什么都查不到 所以 和对付客栈老板一样 我得装得足够不靠谱 才能找机会 偷偷去李家找证据 燕燃一知半解 彻底被机前今日的几番操作 搞得摸不着头脑 还有喂 这不是机公子吗 真是贵客啊 名列前茅的春凤楼老宝 见机前走了进来 当时高高兴兴跑过来 恭为机前 虽然他平日里 常常光顾大前第一花楼 基本不来春凤楼 然而毕竟是勾兰名人 老宝如何能不认识 机公子一锦还乡 堪称少年英雄 能光顾我们春凤楼 实乃一大姓氏 就算是此前名声败坏的机前 花钱大手大脚的他 也是老宝最喜欢的客人 更别说线下已是名人了 传扬出去 春凤楼必将水涨传高 说不定还能成为 大前第一花楼呢 我想低调行事 机前是客人 身份背景又非他能比 只好答应 天字一号上房 机前听着与第一花楼 云泥之别的歌声情音 不免有些无奈 怪不得当不了第一 业务水平也太差了 你怎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不去第一花楼 机前勾了一下 正给自己捶腿的嫣然的下巴 嫣然笑道 奴婢虽说不甚聪明 到底会举一反三 您来这里 八成是为了让这件事 看起来合理 毕竟单此重任 若是堂儿皇之光临老地方 传扬出去 于理不合 恐会令李田怀疑 不错 机前甚是满意 只要嫣然掉进 自己的诡辩理论里 以后就好办了 至少自己不用再废口舌 和嫣然解释那么多了 而且 只要能骗过这个 十分了解自己的身边人 玉华那些没接触过 自己的家伙 自然也会上当 如此一来 大势可成 后半夜 机前猛地坐起身 坏了 你说 若是玉华他们 不知我如此形式背后的深意 还道我是在玩他们 该会如何 快 你速去见玉华 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之想法 万不可令他们 不约我之所作所为 日后开展工作的难度 将会极大 嫣然忙道 公子放心 奴婢这就去办 嫣然走后 机前使了个替身法 留下一个 和自己模样相同的幻想 自己则迅速离开 虽然这替身法 极其拙劣 修饰一眼便能认出 但春凤楼的姑娘们 都是普通人 自己又不必离开太久 故而还算有用 来到丞相府墙外 机前想都没想 直接翻墙进去 堂堂大前丞相 不可能悄无声息潜入 但正逢战时 李国民一介文官 生性贪生怕死 加之断定 穆雄怀一定会 保自己家里人不出事 毕竟这时候出事 就算不是穆雄怀干的 大家也会算到他头上 所以李国民 几乎将府上 一切高手全部带走 留下的那些 都是歪刮裂走 根本不够机前看 如此也能看出 此事并非李国民 暗中操纵所致 乃是李田擅作主张 有趣的是 李田位在宅中 机前本打算 只是来探查一番 一根极细的头发丝 料定是李田设下的计 便将头发丝取下 推开门 地上一滩香灰 映入眼帘 真捉恋 机前跳过香灰 来到床边 一眼便看到床上的信 看了眼手上的头发丝 和地上的香灰 机前哭笑不得 这也太明显了 机前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信是假的 头发丝也好 香灰也罢 李田难道不知 凭自己修为 一定能注意到这些 还不销毁证据 竟将其好端端放在床上 糊弄谁呢 第151章 领导英明伟大 不过这个当机前的上 他将信件放回 头发丝扔到香灰上 在不踩到香灰的前提下 退出房间 虽然没带走信 并且没踩上香灰 但头发丝的掉落 足以证明机前来过 到时候 李田肯定会脑补出 机前用刘影石 记录信件内容的画面 半个时辰后 燕燃返回 正巧机前已经回来 正拍着大腿 帮这帮专业技能 不过关的姑娘们找拍子 公子 我已解释完毕 岳将军说了 您如此做 自然有您一番道理 当下属的 并不能妄自揣摩您的意思 那就好 机前点头道 明日随我进宫 面见圣上 所以你暂且休息会儿吧 奴婢遵命 燕燃也是休士 并不困 便凑到机前身边帮他按摩 直至机前睡去 这才也闭上眼睛休息 次日一早 长生殿 慕雄怀还是那副死出 就算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在装病 他依旧置之不理 继续装病 进展如何 慕雄怀有气无力 回陛下 昨日陈去过探子落脚之处了 证据已被销毁 目前正名人寻访落脚之处周围的百姓 只能再等等 慕雄怀冷笑道 你急急忙忙进宫 就为了这个 机前笑道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 您看 慕雄怀大袖一挥 将宫女 太监连同燕燃一并俯退 我跟您说实话 我昨天去过李国明家 找到了一封信 因怕打草惊蛇 所以用留影识记录下来了 您看 机前做事要从储物戒指里取留影识 被慕雄怀拦住 一封假信罢了 不足以定罪 诚然 对于慕雄怀而言 最好的选择是迅速找个替死鬼解决此案 而且 即使这封信是假的 慕雄怀也乐得配合机前 到时候就李天时 正好不必寻找由头 没什么比证据造假 更能推翻此案 可惜机前何等样人 知道这种假信 不能由自己独吞 得成交给英明伟大的领导 让领导决定 这就有意思了 慕雄怀要是先认同了 这封信是真的 届时若再翻案 堂堂大前皇主 岂不颜面扫地 这臭小子 玩阴谋诡计 玩到阵头上了 假的 机前故作惊讶 表情十分夸张 还是舅舅英明 不然凭我这等拙人 早被其玩弄于鼓掌之中了 差不多行了 慕雄怀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臭小子 甚至能让离朝前妻谋划附诸东流 居然说自己是个笨蛋 谁信 不过和李国明猜测的一样 机前是慕雄怀留给慕战英的从龙之臣 所以 即使知道这小子再完全谋 也不是特别生气 甚至还会把话点透 虽然有点没边界感 会让皇主威严降低 但也能从侧面暗示 机前在自己心里的位置 也好为以后御阳先议做准备 不至于贬这小子时 让他心里落差太大 不知道那是对他的考验 劲儿有二星 说说离朝吧 中军落风者 实乃匹夫也 却也蒸蒸铁骨 宁死不退 离朝又增派了十万大军支援中军 同时南北两个方向 也有大军出现 通天河后面 更是由伙家修士层层设防 该如何破局 机前还真没想到 慕雄怀居然不放弃 任何薅羊毛的机会 逮住自己就问计 难道慕雄怀真的那么傻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别扯了 哪怕机前先前想到的那一战略 他八成也认真考虑过 这就是帝王全数 只要不是 简单到再简单的事情 绝不主动开口 让手下人说 自己在听之认之 出了事可以推到手下人头上 虽然有用人不当的嫌疑 但总好过直接被人骂笨蛋 成了 也可以说成是自己会用人 当然 失败肯定不会 慕雄怀和那些 只会玩全谋的帝王 不一样 自身也有些能力 且身负一桶天荒大陆的雄心壮志 不会在这事上 玩借刀杀人那一套 但话说回来 机前要是真的谏言献策 压力可就到他身上了 李国明怎么想 他身后那一杆文官怎么想 老大明明才是此战第一功臣 没想到皇主 一直在有意无意扶持自家亲戚 这不摆明了 要吐死狗烹吗 当然 这也是慕雄怀的计策 他八成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想进一步刺激这帮人 看看谁会顶不住压力 站出来反对自己 再将其一网打尽 可如此一来 机前就成了众矢之地 尽管大家都知道 这事是慕雄怀干的 可也会把自己当成油头 虽然可能能保住小命 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既然当你凝望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望你 那你还凝望的什么境 贤并长 君子不立威强 陛下 您就别为难我了好吗 我没在前线 好多情报并不知晓 万一只会失误 葬送大好行事 便就要成千古罪人了 慕雄怀冷哼一声 那你为何还给太子去信 且不说亲戚关系 我二人可有同逛花楼之意 自然不能不管不顾 慕雄怀早料到 机前会这么说 便不再追问 韩生道 现你十日之内一定破案 朕罚了 退下吧 是 机前带着燕然离开皇宫 燕然常常舒了口气 公子 请容奴婢 说句不该说的 皇宫气氛实在压抑 实不相瞒 奴婢是罪人之女 自小在夜亭中特赦的一处院落中 训练杀人计 几小时便出来杀人 见过太多血腥残酷之画面 却也是第一次感到恐惧 机前笑道 你还是太单纯 一旦洞悉其目的 世上无可怕之人 燕然虽不认同这一道理 却因机前好似没事人一般 不信也得信 时日破案 公子 是否有些强人所难了 不难 一点都不难 机前知道 脱势脱不下去了 慕雄怀把问题摆在了明面上 看似是在问计 实际是让自己做选择 究竟放弃把柄 还是替他抢李国民功劳 削弱其影响力 必须二选一 抢李国民功劳 这事太扯淡 谁知道慕雄怀打下离朝后 是想修整一番 还是穷兵独武 继续开疆拓土 宇明修熙自不用说 李国民必死 但要是 想继续开疆拓土 那么李国民就一定还有用 即使机前知道自己 被慕雄怀摆在什么位置 也不敢赌他 到底在乎自己的名声 还是想为儿子铺路 第152章 真正的幕后主使 而且自己并非不可替代 尤其自己的死 还相当有价值 既可以令姬家 与李国民反目成仇 也因为曾有功于前朝 等统一天荒大陆 也能为杀李国民 提供充足理由 总之就一句话 很多东西 你当然可以争取 但前提是 实在人家能随时抄了你的价 至于放弃把柄吗 就算结案 机前也能保证 让把柄落在自己手里 而且没必要真就冲在最前面 让慕雄怀打自己脸 几乎可以认定为事实的是 李田此举 并非李国民暗中支持不说 甚至不是李田本人的内心想法 应该是有人在窜夺他 而这个人这么做 指定不是为了李家好 芭城也是个投机者 想想办法 让这个投机者 成为对付李田的主力 倒也能两全其美 回到衙门 玉华已经在等着了 毕竟是修饰 一夜未睡也不显疲态 公子 让您失望了 我们一无所获 玉华毕竟没什么背景 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在他看来 全是皇帝赏识 自然有些愧疚 不必愧疚 此事过去多日 证据没被销毁 才是真的奇了怪了 那我们现在该当如何 让大家都回来 皇主给我调拨了些钱 大家分了 每日沉溺九色财气 不必再抛头露面 我自有办法 因慕雄怀的警告 机前不得已改变战略 这意味着 他之前的托 自觉不能再用了 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在这十日内 找到关键性证据 并令那个幕后之人 站到台前 这恐怕余力不合吧 玉华不懂官场的弯弯绕 即使见惯了 连吃带拿的贪官污吏 也发自内心瞧不起他们 如今见机前让自己如此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玉将军 我不是在腐蚀你 也没兴趣腐蚀你 似你这等人 亦无法腐蚀 只是我有句话 须得交给你 行得正坐的端未必有用 装成坏人 或许能澄清语媚 玉华虽不甚聪明 到底机前这番话 说得十分直白 不由得他不懂 拳斗和打仗没什么两样 势敌已弱 也是办法之一 谢姬公子不吝赐教 末将醍醐灌顶 机前白手示意 玉华下去 对焉然道 他们这些人 到底心存善意 不敢太过铺张 你留下 定让他们真如顽固子弟一般 奴必得练 交代完之后 机前出了门 来至神威君原旨 得见高明然 因有圣旨在身 即使教场中一干将士 皆是自己心腹 高明然也不敢大肆声张 悄悄将机前带到大帐 我就知道 你小子会来 正帮高明然处理公务的 木丸雅笑道 您就别调侃我了 皇主命我十日内破案 证据又已被销毁 因此 我想见见那个探子 此事可以 高明然怕机前乱走动 会走漏风声 便亲自将探子带回自己帐中 因他实情相告 又没做出什么出格举动 故而高明然这几日一直以礼相待 竟将先前面黄鸡兽的探子 养得白白胖胖 还不见过这位公子 高明然韩生 并未点名机前身份 见过公子 探子忙行礼 说说吧 李田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 我是他养的 养的死士 放屁 机前冷然道 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李田贵为丞相之子 就算要养死士 也得是个修士 你这等人焉能入他法眼 探子神色慌张 无言以对 赶紧回答这位公子的问题 不然别怪本将军顾忌重施 这次 我会让你进入真正的地狱 断你手脚 包你精辟 对于机前 高明然有些愧疚 他本想将事情推给皇主 好当不粘锅 结果没想到 这事转来转去 转到机前手上 很明显 他低估了皇主的脑子 就算机前是局外人 和朝堂毫无关系 只要皇主愿意 也能把他拉出来背锅 所以 高明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一定尽量帮机前补 我说 但我有要求 保护我的安全 你的意思是说 我说你 高明然大怒 机前连忙拦住 高明然确实不行 带兵打仗他有一套 但论修为 却还不甚精进 没人敢动他 但也没人会怕他 更别说动他营中的某个人了 没问题 我答应你 事成之后 我带你去机家 探子又惊又喜道 真的 机家可是大前 乃至天荒大陆 鼎鼎有名的大家族 进了机家 自己的小命 可就真的得到保证了 再不说 我把你丢出去喂狗 说说说 我这就说 是 是礼部侍郎宅奎 他想为他的老师孙成言报仇 高明然和木丸雅面面相去 他们倒是能想到 这件事 背后有很深的利益纠葛 但实在没料到 这个幕后之人 居然不是为了利益 而是单纯看不惯李国民 世上总有人不屑权谋 倒也在情理之中 鸡公子 这确实是突破口 您若有需要 我们夫妻二人定当全力协助 木丸雅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试图说服自己 高明然上前笑道 抱歉啊 这件事若非我们不敢惹事 怕也不会令你身陷淋雨 虽然自己乃镇边大将军 但说实话 几次接触下来 高明然已经被 姬前的权谋深深折服 而且 此人可是能弹指一挥间 便令离朝北军全军覆没的存在 不由得他不放低姿态 没事 咱们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就算你真的主动承担 届时还得我出谋划策 不如直接由我出手 免得出什么错 高明然输了口气 只要姬前不在乎就好 将探子带回姬家 姬前来到李布侍郎宅奎的关底 并未走正门 而是翻墙进入 刚一落地 姬前便看见远处房顶上立着一人 注意到姬前后 向西北方向狂奔去 姬前连忙尾随 最终来到后院 见到梅树下有一位素衣先生 正一边盘核套一边看书 翟大人 还认识我吗 姬前曾参与过朝会 虽然未与这位李布侍郎 有过正面接触 但想必他应当会记得自己 姬公子 坐吧 翟奎没看姬前 分主次坐定 姬前瞟了眼房上的黑衣人 翟大人既然不动手 想必是一直在等我呢吧 第153章 尹蛇出洞 不是所有官员宅邸 都和丞相府一样 尤其李布这种 不需派人去前线的部门 安保依旧如往日一般 密不透风 凭姬前修为 根本进不来 否则便是翟奎有意为之 姬公子果然是明白人 翟奎将书放下 小可十分好奇 公子该如何抉择 似乎已是个死局 你已无路可退 姬前哭笑不得 他其实已经猜到 翟奎的目的了 村多李田调查 陛下秘密调来的军队 借机拱火 让事态升级 直到我身死 陛下不得不杀李国明 翟大人的想法果然绝妙 翟奎冷笑道 哪怕你猜到 又能如何 人们不愿意相信 一个小小的李布侍郎敢杀你 就像人们不愿意相信 堂堂大前皇族与姬家 无法阻止一个小小的李布侍郎杀你 姬前不理翟奎这一查 接着道 你如此做 不过是想替你恩师孙承岩报仇吧 毕竟严格来说 即使李国明是文官之首 你的老师也和他不是很对付 不然不会这么有才 却是个李布尚书 两军交战之际 还被派往敌国当什么使节 和高明然夫妇不一样 姬前其实并不觉得 翟奎此举 是在为孙承岩报仇 别闹了 成年人的世界 哪有情义这一说 尤其孙承岩现在还没死 而且八成不会死 更有甚者 孙承岩俨然成了文官集团中的一股特殊势力 和李国明争锋 有些夸大其词 但就凭他们能在慕雄怀眼皮子底下 搞出一个庞大组织 便一定不简单 当然 慕雄怀何许人也 八成早就注意到他们的小动作了 但能让慕雄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即使机前远离朝堂 不知文官集团内部多方势力的底细 也能看出这股势力有多伟大步调 翟奎八成不在乎孙承岩的死活 这么做 是想激化矛盾 让慕雄怀不得不处死李国明 届时所能倚仗的势力 只有自己这一只 成为李国明 甚至超越李国明都未尝不可 但话说回来 文人和武将不一样 极耗面子 也讲究师出有名 虽然有些矫枉过正 过犹不及 但不必拆穿 保持体面便可 姬公子究竟要说什么 我确实要为恩师报仇 而你也将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是啊 我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恩师若是只此危难之际回了大前 你该当如何 翟逵促没道 你在威胁我 不管翟逵怎么想 他打出的旗号 都是为孙承岩报仇 这意味着 孙承岩在他们这伙人里 威望极高 据传言 孙承岩性子刚直 与李国明等人云泥之别 通过他主动请求 前往离朝下战书一事 便不难看出 这人确实不一般 但因为没有背景 所以即使笼络了大批 和他一样没背景的人 也处处受李国明制约 平时还好 如今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孙承岩不给李国明 添赌也就罢了 还主动去前线 让自己身陷淋雨 实在缺乏政治头脑 或者说 他并不在乎这些 觉得拿下离朝 才是头等大事 尽诛者赤 尽默者黑 想必他笼络的这些人 和他也差不了多少 翟逵肯定无法完全控制 孙承岩的门声顾利 当然 孙承岩这种笨蛋 就算被救回来 凭翟逵的脑子 也能将他玩死 但话说回来 要是机前暗中帮他呢 既没明星 面对的又是和自己一样强劲 甚至远胜自己的对手 翟逵还怎么玩 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 翟大人 咱们都是聪明人 就别用这一套骗人了 我要是死在你府上 你祸水东你的目的 不但达不到 还会葬送大好行事 不然你的人为何不敢动我 翟逵无比气愤 机前年龄不到双十 怎地竟有这般头脑 但他并不想放弃挣扎 冷笑道 凭你 也能救出我老师 反正时间相当充裕 给我五天时间 五天之后 你老师必然返回 好 咱们走着瞧 机前确实在离朝 混得风生水起 可天风宗也好 灿宗也罢 阴敢唐儿皇之杰兆玉 将孙诚言救出 更不要说 机前已经将这一目的告知自己 自己完全可以给他添麻烦了 退一万步讲 哪怕机前真有面对八面来风的能力 自己直接动手干掉他 岂不一了百了 总之就一句话 翟逵自信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一定能让机前马是前提的同时 成功取代李国明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神威君援军营 机公子 如此做 是否有些打草惊蛇了 高明然有些不解 为何机前要去见宅魁 岂不是便宜了外人 给自己徒增麻烦 打草惊蛇 有另一种解释 叫引蛇出洞 穆丸雅似乎已看出机前想法 笑道 你什么话都别说 就静静看着机公子吧 他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权动 不仅能调动自己的资源 也能让敌人听你好令 高明然听得云里雾里 却也知道机前和木丸雅 都不是爱开玩笑的那种人 便道 你放心 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保证让你的计划顺利执行 那就好 机前离开 回到衙门 正巧撞上玉华等人 在堂上歌舞声平 笑着对嫣然说 干得不错 继续保持 嫣然玩耳一笑 回到自己的房间 机前分别给明玉和风雨谦 写了封信 要他们组织人手 去结赵玉 明玉看过信后 猝着没道 这机前小子犯神妖傻呢 赵玉层层设防 一旦被抓 事情败露 皇族定会趁机发难 人静一般的大长老 却不这么想 离朝正值生死存亡之际 皇族绝不敢动我们 但也绝无法成功 想必机前小子 一直这其中深意 八成遇到了什么事 想让我们配合演艺出戏 这样 你大张旗鼓组织人手 令消息泄露出去 如此一来 洛宇家定会撤去外部防卫 将我们引入赵玉 再一网打尽 毕竟事情不能闹大 不然他可腾不出来 手来对付我们 不对付 我们又会颜面扫地 所以会将事件的影响力 降到最低 茗玉似乎明白了 明言下之意 是说 机前想借我们营造出一种 肇育防守空虚的假象 迷惑某些人 第154章 把控人心 此次离前交战 机前小子出尽风头 必为人忌惮 想来因时遇上了麻烦 不然何必费尽 救一个不死之人 不仅大长老 茗玉也十分清楚 孙承岩虽是前朝使臣 骗玉家恨不得 将其千刀万剐 但却万万不能杀 所谓民生都是扯淡 只要能达到目的 没人会在乎 别人怎么看自己 机前就是范礼 即使这次民生大造 也毁于参半 说白了 骗玉家不在乎民生 两国交战 不斩来使这条规矩 也并非不可撼动 可孙承岩这等人 势必在前朝人看来 乃是英雄 不杀 英雄就这一个 杀了 将会有千千万万个英雄 林子大了 不仅会出坏鸟 前程且战力极强的豪鸟也不少 触怒了这帮人 无形中又令前朝多了几分胜算 这也是为何开战至今 前朝上至皇主下到将领 皆选择对孙承岩的安危 视而不见的原因 杀了他 前朝不会损失什么 骊朝不会得到什么 反而会让胜利来得更快 封玉千那边 封宗主向来心狠手辣 自然知晓着其中的门道 不必提醒 也能避免消息泄露 是 如大长老虽说 天风宗做出的应对 和灿宗大差不差 骆宇佳看在眼里 虽然也知道 有可能对方只是在虚张声势 但他不敢赌 机前这人太过恐怖 脑回路也和一般人不一样 如果他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尾 营救孙承岩 虽说可能被人忌惮 但名声也将更好 所以 骆宇佳也不得不撤去 赵玉外围的防卫 转而加强内部防守 做足准备 几经辗转 消息传到翟奎耳中 赵玉内部防守是机密 翟奎只知道 骆宇佳撤去了外部防守 虽然有诱敌深入的可能 但他可不敢赌 就算赵玉内部 真就重兵把守 万一天风宗和灿宗出动精锐 该当如何 毕竟 现在正值关键阶段 骆宇佳不可能为了一个 小小的孙承岩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还是得以抵御前朝为第一要务 所以 有给翟奎的选择只有一个 那就是干掉机前 启禀大人 机前求见 就算机前身边有皇族的护卫 翟奎也有可能干掉这个 除了脑子一无是处的 顽固二世祖 可有意思的是 就像沐熊怀暂时不能杀李国民一样 只要机前出现在自己府上 自己就不能动他 不仅不能 还得护着他 不见 小厮领命要走 被翟奎叫住 不见顶个屁用 机前要是在他正门前 支个帐篷不走 到时候 依旧有免死金牌 可恶 翟奎一掌 拍在石桌上 因不是修饰 石桌未遂不说 手还被震得生疼 让他进来 是 不一会儿 小厮领着机前进来 二人分主次落座 机前笑道 翟大人 计划落空了吧 翟奎阴着脸 无言以对 怪到机前之前 敢直接将计划合盘拖出 他手上握的资源太多 根本不用担心 翟奎暗中使唤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 都形同虚设 翟奎第一次意识到 坐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 像一座山一样不可撼动 这种感觉 大前只有一个人曾给过他 时任皇主的慕雄怀 翟大人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我可以给你提供个建议 没我 你照样能向李田发难 毕竟你手握的证据比我多多了 你说呢 当然 你要是栽了 还有我呢 把证据给我一份 到时候我再顶上 翟奎愤怒不已 机前简直是一派胡言 有慕雄怀在 自己怎么可能成功扳倒李田 要想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就必须得通过机前的死 把这件事闹大 只要机前不死 没有更强的势力 向皇族施压 或与其做交易 慢说李国民 就是李田 八成也死不了 我借机发难 好让你全身而退 别逗了 我可不会成为 皇族体恤功臣的垫脚石 更不可能让人骂我在人背后使唤 机前笑而不语 次日 长生殿 翟奎跪在慕雄怀面前 慷慨陈词 综上所述 李田不死 不足以平民愤 翟奎说的咬牙切齿 更多的是对机前的不满 但也没办法 他现在必须这么做 才能保全自己 和其他朝臣不同 翟奎是知道高明然位置的 因此很轻易便能推断出 慕雄怀照他入京的目的 一旦机前将此事告知慕雄怀 届时谁敢保证慕雄怀 不会杀自己立威 就算机前不说 这位老谋深算的皇主 又岂能不知 只有主动站出来 帮慕雄怀做点事 再以此为由 交出手上的权力 才能向慕雄怀表忠心 不至于让他忌惮自己 慕雄怀瞟了眼翟奎 有些失望 说实话 慕雄怀根本不想动翟奎 机前能猜到的事情 慕雄怀自然也都知晓 并且十分清楚翟奎的底细 这小子手确实伸得长 索图也过大 但总好过背靠机家的机前吧 如果能借他之手 削弱机前乃至机家的影响力 慕雄怀何乐而不为 此人又没什么家族 宗门背景 所养的死士战力 也并非一起绝尘 既好控制 又不会害怕李国民他们 简直是理想中的白手套 可惜 这种话不能明说 因为翟奎不可能相信慕雄怀 这是这种人的通病 多一道没有安全感 在他看来 要是依旧隐藏在幕后 不理会机前 相当于再赌 赌慕雄怀不会动他 而他为了稳妥起见 肯定不会如此 反正就算慕雄怀不会动他 主动站出来 向李田乃至李国民发难 自己也不会死 而且还能避免被慕雄怀干掉 毕竟证据确凿 就算慕雄怀想护李国民 也不可能动自己 不然无端地偏袒 会让他颜面扫地不说 还有可能制造出一种 李国民得失的假象 届时大家全去投靠他 可就得不偿失了 这也让慕雄怀明白 机前的可怕 居然能把人心丸弄到如此地步 不愧身负皇族血脉 之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 慕雄怀不理翟奎 翟奎不肯善罢甘休 次日领着一些沉不住气的文官 一起向李田发难 闹到后来 甚至跪在长生殿外嚎啕大哭 第155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慕雄怀心照不宣 将翟奎下狱 表明自己保护功臣之后的决心 且未动翟奎以及他的势力 此事便暂且告一段落 神威君援叫场 高明然大仗 听说翟奎哭得跟死了爹一样 高明然哈哈大笑 想不到这小子还有这一面 真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慕雯雅笑道 文官嘛 自然喜欢玩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一套 放眼历史长河 此等是屡见不鲜 不必大惊小怪 况且 玩他的人乃是鸡公子 输了也情有可原 高明然闻听此话 原本便有的敬佩之情 更多一筹 先前公主殿下说 您能调动敌人 我还不信 没想到才过去没几日 便被打脸 您的手段当真是绝妙 令人佩服至极 鸡前笑道 高将军过奖了 我能胜翟奎 原因无他 手上握的资源太多罢了 高明然却不这么想 慢说天风宗 鸡家您虽是家主之子 母亲又是大前长公主 堪称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顶级权贵 刚开始时 他们也并未鼎立住您 恰恰相反 鸡家看不惯您的人 大有人在 和大多数鸡家年轻一辈相比 您也没有优势 但还不是让鸡家 所有资源倾斜于您 行了 别大夸了 木完雅见高明然 越说越离谱 赶紧拦住 鸡公子 你来这里 想必不是为了 替我们夸你的吧 鸡前笑道 还是您聪明 不过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只是想告诫你们 朝中文官 不只有李国明 和翟奎两股势力 皇主的偏爱 更像是捧杀 紧接着 针对李国明势力的绞杀 将会一波接着一波 而且我敢保证 肯定有没脑子的 想趁机拿下木熊怀 所以你们接下来的处境 相当危险 做起事来 千万不能想太多 皇主指哪 你们就往哪儿打 别和他玩心眼 木完雅点头道 你说得对 且不认修为 单说谋略 便无人能比肩皇主 能让我们暗中拱卫皇族 就能调集另一波势力 暗中制衡我们 总之 他不会让自己 陷入到无人可用的地步 知道这点就好 到此 回到衙门 玉华带着一众士兵围了上来 当然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们兄弟定当 直接杀进丞相府 手刃了李田 那等贼人 玉华生性单纯善良 根本看不出这里头的弯弯绕 还到姬前如今十分憋屈 故而想帮他出口恶气 姬前笑着摇头 所以不必在意 这番话 更让玉华等人愧疚 没帮上忙也就算了 竟然还让领导单词骂名 简直诸狗不如 大人 任后您若有需要 我等义不容辞 可不能这么说 提携你们的 乃是皇主 应当笑立皇主才是 玉华等人面面相去 这时 有士兵进来禀报道 大人 圣旨道 众人连忙接旨 有趣的是 来传旨的不是太监 而是吏部尚书李宴 钦差大臣 机前办案不立 辜负皇恩 然却有功设计 功过向底 折吉薛之为名 三百士兵归其调用 钦此 草民领旨谢恩 李燕含声道 机公子 你可真是出尽了风头 这么大的差事没办好 居然还能全身而退 当真不凡 机前冷笑道 李大人严重了 听说李田出事时 明未出手 反而作弊上官 小心加官进绝 李燕醋眉 他不出手 是因为看出 慕雄怀有心坎护李田 又想独揽保护功臣的名声 这才哑口无言 可仔细想想 自己好像被慕雄怀骗了 或者说 自己的这番操作 无形中在告诉李国明 自己处处为慕雄怀考虑 如果这时候 慕雄怀再拱一下火 风格类似丞相的官职 岂不是要和李国明 反目成仇了 机公子 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 李燕本想嘲讽机前一番 不想竟被他搞了心态 便再无这等想法 回忆溜溜离开 玉华不知其中猫腻 也并不在乎 凑到机前身边 笑道 机前却并不高兴 倒不是担心 玉华和燕燃一样 会成为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 毕竟玉华是皇主提携的 一向觉得 他对自己有知欲之恩 或许到了关键时刻 会给机前造成不小的麻烦 但还在可控制范围内 机前真正担心的 是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 谁不知道 玉华毫无背景 几乎可以说是慕雄怀的嫡系 把嫡系安排在机前身边 大家会不会觉得 慕雄怀有心动机前 本就为文官集团所忌惮 但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这算是慕雄怀给机前的 一个小小的警告 让他收敛一些 别老和皇族作对 正直战时 你们不去前线浴血奋战 反倒随是我之左右 实在不好 这样 我写信给太子殿下 让他求陛下 让你们上前线 如何 玉华又惊又喜 若真如此 我等先行谢过姬公子 不仅玉华等人没什么意见 心思单纯的慕战英 也不知机前此举背后的目的 还到他心系家国 便依他所言 向慕雄怀求情 慕雄怀冷笑连连 这是机前给自己的回应 百明了在告诉自己 他手上有慕战英这张底牌 不过慕雄怀并不生气 他能看得出来 机前和慕战英 绝不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恰恰相反 机前再怎么阴险 也定会念及和慕战英的兄弟之情 虽然慕雄怀控制不了机前 但慕战英可以 所以慕雄怀倒也能接受 更何况 机前本来就是慕雄怀 给慕战英培养的太子党 帮他扫清障碍的不实之才 因此不再将机前放在心上 默许了慕战英的请求 这相当于变相地告诉朝臣 机前是慕雄怀护着的 只要不是笨蛋 便都不会再向机前发难 丞相府 李田坐在上手 旁边乃是李燕 并坐着一众李国民党羽 各怀鬼胎 第156章 机前慕兵 陛下已恩准机前将玉华等人 调往前线之奏报 大前境内 诸方势力暗流涌动 多是翟魁之流 不动皇主 专攻我等 试问诸位有何良策 面对这等八面来风 沉默良久 李燕开口 一干人等无言以对 他们起初与李燕想法相同 李国民拥兵在外 虽有魏弘臣等人制衡 但绝不会动他 以免逼反 虽不至于皇权旁落 到底徒增麻烦 然而 如今形势有所变化 慕雄怀有心示弱 与皇族一般 文官集团自然随之容易拿捏 李国民也好 李燕也罢 慕雄怀自然要保 可他们这一干无足轻重之人 届时若有人 欲要取而代之 想必慕雄怀会为引蛇出洞 而不管不顾 而且 事后不一定会将他们 重新调回任上 毕竟内部肃清 与潜力战争同步进行 在拖延些许时间 怕是到了那时 便是慕雄怀 要将肃清李国民一派之士 提上日程 又岂会助他 当然 如此一来 他们也算落得个好下场 至少早早远离权力中枢 不至于在权斗过程中 沦为炮灰 当个富家翁倒也不错 可曾经沧海难为水 若不是为了特权 谁愿当官 如今结甲归田 他们可做不到 既然诸位并无建议 那我便抛砖引玉 说说想法 离前大战 所好将士数以万计 前线浴血厮杀 自然须精锐顶上 后方所战之城 却可调集杂兵手之 正是募兵的好时机 及时君录 便报君恩 各位定要江山设计为重 为陛下分忧 众人眼前一亮 虽然从道义上说 如今人人自危 李燕不会那么好心帮他们 毕竟就算文官集团内部 势力亦错综复杂 李国民也好 李燕也罢 皆有亲信 他们这些屈炎附施之人 李燕不会在乎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这一建议倒还有点意思 若是辞官 并申请离开都城 为前朝募兵 届时统一前往前线 便能既满足牧雄怀势敌 以弱之战略 又能手握重兵 至少不会被人随意拿捏 谢礼大人指点 众人齐声道谢 随后借各种由头 火速离开城相府 李田醋没道 皇主真能同意 李燕笑道 不论同不同意 也必须让他知道 我们和姬前一样 不可任人随意拿捏 他既然想借此机会 动摇我们的军心 那就让他也尝尝人性的滋味 当然 且不说此计未必能成 就算成了 也依旧在牧雄怀掌握之中 因此还望您修书一封 成语相亡 令其做好准备 李燕口中相亡者 名叫穆战臣 乃是李国明嫡女李贵妃所生 现年不过八岁 却也是李国明引以为傲的根本 甚至想用来与穆战英争处 且不说文官集团各个老谋深算 能助穆战臣 单就其自身 便就无可挑剔 修行天赋 与穆战英不相上下不说 小小年纪 尽身安全谋 且有心争夺地位 因此 这枚棋子此时若动 虽不至于打乱穆雄怀计划 却也能将水搅浑 水月魂 穆雄怀处理起来越头疼 越能拖延时间 而且据可靠消息 更 坤 砍三朝暗流涌动 想必迟早为未救赵 第二战场只在旦夕 这功劳虽比不上功克离朝 却也是旷世其功 李燕不信 穆雄怀会让姬钱等太子党得知 此人在穆雄怀心中 固然地位极高 但谁能保证 穆战英继位后 姬钱不会仗着郑主之功 与背后姬家势力行费力之举 甚至取而代之 与之相比 也完全没必要 毕竟穆战成会听他的 当然 天荒大陆上 也有类似阳间窜女虚位的先例 但再怎么说 李国民已老 就算穆战成熬 也能熬死李国民 更何况 姬钱尚且年轻 背后势力不容小觑 总之 就算穆雄怀没有改立储君的打算 暂且用穆战成制衡姬钱 也是他的最佳选择 更何况 还是个八岁孩子 修行天赋再高 也是穆雄怀儿子 一句话就能对付 岂不比姬钱好用得多 现在还不到利用湘王的时候 自己怎么着也得请示一下 虽然时不我待 但耽误几日也未尝不可 你可修书一封与丞相大人 记住 千万不可为人知晓 务必保密 李田笑道 李大人放心 本公子自有打算 穆雄怀何等人也 旁人不知 李国民还能不知 因此 临行前给李田留下一本书 并要他每隔三日 便向李国民报一回账 若有要事禀报 可以通过更改数字 来指定书上的字 又因一直在报账 双方之间常有数字往来 而既能加密信件内容 又可以不引起穆雄怀的猜忌 算是一个简易版的密码 本不一时 信件承报李国民处 翻出同一本书 李国民对照之后 眉头紧皱 他是真不愿意动用湘王 如今穆雄怀正竭尽全力 培养穆战英 凡是大功 接赐给他 若是湘王部养精蓄锐 贸然跳出来 岂不是故意处眉头 况且傻子都知道 穆雄怀在下套 准备把不合心意之人 一网打尽 参与立储从古至今 便是臣子大忌 与找死无意 可情况紧急 不做准备肯定不行 因此 李国民很快回信 告知李田 暂且不可联系湘王 但若是第二战场苗头出险 则必须动用他 李田 有被翟魁窜多一事在先 不敢再给李国民添麻烦 故而遵命行事 与此同时 长生殿 李国民一派 除李燕等大官 以及他们的亲信外 皆跪在慕雄怀面前 赵李燕所言施压 希望辞官的同时 在大前各地募兵 以保障前线吃紧之战事 慕雄怀瞟了众人一眼 充满蔑视 诸位皆是文官 俗话说 树叶有专攻 此事岂能由你们挑起大梁 反倒让人耻笑我大前不武 令文若书生充俊 传阵旨意 命机前募兵 众文官 闹闹 怎么又是机前 奈何皇主有令 他们不敢不从 离了长生殿后 火速去见李燕 依我看来 这是好事 李燕并不感到意外 反倒觉得 慕雄怀此举 正合自己心意 李燕都能猜到的事情 慕雄怀焉能不知 第157章 弃足宝车 要知道 慕雄怀才是此战的第一受益者 早在开战前 想必他就已经派人 监视其他三大王朝的一举一动了 因此他这么做 正好让李燕的猜想得到落实 机前募德将士 前往离朝之后 慕雄怀无人可用 自然要让湘王出手 由此也能看出李国明的恐怖之处 若是真就联系湘王 让慕雄怀有所防备 怕是机前还得不到这等差事呢 对这些官员来说 慕兵并前往离朝是最优解 所得利益更是数不胜数 但对机前来说 堪称地狱 前战区在离朝百姓眼里 乃是敌战区 本就不爽的他们 见有驻军出现 定会更加抗拒 说不定窜多一下 他们还会造反 虽不至于杀了机前 给他添些麻烦倒也可以 而且 军队已过了一遍 就算按战前约定 与明秋毫无犯 谁能保证 他们不会为了维稳 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比如有些投降派 虽然恶心了些 但至少能帮他们镇压百姓 届时必为他们所用 积愿如此之身 有机前受的 好事 李大人 您别逗我们了 没了这等好差事 那帮盯着我们的家伙 指不定怎么迫害我们呢 与李一而言的好事 与他们而言未必 故而一个个苦着脸 好似死了爹妈一般诸位 暂且回去 我定想到妙计 助诸位一助 众人无奈 只好离开 他们很清楚 李燕这是打算放弃他们了 汽车宝帅 虽然需要下定决心 可若是汽足宝车 谁会心疼一个 毫无作用的小卒子 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下 他们不理政务 坐在一起商议如何自保 最终还真让他们 找到一个好办法 机家 机前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观看娇娇 手持落雨见掩舞 身后还有燕燃等一干人 捏肩锤腿 简直是神仙日子 公子 奴婢观娇娇姑娘身形 似有破镜之兆 届时若是赶超了您 该当如何 赶超就赶超呗 他强不就代表我强吗 百烂点 二百 燕燃此话 原是为刺激机前 好让他正视差距 精进修为 不想还是和传言中那样 在不努力这件事上 比谁都努力 撒 一道寒光划过 斩断机前身前地板 光芒消散 呈九尾狐壮 娇娇持剑直指机前 冷笑道 有朝一日 我让你叫我主人 我等着 机前丝毫不怕 将桌上茶杯拍给娇娇 娇娇接过 并将落雨剑扔回 自顾自喝了起来 不错 确实天赋卓绝 无愧神兽之名 机长安笑着走来 老祖 机前甚至未曾起身 若是让旁人见了 早骂他没尊备观念 不过因机长安十分溺爱 故而不做惩罚 上前道 陛下有旨 让你募兵 怎么打算 遵旨行事呗 难得还能打上灵霄宝殿 跟他说 皇帝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 扑吃 燕燃等人被机前逗笑 又说混账话 机长安并不生气 我之前与你说过 各大家族 宗门看似感激于你 实则利益所致 如今见你要手握重兵 必然阻挠 虽然神威君安危仍信你守 可毕竟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若以此要挟 咱们机家弟子 也定万劫不复 故而 你定当小心为上 机前点头 机长安说得对 大家都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机前有利宝神威君的理由 故而 他们并不会再与机前客气 可那又如何 奉旨行事 谁敢阻挠 岂不是要与皇家作对 前朝与离朝情况不同 毕竟战火并未烧到境内 惹及了沐熊怀 不说灭了他们 必然教训一番 谁敢出这个眉头 因此 做起事来必然克制得很 不至于添什么大麻烦 老祖 娇娇已有破镜之相 您看 来日再说 机长安离开 机前翻了个白眼 怪到通天教主为人轻视 有教无类 真难做到 娇娇凑来道 就是 论天赋 你们机家几人能比得过我 分明是看胡下菜碟 燕然哭笑不得道 娇娇姑娘 您就别拱火了 娇娇哼了一声 看向骆宇剑 坏笑道 你是不是也瞧不上他这一点 骆宇剑无言 次日 都城外 一处硕大的擂台 摆在城门边上 机前坐在擂台正中央客瓜子 娇娇手持骆宇剑出了一旁 燕然等人一言阵以待 周围还有几名机家弟子 维持秩序 这几名弟子 皆是比安静修为 甚至有些人按辈分是机前的叔叔 若哥以前 他们万万不会为机前保驾护航 然而时代变了 机前成了老祖蠢 又是机家风头五两只始作俑者 自然要好好保护 不令其出事 见人聚得差不多了 机前给娇娇使了个眼色 娇娇翻了个白眼 再懒也得有限度吧 喊话都懒得喊 让自己来 跟着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诸位 如今大前势头正胜 主力皆在前线死战 所攻城池 自然无人可守 因此陛下有令 命窝等木兵 占据各大城池 不必出战 吃香喝辣便可 此话一出 群情激愤 毕竟就算不像娇娇说的那样 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也不用上前线 可以保障基本生活 又能扬名 谁不乐意 少在这里妖言祸重 且不说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就算必胜 试问黎朝百姓 真就引颈受禄 甘心受欺 你们分明是在骗我们 就在大家要报名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当时冷落了现场气氛 娇娇寻声望去 说话之人是个年轻汉子 看面相便知道是个修士 八成是其他家族派来捣乱的 这位公子言之有理 上台来说 娇娇钻井若宇剑 若非事先机前交代过 碰上闹事的 一定不能直接动手 他早已一剑砍了此人 上台就上台 那年轻汉子丝毫不惧 大庭广众之下 姬前若敢因自己说了句话 而杀自己 传扬出去 谁还敢投靠他 请姑娘回答在下的问题 黎朝百姓 可否真的甘愿臣服于我们 自然不甘不愿 可若是收缴土地 下令开荒 所得田地归其所有 该当如何 娇娇案姬前事先交代的话回对 百姓们眼前一亮 第158章 文官投靠 要说也是 百姓不是修士 什么修行资源之类的 并不在乎 只想吃口饱饭 若是土地归其所有 重新洗牌 什么狗屁国仇家恨 想必早已抛之脑后 而且据说黎朝内部腐败不堪 吃拿卡药 鱼肉百姓之事不胜美举 前军若是正义之师 自然所到之处 百姓单四胡将相迎 焉能不愤 年轻汉子也不是宁捏的 见娇娇如此说 火速想到应对之策 总有不愿投降之人 试问戒时该当如何 娇娇仗剑 韩生道 戒时自有强者镇压 修士之流早已逃顿 或冲入军中 就算闹事 高手一人 便可将其解决 年轻汉子笑道 姑娘此话 未免有些过于自大了吧 诚然 鸡公子之谋略有目共睹 然谁不知晓 公子出了名的 不爱修行爱花楼 平他 焉能护得住我们 娇娇大怒 鸡前虽爱百烂 到底是自家主人 焉能被人如此轻蔑 既然如此 你我决战 输了便立刻滚蛋 我不跟妖兽对战 你怕了 你才怕了 年轻汉子大袖一挥 便是狂风袭来 剑气划过 将其拍散 随后纵身上前 一剑刺中年轻汉子左肩 好 百姓纷纷拍手交好 年轻汉子冷汗直流 怒道 不算 我要与鸡前对战 娇娇冷笑道 连我都打不过 有何资格挑战我家公子 百姓跟着嘲讽道 输了就是输了 大丈夫愿赌服输 焉能如此磨叽 令人耻笑 年轻汉子更怒 却也知晓自己理亏 便捂着伤口纵身飞离现场 诸位放心 不止离朝百姓 所肯荒帝归属他们 诸位也是 百姓更是高兴 纷纷报名 仅一日便有千余人报名 娇娇却高兴不起来 醋没到 离朝北面城池极多 百姓战力又低 少说也需几十万人 似这般细水长流 得留到什么时候 鸡前却并不在意 将手切羊肉 在自制的铜锅里涮了一番 站上自制麻将塞进嘴里 再塞一半自制糖蒜 一脸满足道 果然糖蒜才是火锅的灵魂 跟你说话呢 娇娇气地吹了口气 将火锅中的碳吹灭 这时 燕然进来道 公子 有人求见 鸡前笑道 找什么急嘛 外缘这不就来了 外缘 娇娇醋梅 让他们进来 是 不一时 燕然领着一干人进来 分明是李国明手下那些不算亲信的文官 纷纷向鸡前做自我介绍 其中官职最大者 名叫赵汉生 时任力部侍郎 抱拳拱手道 鸡大人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正好 我吃火锅呢 大家一起坐下吃吧 好好好 众人虽不是丞相 到底官位不低 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 却也不得不装出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唯心夸赞 涮羊肉 乃人间美味 不用于燕然的训练有素 娇娇在一旁忍俊不惊 谁能想到 一干自视清高的文官 竟在鸡前面前 如此卑躬屈膝 怪到鸡前不愿修行 反倒专攻全谋 这种景象可不多见 就算是鸡长安来了 这些人八成也不会 低下高傲的脑袋 主委来见我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鸡前明知故问 没什么事 鸡公子乃是大前第一名人 如今临危受命 又帮陛下木兵 食乃我等楷模 既然没什么事 吃完饭就走吧 我还得去逛花楼呢 去晚了 美女都被点了 鸡前毫不客气 打断几人满脸无奈 若哥平时 他们定然拂袖而去 可如今有求于人 焉能甩脸子 鸡大人 实不相瞒 我等来此 是想助您一助 好不被人轻视 骂我等文人误国 不用 我不需要 众人 得 既然都已经找上门了 还在乎什么面子 赵汉生当人不让道 鸡大人 实话说了吧 我们以为在旦夕 还望您收留我们 让我们一同帮您募兵 日后定当笑死力 真的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众人盲表忠心 你们先走吧 明天再来见我 这 见鸡前下了逐客令 众人只好离开 为何不直接留下他们 论打仗 他们可能不行 蛊惑人心 却是一帮好手 往往能把黑的说得白的 有他们助力 咱们定能事半功呗 娇娇不解 鸡前冷笑道 文官与武将不同 后者值得信任 真就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前者却往往放屁 该改换门停时 绝不犹豫 不然也不会投靠我们 那怎么办 下毒呗 让他们吃些毒药 每隔一月领些解药 必能为我们所用 娇娇眼前一亮 差点忘了 鸡前样样精通 次日一早 鸡前仍旧带着娇娇等人 坐针擂台 底下报名人员中 站出一人 指着鸡前道 小子 你口口声声说 能护住将士们 可敢与我一站 娇娇哭笑不得 来闹事无所谓 关键是 别照葫芦话瓢行不行 好歹整出点心意来啊 我来跟你过过招 一个名叫鸡溃的 彼岸进前期修为的 鸡家修士站了出来 他能看出 此人不凡 至少是助鸡进修为 娇娇虽说有 毕竟鸡前是鸡家人 又能助鸡家蒸蒸日上 鸡溃自然不肯袖手旁观 你不够哥 毕竟你不随军出征 这人十分清楚 鸡前身边的几位鸡家弟子 实力不凡 可不敢和他们硬碰硬 道歉 老祖已然承诺 鸡家会排出些人 守住鸡前一臂之力 而我一在其中 鸡溃身形一晃 来至那人面前 没见怎么出手 便令其倒地不起 不省人事 周围人面面相去 这就是一粒详实惠吗 修为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这人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好 沉默片刻 百姓叫好 更因鸡溃所言 报效国家之心更加坚定 纷纷前呼后拥 抢着暴民 鸡溃回到鸡前身边 苍蝇倒不可怕 但永无休止也不是事 我去查查 鸡前点头道 也好 抓住他们些许把柄 或许能让他们安分 第159章 知境退 鸡溃走后不久 赵汉生求见 还挺要脸 不敢直接露面 而是派了个小丝 说是要私下见面 鸡前冷笑道 什么意思 莫非要干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成 告诉你们家老爷 要么在擂台上相见 要么滚蛋 鸡前声音极大 不免引得报名百姓 纷纷侧目 小丝见状 只能不再与鸡前争辩 默默离去 公子 公开见面 是否会令人猜忌 嫣然有些替鸡前担心 如今他正处于 木秀与凌峰 必摧之的危险时刻 要是让阎官抓住机会 扣上个结党银丝的罪名 怕是又要添不必要的麻烦了 你懂什么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站在光天化日之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皇主怎能不知 只要别动歪心思 什么样的破绽 都算不得破绽 嫣然被鸡前说动 倒也是 皇主木雄怀 乃是天荒大陆难得一见的雄主 虽忌讳党同伐义 但并非不给手下人一点活路 尤其赵汉生他们 并非丞相一派的骨干 若是将他们赶尽杀绝 其余势力的边缘人物 便会与骨干团结一心 无形中给自己树敌 沐雄怀可干不出这等事 赵汉生等人 窝在不远处一处茶楼的包间 听了小思回话 恨得咬牙切齿 机前此举 不可谓不独辣 光天化日之下与他见面 无异于告诉李国明 李燕他们 赵汉生等人 从此改换门庭 便就再无退路了 可他们现在唯一能指望的 只有与丞相一派不合的太子党 机前又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 他的话比穆湛英还质地有声 只要他不想 太子党没人会帮他们 这该如何是好 罢罢罢 人未才死鸟为食王 既然不愿做那傅家翁 拉下脸做个二臣 倒也在情理之中 赵汉生下定决心 率先出了包间 其他人全无主见 见赵奎生如此做 纷纷效仿 由此 百姓们见到了在梦中 都无法见到的场景 以赵汉生为首的 自恃清高的文官们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来到机前面前 恭恭敬敬向他行礼 口尊大人 百姓消息不灵通 直到机前能争善战 不想竟还有玩弄人心之财 颇为佩服 更绝跟对了人 赵大人 你能这么做 我很开心 但还远远不够 机前让娇娇及机家弟子留下 带着燕燃等人 和赵汉生等人回了帐篷 既然你们都如此做了 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不信任你们 即使如此做 我依旧不相信你们 赵汉生苦着脸不说话 信不过 你还要我等如何做 才能信得过 特么的 直到侍卫之急 折死不好做 不想投降 也这么多门道 各自分时了吧 机前摊手 丹药浮现 大人 这是合物 装什么傻 当然是毒药了 这是本公子 昨夜加班加点炼制而成 须按月服用特定解药 否则将蹊跷流血 暴毙而亡 什么 赵汉生能想到 机前不信任自己 不想竟使出这等招数来 这不是红果果的侮辱人吗 不愿吃 慢走不送 机前不跟他们客气 做事送客 不不不 赵汉生叹了口气 扫了一眼在场众人 最终主动上前 拿起一粒丹药 强忍着不是吞了下去 其余人见状 也不敢再推诿 纷纷效仿赵汉生 也都吃了丹药 还是那句话 既然不想老老实实 当附加翁 就必须拿出必死的觉悟来 吃下丹药 固然为人小瞧 被人掐住七寸 可即使如此 他们依旧还有 更进一步的机会 不然可就永远与朝堂无缘了 这才对吗 机前将手上的药渣拍掉 你们先行上路吧 前往大前各大都市待命 我这就进攻 请陛下降旨 圣旨一道 你们即刻募兵 是 赵汉生等人 失魂落魄出了大仗 仰望天空 万里无云 却好似阴云密布 即将降下倾盆大雨一般 令人压抑 可怕 机前欺人太可怕了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站队了队 日后不必担心乌纱帽不保 待他们走后 机前并未按约定 亲自去见慕雄怀 而是写了封信 让慕湛英给慕雄怀上书 一个时辰后 长生殿 也好 这一干文官 各个孤标傲视 总觉武将不比文官 处处其事 让他们去前线历练历练 也好为武将证明 慕雄怀看过慕湛英奏书后 想都没想 便答应了机前的请求 虽然慕雄怀不愿看着机前一家独大 但说到底 赵汉生等人投靠机前 时事应仰慕太子 未必肯为机前笑死力 当然 慕雄怀很清楚 此事并非慕湛英暗中所为 而是机前教所所致 可即使如此 也足以看出机前的政治智慧 智慧不等于权谋 智慧是实相 该退则退 权谋则是将一切握在自己手里 慕湛英虽然什么事都没做 只上了一道奏书 却得到此事的全部功劳 收买了赵汉生等人的人心不说 机前还帮他把脏事全做了 立威也好 下毒也罢 罪名全在机前 功劳全在慕湛英 慕雄怀自然乐意就泼下驴 圣旨下至机前处 机前便火速给赵汉生等人写信 命他们即刻开始募兵 并现十日内募得至少二十万人 并在十五日之前 于京城外集结 这点小事 对于这些文官来说不足为道 且不说 他们长城口舌之快 极善洗脑 就说 肯定皆自得之福利 百姓们就无法拒绝 而且 这是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万全之策 大前境内土地稀缺 或者说 都掌握在富人手里 百姓穷 饿得前胸贴后背 只要有人点破那层窗户纸 告诉他们 横竖都是死 不如造反 多活一天算一天 大前便会立刻内乱 这是慕雄怀和那些达官显贵不愿看到的 虽说掀不起什么风浪 到底徒增麻烦 至于各大家族 宗门 之所以惹麻烦 也不过是不想看着机家露脸罢了 本质上相当赞同这一方案 所以无形中 甚至还有不属于各大家族 宗门的势力在暗中助力 希望加快进城 第160章 主动权 三日后 击溃归来 抓到一个王家修士 名叫王贵 算起来是王俏的叔叔辈 修为达龙桥境圆满 乃是此事的始作俑者 王贵见了机前 不仅不怕 反倒嘲笑起他来 我背靠王家 你又代表皇族 只此关键时刻 你敢动我吗 机前哭笑不得 王贵确实挺聪明 知道即使王家下定决心 不帮皇族开疆拓土 皇族也不会轻易得罪王家 但还不够聪明 皇族固然不敢消灭整个王家 可灭你一个小卡拉米 却犯不上多做思考 你也不想想 皇主何时 成了那等受气的小媳妇 杀你一人立威 他能做得出来 而且 你们王家可不敢贸然帮你 此事你们并不占领 死你一个龙桥境废物 他们定能接受 王贵促没到 你少骗我 我可跟他们不同 不会被你那套歪理邪说说动 机前笑着点头 叔父杀了他 啊 机会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的想法 其实和王贵差不多 而且就算要杀 也不应机前来杀 而应交给皇主 将矛盾转移才对 老祖有言在先 您虽是我叔父辈 出门在外 却需听我命令 难道抗命不成 见机前用老祖压人 机会无奈 指得照做 你 你玩真的 王贵怕了 王道 小子 你何必呢 机家虽与皇族结亲 到底各有势力 为何要替他们承担王家怒火 机前不语 机会也不好停下脚步 直到站在王贵面前 他才真正感到害怕 虽然是叔父辈 但和王翘一样 王贵在王家众弟子中 属边缘人物 从无所谓必死决心 忙道 别 别杀我 我对你们还有用 我有 有刘颖时作证 此事非我一人所为 乃是王家家主之事 放屁 凭你龙桥进修为 也能在王家家主面前 玩这等小伎俩 机前大怒 是是是 我确实不敢在 不敢在家主面前造词 但这刘颖时是家主给我的 他知道我不愿做 刀尖上填写的蠢事 所以给了我刘颖时 告诉我 关键时刻 可以一次保命 在哪里 就在 就在这位先生 抓我的那个旧院子里 机前使了个眼色 机会便去查看 果然找到刘颖时 返回后 在机前面前掩饰现在 现在能放过我了吗 王贵试探性问道 放过你 别闹了 我本就不想杀你 什么 王贵大呼上当 破口大骂 却已无用 被机会带走 行啊机前 连我都觉得你真要杀了王贵 不想竟是骗他的 机会很是看好机前 回来后夸奖起他来 机前笑道 小机两罢了 不值一提 极善权谋之人 就用阳谋压人 四者等蠢蛋 就用笨法子对付 法子没有高明 低劣之分 有用便可 机会顿觉有理 一王贵先前所言可以看出 他之所以断定 自己必能活下来 乃是因为信了王家家主的话 而非自己独立思考所致 四者等看不清形势之人 看似拙劣的谎言 反倒可以骗到对方 这就叫兵者鬼道 只是这意外收获并不大 机会看了眼刘影时 有些失望 谁说不大 这东西在我们手里 作用极大 机前冷笑道 王家家主确实聪明 断定自己不敢杀王贵 必将其交给慕雄怀 届时见了刘影时 慕雄怀绝不敢动王贵 毕竟证据确凿 动王贵不动王家 岂不明摆着告诉世人 慕雄怀欺软怕硬 当然 慕雄怀可以杀人灭口 或销毁证据 可这种操作风险太大 谁能保证 刘影时里的画面 不会泄露 就算做到滴水不漏 王家手上能没辈分 大次宣传一番 慕雄怀定然颜面扫地 可惜 他不算太聪明 谋略是够 对刑事的把控 也堪称恐怖 却不会用人 王贵确实没什么小心思 极其好骗 用起来相当顺手 可话说回来 王家家主能骗 机前怎么就骗不了 一旦得到刘影时 虽然曝光没什么用 毕竟王家也有 但要知道 皇族不能做的事情 不代表机家不能做 而且机家做的时候 慕雄怀一定会在暗中推波助澜 届时 主动权掌握在慕雄怀手里 便可达到他既不让两家覆灭 两败俱伤 又能杀鸡儆猴的目的 帝王权术中 相当重要的制衡一策 便可实施 虽然机家还是没什么收益 甚至还会因此图增些伤亡 但就跟神威君一样 大家一起死固然不行 可掌握着主动权 随时能让大家一起死的人 却能以此为由 要挟被动的那一方 总之就一句话 王家的小命握在机前手里 惹急了他 至少能拉着王家一起下地狱 如此一来 双方再怎么不乐意 也在事实上 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别说机家强倒时能推一把 就算坐壁上官 王家也没这个资格 您辛苦了 先下去休息吧 嗯 下午 王翘生父王准求见 可能是觉得 王翘和机前关系应该不差 王家家主这才派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来做说客 忠心思想只有一个 让机前不计前嫌 莫要揪着刘颖时和王贵 不放王贵再次 也是王家人 如今形势逆转 慕雄怀不必担心舆论 随时能杀王贵 本想让皇族吃哑巴亏的王家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也是十分有趣 王先生 你知道天阳君山统领的消息吗 两国交战乃头等大士 竟只拍卫红尘去往前线 其人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你莫非不觉得奇怪 王准脸都黑了 谁不知道 山统领和王家有夙愿 机前此时提起此人 摆明了是想恶心自己 七公子说笑了 山统领一事 王家确实有错在先 只是与此事无关 有关 太有关了 我听人说 山统领极其痛恨家族 宗门 若是见两大家族互掐 其中还有他最痛恨的王家 做何感想 王准被机前对得说不出话来 他早听说 机前极善玩弄人心 因此来时做足了准备 不想机前竟直接放大招 将自己的优势说得清清楚楚 这可怎么谈 我也挺瞧不起你们家 那旁之二世祖的 花点钱去花楼 找乐子不行吗 非要祸害人家良家妇女 第161章 风声鹤唳 机公子 骂人不接断 您过分了 若非有求于人 王准早不顾世家身份 开卖和机前互对了 这说得也太难听了 谁不犯错 况且一人之错 焉能殃及王家 做了多端本就可恶 关键是 你们还不承认错误 非得互端 我就不明白了 把人交出去 就那么难吗 而且还是个旁之 说难听话 就是十恶不赦的 离朝皇主 也不能见女的 就那啥吧 你特么聋啊 您倒管不住自己 见谁都想那啥 机前手握重要证据 又不想和王准谈 所以不会觉得 自己说的话过分不说 甚至还要再添一把火 争取把王准骂走 才能达到目的 看来没得谈了 王准也知道 机前此举究竟何意 失落离开 王先生 麻烦带句话 机家不是好惹的 再敢搞什么小动作 别怪老子不客气 王准不坐停留 冷笑连连 您多有底气啊 您和王家拴在一条绳上 您出了事 王家能不管 先前王准听说 机家家主有这么个儿子 还挺高兴 毕竟大帝之资 也有废柴儿子 自己女儿资质平平 倒也在情理之中 可谁能想到 这货不爱修行爱权谋 好家伙 年纪轻轻 脑子比一些老家伙还活泛 机家又向来不缺天才 权谋 修行两手抓 以后有王家受的 不过此行倒也不算一无所获 虽被其握着把柄 但这把柄特殊 想来不到关键时刻 他不会用 这就够了 此后几日 陆续有资格递来的将士报到 恍惚间 都城外已驻扎了数万大军 军营零次至比 蜿蜒无边 堪称一大奇观 正巧这日李田登城赏景 放眼望去 却无援也 密密麻麻满是叫场 整日喊杀声不断 仿若催命服一般 吓得李田赶紧去见李燕 二公子 恕我直言 您有些过于紧张了 他们不过一根乌合之重 焉能掀起风浪 况且您也不想想 姬家何等名门大户 族中子弟已于百万 不照样与咱们分庭抗礼 李田却不这么想 姬前手握重兵 虽不是精锐 更非天阳军 来日第二战场开辟 他也有前往前线之理由 乃是皇主制衡力气 焉能不做防备 经李田这么一说 李燕还真觉有些道理 但有道理归有道理 就凭这点人 想制衡木战臣 简直天方夜谈 痴人说梦 还请二公子把心放肚子里 姬前不重上有用处 况且又是二十万大军 哪能人往哪里指 他们往哪里走 见李燕不慌 李田只好告知李国明 出乎预料的是 李国明竟和李燕一样 认为姬前不足为虑 虽说一把手和二把手都发话了 李田也知 此时乃多事之秋 不宜轻举妄动 可他总觉得 此事十分蹊跷 便又犯了老毛病 自作主张 于次日悄悄混进军营中 毕竟不是高明燃驻地 安保十分严密 军中将士几乎到了 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步 因此 李田很轻易便混了进来 有趣的是 各军虽在集训 然训练方式与众不同 各个席地而坐 背诵平心静气咒 跟修道一样 与先前迸发之杀气 截然相反 越是如此 李田越觉其中有蹊跷 便混到了姬前所住之地 千余人整齐列队 安安静静聆听姬前讲话 告诉我 现在有一标人马突袭军营 而等该如何行事 杀 杀 杀 虽是一帮平头百姓 但相比起王公贵族 利益气反倒更多 若有冻死骨之势 在乡下屡见不鲜 若长存善心 早抑郁了 因而站在李田身边的 皆是铁石心肠之人 对人命看得很淡 禁令他有些不寒而栗 杀个屁 群情激愤之时 鸡前泼了盆冷水 记住了 咱们去那边 是维持秩序的 一旦看见整剑制的敌军 想都别想 赶紧跑 不仅是敌军 就算是三五成群的百姓 只要你们人数 不在对方三倍以上 就别和对方硬碰硬 更不要仗着 自己是前朝军队 就自以为高人一等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谁敢作恶多端 势集从全 就算不是死罪 也一律按死罪处理 百烂点 五百 将士们面面相去 这也太逊了 打了胜仗 还跟孙子一样 这叫什么事 别说他们 就是李田 也有些听不下去 李田当然知道 机前这么做 是想避免冲突 不给文官集团 借题发挥的机会 可过犹不及 像他这样不尽人情 以后还怎么管理手下人 不对 老子和他是敌人 为他担心干嘛 他越笨 对李田而言越有利 不过真要是这样就好了 机前阴险得很 就怕这小子说一套做一套 那可就麻烦了 我要说的话就这些 概括起来就两点 第一 不许冒险 保证自身安全 第二 与民秋毫无犯 各位能做到吗 能 能 很好 都回去吧 好好被平心尽气咒 拿出一副 事不关己的样子来 是 全军有序散去 李田怕被机前看到 几乎走到了队伍最前面 你是哪个营的士兵 李田正走着 被一个寿长汉子 一把揪住万子 也是他寸 这寿长汉子 虽被任命为百夫长 管着一百人 可这些人正好都是他的同乡 李田这面生之人 岂能逃过他的法眼 而且 虽然李田做足了准备 将自己打扮得十分落魄 和百姓无异 但脏可以装 骨瘦如柴却装不出来 养尊处优的李田 光是面色 眼神 就和普通百姓差别极大 更何况走起路来 还虎虎生风 就差把自己特别的身份 写在脸上了 那个什么 我是 李田正想编瞎话 机前滑空而来 落到李田面前 哎哟 这不李公子吗 怎么落魄成这副模样了 怎么 想致敬出唐四节之一 来一出名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李田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到 机前 你少爷于本公子 不就是看看你怎么治军吗 难道还十恶不射了不成 剑被拆穿 李田索性不装了 第162章 服软 你是何等身份 竟敢直呼将军大明 找死不成 受伤汉子大怒 士兵们也围了上来 显然不怀好意 他们并非朝中 那一干计较利益得失之人 于他们而言 机前便是前朝的英雄 如此不敬 他们岂能容忍 告诉他 冒犯我 该当何罪 机前寒生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李田来了脾气 是 你机前是露了大脸 皇主宝贝你 武将稀罕你 机家捧着你 可本公子乃是文官集团之手 李丞相的次子 手握的资源 不能说远胜机前 却也能与他分庭抗礼 也能被他恐吓 怎么不能 你乃军中将士 与旁人有何两样 我 你什么你 你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吗 李田一时雨色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他没带任何东西 还真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而且 真要是杀了自己 慕雄怀反倒高兴 反正这事不是他指使的 到时候上演一出 为功臣报杀子之仇的戏码 反倒更能收获人心 何乐而不为 虽然是和自己同归于尽 但机前还有的操作 作为太子党的核心人物 魏红尘等人联名上书 加上机家力宝 他或许还真能活下来 退一万步讲 就算皇主非杀他不可 自己也已经完蛋了 百明了占不到什么便宜 你真敢下必死决心 试试了 机前贪手 洛宇见谅出 登时架在李田脖子上 堂堂丞相次子 竟被一个顽固二世祖如此拿捏 若哥以前 李田绝对不信 可这件事 就这样实实在在 发生在自己眼前 机公子还是那么血气方刚 别生气嘛 小可不过是 跟您开个玩笑罢了 李田虽说十分不情愿 到底害怕机前和自己 鱼死网破 最终认栽 和机前说了两句软话 这还差不多 记住了 我军支训练不是秘密 想看 说一声就行 干嘛还整上cosplay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李丞相完了呢 机前收回落语剑 李田一声不吭 转身离去 将军 此人是何人 为何如此嚣张 寿长汉子凑来问道 还能是谁 李国明宝贝儿子呗 他就是李田 寿长汉子 与周围人十分惊讶 这也不像啊 人们常说 王公贵族的后代 皆是人中龙凤 尤其此人 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丞相之子 堪称当事之罪 竟在机前面前这般卑微 看来他们 真是跟对了人 李田灰头土脸回到家 第一时间向李国明汇报 自己得到的消息 但隐去了向机前服软那一段 甚至没告诉李国明 自己已经暴露 李国明也感到很奇怪 之前还喊杀声冲天 这才过去多久 怎么就变了呢 他哪里知道 之前之所以士气大震 是因机前没考虑周全 贸然将整军一事 交与交交 交交不知其中深意 这才搞得众将士群情激愤 若是哥旁人 李国明定然不以为然 可这人乃是机前 他如此做 定有深意 又见机前军营极易混入 便让李天安插些人盯好机前 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定夺 不久 十五日期限已到 赵奎生等人不仅完成任务 还给机前多募了十万人 刚被人从前线薅回来 赴贤在家的机前 恍惚间以坐拥三十万人 兵强马壮 堪称大钱境内 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长生殿 慕雄怀咳嗽了一声 瞟了眼站在面前的机前 冷然道 朕听人说 李朝已派了些死士潜入北边 试图扰乱我前朝主力之大后方 此去北地 你可做好准备了 末将时刻为国尽忠 机前用场面话回应沐雄怀 既然如此 你全且去吧 前线战士吃紧 朕给不得你多少粮草 生杀大权全信你一身 保证将士吃饱穿暖 可否明白 末将明白 沐雄怀的意思很明白 想要什么自己去抢 他能做的 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此事事关大忌 沐雄怀此话相当有可信度 且不会让任何人给机前使绊子 所以对机前来说 这个提议 他完全能接受末将告退 看着机前的背影 沐雄怀恍若隔世 有那么一瞬间 沐雄怀觉得自己有些看不懂机前 说他为国为民吧 做什么事都能独善其身 从来不愿牺牲 哪怕一点小力 说他阴险狡诈吧 又是个明白人 有时候还挺好用 但愿吧 但愿他真如世人所传那般 发自内心喜欢纸醉经迷 对权力没兴趣 之所以和李国明他们斗 乃是出于自保 虽同是前军 但更高等级的传送阵 都是给主力部队准备的 即使他们现在正和离军僵持 暂时用不上那么多传送阵 但哪怕空出来 也轮不到守备部队使用 机前从传送到云丰城道 把人撒在各大城池 足足用了十天时间 恰逢这日木战英忙里偷闲 担心机前镇不住手下三十万大军 便来云丰城见他 就算高级传送阵轮不到你用 也犯不上耽搁这么久吧 十日功夫 攻下一座城都绰绰有余 木战英开启机前玩笑 你又不是不当家 岂能不知柴米贵 排兵不振很是费事 若非我绞尽脑汁说动娇娇 让他临时抱佛脚学了几招 岂能当得到现在 百烂点 一百 笑容将在木战英脸上 他还以为机前要说自己绞尽脑汁 学会了排兵不振 没想到竟然是想尽办法偷懒 你也好意思说 人家所欲之寿 不是当祖宗一样供着 便是照顾有家 你可倒好 逮住娇娇不放 非把人姑娘 累死你就开心了是吧 哪能呢 你想啊 此时不力练 更待何时 我是变着法魔练娇娇 让他成长吗 机前这番话 说得木战英无言以对 这话听起来太熟悉了 老师 师父们 昔日里好像也是 这么对自己说的 木战英总觉得哪里不对 又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索性转移话提到 前日我军剿灭一支火家修士组成的队伍 得到重要情报 说是更朝有心 请我前朝边境 你怎么看 玉棒相争 渔翁得利 但前提是 玉棒得两败俱伤 第163章 降伏其心 你这是何意 木战英有些听不明白 有些话我不好明说 毕竟没有证据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离朝还有底派没亮出来 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别太心急 木战英苦笑连连 能不心急吗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就算木熊怀早有准备 打到现在 家底也耗了不手 若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以后可怎么办 你可得好好种地 争取多囤积鞋粮草 再积极拉拢 离朝本地的宗门 家族 表兄的江山 可指望你呢 木战英自知自己 财书学浅 论搞政治 姬钱才是一把好手 姬钱哭笑不得道你 也就跟了我 不然早被李国明晚死了 大哥 你将在外 手握重兵 又团结了一整个皇朝 你想干嘛 造反啊 不许胡言乱语 本宫乃是陛下所生 父为子刚 焉门不敬 木战英没听懂姬钱什么意思 姬钱冷笑道 儿子窜老子为的事 屡见不鲜 远的不说 骆宇家的胃不正 离朝人尽皆知 在权势面前 没有亲情 更何况你手底下有我 你老爹才不信你呢 听我一句劝 这种是别瞎掺和 你爹不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做起事来 往往力求一丝不苟 他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木战英还是不信姬钱所言 但有一点他说的对 皇主不似自己 足智多谋 深谋远虑 定然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公事谈完了 作为北面要塞 军事重镇 云丰城好玩得很 要不要留下来爽一爽 说什么呢 正值战时 本宫身为兵马大元帅 节制诸军 岂能因私费功 动摇军心 你想歪了吧 我的意思是 云丰城有个叫鬼火节的传统节日 每到这天晚上 所有人都会穿着紧身裤 痘痘鞋 骑着鬼火炸街 啊不是 每到这天晚上 大家会请修士 在云丰城上空点燃鬼火 底下再歌再舞 好不热闹 我想着 咱们既然要征服离朝 便不能只以武力胁迫 若能与民同乐 传扬出去 人家自然归心 你虽是太子 但正因如此 拉下脸来和他们一起热闹 虽微文官不齿 却也能俘获人心 你说呢 这感情好啊 穆战英虽说一言一行 皆有板有眼 循规蹈矩 但思想还算活跃 并未被禁锢 知道有时候不能太拘着 所以直接点头答应 次日 云丰城内秋风萧瑟 苍凉落寞 街上无人往来 都躲在门后 静静观察情况 虽然沦陷已经有段时间 他们知道 前朝军队也算一军 与他们秋毫无犯 但鬼火节这种重大节日 想必为了安全考虑 他们定不会举办 所以 没人敢上街摆摊 更不敢庆祝 生怕被驱散 甚至抓走 一段极其撩拨人心的DJ舞曲响起 是机前抽空做出的八音盒传来的 天荒大陆上的人 要么忙着修行 要么忙着生活 没有蹦迪这一项 所以 机前想着 用躁动的音乐带动气氛 不仅如此 经机前提前授意 巡逻的士兵停下 将武器随手扔在一旁 跟着音乐舞动 生疏地 跳着鬼火节时 当地百姓最喜欢跳的一种名叫 天火舞的舞蹈 扑哧 一位躲在门后的姑娘 看到这一切后被逗笑 竟主动开门走了出来 笑着说 不是这样跳的 我教你们 看 脚得离地 离地懂吗 姑娘一边跳 一边指导众人 在周围人的注视下 士兵们整齐站成一排 真就全神贯注地 跟着姑娘学了起来 你们这事 急匆匆跟过来的姑娘父亲 见此一幕 有些不敢相信 领头的军官笑道 嗨 打仗是大人物们的事 跟咱们平头老百姓无关 而且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 本就思乡 自然乐意和你们一起过节 您要是信得过我们 把大家都叫出来 咱们一起乐呵 您放心 我们大将军有令 要我们与民秋毫无犯 且必须在今日与民同乐 姑娘的父亲喜不自胜 比起天阳军 这支部队似乎更有人情味 便问道 荣老朽问句不该问的 敢问大将军尊姓大名 虽说姬前来此已有时日 但因局势微妙 百姓与前朝军队之间 几乎不交流 姬前又懒 从来不露面 所以大家并不知道 领军者乃是何人 这事儿不是什么机密 你可以随意告诉大家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姬前姬公子 军官脸上不无骄傲 别人怎么看姬前 军官管不着 但在军官看来 姬前虽然小节有失 却显得更真实 比那些装枪做事 却不干活的人 强不知多少倍 和三十万将士一样 他发自内心崇拜姬前 是他 姑娘父亲大惊 因太过亮眼 在离朝人口中 姬前与恶魔无异 不曾想 今日见了才知道 原来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还有如此温情的一面 而且军官说得对 战争的本质 是大人物们之间的重新洗牌 跟老百姓没关系 该庆祝的庆祝 所以姑娘父亲便招呼起乡邻来 似这等事情 几乎发生在云丰城每条街上 到傍晚时 街上人满为患 士兵们与百姓齐聚一堂 跳舞的跳舞 买东西的买东西 赏灯的赏灯 游玩的游玩 好似双方是一招人般 城楼上 目战因目睹一切 笑道 你还真有一头 不到一天时间 就能让大伙互相信任 街前不以为然 待会儿赶你上场了 我给你写的词背下来了吗 什么你写的 是人家娇娇姑娘写的 她是我所欲妖兽 四舍五路 等同于我写的 你就说被讳了没有 那是自然 我早已吸得 过目不忘的本领 机前点头道 这次可是你露面的时候 我还请了 其他几座城池 德高望重者来看 搞好了 这块地盘上的人 就成你的子民了 目战因被机前说得 十分兴奋 慢说他是大前储君 就算普通百姓 也希望有人能仰慕自己 第164章 皇帝也有不称心时 话说娇娇姑娘 与燕燃等人呢 他们身为女子 定然喜欢这等盛会 目战因怕自己太得意 反倒失了储君威严 便转移话题 他们有任务 目战因便不多问 反正机前也不是外人 便当着他的面排练起来 甚至不时问他有何感想 可有建议半个时辰后 随着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天边 即远处生起一团烟花 于半空中绽放 又很快消失 一切重归平静 快看 就在大家以为 今年的鬼火节 就算军民同乐 也不会四往年那般开心喜庆时 远处飞来一道金光 众人定睛看去 飞来者不是别个 乃是一条四爪金龙 身形巨大 几乎笼罩了半个云峰城 在半空中盘旋 并不断喷火 火焰与鬼火一般颜色 十分巨大 很快将整座云峰城 罩得亮如白昼 洗坏了底下一干人 金龙在这时 突然化作金光消散 半空中赫然出现一人 身上还打着灯 分明是雍容华贵的太子殿下 众人擦了擦眼睛不敢相信 太子殿下竟然来了 传殿下令指 今日与民同乐 不必多礼 八音和声音适时响起 拦住欲要下跪的众人 本宫素闻离朝百姓 各个安居乐业 早想来见诸位 奈何公务缠身 这才一直未能如愿 几日前 本宫听闻机前说 此地要举办鬼火节 说怕有人鱼目混珠 欲要禁止 本宫想来 诸位从不与我前朝作对 又识时误 也能为了一小撮不识趣之人 扰了诸位雅性 不仅要办 还要办得有声有色 比往年更盛大 请诸位 原谅本宫日日修行 不善无导 献丑了 当着众百姓 士兵面 穆战英在半空中 跳起天火舞 十分别角 却无一人嘲笑 并非害怕 而是不想让人 说他们没眼色 云峰城窗儿小城 太子殿下 敬畏安抚他们 主动学了天火舞 这等恩情 谁能笑得出来 穆战英越跳越尴尬 在心里埋怨几前 讲一番话就得了 干嘛非得逼着 自己当众献丑 都把大家看傻了 这可如何是好 因此 穆战英最终因太尴尬 提前结束 正想着该如何下台 底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太子殿下千岁 千岁 千千岁 百姓与士兵齐齐跪下 山湖生此起彼伏 最终统一 响彻云霄 大前都城 长生殿 都察院 左前都御史杨恒忠 跪在穆雄怀并踏前 细数穆战英最壮 善离直守 歌舞升平 此其最一 最二 堂堂太子 敬免庶民之礼 不令参拜 藐视我大前皇威 最三 所谓都察院 便是严官聚集处 主要负责监察百官 建言皇家 左前都御史 乃是个四品官 官职不大 但因职位特殊 地位不小 别说堂和太子 就是皇帝 他们也敢直言不讳 还是那句话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不管哪朝乃代 总有钻牛角尖的读书人 以死见为荣 甚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不惜栽赃陷害 故意恶心皇帝 如此一来 后世定当 以他们为榜样 以此满足 他们变态的成就感 据传朱元璋 曾违反理智 召集了几个歌女入宫 便被一名严官弹劾 逼得这位人人害怕 一手涂光怀惜 熏贵的狠辣皇帝 亲自登门解释原因 由此可见 严官的恐怖当然 朱元璋也好 慕雄怀也罢 其实并不怕这些人 但问题是 他们完全没弱点 你不杀他们 他们恶心你 你杀了他们 正好满足了他们 更恶心自己 所以慢说明君 就是中庸之主 也绝不动他们 而是好好 和他们讲道理 杨爱卿所言即是 穆战因此举 是我大前天威如无物 简直桑尽天良 但爱卿也因体谅太子 心得之地 若不安抚明星 无法归我大前所有 试问朕又为何要发动战争 莫非是泼妇骂街 只图痛快嘴 爱卿放心 镇定严厉训斥太子 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事 穆雄怀这番话 已经够给面子了 就是李国民来了 穆雄怀怕也不会 这么低声下气 但杨恒中可不是好惹的 绝不会因为 穆雄怀示弱而放过他 陛下 恕微臣直言 若在荣太子殿下 这般胡闹 大前恐有不测 若换作旁人 穆雄怀指定 让其吃不了兜着走 可惜 这人是个言官 还是个不站队的 清廉正直之人 这种人不管怎么恶心你 都绝不能杀 不然一世英明 恐将毁于此人 就像家境 并不会杀海瑞一样 耿着脖子 劝你当好人的人不可怕 这种人威胁不到你的统治 放任他们胡作非为 甚至能为你这一招增色不少 既然爱卿如此欣细设计 不如前往前线 带阵监管太子 如何 穆雄怀实在想不到 什么好办法对付杨恒中 索性把他丢给基前 这小子撕混花楼有些年头 想必即会对付流氓无赖 微臣求之不得 杨恒中面露喜色 连性命都在所不惜的字母圈大佬 岂能畏惧战争 不仅不会害怕 杨恒中还觉得这是个机会 李国民党同伐义已久 似杨恒中这等人 往往不受重用 虽然他是左迁都御史 却只能谏言 没有监察百官的权利 实权居然握在右迁都御史手里 这让杨恒中如何受得了 官场失忆 或许能战场得意 建功立业 好名利双收 太好了太好了 你要没什么事 这就上路吧 朕封你个 封你个副将军 太子那边有你死对头李国民在 别再借刀杀人把朕心投入除了 你暂且寄居在机前处 但仍可监察太子 能接受吗 微臣遵命 目送杨恒中趋步离殿 穆雄怀松了口气 慢说大前 就是整个天荒大陆 怕也找不出这好人 有趣的是 督察院那边还都是这路货色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竟然碰上这么一群兽虐狂 陛下何等雄才伟略 竟如此受气 一奴才看来 分明是杨恒中不实抬举 孙公公替穆雄怀鸣不平 穆雄怀势然一笑 这种人毛病 比边境的沙子还多 但却具备其他人 都不具备的优点 只这一个优点便能保命 穆雄怀没继续说下去 第165章 大礼 离朝境内 云峰城外 机前率高级别将领 出城送别穆战英 百姓一家道相送 一一不舍 按说这类事情 你自己也能做 为何要将功劳全部给我 穆战英有些想不明白 太高人欲度 过节是同闲 这种功劳 你得没事 我可不行 穆战英点头道 话虽如此 我还是第一次 见你如此主动帮我 果然人是会变的 你想多了 我想着让你混好点 以后当了皇主 也能多给我搞点美女不是 百烂点 一百 穆战英脸上 写满了嫌弃二字 他就不明白了 机前不想修炼情有可原 没什么正义之心 也可以理解 但竟然连权势 地位都不在乎 这叫什么事 父皇给我来信了 送了你一份大礼物 好好收着 穆战英想到杨恒忠 不由得替机前捏把汗 当天晚上 机前大仗 你堂堂大将军 统领三十万人 岂能日日止醉 夜夜精迷 及时君录 便报君恩 似你这般无君无国 我大前焉能长胜不衰 刚到云丰城 杨恒忠便挑起了刺 机前可不是穆熊怀 才不会惯着这家伙 脱了鞋 一把按住杨恒忠 一边罩着脸抽一边倒 少他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 皇主给你的事 监察太子的权利 有什么资格管我 说我无君无国 你擅自越权 干涉军政要务 又该当何罪 恶人还得恶人魔 被机前这么一说 杨恒忠还真就有些愧疚 也是 自己好像没资格管机前 可你作恶多端 哪怕本官身为百姓 也可痛斥于你 百姓 你出门问问百姓 哪个不说 我机前是大善人 你与明星作对 不怕死后 人家骂你欺世道明 本官说不过你 然真理如此 休想用强权令本官屈服 杨恒忠捂着脸跑出去 却未走 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并阵阵有词 诸位先皇 列祖列宗 机前小儿仗势欺人 致我大前江山于不顾 其心可诛 机前翻了个白眼 并不在意 哭 随便哭 老子可是新时代唯物好青年 才不相信晦气一说 看你小子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公子 外面那是何人 娇娇撩脸走进来 武官离家出走 惊讶得不成样子 能是何人 督察院的言官 典型的受虐狂 尚书找太子查没找成 到我这找死来了 啊 还有这种人 见惯了耳鱼我诈 娇娇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对书上所言深信不疑的书呆子 笑道 说起来 这种人还挺稀缺 堪称天街法宝 不能这么说 像这样的 督察院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这帮人吃饱喝足没事干 拼命研究怎么得罪人 好意思成名 娇娇笑得更欢 说正事 怎么样了 娇娇正色道 如您所料 欲趁鬼火节举办之时 浑水摸鱼 加之士兵松懈 混了进来 但被我们抓住 逼问之下 得知老巢所在 但为首几人不在老巢 早早跑了 击溃已去追了 原来 姬钱不仅想帮穆战英收获人心 还因之前无意间 听说云峰城周围 有黎朝小谷部队暗中活动 因此设了个圈套 等他们往里跳 好将他们一网打尽 不必追了 让他们回来 那些人之后会主动冒头的 明白 娇娇欲要离开 呼得想到什么 坏笑道 公子 我帮你处理一下 外面那活如何 只要不杀 随你处置 姬钱随之坏笑 娇娇出了帐篷 来至杨恒忠面前 冷然道 杨大人 你自诩轻正连结 为国为民 如今本姑娘这里 有一桩要事 不知 你可敢随本姑娘 前去一探究竟 有何不敢 杨恒忠翻脸 比翻书还快 刚才还哭得昏天黑地 呼得一抹鼻涕 竟好似变了个人一般 那 那 那那咱们走 娇娇忍着笑 抓起杨恒忠背心衣服 像小猫一样提起来 向远处飞去 飞至十几里处 娇娇塞给杨恒忠一枚戒指 这戒指乃是法器 到了性命不保之时 可将其摔碎 我会立时出现 你 你要去哪 杨恒忠簇眉 直觉告诉他 娇娇想将他扔在这里 来不及多解释了 刚刚击碎给我发消息 说他遇上一场恶战 我必须前去支援 你一介凡人 跟着指挥添乱 不如留在这里 我怎么不知道 你又不是修士 自然不知我们 是如何联系的 你虽是四品大员 到底不懂军事 听我的准没错 赶紧回云丰城吧 说完 娇娇纵身飞去 有趣的是 杨恒忠虽然总觉得 哪里不对 但却是个愣头青 不理解但相信娇娇的话 真就往云丰城走去 娇娇将鸡溃等人叫回城 来建鸡前 公子 搞定了 我把他丢在城外 让他自己回来 城外 如今并不太平 可别出什么事 积前固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一来 杨恒忠虽然嘴臭了点 但不是坏人 没必要赶尽杀绝 二来 人家可不是好惹的 要是死在自己这里 督察员那帮货的唾沫星子 能淹死自己 他们又不向李国民 为沐熊怀忌惮 反倒有助于 他离开严那件的人设 实权又握在李国民门声 顾力手里 出不了什么大事 沐熊怀才不会帮自己 您放心吧 我给了他一枚求救戒指 而且与咱们而言并不远 随时可以去救 那就好积前放下心来 后半夜 杨恒忠拖着疲惫的身子 重重敲击城门 身为文人 他本就雷弱 又十分窘困 不像其他官员一般 胡吃海喝 且积劳成吉 还哭了一会儿 早已支撑不住 坐在门前打短 呦 这不是杨大人吗 怎么您一个人回来了 娇娇呢 城门打开 机前装作一副惊讶的样子 赶紧去扶杨恒忠 别管我 娇娇欲试了 快掉兵帮他 不吃 机前没忍住 被杨恒忠逗笑 怪不得沐熊怀不杀他 这种笨蛋 完全没有干掉的必要 你笑什么 杨恒忠意识到不对劲 常言道乐极生悲 又古语云举一反三 想来悲极也能生乐 机前忍着笑 强行解释 第166章 非同凡响 即使如此 快些就娇娇姑娘去吧 其虽妖兽之身 到底为我大前设计 端帝一副金国英雄模样 万不可令其战死沙场 毕竟情况紧急 杨恒忠来不及多想其中变数 催促机前快些上路 那杨大人怎么办 您乃陛下派到我身边之副将 出如此大事 无妨无妨 将军快快去也 杨恒忠打断机前 有心让他快些奔赴前线 语速明显快了许多 即使如此 待我奏凯归来 再细聊不迟 机前说完 纵身飞向远方 杨恒忠松了口气 却不敢多坐停留 忙跑回军中 前往机前帐中 他并无实权 不能调兵 然势即从全 杨恒忠欲调兵接应机前 便心意横 进了帐篷拿走调兵虎符 借此调动两千余人出城 虽十分心急 到底知道这一干士兵未经训练 战力极低 便不敢离城太远 望着机前离去方向来回踱步 大人 您不必操心 将军身边有几位高手 皆是机家老祖亲自派来 况且 吉人自有天相 您还是休息一下吧 士兵们见杨恒忠因劳累过度 两腿打战 欲要劝职 说什么混账话呢 如今我等身在敌国 饶士机将军身边高手众多 亦不免情况复杂 着了敌军的道 岂有深谙掠掠 来我大前功臣 岂能不管不顾 士兵们面面相去 常言说 文人误国 书生腿软 到了战场 不添麻烦已是万幸 不想杨恒忠 竟与他们截然相反 反倒记挂机前 不搞借刀杀人那一套 倒也实属罕见 杨大人 怎么在外头等着 多冷呀 赶紧回去 机前自远处划空而来 落在地上 盲掺柱差点摔倒的杨恒忠 他身子雷弱 早已不堪重负 见机前安然无恙 这才泄了那口硬气 昔年我寻查各地时 曾迫不得已 眼睁睁看着一些 能力不俗之人 被李国民排挤 辞官的辞官 发配的发配 我俸禄虽不多 到底无家 又不挑食 便将俸禄全部用以资助他们 闲下心来 他们便专心修炼 倒也有些成就 高手不少 不如我修书一封 令他们前来助您 您看如何 机前虽平安归来 但谁能保证 下次不会遇害 因此 杨恒忠想到自己为数不多的人脉 欲要助机前一助 不必麻烦杨大人了 您口口声声自称君子不等 若是真能让人为你笑死了 皇主那边 你该如何解释 机前被杨恒忠蠢哭 想当自己的心可以理解 但不能不顾自身安危 将军此言诧异 当今皇主乃是民主 岂会猜忌手下人 机前知道 就算自己费尽口舌 也无法令杨恒忠一介俘如 明了其中深意 便道 总之 我不需要你指手画脚 可能明白 杨恒忠便只好闭口不言 回到大帐 嫣然凑来道 公子 如此好的机会 为何不借机嘲弄杨恒忠一番 而且他擅自调兵 光这一条 便可将其赶走 机前哭笑不得 他本来确实有这一打算 但看到这家伙如此虔诚 不忍心戳破他的幻想 这才忍了下来 看来公子还是个心善之人 令人钦佩 嫣然作依 笑道 公子劳累多日 殿下即将奴婢赐给公子 不如 别闹 机前见嫣然越说越离谱 一双先手去解腰带 连忙去拦 天地良心 嫣然生得俊俏 机前流连花楼已久 岂能不动心 只是此人身份存疑 所作所为 便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机前可不想死在他身上 嫣然媚笑道 想不到公子私下里 竟还是个正人君子 机前不理这一茬 让嫣然先行下去 次日早上 机前睡得正香 忽得被人强行 从床上拽起 不是杨恒忠 又是何人 你有病吧 大早上发什么疯 机前催了杨恒忠一口 被他堪堪躲过 少扯这些 你一介修士 神丸弃足 岂能如此赖床 快些起来 整齿军物 若非看在杨恒忠 心系前线将士份上 机前真想直接弄死他 大哥 动动脑子行吗 咱们越是练兵 百姓越是害怕 听我一句劝 此时黄老知道 无为而治方式上策 万不可一上来 便以法治民 已如令官 即使离朝灭亡 他们也尚需一段时间 接受这一事实 更别说前线吃紧 谁输 谁赢还不好说 杨恒忠哪里知晓这许多门道 平日里只顾提意见了 受教 虽比机前年长 杨恒忠却秉承 受人一字变为师之原则 向机前鞠躬 不必客气 滚吧 杨恒忠翻了个白眼 转身离开 机前正想睡个回笼觉 嫣然入障 笑道 公子 您的桃花运来了 灿宗陈希儿小姐求见 有请 机前伸了个懒腰 坐直身子 少请陈希儿入障 抱拳拱手道 机公子好久不见 进来可好 还行吧 机前坐直 慵懒道 有何事 陈希儿笑道 机公子果然日理万机 心心念念者 皆是问题 从没想过 别人会单纯来看看 宁过的好坏 李万机是谁 机前坏笑道 别诬陷我 我虽放荡了些 到底不是那等人 尽可欺之人 嫣然苗懂 脸红到耳朵根 倒不是机前的段子 有多让人害羞 他愧疚的是自己的苗懂 又说混账话 陈希儿显然不介意 先前跟在机前身边时 他没少说过这等话 风流不下流 反倒能令人身心舒畅 嫣然姑娘 我与你家公子聊两句 你先下去吧 是 嫣然走后 陈希儿凑到机前身边道 这次来离朝 可是又有什么动作 机前嗤之以鼻 你果然不怀好意 放心吧 皇主巴不得让你们不下场 绝不会针对你们 做什么触格的事情 您很清楚 我问的不是这个 机前见糊弄不过去 便道 目前皇主那边没什么动作 不过天阳君山统领 姓流的天官等重要人物 都已很久没露面了 八成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陈希儿所问的 乃是天恒宫的动向 天恒宫与皇族相交甚后 自开战至今 竟从未露过面 显然在酝酿什么大计划 第167章 秘密 皇城内已有流言蜚语 说骆宇家在藏风 局势到目前为止 尚不明朗 虽然灿宗是 离朝本地宗门 但论治谋 远不及机前 这才来请教 机前对此早有预料 但毕竟皇族下了很大力 在瞒这件事 所以他也不知全貌 只能想方设法 加快战争进城 早日将骆宇家底牌逼出来 姬公子 听说北边几个城池 以星月城福 早晚会高举前旗 您的手段果然令人佩服 陈希儿有意无意提的这一嘴 让机前眼前一亮 你是说 北边有好东西 怪到大长老 叫我万不可业于您 一旦带有目的 早晚被您发觉 陈希儿微微汗手 摆明了甘拜下风 说说看 宁陀大长老找的 关于玄天九尾湖的古籍 已出现端倪 就在北边一座山上 名为云宁山 大长老特意派我前来告知您 有兴趣一起去看他吗 当然 娇娇提升修为 四舍五入 不就等于自己精进吗 来日若被逼至绝境 自己又不愿出手 便可令娇娇将其拿下 命娇娇扮作自己模样 坐镇云峰城 机前和陈希儿 未掩人耳目 没有使用传送镇 而是驾云来自云宁山 此山位于离朝与前朝交界处 双方国战虽上数初次 平日里却没少制造小摩擦 以至于好好一座山 竟因修饰斗法 将士功法 而寸草不生 没想到静藏在这里 怪到无人发觉 机前十分兴奋 与陈希儿一同落至半山腰 与此同时 离朝皇宫 皇帝请殿洛宇家 眉头呼得骤警 忙叫太监 陛下 出什么事了 太监急匆匆走过来 洛宇家乃是修士 心性坚定 城府极深 泰山崩于眼前 而面不改色 怎地突然如此惊讶 速告知火家主 派人前往云宁山 一个活物不留 奴才遵旨 太监驱步离开 不久 消息传至火上楚 云宁山 火上面露一色 那座山上所藏秘密 火上早已知晓 外人盛传 洛宇家的位不正 实则是谣言 老皇主料到 离朝与前朝必有一战 天恒宫十八长老莫长涛 落入敌手后 老皇主便看出 离朝境内 也就火家和天恒宫 会全力一战 其他势力必然作弊上官 因此 老皇主苦想应敌之策 终于在离朝皇族 好如烟海的藏书中 找到解决办法 一个煞气极重 据说能调动 天地本源之力的阵法 名为是冤无极阵 与杀伤力相匹配的 是其达到 令人择舌地步的 难以掌控程度 因此 老皇主将皇位传给 洛宇家 着手不振 云宁山上 正好有着阵法的雏形 又无法抹去 因此 洛宇家一直秘密盯着 但因战事吃尽 洛宇家手上能用的人不多 这才让姬前和陈希儿 钻了空子 混到山上 可火上并不知此事 他还到前朝已然发觉 这才感到奇怪 来不及细想 火上命人 叫来自己的敌张子火焰 你速前往云宁山 一人便可 云宁山 父亲 那座山 不是已落到前朝手中吗 而且战略价值不大 何必前去 火焰乃是彼岸境 圆满修为 如今战事吃尽 不在前线 反而前去渗透 于他而言 无异于杀鸡用牛刀 自然奇怪 你懂什么 速去 记住 不可留火口 更不许让任何人知晓 明白 火焰虽不知为何 但见火上如此严肃 只好遵命 云宁山 姬前和陈希儿 向洞穴深处走去 越走 二人越觉奇怪 姬公子 不知您可有感觉 山中有股怪力 似能将人吞噬 姬前也感觉到了 但天阳君已过了一遍 此地又聚前朝极尽 想来因无问题 便安慰陈希儿道 莫要风声鹤唳 反倒害了自己 见姬前如此自信 陈希儿便不再多想 走至深处 豁然开朗 一处燃着无数长明灯的 别样洞天 映入眼帘 山体已被挖空 取而代之的 乃是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一阴俱全的空旷所在 仔细看 地上还有血迹 尚未干透 所谓秘籍 想来应是这个 陈希儿注意到 角落瓷冠上 放着一本发黄的古籍 便飞去取来 地铁机前 机前结果 打眼一瞧 上写四个大字 六阴宁经 翻开一看 其中密密麻麻满 是机前不认识的 各种符号 陈希儿凑来瞄了一眼 醋没道 不瞒公子 我平日里除了练功 最喜读书 上古文字也曾涉猎 颇有剑术 却不曾见过这等文字 属实奇怪 不管了 先离开这等是非之地再说 机前将古籍 放进储物戒指 正要和陈希儿一同离开 洞外传来脚步声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 陈希儿陈小姐吗 我没猜错的话 旁边这位便是传言中 全谋堪称当时之罪的 机前纪公子吧 火焰现身 拦住二人去路 机前意识到 来人身份不凡 便问陈希儿道 他是何人 火焰 火家家主敌长子 陈希儿拔剑 冷冷对火焰说道 你为何会来此地 机前也感到奇怪 正值大战 火焰身为火上敌长子 理应在前线才对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而且自己和陈希儿的行踪 十分隐秘 按说他根本无从得知 怎的鼻子比狗还灵 火焰指了指机前 你 自尽 又指了指陈希儿 你 跪下 说完 火焰面露玩味神情 陈希儿生得娇俏 又极有性格 杀了可惜 若能将其收房 再好不过 离朝节节败退 在这个结果眼上 机家家主之子 与灿宗宗主徒弟皆死 你难道不怕灿宗 与机家倾尽全力 向火家报仇 机前毫无聚色 火焰醋眉 来时父亲只说不留火口 可却没告知自己 出现在云明山上之人 身份如此特殊 这可如何是好 见火焰面露一色 机前继续搞他心态 此地距我前朝不远 周围又有大军助手 哪怕你真就得手 我军得知 亦将阻拦你之去路 而且 我来时带了许多笔案进高手 围攻之下 你能逃的了 不就是一本破书吗 何必于死网破 火焰本就不知 火上让自己来此所为何事 听说是一本书 便就泼下鱼道 把东西留下 你们滚 第168章 射符 机前想都没想 便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一本书扔给火焰 火焰接过后翻开一看 是本事情小说 主讲男欢女爱 更是奇怪 但直觉告诉火焰 这书定然来历不凡 不然何至于一直留在此处 并未被人带走 况且自古以来 凡神功者皆有伪装 想必这便是伪装 便威胁了两人一番 转身离去 陈希儿松了口气 两人修为相差极大 若是动起手来 自己怕是必死无疑 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见机前面色平静 陈希儿不由得十分好奇 这种笨蛋有何可惧 他比我们还要害怕 毕竟这里于他而言 乃是敌战区 孤身一人出现 他若杀了我们 如何全身而退 陈希儿苦笑道 话虽如此 可真到了这种时候 一般人却没你这等定理 什么 火焰看着手里的书 感到难以置信 火焰居然把事半砸了 放过了机前和陈希儿 诚然 若杀了他们 定然招致机家 灿踪疯狂报复 但那也比那件事 被人知晓强明是说 必须得杀人灭口不可 见火商大怒 火焰自知做错了事 不论他在外头 如何耀武扬威 面对亲生父亲 仍然本能感到畏惧 感忙旁敲侧击 试图补救 罢了罢了 火商挥手 让火焰下去 山洞里确实有本古籍 据传与玄天九尾狐有关 但愿吧 但愿机前只是去寻那本古籍 为他所欲的玄天九尾狐 提升修为 当然 这种事可不能跟洛宇佳说 别看这位皇主年纪小 和鸡前一样 也是个腹黑之人 做起事来 力求万无一失 谁要是敢挡他的路 下场必然惨不忍睹 因此 火商并未实情相告 而是说 自己已经办妥 让洛宇佳放心 云封城 鸡前大仗 将古籍拿出 鸡前扔给娇娇 看看上面的字 你认识不 娇娇结果 认真翻看起来 您这是何意 莫非给火焰的书是假的 陈希尔苦笑连连 他万万没想到 鸡前竟能玩出这一手 直接骗到了火焰 自然是假的 好不容易找到 帮娇娇生伟的东西 我可不能就这么交给火焰 所以给了他一本小说 小说 火焰难道不知是假的 陈希尔愈发感到奇怪 这便是问题所在 似乎火焰并不是 奔着这本书来的 鸡前虽不知实情 但单从火焰亲自前来一试 便可看出 那煽动不简单 至少一本古籍 不会让火家如此大动干戈 必须得查 麻烦姑娘回去一趟 请动些高手 让他亲自带着几个高手 和你们灿宗的人一起来 咱们得再去一趟云宁山 告辞 陈希尔转身离去 怎么样 能看懂吗 鸡前问娇娇 他们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们 娇娇苦笑一番 很是无奈 不过想必您还记得苏小 他修为比我高 应当认得 等离朝彻底败北 再问他也不迟 苏小所在的徐家 已举家搬迁至离朝大后方 若想渗透 无异于异想天开 因此娇娇不及 也好 等查完云宁山再说吧 次日早上 风雨千雨明玉 带着宗门中修为极高的 几位弟子来见鸡前 因怕人多眼杂 恐生变数 故而皆小心翼翼 并未被人发觉 明宗主 风宗主 好久不见 鸡前早早醒了 正在吃燕燃 给自己做的早饭 和娇娇那种野路子不同 燕燃显然学过厨艺 一板一眼 做的菜趋向复合味道 挺合鸡前胃口 想不到鸡公子经落魄至此 早饭只有几碟小菜 和一碗白粥 若真过不下去 为何不联系我 天风宗 虽不似鸡家那般强盛 到底还是能管您炖饱饭的 风雨千同鸡前开玩笑 风宗主 还是那么风趣 鸡前放下碗筷 想必二位已经知晓了 我和陈希儿小姐 去了趟云宁山 本意是想寻到 帮玄天九尾湖 精进修为的古籍 不想竟引来了 火家家主 狄长子火焰 明玉与风雨千点头 玄天九尾湖存世稀少 火家并无 因此可以断定 云宁山必有猫腻 鸡公子 咱们这就动身吧 明玉丰风风火火 鸡前笑道 明宗主别急 您与风宗主同为宗主 一派领袖 无论如何低调 想必也早已为火上所知 因此 你们留在此处 我带着你们手下弟子去 明玉与风雨千相识一笑 论耍阴谋诡计 还得失鸡前 见他们动身 火家必然出手 鸡前暗中设服 届时抓住他们 不用探查 便能得知云宁山所藏秘密 半个时辰后 鸡前率天风宗 灿宗几名弟子 来自云宁山不远处 既然对方能瞬息间 得知自己出现在云宁山 便定然设下了某种禁止 为防止打草惊蛇 鸡前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带着一干弟子藏了起来 就在大家疑惑火家 是否会上当时 远处飞来几人 细看之下 正是火家敌长子火焰 以及火家几个修为不低的弟子 动手 随着鸡前一声令下 众人一发其上 火焰等人一来为做防备 二来修为虽高 到底情报并不详细 修为比不上天风宗和灿宗弟子 很快便被拿下 甚至包括火焰在内 半数人被活捉 踩着焦土走来 鸡前笑道 火公子 别来无恙 被死死按住的火焰 催了口唾沫 怒道 早知今日 老子昨天就该杀了你 还有你们 只要弄不死老子 等我回去 保证涂光天风宗 将灿宗所有弟子冲防 冲防 就你这粘不拉几的样子 能承受得了吗 鸡前来到火焰面前 扬起手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你敢打我 火焰怒不可遏 不仅敢打你 我还敢对你用刑 甚至杀了你 鸡前亮出落雨剑 搭在火焰脖子上 冷笑道 认识吗 火焰虽没见过 但听人说起过这把剑 当时不寒而栗 若杀了我 小心火家 倾尽全力向你复仇 火焰想到鸡前昨日所言 赵葫芦画嫖 也开始威胁起他来 鸡前笑道 回旋标是吧 抱歉 也不吃这一套 我本来就在你们火家黑名单上 有何可惧 第169章 知晓来龙去脉 火焰一时无言以对 虽说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可若是太秀 招致众目 似乎也不必再顾及他人 可随意我行我素 我乃火家家煮火上敌掌子 若是受辱 离朝百姓定当人人自危 你不怕火家 莫非也不怕百姓 火焰仍不死心 鸡前嗤之以鼻 表面看 火焰所言 确实值得思考 火家家主敌掌子 都要遭奇耻大辱 普通百姓定然害怕 且不说报复鸡前 到了战场上 也定然死命抵抗 到底不转 这便是为何两军交战之时 总有被生情之人 得以生还的原因 一方面是爱财 另一方面便是出于影响考虑 政治不是军事 不可做的太绝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让你怎么死 你就能怎么死 无异于将了火焰一军 自己落到鸡前手里 支支者甚少 届时对外宣扬歧视战死 倒也可行 而且就算最终被人知晓 却也能瞒一段时间 届时战争早已结束 鸡前毫无顾虑 你 你别乱来 火焰无计可施 却仍不想低头 我当然不会乱来 可他们呢 火焰环视一圈 一众修士各个面露狠色 显然不想轻易放过自己 也是火焰自作孽 仗着身份不凡 在离朝横行霸道 得罪的人数不胜数 虽说不至于让他们 恨到十几肉情几皮 折磨一番 却也做得到 别再硬炕了 莫非还想 等我使美人计不成 火焰虽是火上敌长子 却也因这一身份 性格异于常人 不像火焰凤奈般 誓死如归也就罢了 甚至还抱有幻想 认为自己哪怕死 也不该死在此地 索性合盘托出 大致情况 与鸡前的猜测相差无几 火上害怕洛宇家知晓此事 怪罪火家 听闻灿宗与天风宗 有动向后 料定鸡前有所动作 便派火焰率人前往 异域斩草除根 不仅如此 这次为了一劳永逸 还将原委告知火焰 毕竟知子莫若妇 火焰何等样人 火上再清楚不过 若是指下命令 怕是又要像上次一样 达不到目的也就罢了 甚至可能打草惊蛇 不想鸡前反其道而行之 竟无意间得知来龙去脉 誓冤无极震 好中二的名字 鸡前忍不住吐槽 不过有一说一 既然离朝老皇主 费了如此多心力 节制阵法 想必定然如火上所说 威力不凡 我以实情相告 可能放我走了 火焰自以为是的 和鸡前讲条件 还道这小子是个君子 放你走 别闹了 两军交战 似你这等修为极高者 岂不行同放虎归山 火焰大惊 你 你怎么能反悔呢 谁反悔了 我可从未说过 会放你走 只是答应你 不会折磨你罢了 你 火焰见状 自知处境堪忧 便瞅准机会 欲要反抗 不想天风宗与灿宗弟子 早有防备 瞬间将其打成重伤 好好好 两大宗门之高手 倾巢而出 我火焰果然有面子 火焰身为火上敌长子 天赋卓绝 修为极高 这几人却能轻易将他打伤 定然不凡 火公子 一路好走 鸡前亮出落雨剑 一剑砍了火焰 并将火家其余弟子 悉数解决 鸡公子杀法果断 我等佩服 一名天风宗弟子 上前恭维 鸡前冷笑道 凭你们的实力 莫非杀不掉此人 说到底 不过想借刀杀人 两手不沾血罢了 这名天风宗弟子 登是无言以对 回到云丰城 鸡前将来龙去脉 说给明玉 风雨千听 誓冤无极震 实不相瞒 我从未听说过这等阵法 明玉摇头 虽不知这阵法 我二人却能去探看一番 为鸡公子解忧 风雨千显然比明玉 更懂人情世故 知道就算如此说 鸡前也定不会让他们下场 不必了 劳烦二位 以及众弟子辛苦一趟 略被薄酒 不成敬意 明玉与风雨千忙道 鸡公子不必麻烦 既已无事 我等告退 一干人等走后 娇娇疑惑道 这二人修为极高 为何不借他们慧眼 破解了那十渊无极震的秘密 鸡前冷笑道 你懂什么 这种事 我们自家知道可以 若是让外人学了去 指不定哪天 就用来对付我们了 灿宗与天风宗 之所以和鸡前结盟 是因他们势力不大 且无妄晋升 这才打算换个东家 若是得了这阵法 忽然乘风而起 届时伟大不掉 岂不是又一个火家 你速去盗之鸡溃 让他回鸡家 请几位前辈 大能去云民山一探究竟 一定保密 不可令外人知晓 是 一日后 鸡家 鸡长安 诸位老祖 以及鸡城道 坐在一起议事 始祖 先前鸡前曾说 离朝上有杀招未出 莫非便是 这是冤无极阵 鸡风雷又惊又喜 若是提早获悉 是冤无极阵之门道 破解了固然好 即使无法破解 也能找到些许生门 大前将士 生死他不在乎 却可用来削弱 其他家族和宗门 毕竟到时候 鸡家完全可以带头出战 其他家族和宗门 岂能袖手旁观 若是死伤无数 鸡家地位定然更高 不像 这阵法虽然听起来唬人 但若是 真能毁天灭地 离朝何苦雷若不堪 百年来 一直无法统一天荒大陆 鸡长安不认同 鸡风雷的说法 这阵法 虽也算得上离朝底牌 却定非杀招 而且即使如此 天恒宫为何并无动向 不论如何 去几个人一探究竟方位上策 我去吧 一直沉默的三组 主动站了出来 没人比他更适合做这等事 毕竟 他是战场上杀出来的高手 而且他还有另外的打算 孤身一人到底危险 不如我也跟着去 鸡风雷请站 想去就直说 说什么孤身一人到底危险 凭我修为 谁能带我和 三组冷然 别吵了 既然你们俩主动请英 那就一起去吧 记住 云宁山毕竟是敌国境内 形势定要小心 不可被人发现 是 虽说二人不怕招致报复 但信息差 也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 关键条件之一 若是让离朝皇族知晓 前朝已知是冤无极阵的存在 定然有所准备 到底不赚 第170章 断之差 半日后 三组与鸡风雷现身山下 竟有预警之阵布设周围 级别还相当之高 果然有趣 三组与鸡风雷修为远超基前 自然能发现此地猫腻 也正因如此 鸡风雷寻到阵眼所在 大袖一挥 便将其破坏 二人入得洞中 刚进到那洞天之中 鸡风雷和三组便同时粗眉 这里看似平常 实则暗流涌动 无论水流 陈设 还是小屋 树木 皆有板有眼 惊人精心布置 组成一个十分复杂的阵型 二人虽不是节阵高手 到底有所涉猎 却也难解其中深意 又怕待得久了 恐令人察觉 便用刘影石将这洞天中的场景记录下来 乔装打扮 来到云风城 与鸡前相见 两位老祖大驾光临 鸡前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鸡前抱拳拱手 十分恭敬 于二人而言 却像急了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你莫非不好奇 这阵法的来龙去脉与威力 三组表情严肃 虽说此次离前交战 鸡前的表现着实亮眼 令三组刮目相看 他却始终看不惯鸡前这副德性 战场上历练出来的三组 最瞧不起的 便是背后屎半子之人 虽然鸡前的所有举动 接触于自保 于他看来 却仍是不入流的奇迹尹巧 好好修行才是王道 这也是他来见鸡前的原因所在 敦促他借此次大战好好历练 或许修为能有所精进 二位若想说 怕是早就说了 想必你们也不知其中深意 不然何必跟自家弟子卖关子 鸡前分析的头头是道 鸡风雷笑道 来时你三组说你定能猜到 我还不信 不想知你者 果然三组也 哪里哪里 六组爷爷才是最懂小子的 鸡前十分事故圆滑 说得鸡风雷很是受用 三组却截然相反 严肃道 我曾跟你说过 若能奏凯归来 定住你所欲变异清卵 麒麟实力精进 说话算数 这个给你 三组甩给鸡前两瓶丹药 鸡前身安恋丹之道 道出来仔细端向 却竟没见过这丹药 更不知有何用处 令那两只妖兽分别吞服 必有其笑 鸡前虽不知其中深意 到底知道三组不会害人 便笑道 想不到三组爷爷大老远跑来 只为助我一臂之力 小子谢过 三组冷然倒少说俏皮话 你先前那般恭敬 不正是想到了这一点 鸡前剑被拆穿 索性不装了 真不是我玩脑筋 您和六组爷爷日理万机 岂会来见我这个顽固二十组 说到底 还是想帮我 三组置之不理 拂袖而去 鸡前忙出门相送 待两人飞远之后 放出便意清卵与麒麟 将丹药喂给两人 殊不知 三组与鸡风雷并未离去 待鸡前回帐后返回 于半空中处理 少请 帐中清光四起 便意清卵与麒麟之叫声 此起彼伏 时机到了 三组冷冷一笑 与鸡风雷一同落地 走进帐中 但见鸡前席地而坐 双拳紧钻 表情好似要吃人一般 三组 你竟然 鸡前虽说顽固了些 到底不甚下流 说起话来十分尊重人 按说不会直接喊三组 更会称宁 可如今情况不同 在便意清卵与麒麟服下那丹药之后 他竟感觉四肢百骸 好似被人捏住了一般 痛苦不堪 料定是那丹药有问题 加上三组与鸡风雷事实出现 傻子都知道 是三组有心害自己 三组不是那等扭捏之人 大方承认到 没错 我确实给你下了毒 觉得很奇怪吧 明明是妖兽服的丹药 怎么你被反噬了 机前确实奇怪 虽然他们和自己签了契约 可毕竟不是一心同体 什么样的丹药 能通过他们伤害自己 我在丹药外皮上下了些苦功夫 什么 机前恍然大悟 怪不得自己明明身安炼丹之道 却不知这等丹药为何如此奇怪 原来三组早有准备 料定自己会接触丹药 这才让自己中了招 说来也有趣 这种毒响臂与丹药无关 真真是对症下药 搞得自己毫无抵抗能力 放心 我虽瞧不上你 但为了鸡家 定不会杀你 借此次大战 你需锤炼自己 精进修为 若修为不能突破至龙桥境圆满 我定要你好看 机前冷笑道 大不了一死 魔阳宫是我的信仰 谁也别想改变 百烂点 都有些看不下去 何必呢 为了不好好修行 连命都不要了 可还行 也是 你这等人为了不努力 即能下苦功 更是不惧死亡 而且 你乃是成道之子 又是我鸡家人 杀了你 我将身败名裂 似乎已立于不败之地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本就没打算杀你 只想让你好好活着 却无法得到 只要是男人都能得到的快乐 机前变了脸 男人都能得到的快乐 莫非三组 别亚三组爷爷 您这不是田亚式教育 亚苗助长吗 您大人有大量 监督别的弟子去吧 我真不想 少废话 再见 三组不给机前争辩机会 与机风雷一同离开 路上 机风雷哭笑不得道逼的 一向光明磊落的三组 宁可使出这等阴险伎修量 也要让机前好生修炼 这小子的面子 当真极大 三组无奈道 机前本就不愿修炼 先前因某些原因 至少结果是好的 可此次大战 他只全谋得到用武之地 自然依赖这等伎修量 又无人约束 如何能精进修为 俗话说 术崖砍之 我就是要断一断 他这一身细小之差 方能助其成就大业 机风雷十分认同 若是在任由机前 如此胡闹下去 一株好苗子 岂不成了李国明那等阴险小人 全谋不能说没用 但天荒大陆 乃是修真世界 面对大地修为的高手 你再会完全谋 该死不也得死 机家 是吗 太好了 还是三组有招 听机风雷说 三组给机前下药一事 机成道不仅不生气 反倒笑得合不拢嘴 这臭小子 使得好好管教一番了 不然很容易长成歪脖子数 第171章 天荒大陆以外的力量 云峰城 一座庄园 刚至云峰城时 机前手头事物过多 只能暂居帐篷 如今捋顺了各项事宜 又得了明星 机前便将云峰城 最大的一处院落买下 按照自己的规划改造了一番 恍惚间 竟立起了一处苏式庄园 假山假湖一应俱全 江南水乡温润风格 与周围粗广氛围 格格不入 离朝北部十分寒冷 寻常百姓也好 富人也罢 只要不是修士 皆为了保暖 牺牲了许多美感 机前却反其道而行之 路过行人 无不择择称其 公子不必在意 宁已是驻基静圆满修士 天赋又高 资源又好 突破至龙桥境 指日可待 大唐 嫣然一边给机前上茶 一边柔声安慰 机前无言以对 混了这么久 机前以摆烂到懒得摆烂的地步 对摆烂点的需求没那么大 故而即使有系统 他也不想好好搞事业 然而从即日起 他需日日夜夜思考 如何让人骂自己 为了摆烂而摆烂 当模样工成了工作 没几个人能接受得了 这可是个技术活 当好人不易 烂得花样百出 难度一十分之大 该死 怎么就忘了三组不会安好心呢 机前小子 你这庄园不错 有山有水 机会听闻此事 随时叔叔被 到底这小子名声在外 便有心来看他笑话 然而毕竟是长辈 不可表现得太过明显 这才吹嘘了一番机前庄园的布置 不想整日架只顾修炼 不会管理表情 说着说着 没忍住 笑得合不拢嘴 这一笑不要紧 连带着经过专业训练的燕燃 亦被他带跑 鱼鹰鸟鸟 经久不衰 待二人笑够 机前冷然道 你对足中是知之甚多 可知这毒乃是何物 事后 机前越想越不对劲 就算外壳有毒 也不可能禁术由自己沾染 麒麟与变异清卵 皆附下丹药 为何并无异样 而且 机前曾尝试自己配置解药 不想自己 以真化镜的炼丹修为镜难堪大用 不仅解不得这毒 甚至连原理 都没搞懂击溃无言 看了眼燕燃 不等机前下烛课令 燕燃极有眼色 欠身道 公子 机前先生 奴婢告退 燕燃走后 机前言诉道 你可知晓 天荒大陆 曾有多少皇朝 机前何等聪明 听机会如此一说 当即明了 您的意思是说 此毒与所谓天道有关 记得六祖鸡风雷曾说过 天荒大陆令五大皇朝 皆有大帝境高手作证 却在一日之间人间蒸发 天荒大陆各大家族盛传此事 是天道惩罚所致 天道之说 只是最能令人信服之说法 毕竟谁也没亲眼见过 还有一个说法 便是天荒大陆以外的人干的 有趣 机前眼前一亮 具体的细节我并不知晓 不敢误人子弟 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目前你所知的境界 术法规则 只适用于天荒大陆 就像你卓绝的恋丹天赋 无法解了耐毒一样 世界很大 我是不行了 你却还有机会一睹全貌 机会还是挺看好机前的 虽然不喜修炼 到底脑袋瓜够用 会玩弄人心 待天荒大陆一统 穆战英那个只会修炼的庸才 哪里雇得过来一整个天荒大陆 届时大权旁落机前之手 握着整个天荒大陆的资源 机前岂不是能踏上更遥远的征途 你应该知道 北边也有几个大势力吧 他们虽及时逃走 到底老巢还在 或许有画龙池之类 能精进修为的道场 可以去找找 机前并无此意 那些势力经着呢 不仅不会帮离朝 也绝不给前朝留好东西 若想解毒 只能杀回机家 四季干掉三族 啊不是 只能想尽办法摆烂 收获摆烂点 提升修为 机会走后不久 燕然领着陈锡来见机前 机公子为何愁眉不展 若是想解毒 灿宗虽非炼丹宗门 到底门中弟子所舍颇多 有人精通此数 不如随我回趟灿宗如何 陈锡也听说机前的事儿了 但和机溃 燕然看笑话的心态不同 跟红苗正的她 不喜开别人玩笑 认真替机前思考出路 不必麻烦了 陈姑娘来此所为何事 机前都炼制不出的解药 想必灿宗也不行 所以机前并不保希望 见机前拒绝 陈锡儿便不再多言 毕竟她能修炼也是好事 灿宗每隔三十年 会举办一场比武大会 旨在选出一位 能与宗主双修的男修天才 实不相瞒 灿宗宗法虽无缺陷 到底采阳补音是人间正道 故而听闻 您在离朝境内之后 大长老特命我来请您 机前 闹呢 又是比武招亲 又是男女双修的 几十年前武侠小说完蛋的套路 竟然在自己身边切实发生了 真是怪事年年有 自己身边特别多 陈锡儿见机前一脸问候 便知她想歪了 并不生气 笑着解释道 机公子不要误会 所谓双修 并非 并非那等出格行为 何为出格 燕燃见陈锡儿不经逝世 有些害羞 存心逗弄她 燕燃姑娘 陈锡儿休不可耐 掐了燕燃一把 逗得后者哈哈大笑 你们不是最讨厌男人 主打一个天荒大陆版田园女权吗 机前甚是不解 陈锡儿摇头道 公子此言诧异 我们恨的是那些欺辱女性之人 似您这般仁义君子 不在其中 而且我们灿宗功法并不霸道 您助宗主精进修为的同时 自己也能有所收获 正好您家三祖给了您任务 届时一旦有所突破 也算您功德一键的同时 亦能两拳其美 离朝境内的高手都通知了吗 机前同时很关心这一问题 若能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也算没白去一趟 邀请都发出了 只是现在局势紧张 那帮人既不敢和前朝作对 也不想与此时站队 故而可能不会来 通知了就好 机前大喜 也就灿宗这些女流之辈 看不清局势 即使知道离朝皇族 还有底牌没出 但谁又能确定 前朝就没藏着掖着 刘天官和山统领下落不明 便是最好的佐证 这意味着 这帮人相当想和机前接触 就算不投靠 也能混个脸熟 到时候 也算在前朝有个熟人 能说上话 第172章 治病 甚至开拓一下思维 可以得知 灿宗此举 正是为离朝珠势力提供由头 所谓阴阳双修 于名誉而言 似乎并不迫切 陈希儿刚才可说了 灿宗宗法 并不像玉女心经 一般极危险 如此看来 倒也算是灿宗在帮自己了 既然陈姑娘盛情邀请 在下不好拒绝 不日便是灿宗 这就上路吧 秦公子见谅 小女子来时 长老曾有言在先 若不能与您一同回山 便就不用回去了 机前无奈一笑 竟不给自己准备时间 还到灿宗出于尼而不染 没想到 也都是些精明人 也罢也罢 料灿宗不会对自己不利 机前便交代佼佼 坐镇云封城 孤身一人同陈希儿返回灿宗 刚进山门 便是一众灿宗女修赶来 将机前围住 不敢进前 像看猴子一样 看他 你们不会这么没见识 连男人都没见过吧 机前略惊 此地又非女儿国 何必见了男人 跟见了神明一样 公子别误会 大家是想见见 能让离朝皇主 与火家家主 气急败坏之人 您此前既定北方 戏耍火家 着实为姐妹们 出了口恶气 如今姐妹们 都想嫁给您呢 机前翻了个白眼 他们也就罢了 你怎爹 也开起这等玩笑来了 陈希儿毕竟不善如此 被机前这一调侃 当时羞红了脸 催促众人离开 并领着机前 去见大长老 大长老好久不见 不想气色 竟比先前 还好机前上前恭维 大长老冷笑道 机公子不必客套了 敢问机公子 此次大会 您胜算几何 机前握拳 十有八九 机前摇头道 实不存一 您别逗了城吗 我就一注激进修士 别说我们机家 就是你们灿宗 似我这等年纪 修为又极高者 大有人在 我若能胜 太阳得打西边出来 大长老等的 就是机前这句话 一对一堂堂正正的比试 公子并不占优 可若是换个法子呢 有意思 说来听听 届时你定会知晓 机前翻了个白眼 还以为大长老 要给自己透底呢 没想到 就是想调侃自己一番 在下告辞 上房一备好 公子慢走不送 机前走后 陈希儿好奇道 大长老 机公子不是您 点名请来的客人吗 为何如此不客气 大长老笑道 机公子何等样人 岂能因我这番话而生气 况且之后 我将送他一份大礼 岂能再给他好脸色 大礼 陈希儿不明所以 大长老也不解释 上房 机前看着装修风格 古朴典雅的女性卧室 感到有些不自在 虽说常逛花楼 花魁闺房没少去过 但与其艳丽风格不同 这里清新素雅 有些小家子气 公子可还能适应 陈希儿走进来 给机前倒了杯茶 单手递给他 机前接过 并未喝 放在桌上道 你有没有大会的内幕消息 陈希儿笑着摇头 公子有所不知 灿宗有教无类 一众弟子中天赋极敌者 大有人在 因而四小女子这般 还算有些天赋的 只负责修行 其余没天赋的姐妹 方才管事 所以 机前点了点头 灿宗这帮女人 竟然搞出了 君政分家这等高等操作 着实让她眼前一亮 生活上有何需要 定向外面人开口 只要不是太过分 都能满足 陈希儿似乎不打算走 一屁股坐到机前身边 不时瞟她一眼 软禁我 机前注意到外面 多了些弟子 便看出陈希儿此话用意 话不能这么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们虽为邀请皇族 火家 天恒宫等势力的弟子前来 但谁能保证 其他门派的高手 不会被他们收买 或直接冒充 听闻陈希儿此话 机前想到 火箭冒充击达一事 灿宗此举 倒也情有可原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机前机公子吗 百文不如一剑 果然玉树临风 仪表堂堂 正想着 一名三十岁出头 风韵游存的女子走进房间 衣着虽朴素得很 举止神态却充满魅惑 介绍一下 她叫秦怡 未表歉意 大长老让她为您做些事情 陈希儿坏话一笑 起身离开 秦怡上前毫不客气地 拉起机前的手 往床上 走机前倒不是什么纯情处男 不介意与人肌肤相亲 可自己身处灿宗 这些弟子各个厌恶男人 岂能做出如此举动 哪怕仰慕 也不可能像烂俗的杰克苏 剧情一般倒贴自己才对 果然 等机前按秦怡要求趴在床上 任由她 骑到自己背上后 纤细双手刚搭上机前肩膀 四肢百骸 好像被人捏住了一般 机前灯时出了一头冷汗 机公子不必紧张 小女子在帮您看病呢 一双无形的手 在机前四肢百骸游走 片刻后脱离 机前松了口气 想不到秦怡看似轻挑浮躁 竟也是个修士 希儿说得对 公子身上这毒 非常人能解 秦怡可不是来调戏机前的 她家原是个中等片上的家族 专修医术 后被火家强行吞并 信得灿宗相救 这才得以生还 加入灿宗后 秦怡系得各家所长 医术高超 听说机前身上的毒疾为特别 这才想来尝试一番 不想尽败下阵来 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 我叔叔说 这毒并非来自天荒大陆 见秦怡有些失落 机前安慰 秦怡苦笑不语 并非来自天荒大陆 这一说法在秦怡看来 要多荒谬有多荒谬 毕竟无人涉足过天荒大陆以外 机前编的这个谎话 她可不信 虽说没什么医者人心 到底秦怡是个要强的人 故而道 我有位老师在黎朝太医院任职 他的医术非同一般 可敢同我去见见 机前当然敢了 但不想担责 便苦着脸道 不好吧 大长老怕我出事 派人监禁我 岂能说走就走 辜负了人家一片好意 无妨 秦怡上钩 我们家和大长老家有些渊源 当年他家覆灭时 我家老祖还曾暗中帮过 虽然因为不是大家族的原因 收效甚微 但在大长老那里 我的面子还是很大的 第173章 混进赵狱 这话机前倒是信 别看大长老行事作风奇怪了些 并且是个女子 却有情有义 想必不会责怪秦怡 外面这些人 你怎么处理 简单 秦怡吹出口仙气 便四散去 转瞬间 将门口几位女修迷倒 也是大长老没想到这么多 料定机前知道自己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她 又身处灿宗内部 便没安排实力强大的弟子保护 只是派了几个修为不高的弟子 冲坐警卫 有事第一时间汇报便可 却没想到 这一举动 给了秦怡借机 发挥的空间 将几人迷倒 秦怡把手搭在机前额头上 别惊讶 衣术也是先术的一种 话音刚落 机前身上迸发无数清光 待光芒消失 机前竟变了一副模样 成了个瘦瘦小小的杂役 灿宗虽是女修圣地 却非女儿国 又自视清高 不愿干体力活 便会从周围村里雇佣农夫 正好给机前提供掩护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秦怡带着机前离开灿宗 混入离朝都城 正直战时 虽然按理说 都城戒备相当森严 但也正应前线吃紧 都城守备力量得到严重削弱 像秦怡这样的一绒高手 完全可以轻松混进来 外城能让你胡作非为 太医院地处皇宫 你如何进去 机前和秦怡 坐在一个小摊上边 吃东西边聊天 有火箭冒充击达一事在先 离朝怕前朝照葫芦画瓢 所以 无论太医院太医 还是宫中的太监宫女 都不许离开皇宫半步 虽然外面的守备相对松懈 但皇城的安保 一定比平日更严 就算秦怡在太医院有熟人 也得经过层层盘问才能进去 到时候必然露线 你还是太单纯了 还有别的办法可以看病 秦怡见机前停了筷子 便很是贪婪地 将他的碗拿到自己面前 并不介意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你不是说是个中等偏上的家族 出来的吗 怎么会跟恶狼一样 机前有些奇怪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 尤其我还曾锦衣玉食 因此更是珍惜食物 鸡公子别介意 秦怡一边吃一边解释 半个时辰后 机前看着生意极好的 黎朝低花楼陷入沉思 天地良心 他真没想来这里消遣 是秦怡硬拉他来的 装什么纯情小公子呢 您不是最熟悉这里吗 走吧 秦怡把机前拽进去 找了奸上房 安排归宫叫来一众美女 在歌在舞 机前毕竟比秦怡有经验的多 面对如此盛况 这方面远比不上前朝 秦怡则是初次来到这等地方 虽说也受过良好教育 到底已无家可归 便没了大小节秉性 被姑娘们带动 跟着他们扭动起来 怪到机公子 对这等地方流连忘返 实乃人间仙境 秦怡赞不绝口 别想着玩了 考虑考虑怎么混进黄城吧 有那么一瞬间 机前甚至觉得 秦怡和他一样有摆烂系统加持 摆烂程度 就连深安摆烂之道的机前 都觉得他更会摆烂 不用操心 你好好玩就好 你先歇着 我上个厕所 为方便客人玩耍 房间内接设有厕所 秦怡却不去 美其名曰 怕机前偷看 半个时辰后 机前苦等秦怡不回 怕他生事 出门来见 结果觐见官兵 现身花楼 没等老宝说两句好话 先气自旁边房间飘出 官兵瞬间倒下 后 又如行尸走肉一般爬起 迅速离开 机前定睛看去 房间内平躺着一具尸体 看他一身衣着 应该是位四品文官 也是这家伙运气不好 洛宇佳知道 外面戒备不严 千叮宁万嘱咐 让文武百官 尽量别抛头露面 这家伙倒好 还是没管住自己 秦怡笑呵呵 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 脸上还沾着 那名文官的鲜血 你疯了 机前有些惊讶 秦怡似乎并不打算解释 吹了口气 便令机前也晕倒 迷迷糊糊间 机前听到有人 喊自己的名字 睁眼一看 一张陌生面孔浮现 神态却令他十分熟悉 分明是秦怡 再看周围 昏暗无光 潮湿狭小 地上铺满杂草 分明是在监狱 外头每隔五步 便有一个的修士卫兵 告诉机前 这里是 离朝严密程度 堪称第一的赵狱 宅奎的老师孙成岩 就被关在这里 机前下意识摸了摸脸 自己的外貌没变 方才输了口气 这就是你的计划 机前有些不解 秦怡费了这么大劲 居然只是想进赵狱 虽然机前并不知道 赵狱的具体位置 但很清楚 这种定时炸弹 绝不可能建在皇宫下面 而且 安保十分严密 且不说离开这里 就是不被发现身份 也是极难的一件事 别急嘛 计划还明来关键一环呢 太医院重太医 虽不能出皇宫 但假若咱们身份特殊 又即将不治身亡呢 你的意思是说 机前眼前一亮 也是 秦怡必须得说得唬人些 才能带着自己 一起进入赵狱 现在最唬人的身份是什么 当然是前朝间谍了 有两个就有四个 甚至有更大的组织 盘踞在外城 骆宇嘉不可能不重视这件事 若是此时他们装病 为了防止出事 骆宇嘉肯定会派太医来 毕竟在骆宇嘉看来 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混进来 肯定和离朝一些官员 暗中有往来 这些官员为了自保 要是提前下了毒手 那位四品大员可就白死了 机公子 麻烦了 秦怡将手按在脑门上 不到片刻 身上伸出毒疮 并不停咳嗽 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机前虽不想玩这么老套的招数 但若想脱身 只能如此 便大声喊道 来人啊 出人命了 救人啊 守卫听闻后 忙开了门 上前查看 秦怡可是大夫出身 俗话说是要三分毒 大夫也不例外 既能救人 也能害人 所以 秦怡的病根本不是装的 至少他们无法识破 因此 守卫们赶紧叫来御医 御医医术虽然不错 但秦怡的造诣比他更高 故而束手无策 只能层层上报 最终 如秦怡料想的那般 果然惊动了太医院的太医 秦怡在此之前 已和太医院的那位老师联系过 出诊诏狱 又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搞不好还会丢了小命 所以 此人刚一开口 便被太医院院长派去 天黑时 一位白发老者 出现在诏狱中 见到两人的那一刻 不由地惊讶连连 第174章 暗中助力 婆奈卫兵在旁 不敢声张 便道而等先下去 卫兵虽知这二人有些修为 然一只太医院重太医一时休士 想必不会出世 便都使去退下 小爷 你怎的在这等地方了 卫兵走后 太医凑至秦怡面前 一脸不爽 灿宗虽与离朝皇族 表面相安无事 然双方却已将对方当作敌人 若是秦怡被人发现身份 下场可想而知 偏生秦怡 是个色薄胆利之人 冷笑道 老师傅不必担心 徒儿自有办法脱身 只是还望老师傅 帮这位公子瞧瞧病 病 老太医哭笑不得 为了瞧病 连病都不要了 世上也就秦怡能干出这等事来 既是如此 还请公子躺下 老太医并未认出秦前身份 待他配合躺下 望闻问妾一番 醋没道 敢问公子乃是何人 秦怡十分信任此人 便将秦前身份合盘托出 老太医大惊 秦怡胡闹也就罢了 常闻秦前姬公子城府极身 不见兔子不撒鹰 怎地也跟着秦怡 来治这等地方了 这毒甚是奇怪 老朽也只是听人说起过 敢问妾公子 可能信任老朽 说明来龙去脉 秦前没什么不能说的 将三祖如何坑害自己一世 和盘托出 老太医变了脸色 三祖之心 旁人不懂 他却与之共鸣 秦前根骨极佳 天赋异禀 却学那等文官玩什么狗屁权谋 身为长辈 焉能不痛心 为人师者 自然乐得见弟子蒸蒸日上 老太医本就无法医治这病 便顺水推舟 骗鸡前道 说来也巧 老朽曾见过这毒 毕竟若是病无来历 鸡家三祖也不应有之 只是老朽才熟学浅 不能医治 却有高手妙手回春 老朽与顽图一般 虽无天赋 但喜学习 暗戳戳记下了药方 其他几位药倒是极好找的 只有一位天蒙子是所含有 这天蒙子 需的是万人高山之上所欲雪莲 抵三百年双打 三百年血压 三百年风化 方才能成 据我所知 此药在前朝所攻陷 我离朝至北面 就有 就在云丰城周围 天池山上天池中 秦仪一道 此药不是炼丹所用吗 同为医者 秦仪自然了解药材 又涉猎颇多 听灿宗弟子说 天蒙子 左以其家族秘法 可炼出质量相当之高的进阶丹 你入行到底短 哪里知晓 要百用之理 披霜虽毒 却可入药 这天蒙子亦是如此 秦仪便不再多言 如今目的达到 你二人如何脱身 老太医有些担心二人处境 秦仪不顾地上脏乱 席地而做到 不瞒老师说 灿宗最近有所动作 借我灿宗之力 定能脱身 您快些离开吧 免得惹了事 老太医叹道 我们一介一者 何故掺和这等闲事 秦仪摇头道 您不懂 就一人不足以就一招 人各有志 老太医便不再劝 转身离开 灿宗要劫狱 秦仪好奇凑来 如此说来 倒也解释得通 先前动作那么大 定然招致洛宇佳忌惮 外松内仅持续良久 紧绷的闲定会放松 这便会导致洛宇佳放松戒备 或许真是劫狱的好时机 能不能成不重要 重要的是给洛宇佳制造些麻烦 让他暂时棘手 便无暇插手灿宗比武一事 谁知道呢 秦仪耸了耸肩 再不说话 哎 秦仪刚要哼小曲消磨时光 但见西南角杂草突然竖起 无风摇动 似是在和他打招呼 秦仪忙上前 那杂草似乎有所感应 在地上写了两个字 合作 秦仪更为好奇 诏狱可不是一般监狱 秦仪能感觉到 牢房内设有禁止 与内使用法术尚渴 却无法释放出去 怎会有人如此自如 想不明白 秦仪便不去想 拿过那枯草舌了一下 如点头一般 表示自己同意 对方似乎明白了秦仪意思 地上凭空多出两字 连同原来那两字 组成合作愉快四字 又很快烟消云散 下午 机前听得嘖嘖压压 开牢房门的声音 紧接着传来铁链声 一个衣着破烂 带着手铐脚料 身上贴满符纸的重犯 被两名卫兵带着往门口走 所过之处 牢房里的犯人 各个瞠目结舌 就连孙成言也有些不淡定 拜托 这可是诏狱 关押的犯人 各个穷凶极恶 就算审问 也会在狱中审问 怎么会有人被带走呢 那人走到机前牢房前停下 卫兵竟不敢驱赶他 纷纷驻足 见他用下巴指了机前一下 便上前开了牢门 将机前带了出来 机前跟在那犯人和卫兵后面 心里泛起了嘀咕 他当然知道 这人是那个想和自己合作之人 可和其他犯人一样 他想不明白 这家伙哪来的这么大面子 竟然能让卫兵把自己带出来 没听说 离朝诏狱还藏着高手啊 真是奇怪 卫兵将两人带到地表 因二人都是修士 刺眼的阳光 并未令二人感到丝毫不适 院子里站岗的卫兵十分默契 纷纷离开 很快现场只剩机前和这犯人 灿宗的人要来 那人主动开口 敢问前辈尊姓大明 不知我身份 不敢实情相告是吧 本尊姓骆 骆宇家的骆 明启程 自己都不知怎么 和现任皇主论备份了 怎么样 这层关系 值得你信任吗 机前眼前一亮 毕竟参与过高级会议 机前从慕雄怀哪里了解过 离朝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中就包括这个骆启程 倒不是机前记忆力好 主要是这家伙名字很有意思 谐音启程 让机前哭笑不得 这才印象极深 说是当年天恒宫渗透一事 让皇族中 一位修行百年的强者 焦躁不安 觉得一旦离前开战 离朝境内重势力 定不会帮忙 所以 想用强权将各大家族收编 可人家启会坐以待毙 并且各个已成伟大不调之事 当时骆启家已上位 为安抚人心 只好将骆启程斩首 以平众目 当然 傻子都知道 骆启家不会这么干 第175章 合作 皇族中的这位高手 可是轮回进圆满修为 聚准递进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这一步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迈出 但光凭这等修为 已傲然于天荒大陆 毕竟许多势力 甚至没有准递进强者作证 所以大家心照不宣 知道这人八成是被骆启家藏起来了 所谓斩首 只是骗人的说法 但机前万万没想到 这人竟然藏在赵羽 怪不得有这等权限 毕竟人家可和骆启家是一家人 这帮卫兵都是打工的 谁敢招惹人家 可话又说回来 既然这么自由 干嘛还跟自己合作 前辈 您别逗我了成吗 您甚至能将赵羽视为无误 自己便可离去 骆启程摇头 低声道 如今的赵羽 虽有前人成果 但绝大部分赵羽 都归本尊有自然之小其中变故 至于来去自由 在这赵羽中 本尊是天王老子 可却不能出赵羽半步 为何 机前不解 外人忌惮归外人忌惮 骆启家又不是傻子 干嘛不好好奉承 这位实力极强的老祖 况且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除非骆启家让人夺赦了 不然绝不会慢带骆启程 听人说你这小子略失小计 便令离朝节节失利 本尊还道你是个玩阴谋诡计的好手 不想也是个泛泛之辈 你当真以为 本尊收拢各大家族 是为离朝设计着想 机前恍然大悟 也是啊 三人成虎 有些事不一定像传言那般 真是可信 况且谁不想当皇帝 功名利禄取之不尽 又是骆家人 有法理性 虽然和后辈抢皇位 恐为人耻笑 可阳间还窜过女婿位呢 现在不也没人说什么吗 归根结底 名声虽臭 但只是暂时的 只要做得好 没人会计较这些 灿宗之事具体我不知晓 但可以肯定 他们会大闹一场 机前断定 骆启成至少暂时 会和自己一条心 哪怕出去之后 他和骆宇家争锋 对前朝来说也是好事 两国交战 最怕的就是内部生乱 即使骆启成知道 恐怕也会因为 对骆宇家的恨忽视这些 所以机前乐得和他合作 光凭他们远远不够 你也得有所行动 你放心 事成之后 本尊不求别个 只要让骆宇家那登徒子 死无葬身之地便可 机前冷笑不语 别逗了 再有仇 你们俩也是一家人 你小子绝不会眼睁睁 看着皇族覆灭 不过 那都是以后的事 机前有信心阻止这等事 我该如何行动 坐下 机前听命 盘腿坐在地上 骆启成大叫一声 如虎啸龙吟 惊天动地 竟将限制其力量的法器 尽数击碎 倒也难怪 轮回尽修为当时罕见 能限制他的法器本就不多 故而能被击碎 也在情理之中 说白了 骆宇佳难道不知 这赵玉是他见的 把他扔在这里 肯定是为了麻痹他 实则外面还有高手 藏着 这一点 想必骆启成也知道 不然绝不会十分笃定地说 光凭灿宗无法大闹这里 更不会主动和自己合作 想必他一人难以应付 骆宇佳派来保护赵玉的高手 非得和灿宗这种大势力合作不可 将手搭在机前肩上 骆启成寒声道 本尊所修功法 如天地造化 吞吐有度 故可吸食他人功力 亦能将己修为度给他人 身体亦能引入其中 机前越听越奇怪 吐槽道 你这功法不就是细心大法吗 好家伙 抄袭都不被人了是吧 抄一人也就算了 你还谁也抄 身体引入我身 怎么着 想限制我知天赋 让我搞什么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骆启成只当机前在胡言乱语 周身掀气蒸腾 钻入机前七窍 足有半个时辰方才停歇 不是能进入我身体吗 怎的不成了 机前见骆启成好端端站在自己面前 便疑惑问道 本尊若消失 岂不令人怀疑 况且 旁人一只本尊功法 自然能查到你 因而 本尊只是将修为给你 待时机成熟 身体亦能消失 机前点头道 你不怕我将你这修为据为己有 骆启成冷笑道 凭你助激进修为 焉能化用 你既无心修行 便好好玩你的全谋 莫要在此世上耍阴谋诡计 机前笑而不语 次日早间 灿宗三长老帅灿宗仲修为 极高的弟子 混入皇城 买了些烟花爆竹 燃放的同时展露实力 搞得整个皇城地动山摇 骆启家有些奇怪 令人去打探 应有烟花爆竹做掩护 故而手底下人皆说是 有人在庆祝 烟花爆竹威力大了些 骆启家便不放在心上 这其实是个信号 就连机前和情仪都能混入的赵宇 灿宗修为较高的弟子自然也行 感觉到异动后 迅速施法 因来时有所准备 将房间内的阵法破坏 卫兵们纷纷赶去 罪犯们齐声欢呼 赵域内更实乱作一团 正闭目养神的骆启成睁眼 单手掐绝 便是机前身上 好小子 又有麒麟 又有便衣青鸾的 机遇不错 将他们放出来 大闹一场 机前便真个将两只妖兽放出来 并在骆启成的指导 以及高超修为助力下 也破坏了自己牢房的阵法 麒麟便以一招野蛮冲撞撞开牢门 又施展法相天地 变得高约两米 去撞击各牢房门 按说他无法轻易破坏 颇奈洛起成暗中相助 故而放出了许多犯人 便以青鸾则飞至走廊 使吞天实地之法 只要能吞噬 便将麒麟放出的犯人 毫不客气地悉数吞噬 不能吞噬的 任由他们胡闹卫兵们 修为虽不低 到底不是那位灿宗弟子的对手 又见背后起火 且又大能坐镇 便不死站 直接撒鸭子跑了 秦仪笑道 人人皆说 赵玉有去无回 依我看来 不过如此 姬钱不理 来至孙承岩牢房前 恢复本来模样 孙承岩曾与姬钱 有过一面之缘 见是他 激动之鱼 怒道 你来救我作甚 谅我一介凡夫俗子 于国无益 你却不同 大前指着你呢 何必以身犯险 姬钱哭笑不得 孙大人别误会 我没那么好心 今日之举 迫于无奈 就你也只是顺手罢了 说着 拆了牢房 将孙承岩拽出来 扔给秦仪 钻进去 在骆启成的指导下 使了个遁地法 遁入地底不久 便见到一些古怪名文 发着金光 如鱼网一般 想来便是骆启成口中 所谓的护裕大震 第176章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据传你小子 也有节震之能 本尊魄力 教你一招 姬钱耳畔响起 骆启成声音 没来得及细问 但见左手上燃起一团火 呈青莲状 半半纷飞 渗出大震之外 将整个大震包裹 搜一声风响 大震就此消失 姬钱冷冷一笑 果然是轮回静修士 实力非同反响 好好修炼 日后也能如此 不必了 骆启成笑道 反正 你我乃是敌人 你越是懒惰 本尊越是高兴 姬钱不理 问道 接下来怎么做 回去 等灿宗 那帮娘们到场 真是令人唏嘘 本尊尽须女流来救 果然今时不同往日 姬钱便转身回到赵宇 此时在那位 灿宗弟子的威逼力诱下 大多数犯人 已向他俯首 毕竟 就算他们中也有高手 如今无法出去 自然要等灿宗前来接应 须得暂时寄居人下 姬公子 您为何会在这里 那灿宗弟子 正近带外围接应之人赶来 因姬钱先前见孙承岩时 恢复本来模样 认出了他 故而有些惊讶 姬钱指了指秦仪 他虽人维持伪装 细细感知之下 果然有些熟悉 我说此地怎会有妖兽 原来是您的 灿宗弟子大秀一挥 便是便意青鸾与麒麟 乖乖奔到姬钱面前 原来姬钱不在的这段时间 他们已被灿宗弟子打服 怪到这人能破坏房内阵法 确实有些能力 接下来怎么办 姬钱问 外围应有强者镇守 灿宗弟子正在死战 待局势明朗 我们再出去不迟 当缩头乌龟 本尊可不是那等人 洛启承言道 本尊寄居你身 便是为了这一刻 咱们走 光凭那些女流之辈 必不是齐人对手 姬钱闻言便离开赵狱 来到院子里 原本密密麻麻的守卫 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不远处不断传来的 隆隆巨响 姬钱仔细看去 但见灿宗三长老 正与两位修士 在半空中死斗 再这么斗下去 齐人必败 小子 上 你只是暂居我体内 何不出去 只身参战 带着我干嘛 岂不添麻烦 百烂点 五百 洛启承没想到 这等话 居然是从姬钱口中 说出来的 人家拼死拼活来救你 你怎么好意思不出手 有本尊神力庇佑 你必相安无事 没法子 现在姬钱是洛启承 唯一指望 必须得哄着来 你为何不敢出手 是怕洛宇家 知道你偷偷逃走 还是怕外人知晓 你与后辈斗之斗勇 为人耻笑 亦或者两者都有 即使身体烟消云散 洛启承的无语之情 也异于言表 火烧没毛了 你还纠结这些做什么 快上 姬钱嗤之以鼻 到底不是那等见死不救之人 况且不杀了那两人 他逃不了 便纵身前去 有了洛启承暗中助力 姬钱竟能突然出现在 两位不灭境圆满修士面前 令人大为震惊 姬钱 三长老惊掉下巴 竟直呼姬钱名字 对面两人面面相去 哭笑不得道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姬公子吗 你自己送上门来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三长老忙平复心情 无暇关心 姬钱为何出现在此 挡在姬钱面前道 姬公子快走 此地不宜久留 姬钱摇头道 怎么能走呢 我可是来帮您呢 三长老与对面二人 神色复杂 别说姬钱与他们在境界上 差了一大截 就是同径修士 圆满也远胜前期 难以越接击杀 姬钱哪里来的这等嚣张底气 不幸是吧 姬钱黑了脸 大手一挥 便是两道灵力 化作人手模样将两人抓住 转瞬间吸干对方功力 令其变作肿中枯骨 好似风吹日晒了数年之久一般 三长老瞠目结舌 闹闹 一个助击静圆满修士 居然在他面前 轻轻松松秒杀了两个不灭静圆满修士 你如此厉害 按说看管你之人 应会相当厉害才对 怎地如此不堪一击 姬钱敢肯定 洛宇家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两个样子户背后 一定还有更让人感到恐怖的存在 你小子果然聪明 告诉你也无妨 那人是个怪人 不受皇族约束 至于本尊有仇 洛宇家便乐地派他看管本尊 如今藏在你身上 他定不会知晓 姬钱恍然大悟 闹了半天 洛启成钻了个空子 使了一招金蝉脱鞘 三长老 我们快撤 姬钱知道 此地不可久留 三长老便发出信号 赵玉中的灿宗弟子知晓后 和秦仪 孙承岩一同出门 刚要去空中见三长老 一道轻盲划空而来 若非三长老眼疾手快 画出一道屏障抵挡 这才没让三人一命呜呼 什么人 三长老醋眉 四下看去 却未见人影 还是惊动他了 洛启成声音淡漠 青光自机前气窍中飞出 于半空中凝成人形 冷然道 既已识破 还不滚出来 西南角传来阵阵冷笑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一座院落塌陷 生成一个不大但深不见底的黑洞 从中飞出一人 身形勾楼瘦小 破衣烂衫 拄着一根破木棍 浑似乞丐 然而却无人敢小瞧此人 修饰者 性命双修 往往鹤发童年 精神抖擞 似他这般 分明是在藏风 就差把我是扫地僧五字 写在脸上了 你们滚 他留下 老乞丐用手中木棍 直指落起城 饶式以下纸上 一压破感十足 令三长老等人 毫不犹豫飞到机前面前 欲带他走 机前却有了新打算 冷笑道 你们先走 我留下来观战一番 也好学习 三长老促眉道 俗话说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你不过助激进修为 何必出这个眉头 机前摇头道 您不用管 走您的便是 三长老是个性情中人 生来不会轻易 被刺他人 尤其机前还和灿宗是盟友 并且没有什么弯弯绕 从未害过灿宗 便下定决心 对秦仪等人道 你们先走 回到灿宗之后 务必令宗主等人前来接应 机前眼前一亮 想不到灿宗三长老 竟如此有情有义 也好 有他在 自己更能达到目的 第177章 两败俱伤 看看可以 若敢出手 死 老乞带威胁完两人 甚至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转瞬间闪身至洛启成面前 手中木棍重重砸向洛启成 洛启成堪堪抵挡 两人虽同是轮回镜圆满修为 然而轮回镜亦有参差 洛启成可不是对方的对手 交手不到几十回合 便已难以抵挡 旗本就强 如今洛启成又无趁手兵器 必败无疑 三长老知道 增援很快就到 便旁敲侧击 欲劝机前离开 那要是洛启成 有天平法器呢 机前手中亮出洛启剑 你确定要帮他 三长老有些怕老乞丐 向他们出手 别说保住机前 就是自保 也极难做到 又不是越级作战 不暴肿 纯靠法器堆也行 机前丝毫不惧 对洛启剑说道 小飞剑 帮我个忙 让那两人两败俱上 言罢 机前胡乱将洛启剑丢出 洛启剑虽傲娇了些 到底任机前这个主人 便依他所言 飞至洛启成面前 洛启成与老乞丐停止争斗 面面相去 两人虽有所差距 但如此神器 能抹除法器差距的同时 还能助洛启成 抹平和老乞丐的实力差距 不说能让他吻胜 却也锦上添花臭小子 本尊就知道 你不是个见死不救之人 洛启成大喜 主动向老乞丐发起攻击 老乞丐接招 果然和先前不同 本来吻压洛启成的他 竟与对方持平 甚至还占了下风 饶是如此 老乞丐却不逃 仍冒死奋战 待交手几时回合 把赵玉连同周遭 打得残破不堪 化为积粉之时 胜负方才剑分晓 毕竟机前有言在先 洛启剑并未真心实意帮洛启成 老乞丐又不弱 故而双方耗尽灵力 皆身受重伤倒在地上 三长老收了收神情 低声道 这就是强者之间的交手 就连我这个不灭境修士 都为之赞叹 机公子还有何理由不努力修炼 机前不语 确实 两人打架毁天灭地 十分帅气 可帅气有个屁用 勤勤恳恳一辈子 难道就为了这一幕 别闹了 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才是机前的信仰 能将我打成这样 够你吹一辈子了 可饶是如此 你依旧无法脱身 援君很快就到 嘲讽洛启成 机前落到洛启成面前 抱歉老头 还有我呢 洛启成 崇上我身 我暂时护着你 洛启成瞟了眼机前 并不开心 怪不得到后来 洛宇健突然罢工了 八成是这小子 故意让洛宇健这么干的 目的乃是将自己带走 阴险 太阴险了 但也没法子 洛启成若孤身逃走 重伤之下 必死无疑 只能和机前合作 便放下高傲 进了机前体内 任由他和三长老 把自己带走 很快 洛宇佳得知赵玉被劫 勃然大怒 据可靠消息 灿宗最近并无动作 只是少了个三长老 不然洛宇佳 也不会不知晓此事 那三长老 也是不灭境圆满修为 焉能战胜自己安排的 两位强者 天风宗亦无动作 难道前朝势力出手了 洛启成如何了 洛宇佳现在最关心的 是这老小子的下落 赵玉虽号称密不透风 但非平时 只有两名不灭境圆满修士坐镇 难保不会出什么事 至于关押的那些重犯 于洛宇佳而言 皆不必放在心上 只有洛启成 有能力威胁到自己 回皇主化 那位先生与他两败俱伤 应身受重伤 令他 令他逃了 什么 洛宇佳抓起面前 价值不菲的官窑茶杯 重重摔在地上 他跑不了多远 给我严密封锁皇城 就是苍蝇 也不能活着飞出去 煞事间 皇城内外皆戒备森严 天上不停有修士飞来飞去 底下则有官兵驱离百姓 让他们暂时回家 不许在街上乱晃 也是官兵苟杖人士 因为老者因走得慢了些 便被推倒在地 老者气不过 骂倒 一帮酒囊饭带 防不住前朝人劫狱 却能欺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嘴脸形同猪狗 官兵大怒 抬手给了老者一巴掌 百姓们本就不爽 见此一幕 直接爆发 将那官兵围住 向他讨要说法 城内顿时大乱 明玉听闻后 讲给大长老听 笑道 赵玉一向号称坚不可摧 这下好了 脸被打肿了吧 大长老笑而不语 看向姬前 姬公子 若是骆启成不敌 我们又没及时赶到接应您 试问您该如何自处 如何自处 我没长眼睛 还是没长腿 见情况不妙 直接跑呗 见姬前跟没事人一样 大长老知道说不通他 便道 骆启成可不是好惹的 还有他那仇敌 定然想尽办法找他 你小心为上 姬前对此早有预料 不劳大长老费心 能不能商量个事 让我回趟云丰城 找找所谓的天猛子 也好治病 您还要出去 不怕黎朝对您展开抱负 明玉被姬前的脑回路惊道 凭姬前目前处境 要么留在灿宗 要么回姬家 绝不能在外面乱逛 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姬前耸了耸肩 怕他们作甚 我就不信黎朝皇族敢杀我 触怒整个姬家 明玉无奈道 黎朝皇族固然身安全谋之道 可那个老乞丐呢 据我们所知 此人与骆启成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他又向来我行我素 怎会顾及大局 那老小子 一看就是个不见兔子 不撒婴的家伙 如今身受重伤 自然不敢打草惊蛇 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肯定不会出事 姬前被明玉斗笑 虽然是一宗之主 到底是女流之辈 想法有些保守 即使如此 我愿与你同行 明玉主动请婴 即使不讲道义 姬前亦是灿宗 与前朝沟通的桥梁 又和太子关系不错 灿宗可不能眼睁睁 看着这位中间人 处于危险境地 也好 只是明宗主若贸然离去 离朝那边 恐不会善罢甘休 这次骆宇家的脸 被打得啪啪作响 必然报复你们 第178章 明玉被关 明玉白手道 无妨 如您所说 他们既然不敢动您 便也不敢动我们 况且 我不过是个宗主 论修为 还得势大长老 故而离开也无事 大长老点头道 姬公子不必推辞了 您若在离朝生死盗销 以后我们指望谁去 见二人盛情难却 姬前只好答应 半个时辰后 天池山山脚下 孙承岩作一道 谢姬公子救命之恩 老朽回去之后 定当劫心报效朝廷 答谢公子大恩 姬前哭笑不得 这老小子 是真不懂事 还是装的 人人皆知 老子是太子党 你蒙我大恩 为何不发是效忠太子 就算说不出口 旁敲侧击暗示一下也好 为何尽不留一点伏笔 也就是自己脾气好 要换成旁人 早把这小子送回去了 孙承岩走后 茗玉笑道 这位大人真是单纯可爱 怪到人家都说 前朝政治清明 内外团结 有这一干人在 党同伐一者 自然无用武之地 姬前知道 茗玉是在调侃自己 便不理会 转身上山 茗玉跟上 因怕他走得慢 耽搁了时间 便携了他的手成风而去 虽说茗玉也是大家闺秀出身 身安男女授受不轻之理 但因年长姬前几岁 又是一中之主 将姬前当作后辈 这才没多想 反观姬前 亦是如此 西年在花楼浪荡时 比这更过分的事情 姬前做了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又是穿越者 且是占便宜的一方 自是不会反对 片刻后 二人落至天池前 茗玉正欲前行 呼得察觉一丝异样 回头扬称道 小色鬼 还不松手 莫非不想要了 姬前忙松手 解释道 名宗主莫要误会 小可心里有事 心不在焉 这才冲撞了您 茗玉置之不理 缓步前行 姬前急忙跟上 有意思 堂堂灿宗宗主 竟然任由自己吃豆腐 甚至那么扯淡的理由都相信 难道说人性如此 女子皆怀春 正想着 二人已来到天池边上 鼓鼓温泉争腾白雾 缭绕之下 宛如人间仙境 茗玉踏水而去 水无波澜 便他身轻如燕 来至池中 见一株红花盛开 料定 这便是那所谓的天蒙子 伸手去取 不想呼的异象横生 茗玉正欲逃离 急到水柱凌空而起 茗玉竟在机前眼前人间蒸发 好歹是灿宗宗主 灿宗虽比不得鸡家 到底也算天荒大陆上的大势力 茗玉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机前有些想不明白 小子 这位要若真如此好取 也能好端端放在这里 原来 天蒙子及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于一身 在周遭生出一圈鬼玉 与玉城山关押催旋的鬼玉 大同小异 相同处是这鬼玉 能将人关进特殊空间 不同处是为掌握法门者 疾难逃生 且不能轻易尝试 恐遭灵气吞噬 幸好 本尊涉猎颇广 在本尊指导下 你能有九成把握 在自身不伤的前提下 救出那婊子 洛启成的语气 很是得意 你干什么 洛启成本想让机前开口 问自己该如何破解 不想这小子转身便走 能干什么 回去找击溃他们 让他们请大长老来 你没病吧 本尊明明跟你说过 有九成把握 干嘛还要求出旁人 机前冷笑道 一看你就没抽过奖 伟大的抽奖学家 伯尼玛说过 只要没到百分之百 便和灵没什么区别 何必自找不痛快 百烂点 五百 若非身体受伤 不能现身 洛启成真想跳出来 给机前一耳光 百烂也得有个限度吧 真就一点力 也不想出 就等着人家 往你嘴里喂吃的事吧 回到云丰城 机前钻进大堂 剑娇娇 正帮自己处理公务 便道 你先停停手上的事 去帮我把机前叫来 是 娇娇任劳人员惯了 竟改了脾气秉性 不再与机前对喷 片刻后 有人上堂 不是机前 乃是杨恒忠 鸡公子 这些时日 你去哪了 杨恒忠黑着脸 看那样子 似是要吃了机前一板 也是机前运气不好 前日杨恒忠来见机前时 无意间聊起了往事 娇娇并非时刻紧跟机前 故而不知 这才被他识破 但因情况复杂 杨恒忠怕闹起来 旁人趁机前不再大闹云封城 这才没直接发难 如今撞见娇娇恢复 本来模样离开 便知机前回来了 这才找上门要说法 杨大人 您别跟条恶狗一样 只盯着我这个肉包子好不好 你往南边看看 李国明也在离朝呢 您去骂骂他去多好 再者说 陛下让你来离朝 是让你监督太子的 你老跟我过不去干嘛 要不是这小子 人品还算不错 而且深得沐雄怀信赖 机前真想直接难死他 你以为本官想如此 被你一介顽固二世祖 处处压一头 名声避坏 然而你地位太高 目前正在用人之计 只得如此 本官并非是 那等不尽人情之人 只要你改邪归正 自此不再善离职守 本官可以保证既往不救 滚滚滚 有本事就去陛下那儿告我遗状去 你个老俯罗 见机前滚刀肉一般 不服管教 杨恒忠知道 他分明是在将自己军 谁不知道 皇主是机前舅舅 机前又是公认的太子党 且能力出众 是功臣之一 此时尚书 慕雄怀定不会因这等小事 处罚机前 这便是他自信的缘由 你别以为 本官拿你没办法 杨恒忠拂袖离去 气愤地来到门口 极其丝滑地跪下 随后哭天抹泪 大喊道 历代先君睁开眼看看吧 这等顽固二世祖竟能统军 是我大前法度入雾 实乃国之不幸 声音之大 丑态百出 招致路过百姓纷纷驻足 指指点点 杨恒忠才不怕把事闹大 反正自己名不见经传 丢脸的是机前 便哭得更大声 凡人程度 就连骆启成听见了 也想不顾伤势 献出身形 出去帮机前解决了 这只锅造的癞蛤蟆 这种人凡人归凡人 但却不能杀 不然如了人家的怨不说 你也会招致非议 骆启成笑道 你真当本尊是 那等不安全谋之人 只是话说回来 你为何不用孙承颜 一时搪塞他呢 第179章 天恒宫献身 机前冷冷一笑 确实 若是告诉杨恒忠 自己此次离去 是为救孙承颜 有人证悟证 他自会安生 可话说回来 所谓言官 治国理政 带兵打仗或许不行 鸡蛋里挑骨头 却是行家理手 越是证据充足 越会激起他们 强烈的逆反心理 他们除了死了 上千年的圣人上厕所时 无意说的狗屁道理外 谁的话也不听 天生觉得所有人 都会骗他们 所以证据不能 摆在明面上 反正孙承颜 是不行回云丰城的 就算机前和明玉 先上了山 再返回的云丰城 也比他快得多 等他和杨恒忠 无意间撞上 问题便迎刃而解 你不是不信 老子说的话吗 我一句话不说 用事实打你的脸 半个时辰后 孙承颜走进大堂 外头什么情况 那不是严官杨大人吗 怎么跪在外头 跟死了妈一样 嚎啕大哭 孙承颜无比奇怪 孙大人请坐 那小子发现 我没在云丰城 是我所预知受伪装的 便存心恶心我 您 您 您不是玄天九尾狐伪装的 说来话长 孙大人快坐 孙承颜坐下 李晨将来龙去脉 讲给他听 百烂点 二百 孙承颜的表情耐人寻味 本来还以为 这小子改邪归正了 没想到 还是那么不靠谱 他就不明白了 天荒大陆 是由修士主宰的 要不是没天赋 孙承颜才不会入朝为官 几前进反其道而行之 权谋的第一要义 便是 双方实力差距不能太大 可修士的潜力是无穷的 若是面对大帝强者 什么样的权谋 能将其拿下 太让人失望了 你 你怎么不早说 杨恒忠随后跟来 严官不仅要盯着皇上的一言一行 职责也包括 监察文五百官 虽然杨恒忠没有生杀大权 但平日里 也没少和朝臣接触 自然认识孙承颜 越想越不对 便知是姬前存心斗弄自己 来找他要说法 说什么 姬前故作惊讶 孙大人是我顺手救的 我此次离开 实则是为寻花问流 不想被离朝一个叫军统的谍报组织抓到 幸好他们内斗严重 一个叫中统的组织放了我 不然可就回不来了 姬前一阵胡舟 说得杨恒忠一头雾水 但他的这一举动也着实有效 杨恒忠既然不信任他 那便反其道而行之 说些鬼话 激起他的逆反心理 达到目的 果不其然 杨恒忠认为姬前再斗自己玩 便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孙承岩哭笑不得道 能和这等人相处如此之久 姬公子辛苦了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回前朝吧 陛下正在用人之计 抓住机会 或许你能代替李国明 成为百官之首 届时也好一展报复 谢过姬公子 孙承岩转身离去 姬前十分无奈 自己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孙承岩还是不表明立场 这叫什么事 不一时 姬会上堂 笑道 可以啊小子 出去一趟 竟把孙大人就回来了 这一下怕是又要掀起心风血雨了 姬前不理 言道 你速去灿宗见其大长老 请他出山 事关名誉宗主 千万不可推辞 什么 姬岁不知其中来龙去脉 听姬前说名誉有危险 便道 名誉宗主究竟出什么事了 您就别问了 赶紧去吧 好 不一时 姬会赶到灿宗 将姬前所言如实相告 大长老很清楚 若非即逝 姬前绝不会指名道姓 让自己前去 虽说没了自己坐镇 灿宗可能会有危险 但姬前何等样人 一向有钱大家赚 不会让盟友吃亏 便没多想 和姬亏一同出现在云丰城 姬前凭退无关人等 将来龙去脉 说给大长老 本想收获些摆烂点 不想系统迟迟没有动静 您难道不觉得我这么做 有些令人失望吗 大长老还以为姬前有幸炫耀 便夸赞道 你做得对 若无绝对把握 不可擅自行动 毕竟身处黎朝境内 应当小心为上 姬前满脸黑线 小敌见了都得给您竖大拇指 情况紧接 咱们先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好 虚余 姬前与大长老出现在天池山山脚下 刚落地 大长老便感知到一丝不同寻常 纵身而去 姬前留在原地 一脸无奈 要不说人家明宗主情商高呢 人家就知道带自己飞上去 大长老可倒好 压根不记得自己身边还有个人 没法子 姬前只好往山上飞 飞到一半 呼地撞见两个白衣少年 仗剑拦住他的去路 你是什么人 左边那丹凤眼少年冷冷开口 别误会 我是个散修 因见天池山上有动静 便来查看 姬前意识到事情不妙 没透露真实身份 两人不知 姬前是敌是友 便道 速速离去 此山之事万不可告知外人 尤其是前朝人 否则你必死无疑 姬前抱拳拱手道 谢二位不杀之恩 只是小可 有一不该问的问题 敢问二位 出自哪门哪派 别误会 小可不是前朝探子 此地距云封城十分之近 那边相有姬前坐镇 你们若非名门弟子 恐会引来他们 不就是个小小的姬前吗 战灵只是暂时的 带我们天恒宫杀回来 定叫他不得好死 姬前冷冷一笑 转身离去 天恒宫终于现身了 而且还是在相对于 他们而言的敌战区内 如此大动干戈 却不奔着自己 八成是想取走天猛子 看来这东西 对他们而言很是重要 姬前来到山脚下 把麒麟放出来 摸着他的脑袋说 尽量搞出点大动静 但要有点眼色 别跟在赵玉一样 被人揍了 不知道跑 明白了吗 麒麟乖巧点头 旋即使出法天向地 便坐五丈来高 跑到山上野蛮冲撞 这山并非土山 山中皆是石头 又密布梵林 盘根错节 据说钢筋的灵感 便来自被植物根部 连接成整体的花盆中的土 故而整座山随之摇晃 自然引来了众修士关注 其中便包括那两名 先前阻拦过基前的天恒宫弟子 向麒麟飞去第180章 自爆家门 基前趁机偷偷溜到天池边上 缩在树后查看情况 几个年轻修士 盘腿坐在水上 身侧倒挂阴阳鱼 转动之下 似有符文甚出 然是半透名状 基前看不清楚 什么人 基前正欲离去 其中一人呼的察觉异样 冲天起 转瞬间落至基前面前 一柄软剑拔出 直指基前眉心 别误会 小可不是旁人 家父基成道 有大帝之姿 老祖基逍遥 准帝集强者 舅舅穆雄怀 大前朝皇主 外公穆山海 圣帝老圣主 姓基明前因 文化水平有限 暂时无字 怎么 不服 洛启成与天恒宫弟子 自爆家门 天恒宫弟子大惊 坊间传言 基前极善权谋 少年老成 岂能如此轻易暴露身份 如此说 八成是有必胜把握 甚至整座天池山 已被他之手下包围 不然基前不可能突破 重重封锁 来至此处 念及此 天恒宫弟子转身离去 打断了池上众人 要他们前去周围探查 不想片刻后众人返回 结尾发现猫腻 只是见一只麒麟 在天池山周围胡闹 这才吸引了众弟子视线 让基前现身于他们面前 小子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天恒宫弟子大喜 他还以为基前有什么后手 不想进唐突现身 摆明了要给自己送功劳 基前拉开架势 摆出咏春骑手势 咏春基前请赐教 虽不知何为咏春 这名弟子却知基前 是要与他单挑 料定基前已无路可退 顾及名声 便真就让众人退后 孤身一人冲向基前 不想飞出莫多久 呼得一道青光四散而来 将这名弟子击倒在地 其余弟子大惊 一发其上 皆被拿莫名力量 或打晕或打倒 狼狈不堪 基前冷笑道 抱歉诸位 我曾学过隔山打牛神界 就凭你们 岂能是我对手 洛启成一阵无语 他之所以没吐槽基前 原因无他 是因他能见基前所见 看见天恒公众弟子身后 微微然耸立着灿宗大长老 原来 天恒公所派弟子修为皆不高 竟未曾发现大长老踪迹 大长老又看出 他们知道如何破解鬼域 便暗中观察 正巧基前出现时 大长老摸到其中门道 便冲基前点了点头 这才有了这一幕 天恒公众弟子不傻 知道基前绝无这等实力 便也很快发现了大长老踪迹 怒道 基前 你好歹出身名门正派 有身份尊贵 也能苟杖人士 令人不耻 说谁苟杖人士呢 比人不擅拳脚 找专业人士对付你们 怎么就令人不耻了 百烂点 六百 天恒公众弟子 恨得咬牙切齿 万万没想到 基前竟如此不讲武德 大长老 这几人已看清明之相貌 绝留不得 用你说 大长老上前对天恒公众弟子道 而等究竟为何采邪天蒙子 天恒公众弟子冷笑道 想你也是离朝人 如今山河破碎 不思报国 竟与仇敌眉来眼去 枉为一带宗师 大长老轻蔑一笑 皇朝欺我灿宗 灿宗莫非还要不计前嫌 前朝虽犯离朝 然所到之处 与明秋毫无犯 百姓单四胡江相迎 乃正义之师 我又为何不能弃暗投明 我也真是 同你们说这等话干嘛 要么说 要么死 大长老发狠 狂风四起 天地变色 洛启成寒声道 这婊子 修为又精进了 虽说离朝有名有姓的高手就那几个 但皆不经常出手 故而洛启成不知大长老真正实力 这才为之惊讶 天恒公众弟子 害怕归害怕 却不想透露太多 抱定必死决心 把脸一横 再不说话 大长老知道 无法撬开他们的嘴 索性给他们一个痛快 其中一人临死前大笑道 你等着 一旦天恒公大发神威 定叫你沦为阶下囚 日日劳君 夜夜耕耘 贱人 大长老骂了一声 却并未出手折磨这人 让他可从容赴死 还是大长老仁义 若换成是我 必须让他为刚才那句话 付出些代价 机前上前夸赞 大长老置之不理 两手摊开 便是阴阳于游小便大 灵力半空 并向天猛子请住灵力 你再次稍等片刻 明玉必能脱身 我去抓山下那些天恒公弟子 他们修为不高 想必星星也不坚定 必能将原尾和盘托出 言罢 大长老踏空而去 片刻后 阴阳于消失 水珠四起 虚空中撕开一条裂缝 明玉从中飞出 落到地上 大喘着粗气道 谢姬公子救命之恩 明宗主不必客气 虽说费了些功夫 且三过鬼门关 差点见不到明宗主 但与我而言 依旧是小事一桩罢了 见机前这等不要脸 落起成吐槽道 不是你小子 在云丰城等灿宗的婊子时 还抽空大吃特吃一番食了 机前不理 对明宇说道 明宗主 您怎比这般虚弱 莫非鬼玉有变 明宇摇头道 我在其中试图破解 谁想到鬼玉灵力极强 竟能反噬 这才如此 姬公子放心 不日便可恢复 机前点了点头 虽说鬼玉的反噬 有可能将人直接杀死 但毕竟明宇乃是一宗之主 修为极高 自然不会如此轻易死去 天蒙子可取了 机公子还等什么 听明宇如此说 机前便踏空而去 将天蒙子踩下 正要回去 远处风声呼啸 明宇与机前定睛看去 但见西南方向遇见飞来一人 白衣白发 先锋道鼓 明宇认出那人 分明是天恒宫九长老齐天 虽然不知灿宗大长老现身此地一事 到底天池山距云封城十分之静 齐天又左等又等 没等来弟子返回 便来探探虚实 不想仔细一看 众弟子尸体横尘眼前 明宇又十分虚弱 便以为是明宇杀了他们 于半空中怒道 明宗主 你灿宗阳凤英维 勾结前朝本就可恶 如今竟还向天恒宫出手 适合居心 明宇还倒是机前杀的这一干人 无心当不粘锅 认下这等罪责 冷笑道 此事与旁人无关 有胆子的冲我来 第181章 阴差阳错 说着 明宇给机前识眼色 那意思 摆明了 是让他快跑 机前哭笑不得 灿宗大长老就在附近 何必怕屈屈一个天恒宫长老 老小子 站那么高干嘛 碍着爷爷的眼了 给我滚下来 齐天 作为天恒宫长老 齐天虽未曾去过前朝 更没见过机前 但此人在离朝人人得而诛之 齐天见过他的画像 便冷笑道 凭你小小助激进修士 焉能与我为敌 至于他 慢说身受重伤 就是全盛时期 我也不放在眼里 识相的 将天猛字交出 老朽上能让你们好死 不然一个劳俊一个惨死 齐天洋洋得意 虽说自己身处敌战区 可他自信 这两人并非自己对手 可接下来的一幕 彻底让齐天不淡定 就连名誉也为之惊讶 机前竟当着齐天的面 将天猛字整个吞下 你找死 齐天踏空而来 不想大长老闪身 挡在齐天面前 冷笑道 齐长老 何时令你如此愤怒 齐天醋眉 不曾想灿宗大长老 竟现身此地 塞边留下一滴冷汗 转身便走 大长老并不去追 嘲讽道 试一欠掌一掷 下次可别孤身一人前来 多带些高手 最好让大长老那老头子 也亲自出面 齐天不语 只顾逃命 天猛子呢 大长老默然回首 见天猛子已消失不见 便觉得是齐天带走了 机公子饿死鬼头胎 吃了 名誉大难不死 心性有变 开起了机前玩笑 大长老松了口气 吃了也好 只要不落到天恒宫手里便渴 大长老 您怎么不杀他呢 机前十分不解 大长老没好气到 你是真傻 还是在装傻 杀几个弟子没什么 长老死在天池山 一经查出 天恒宫起步将灿宗视为死敌 反正也没人看见 他们凭什么诬陷您 况且那个长老 已知您杀天恒宫弟子一事 不如一聊百聊 大长老笑而不语 毕竟其位亲眼见过 届时还能抵赖一番 可若是齐天死了 慢说是大长老做的 就算不是 天恒宫也会把矛头指向 灿宗这种事 是不需要证据的 天恒宫为何来夺天猛子 机前想起正事 大长老摇头道 被你那麒麟拖住的一干弟子 皆不知来龙去脉 只是有意无意听人说过一嘴 说是为重要之人精进修为所取 机前便不再细问 邀请大长老与茗玉 前往云丰城烧些片刻 不必麻烦了 若是有人知晓 我不在灿宗 灿宗必乱 如今必须迅速赶回去 说完 大长老一手一个 将茗玉与机前提起 向灿宗飞去 机前本想去云丰城 和娇娇交代些事情 但想到 他应当会随机应变 便不再多想 次日傍晚 机前锁住别院 因怕情义再顾忌重施 大长老特意安排 陈希儿等高手把守 他们皆是天纵奇才 向来孤标傲视 因此除陈希儿外 各个意见极大 不愿给机前当门卫 郑商量如何与大长老沟通时 屋内传来阵阵笑声 男女皆有 更天相风弥漫 苏骨烂心 易干人等又是归中幼稚 不安这类事 又羞又闹 汐儿 你与机前淑 速去屋中叫停 免得脏了我灿宗清修之地 陈希儿连忙摇头 我可不敢 若是看见什么不该看的 倒心恐会受损 众人闻言 结局有理 其中一人道 既然如此 让谁去都不太好 横竖咱们姐妹一起 也好有个帮衬 日后可互相开导 众人皆点头 随后一起入屋 机前 你个灯徒子 光天化日之下 静 有人开口便骂 却在骂了一半时停了下来 陈希儿十分害羞 自进屋以来 便双手无脸 不敢多看 如今听闻此话 心下好奇 便放下先手 灯室哭笑不得 机前可不是灯徒子 恰恰相反 乃是他们想歪了 但见机前正坐在床上品茶 秦一先手轻轻搭在他背上 先前那吟声浪语 乃是小板凳上放着的 一男一女两个丝绸缝的小人发出的 原来 天猛子宝金风霜 雨雪而不凋零 是因阳气太重 秦一便做了两个小人 模拟灿宗阴阳双修之法 替机前调配阴阳 这才令众人误会 干嘛 怀穿了 从神态 举止便能看出秦一声信浪荡 见几人羞红了脸 便调侃他们 几人自知理亏 纷纷离开 秦一笑道 机公子勿怪 灿宗虽有男子 却皆是凡夫俗子 似您这等风流人物 实在罕见 他们这才如此唐突 秦一笑置之 我贸然吃了天猛子 可还能解读 秦一干大一笑 思虑一番 从怀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机前 机前打开看后 若非看在名誉 大长老等人面子上 非得把秦一就地正反了不可 老太医料定 此事瞒不了多久 便写信向秦一合盘托出 让他找个合适机会 向机前坦白闹了半天 又是劫兆玉 又是去天池山的 居然一点用也没有 机公子不必难过 虽说不能解读 天猛子却也能令您修为精进 替您消化药力之时 洛启成洛前辈也曾暗中相助 待完全吸收以后 您修炼之进度将是常人数倍 洛启成 机前颇为不解 这老小子 虽然暂时和自己站一起 但就像孙无联盟一样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刺拟 又岂会真心实意帮助自己 事实如机前所料 洛启成这么做 时是想快些恢复伤势 这才暗中出手 将药力吸收了一些 日后机前之修为 有一部分会转移到他身上 小子 日后可要好好修炼 本尊所受之伤极重 因此算是把宝全压你身上了 修炼 修个屁 机前不为所动 就连老爹劝自己都没有 更何况是个 只有几面之缘的临时盟友 你修行天赋在我之上 来人慢说准地 怕是连大帝都不在话下 与其让我努力 不如自家费心 毕竟你底子还在 洛启成 这小子什么意思 大帝竟要是那么好修成 天荒大陆 如何会千年不出 第182章 狗血桥段 怪不得你爹身为机家家主 却很少管你 你小子不会也是这么跟你爹说的吧 洛启成意识到不对劲 占便宜是吧 老小子 别以为你吃掌于我 就能起我脖子上拉屎撒尿 要没我 你早完蛋了 虽说洛启成实力极强 但毕竟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自己又身处灿宗腹地 机前自然不会怕他 洛启成寒声道 你小子真不是好歹 多少人想给本尊当儿子 还当不成呢 按辈分 洛宇家可就成本尊儿子的后辈了 说到这里 机前想起一事 笑道 你修为如此之高 又在皇族中地位特殊 怎么没听说你有子嗣呢 洛启成不语 显然被机前处到伤心往事了 机前笑得更欢 洛启成不说 机前也知道他的花边新闻 毕竟洛启成也算是 离朝皇族中的佼佼者 关于他的资料 机前再了解不过 说来也有意思 洛启成年轻时 其实是个恋爱脑 一心想和成家一位小姐隐居 过与世无争的亲近生活 这个成家便是大长老的家族 那时节虽未落魄 到底大厦将倾 谁也知道怎么回事 加上洛启成天赋不错 是离朝皇族未来一大助力 因此 时任皇主洛允说什么也不答应 洛启成还挺叛逆 也不知从哪儿学的 见说不动洛允 竟然想和那位成家小姐私奔 事败被关 洛允为了断了洛启成的念头 直接派人将那位小姐杀害 至此 洛启成心性大变 一心只想当离朝皇主 再不考虑成家立业之事该说不说 您的故事还挺毒的 三流偶像剧都拍不出这么离谱的桥段 机前可不怕洛启成 故而调侃起他来 出乎机前预料的是 洛启成竟未生气 冷笑道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见解 这件事发生之后 洛启成和机前的想法一样 最烂的戏剧也搞不出的狗血桥段 竟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也就罢了 偏偏他身负是皇主 离朝境内数他权力最大 因此 为了奉承他 那帮所谓的名门正派 接说洛允做得对 时隔多年 听到有人和自己想法一样 洛启成高兴还来不及呢 又岂会生气 这件事也间接导致了成家的负面 我父亲终归为他不理智的行为买了单 机前哭笑不得 间接导致成家的负面 为不理智的行为买单 别逗了 就拿机家来说 百万子弟中岂能没有俊俏者 然而 因家族势力太大 谁敢动他 归根结底 还是成家已到了强弩之末 洛允不忌惮他们 这才如此做 是在聊成家的事吗 虽然洛启成寄宿在机前身上 但毕竟二人并非一心同体 洛启成能在不让旁人听到的情况下 和机前交流 机前却不行 得大声说出来 听机前说起了洛启成的故事 秦仪自然而然想到了那件离朝人 竟皆知之事 虽然当时为了皇族颜面考虑 洛允派人封锁了消息 但却堵不住悠悠众口 就连机前这个外朝人都知道 更别说秦仪了 你们大长老见了洛启成竟不生气 倒也挺有意思 机前开起了大长老玩笑 毕竟大长老人品还算不错 知道这件事不怪洛启成 所以不跟他生气 甚至不把他放在心上 倒也在情理之中 机前这么说 其实就是为了开大长老玩笑 约有投债有主 不和洛启成一般见识也就罢了 机公子应该知道 我们这些人多半是落魄家族出身 虽然比不上辉煌的成家 到底也算一方小家族 锦衣玉食自是免不了的 突然落魄 我等皆接受不了 大长老为了鼓励我们 时常用自身经历 以及家族所受屈辱说事 但从未提过这件事 真的 真的 机前簇眉 笑道 有意思 这种事完全和羞于其耻 四字搭不上关系 毕竟灿宗弟子皆是女修 说出来 更能让大家团结一心 认识到就算男人靠谱 其家族内也有刻板教条之人 姐妹们只有聚在一起 独自美丽 才能不受迫害 没想到大长老竟然不说 难道 事出反常必有妖 作为烂俗影视剧资深粉丝 我有充足理由 怀疑这件事的虚假性 大长老不提这件事 肯定不是因为羞于其耻 因此解释只有一个 程家并未在此事上吃多大亏 还算有良心的他 不想用这件事 抹黑他的对手 本尊也如此想过 但皇族犯不上 用自己的名声开玩笑 因此已成既定事实 无法更改了 反正不是自己的事 机前才没心思帮 洛启成打破砂锅问到底 便不再理会这一茬 问秦义道 有没有那种 能把人练成法器的秘籍 你要干嘛 洛启成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这小子笨自己来了 傻子都知道他想干嘛 分明是要 趁自己身受重伤之际 窃取自己的能力 为他所用 我只精通医术 其他事情不甚了解 您可以去问问大长老 秦义摇头 机前便出了门 自然而然被陈希儿等人挡住去路 邓徒子 你要去哪里 其中一名弟子 语气冰冷地质问机前 仿佛机前和他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一般 大姐 犯不上这么激动吧 大长老和明宗主 让你们守在这里 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不是让你们把我当犯人对待的 没什么两样 这名弟子呼的拔剑 拔到一半 被陈希儿按了回去 若哥平时 陈希儿定然会出言 教训这名不懂事的弟子 但今日情况有所不同 这名弟子平日里温柔得很 今日如此 石英被机前耍了 他试了一根筋 还到房间里传来的吟声浪语 并非治病 是机前故意为之 想要调戏他们 这才气不打一出来 机公子大人有大量 别和他一般见识 雅雅 速退下 陈希儿一边安抚机前 一边喝退 那名叫雅雅的灿宗弟子 想不到陈姑娘 竟被机前这等 灯徒子偷了心 也罢也罢 我本就不想干这等苦差事 离开也好 雅雅离开归离开 竟然还说了些混账话 灯时让其他女弟子产生误会 师姐 这等灯徒子烟能入您法眼 天下男人有的事 可别一棵歪薄上吊死 第183章 联姻 和陈希儿不同 这一干人因经历的多 想法复杂 害怕陈希儿被机前蒙骗 耽误了大好前程 便将陈希儿围在中间 苦口婆心劝他 陈希儿欲哭无泪 你们别闹了好吗 雅公子固然欲数临风 仪表不凡 然而修士者 以度人度计为使命 焉能只顾儿女情长 荒废大好时光 陈希儿不这么说还好 说完 大家误会的更深了 是 机前身为大前常公主的儿子 父亲又是机家家主 模样 气质 自然美的说 陈希儿竟不是因这等事没看上他 听他话里意思 若不是实际不成熟 还真想以身相许 师姐 您天赋极高 不说超过这登徒子 却至少 也与他一般难得一见 千万别 我知道 陈希儿打断 众人还道 陈希儿已执迷不悟 便不再劝解 但却不是 不管陈希儿 恰恰相反 仅是一个眼神 众人便会心一笑 同时想到了一个十分绝妙的办法 纪公子 想必您是有事 尽管说吧 见他们不再说话 陈希儿放下心来 和姬钱聊起正事 我要见你们大长老 好的 我带您去 陈希儿领着姬钱来见大长老 刚一进来 姬钱便道 大长老 您可得给我做主 你们灿宗弟子疯了 非要让我娶他 大长老和陈希儿 姬钱这句话 好学没给两人 CPU干烧了 陈希儿自不用说 作为亲历者 他可没发现 姐妹们有这一想法 恰恰相反 他们摆明了在极力阻止 至于大长老 他虽不知陈希儿到底怎么想 却也了解其他弟子秉姓 绝不是那等将自家姐妹 送进火坑之人 因此 大长老只当姬钱身上的 天猛子 要力还未散尽 乃是信口胡舟的 并不理会 姬公子来见我 所为何事 没别的事 我就是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能把人练成法器 大长老哭笑不得 姬钱什么意思 他再了解不过 摆明了是看上了 洛启成的能力 想要收为己用 法器之法者 取自道法自然 你那洛宇剑也好 其他人的法器也罢 虽即天地灵气 能助其主抹平差距 却非奇迹饮巧 你可能明白 姬钱黑着脸不说话 你看我这样子 像是听懂了吗 他最烦的 就是大长老这种 仗着修为高就瞎扯淡 不直接挑明 让你瞎猜的人 有什么意思 姬公子 大长老的意思是说 法器只是修士的外在助力 就连洛宇剑 怕也无法助您 战胜大地境强者 举个例子 就说天猛子周围的鬼欲 若是大长老被吸进去 定能不遵规矩 以利破之 我讲明白了吗 姬钱点头 还得势人家陈希儿 说话没什么弯弯绕 意思很简单 就算能把洛启成 练成法器 最终还得靠持有者自己 不然再强大的法器 面对真正的强者 也不堪一击 不然 大家为何还要努力修炼 都去找法器不就行了 虽然不能夺天宫造化 倒也可帮我迅速提升修为 不知大长老有何建议 大长老摇头道 我委实不知 毕竟灿宗乃是 黎朝内的大宗门 天荒大陆都赫赫有名 岂能如邪修一般 使人命如草剑 但我听人说 天恒宫似有此类功法 但毕竟不曾亲眼见过 故而不知真假 天恒宫 机前冷冷一笑 若真如大长老所说 天恒宫有炼制法器的功法 抢夺天猛子的原因 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 莫非所谓为精进修为之说法 其实是假的 毕竟大长老也说过 那些弟子并不知原委 只是听人提过一嘴 大长老 我有一不清之请 可以 只要你保证 希儿是正宫便可 男人骂 三妻四妾很是正常 希儿与我皆不介意 机前和陈希儿 二人数十没想到 大长老居然会想得这么晚 而且这种话 居然是从他口中说出的 要知道 灿宗弟子各个桀骜不逊 向来不认同三从四得那一套 大长老更是曾带头反对 竟然 竟然口是心非 他们哪里知道 大长老有自己的考虑 那帮笨蛋看不清形势 大长老身为局外人 相当清楚其中的猫腻 只要没什么大的变故 穆战英一定是穆熊怀心目中 最适合接手前朝的人 当然 他要是笨到带兵谋反 想杀了穆熊怀 那就另当别论了 可只要他不犯这种低级 倒不能再低级的错误 未来的前朝一定是他的 身为太子党之首 一手帮穆战英 拉拢到许多人的机前地位 定然随之水涨船高 虽然有可能会因为功高震主 而备受猜忌 但大长老能感觉出来 机前并不向往全力 别人吃喝嫖赌 是在藏风 这小子 八成是真喜欢那类下酒流的东西 不然 他也不会让穆战英 去云丰城收服人心 而不自己出面 穆战英又不像他爹一样 是个笑面虎 心思单纯 自然乐地重用机前这种不贪恋权势 又有能力之人 灿宗必须抓住这一机会 和机前确立关系 如此方才能令双方的联盟牢不可破 这便是为何大长老会说出那等话的原因 政治联姻和自由恋爱不一样 只要双方表面上和和气气就行 没必要非得要求机前改掉那副信子 大长老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让您邀请天恒宫弟子也来参加比武 借机探探虚实 这个不难 难的是天恒宫怕会不来 机前摇头 笑道 虽然站在利益角度考虑 他们不会来出这个眉头 但人不是纯粹的理性动物 弟子被杀 他们定验不下这口恶气 退一万步讲 哪怕他们不来 咱们也没什么损失 倒也是 大长老答应下来 笑着说 你的事解决了 聊聊联姻的事了 陈希儿灯时红了脸 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大长老笑得合不拢嘴 白手道 罢了罢了 强扭得瓜不甜 我又何苦逼你 做你愿做之事 不过姬公子放心 希儿虽不行 灿宗众弟子 却并非不可以 不论是谁 只要你看上 我便可做主将他嫁给你 真的 机前一脸坏笑 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第184章 清心 不仅大丈夫一言即出 刺马难追 女子亦是如此 大长老还不知 姬前在想些什么 信誓旦旦向他承诺 姬前笑道 既然如此 明宗主可早日入我姬家 免得日日劳累 担惰了身子 落下一身病 甚至无法替我姬家传宗接代 大长老大惊他 万万没想到 姬前这小子 比自己想象中不靠谱多了 竟然盯上了茗玉 灯徒子 你 你找死 陈希儿虽说脾气极好 到底茗玉是他师父 也能让人如此轻视 便拔剑 欲与姬前一较高下 住手 好在大长老及时阻止 不然姬前恐性命堪忧 哼 陈希儿冷哼一声 负气离去 姬公子 不是我一老卖老 听我一句劝 日后改改这等脾气 切莫因此惹祸上身 姬前不为所动 上前道 大长老 有个事儿 我一直挺好奇 你们成家那位和洛启成相识的弟子 是否真的没死 大长老似乎十分忌讳这等话题 韩生道 姬公子 我们虽在合作 到底关系没那么好 如您所说 人极感性 惹怒了我 小心小命不保 姬前耸了耸肩 笑着离开 大长老虽什么都没说 但却已经什么都说了 至少姬前的猜想得到印证 这便够了 回到院内 姬前作定 正要让人上查 洛启成开口 小子 做个交易吧 帮我找回他 我定帮你精进修为 让你在姬家风头无两 不仅姬前听懂了大长老的言外之意 洛启成也发觉事情不对 虽然不知道自己父亲 为什么要拿皇族名声开玩笑 并且 成家对皇族来说没什么利用价值 杀掉更好 但他一定还活着 这就够了 哪怕见不到他 只要知道对方还活着 洛启成就知足了 别闹了成吗 您好歹也是一位人物 修为执笔准地 干嘛非得纠结爱情 机前有些不明白 洛启成身为男人 竟不把天下放在眼里 非要美人 太扯淡了好吗 有了江山 什么样的美人找不到 何苦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你这小子 年岁不过双十 哪里知晓何为爱情 况且 你不也不喜修炼 只想逛花楼吗 机前嗤之以鼻 自己不想修炼 一方面试懒 另一方面 有系统加持 百烂也算是在修炼 洛启成可不一样 实锤恋爱脑不说 竟然单纯到相信爱情 比那些相信自己能打破千年以来 不出大地传说的人 还要可笑 这又不是我的事 你想打破杀郭文到底 就自己去见大长老呗 洛启成无语至极 他倒是想 现在身受重伤 一旦脱离机前 甚至有性命之忧 而且自己在大长老面前 可没那么大面子 人家完全没有理由帮自己 机前就不一样了 和灿宗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盟友关系 反正那位小姐也无足轻重 大长老做个顺水人情 未尝不可 小子 你若帮我 待来日我恢复修为 定全部赠予你 别忘了我之能力 为了彰显自己的诚意 洛启成竟然不自称本尊 而是改成了我 把个机前乐得合不拢嘴 怪不得洛宇宁可得罪洛启成 让他不认自己这个父亲 也要亲手断了他的念想 就算是个恋爱脑 也得有点度吧 好家伙 连修为都不要了 真觉得爱情大过一切了 你的承诺一文不值 虽然知道洛启成这话是真的 但机前还是害怕洛启成在骗自己 故而并未轻易答应 到底是你 脑瓜子就是比一般人灵光 天恒宫的秘法我知道 我可以全部告诉你 机前好奇道 你不怕我骗你 洛启成冷然道 你不会的 机前很清楚 不是自己值得信任 而是那个人让洛启成乱了阵脚 无法理性思考 为了确保机前信任自己 只能冒险行事 说来听听 你先答应 我会帮我找到那人 我答应你 你发誓 我用我后半辈子的女人员发誓 要是骗你 就再也没姑娘喜欢我 一辈子打光棍 进不了花楼 洛启成信了机前的话 毕竟这小子最在乎酒色财气 成天下吃喝玩乐 肯定不会在这上面开玩笑 鸡公子 你好呀 就在洛启成要合盘拖出时 灿宗众弟子冲进房间 一脸坏笑地盯着机前 你们要干嘛 机前察觉到一丝异样 歪着脑袋问道 嘿嘿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姐妹们 上 随着其中一人一声令下 其他人一拥而上 将机前按在床上 将手伸向腰带 我知道你们缺男人 但也不能缺到这种地步吧 老子固然好色 可你们也不能用墙啊 传出去 人家还倒我是个小媳妇呢 想什么没事呢 说话那名弟子 拿出一把小刀 成弦阳状 刀光凌冽 寒气逼人 瞬间让机前明白什么意思了 也是这帮姑娘 脑回路轻奇 生怕陈希儿经受不住诱惑 失身机前 便要从源头上 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住手 就在机城道香火 要断的关键时刻 陈希儿闯了进来 几名弟子生怕陈希儿生气 再和他们来一出同门火病 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 只好离开 抱歉机公子 他们一向我行我素 被师父和长老们惯坏了 您莫放在心上 陈希儿向机前道歉 他的语气有些冰冷 毫无诚意 机前不和他一般见识 系上裤腰带道 就算你不来 他们也不敢胡来 你是没看见 他们脸已红透 显然因没见过男人而害羞 陈希儿不理 确定机前无事 并且不生气后 道别都没有 便缓不离开 想不到你小子女人缘还挺好 竟令这等女子清心 洛启成调侃机前 何以见得 机前不知洛启成 为何说出这等话来 洛启成笑道 亏你是花楼常客 难道看不出这女子已怀春了 他心里若是没你 为何明明你先前曾惹怒他 却还来救你做事不理 待生米煮成熟饭 他再出现也不迟 第185章 天荒大陆第一恋爱恼 他不过是出于大局考虑罢了 机前并不认同洛启成的说法 这种杰克苏氏剧情 现实不可能发生 大错特错 人最重情 女子更胜男子 所谓大局为重 连男子都有可能不计较 更何况他一见女子 再者说 刚才那一众弟子 皆是灿宗后起之秀 难道他们不曾这么想过 机前越听越玄乎 索性不搭理洛启成 来到门外 灿宗仲弟子 因刚才一事有些尴尬 不敢看机前 带我去见你们大长老 啊 众人大惊 还到机前要告状 拿刀那弟子挺身而出 道 冤有头债有主 要告告我一人便是 不可错怪了众姐妹 其余人忙道 我等皆有份 应当同甘共苦 要杀要寡 你冲我们来 机前哭笑不得 虽然他确实挺烦这帮人的 但毕竟生命没煮成熟饭 他们又不是真的要干那等事 机前何苦跟一帮女孩子计较 我有要事找你们大长老 并非为了打小报告 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众弟子并不信机前所言 还到他是为了暂时安抚他们 便道 见就见 灿宗弟子敢作敢当 我等不拒 言霸 一同带着机前去见大长老 大厅内 大长老何明玉听完陈希儿汇报 淡淡地说了句 退下吧 带陈希儿走后 二人再也绷不住 不顾形象笑得前仰后合 让这小子平日里 没大没小开他们玩笑 吓唬一下 倒也能让他常常记醒 这时 众弟子拥着机前走进来 大长老和明玉拢了拢神情 明玉道 你们来此 所为何事 众弟子虽说报定决心 要共进退 到底大长老与明玉乃是长辈 有修为极高 是他们救命恩人 接公正奖礼 便感到有些害怕 不敢开口 机前上前道 和他们无关 是我找你们有事 大长老 我想知道那位成家姑娘的事情 众弟子面面相觑 他们做好了 被机前告发的准备 不想他竟对此只字不提 这是何故 你们下去吧 见大长老发话 众人便带着满脸问号离开 机前 你别以为会歇权谋之术 便能是大长老 微信于无误 若不速速离开 小心本宗主 让你伸手一触 明玉拍案而起 他并不知实情 于他而言 机前此话 无异于在大长老伤口上撒盐 这才十分激动 机前冷笑道 明宗主别激动 大长老身为侍主 可一句话都没说呢 明玉经机前这一提醒 转头看向大长老 果然并不激动 面色反倒如一汪清水般平静 这是何意 难道说传言非真 明玉 你先下去吧 是 毕竟是大长老的家事 明玉不好掺和 值得离开 坐 大长老袖手一挥 便是凳子 飞至机前屁股下方 一盏茶飘在他手边 机前坐下 接了茶杯 轻轻吹了一下 浅唱了一口 旋即将茶杯放在桌上 翘着二郎腿 笑眯眯看着大长老 大长老叹了口气 起身站起来 并未走 而是背过身 负着双手 仿佛在思考 有门 洛启成十分激动 沉默良久 大长老终于开口 凭姬公子无力不起早的性格 想必和洛启成达成了某种交易 机前没什么好瞒大长老的 直接合盘拖出 他说他知道怎么把人练成法器 答应我 只要知道真相 便会主动帮我 而且 为了让我信任他 先行将秘法告知于我 大长老点头道 姬公子虽身安全谋之道 到底不思纳等文官 还算信任我 既然如此 我也不好再瞒着你 没错 那人确实没死 但和死了没区别 他被洛启说动 为了让洛启成专心修炼 主动假死 被洛启封印在皇族禁地之中 机前叹了口气 如此说来 倒也不怪洛启成能长出恋爱脑 这姑娘想必也是个实诚人 值得洛启成好好对待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好家伙 俩恋爱脑凑一起了 竟玩了一出为爱奋不顾身的烂俗戏码 果然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洛启成被大长老这番话触动 竟不顾伤势主动现身 撑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大长老面前 大长老不答 气得洛启成一把掐住大长老的脖子 大喊道 回答我 大长老轻轻招手 便是洛启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控制 掉在半空 姓成的 快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让我特么弄死你 洛启成疯狂挣扎 但因修为尚未恢复 并不奏效 你一旦进去 必死无疑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不告诉你 来龙去脉的原因 当然 我可没那么好心 和你一样 我们家那位姑娘 也是个天动奇才 若非你 岂能耽误了修行 自愿被困 大长老越说越激动 洛启成却渐渐平复了心情 低着头不说话 在场三人中 只有机前没被情绪左右 明白大长老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现在去河盘拖出了 那位姑娘老被关着 也不是回事 不如引导洛启成去找他 到时候一旦死了 成家那位姑娘固然难过 但身负血海深仇 自然有活下去的理由 虽然有些残忍 至少比被人永远关着墙 大长老又会玩弄人心 趁机把他的恋爱脑纠正过来 也不是不可能 可这样一来 自己怎么办 岂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容我说句话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不就是什么狗屁禁地吗 等前朝打赢了 我让机家几位老祖出手 毕竟已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 再忍些时日也未尝不可 机前信誓旦旦认为自己的话没毛病 骆启成一定会听 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 恋爱脑根本没脑子 从来不会像正常人一样思考问题 不就是想让我死在他面前 像我爹当初用的办法一样 让他也和我一样 变成形式走肉吗 我答应你 骆启成不傻 自然能猜到大长老在想什么 可为了那位姑娘的自由 他愿意牺牲自己 机前大惊 论纯爱 骆启成说第二 谁敢成第一 既然如此 你死在禁地也是死 给我当法器也是死 不如选择后者 我也好帮你劝劝那位姑娘 反正和自己无关 骆启成又以下定决心 机前又岂能不为自己谋点什么 第186章 交易 若不亲眼见到他 我死不瞑目 从道义上讲 机前这一提议 虽说无耻了些 到底也算合理 然骆启成以相思入魔 即使大长老并无理由骗他 也不敢去赌 更何况 若不当着他的面死 骆启成害怕无法达到目的 那你到底想干嘛 机前实在不知 骆启成的脑回路 为何如此清奇 明明能轻轻松松 搞一个大团圆结局 你好我好大家好 非得自己给自己添堵 强行洗头卑微 春晚小品见了 都得叫一声前辈 何必呢 无论如何 我也下定决心 机公子 陪我走一趟吧 机前果断摇头 这一趟只要不出意外 肯定得走到阎王殿去 即使不计较性命 世上还有那么多小姐姐 无家可归 等着机前拯救呢 为了他们 机前也得好好活着 放心 你定当性命无忧 我去找那个穷乞丐 他虽也重伤 到底与我不同 还算有些背景 更是高手无数 有他们护送 你必安然无恙 作为交换 我会让他亲手杀了我 好报血海深仇 南宫竹越 大长老听三长老 说起过赵狱那场大战 本就消息灵通的他 自然猜到了其人身份 他们俩有什么恩怨 机前十分好奇 虽然知道洛启成的一些情报 但毕竟是间谍传回 难免有所疏漏 故而机前并不知晓 大长老不打算瞒着机前 和盘托出 说来也有意思 所谓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其实是个误会 骆允未让洛启成 相信那位姑娘的死 谎称动手的是南宫竹越 还抢了他 南宫竹越是 离朝大家族南宫家的二公子 相当于加强版的机前 年华惹草也就罢了 仗着其外婆是皇太后 横行霸道 抢抢名女 名声臭到机前都望尘莫及 洛启成这才深信不疑 并未报仇 修为精进之后 偷弃了南宫竹越的父亲南宫灿 南宫灿虽是高手 到底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十分虚弱 这才被他得手不仅如此 就连他媳妇也遭了殃 被洛启成一血还血 以牙还牙 奈何南宫家和皇族友情 不好直接向皇族发难 族中长辈便暂时按住了南宫竹越 待洛启成日渐膨胀 被洛宇家忌惮时 方才让他出手 南宫竹越本想杀了洛启成 怎奈洛启成致敬起了建文帝 不愿背负同族相残之坏名声 而且洛启成可不是朱棣 能被洛宇家轻松拿捏 就算是南宫竹越干的 人家也不会信 这才令南宫竹越退而求其次 如今若是洛启成主动求死 立个生死状也好 大庭广众之下 宣扬一番也罢 洛宇家没了顾忌 自然不管这等事 南宫竹越虽人品堪忧 却十分信守承诺 想必能力保姬钱无恙 只是大长老有些不明白 为何洛启成要带着姬钱一起去 难道说 怪不得你们离朝如此不堪一击 什么样的傻子 能制造出这种误会来 完全没必要好吗 洛宇居然为了让洛启成好好修炼 不惜得罪一个大家族 是该说他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还是该骂他目光短浅 我行我素 姬钱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种制度不靠谱了 纯靠血脉维持的传承变数太多 指不定哪天就有洛宇这种二傻子 当上皇帝 至江山设计于不顾 非要发扬自己伟大深臣的父爱品格 那还等什么 大长老 约一下南宫逐月吧 咱们好好聊聊 好 洛启成回到姬钱身上 姬钱出门 撞上众弟子 别以为你帮了我们 我们就能同一师姐嫁给你 想都别想 领头那名女弟子很是傲娇 放完狠话扬长而去 其他弟子忙到 姬公子别误会 这位师姐向来如此 这般说 已是道歉了 姬钱笑而不语 这种人就是缺条教 三日后 一个平静的下午 姬钱坐在地上 鼓刀着自己做的肢体 组装成一个 可以任由姬钱操控的木制机器人 动作并不呆板 恰恰相反 因为有姬钱高超的炼器技艺加持 即使没有轴承 集成芯片等当代技术参与 也已到了鬼斧神工的地步 下一步 姬钱打算给这机器人加个系统 像阿尔法狗一样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 再建一条流水线 届时造一只机器人大军 指日可待 这些奇迹营巧 不能说毫无作用 却也难以锦上添花 修到雪中送炭了 若把这些歪心思用在修炼上 你小子早就同辈无敌了 不管姬钱目的如何 至少他帮了自己 洛启成便没了之前的傲慢 如长辈对晚辈一般 遵遵教会 希望他能改邪归正 前辈 时代变了 血肉苦弱 机械飞生才是王道 姬钱招呼机器人 出去给自己倒茶 刚来到门口 迎面撞上陈锡 毕竟是机器人 没有自我意识 不小心碰了 姬钱还不能把怒气 撒在一具木头架子上 女主人的气势扑面而来 洛启成悠悠道 姬钱不理 随手一招 断成两半的机器人 傅又重新长在一起 这便是姬钱不用钢铁 用木头的原因 这木头可不是普通的木头 名为万年木 一旦得灵力滋养 可轻松愈合 七 小伎俩 陈锡儿吐槽了一句 来到姬钱面前道 大长老有请 姬钱便跟着陈锡儿 去见大长老 刚进大厅 便撞上一个熟悉的面孔 分明是那天 被打成重伤的南宫竹月 她已将一身乞丐装换下 穿了一套古谱 沾着血迹的眨甲 虽无光泽 却杀气逼人 好像是件法器 寒风凌冽 转瞬间 南宫竹月来至姬钱面前 一把长剑锯姬猴头不到两寸 被大长老实质与中指死死夹着 稍一用力 便将其掰断 姬钱毫无聚色 虽然南宫竹月有法器加持 到底身受重伤 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大长老不出手 姬钱也能轻松应对 南宫先生 这里是探宗 给老生的面子 大长老话里话外 十分尊重南宫竹月 行为却恰恰相反 用强力将他按到凳子上 使他不能动弹 第187章 动天伏地 待我修为恢复 定叫你们不得好死 南宫竹月无能狂怒 姬钱哭笑不得道 前辈 您可是能力压落起乘的爵士高手 这么说也太掉价了 南宫竹月冷哼一声 不理姬钱 说正事 大长老叫您来 时事为了您好 骆启成 你来说 姬钱无心搭理这等人 这种人没资格和我说话 骆启成十分傲娇 姬钱无奈 只好道 骆启成言下之意 是想让你发动南宫家高手 带他去禁地 只要见某人一面 要杀要寡 随你便 说白了 就是个娇一把了 当我三岁孩童不成 南宫竹月显然不信 姬钱激动道 知音啊 别说您不信 谁听了能相信 鼎鼎大名的骆启成 竟是个恋爱脑 为了让媳妇更好 连病都不要了 南宫竹月无语 仔细想想 倒也不是没可能 因两家友亲 骆启成之事 南宫竹月多少了解过 确实因谈恋爱 无端端荒废了许多大好时光 但好像犯不上 隐名相搏吧 凭骆启成与姬钱之关系 等前朝大盛 再去救人也不迟啊 南宫竹月 并非喜怒不形余色之人 姬钱通过他表情变化 便看出他在想什么 叹道 现实就是这么有趣 要犯的能当皇帝 球踢的好能左右局势 不仅不能低估你的对手 有时候也千万别高估对方 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跟你没得比 南宫竹月被姬钱这番话说动 倒也是 世上不缺聪明人 同样也不缺二傻子 尤其这种制度 不讲究良性竞争 出身决定一切 还真有可能遇上笨蛋 倒也不是不行 但姬公子 我有一事 你必须答应 不答应 姬钱直接拒绝 关自己屁事 放心 这事对你来说是好事 太后死后 南宫家与皇族关系紧张 一向不合 姬公子又是两朝风云人物 人尽皆知 不知可否 姬钱明白了 怪不得南宫竹月 身负血海深仇 却不直接杀落起城 原来也是个阴谋家 大长老会心一笑 说来也有趣 花柳之地 似乎是阴谋家的天然温床 但凡喜欢逛那等地方的 都不是一般人 南宫竹月如此 姬钱亦是如此 难道那地方 有什么魔力不成 这个好说 打仗不是尽可能消灭对方的有声力量 而是把所有敌人变成朋友 只是南宫先生做得了家族的嘱骂 姬公子资历尚浅 却能代表姬家 我又如何不可 二人相视一笑 一起去禁地吧 名人不说暗话 你这小子不跟着 我怕遭人暗算 不难 我也想去禁地看看 外头 陈希儿缓缓松开 刚才还被他紧紧攥着的剑柄 这一冲突他也有所了解 还道南宫竹月 要与姬钱拼个你死我活 故而十分紧张 如今听到里头传来笑声 松了口气 次日 姬钱抵达位于离朝大后方的南宫家 南宫家第二始祖南宫启天 第三始祖南宫繁星 第四始祖南宫祸海 接见姬钱 小子 凭你助姬境修为 也能在我等面前 成口蛇之快 南宫启天黑着脸说道 姬钱宠辱不惊 冷笑道 诸位若真不把我当回事 何必亲自来见 来了还不坦诚相待 非得搞什么下马威 怪到南宫竹月毫无高手风范 原来南宫家家风如此 虽修为不低 却不知体面二字该如何写 一番话下来 竟把三位侍族都笑 他们听说 姬钱是个少年老成之人 有心试探 见他口齿如此伶俐 故而很是赏识 虽说双方初次见面 但有南宫竹月诸遇在前 谁也不敢小觑了姬钱 更对他有天然的亲切感 仿佛看见了南宫竹月年轻时一般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说正是 禁地位于皇城边上 之所以称之为禁地 是因其中天象一变 夭手横行 这才禁止外人闯入 至于关押那位姑娘 若非为了断绝骆启成的念头 赵玉才是关押重犯之处 也正因如此 老皇主怕其逃脱 加了封印 此路相当艰险 你们考虑清楚 姬钱点头道 我倒不怕 见情况不妙 直接跑呗 关键是骆启成 老小子 你可想好了 就算咱们进去 你那白月光也未必能逃脱 不如找个朱砂痣替替代一下 天涯何处无芳草 人活一世 若处处撤肘 毫不痛快 不如死了了事 姬钱眼前一亮 这么说的话 骆启成还真有点武侠小说里 那些风流大侠的味道 他同意了 咱们走吧 好 侍主都没什么意见 南宫家的人自然也不会阻止 反正他们可以和姬钱一样 见识不妙 直接跑呗 一行人来到皇城边上 入目是一座大湖 湖面波澜不惊 倒映蓝天 静蜜到有些诡异 三位始祖一发其上 于三个方向发力 构筑天地人三才大阵 疏忽间湖水倒流 盘旋于天际 旗下 森罗万象入目 竟别有洞天 走吧 三位始祖归来 带着姬钱与南宫竹岳一同飞下 落地之后 湖水落回 折射光线 上方蓝天白云 虚虚实实 真假难辨 更天水终于虾游来游去 仿佛翱翔天际 意境十足 境地竟有这等秘密 第三始祖南宫繁星 举来一块两人高的大石头 放在众人面前 众人看去 尚有一行小字 宇宙无穷 营虚有数 天人合一 人间正道 经见这一方 天地如人运气 外府内城 于虽资质愚钝 不得要领 然后世之人定有不凡 或可觉悟大道 参得真理 顾客实际之 妄之 什么意思 机前连修炼都不喜欢 更何况读书 尤其那些修真典籍 往往故弄玄虚 虎头蛇尾 且行文方式古不古 经不经 故而学得极差 不懂意思 洛启成解释道 修是所修之道 乃是天人合一 即祭法自然 又性命双修 这是个悖论 延长性命则逆天 顺天则生老并死 因此据说千年不出大地 便是这等缘由 然而 这一方天地 却像是人性命双修一般 无形中做到了天人合一 仔细参悟 或许真能有所得 有意思 我身为皇族成员 竟不知离朝 还有这等动天福地 第188章 承加女子的实力 兴许是因此处显向还生 这才不愿告知世人 以免祸害了那些武痴吧 姬钱胡乱猜测 南宫竹月听到姬钱所言 便猜到 他在和洛启成谈了些什么 言道 非也 所谓外府内城 即借天地正礼 已养自身 直白歇说 此地虽天人合一 却非修士 一般能自由运转灵力 行叉了弃 便会原地兵解 故而克十计之 而不宣扬 姬钱不懂 也不想懂 便道 诸位 咱们走吧 南宫家几位始祖 似乎很是喜欢这一方动天伏地 纵目眺望 参雾奥妙 竟有沉迷其中之意 姬钱知道 有南宫竹月在 自己不必 直接开口劝他们 免得得罪人 便给南宫竹月使眼色 南宫竹月 虽也酷爱修行 到底大仇未报 便上前道 三位 咱们走吧 待解封之后 再参雾也不迟 三人虽爱不释手 到底正是要紧 若是不信守承诺 恐让人耻笑 恋恋不舍地 带着南宫竹月与姬钱 纵身飞向远方跃飞 众人越是惊疑不定 传言禁地妖魔鬼怪极多 凶险至极 然哪怕仔细感知 亦不曾有任何危险 这是为何 正思寸之际 第二十祖呼得眉头紧皱 立声道 小心东南方向 众人寻声望去 但见远处 奔来一只成熟七麒麟 法相天地以真化镜 镜高比泰山 直抵湖底 黄黄然天地变色 日月无光 阴影笼罩整个境地 第三十祖 第四十祖 与南宫竹月同时大惊 南宫竹月身受重伤 自不必多说 另两位却是全胜时期 竟未感知到危险来临 足以证明 这麒麟实力之强 麒麟奔到巨众人一二里处 忽然停下 过在地上 压倒不知多少花草树木 山穿河流 歪着豪门大院般的巨大脑袋 好奇打量众人 似乎并无战意 三位十祖与南宫竹月松了口气 虽说不至于阴沟里翻船 被这麒麟摆一道 到底打起来惊天动地 怕是要引来黎朝皇族修士 不想一个不妨 一枚小石子 正中麒麟硕大眼睛 有人高叫道 大怪物 有胆子跟老子比试比试 看我不弄死你 南宫家四人齐齐回头 若非看在机前 能帮他们联络前朝的份上 非得吃了这家伙不可 机前嘿嘿一笑 做了个寝的动作 躲到众人身后 他的变异青鸾 可有吞噬一切的能力 若是能借几位之手 把这麒麟力量拿来 倒也算没白来一趟 麒麟大怒 张开血盆大口 狂笑一声 飓风骤起 第二十祖南宫起天 挡在最前 单手抵住狂风 高声道 动手 两位十祖与南宫起天 一发齐上 麒麟一使出野蛮冲撞神迹 双方正要大战之际 互有一道倩影划破长空 落至麒麟身上 低声道 住手 狂风停息 麒麟瞳孔放大 身形缩小 三位十祖健壮 飞回原处 护着鸡前与南宫逐月 死死盯着不远处 傲然而立的那位女修 那女修一身白衣 精致典雅 身形挺拔 夫如宁之 明媚动人 一举一动 皆气质非凡 想来也是一位大能 那不是你拼头吗 赶紧见他去啊 又是女子 又气质非凡 傻子都能猜到 这人便是洛启成 深爱之人无疑 洛启成罕见无语 大哥 别怂啊 你为了他 连命都不要了 不就是想见他一面吗 好歹说两句话 也算没白来 洛启成依旧不答 女修身形闪烁 瞬间来至机前面前 不顾三位十祖 摆出迎战驾驶 冷笑道 小子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把你秦郎带来了 机前可没洛启成那么怂 直接合盘拖出 女修奄然一笑 显然早已感知到洛启成气息 便伸手搭在机前信门 到了生出来便揪住一道灵根 将洛启成 整个从机前身上拽了出来 男公逐月醋眉 若是换作她 可无法直接把洛启成 从人身上拽出来 只能打死 才可逼洛启成现身 看来这位女修实力不容小觑 贫儿 洛启成开口 声音极小 堪称蚊子哼哼 机前哭笑不得 看这意思竟还阴盛阳衰 那名为贫儿之女子 大方爽朗 洛启成反倒如小媳妇一般扭扭捏捏 也是真有趣 你还是找来了 女子微笑 笑容中满是无奈 为何身受重伤 此事说来话长 你过得好吗 吃饱喝足 只顾等死 你呢 我也一样 那个什么 两位 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办正事要紧 眼见两人越说越激动 情义绵绵 似要互诉中常 机前连忙阻止 我不出去 女修决绝 为何 洛启成不紧 这一方天地暗含成仙正斗 唯有所得 假以时日 必能大成 成为女大帝 也未尝不可 机前当然知道 这人是不想给洛启成添麻烦 却因利益使然 嘲笑道 该 恋爱脑不得好死 洛启成不理 看向南宫竹月 不论此人所言是真是假 若洛启成性了 南宫竹月恐难杀他 故而给三位始祖始眼色 三人会议 将女子围住 第二始祖寒生道 姑娘 我等不想与你动手 还请你好自为之 女子冷笑道 我虽实力不计 到底还有麒麟助我 真打起来 你们不是对手 三位始祖面面相去 所谓实力不计 乃是自谦说法 据传承家这位女修天赋异禀 关在此处时日颇多 想来境界必然高妙 境地中的妖魔鬼怪 多半被他所杀 加上麒麟 或许还真有一战之力 报仇固然重要 然而 若代价如此之大 他们便需思量一番了 为啥非得干一仗呢 这位前辈 实不相瞒 洛启成来找您 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您一样 想通过死还您自由 您若待在此地 难保他不会剑走偏锋 悄悄自杀 因此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您从这里出去 时时刻刻跟着他 届时你二人还可掌相厮守 岂不快哉 众人 洛启成万万没想到 姬钱竟然没活硬整 如此一来 自己岂不是无法达到目的了 南宫家四人则眉头紧重 若是如此 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姬钱 你这是何意 若非身受重伤 南宫竹月真想直接灭了这小子 第189章 到底还是死了 前辈 您有所不知 他和你的秦王有仇 惦记着要杀他 你秦王身受重伤 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助击进修士 出去之后 这三人一发齐上 你秦王定会小命不保 姬钱再次借题发挥 什么 女子面露怒涩 气氛十分紧张 所以说 您得先活下来 才能为以后的事情考虑 您说呢 女子思虑一番 韩生道 我身上静置十分诡异 连我都无法破解 你们难道行 南宫家四人哭笑不得 别闹得好吗 既然杀不得洛启成 老子们何苦帮你们 不想正欲拒绝之时 洛启成像几人识眼色 那意思很是明了 及他必死 让众人不必考虑其他事情 先解救了女子再说 毕竟就算女子获救 也不能日夜跟着洛启成 虽说自杀远不足以解 南宫竹岳心头之恨 却也好过让他平安无事 三位始祖看向南宫竹岳 南宫竹岳沉吟一番 轻轻点头 姑娘 咱们开始吧 女子虽知道 这帮人无力不起走 但自信能化解他们的刁难 便答应下来 洛启成趁此机会 将鸡钱拉到一旁 言道 你究竟帮我 还是帮他们 鸡钱摇头道 我谁也不帮 只帮自己 何必那大哥 爱情不是事业的绊脚石 李世民长孙皇后 朱元长马皇后 杨国小龙女 不都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典范吗 洛启成并不认同 且不说我之所作所为是否可行 就是南宫家一事 我也不占领 鸡钱被噎了一下 倒不是觉得洛启成说的不对 主要是他没想到 这老小子 竟然还是个奖礼之人 那你趁现在 你那拼头在忙 赶紧自尽 免得之后没时间 鸡钱被气到 索性由着洛启成去 不想洛启成还真听了鸡钱的话 来自南宫竹岳面前说道 快动手吧 此时 是你最好的机会 虽然不能让你将我虐杀 却也算是履行承诺了 想得美 洛启成一道 你既不想杀我 何苦还要帮我 南宫竹岳冷笑道 我得去召集南宫家诸位高手前来 到时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你放心 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 还有鸡公子在旁作证 我定会放了他的 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洛启成并不答应 到时候自己已死 谁能保证南宫竹岳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鸡钱一个小小的铸鸡进修室 豁出去得罪他 南宫竹岳也定能达到目的 更何况 这女子和鸡钱毫无关系 他又岂会为了他而和南宫家闹翻 你是不是忘了灿宗了 大长老可也是成家人 我要是这么做了 南宫家岂不得罪了灿宗 离朝已知南宫家和灿宗绝不下场 自然乐得见两大势力火并 甚至还会添油加醋 届时南宫家可就得不偿失了 此话一出 洛启成再无一意 对鸡钱说道 小子 我这人算不得光明磊落 也从不计较对错 然却总觉亏欠于你 带有何事时机 让他帮你寻个人做法器吧 鸡钱黑着脸不说话 既然亏欠老子 那你为什么不给老子当法器 有病 半个时辰后 一只学生鹰飞来 南宫竹岳确定接应之人就在外头之后 一把掐住洛启成脖子 冷笑道 王爷 一路好走 鸡钱健壮 也致无法再劝 便背过身去 再不说话 转瞬间 洛启成身死倒消 正在解禁止的女子有所感应 勃然大怒 竟不顾禁止 可能反噬自身 欲要报仇 前辈 稍安勿躁 若是强行出手 身死倒消 岂不是辜负了洛启成一片好意 鸡钱健壮 忙出言阻止 这才暂时安抚住女子情绪 鸡钱飞到地上 用石头简单垒了个坟 引来一块石头 用洛宇剑切成墓碑形状 刻下洛启成之墓五个大字 南宫竹岳跟过来道 不想鸡公子表面不爽洛启成 竟还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替他树碑立坟 果然令人佩服 鸡钱无语 有情有义都是扯淡 到底还是让这老小子如了愿 折腾了一大圈 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捞到 果然恋爱恼是男人 前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害苦了自己也就算了 连别人也耽误了 可还行 不过 既然洛启成已死 鸡钱再不认同他的想法 再瞧不起他 也不能再跟一个死人计较 两人也算有些交情 自然不能让他无碑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再帮他一把吧 南宫竹岳放飞学声音 说道 鸡公子 解除静止仍需些时间 不如一起参悟大道 你意下如何 倒不是因为洛启成的死 虽然有些交情 到底是他自愿的 谁能强行阻拦 只是这人的一举一动 皆在鸡钱预料之外 事情的发展过程与结果 也全程不受鸡钱掌控 这才让他有些恶心 请便 南宫竹岳也是从鸡钱 这时候过来的 知道他暂时不想修炼 便来到那块巨石前 盘腿脱下 少请 数十名南宫家弟子进入 纷纷来到南宫竹岳身边 原来 为了物尽其用 南宫竹岳趁此机会 更好 无所得也不吃亏 这一方天地 如人四天 奥妙无穷 定要一边参悟 一边寻找蛛丝马迹 诚心感悟 不得浮躁 亦不能妄自菲薄 毕竟前人亦无所得 众弟子皆点头 盘腿坐下 一边运起 一边急目远眺 但见群山起伏 恍若四只横跟 冷不丁鸡钱飞来 但见河流交错 宛如经脉错节 冷不丁鸡钱飞去 但见家木繁森 堪比浓密毛发 冷不丁鸡钱上窜 但见野花痘艳 好似美人一笑 冷不丁鸡钱吓跳 不是 他有病吧 一名弟子实在不爽 纵身飞去 拦住鸡钱道 你故意的吧 我们正在修行 何故静在我们眼前晃悠 如苍蝇一般 不咬人烦死人 鸡钱奇怪道 你们修行你们的 我玩我的 咱们明明井水 不犯河水好吗 第190章 物美价廉的商品 谁跟你井水 不犯河水 你若修炼 此等洞天伏地 非我南宫家所有 请便 然而你并不如此 为何还要影响我们 南宫家弟子 面红耳赤 鸡钱比他情绪稳定得多 照你这么说 那边还有投成书七麒麟 在地上打滚呢 你是不是也找他事去 欺软怕硬的东西 南宫竹岳见情况不妙 率众弟子赶来 立声道 追云 不得无礼 鸡钱毕竟是南宫家的 合作伙伴 南宫竹岳可不敢触怒鸡钱 六祖 不是弟子无理取闹 此人飞来飞去 上蹿下跳 打搅我等修行 弟子找他理论 难道不在情理之中 南宫竹岳怒道 这一方天地 非南宫家所有 鸡公子想怎样便怎样 该你何事 不得横行霸道 免得人家说 咱们南宫家仗势七人 鸡钱哭笑不得 仗势七人这四个字 更适合用来形容你这老小子吧 我不服 不服不行 道歉 凭什么 凭你心性不坚定 其余弟子 与你一般目睹鸡公子所作所为 为何并无异样 南宫追云更加生气 指着鸡钱鼻子说 小子 敢和我比试吗 我赤掌你几岁 若欺负你一注激进修士 自然令人不耻 因此 咱们比天赋 我若所得更多 你便向我道歉 如何 南宫竹岳 与南宫家仗弟子 皆莫不作声 南宫竹岳虽怕得罪鸡钱 到底让他如此上蹿下跳 不是事 若是两人比试 可令鸡钱安歇片刻 便有心默许 至于其他弟子 他们也早就 看鸡钱不爽了 看在鸡钱与南宫家 关系上不错的份上 这才不敢像南宫追云 一般发作 如今有人做出头鸟 他们自然乐意看鸡钱笑话 好啊 你别后悔 鸡钱无心和南宫追云理论 更不想和他比试 但因答应下来 便可随心所欲 这才点头 南宫家众弟子 皆冷笑连连 论天赋 南宫追云可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仅次于出去执行任务 没能来至此地的南宫名号 鸡钱天赋再高 怕也不是他对手 届时他们倒想看看 鸡钱怎么下这个台阶 既然鸡公子已答应 都回去参悟大道去 不得再招惹鸡公子 众人便转身离去 鸡公子 您可想好 此子虽意动怒 天赋却非常人能比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出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 南宫竹月好心提醒鸡钱 放心 就算输了 我也不会道歉的 百烂点 五百 南宫竹月觉得自己年轻时 已经够不靠谱了 没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 浪上来这么一个高粮子弟 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您随意 南宫竹月无心管鸡钱 悄然离去 鸡钱因刚才所言 想到了那只麒麟 便纵身去找他 并把自家麒麟放出来 那只成熟期的麒麟 是只公寿 鸡钱这只是母寿 人上好色 何况寿乎 麒麟便来至踏月跟前 走来走去 讨好踏月 踏月一脸嫌弃 乃生乃气道 主人 他是个色鬼 踏月不喜欢他 鸡钱哭笑不得 对那只麒麟说道 知道怎么追女孩子吗 光靠你这样逗他 笑是不行的 得教他些真功夫 比如 你是怎么把法相天地 练到那种地步的 姑娘看好 我这就演来 麒麟会议 张口便是粗广豪放的大书鹰 言罢 麒麟身形膨胀 却不比肩日月 只有一人多高 向远处奔去 并不断变大 鸡钱暗戳戳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一只妖兽 竟还这么会玩 怎么帅怎么来 也是真有意思 踏月冷然道 饶是如此 我一香不中他 鸡钱将踏月抱起来道 你放心 我不干强人所难之事 你只要跟着学一番便可 是 踏月追了上去 仔细观察起来 鸡钱无聊 便放眼望去 见两只麒麟打闹嬉戏 笑道 还说香不中 这不是玩得挺好吗 一个不妨 两只麒麟钻进山洞 鸡钱虽说是个负心狼 可自己的踏月宛如孩子一般 岂能被这等油腻大叔骗到手 连忙追过去 进了山洞 鸡钱喊踏月名字 那只麒麟与踏月 一同从黑暗中走出 麒麟笑道 公子不必担心 我不是那等人 鸡钱翻了个白眼 都是男人 装什么纯情 天荒大陆出 若启城的概率 比出大地还低 他可不相信 有人能像他一样 纯爱到连性命都不顾的地步 现实中可全是牛头人 主人 您看 踏月兴奋地吼了一声 洞中银虫飞舞 亮如白昼 墙上壁画显现 云里雾里 鸡钱看不明白 不过想必应是前人参悟所得 这时 系统商店跳出来一则消息 禁地壁画全图鉴 一份 售价五百百烂点 鸡钱眼前一亮 童子为了抠走自己手上那点百烂点 几乎天天发消息 刺激鸡钱的购买欲 鸡钱虽然能看上 但奈何太贵 便一直忍着没买 生怕事后想剁手 如今 只卖五百百烂点的壁画全解 真真是物美价廉有目有 鸡钱点击购买选项 属性面板变成了 姓名 鸡钱 静剑 鸡出七零 一万 天赋满集 气韵 高 百烂点 二十四万一千零一时 单道 圆满零 十万 镇道 圆满零 十万 福道 圆满零 十万 气道 圆满零 十万 玉兽 圆满零 十万 圣于气约兽 三 五 刚才挣的那五百百烂点 被系统拿去了 这才对嘛 以后多推点这种 不超过一千百烂点的东西 省得也看了想买 又没钱买 系统一阵无语 二十多万百烂点 硬是分闭不花 主打一个陪伴 跟了这么个宿主 真让他丢尽脸面 在系统界没法混了都 鸡钱翻开图鉴 前半部分是每一幅壁画的详解 后面则将所有信息整合在一起 文字直白 文风堪比小学生 别说鸡钱 就是普通人也能看懂 故而不到片刻 便知静地深意 出了山洞 纵身飞起 眺望远方 此时这一方天地在鸡钱眼里 虚无飘渺 恍若水中月 静里花 漂泊荡漾 真真假假 蓝宫竹月正参悟大道 忽得觉察到异常 这静地仿佛变成了一座大镇 镇盘现实 左右天地 仔细观察 灵力所归之处 正是不远处 盘膝端坐于半空中的鸡钱 第191章 一招生静 难道说 这小子是在半珠吃老虎 已知晓了静地的来龙去脉 南宫竹月纵身前往 见鸡钱入定 不敢打搅 怕他走火入魔 便落在地上 问踏跃道 你主人是如何误得大道的 踏跃摇头 不想告诉南宫竹月 先前在山洞中 麒麟向踏跃表白遭拒 心生怨恨 报复道 他进了山洞 见到一些壁画 这才有所感悟 南宫竹月大喜 忙进山洞 一见到了那些壁画 却不懂什么意思 刚从储物戒指中取来笔墨 欲要踏印 忽然地动山摇 山洞坍塌 南宫竹月只得离开 出门时 麒麟正与踏跃吵架 南宫竹月无心理会 见鸡钱已端立半空 纵身飞去 刚要开口细问 恰逢成家那位女子解除封印 向南宫竹月杀来 幸而三位十足挡住 麒麟见状 上前帮忙 双方站作一团 南宫竹月见状 忙离开禁地 去请南宫家几位高手 刚返回禁地 便因四人一兽实力太强 招式碰撞所产生的 时空波荡 没站住脚 南宫追云 忙飞身 扶住南宫竹月 几位高手则加入战场 机前颇为无奈 赶忙上前劝阻 与此同时 洛宇家一感受到 时空中的不同寻常 恰逢火上来皇宫 请示行动方案 便道 火家主 你速去查查 是谁人在皇城附近闹事 毕竟 此时乃是多事之秋 洛宇家难免风声鹤唳了些 火上领命 飞出皇城 来到禁地前 但见湖水倒流 大地裂变 显然是有绝世高手 再次激动 便使了个名为大官的小法术 一探究竟是他们 火上又惊又喜 眼睛死死盯着禁地里的机前 机前察觉异样 郑姐劝成家女子的她 醋眉回头 火上盲收了法术 十分惊讶 怎么可能 自己的大官虽是小法术 却非一般人能发觉 尤其机前还是助激进修为 更无法感知到才对 但毕竟他曾听说 骆启成与机前一事 还倒是骆启成在暗中提醒 便不多想 自知凭自己一人 拿不下禁地中的诸位高手 便用传讯玉佩 通知火家高手前来 禁地里 机前上前道 前辈 别打了城吗 看看这帮人 平民和麒麟 也是他们对手 要我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先回灿宗 凭你与大长老之关系 窜多一番 来日帅灿宗众弟子 杀入南宫家 岂不更好 成家女子部里 继续奋战 机前无奈 只得府邸抽心道 刚才我察觉到 有人在看我们 回溯之下 见到了火上 他若帅火家高手前来 来一招渔翁得利 各位该当如何 什么 众人皆惊 机前部里南宫家众人 对成家女子说道 您好好 想想我说的话 若是死在这里 大仇未报 九泉之下 有何颜面见你亲王 成家女子思虑一番 寒声道 诸位洗好脖子 来日我定杀进南宫家 堕了你们向上人头 南宫家众人丝毫不惧 笑而不语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赶紧走 走之前 必须毁掉这里 不可令离朝皇族 火家发现 这等动天伏地 第二十足南宫起天 一脸无奈 虽说他也知道 机前所言 乃是最佳选择 但这等好地方 他尚未参悟 便要毁掉 属实有些暴殖天物 别跟个娘们一样磨解 赶紧动手 机前有些不耐烦 众人便不再多言 一起发力 将此地毁掉 随后飞出禁地 扬长而去 火上见状 不敢深追 拿出传讯玉佩 通知火家众人按兵不动 飞回皇宫 面见洛宇家 并报道 皇主 机前去禁地了 禁地 他们为何要去那等地方 洛起成都不知的秘密 洛宇家自然也不是明了 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南宫家的人 几位始祖 南宫竹岳皆在 想来 他们也已与机前沆泻一气了 洛宇家一向喜怒 不形于色 如今却五官扭曲 表情十分难看 倒也不怪洛宇家 毕竟这事太诡异了 南宫竹岳可和洛起成有深仇大恨 焉能和机前狼狈为奸 密切关注南宫家 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 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洛宇家不信 只得照规矩办事 半个时辰后 众人回到南宫家 承家女子不愿在此地多待 先行带着麒麟离去 机前想跟着走 被南宫追云拦下机公子 如今我等已然安全 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 其余弟子十分戏谑地看着机前 小子 等着吃瘪吧 休得无礼 向机公子道歉 南宫竹岳表情严肃 南宫追云无比气愤 奈何南宫竹岳是他长辈 便阴阳怪气道 六祖有所不知 弟子如此做 实事为机公子好 天荒大陆不敢说 离前两朝 他却是风云人物 若是不履行承诺 岂不为人耻笑 众弟子笑而不语 还得视南宫追云 要换成他们 还真想不到 这等两全其美的话来 道歉 南宫竹岳态度强硬 凭什么 南宫追云在尊重南宫竹岳 此事自己战礼 也不能由着他以老卖老 而且 这位十祖与其他人不同 因作风问题 历来不被人当长辈看 你说凭什么 第二十祖南宫起天站出来道 就凭他参悟了大道 修为已然精进 二祖 您为何要帮外人说话 南宫追云无奈之余 有些不解 二祖向来公平公正 为何为了几钱 竟编出这等谎话来 不信 先前在禁地时 火上使了一招大棺树 我们南宫家 与他抬头不见低头见 大棺树又是个小法树 自然知道这树法的奥妙 虽是小法树 但却是相对于高手而言的 龙桥静修为以下者 皆无法察觉 姬公子却能反应过来 你到他现在是何修为 南宫追云不幸 看向其余始祖 始祖们皆默默点头 几钱也算离 前两朝风云人物 大家都很清楚他的修为 片刻间 竟由筑基静初期 跃升至龙桥静 世上怎可能有这等事 其余弟子不遑多让 各个瞠目皆舌 不敢相信 第192章 秒杀同静同期修士 南宫逐月见状 冷笑道 你们年轻 岂能知晓猪般秘密 且不说一日提升一个境界 就是连跨数个境界 也未尝不可 虽说我未曾亲眼见过 但理论上定有可能 鸡公子天赋本就不错 加上那等动天福地 甚至能滋养出 程翠平那等高手 鸡公子一日破镜 又有何不可 比起年轻一辈的一惊一乍 老一辈高手 显然见怪不怪 有一说一 若透过现象看本质 鸡前其实并非外人眼里 那等不学无术 要知道 他刚出生时 可是公认的有大帝之姿 当然 也许鸡前没那么幸运 成为千年来天荒大陆 第一个大帝 但准地静火轮回静 对他来说 想来不是什么难事 加上洞天福地在旁福佐 自然在情理之中 而且 他们并不知道 这其中还有天猛子 在暗中助力 因此解释得通 我不服 加海 你不也是龙桥静初期修为吗 去 和他比试一场 南宫追云并不相信 这也不能怪他 几前破镜速度实在太快 超乎他的认知不说 还十分诡异 片刻提升一个境界 竟无一变 难道天道真就做事不理 那位名叫加海的弟子 有些为难不敢上前 原因很简单 几前站里 始祖们又都帮他说话 饶食他再不爽几前 也没必要出这个眉头 算你赢了行吗 各位 我真得走了 那位前辈修为极高 再不追 我可就要被他甩在身后了 这里是黎朝大后方 指不定哪 就冒出个高手来 我可不能死在这 言罢 几前转身要走 南宫追云岂能放了他 狠狠踹了南宫加海一脚 直挺挺向几前撞去 几前秒桃落雨剑 一剑斩出剑锋划行 将南宫加海 鸡飞数十丈之远 而且力道不大也不小 刚好猛X不伤脑 不仅南宫追云等年轻弟子大惊失色 就是南宫逐月等老一辈高手 也面面相去 鸡 鸡前竟然秒了一个龙桥镜初期修士 主人真棒 踏跃趁鸡夸赞 鸡前笑而不语 他现在其实也是龙桥镜初期修为 但同镜同期亦有参差 落雨剑又非反品 自然能秒南宫加海 虽然有些圣之不武 鸡前到底还是十分开心的 从铸鸡镜提升到龙桥镜 他只花了五百百烂点 太值了有目有 之前他甚至因系统太过黑心 而冷落了他一段时间 如今看来 果然存在集合里 这玩意果然有用 以后得好好琢磨一下 怎么让系统卖给自己一些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不久 灿宗 见鸡前与程翠平归来 大长老笑道 二位此番归来 当真扬名立万 令人佩服 平儿就不说了 鸡公子片刻破镜 一朝跨越四七 名的威风 如今天荒大陆人静皆知 毕竟有传讯玉佩在 修饰之间没什么秘密 往往请客间便能传播到每个角落 见鸡前不说话 大长老问道 鸡公子莫非有心事 鸡前摇头道 我就是在想 翠平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 去掉草字头和三点水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丈夫叫于泽成吗 这也太俗套了 完全配不上你爵士高手的身份好吗 百烂点 五百 大长老脸色大变 忙拦住欲动手的程翠平解释道 你别误会 鸡公子向来口无遮拦 况且看在他曾救过洛启成的份上 你给王人一个面子 饶了他这一次吧 程翠平翻了个白眼 拂袖离去 大长老松了口气 无奈道 鸡公子 咱能别做死了吗 好不容易对你有所改观 你可倒好 又便回原样了 鸡前无语 其实这件事不能怪他 他也不是故意想骗百烂点的 主要是天荒大陆 毕竟上是古代 思想并未开化 和当代差异极大 比如东梅 于古人而言 取东日寒梅之意 十分高雅 但对鸡前 这个当代人来说 就有点 翠平也是如此 毕竟小时候看过相关电视剧 鸡前真没办法 不往那上头想次日 鸡前起了的大早 正张罗着让人上早饭 迎面撞上陈仙 鸡公子不明 则以一鸣惊人 修为提升之快 天荒大陆罕见 陈仙到底不是那等小心眼之人 又知鸡前素来离京叛道 爱开玩笑 自我攻略一番 竟不经鸡前道歉 便已原谅了他 笑呵呵来向鸡前道歉 你就别调侃我了成吗 十倍的一两银子 也比不上一万两银子的百分之一 你可是杜海靖初期修为 虽然不像我提升的十分之快 却也有条不稳 陈仙笑道 鸡公子能知道这个道理 便为时不稳 杜海靖怎么了 起不晚又怎么了 那南宫竹月 像你这般年纪时比你还不如 不照样摸到准地门槛 傲然于是 鸡前不理这茶 问道 比武大会到底何时举办 我云封城 还有许多事要办 前朝境内也不太平 暗流涌动 得赶紧回去处理 陈仙儿更喜 看来鸡前也不像传言中那般碌碌无能 有些事看似毫不在意 实则上心着呢 还得等几天 这几日诸方势力的高手相继前来 有恭为您的 便有嫉妒您的 此前 大家不信 您有大帝之姿 此后可就要 将您是做大敌了 一定小心 鸡前一笑置之 来呗 反正我十分无聊 正好最近想玩玩装杯打脸那套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扮猪吃老虎 陈仙儿不懂 索性不问 问道 大长老说怕您无聊 待其他势力 天才赶到 又不能再让您随意走动 孤儿命我带您在山上转转 不知您可有兴趣 当然 藏经阁 演武场 秘境 您想去何处 膳房 倒不是 主要是 我想吃点点心 换换口味 好 鸡前满脸问号 这剧情不对啊 按说这时候 系统该给自己下发摆烂点才对 难道说 这黑心系统 觉得上次卖图见卖亏了 擅自给自己扣了 鸡前哪里知道 陈仙儿是个安分守己之人 从爱不爱多想 还到鸡前如此做另有目的 这才不惊 而且五谷也好 酒肉也罢 皆系天地灵气滋生 或许鸡前在那洞天伏地中 参悟了什么真理 欲要借此修炼也说不定 毕竟鸡前是修士 修士岂会恶 所以 陈仙儿如此想 也算正常 第193章 贼心不死 二人来至善房 这一称呼只是雅称 实际上与食堂无异 几间房排成一排 正对一个露天棚子 棚子里有桌椅板凳 工人再次吃饭 也可打饭回去 毕竟善房吵嚷 一般没人再次用餐 何况如今正式独早课时 按说更该无人 不想却聚满了人 吵吵嚷嚷 倒不像是名门正派 反如繁华闹事一般 陈仙儿苦笑道 鸡公子莫介意 我们一般不这样 难免染上江湖习气 这才如此 鸡前全部在意 他本就不打算在这里吃 正行间 忽有一名弟子拦住鸡前 笑道 鸡公子 可有兴趣留步 没有 弟子 别呀 留下来看看呗 我们挣完头子 赌些金银法器 却因不沾恶习 而不会什么有趣玩法 素闻你乃高粮子弟 指点一二如何 陈仙儿促眉道 明烟 不得无礼 明为明烟的弟子 耸了耸肩 转身道 既然害怕输给我们这些初学者 鸡前无心理会明烟的鸡将法 与陈仙儿一并离去 百烂点 二百 明烟欲哭无泪 世上竟还有这等不争之人 倒也算破天荒头一遭 原来 这一众人贼心不死 依旧惦记着 拆散陈仙儿和鸡前 尤其听说陈仙儿还自我攻略 不再与鸡前生气后 更是愤怒 这才设局引鸡前上钩 不想这家伙完全不上当 烂倒懒得百烂 也是一种境界 有目有 好在明烟小脑袋瓜极灵活 带二人取了些点心 回来时 招呼众人将他围住 二话不说 放声便哭 一众弟子按明烟先前所说 开始你一言我一嘴责骂明烟 陈仙儿见状 忙上前道 都是同门姐妹 你们这是干嘛 莫非要让外人耻笑不成 其中一位弟子道 师姐 您有所不知 明烟平日里装的人五人六 不想尽也沾染了江湖习气 十分是堵 这不 您离开这会儿功夫 一把全部家当输光 实在太不争气了 陈仙儿猝眉道 有这等事 便要帮明烟要回东西 一众弟子忙拦住道 师姐 愿赌服输 这是自古的道理 也能索要筹码 陈仙儿转念一想 道也是 便上前扶起明烟 没好气道 我那里还有些零食 虽不多 却也能帮你置办些东西 先渡过难关再说吧 明烟哽咽道 谢谢师姐 只是有样东西 是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的 无论如何 您也要帮我赎回来 说完 明烟趁陈仙儿不注意 宠他翻了个白眼 师姐 为了您我可下了血本 把我爹都给说死了 您可不能不领我的情啊 陈仙儿怒道 既然如此重要 为何不好好珍藏 非要拿出来赌 虽然与仲姐妹关系不错 但到底灿宗弟子众多 陈仙儿并不了解仲弟子家事 还道明烟和大多数弟子一样 无家可归 故而上了当 话虽说得难听 行动却令人感动 来到赌桌前 冷冷瞪着坐在对面 名为醉风的弟子 昔日里 端庄大方的醉风 竟撸起袖子 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 脚踩板凳 肩膀不停抖动 完全一副该溜子模样 明烟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虽然不如自己 醉风却也急下本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我用零食给你换 只赌不换 陈仙儿便要发怒 忽悠想起 先前姐妹们所言 愿赌服输四字 便依依不舍地 将手中剑放在桌上 我这件虽比不得 鸡公子的落语剑 却也是地品圆满皆法器 勉强说得过去 可能与我换 只赌不换 陈仙儿真不想赌 便看向鸡钱 众弟子会心一笑 师姐平日里 虽十分端庄 往往不求旁人 然若撒起娇来 慢说鸡钱 我见尤莲 他又岂能不主动站出来 在美女面前装一搏 看我干嘛 你不赌 你让我赌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众弟子大惊 不是 竟是个懒倒懒的出手之人 怪不得鸡家三组 要给他下毒 强令他好好修行 这种人 要是不逼着点 他能一辈子当普通人 你信吗 而这一波逆天操作 也为鸡钱足足 挣了两千百烂点 简直太爽了 有木有 我来跟你赌 陈仙儿并不生气 鸡钱借赌是好事 又非他之事 让他出手 确实于情与理不合 索性放下心中的骄傲 亲自下场 为师妹讨回重要物品 来吧 陈仙儿将剑放在桌上 充当赌资 醉风 只得将筛中盖好 推到陈仙儿面前 没法子 既然鸡钱不出手 就得想办法让陈仙儿陷进去 好让他用身体和醉风赌 或许也能达到目的 陈仙儿不懂赌桌规矩 拿起头中变摇 落地后打开一看 三四五二一十五点 醉风苦笑连连 甚至觉得自己 有些欺负人 陈仙儿和鸡钱是两个极端 一个精的粘上毛就是猴 长尾巴就能变狐狸 一个笨刀冒烟 一些散修 也常聚在一起玩头子 但跟凡人不一样 既不凭运气 也无筹码 和比试一样 比谁更会利用灵力作弊 且不让人发觉 说白了 就算是凡人还有出老千的 作为修士 谁会傻乎乎不动手脚 现在有了 师姐 抱歉 您输了 醉风说完 盖上筛中随便摇了一下 放在桌上打开 66666630点 正好是陈仙儿点数的两倍 陈仙儿心情复杂 他修为极高 自然能看出 醉风在出老千 可两人是同门姐妹 若是戳穿 醉风以后 还怎么再参踪立足 若不揭穿 又无法帮到明烟 这可怎么办 机前见状 凑到陈仙儿身边 小声低语了一番 原本正惆怅的陈仙儿 眼前一亮 将剑与了醉风 拔下簪子放在桌上 这簪子是大长老所送 虽不是法器 却有大长老之保证 若犯门归 可挡一次 鹰也是能与我的剑 明年的东西对等的 醉风自然知道 若是陈仙儿也如此玩 自己不是对手 可话说回来 陈仙儿可不是那等人 第194章 上钩 这傻师姐 你骗她可以 她却万万不会骗你 哪怕令她大怒 也只是给你个痛快 像你一样折磨旁人 她却万万做不到 况且退一万步讲 就算陈仙儿也出老千 自己顶多和她打个平手 并不亏 所以醉风不怕 做了个请的手势 师姐请 陈仙儿当人不让 摇晃起来 醉风和鸡前修为一致 自然看不透 陈仙儿这等高人的手法 直到她摇完 将头中放到桌上掀开 露出1234515点 醉风方才真正松了口气 毕竟就算一直打平 自己也无法达到目的 还是赢了更好 落袋为安吗 但醉风有点不太明白 有鸡前之招 师姐怎么会依旧保持高尚节操 并不出签呢 师姐 你又输了 醉风摇了两下 将头中拍在桌上 笑道 我和上次一样 依旧是你的两倍 陈仙儿并不惊讶 笑道 师妹 你再好好看看 醉风眉头微皱 定睛看去 并非五个六 而是112464点 只比陈仙儿小一点 众人皆经 这怎么可能 醉风专攻小儿精的法术 最擅长小动作 手上岂能没准 而且 鸡前完全没可能改醉风的头子 毕竟在场众人中 便有修为比他高者 必能看出 因此 若是他们中没叛徒的话 解释只有一个 这一切是陈仙儿干的 这便是鸡前不和他们赌的原因 修士之间 境界决定一切 当然 要是没有灵力参与 肯定另当别论 比如论百烂 就算是大地来了 鸡前也敢说 自己才是天荒大陆赌一份 但修士出老千 往往会有灵力参与 慢说高你一期 就是同期 也有可能识破 至于陈仙儿这种足足高一个境界的 甚至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改变你的手法 让你的头子 变成他想要的 虽然鸡前知道 丹河醉风赌 不一定会输 可场边还有其他人虎视眈眈呢 灿宗出了名的团结 难保他们不会下场 灿宗众弟子一脸愤怒 好啊鸡前 你小子竟然把我们单纯善良的师姐 变成一个会使诈的人了 不行 这件事没完 可以把东西还给明 陈仙儿焉字还没说完 众弟子们冲上去 将鸡前围住 直接不装了 摊牌了 要求鸡前必须和明烟赌一把 不然不许走 鸡前没好气道 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劝嫖不劝赌 劝赌死老母 你们带我去花楼行 拉着我赌博算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 多少人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吗 什么狗屁小赌遗情 大赌伤身 都是扯淡 赌就是赌 没有小赌 大赌之分 指望这东西翻身 下辈子都甭想逢赌必输啊各位 认清现实吧 赌不快乐 赌也不会让你们翻身 赌会害死你们的 陈仙儿表情复杂 这话风不对啊 一向以名门正派自居 温婉端庄的众姐妹们 力劝别人做坏事 人称天荒大陆 第一爱玩的鸡前鸡公子 反倒成了反堵先锋 自己莫不是练功走火入魔 被困到内井里了吧 众弟子们 哪里肯饶鸡前 你一言我一语 鸡鸡喳喳 搞得鸡前两耳阵痛 他以达龙桥静修为 身体进一步强化 竟有痛感 足以看出众弟子修为之高 碎碎念神功 以真化镜 就在鸡前想法子脱身时 系统商城谈出一条消息 顶级签数 一份 售价 一千百烂点 此数无需学习 点击购买后 即刻赋予宿主 除非生死 否则永不消失 鸡前黑了脸 要不要脸了还 帮自己提升修为之 龙桥静的图鉴才卖五百 一个什么狗屁签数就要一千 这也太黑了 由此可见 反垄断的重要性 在没得选 且是刚需品的情况下 人家想怎么定价 就怎么定价 你是真没一点办法 鸡前点击购买选项 再贵也得买 这帮姑奶奶比苍蝇还烦人 别说鸡前再灿宗一天 他们就来烦自己一天 就算离开灿宗 也难保这帮脑回路亲戚的姑娘们 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鸡前可不想 某天正在花楼调戏小姑娘 突然闯进来一群人说 要和自己赌 多扫兴啊 不就是比谁更会处理细节吗 我跟你赌 醉风会心一笑 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油爆琵琶半遮面啊 鸡公子请坐 也是鸡前太难说动了 众弟子见状 直接把陈希儿请到一旁 公公静静把鸡前迎到凳子上 又给他倒茶 又给他拿瓜子 就差捏肩垂腿了 陈希儿哭笑不得 这帮人费了这么大劲 不会是奔着让鸡前上赌桌去的吧 鸡公子说的对 比的就是细节处理 你我二人修为一致 我可不占便宜 诚然 朱姐妹或可暗中相助 可有师姐在旁看着 他们就算有胆这么做 也会及时被师姐阻止 因此 鸡公子若是输了 千万别说我欺负你 醉丰极有自信 输给陈希儿 那是因为自己修为不够 没什么好说的 可面对鸡前 不能说有实诚把握 百分之两百还是有的 醉丰公子等法术 又听人说 鸡前的招式往往大开大合 因他起步比喝水还要简单 刚才的比试不算 毕竟师姐动了手脚 咱们重新来 醉丰生怕鸡前钻空子 赶紧把刚才的事儿圆过去 好 就重新来 有了鸡前坐镇 陈希儿底气十足 毕竟论完 鸡前可是这帮姑娘们的祖师爷 且不说名言的东西 试问鸡公子 有何物比得上我师姐这件 鸡前亮出洛宇剑 他可以吗 也就是洛宇剑不是人 不然鸡前的摆烂点 还得蹭蹭往上加 多少人想拥有 老子都做不到 你们家老祖都得求我 你小子可倒好 为了一把地平法器 居然便拿老子当赌注 众弟子相视一笑 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可是天平法器 若是输了 鸡前岂能不心疼 况且这等人最是感性 往往容易上头 到时候肯定能让他们如愿 勉勉强强 开始吧 罪锋把筛钟推给鸡前 鸡前比陈希儿懂事得多 把筛钟推还给罪锋 毕竟鸡前名声在外 罪锋并不惊讶 拿过筛钟并不摇 冷笑道 鸡公子 你来我往的 到底男女有别 与理不合 不如一人一个筛钟如何 第195章 大亏特亏 都行 鸡前一脸无所谓 来啊 筛钟伺候 罪锋话音刚落 一旁便有弟子 亮出头中摆在桌上 鸡前和陈希儿相视一眼 后者明显不敢看前者 准备得如此齐全 摆明了是给鸡前下的套 陈希儿不由地担心起 鸡前的下场 毕竟 就算他经常私混赌场 面对有备而来的众人 也有可能马是前提 来吧 鸡前拿过头中 二人碰了一下 各自摇晃 摇完 二人同时将头钟砸在桌上 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四个六一个五吧 罪锋十分自信 虽然两人修为相同 且余理不合 罪锋没有更改鸡前的点数 但还是可以看出鸡前点数的 鸡前笑道 也许吧 说完掀开 众人纷纷看去 大惊失色 竟是五个一 最大的豹子 这 这怎么可能 罪锋醋眉 能搞出五个一不是事 别说鸡前 随便一个修饰 估计都能做到 但鸡前竟然能影响自己的观察能力 这就有意思了 他哪里知道 虽然单论修为 鸡前或许不是龙桥竞初期中的最强者 但鸡前却是这一境界下最顶级的 考虑到头子这玩意 有五个妖坐上线 就算鸡前拼尽全力 也顶多和对方打平 因此 鸡前故意影响罪锋 不成想他果然上当 本来也能摇出五个妖 却因刚才只输了陈希儿一点不服 便想只赢鸡前一点找回场子 这才遗憾落败 说来也挺无奈的 鸡前还以为得了这顶级鸡前数 自己相当于有了概念能力 甚至能和命运打赌而不输 结果只是帮鸡前做到有限的提升 而且 要不是鸡前脑子好 恐怕会一直和醉风打平 当然 鸡前也能影响醉风的头子 可这是在人家地盘 人家破坏规矩没事 你要是敢出阁 姑奶奶们会毫不犹豫 再次发动碎碎念神功 不想要耳朵的话 尽管一事 如此看来 这一千花的太冤枉了 必须得想办法 从醉风身上挣回来 还玩吗 鸡前把剑还给陈仙 陈仙接剑 上前道 算了 既然目的达到 咱们走吧 那就走吧 鸡前起身便走 没有什么 比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更让一个赌徒生气了 你可以骗我 可以瞧不起我 但绝对不能无视我 再者说 这个赌局本来就是专门为鸡前设的 他要是走了 众人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玩 继续玩 我这里还有地品圆满接法器两剑 地品丹药树立 零食若干 不知可能比得上鸡公子手上的把剑 比不上 我有法器 我有丹药 其余弟子见状 纷纷支援 为了陈仙 明烟都死了爹了 他们拿出点东西来支持 罪风又有何不可 明烟歪着小脑袋刮 咦 好像哪里不对 勉勉强强 这次轮到鸡前说这句话了 陈仙小声道 算了鸡公子 不与他们一般见识 鸡前摆手道 姑娘有所不知 对付赌徒 必须让他一无所有 方能达到惩戒目的 陈仙闻听此话 竟心生佩服 严肃道 谢鸡公子厚恩 鸡前无奈 谢个屁 我的系统叫摆烂系统 不叫感谢系统 感谢我不给钱 你得觉得我摆烂才行啊 这也不能怪鸡前 他能怎么说 难道要告诉陈仙 自己会顶级签数 因为觉得买亏了 所以想从你姐妹们身上赚回来 别逗了 陈仙非杀了鸡前不可 这次 咱们换个玩法怎么样 每人三个头子 两枚头子点数一样 取第三枚 第三枚一样 比两枚 三枚都一样 比大小 腰最大 能听懂吗 毕竟不是专业玩头子的 醉风还真没听说过这种玩法 问道 但问鸡公子 这玩法有何哑称 鸡前笑道 没什么哑称 普通人玩的 只有个土名字 这猴 醉风点头道 猴者 今也 一至千金 正应赌道 哑 大哑 鸡前满脸问候 这是什么敌言敌语 赶紧开始吧 鸡前实在听不下去 两人开始摇 因少了两个头子 加之胜负欲强烈 醉风抽出空来 去给鸡前捣乱 两人一样 鸡前自然也能抽出空来 抵挡醉风 甚至还有余力 两人与小小筛中 杀得血流成河 终于在摇了不知多少下 大家快睡着的时候 搅出胜负 同时将头中砸在桌上 鸡前率先打开 一个腰两个三 倒数第二小的头子 众人齐齐松了口气 明年他爹可没真死 醉风要是输了 他们的东西 可就全归鸡前了 鸡公子 你的运气不会一直那么好 醉风笑着打开头中 当看清楚点数后 笑容将在脸上 他竟然真就比鸡前还小 是一个腰两个二 最小的点数也怪醉风 其实仔细想想 这一切有迹可循 鸡前既然能于第一局抽出空 影响醉风的观察力 为何不能在第二局 抵挡醉风捣乱的同时 按戳戳改他的头子呢 毕竟硬实力在那摆着 而且是醉风先犯规的 鸡前有恃无恐 那些高手不敢多说什么 为什么不能出手 好了 到此为止 便驱散众人 众人也回过未来 他们本想让鸡前上头 好让他输无可输 最终答应不碰陈心 却没想到 赌博这玩意和鸡前说的一样 只要参与 没人能克制自己 最终导致他们偷鸡不成十把米 自家反倒上头 这才忽略了 摆在明面上的客观差距 单药也好 法器也罢 就当买个教训了 众人纷纷离去 不行 我还要赌 就连间接参与者都上头了 更何况直接参与者 而且就连穆战英那种高手 都沉醉过温柔乡 更何况醉丰 你已经赌无可赌了 陈希儿知道 这时候无论怎么劝醉丰 他都绝不会听 索性釜底抽薪 直戳他的痛楚 我 我还有人呢 情急之下 醉丰完全不管不顾 陈希儿大惊 说什么混账话呢 其他弟子也纷纷相劝 醉丰的本意是好的 但他和鸡前的差距太大 别说赌上身子 就是赌上父母 赢不了就是赢不了 何必自讨苦吃 第196章 身陷其中 都别管我 鸡公子 我赌上自己 你也得赌上你 我不要别的 你要是输了 从今以后 不许再惦解我师姐 陈希儿一脸苦相 不敢看鸡前 到底还是和盘拖出了 这样一来 以后自己还怎么面对鸡前 拜托 人家鸡公子 从来没这么想过好吗 毕竟顽固和纯好色是两码事 虽然大家都说 南宫竹岳是大一号的鸡前 但鸡公子可不是他那等人 私底下实际上是个正人君子 若是如此 那就不用赌了 我答应你便是 鸡前早就猜出 这是个专门为自己设的圈套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帮人绕了一大圈 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何必呢 难道在场众人 并非天荒大陆人 而是有话直说 会死心人 你瞧不起我 醉风大怒 鸡前嗤之以鼻 这种嘴脸 鸡前见多了 赌场里那些书记眼的人 都这副德行 人人皆说 修士非同凡人 实际上修士也是人 甚至有些人 还不如普通人呢 好 那就躲 鸡前重新坐下 陈希儿默默向鸡前 投向赞许目光 这种时候 无论说什么 醉风都不会听的 非得让他再无筹码 穷途末路 方才能醒悟 咱们这次不比大小 玩最简单的鸭大小 由师姐摇 如何 随意 陈希儿接过头中 叹了口气 摇晃起来 鸡前和醉风趁机发力 在筛中内交手 斗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虽然筛中内 本来就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陈希儿啪的一声 将头中拍在桌上 两人如梦初醒 鸡前做了个请的手势 醉风当仁不让道 我压大 鸡前点头道 那我压小 陈姑娘 开吧 像真正的赌徒一样 醉风瞪大双眼 死死盯着头中 不停喊着大字 惹得众弟子 不免担心起来 陈希儿亦有些无奈 忠视于心不忍 开了头中之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头子取走 张手翻下 头子化作鸡粉 撒在桌上 二位斗得实在激烈 头子承受不住 已燃碎裂 修为较低 看不明白者 还到真是如此 纷纷松了口气 知道细节的人则 暗自赞叹陈希儿的高情商 既不得罪鸡前 又不会让醉风心死 两全其美 我说了 醉风突然开口 他已恢复了些许理智 知道自己与鸡前差距太大 不可能赢他 故而愿赌服输 不理众人的默不作声 来到鸡前面前道 随你处置 陈希儿会心一笑 说是随鸡前处置 他可不是那等人 就算鸡前不是什么好人 人皆到大甘花楼 与大前皇主一般 傲然于天荒大陆 像醉风这种长相的女子 鸡前没见过 一千也见过八百 岂能看上 算了 还是好好修炼吧 鸡前果然拒绝 心提到嗓子眼的众姐妹 皆放下心来 还好 还好这色狼还算有点人性 不然醉风可就完了 你真的不处置我 醉风感到奇怪 我倒是想呢 你们家大长老能饶了我 陈希儿笑道 是了是了 鸡公子是因害怕大长老生气 闹僵了两家关系 这才不处置醉风 和自己的人品没关系 依旧是那个人人皆知的色鬼 鸡前气得想给陈希儿一下 瞎猜什么呢 老子说的是事实好吗 你当我真不想将此人收入囊中 确实 醉风没陈希儿长得漂亮 但美女跟林是一个道理 谁会嫌多 要是换成其他女子 鸡前赶发毒誓 一天之内不让她胖三斤 她就不叫鸡前 鸡前摇了摇脑袋 将这等想法驱离 没影的事最好别想 她可不是那种喜欢歪歪的人 为防止触景生情 鸡前火速离开 陈希儿连忙跟上 一张俏脸挂着微笑 小嘴一张一盒 似要说话 鸡前赶紧打断 打住 别夸 尤其别夸人品 你自个吹牛我管不着 别带上我 嘿嘿 好的 陈希儿还道 鸡前物极必反 脸皮厚到一定地步之后 变得极薄 害怕别人夸 便不再提及此事 言道 那些丹药 法器 您就留着吧 算是您做好事的奖励 鸡前不仅不高兴 反倒有些生气 且不说这件事 就算陈希儿不说 鸡前也一定不会把东西还给他们 毕竟自己 可是足足花了一千百烂点 才得了所谓顶级签数 怎么能不找不回来 陈希儿这话也太过分了 他要是不这么说 鸡前来个反转 从教导大家 逢堵必输的大英雄 变成贪财好色的小人 必能收获大量百烂点 可惜 高手就是高手 一句话把鸡前的路堵死了 说实话 鸡前现在甚至有点烦沉心 不把人往坏了想是好事 可也不能太单纯吧 棚子下 醉风望着两人的背影 眼神复杂 明烟凑过来道 别没救下师姐 你反倒沦陷了 我可不想再这我爹一次了 再怎么离京叛道 也不能如此不孝不舍 醉风冷笑道 鸡前确实仪表不凡 风度翩翩 更兼天赋极高 背景不凡 又几负头脑 少年老成 当我男人倒也凑合 只是灿宗弟子 应以修炼为己任 我就是在想 他连跨树七 一招生境 按说基础因相当不扎实 却能将这小儿经的法术 用得如此之好 是否以同期无敌 明烟恍然大悟 同期无敌不可怕 可怕的是 刚提升境界 便以同期无敌 人人皆说 鸡前不爱修炼爱权谋 有这天赋 不修炼 也在情理之中 陈仙也有这等想法 回到小院后 讲给鸡前听 鸡前却并不开心 确实 顶级千数 不仅让自己 在初老千这事上 以真化尽 也顺便让鸡前 可以将龙桥净初期 所有潜能都发挥出来 毕竟法术也好 正法 单道等也罢 皆细节决定成败 尤其同境同期 不能碾压的情况下 必须得注意细节 但还是那句话 这钱花得有些不值 这也不怪鸡前贪得无厌 毕竟诸玉在前 换成谁能接受得了 弟子遵命 鸡前胡思乱想之际 陈仙儿放下传讯玉佩 对鸡前说道 鸡公子 封宗主一直想要 您去天封宗转转 但因种种原因 没能如愿 今日再次提起 您看您有时间吗 第197章 十分风骚 什么种种原因 要不是你们囚禁我 我早去天封宗嗨皮了 鸡前一语道破天机 陈仙儿有些羞愧 忙道 天封宗不比叹宗 活泼得很 想必能让鸡公子开心 一听开心两字 鸡前便跟上满了发条一样 蹦起来道 你确定 这是自然 我曾有幸去过天封宗 充满生机 十分风骚 陈仙儿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鸡前想得更晚 没别的原因 主要还是两人观念不同 陈仙儿所谓风骚 乃是正经风骚 由诗经 国风 与离骚 两大艺术作品 各一字组成 比如文人骚客 便是这等意思 但字的意思随时再变 无数文人莫可流连花楼 为讨女孩子欢心 一亲方泽 就跟现在赞美小姑娘漂亮一样 见人就说 风骚久而久之 骚这个字就变味儿了 所以 那还等什么 走着 好的 陈仙儿牢记大长老 交给他的任务 哪怕知道天封宗 不会暗害鸡前 也护在鸡前左右 陪他一起来到天封宗山门 风雨谦一向不计较身份之别 而且十分佩服鸡前这等人 知道他并非耻中之物 又有一招生静之事作证 更不敢怠慢 故而亲自迎接 鸡公子 好久不见 一向可好 也就那样 风宗主最近如何 不比鸡公子 没有美女相伴 不慎陈仙 一旁陈仙儿翻了的白眼 风雨谦一向温润如玉 是个谦谦君子 怎的便做这副油腔滑掉模样了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自己之前不也开过鸡前玩笑吗 说到底 还是鸡公子心子太有趣 不自觉影响身边人 在下略被薄酒 不成敬意 鸡公子里面请 请 三人上了山 一路走去 鸡前越看越纳闷 这里固然生机勃勃 比灿宗也更繁华一些 风景秀丽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却怎么看 怎么和风骚二字不搭边 鸡公子 有什么问题吗 风雨谦见鸡前表情有所变化 忙问道 鸡前在风雨谦耳边小声道 不是说你们天风中风骚得很吗 怎地与传言不符 毕竟都是男人 风雨谦十分理解鸡前想法 鸡前自然有话直说 风雨谦哭笑不得 他虽然不像鸡前一样 越境世间百态 但也没陈仙那么单纯 自然知道 今时不同往日 风骚二字早已变位 鸡前言下之意 是想寻花问流 可毕竟是名门正派 风雨谦在想讨好鸡前 也绝不能干这等事 便心生一计 暗暗使了个传言法 并安抚鸡前道 鸡公子 您想呀 就是花楼 也有后门一说 更何况我天风中这等名门正派 实不相瞒 叫您来 就是为了让您在比试前放松放松 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您好好等着便行 毕竟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鸡前便不觉得 风雨谦这话 有何不妥之处 还道他是个伪君子 与自己是同道中人 便相信了他 三人来到大厅 山珍海卫背齐 穷将玉露奉上 风雨谦知道 鸡前不喜互相恭维 便自家留下 其余人全部平退 酒过三巡 鸡前有些罪了 这酒不是反酒 风雨谦用炼器之法炼过 故而 也难抵挡 但像陈希儿这样的 便不会受影响 鸡公子 咱们山上转转 放放风 开心开心如何 风雨谦趁机提议 鸡前本就是奔着开心来的 如今又思绪混乱 自然同意 只是陈希儿在旁跟着 多少有些碍事 陈姑娘 你留下 我与风宗主有话要说 陈希儿点头 带两人走后 远远跟着 鸡前修为不比陈希儿 并未发觉 风雨谦虽然发觉 但他不是真的 要让鸡前开心 故而 陈希儿得以一路尾随二人 来至一处别院 此处乃天风宗清修之处 聚了数十名弟子入定 鸡前剑皆是男子 白手道 风宗主 莫非你也醉了不成 这些弟子皆是男子 况且 就算不是男子 皆是你之弟子 焉能是我 风雨谦盲点头道 是是是 我醉了 咱们走 咱们走 扶着鸡前转身 风雨谦招来一块小石子 不偏不宜打在领头 那名弟子脑门上 并高声道 鸡公子 鸡前还没到断片的地步 哭笑不得道 风宗主 您别诬陷好人 我什么都没干 话虽如此 众弟子可不相信 毕竟现场就这两人 风雨谦是他们宗主 焉能害他们 鸡前又名声在外 还喝了点酒 不是他干的 难道是鬼不成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众弟子上前将鸡前围住 被伤到的那名弟子 韩生道 向我道歉 鸡前美好气道 我没伤你 为何道歉 风宗主 你说 我伤他没 风雨谦揉着脑袋 醋着没说 我喝得有些醉了 也不知你到底是否出手 这可如何是好 竟成了无头冤案 一边说 一边用胳膊当掩护 护住眼睛 只有旁边一名清传弟子 能看见风雨谦的眼色 又有之前传声 会议道 俗话说 帮礼不帮亲 鸡公子又是天风宗志友 不可诬陷好人 然而烟蓬师弟确实有伤 大家接见 修士之间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场鄙视解决不了 谁输谁道歉 如何 啊 鸡前与天风宗中弟子 皆是一愣 这也太草率了吧 我认输 这种没意义的鄙视 鸡前才不会出手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鸡前哪怕喝醉 依旧不忘争百烂点 仅用了三个字 便耗了九百根羊毛 风雨谦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使传声法遥控清传弟子 弟子闻之 极有感情的复读出来 鸡公子敢不敢打个赌 你若赢了我们烟蓬师弟 也不知是致敬还是懒得取名字 因与前朝化龙池公孝大同小异 便取了这么个名字 风雨谦的计划也呼之欲出 便是引鸡前去化风池提升修为 既让鸡前开心 又保住了名声 一举两得 之所以不趁鸡前喝醉 直接把她送过去 是因烟蓬的师父子渊 第198章 愿赌服输 子渊是大长老的关门弟子 也是自天风宗开宗立派以来 长老名下唯一的一位女弟子 资质极佳 杏子也拗得很自由化风池以来 殷切天地生机 属逆天之举 因此除非资质极高的弟子 不然绝不开放 但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就像鸡前可进入 前朝皇族专用的化龙池 提升修为一样 这种事 纯看拥有者如何想 可惜 紫渊是个不懂便通之人 就是天风宗弟子 也得看紫渊脸色形式 不是谁都能进入化风池 更别说鸡前这个外人了 风雨谦虽然是宗主 但他处世元华 不会用强权压人 这才盯上紫渊 唯一的弟子燕鹏 这小子资质其实不高 和鸡前修为相同 却比鸡前还要年长几岁 按说只能算普通天才 一抓一大把那种 偏偏此人性格执拗 和紫渊如出一辙 这才被后者另眼相看 有他承诺 紫渊又极好面子 必然给徒弟兜底 届时 风雨谦便既能讨好鸡前 又不至于名声有损 两全其美 燕鹏 不要给你师父丢人 让他一介顽固 燕能与你一战 见燕鹏不被窜多 风雨谦继续拱火 燕鹏陷入沉思 姬前修为 以至龙桥境初期的事 人境皆知 且他曾秒杀铜镜修士 虽有法器原因 到底法器也是修士一大一仗 不然骆雨剑就摆在那里 为何姬家其他子弟 无法得其认可 可话说回来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方为大丈夫 况且姬前已罪 战力想必大打折扣 自己未尝无一战之力 习公子 拔剑吧 燕鹏摆好架势 暗暗发誓 就算赢了 因姬前宿罪 有且占他便宜 届时不逼他道歉就是了 姬前翻了个白眼 你有病吧 人家让你和我单挑 你就单挑 一点主见没有 岂不给你师父丢人 你 燕鹏被姬前气得无话可说 燕鹏 姬公子一向无力不起早 你不是能破格待人入化风池吗 以此为条件 想必姬公子必能答应 风雨谦当然知晓 凭姬前的聪明才智 必不可能上当 故而借此发挥 进一步套劳燕鹏 好 我答应你 你若是真就赢我 化风池随你出入 如风雨谦所料 燕鹏果然上当 毕竟此事事官师父面子 燕鹏性子又耿直 岂能轻易放过姬前 没兴趣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百烂点 一百 众人瞠目皆舌 万万没想到 姬前进步动心 化风池虽不如前朝化龙池名气大 却也不视为一处圣地 人人皆欲尽 怎地到了姬前这里便就一文不值了 他们哪里知道 若非当着众人的面 姬前早已笑出声了 百烂点足足加了一千点 挣得盆满钵满 不许走 今天要么道歉 要么和燕鹏失地决斗 在风雨千眼神示意下 他的徒弟盲工火 众人文言 纷纷上前将姬前围住 并对其口诛笔伐 姬前微微一笑 这些人皆是男子 自来不善吵架 完全比不上灿宗那帮女修 他又岂会害怕 两手一摊 姬前索性席地而坐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整套 茶具摆好 问风雨千道 风宗主 可能给些热水 没有 风雨千怒气不争 罕见不悦 真孝茜 就算风雨千不给 姬前也有的是法子 也是他想法独特 尽管身为修士 不怕口渴 却总把情况往坏了想 万一哪天修为静尸 流浪沙漠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时 该如何是好 故而在储物戒指里 藏了些水 并未防止水变质 特意搞了个循环生态系统 活水鼓鼓 永世不换 取出一些 姬前熟练煮开 开始泡茶 惊得一众人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好家伙 都如此挑衅了 姬前竟还能坐得住 这得什么样的神人 才有此等心境 休要耍宝 速速与我决战 燕鹏颇为不耐烦 抬手便要掀了 姬前的小茶几 不想一直远远旁观的 陈希儿忠视 看不下去 现身一把按住茶几 立声道 莫非这便是 天风宗待客之道 封玉谦怕燕鹏和陈希儿 闹起来 恐伤两家和气 又无法达到目的 便转移矛盾道 姬公子 陈姑娘尚且铁骨铮铮 你莫非还不应战 要让他带您一战 封玉谦一脸自信 相信没有哪个男人 能拒绝这句话 躲在女人背后 终归为人耻笑 也不是不可以 百烂点 五百 没救了 彻底没救了 活该你小子 被你三组下毒 如此不争 简直是所含有 陈姑娘 得罪 燕鹏行礼 竟真要与陈希儿一战 退下 封玉谦变了脸 若与姬前交战 最终因他入德化风池 提升修为 姬家那边 想必不会说什么 可若是陈希儿出手 就算其必胜 传扬出去 也必让两家心存借地 故而 封玉谦绝不会允许 这等事情发生 也是 我岂能欺负女子 姬前 受死吧 燕鹏还道封玉谦 出于风度考虑 恍然大悟 遂掐绝 妖风化剑 直奔姬前 有病 姬前骂了一句 抬手间 妖风四四而去 众人皆惊 姬前修为确实不低 但那是因有 落语剑加持 如今静平自身修为 轻松压制燕鹏招法 这是为何 闹了半天 莫非不是姬前不想出手 是怕伤了燕鹏自尊心 不简单 此子绝不简单 我说了 我带你去画风池 燕鹏自知在斗下去 自己必不能胜 又非那等小气之人 大方承认 风雨谦满一点头 虽说修为不敌姬前 单凭这份愿赌服输的态度 便难能可贵 倒也无愧与子渊的另眼相看 不去 姬前泡好茶 递给陈希儿一杯 陈希儿笑着结果 却不喝 先只摩擦卑鄙 笑意绵绵 想看姬前如何反击 对此 风雨谦早在预料之中 毕竟姬前不是燕鹏那等笨蛋 想必看出来龙去脉 有逆反心理在情理之中 别不去呀 姬公子 我跟您说个事 风雨谦众目睽睽之下 勾上姬前肩膀 将他拉到一旁 小声道 不是说好找乐子吗 我跟您说 不止灿宗有双修之法 天风宗也有 第199章 专门刁难姬前 别闹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身为一宗之主 再怎么没底线 也得顾及颜面 绝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来 姬前酒醒了大半 自然不会再被风雨谦哄骗 风雨谦笑道 姬公子这话可不对 您想呀 一旦阴阳双修 我天风宗弟子也能获益 退一万步讲 就算我是骗您的 画风池河等地方 若想进去 必然没有繁杂衣物束缚 宝宝眼福也是极好的 姬前看风雨谦的眼神 像在看傻子 你当我傻呢 这话比所谓阴阳双修 还不靠谱好吗 风雨谦摇头道 非也 都是修士 您应当知晓 所谓道者 法自然也 您啥时候见自然穿过衣服 况且寄入道门 自然要舍去 凡人所谓伦理道的束缚 比如陈姑娘 按说女子 不应抛头露面 她还不是大大方方 站在大家面前 其前仔细一想 风雨谦这话 似乎有些道理 不合适不合适 我可不是色鬼 哪里能趁机偷看旁人洗澡 谁说不是呢 您可是天荒大陆人 近阶之的正人君子 怎么能干那等事 实不相瞒 我请您去 并非为了给您寻乐子 恰恰相反 最近常有人在画风池偷看 我是宗主 不好多说什么 您却不同 乃是外人 什么话都能说的 机前面带微笑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在积德行善 可不是吗 风雨谦一脸狡黠 不知道的 还道他是市井之徒 请机公子为大义着想 务必担下此事 在下再此先行谢过 风雨谦作一行礼 大哥 我为了让你进化风池 都如此不顾及面子了 你可千万别不上当啊 机前有些哭笑不得 他其实知道 风雨谦是在扯淡 但不知为何 就是十分受用 风雨谦也就当了修士 但凡入朝为官 或者自宫之后 陪在皇上身边 魏忠贤跟他比 都得算大忠臣 这也太会窜多人了 怪到那些皇帝 无端端宠幸宦官 任由他们党同伐义 拜托 这么会捧 谁受得了 群众里面有坏人啊 既然天风宗女弟子备受煎熬 我又岂能不理 被人骂色鬼 就被人骂色鬼吧 为大义着想 机前不惜名声 见机前答应 风雨谦常说了口气 还好 还好这小子并非毫无弱点 不然还真没办法达到目的 二人返回原处 机前对陈欣说 我还有要事 你别跟着了 在山上随意转转吧 别呀鸡公子 一起呗 风雨谦冲机前实眼色 一脸坏笑 机前盛情难却 只好答应 带着一脸天真单纯的陈欣 跟着燕鹏来到画风池 二位稍等 我这就进去禀报 燕鹏生气归生气 到底机前与天风宗关系匪浅 不敢失礼 公公静静安抚两人后 走进画风池前方一处院落 鹅请 清风呼气 缩软入骨 不好 陈欣脸色大变 拔剑挡在机前面前 立声道 谁在装神弄鬼 呵呵呵 陈欣话音刚落 古怪笑声自四面八方传来 魅惑中夹杂一丝恐怖 令陈欣不由地微皱眉头 知晓此人修为远胜自己 却也不拒 回头道 机公子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走吧 机前摇头 为了那些不堪偷窥狂骚扰的小姑娘 她必须得以命相搏 风雨谦 为何不来见我 小小伎俩 也就片片烟棚这等涉事未深之人 焉能瞒过我之法眼 话音刚落 风过发起 机前面前不知何时 站了一位绝色女子 一身紫袍 相貌精致 身材玲珑 与陈欣那等天真样子截然相反 透着一股邪气 前辈 我二人侍奉宗主之命前来 还请您莫要再装神弄鬼 陈欣道持着剑 陈欣面前先指勾起下巴 笑道 你喜欢她 陈欣脸色大变 怒道 您虽是小女子前辈 然若口若悬河 小女子自家名声 有损也就罢了 连累了鸡公子 定与您没完 女子哈哈大笑 副手离去 边飞边道 女子可以留下 男子万万不可 想尽我这话风池 非得龙桥镜中期修为不可 傻子都知道 这所谓的规矩 分明是专门为刁难鸡前临时加的 因此 陈欣嗤之以鼻道 有什么了不起的 鸡公子 素文宁当年在令尊面前 连破三个小境界 今日在她面前表演一番 让她知晓 何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鸡前果断拒绝 确实 女修比起寻常女子 更负吸引力 但话说回来 有灵根者不一定漂亮 比如陈欣这等美女 便就是所含有 就是被鸡前戏称为 女儿国的参宗 其实漂亮的也不多 为了她们花那么多摆烂点 属实有些不值得 鸡公子 不争馒头 咱们争一口气 陈欣话没说完 鸡前转身便走 百烂点 五百 陈欣再会自我攻略 也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 替鸡前辩驳 别呀鸡公子 风雨谦 不知从何处飘来 又或许一直形影不离 您想呀 您出门在外 代表的并非个人 乃是整个鸡家 让你们家几位老祖知道了 岂不动目 别人不敢说 就说那位给您下毒的三组 若是听闻您 在外败坏鸡家名声 一怒之下 让您父亲将您囚禁 不得自由 届时后悔可就晚了 不就是提升一个小境界吗 比起天南海北 虚人拯救的姑娘 带您品尝的美食 似乎无足轻重 风雨谦 虽不知传闻真假 到底有鸡前一招 提升四个小境界仪式 在面前摆着 自然乐的窜多 他提升修为 鸡前陷入沉思 也是啊 自己可以不应化风池而动心 但却万万不能不考虑以后 况且 三组可给他定下目标了 花鞋摆烂点买个平安 倒也在情理之中 钱挣来是干嘛的 不就是花的吗 比起酒色才气 摆烂点简直微不足道 机前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机前 静剑 龙桥出七零 一万五千 天赋 满集 气域 高 摆烂点 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一十 丹道 圆满灵 十万 镇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剩余契约兽 三 五 机前正要酷酷酷一顿家 但想到那女子非同一般 许会哄骗自己 便道 封宗主 我要她做个保证 可否 第二百章 黑心系统 那是自然 封雨谦高声道 紫渊师妹 烦请献身 话音刚落 有人大笑飞来 正是刚才那女子 不屑道 小子 少说大话 禁地一事 应是机缘巧合 这才让你闻名侠儿 如今不占天时地利人和 你岂敢口出狂言 自信能瞬间提升修为 紫渊相信 机前在家提升修为一事 必是谣传 毕竟与机前摆烂人设不符 八成是机家放出来迷惑大家的 陈希尔冷笑道 前辈 莫要目中无人 机公子非是常人 出生时便有大帝之姿 天荒大陆人尽皆知 又岂是您能妄加猜测的 若说之前 陈希尔还顾及面子 尊重紫渊的话 如今她的一系列行为 已彻底让陈希尔失望 虽依旧口尊前辈 到底不再把她当成前辈 毫无尊重可言 紫渊不理 冲机前吹了口香气 笑道 来 让我开开眼界 开眼界可以 总得付出点什么 机前想得很简单 老子少说 要花一万五千百烂点 虽然是为了姑娘们才这么做的 但能挣点试点 总好过一无所获强 怎么 还想让我们紫渊真人 嫁给你不成 风雨谦身为紫渊师兄 看着她长大的 如父亲一般 自然敢开紫渊玩笑 那还是算了 机前连忙拒绝 让陈希尔和风雨谦有些奇怪 这不是级公子的性格啊 他们哪里知道 别说风雨谦 就算陈希尔身为女子 也不如机前懂女人 俗话说 三是如狼 四是如虎 紫渊和风雨谦是同辈 已是狼群虎穴 又修为极高 非得那杀尽人亡不可 机前可不想死得那么快 倒还有些男子气概 紫渊冷哼一声 亮出一幅画 这话是我五十年前意外所得 一句路线 可寻到一处宝藏 是什么我不说 但定和你心意 可能开始了 机前眼前一亮 和自己心意 难道说 天荒大陆 还有一处不为人知的秘境所在 藏有无数美女 专等有缘人 好好 这个好 那你开眼吧 机前哭哭哭一顿点 属性面板变成了 姓名 机前 静剑 龙桥中七零 两万 天赋 满集 气韵 高 百烂点 二十三万零六百一十 丹道 圆满灵 十万 震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胜于气约兽 三 五 感受到机前周身气息变化 三人面面相去 我尼玛 提升一个小境界 对机前来说如此简单 竟已到了吃饭喝水的地步 这也太朴实无华了吧 怪不得机家众人提起机前便扼腕叹息 这么好的天赋 若是好好修炼 早成大地了 机前却并不开心 没好气到 童子 给我滚出来 老子从聚气境中期提升到助机境初期 才需要花费五千百烂点 算上原来就有的五百 四千五就办到了 你可倒好 足足要了我一万五千百烂点 就给我提升一个小境界 这也太黑了吧 系统弹出提示信息 随着宿主境界提升 破境所需百烂点随之增加 所提升境界数量随之减少 倒也能理解 准地境到大地境 自然不比聚气境到助机境 但怎么一点提示都没有 说白了 肯定是系统间自己五百百烂点 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出于极度 这才选择隐瞒 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昭然若揭 嘿 太迷马黑了 送你了 烟棚尚且愿赌服输 何况紫渊 惊讶之余 履行承诺 将话扔给机前 机前无奈 花都花了 后悔也没用了 但愿天风宗女修模样 标志些吧 在紫渊的带领下 画风池缓缓打开 一派清风扑面而来 入目便是一处人间难寻 天上罕见的洞天伏地 生机盎然 鸟语花香 风景堪称当时之罪 只是 人呢 纪公子 您请便 风雨谦意识到事情不对 拉住紫渊 转瞬间消失不见 机前想追 奈何入口关闭 气得攥紧拳头 靠 就说哪里不对劲 风雨谦堂堂宗主 岂能带自己干这等事 该死该死 上当了 机公子 此地果然非同一般 不知可能比你 那天人合一的洞天伏地 机前摇头道 差远了 那地方不像这里 一般张扬 初看并无异样 然弱得精髓 仿佛融入天地 生机 源源不断涌现 不敢说变成大地 若无时间限制 再提升一个大境界 也未尝不可 陈仙笑道 师父常说 修饰不仅需刻苦修炼 也需时运加持 四季公子这般得天道垂帘 方是真正大地之姿 机前不吃陈仙这套 你快些修炼 我四处看看 陈仙苦着脸道 我本不想麻烦公子 那和我与师父一样 若能阴阳双修 静静想必更快 双修 机前大喜 公子别误会 饶是陈仙再单纯 也知机前想歪了 所谓阴阳 日月也 水火也 天地万物也 因此所谓采阴补阳 采阳补阴 非是房中之势 乃与大盗契合 好了好了 别背书了 既然你们能与万物采阴补阳 干嘛非得见男子之手 缘也是不用的 然男子属阳 所得更多 这才更加有利 只是锦上添花罢了 好吧 那就开始吧 机前虽喜百烂 但不代表 他就能心甘情愿 当冤大头 他可是花了 一万五千百烂点 才进到这里的 美美女的情况下 一幅话岂能打发了他 陈仙说得对 不争馒头争口气 老子 非得把自己损失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不可 陈仙儿盘腿坐下 身武清光 目韵紫气 须余间包裹机前 没等他疑惑 便调动周身灵气 烟雾蒸腾 针旧力量蓬勃 蒸蒸向上 怪到灿宗一干女修 能在天荒大陆立足 果然非同凡响 不知过了多久 二人接大汗淋漓 不比刚进接龙桥进中期的机前 陈仙儿已在渡海进出 期待了很长时间 加上画风池辅佐 已有破镜之相 只差灵门一角 但这灵门一角凶险至极 若阴阳不调 极易走火入魔 第201章 走火入魔 也是陈仙儿运气不佳 机前非同常人 时常出入花柳之地 又不是高明然那等藏风之人 饶是男子 身上阳气亦不是很重 使他无阳可彩 身子逐渐冰冷发青 正值关键时刻 陈仙儿难以及时收手 便倒转机前周身阴阳 使他转省 机前健壮大惊 好家伙 怎么练着练着 把好好一小美女 练成干尸了 自知修为不高 难救陈仙儿 机前便赶紧去叫风雨谦 如机前所料 这家伙一直盯着画风池呢 只一声 便与紫苑一同现身 机公子何故唤我 见风雨谦明知故问 机前美好气道 你倘若真就做事不理 堂堂灿宗宗主弟子 死在天风中 有你受的 风雨谦自知大事不妙 不敢再和机前开玩笑 忙上前查看情况 等什么呢 陈仙儿定是走火入魔了 从气息判断 因是阴气过剩导致 你不像我 一点原羊未泻 正好帮他一帮 机前见风雨谦没动作 赶紧催促 紫苑冷笑道 心疼你这小平头的心可以理解 然是已至此 再采阳补阴 已无济于事 虚的 说着 紫苑手伸向机前腰带 师妹 别闹了 风雨谦立声喝止 紫苑翻了个白眼不说话 风雨谦来至陈希儿身后 运功催动神风四起 倾袭陈希儿周身 我已暂且止住 但因不了解功法 不知如何破解 还请师妹 速去灿宗请来明玉宗主 方能保夕儿姑娘 性命无忧 生死关头 紫苑无心玩笑 火速踏风而去 不一时 明玉赶来 身边还跟着陈翠平 明玉担心坏了 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陈翠平则有些事不关己 对机前说道 也是这小姑娘太单纯 竟不知你小子 是采阴补阳之大家 这瓶头当的 也太失职了 机前毫不客气回怼 哪里比得上您呢 死恋爱恼一个 为了谈恋爱 家族被人灭了都不管 你找死 陈翠平大怒 老娘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爹都管不着 你一个年岁不过二十的小兔崽子 竟敢对老娘评头论足是吧 幸而此时封玉千 已将情况讲明 被明玉换了下来 忙上前拦道 前辈 救人要紧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考虑到不能伤了两家和气 陈翠平这才息怒 片刻后 明玉眉头紧皱 封玉千忙问道 明宗主 莫非连您也不行 明玉摇头道 阴阳双修之法最是难练 家之鸡公子本就阴阳调和 此处又是逊帝 风大火小 海浪翻腾 乃是大忌 须得回灿宗过问诸位长老才行 那还等什么 快些走吧 风玉千比明玉还焦急 毕竟 人是在自己地盘出的事 他必须得拿出个态度来 片刻后 风玉千跟着众人来至灿宗 大长老等人等候多时 在大唐列阵 带众人进来时 信守一招 听闻此事后 纷纷赶来 站在明玉等人身后 窃窃私语 他们虽不知具体细节 到底陈希儿是 跟着基钱离开的 如今性命垂危 定与他有关 故而各个不爽基钱 若非救人要紧 早发难了 半个时辰后 大长老见陈希儿 迟迟没有动静 便知光凭自己 以无力回天 长老 真的没法则吗 虽说陈希儿不是基钱这等天才 到底也算当时罕见 明玉是若珍宝 见大长老轻轻叹气 岂能不担心 寻常之法已不奏效 但并非毫无法子 翠平 你在那洞天伏地中 修炼了上百年 想必有所得 可有好法子 大长老修为虽高 到底没守成规 不如另辟蹊径 死马当活马医 或许还有机会 有是有 只是我有条件 陈希平冷冷笑着 众人一脸无奈 陈希平可与大长老 出自同一家族 有法子就灿宗弟子 为何不早说 你放心 我定帮你杀了南宫竹月 大长老用脚趾头想 都能想到 他那脑瓜子里装着什么 陈希平轻摇食指 不不不 不止如此 还需此子生死盗销 说完 陈希平指向姬钱 啊 大长老等人颇为不解 陈希平什么时候 和姬钱结下了梁子 莫非是因姬公子 刚才出言不逊 风雨谦是叹性问道 正是 陈希平大方承认 差点震聋了众人的耳朵 好家伙 就因为姬钱出言不逊 便要杀了他 而且 明玉和风雨谦 可是知晓来龙去脉的 姬钱对的虽恶毒 可分明是陈翠平嘴见在先 虽然与姬钱而言 无关痛痒 但人家陈希儿 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张口闭口就是拼头 让人家以后怎么嫁人 姬钱此举 时事情有可原 灿宗众弟子 虽不知来龙去脉 但就算真就是 姬钱先骂的陈翠平 也犯不上一命相抵吧 更何况 姬钱和灿宗是盟友 此时若死 灿宗未来起步一片黑暗 他们虽恨姬钱 到底不敢有为天理 故而不敢苟通 看样子 诸位皆不愿杀他 也罢 坐等陈希儿死吧 众人又是一阵无语 上次这么无语 还是因为姬钱 程翠平也太任性了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谁家好人为了情郎 心甘情愿弃家族于不顾 被人关押上百年 要不说一个被窝 睡不出两种人呢 洛启成那等疯子深爱之人 必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翠平 你真就如此决绝 大长老罕见动物 真就如此决绝 程翠平公然不惧 他可跟大长老不同 根本不把灿宗众弟子 当成家人 而且 陈希儿还是个小辈 天赋比不得姬钱 死就死了 与他何干 求前辈开恩 众弟子既担心师姐 又不想仗势欺人去杀姬钱 只得跪下 齐声恳求 程翠平是个狠心之人 不为所动 韩生道 别求我 去姬公子上吊自杀吧 姬钱冷然道 前辈 有所悟者非您一人 气焰如此嚣张 怕不是待会儿 要啪啪打脸了 众人转背为喜 对呀 姬钱一招提升四个小境界 天荒大陆以人尽皆知 就算程翠平不出手 有他在 或许仍有转机 第202章 大道质检 姬公子 麻烦您了 名誉作医 姬钱笑道 不麻烦 我也有要求 让程翠平滚出灿宗 灿宗弟子不论何人 皆不许帮他报仇 从大长老开口问程翠平那一刻 姬钱便有了法子 之所以一直不说 正是想借机报复 姬钱也是有脾气的 你上来先找老子事 结果还用陈仙的命 要挟老子 当老子吃素的 况且 姬钱与陈仙 虽算不上关系多好 到底这傻姑娘 还挺有意思 突然死了 姬钱上哪再找 这么有趣的姑娘去 自然是要救的 我答应你 对天道发誓 如不遵守 万劫不复 比起程翠平的条件 姬钱的显然更易实现 而且 就算姬钱不说 大长老也有 将他撵走的想法 这种不和灿宗同心之人 留着也无用不说 甚至遗害无穷 程翠平不慌不忙道 凭你修为 焉敢逞强 姬钱笑道 确实 时间相差太多 我与前辈云泥之别 然而我有单 朕 服 气加持 未必不能逆天行事 那你请便 程翠平咬牙切齿 灿宗弟子们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他们在恨姬钱 也未向他出手 不然惹毛了这位公子 人家未必会出手 明宗主 麻烦您帮我寻些东西 我要炼气 炼丹 好的 炼丹炉您需要吗 都什么年代了 谁炼丹还用那玩意啊 姬钱反手掏出一台电磁炉 把锅摆在上面 惊得众人面面相去 果然最厉害的丹药 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炼制方式 他们不知道的是 要不是这丹药特殊 姬钱甚至犯不上借气敏炼丹 随手一搓就行 虽然这个世界没有电 但有福啊 姬钱在电磁炉里 放了一张五雷符 用灵气替代复杂的元气件 又让人取来些水 稍一出手 便是凉水沸腾 姬钱不管 让长老们起开 在地上化阵 化完后拿出阵盘催动 并释放周身灵力 一个简易的节节出现 四四方方 红红火火 姬钱大河道 印发 四平王老吉 人法 四翅阳阵 喊完 还向征信两手一拍 致敬哈希腊妈 喊啥来啥之数 阵法大成 阳气灌入陈希尔信门 锦衣瞬间 便令他以干瘤的身子 恢复血色 这时 茗玉赶来 将姬钱药的东西 双手盛上 直接倒进锅里 直接倒进去 只要剂量没错 必不出事 好 茗玉照做 半个时辰后 待丹药炼制得差不多之后 姬钱信手一挥 锅里黑漆漆的残渣 凝成一粒珍珠大小的药丸 姬钱捏着丹药走进阵法中 撬开陈芯的嘴塞进去 然后看向茗玉 您是 是有什么不方便吗 茗玉知道 姬钱不是那等临阵退缩之人 如此做必有缘由 是这样 心属火 所以 明白 您尽管做便是 虽看不懂姬钱在干嘛 但心属火这等浅显道理 茗玉还是懂的 陈希儿又在阴盛阳衰之时 调动阳火压制阴气 情有可原 况且 姬钱已提前说明 更能证明 他无占便宜之心 茗玉如何能不答应 姬钱本就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如今又是为了救人 便顾不及那许多 伸出了手 什么动静 大长老醋眉 其余长老与茗玉 封玉千 一赶知道一丝不同寻常 众街出门去看 阴云密布 天雷滚滚八成是姬公子那法子 太切天机 引来了雷劫 也罢 我来应劫 茗玉要出手 被封玉千拦住 朕是杨木 训是阴木 二者又各自代表长子 长女 阴阳调和 互生互克 自当我来 不妥不妥 这是灿宗家世 焉能老反宁 明宗主哪里话 若非入得画风池 汐儿姑娘也不会这般 二人正扯皮时 大厅内传来机前声音 必须得封宗主来 明宗主 别推脱了 明玉只好作罢 封玉千乘风而起 恰逢三道天雷打下 他只大秀一幅 灯时云开雾散 人间重见光明 大长老笑道 封宗主修为又精进了 不就三道天雷吗 我也能挡 机前不知何时出了门 说得好听 那三道天雷非比寻常 至少凭你龙桥静修为 哎 哎 众人皆满脸疑惑 机前怎么出来了 已经好了 休息个一两日 便能醒来 真的 众人大喜 忙冲进大厅 翠平 你怎么不去一探究竟 大长老见成翠平不动 奚落道 成翠平冷笑道 别人不知 我如何能不知 这小子一上手 我便已知 那小姑娘有救了 丹阵启阳 故意引来天雷 借阴木与其中和 得意纯木 木柱火势 乃太阳也 自然压制阴气 阴阳调和 大长老略惊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机前点了把火 又加了把好柴 压住了尸气 这一法子 别说修士 就是接触过五行八卦学术的寻常人也能想到 大长老更因病急乱投医 亲自试过 毫无效果 为何机前却能成功 反请机公子赐教 大长老实在太好奇了 他自认为自己知之甚多 没想到在修行法门上 竟被人避得满地找牙 你是没见过山洞中那些壁画 和那洞天伏地 见了之后 你也会弄 无非是调动心火 容易自然 再让一切恢复平静罢了 大长老苦笑连连 机前这话看似简单 实则大道质简 十分有道理 机前口中的火 其实是走火入魔的火 这火可难用得很 就像你被人套了隐燃 结果把隐燃变成了红buff一样 跟开挂没什么区别 翠平 请便吧 大长老做了个请的手势 程翠平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这货吃饱喝足没事干 竟想着怎么报仇 机前又为他不耻 哪里知晓之家伙单 镇 福 气 欲接通 如今被人撵走 倒也在情理之中 谢机公子大恩 众弟子们见陈希儿无恙后 忙跑出来赶谢机前 不必客气 以后别老想着 让我当太监 我就谢天谢地了 大家相试一笑 经此一试 谁还想着拆散二人 巴不得早点喝上两人的喜酒呢 麻烦封宗主跑一趟 略备薄酒 请您务必赏光 名誉邀请风 雨千留下 第203章 独以入随 明宗主 不必客气 只要陈姑娘无事 我便放心了 天风宗还有要事 在下便不讨扰了 您留步 风雨千走后 秦一凑到机前身边道 机公子 感觉如何 什么感觉如何 机前醋眉 您懂的 秦一打起了手势 机前哭笑不得 你好歹也是灿宗弟子 能不能正经点 秦一笑道 实色性也 人之常情 况且你想歪了 我问的是你的身体 不得无礼 明宇怕机前生气 秉退了秦一 说道 今日有劳秦公子 不仅就回夕儿 还令他修为提升 实乃我灿宗大恩人 无以为报 机前 光口头感谢可还行 机前觉得自己 已经够抠门了 没想到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堂堂灿宗宗主 感谢人竟然只用嘴 嘖嘖嘖 真让人唏嘘 机前刚 回到自己的小院 迎面撞上明烟 捧着两个灵能果 这东西长得和人参果 差不多 有精进修为的效果 而且味道特别好 不会下了什么毒吧 机前手伸到一半 想起早上明烟等人 给自己设套一事 心有余悸 抱歉机公子 早上是小女子不懂事 您别和我一般见识 这些全当赔罪 不成敬意 机前将信将疑 拿起一枚灵能果 递给明烟 明烟笑着接过 吃了一口 把另外一枚递给机前 转了一圈 笑道 您看 没毒 机前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 大块朵一起来 没等机前吃完 醉风领着一干弟子出现 接捧着山珍海味 言辞凿凿乘 是来赔罪的 机前整个人都傻了 硬得不行来软的 想撑死我是吧 醉风等人忙到 机公子别误会 我等身家多半输给了您 只有这些东西 尚能拿得出手 您别介意 不介意 就算机前不介意 肚子也得能答应啊 这么多东西 吃到猴年马月也吃不完 你们都没吃饭吧 一起吃 这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一起 还好机前反应快 不然得备他们未撑死不可 吃饱喝足 机前正要下烛课令 醉风凑来道 机公子 听说您眨眼间提升一个小境界 惊呆了天风宗子渊真人 可有此事 好像是有 怎么了 机前不知醉风何出此言 他是不是给了您一幅画 没有 给了我一个大笔斗 讨厌 反正我也无事 又没什么好东西拿来献您 不如帮您找找那东西 如何 不如直接送给你吧 反正我也不需要 百烂点 五百 醉风的脸像被钢刷子刷过一样 别提有多少黑线了 听人说 这家伙当初得到落语见识 别人问他要 他想都没想直接给 醉风还以为是假的 现在看来 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小子绝非浪得虚名 好 我要了 醉风并非真的想要 一来是想再试试机前 二来若他真给 自己也好趁机帮他的忙 给 机前想都没想 直接把话给了醉风 一番折腾下来 机前的酒已经完全醒了 紫园所谓和自己心意 绝不可能是皆为美女的秘境 八成是什么修炼之地 亦或者藏着什么宝贝 对此 机前无任何兴趣 醉风收起 起身道 机公子 告辞 慢走不送 众人见状 帮机前收拾好屋子后 纷纷离去 很快 屋内只剩机前一人 躺在床上 机前翻来覆去睡不着 再就晨曦而时 机前的修为也随之提升 同时 察觉到身体内传来的一丝异样 好像有某种东西 阻塞住了他的经络 平时没什么事 一旦运功 便能显露端倪 难道说 三组内毒趁虚而入 融入自己体内了 机公子 还没睡啊 秦仪直接推门而进 毫不在意男女之别 什么事 机前略感奇怪 大晚上的 秦仪来找自己 肯定没什么好事 机公子 是否感觉周身无力 不能运功 你看出来了 秦仪笑道 当时 我便看出来了 本想等着您亲自开口 不成想等了许久 您仍不来见我 出于担心 只好亲自来见您了 你多虑了 不就是独以入水吗 顶多费了一身修为 没事 机前毫不在意 甚至于说 于机前而言 这是好事 带自己修为禁费 看三族 以后还敢不敢 用这种阴损招数 逼自己修炼 而且到时候 也能给摆烂找理由了 老子都废了 还修炼干嘛 快活一天是一天呗 机公子说笑了 那独厉害得很 就算有解药 加之机家诸位前辈 修为极高 若不及时治疗 孔也只能吊住您一口气 再难行动 这么严重 机前从床上坐起来 修为禁费没事 瘫痪也没事 毕竟有祸老先生注意在前 只有一根手指能动 还经常上岛 机前自然也可以有样学样 并不害怕 可要是成了植物人 日后一点自由都没有 便就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了 看来你有法子 机前重新躺回去 真要是这么严重 秦仪肯定得大惊小怪 如今如此气定神闲 想必知道如何解决 还请您速速请回解药 那时我自有说法 送走秦仪 机前连夜写了封信 让大长老派人送回机家 次日 机前正在房中鼓到流水线 呼听的一阵爽朗笑声 侧目一看 大长老与三组先后进来 您怎么亲自来了这点小事 怎么能麻烦您呢 三组轻蔑一笑 他见了信后 并不相信 又因听说机前一招连跨四个小境界 又要辨明真假 这才敢来 不想刚一进门 便察觉到机前修为 已提升至龙桥境中期 因昨日和陈希儿双修 或许还能再提升一个小境界 脸上这才有了笑模样 不是说病入膏肓了吗 怎地还活蹦万跳的 三组不敢夸赞机前 生怕这小子给点阳光就灿烂 到时候再不好好修炼 可如何是好 天地良心 我真没骗您 秦仪可以作证 不信你把他叫来问问 大长老便用传声玉佩叫来秦仪 见过机家三组后 秦仪将来龙去脉 和盘拖出 竟有这等事 三组感到奇怪 将手倾放在机前太阳穴 仔细感知之下 那毒果然入骨三分 第204章 后天毒体 不该啊 饶是你已身入局 调动天猛子 要立助希儿姑娘破镜 那毒也该毫无反应才对 三组颇为奇怪 他还是有术的 所下之毒并不足以致命 就算毒发 按说也不会这么严重 机前一脸问号 闹了半天 您根本不知 这毒有何副作用 且无法控制是吧 合着 我是你养的小白鼠啊 三组老脸一红 盲转一话提到 你信上说 若得解药 必有说法 可是真的 秦仪凑来道 是真的 小女子虽修为不精 不能医治希儿 却也能助激公子一臂之力 那便好 三组拿出解药 秦仪接过 催动神功 运转一番 便是解药膨胀 足有乒乓球大小 姬公子 请服 机前接过 苦笑道 若非我是修士 这么大个玩意儿 非得噎死我不可 三组冷然道 若非你是修士 我如何能给你下毒 一提这个 机前就来气 修士多了去了 机家天才也不止自己一个 虽然他们天资差了点 但努努力 或许也能有所得 干嘛非盯着自己不放 想是这么想 却不敢说 连忙扶下 秦仪招呼机前盘腿坐下 运工替他调膝 片刻后 秦仪觉察到一股莫名力量 在抗拒自己 忙到 反请二位一并出手 传我功力 大长老便与三组一同照办 有这两位大神加持 这才确保过程中不出岔子 待调整好后 机前发现一丝不对劲 他的属性面板变成了 姓名 机前 静剑 龙桥中七灵 两万 天赋 满极 气域 高 体质 后天毒体 百烂点 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一十 单道 圆满灵 十万 阵道 圆满灵 十万 福道 圆满灵 十万 气道 圆满灵 十万 御寿 圆满灵 十万 圣余契约寿三 五 平白无故多了一栏 还是什么后天毒体 听起来还挺中二 三组 后天毒体是什么意思 本着学到老活到老原则 机前真诚发问 后天 后天什么 三组醋眉 看向大长老 大长老摇头 二人可以说的上是天荒大陆的活化石 稀奇古怪的事情见过不少 却不曾听闻过什么后天毒体 就是一种体质 你们听说过混元正体 先天圣人吗 这八字二人倒是听说过 但所谓正体 先天 其实是天赋一词的敬义词 用来给顶级天赋造势的 通俗点说 就是吹牛呢 跟机前所谓后天毒体 完全不搭边 见两人依旧满脸问候 机前问道 那你们知道其他体质吗 比如先天魔体 后天道体 什么佛体之类的 三组伸手搭在机前信门 醋眉道 毒明明已解 怎么竟说起胡话来了 大长老深以为燃道 怕是毒入大脑 以疫症了 机前黑了脸 你们俩加起来几百岁 怎么这么没正行 大长老也就算了 三组您也闹 还是主动的 这可有点坏您认识 三组清了清嗓子 掩饰尴尬 言道 所谓后天毒体 我却未听闻 想来只有等你冲出天荒大陆 去往更广阔的世界时 才能知晓来龙去脉了 机前嗤之以鼻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还不忘扑啊自己 真是敬业到家了 那个什么 二位 我能说两句吗 这所谓后天毒体 是不是意味着 机公子能随心所欲给人下毒 至少同期无敌 秦一的想法很简单 这所谓的后天毒体 肯定是个buff 而且天荒大陆罕见 凭空多了个技能 就像有落雨剑等法器加持一样 同期修士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大长老很是好奇 便拿起传讯玉佩 叫来一位龙桥静中期修士 名为东梅 隐约间已有破镜之相 虽不能说同期无敌 到底远胜机前 可以一世 机公子 请对东梅出手吧 大长老催促 什么 东梅 我的天 到底还是来了 敢问姑娘 俗家是不是姓马 家楼下有个大爷龙了 堪称先天整活圣人 见机前梅正行 三祖寒声道 三天不打 你小子想上房接瓦不成 机前耸了耸肩 打就打呗 反正我不想和人交手 装杯打脸多没意思 与凌峰必摧之的道理 装孙子才能远远流长 十祖不也是这么干的吗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三祖 大长老 秦怡皆对这家伙失望至极 懒也得有个限度吧 又不是让你上台跟人 PK 手都不伸 社会 太社会了 东梅 上 是 东梅不比机前 有这等切磋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 使了一招打向机前机前本能抵挡 面前展开一道清光 如帷幕一般曲折飘扬 接触到这清光的一瞬间 便如石沉大海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看那清光 荡漾了一番恢复平静 十分高妙 众人略惊 东梅虽顾及二人修为差距 没使全力 可二人同期 招式怎可能这么简单 就被机前化解 你们看 秦怡率先发现妙处 捡起地上 一粒昨天没打扫掉的花生米扔过去 花生米接触到清光的一瞬间 迅速老化 最终灰飞烟灭 妙哉哉 我还以为如秦姑娘所说 机前功法 只是带些毒而已 不想竟能做到如此地步 直接加速其衰老过程 厉害 三祖喜不自胜 刚得知机前中毒时 他还道 这小子恐将命不久矣 不承想 尽因获得福 得了这等功法 至于下毒 我想机公子也会 但需好好练练 毕竟先天不比后天 秦怡似乎明白其中意思了 三祖和大长老连忙问道 这先天和后天 具体有何不同 他们虽然知道 先天是与生俱来 后天是学习所得 明白具体细节 秦怡解释道 男人来说 婴儿时期 人话都听不懂 是怎么懂得如策的 而且哭 喝奶也都不用浇 这便是先天 既不仅与生俱来 且十分擅长 至于后天 得好好修炼 才能掌握要领 但和先天一样 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秦怡说着 抬手攻向大长老 大长老本能闪躲 醋没道 秦怡 你这是干嘛 秦怡笑道 大长老别生气 我只是举个例子 您生来是不会躲的 刚才我攻击您时 也没想过躲 但还是躲开了 这便是后天 可比肩先天的有力证明 第205章 概念能力 众人恍然大悟 说白了 不就是肌肉记忆吗 好好练 总归能掌握诀窍 尤其秦前还天赋一柄 稍微上点心 稍微 稍微个屁 有那时间 这小子宁可躺床上发呆 也绝不会好好修炼 秦前 你若掌握不好这能力 别怪三组一身神力不认人 秦前不以为然 怎么着 您还能打我一顿不成 十组可不会答应 三组点头道 我确实不能打你 但当才大长老 给我讲的那件事 给了我灵感 敢不听我话 信不信我送你进宫 当你那好舅舅的贴身太监 啊 秦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还是那个心直口快 不玩心计的三组吗 好了毒啊 秦公子 换个角度想想 春药也是毒呀 您要是练会了 岂不是看上谁就能那杀谁 秦前黑了脸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虽然在勾兰听过不少 但从女修口中说出还这么直白 属实有些抽象 我可不是那等人 君子爱色 取之有道 况且你们都说了 只能帮我同期无敌 我不能直接打扶对方吗 确实可以直接打扶 但下药之后能解锁更多知识 秦前大惊 这娘们一定去过花楼 一定去过 太懂了 大长老 秦姑娘 东眉姑娘 感谢你们对秦家后备照顾有加 日后还需麻烦你们 在下再次先行谢过 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便不讨扰了 告辞 三组知道秦前动心了 便不再留下 转身便走 送走三组 大长老 东眉也纷纷离开 房间内只剩秦前和秦仪 秦仪笑道 以后但凡是女修 可都得小心点你了 一个不爽 定会被你那傻 秦前翻了个白眼没说话 同时好奇起天荒大陆外面的世界 难道说 外面世界还有更多类似体质的buff 既然有后天 就一定有先天 这玩意就跟变种人一样 可以毁天灭地 也能长一身没用的词 是不是意味着 有可能有先天情胜体质这一说 对方就会彻底沦陷 再往大了想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圣体 可以让系统成倍给自己摆烂点 或者干脆是个外挂体质 直接帮自己破解系统的原代码 让它为自己所用 反正系统也只和自己一个人对接 相当于单机游戏 没人维护 破解之后也一定不会被封号 这时系统谈出一则消息 天荒大陆以外的秘密情报 一份 售价 五万摆烂点 机前先是一愣 随后大骂系统 就不能有点心意吗 和当初一样 一份狗屁情报居然敢卖五万 这也太暴力了 坚决不能买 摆烂点得留着 指不定什么时候弹出个外挂之类的 自己可以直接唆哈 比买一份情报强多了好吗 就在机前指责系统时 秦仪凑到他身边说道 机公子 要不您现场展示一下 机前直接摇头拒绝 听着很帅 但也就那么回事 动动你那满脑子黄段子的小脑袋瓜想一想 我单倒圆满 练一颗阴阳和欢单 岂不轻松得很 干嘛非要用这种能力 秦仪却不这么想 机公子 话不能这么说 这读相当于您的法术 随时随地能用 丹却不是这样 可能需要耗费些功夫 况且 丹药能帮您 把一枚花生米变老 甚至变霉吗 再厉害的丹药 花生米又没长嘴 怎么吃 所以还是这后天 毒体更厉害 厉害个屁 和那所谓千术一样 也就能针对一下同期修士 但凡人家比你高一期 只要你不姓萧 就别妄想越击击杀 四日中午 机前摆弄机器人 机前承认 昨天自己话说重了 这后天毒体 还真挺有用 这玩意 不光是能下毒这么简单 有点概念神那意思 因为这玩意 居然能给死物下毒 比如这机器人 机前给他下了一种名为 绝不能撞到人的毒药 这玩意 还真就会自动闪避了 这哪里是毒啊 分明是古 还是能一定程度 改变现实的古 这要是随便找个人 给他下一种名为 把修为给自己的毒药 那岂不是要无敌了 机前正畅想未来时 陈希儿走了进来 姬公子 感谢你帮我突破境界 同时也恭喜你又得其遇 令人艳羡 这么快就行了 机前被陈希儿 从幻想中拉回来 陈希儿笑着点头 多亏了姬公子 听师父说了来龙去脉后 小女子惊为天人 没想到您在那洞天伏地中 静得物大道 怪不得能瞬间提升修为 机前对这些吹捧 向来不感兴趣 毕竟不给摆烂点 陈姑娘 麻烦你帮个忙 帮我找个龙瞧静初期的修士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陈希儿甚至不问 机前要干嘛 便将正准备上路 帮机前找东西的 醉风拉了过来 你站好 机前让醉风站好 使出后天 毒体赋予他的能力 给醉风下了那种名为 把修为给自己的毒药 少请 醉风脸色大变 痛苦不堪 机前无奈 只好把毒解了 可恶 难道说这玩意 还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和自己的修为友 密切联系 机公子果然厉害 醉风抱拳拱手 甘拜下风 二位慢走不送 我这儿不管饭 哎 两人挂着一脸问候 被机前轰了出去 打扰一下 请问 这里是机公子住处吗 两人正疑惑时 迎面走来一位身着白衣 玉树临风的男子 是的 请问您是 男子打开折扇 边扇风边孝道 在下南宫横江 南宫家弟子 特来参加灿宗比武大会 听大长老说 机公子住在此处 想来讨教一番 陈希儿与醉风面面相去 灿宗人杰地灵 四季如春 也不热呀 他扇什么风 而且 修士最不怕寒暑相亲 不会纯粹是想耍帅吧 机公子今日似有凡心事 不便见客 不如您改日再来吧 陈希儿料定 机前是性情中人 今日不悦 万一和这人干起来 多伤和气 这才帮他拒绝 南宫横江笑道 姑娘说笑了 修士讲究心平气和 尤其机公子能物大道 更非常人能比 岂会一马游将 恍若凡人 第206章 又一只玄天九尾狐 你愿见就见吧 我们就不帮你引见了 刚被赶出来 陈希儿可不敢招惹机前 至于两家和气 南宫家主动搭上机前 又是南宫横江自己没眼色 就算出事 想必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由他去吧 南宫横江还不知陈希儿 何出此言 见他不愿帮忙引见 只得亲自入院 敲响房门 低声道 机公子在吗 不在 死了 机前作弊之心不死 竟妄想给系统下毒 正值关键时刻 忽得被人打扰 别提多生气了 声音不免大了些 南宫横江嗤之以鼻 几位始祖皆说 机前意境颇高 非同反响 如今看来 机前也就那样 走到今天 多半是因运气好罢了 机公子 在下南宫横江 奉老祖之命 来向您问好 一点不好 滚 南宫横江冷哼一声 什么人呐 仗着会点全谋 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 越想越气 南宫横江干脆踹开门 没好气到 天荒大陆 皆知机公子名号 机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 怎地交出你这等 不识大体的人来 机前来了兴趣 哥们 跟我讲理是吧 那咱们好好论论 你贸然打搅别人修行 别人赶你走 死赖着不走不说 竟将人家门踹开 事何居心 南宫横江冷笑道 早听说机公子最善舌战 不想竟能将黑的说成白的 果然令人钦佩 机前得意道 那是当然 也这嘴里功夫 可是大前第一花楼花魁 亲自认证过的 夸我口若悬河 坊间人静皆知 用得着你来说 南宫横江被机前气笑 他有点想不明白 这或是真听不懂还是装的 被人这么说 竟还不生气 仔细想想 一马油江之人 似乎是自己 机前这脾气 可比自己稳定得多 但这可不行 南宫横江必须激怒机前 好和他交手 原来 那日南宫家弟子南宫家海 被机前秒杀后 到心有损 直接被他搞一梦了 毕竟谁不知道 机前是天荒大陆有名的百烂王 南宫家海又到心极佳 日夜晴休 一时接受不了 想不开也是正常 南宫横江和南宫家海是亲兄弟 岂能做事弟弟 一蹶不振 而置之不理 恰好听闻 机前又生了一个小境界 与自己一般无二 孤儿找上门来 抑郁打败机前 或许可帮弟弟重塑到心 看在老祖面上 放你一马 南宫横江转身离去 自信这句话分量极重 哪怕机前这等不好战之人 也定上当 机公子 你可真能忍 南宫横江关门 该破门出了吧 我已经开始期待你 气急败坏的表情了 南宫横江出了院子 不可能 这小子一看就是那种 暴躁易怒的性格 忍机前不得 南宫横江重新返回 我都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了 你怎么不生气 啊 机前尚且不知 南宫横江暗地里 已和自己较量起来 对此感到有些奇怪 少说废话 侮辱你 是我不对 直说了吧 听说你已是龙桥镜中期修为 我想和你过过招 南宫横江拉开架势 热血沸腾 机前冷眼旁观 这都什么人哪 一言不合就决斗 拳还完多了吧 滚滚滚 我没兴趣陪你玩 你 南宫横江勃然大怒 抑郁直接出手 逼机前拿出全部实力 但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 此计绝不可行 老祖们可不是吃素的 像他这样贸然出手 偷袭人家 回去指不定怎么挨骂呢 而且也跟自己的人设不符 要知道 南宫横江一直以名门正派 天之骄子自居 天之骄子怎么能在人家 不愿意和自己交手时 逼人家呢 不行 得另想办法 晚上 陈希儿钻进机前屋里 把吃食放下 凑到正睡觉的机前身边 揉声道 机公子 起床了 机前揉了揉心松睡眼 伸了个懒腰道 时间过得可真快 陈希儿笑道 俗话说光阴如剑 便是这等道理 快些用餐吧 机前便坐到桌边 胡乱吃着东西 陈希儿坐在机前对面 煮着脑袋看他吃 越看越觉有趣 笑道 机公子吃得如此之香 哪怕我不饿 也想吃上两口 别客气 反正是你们灿宗的饭 不吃白不吃 机前赶紧给陈希儿盛饭 陈希儿边吃边道 机公子 您那只玄天九尾狐 好像跟来了 不可能 他在云峰城装我呢 机前并不知陈希儿话里的深意 千真万确 不信您出去看 一只玄天九尾狐 正沐浴黄昏 即是天地之间呢 机前来了兴趣 娇娇虽然傲娇了些 到底不是那等不听命令之人 这意味着 又一只玄天九尾狐现实了 若是能将其捉来 让娇娇欲她 自己万寿大军的梦想 便可早日实现 机前忙出门 半空中国有一只玄天九尾狐狐狂奔 注意到机前出门 呼得回声飞来 化作一位肉嘟嘟的小姑娘 掐着腰道 你就是机前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苏小 和你的玄天九尾狐是朋友哟 笑容将在机前脸上 见着玄天九尾狐的人 模样十分幼小 机前还道他没有主人呢 没想到是苏小那个老狐狸精 机前就想不明白了 这帮老家伙 是不是都特喜欢扮嫩 苏小如此 崔玄 大长老亦是如此 说好听点叫反扑归真 说难听点 分明是倒反天刚 您的主人 不是徐家老祖徐广成吗 怎么抛弃主人 跑灿宗放浪行骸来了 机公子真是幽默 是这样 素文您想帮娇娇开尾 只是不解那书上内容 我这才特地敢来帮您 你怎么知道的 秘密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南宫横将 本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原则 向灿宗众弟子打听起机前来 结果不打听不要紧 发现这小子是真的懒 整天静想着 怎么把四肢躺退化 料定自己不可能在维持体面的情况下 让他出手 便另辟蹊径 终于打听到 机前并非无懈可击 这小子虽然懒 但不傻 知道就算有家族罩着 脑子也挺好使 但就怕那不要命的 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所以把目光描向了那只玄天九尾狐 第207章 真正的目的 正好 南宫横江的父亲 和徐家老祖徐广成 有些旧交 和南宫家一样 徐家也想早日弃暗投明 虽然有交交这层关系在 他们不急于投诚 害怕打草惊蛇 但既然是为了机前着想 徐家就必须得做出悲样子 于是苏小便来至灿宗 本想开门见山 奈何不符合南宫横江利益 经他一番窜多 决定给机前出现难题 明面上的说法 是帮机前修行 毕竟此人摆烂程度 人尽皆知 主观能动性极差 必须给点好处 但实际上 南宫横江贼心不死 不过还是想让机前难堪罢了 既是秘密 我就不多问了 那书上内容 你可能解答 机前没打破杀 郭文到底的心思 苏小笑道 我好歹也是徐家老祖所欲之寿 八尾飘扬 聚九尾天虎指一线之隔 天荒大陆人尽皆知 这么贸然帮你 是不是有些态势身份了 你就直说吧 怎么才能帮我解读那本书 机前看出 苏小乃无力不起早之人 苏小微微一笑 实不相瞒 我并不知古籍秘密 之所以能生畏 也是误打误撞 不得要领 机前点了点头 苏小的话倒也有些道理 若他真懂 早告诉娇娇了 何必让自己如此麻烦 不过我虽不懂 世上却有高人能懂 离朝北部 有一不识奇才 通古小金 知之甚多 徐家与其有交 请得他出山 或许能有所得 机前兴奋道 那还等什么 动身吧 苏小暗喜 便和机前 陈希儿 一同来至离朝北部 一座小山村 刚一踏足 陈希儿便觉察道 有些不对劲 低声对机前说道 机公子 您看这土地 黑而松软 生机勃勃 想必此地定有高人 苏小指了指 不远处的墓碑 那便是此地灵力来源 你们看那字 陈希儿和机前仔细看去 那字游龙画风 神力鼓鼓 道不像是字 如同浮路 阵法一般 令人捉摸不透 陈希儿想起 之前曾听人说过 机前扇结阵 便问道 机公子 这等阵法 您可会 机前摇头道 这另一种力量 与浮路 阵法的区别 就像乒乓球 和足球的区别一样 同样是球 但大小不同 玩法一天差地别 陈希儿有些听不明白 正要细问 地上泥土耸动 开出小沟 不一时形成一个离子做起 一一生灰 直扑向三人 苏小忙挡在最前 压住那离子 高声道 冒昧打扰 请前辈见谅 小女子苏小 徐家老祖徐广成所欲之寿 特来拜见先生 离子消散 傅佑化作请字 带着几人往村里走 进了村 陈希儿大开眼界 此处村民不像普通人一般 靠力气过活 而是靠写字 比如上房 写个上字 便能迎风而起 盖房写个成字 木料砖泥便自动组成房子 十分特别见有外人闯入 且个个仪表堂堂 衣着不凡 便有村民上前问道 三位因何事来我们神悲村 苏小作一道 我们是来求见书胜李明李先生的 不知先生现在何处 村民促眉道 李先生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先世 你们难道不知 死了 苏小故作惊讶 别人不知 他还不知这人生平吗 李明原是火家坠绪 修为极高 但因身份饱受排挤 以至于其子常被派去执行危险任务 无端枉死 李明便携妻子叛逃火家 火上自然不会容许这等事情发生 派人追杀 幸有徐家暗中相助 这才让李明逃至此地 初时 李明只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过着隐居生活 但时间一长 李明觉察此地不对劲 村中有座庙 名字极有意思 叫莫名其妙 妙如其名 不供鬼神 供奉的是一座墓碑 碑上写就三个大字 天地人 天地人三字发光 周边还有些偏旁不守 皆十分暗淡 像极了俘虏 阵法 李明本就是修士 便有事没事来此参悟 最终还真就有所得 领悟了那等写字便能施法的术法 虽说不比正法 俘虏一般人尽皆知 但修士往往千奇百怪 慢说用文字当招式 就是借眼神 牙齿施法之人 也大有人在 不足为奇 但有趣就有趣在 李明在身为修士 且修为极高的情况下 竟然在二十年前突然死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被人暗杀了 毕竟不知全貌 什么可能性都有 但更奇怪的是 这些毫无修为的村民们 从那之后 好像得了某种力量一般 也能自由施展那等法术 要知道 这些村民可不像李明一样 修为极高 更有甚者 多是些毫无天赋之人 入道都极困难 怎么会深谙此法 故而 黎朝诸势力 纷纷来至此地 欲一探究竟 但都无所得 便最终遗忘了这里 可基前不同 他曾在禁地领悟天人 何一之大道治理 或许能有所得也不一定 退一万不讲 就算无所得 学会李明的功法 倒也不错 这功法虽不比正法 俘虏 但因脱身文字 文字又是象形 若能参悟 那本秘籍上的古文 便能被基前破解 总之 百利而无一害 前辈 那我们该怎么办 陈希儿还不知苏小在想什么 苏小笑道 能怎么办 去那位先生家看看 或许有什么线索 二位有所不知 字者一通百通 若能学会李明功法 古籍上的字 自然不在话下 三人很快来到一处 破旧的茅草屋前 陈希儿感叹道 前辈当年 想必一意气风发 不想仅二十年过去 便以物是人非 属是唏嘘 陈希儿这一感叹不要紧 连带着苏小也有些失落 人生真短 若非大地 早晚魂归虚无 千百年后 不知谁还能记得我们 正一梦时 不经意间瞥见基前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笑问道 基公子莫非不担心身后事 基前笑道 千秋万岁明 寂寞身后事 一百年太短 我们应只争朝夕 今朝有九经朝醉 才是最佳解决办法 老是担心 未来没什么用 苏小点头 也是 想得再多 也改变不了未来 不如好好修炼来得有用 第208章 怪相 千秋万岁明 寂寞身后事 基公子写的 陈希儿听这诗很有韵味 还是静体诗 凭则用得极好 便好奇问道 不是 是一位叫杜甫的老先生写的 基前可不敢贪天之功 倒不是人品多好 主要是 若让人家知道 自己会写诗 岂不日夜有人上门来讨教 诚然 天荒大陆以修炼为主 但文学这种搅柔作作的艺术形式 这里也不例外 文人雅士数不胜数 到时候 烦都能烦死自己 杜甫 陈希儿与苏小面面相去 二人虽不能说是天荒大陆上的活化石 到底也算有些知识储备 怎定没听说过这人 敢问基公子 这位先生 还有其他著作吗 苏小问道 基前可不是什么好学生 背过的诗不多 尤其杜甫 长写律诗 极长极南辈 更不记得多少 便背出杜甫的望月和登高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陈希儿思绪复杂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苏小大喜 二人异口同声道 好诗 基前笑而不语 这人水平要不高 何苦语文课本上 满是他的诗 正想着 院中浮现无数发光小字 组成基前刚才所念的那两首诗 经久不散 这是何故 苏小醋眉 不论如何 进去一看便知 陈希儿直接推开屋门 走了进去 但见西边墙上一行小字 熠熠生光 苏小大惊 他曾随徐广城来过此地 未曾见过这行小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 这是什么意思 陈希儿上前看了一番 见不认识这些字 十分奇怪 这字怎么和那古籍上一样 基前感到有些似曾相识 虽然没仔细研究过古籍 但大概看过 正好和墙上这字撇那笔画相似 细一脉相承 基公子 这里想必是个道场 我们盘腿端坐 领屋一番如何 苏小知道 外面的两首诗也好 屋内的小字也罢 既然现实 必定不凡 绝对不能就此离去 必须试试 你们误吧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基前此举 早在陈希儿和苏小预料之中 毕竟只要有人能解读秘籍 就成 不用非得基前 二人皆有不得不帮基前的理由 便不理会他 物字盘腿入定 与此同时 南宫横江现身村外 苏小虽来过此地 到底没能将这里和那本古籍联想起来 其实是南宫横江出的主意 如此做 时事为了和基前比比悟性 看谁能更快掌握李明所留功法 虽然不如决斗来得直接 更无法起到立端见影的效果 可谁让基前不喜和人决斗 自己又碍于族中长老威压 不能出手相逼 因此 只能退而求其次 还有几人与南宫横江同行 皆是来自离朝各势力的 有为年轻弟子 受邀参加灿宗鄙视 各个兴高气傲 最是不爽基前一边摆烂 一边修为像坐飞机一样植入云霄 这才被南宫横江窜夺过来 一来做个见证 二来也能为南宫横江兜底 天赋这种事说不清道不明 尤其基前还在洞天伏地中大显神威 所以万一南宫横江输了 还有这些人能为自己保底 南宫公子 此处我曾来过 不如我替你带路如何 神雷殿弟子莫荒寒声道 麻烦莫老弟了 南宫横江摆出一副前辈姿态 莫荒笑而不语 带众人来治理明家 入目便是那两首诗 这诗好生磅礴 众人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投机取巧罢了 南宫横江一脸嫌弃 其实他也知这两首诗极妙 奈何和基前关系匪浅 苏小也好 陈仙也罢 借不上武文弄墨 独独基前 时常出入花楼 那等地方乃是文人默克的天然温床 想来他是那时学会的 心生极度 这才口是心非 莫荒等人笑而不语 他们可不知南宫横江想法 还到这小子不懂文学 故而笑容中略带嘲讽之意 咱们进去吧 南宫横江与易干人等闯入 正巧基前无事 出了屋子 与众人撞个正着 这不是基公子吗 缘分啊 南宫横江上前言语 基前冷笑道 南宫公子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难道想不顾南宫家颜面 强行逼我出手不成 基前虽不知南宫横江 为何要和自己过不去 但很清楚 此人身受权皇屠毒 发了疯一样 想和自己决斗 这才如此说话 南宫横江冷然道 基公子误会了 我可不是那等无耻小人 今日来此 实是为了仓武功法 基前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找自己决斗 想干嘛干嘛去 自己可管不着 南宫横江带着几人走了进去 见墙上有行小字 莫荒与苏小一样感到惊讶 听人说 李明死时留下一个谜题 说是要等有缘人来破解 莫非真就等到了不成 众人面面相去 苏小一有些惊讶 慢说其余人 徐家和李明关系匪浅 所谓谜题一事 为何徐家进不知晓 反倒一个神雷殿弟子 了如指掌 南宫横江美好气道 这有缘人定是我们中的一个 与那基前毫无干系 众人不理 纷纷盘腿入定 南宫横江则不急 出了门来找基前纪公子 这功法极妙 莫非你一点都不动心 基前摇头 南宫横江表情复杂 基前若是不参与 自己整这一出 还有什么意思 纪公子 这功法可能助你参悟古籍 我知道啊 陈希儿和苏小不是在参悟吗 他们俩会了之后 我不照样能破解古籍 可是 可是功法是你的呀 这将自当作法术的功法 天荒大陆罕见 学成之后 或许修真之路能更平顺 也说不定 骗谁呢 这所谓文字功法 和福禄 阵法大同小异 我皆大成 何必再追求这些有的没的 南宫横江彻底被基前打败 行 你不是吧 等到时候我有所成 看大家怎么骂你 南宫横江索性不管基前 来到屋中 与众人一同入定 调息周天 参悟大道 可这里并非禁地 那等动天福地 众人又见识短浅 空有天赋 哪里能有所得 正无从下手时 苏小率先有所得 他乃妖兽 虽和修士一般有境界之分 到底比人更贴近自然 便将功法融入墙中 不容不要紧 墙上几个笔画耸动 组成一个帝字 第209章 天地人三才合一 苏小大喜 欲要去捉 却哪里捉得住 那字穿梭于墙上诸小字之间 十分灵活 诸位 麻烦一同出手 抓那帝字 众人听闻此话 纷纷睁眼 见一小字如鱼得水 便知那字是关键所在 凝成一股绳 自四面八方围堵那个帝字 帝字见势头不妙 竟活动了一下身子 从墙上跳了出来 众人忙站定 使术法去捉 却哪里捉得住 疏忽间被他逃出小院 不见了踪影 帝字出自此地 料其不会逃远 咱们还是老规矩 四面八方围堵他 苏小一声令下 众人当即执行命令 须于间 整个村庄鸡犬不宁 气得村民们纷纷破口大骂 另一边 鸡前闲来无事 在村中晃悠 不经意间来到莫名其妙前 恰逢里头泛光 鸡前便走了进去 光源来自天地人三字中的地字 好像酒吧的聚光灯一般 引得其上一些奇怪笔画 不断跳动 鸡前正好奇时 忽觉察到一丝异样 本能施法 展开一道帷幕般的屏障 恰好这时 一道天雷从天而降 击破庙顶 打在帷幕上 被其吸收 半空中 莫荒建庙内站着的不是旁人 正是鸡前 大惊道 我这五雷神法 竟被他轻松破茧 看来鸡公子人品虽差 到底手艺不潮 正说间 弟子跑进庙里 原来 他之所以向莫名其妙披雷 正是因预判了弟子行径 这才如此 不想这弟子闪避点点满 战术停顿 这才没能让他如愿 这时 苏小等人一赶了过来 纷纷问莫荒弟子去向 莫荒指向莫名其妙 众人当即踏空而去 发呆 鸡公子 可曾看见一个字跑进来了 苏小问道 鸡前点头道 是个弟子吧 他和这墓碑上的弟子 融为一体了 有这等事 苏小忙盘腿入定 其余人纷纷效仿 再次凝成一股绳 朝那个弟子逼去 不想这次 却不像先前在里面故居 一般顺利 那弟子似乎有了什么庇护 任凭他们如何撩拨 就是不为所动 苏小看了眼鸡前 心生一计 无论如何 鸡前曾触发秘阵 由他出手 想必比他们更为有用 便道 麻烦鸡公子入定 调动周天灵气入杯 或可将其逼出来 咱们都不行 他哪来的能力 将那字逼出来 南宫横江睁眼嘲讽 陈希儿不悦道 南宫公子 鸡公子虽顽困酷了些 天赋却非常人能及 切莫瞧不起人 南宫横江冷笑道 瞧不起人 我倒是想瞧得起他 这人酷爱百烂 有什么资格让我瞧得起 住口 苏小力声打断 南宫横江灯时大怒 徐家虽与南宫家关系匪浅 到底苏小是徐广成所欲妖兽 说难听点 分明是坐骑 与宠物无异 有什么资格对自己发号施令 当即要反驳 不想 墓碑上天人二字异议升光 原来是这样 苏小恍然大悟 这二字之所以升光 乃是因为 姬前刚才首剑 拍了墓碑一下 联想到姬前曾在 洞天伏地之中有所悟 那洞天伏地 又好称能天人合一 细究之下 果不其然 那弟子从墓碑中跳了出来 众人纷纷扑去 不想弟子反应极快 钻进姬前体内 众人面面相去 什么意思 他们费了这么大劲 都没抓住的关键所在 竟然主动投奔姬前了 陈希儿见苏小并不惊讶 忙问道 前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小笑着解释道 李明所悟 便是天地人之弟子治理 却无法真正为其所用 姬公子却不同 得了天人 体内灵器与我等大相径庭 正好和弟子互相吸引 陈希儿明白过来 怪不得姬前随便念两首诗 院内便有文字显现 那时陈希儿还以为是 这诗文采极好 这才打动这一方天地 不承想 原来是因为姬前先前在洞天伏地所悟 说白了 他就是畅首黄谣 这一方天地也定会有所感应 全是因姬前误打误撞 正好能让此地另眼相看 姬公子 长提人说 天人合一乃是正道 如今您天地人三才合一 想必更为厉害 可有什么感觉 苏小上前问道 姬前摇头道 感觉 感觉 感觉你身上胡臭味真大 苏小强忍怒意 姬公子真幽默 快些说正事 姬前苦笑着摇头 他对天发誓 是真没什么感觉 那您看这墓上文字 可有什么见解 姬前定睛看去 竟与先前不同 他接认的 上面说 福帝 福帝焚天人 太阴逆转有精神 姬前磕磕绊绊读了出来 众人面面相去 莫慌道 苏前辈 您见识广 可知这些文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 苏小摇头 走 回李明家看看 众人回到李明家 苏小再次让姬前 把上面的字读出来 不认识 姬前两手一摊 一副滚刀肉模样 傻子都能看出来 姬前不是不认识 是不想读 刚才那弟子 可把他们折磨得不轻 足以看出 这些文字 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力量 定能助他们精进修为 故而除南宫横江以外 所有人皆上前恭为姬前 南宫横江 失之以鼻道 看看你们那副嘴脸 还说什么罪事瞧不起姬前 如今看来 都是些墙头草 恨不得给人家牵马坠灯呢 莫荒怕南宫横江坏事 忙到 你少诬陷好人 我们何时说过这等话 南宫横江本就不想 替他们隐瞒此事 更何况 他们还恭为姬前 早已偏离了自己的本来目的 便到你们敢对天道发誓 没说过这等话吗 莫荒见南宫横江撕破脸皮 索性也不装了 还说我们呢 你今天来这里 莫非是只是想得到 姬公子 不瞒你说 这小子来这里的目的 是想让您难堪 我们可以作证 其他人纷纷附和 毕竟已撕破了脸 姬前必然知晓他们的想法 因此 最好的法子 是赶紧获水东印 让姬前对南宫横江心生厌恶 第210章 随手画符 你们 你们血口喷人 南宫横江连忙否认 虽然他不怕姬前 但这种事 可不能摆在明面上 且不说苏小不能答应 就是南宫家的老祖们 得知此事后 也绝不会放过自己 既然如此 你敢对天道发誓吗 莫荒丝毫不给南宫横江面子 你找死 南宫横江害怕这事 成既定事实 干脆把水搅浑 率先向莫荒出手 莫荒也不是宁捏的 使雷法反击 二人斗在一处 难解难分 苏小见他们狗咬狗 甚是开心 凑到姬前身边道 姬公子 这事我并不知晓 若你不信 我可对天道发誓 就算知晓也无妨 他们不敢向我出手 姬前十分自信 道理很简单 自己修为虽不高 可牵扯着诸方势力的利益 他们岂敢动自己 趁他们转移注意力 您能否小声告诉我 这墙上到底写了什么 苏小关心起墙上文字 姬前冷笑道 就算知道 你也绝无所得 苏小猝没道 这是为何 姬前解释道 墙上的字连不成整句话 已到了狗屁不通的地步 依我看来 得与洞天伏地一并参悟才成 可惜 那里已经被毁 别想着走捷径了 还是努力修炼吧 苏小势然一笑 他还以为姬前不说 是因怕他们有所静静 不想 原来是不愿他们到心有损 看来这小子 并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明天地人三才合一 按说必有增益 莫非真就毫无感觉 苏小贼心不死 姬前摇头道 真的毫无感觉 苏小不信 您画张幅 画就画 姬前抬手 用食指在半空中乱画 有趣的是 半空中清光异矣 片刻后 果然飘着张幅 苏小大惊 姬前比他更为惊讶 天地良心 姬前本来就是想 糊弄一下苏小 逗他玩玩 让他失去耐心 谁承想 自己竟然能徒手画福 这尼玛不就是通天路吗 抄袭都不被人了是吧 果然 这功法与福道 正道相通 自然能提供增益 恭喜姬公子又有所得 苏小笑道 姬前不理 真要是一招进阶大地进 姬前自然开心 但这种增益相当有限 就算有用 也就有点小用 关键时刻 根本指望不上好友去的福 陈希儿凑来点了一下 这福便静止向前飞去 正巧福正前方 是斗在一起的南宫横江和墨荒 二人觉察到危险临近 纷纷避让 福却比他们更快 呼得变成一团火球 映射火光击向两人 墨荒与南宫横江 皆施法抵挡 那火光却无视他们的术法 惊得二人连忙躲避 轰隆 两边墙壁被打出一个大洞 二人定睛看去 洞外各有两道白云飘过 亦出现一个 等比例放大的大洞 鸡公子好手段 未曾动手的几名弟子 纷纷恭维 虽然有讨好成分 但更多的 还是被鸡前那张福的威力惊讶到了 这才如此夸赞鸡前 于鸡公子而言 不过略是小数罢了 诸位不必在意 鸡前无心装杯 不代表陈希儿会放过这个机会 赶紧帮鸡前说些看似谦卑 实则狂妄无比的话 走吧 鸡前真就不在意 起身便走 苏小和陈希儿连忙跟上 三人却未回灿宗 而是一起来到云丰城 老远便看见杨恒忠 站在门口等候 鸡前再度离开后 这老小子贼心不死 日日守在门口 等鸡前回来 好当面知他的善离职守之罪 鸡公子 不如咱们从后门进吧 陈希儿知道 杨恒忠不是好惹的 赶紧劝鸡前 鸡前摆手道 别啊 没他逗着玩 我可上哪找乐子去 鸡前迎拿而上 落到杨恒忠面前 笑道 这不是杨大人吗 几日不见 怎么受了 杨恒忠大怒 你还敢回来 我还道 前番不辞而别 是为解救孙大人 不想依旧是个桀骜不驯之人 竟敢善离职守 该当何罪 鸡前耸了耸肩 杨大人此言诧异 你想啊 主力都在前线 北方皆是名夫 若有修饰闹事 岂不完蛋 虽有击溃等族中高人守在身边 到底我修为太低 万一中了别人掉虎离山之计 该当如何 因此 我这才善离职守 去提升修为了 提升修为 你 杨恒忠难以置信 也是他自己作死 别说人了 就是一只公鸡 但凡敢 不按时辰打鸣 都得训他一顿 故而苟见了都躲着 没人告诉他 鸡前已是龙桥境中期修士 还到鸡前仍旧是那个 除了完全谋 什么都不会的顽固 这才如此说 这两位皆是修士 你问问他们 我不问 他们与你相熟 自然帮你说话 陈希儿哭笑不得 杨大人 您不信的话 可以问问鸡家人 或娇娇姑娘 实在不行 写封信问问太子殿下 您消息也太闭塞了 大家可都知道 鸡公子修为有所提升了 真的 杨恒忠将信将疑 那是自然 陈希儿颇为无奈 杨恒忠拂袖离去 边走边没好气 到这次算你走运 若再被我抓到 小心本官参你一本 苏小醋梅道 这是哪来的穷酸腐乳 真讨人嫌 鸡前苦笑道 这种人非同反响 可以打 可以骂 就是不能杀 你说可恨不可恨 可恨 太可恨了 苏小恍然大悟 怪不得鸡公子想法 与常人不同 有这么一群活宝围在身边 不管是谁 都得被逼疯 三人来到大堂 娇娇正处理公务 见熟人来了 大喜道 小小姐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苏小笑道 当然 是你的四苏体相风 娇娇翻了个白眼 老不正经 苏小轻点娇娇鼻尖 小不正经 说道 说正事 把那本古籍拿来 让鸡公子看看 好嘞 哎 什么叫让鸡公子看看 鸡前虽不能说 大字不识一个 但也大差不差 很多古诗词 都搞不懂什么意思 更何况一本古籍 再说了 他若是能懂 早告诉自己了 完全没理由瞒着自己啊 第211章 古籍的内容 你忘了你家主人什么人了 不修炼归不修炼 时运却是极好 人家有了通晓 所有文字的能力 苏小语气中满是调侃 是是 我们家鸡公子是谁啊 那可是能一招提升四个小境界 当着别人的面 瞬间提升一个小境界的神人 咱可比不了 娇娇比苏小 更阴阳怪气 陈希儿小声道 鸡公子 这你能忍 忍一步海阔天空 鸡前一脸无所谓 古籍拿上来 鸡前招呼小思 笔墨只厌伺候 一边翻看 一边将文字翻译过来 应有福到底子 他写字速度很快 半个时辰 便将古籍翻译完成 给了娇娇 苏小 陈希儿凑过去 和娇娇一同翻看 越看越入迷 这古籍上 却有玄天九尾胡声尾方法的记载 但只沾一小部分 大部分是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 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看来是被人为阉割过的 三人思考之际 燕然端着茶走进来 听说鸡前回来 他自然要来见见 便以上茶为由出现 将茶放下后 来到鸡前身后 抬起掀手 轻轻帮他捏肩 鸡前输了口气 还是燕然好 知道自己累坏了 二话不说 就给自己按摩 公子辛苦了 燕然在鸡前耳边低语 相逢扑面来 俗媚入骨 鸡前很是受用 默默点头 您不知道 这些十日 您都成云丰城人静皆知的大人物了 大家都说 您是神仙转世 不然岂会有那等奇遇 燕然发自内心佩服鸡前 他还以为鸡前只会完全谋 没想到认真修炼起来 天荒大路径 无人能敌 说起来 当初自己求太子殿下 把自己赏给鸡前时 宫中宫女还曾说三道四 这下好了 啪啪打脸了吧 论看男人的眼光 自己可是独一份 也就前后脚的功夫 击溃赶来 比起燕然的名吹暗捧 他对鸡前进来的遭遇 并不感到惊讶 毕竟是大帝之姿 没这种表现 才令人奇怪 故而不提着查 言道 你回来得正好 有件事 我得跟你说一声 前几日 有黎朝修士在白平城闹事 我派一名弟子前去查探 几日不见回报 正好你修为 已达龙桥境中期 想必能担此重任 虽然鸡前才是 明面上的总指挥 但毕竟鸡是族中长辈 又见多识广 肯主动帮自己承担药物 鸡前自然由着他 发号施令 并不生气 但令鸡前感到奇怪的是 鸡前又没什么事 干嘛不亲自去 您不会像三祖一样 想逼我修炼吧 这是鸡前能想到的 最合理的解释 鸡前哭笑不得道 你想多了 依我个人浅见 别的不知道 仙徒并无努力 一定成功一说 全靠悟性 再者说 亚苗助长的道理 我不是不懂 没必要如此 之所以让你去 是因为我有要事在身 据可靠消息 云丰城混进来 一个渡海静修室 我得留下坐镇 鸡前点头道 即使如此 我去看看 汐儿姑娘 麻烦你 跟我一起去吧 好 陈汐儿左看右看 这些字认识自己 自己却不认识这些字 索性不再多想 陪着鸡前来到白平城 白平城守将 严林云 听说鸡前来了 赶紧出门迎接 大将军亲临此地 末将有失远迎 还请您恕罪 严林云虽然武艺高强 但并非修士 一心报国 却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若非鸡前募军时 看中了他 现在还在乡下种地呢 故而严林云 将鸡前视作薄乐 不管别人怎么看 心里将他当作大哥 发誓效忠 这才如此尊重鸡前 严将军 你可见到鸡家人了 鸡前寒声道 严林云忙摇头道 回您话 末将未曾见过 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介普通人 要不是前朝缺兵 也能担此重任 鸡前点头道 那就好 但愿你和黎朝梅牵扯 此话宛如五雷轰顶 令严林云大惊失色 鸡公子这是何意 莫非是不信任自己了 或者说 他其实将自己当作了 那等会轻易背叛 他的无耻鼠卑 将军 在下一片忠心 天地可见 请您万万相信在下 严林云想都没想 直接跪下 语气甚至有些哽咽 鸡前一脸无奈 他刚才那番话 其实是因为 身受三流影视剧荼毒 顺嘴突如出来的 没想到严林云 竟然当真了 严将军快快请起 你一片赤胆忠心 天地可见 我岂能不信任你 严林云说什么也不起来 信誓旦旦道 将军有所不知 严林云自小心怀 凌云壮志 这才自取了这个名字 若不是您赏识 怕是要一生不得志 郁郁而终 岂敢有父名之殷妾盼望 鸡前别提多无奈了 大哥 我要是说我真没那意思 你相信吗 好了好了 本将军皆知道 起来吧 又劝了一番 严林云这才起来 但还是觉得 鸡前恐会心存借地 主动请应道 将军 我愿将此事查个底朝天 好自证清白 鸡前欲哭无泪 大哥 别闹了成不成 你就是个普通人 真要是去了 谁帮我镇守白平城 快 帮我掉些不起眼的士兵来 不起眼 我是来查失踪案的 不能高调行事 末将遵命 严林云走后 陈希儿无嘴笑道 鸡公子真有识人之名 这等天真纯粹之人 若非是您 还真找不到呢 鸡前无语 倒不是说不喜欢这种人 不论能力如何 忠心耿耿的人 到哪里都吃香 可话说回来 性子再直 也得有个度吧 好家伙 因为一句话 便要死要活 默默唧唧跟个娘们一样 偏偏你还不能赶走他 不然影响可不好 以后说不定没人跟你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欲戴王冠 必成其重啊 不久 严林云找来些人 交给鸡前 请殷道 将军 让我也跟着去吧 鸡前哭笑不得道 你在白平城人静皆知 跟着我 岂不暴露目标 留下吧 你这猪脑子 我有大用 是 也不知是装的还是真的 严林云竟没听出来 鸡前在调侃自己 只听到鸡前说 自己有大用 竟喜不自胜 第212章 主动现身 半个时辰后 鸡前带着人赶到荒郊野外 吩咐众人道 你们拿上这个 鸡前亮出几个传讯玉佩 给众人分了 接着道 你们单独行动 去周围村子里装高手 用不了多久 一定会有修士来找你们 记住千万忍住困意别睡 到时候敲一下传讯玉佩 我这边自然能听到 几人醋没到 将军 这高手该 该怎么装 鸡前笑道 这还不简单 豊朝北部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不说十事九空 怎么这也有空院子 你们专找这种破院子藏身 不管见谁 都不说话 村里要是有人欺负你们 就笑 不停地笑 但别笑得太傻 容易被人当成乞丐 人家要是问你们 为啥不还手 就说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明白了吗 众人接点头 鸡前认真交代道 记住了 让你们装高手 是为了骗别人 别连自己也骗了 万一真把控不住局面 即将被人揍死 一定得用传讯玉佩喊我 众人齐声道 遵命 言霸纷纷离去 真的能行吗 他们好像没有现身的理由啊 鸡前笑道 怎么没有 乡下突然来了这么多高手 他们难道真就坐以待毙 只要动身 就一定会有迹可循 陈希儿似懂非懂 但想到 鸡前是玩弄人心的一把好手 便点头表示认同 次日傍晚 刘家铺子 村西头陈老三家 从信使就能看出 这个陈老三 不是刘家铺子当地人 是外来户 所以强行征兵的人来了之后 村长自然而然把他家卖了 故而院子已经荒废许久 然而今天却不同 听说有个乞丐来这里避难 村里人吓坏了 不管是前朝人还是离朝人 若非凡人 定会在这里爆发一场大战 神仙交手 凡人遭殃 他们刚从鸡前颁布的政策中获益 不能说家有鱼粮 到底也能温饱 不用再吃草根树皮 所以他们必须得来探探虚实 有趣的是 那人竟然始终一言不发 又耐不住性子的 直接捡起石头扔了过去 那人并不躲 而是冷冷笑着 不笑不要紧 大家更生气 他连石头都躲不开 便想当然地以为他是普通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于是 试探变成了围殴 等大家解气之后 那人已被揍得鼻青脸肿 有些神志不清 村里有个妇女看不下去 同时也为刘家铺子着想 万一人家是个不是出的高手 把人家惹怒了 刘家铺子可要化成鸡粉了 所以上前关心道 这位先生 您怎么 怎么不还手呀 哪怕说句话 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生气 看把您打的 那人冷笑道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妇女大惊 忙逃走 这件事第二天一早 便在村里传开了 虽然大多数人没什么文化 但也有懂行的 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本着有困难找官家的优良想法 村长刘二马子前去官府 告知此事 黎朝的行政区话 和基前前是差不多 村网上市乡 但不常设乡长植物 由支县派庭院分寻各乡 不定气人换 这一办法 虽然能保证这些庭院 无法在乡里作威作福 但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责任心 上任之后 一般不管是 人品好的混吃等死 人品不好的 吃拿卡药 脏活累活 都丢给常住的香葵 刘二马子来见的这人 便是本乡的香葵 名叫赵传胜 望着眼前极大的三进院 里头还有小厮和丫鬟来回走动 刘二马子大惊 虽然比不上基前家奢靡 但这可是在乡下 而且村长来过香葵家里 此前可没这么辉煌 这是怎么回事 你找谁 左边脸上有刻制的管家 见刘二马子 站在门口左看右看 有些警惕 您是也不认识小人 小人刘二马子 刘家铺子村长 有事求见香葵 跟我来吧 管家带着刘二马子来到大堂 赵传胜坐在杂木打成的太师椅上 一边盘手串 一边享受身后家人的按摩 很是惬意 香葵大人 小人刘二马子 给您问好了刘二马子上前谄妹道 老二啊 进来少见啊 赵传胜睁睁开眼睛 瞟了眼刘二马子 刘二马子笑道 香葵哪里话 我们乡下人自然不敢贸然登堂入室 冲撞了您可是大罪 看来是有事 说吧 什么事 毕竟是同乡 抬头不见低头见 赵传胜不打算直接拒绝 而是先问问情况 再做打算也不迟 是这样 我们村来了个怪人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问他为啥 嘟囔什么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有可能是那边的人 您看 什么 赵传胜吓得坐直了腰 他的豪宅美女 其实都是那边的人给的 他们自然不会白花钱 行动之前 一定会来找赵传胜 没人来还则罢了 有人来最好帮忙打个掩护 可那边的人 这两天没来找过自己 怎么会有修士出现 联想到那个 消失在这里的机家修士 赵传胜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机前派来的 知道了 你回去吧 是 刘二马子走后 赵传胜来到后院库房里 找到那只那边的人 留下来的学生鹰 将情况一五一时讲明 随后放飞 次日早上 刘家铺子那名士兵睡得正香 呼得觉察到什么异样 赶忙去摸传声玉佩 与此同时 一把剑已架在他脖子上 你是什么人 面前站着一个白衣男子 面色冰亡 士兵赶忙道 我 我就是个普通人 白衣男子不傻 自然知道这士兵是普通人 不然早就直接动手了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修士 强烈的求生欲 让士兵大脑飞速运转 几乎在一瞬间 想出了应对之法 乱世人命剑如草剑 像我这样的乞丐 要么被人煮了吃 要么被赶走 不装高深一点 实在混不下去 白衣男子醋眉 他并不是恶人 更没到滥杀无辜的地步 更何况 这人真的没什么修为 还是离朝本地人 故而有些纠结是否要动手 这时 房顶被人砸坏 白衣男子想跑 为时已晚 第213章 道德绑架 两腿一软 白衣男子摔在地上 详使竖法 却力不从心 大惊道 这是 这是什么功法 姬前冷笑道 扰江十二栋 我丈母娘 显参教的秘书 陈希儿疑惑道 姬公子何时定清了 整段垮掉 姬前叹道 大姐 我开玩笑呢 你没听出来 哦 陈希儿摸了摸小脑袋瓜 挤出一个略带歉意 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可以啊 竟然不杀他 你小子还是个正人君子 传声玉佩把现场声音传回来时 姬前真有些担心这位士兵 这可不是修士之间 点到为止的鄙视 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国战 一般人都会秉承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白衣男子冷笑道 你当我是你吗 卑鄙道利用乞丐 也是我离朝该亡 若是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吃饱穿暖 哪里能让你这等人有机可乘 姬前小熊贪手道 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不是那种人 这家伙并不是百姓 是我前朝堂堂正正的一名军人 军人你懂吗 白衣男子先是一愣 随后势然大笑 也是 毕竟这是敌战区 谁能分清敌友 是我眼中 不够心狠 成王败寇 动手便是 姬前来了兴趣 不打算杀他 问道 若是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杀他吗 白衣男子坚定摇头 我乃堂堂正正的修士 岂能与凡人动手 有失体统 姬前更喜 没想到这白衣男子 竟还是个和火炎凤一样的真男人 立场不同 姬前固然不能心慈手软 但即使作为对手 他也相当尊重这种人 你是哪门哪派的弟子 白衣男子不答 这又不是什么机密 就算告诉我 我也没办法直接报复你们家族不是 你如此赤诚 留下家族 姓名再赴死 岂不也算没白火一场 白衣男子被姬前说动 答道 在夏天恒宫第四长老徒孙 秦广明 又是天恒宫 你们干嘛只小打小闹 不直接出手 无可奉告 姬前知道 这种人吃软不吃硬 便上前劝道 哥们 听我一句劝 两国交战 那是权贵们的事 咱们这些修士 真没必要太当真 秦广明怒道 数字竟敢坏我道心 你会投降吗 姬前摇头道 当然不会 但同时 我也不会像你这么傻 区区驻基进中期修为跑敌战区送死 你难道真没想过 这里头有什么猫腻 世上虽缺你这种人 却不缺利用你这种人 达到自己目的的阴谋家 想必你也在这里待了不少十日了 试问我前朝大军到来之后 可曾与民有犯 不仅没有 还开荒种地 免除赋税 百姓们的日子 比之前过得还要好 秦广明无言 他不瞎 自然看到了这些 但终归过不了心理那道看 好吧 我不抢求你 但你得告诉我 是谁把这事捅出去的 姬前不傻 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 当地肯定有叛徒和他们理应外合 不对 好像不该说人家叛徒 站在人家的立场上 分明是忍辱负重的英雄豪杰 无可奉告 要杀要寡 尽管动手 你当我傻呀 要知道 姬前府上还养着一个比秦广明更执拗的家伙 一天天吃饱了没事干 竟想着怎么找自己麻烦 但对付这种人 还是那句话随便打骂 却绝不能杀 杀了人家 你必一丑万年再说了 如姬前所说 两国交战 本质上是高层在博弈 自己并非既得利益者 干嘛非得主动懒责 秦广明又不像杨恒忠 喜欢骂人 留下也未尝不可 前朝的政策汇集万民 所以叛徒一定是被你们高价收买的 你好好想想 不正是这些贪官污吏 才使离朝节节败退吗 又有你们在背后撑腰 那家伙不知如何作威作福 欺压百姓吗 你放屁 秦广明大怒 姬前冷笑道 是不是胡言乱语 你自己清楚 两国交战 各位其主 杀些士兵 修士 倒也情有可原 但像你这样 与贪官污吏苟合 欺压百姓者 无论到任何时候 都为人不耻 秦广明张大嘴巴想要争辩 却一个字也奔不出来 他这种人心高气傲 向来认为自己出于尼而不然 岂能让自己有这等污点 是 是香葵赵传胜 秦广明为名声着想 最终和盘托出 陈希儿笑得合不拢嘴 还是姬公子厉害 一通道德绑架 比用刑有用得多 你走吧 姬前大手一挥 秦广明身上的毒消散 是 什么 秦广明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让你走没听见吗 老子可不是什么慈善家 没工夫管你饭吃 只是我说的那些话 你好好记住 黎朝不为民众着想 率先挑起战争 你还有什么理由效忠他们 是 是前朝先下的战书 姬前苦笑道 秦大仙人 别骗自己了成吗 你是天恒宫长老的徒孙 如何不知 当年你们有位长老 混进前朝一世 秦广明无言以对 赶紧滚吧 秦广明见姬前真心放自己 便起身离开 陈希儿压抑道 为何不留着他 就算姬公子不想杀他 留下来用于交换姬家修士 也是极好的 姬前摇头道 用于交换人质 怎么能凸显出 我伟光正的品格来 而且我有预感 姬家那位修士 得靠我们自己解救 陈希儿听得云里雾里 姬前则借此机会 拿起传声玉佩 对所有人说道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都回白平城吧 遵命 走 去见见香葵 不一时 二人来至香葵院外 和刘二麻子一样 陈希儿亦感到有些惊讶 这也太奢华了 区区香葵 竟能如此享受 真是罕见 姬前笑道 小官聚贪 习惯就好 严霸带着陈希儿走进院子 小四见两人硬闯 狗杖人士 连原油都不问 抄起棍子便打两人 起料姬前和陈希儿 皆是修士 在他们眼里 这些人和猪狗没什么区别 一个眼神便接倒地 第214章 引蛇出洞 事情很快传到赵传胜处 管家边擦汗边道 老爷 该不会是事情暴露 有人寻仇来了吧 应该不会 没有证据 他们不敢妄动 赵传胜比管家镇静得多 管家猝没道 老爷 您糊涂啊 只此危难之际 您别怪小人说话直 您连个官都不是 芝麻绿豆大小的蝼蚁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赵传胜怒道 你竟敢出言不许 实话告诉你 前朝刚站这里不久 若是毫无证据 便杀了我 影响极大 他们承担不起 好好 承担不起 您继续做您的白日梦 小人家里还有事 向您请两天假 你什么意思 想跑 良情责目而欺 老子白养你了 赵传胜大怒 本就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出身 便不顾及颜面 攥紧拳头便打 管家一边躲 一边向正门跑去 恰好机前和陈希儿出现 四人面面相去 二位大人 我是来串门的 此事不敢我试 您二位明察 管家一眼便看出 这两人身份不简单 且不说 二人衣着皆十分罕见 气质非凡 仪表堂堂 就是陈希儿一介女流 敢抛头露面 便足以证明 他们有备而来 机前歪着脑袋 看向跪在地上 不停磕头的管家 想不到这等偏僻之处 还有如此有眼色的人 赵传胜比管家狂妄得多 舔着大肚子背着手 寒声道 二位贸然打进我家 适合道理 机前四处看了看 冷然道 你一介相魁 俸禄低微 焉有这等宅院 赵传胜早有应对之法 有官家颁布之法令为依据 凡百姓者 皆可开肯荒田 所得归为己有 我干得好 不行吗 当然可以 机前看向管家 来 你说说 他此前有多少田地 赵传胜变了脸 万万没想到 来的这两人 竟然跟自己玩这一招 回大人话 在此之前 他只有几赏汉地 还被当时的庭院敲诈走了 这房子是意外多的 至于具体 是从何处 小人并无证据 不敢妄加猜测 机前笑着 看向赵传胜 赵相魁 你还有何话可说 赵传胜冷笑道 若杀我 与我同职者 将人人自危 机前定饶不了你 机前 你是说那位大将军 不巧 我和他相识 不如我 帮你把他请过来 机前原地转了个圈 故作惊讶道 呀呀呀 看我这脑子 怎么忘了 我也叫机前 敢问赵相魁 你说的可是我 你 你是机前 赵传胜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多大点是 怎么惊动这位老阴谋家 亲自下场了 管家松了口气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实时误者为俊杰 还好自己有眼色 不然非得被赵传胜 拉出来 卑姑不可 饶事如此 那又如何 你敢杀我吗 杀你 谁杀你了 赵相魁可不要胡说 是你贪污腐败 激起名分 惹得大家群起而攻之 大将军 小人知错了 求你饶了小人吧 赵传胜甚至没来得及 收拢脸上的得意 积极丝滑地跪在管家身边 不停向机前磕头 陈希儿无嘴大笑 让你狂 现在知道 什么叫与你之别了吧 说实话 即使陈希儿心思单纯 也能看出点门道 赵传胜那些话 根本不足以威胁到机前 穷乡僻壤的 谁知道赵传胜是怎么死的 而且 就算对不公堂 机前给他来一顿杀威棒 这小子 也绝对会如实招供 之所以 陪他玩全谋小游戏 就是想彻底击溃这家伙的心理防线 好让他主动配合机前 不曾想 这小子竟还真的以为自己 能在机前面前邀五喝六 也是真有意思 说吧 你是怎么和黎朝那帮人联系的 是 是用学生音 现在就用学生音告诉他们 我来过 但没发现什么猫腻 明白 赵传胜像知听话的小奶狗 赶忙冲进库房 找到学生音 将机前刚才说的那番话 说给学生音 随后放飞 陈希儿疑惑道 干嘛要故意暴露呢 机前笑道 打草惊蛇 还有另一种解释 叫引蛇出洞 而且这么做 也能让那帮人怀疑秦广明 算是一举两得 陈希儿恍然大悟 机公子修为 全谋两手抓 真是个狠人啊 机前笑而不语 不久 二十里外 天玉谷 天横宫众人聚在一起 听完学生音传来的情报 皆看向刚回来不久的秦广明 近几日 只有秦广明离开过 傻子都知道 情报是他泄露的 秦广明也不是那等敢做不敢当之人 点头道 没错 是我说的 赵传胜 那等贪财之人 岂能与我们为伍 大丈夫殷勤的正坐的端 玩些阴谋诡计 到底不是正道 秦广明师父陪寒大怒 你糊涂 这是战争 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还讲个什么公平公正 真要是公平公正 前朝何必派神威军 赌我离朝北军后路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不计代价凯旋 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因是师父 秦广明出于尊重 并不反驳 却也不低头认错 耿着脖子不说话 不仅基前这样的人被人讨厌 秦广明也不例外 平日里言语绿极也就算了 还要求别人跟他一样高尚 甚至到了魔政的地步 和阳恒中一样 使尽各种办法 逼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 这谁受得了 裴师说 秦师兄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 您可不能只骂两句就完了 现在是战时 更得严加管教 您千万别互犊子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忠心思想就一个 秦广明必须为此事付出代价 偏偏这货还是个一根筋 历声道 弟子甘愿受罚 以至于裴涵就算想偏袒他 也以没了台阶下也罢 把上衣脱了 秦广明照做 裴涵仰起鞭子便打 打了没几下 有弟子拦住道 裴师说 没您这么乏人的吧 他可是助激进修士 您用玄品法器打他 是真没好东西了 还是不舍得打 裴涵剑被戳穿 只好道 岁氏不入流的玄品法器 到底由我功法加深 他本想认真 不想天恒宫弟子直接打断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让您惩罚秦师兄到底不好 我们来替您 第215章 新的法度 此我家事 便不劳烦诸位了 裴涵仕途蒙混过关 然而都是千年的狐狸 谁不知裴涵现在在想些什么 前辈 一名弟子上前拿过皮鞭 裴涵没法子 只能松手 背过身去 使个小数法将五感封闭 试图通过这一方式 忘记之后即将发生的一切 那名弟子冷笑道 师兄 得罪了 我修为比您低 希望您别使什么小法术骗我 秦广明美好气道 你当我是你们吗 大丈夫型的正坐的端 要打便打 少说废话 那名弟子大喜 扬起鞭子便打 因他用了术法 加之秦广明刻意没提防 不一会儿便皮开肉绽 累了吧 我来 又有弟子站了出来 半个时辰后 在众弟子接力下 秦广明已被打得奄奄一息 众人却毫不在意 依旧大笑着惩罚秦广明 百明了是在借机报复 秦广明虽做好了接受惩罚的准备 但实在忍不得众人那等嘲笑姿态 漠然间想起积前先前所言 所谓正义 莫非便是如此吗 没人在乎 离朝风雨飘摇 百姓流离失所 不过是怕离朝覆灭之后 为前朝所不容 这才拼尽全力与其死战 既得利益者的丑恶嘴脸 昭然若揭 可话说回来 难道自己真就要投靠机前 为后世所不容 这边受苦受累 机前那边却惬意得很 为了保证 自己不被机前弄死 赵传胜使出浑身解数 试图讨好机前 可惜 哪怕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山珍海味 与金屋所藏之交 也远不及机前先前所见万分之一 根本不合他的心意 我 我还有 姬公子稍等 赵传胜见机前面色平静 如一汪死水 知道不得他心 便下定决心 要去搜刮百姓 用来满足机前 虽然可能会让自己名声受损 甚至在乡亲们面前混不下去 但总得先活下去再说 不必了 赵传胜转头要走 被机前叫住 你见府上这些人满足不了我 定是要去鱼肉百姓 岂不知名为重 社稷辞职 机前虽然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到底不是那等强抢名女之人 伟大的哲学家师爷先生说过 花点钱 不丢人 这赵传胜一时语色 你若是潜心改过 我或许能饶你一命 毕竟你乃离朝救民 尚有幻想 也在情理之中 可似你这等不知悔改 鱼肉百姓之人 我若饶你 岂不耽搁了 我前朝一统天荒大陆之大计 赵传胜吓坏了 盲跪下道 求大将军法外开恩 小人再也不敢了 机前冷冷一笑 不理赵传胜 问管家道 你叫什么名字 管家答道 小人赵玉龙 机前眼前一亮 名字还挺中二 从今天开始 这房子就归你所有了 至于香魁吗 有你赞贷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什么钱该拿 什么钱绝不能碰 赵玉龙忙点头道 小人明白 机前话里的意思很简单 出卖前朝和鱼肉百姓是大计 其他事却好商量 慢说机前点自己 就是他不说 赵玉龙也知道其中的门道 前朝现在的战略重心 一是前方战士 二则是后方百姓 和离朝打 为的不仅仅是扬明天荒大陆 更多的还是当地的百姓 让他们真心实意臣服 方能满足慕雄怀 开疆拓土的雄心 不然他何必大费周章 搞这一出 大将军 求您开恩 求您开恩 赵传胜不断恳求 却换不来机前的另眼相看 起身道 赵香魁 这人你看着处理 严霸 与陈希儿一并离去 是 赵玉龙作一 玄机坏笑着望向赵传胜 赵传胜当时两眼无神 仿佛已看到了自己黑暗的未来 咱们去见庭院 出了门 陈希儿问道 不 回白平城 庭院固然有责任 但仅仅惩罚一个小官 远达不到机前目的 半个时伤后 白平城 听说有个香魁 暗中和黎朝势力勾结 还于肉百姓 机前又火速回来召见自己 严霸云自觉有愧赏识之恩 竟赴经请罪 赤着上身 跪在机前面前 哽咽道 小人辜负将军厚望 还望将军责罚 机前一整个大无语 有一说一 这事儿其实不能怪严陵云 一来 白平城周围村庄无数 他管不来 二来 这货大字不识一个 其懂官场门道 严将军 别卖萌了 光着上身算怎么回事 多丢人啊 赶紧站起来 啊 您 您不责罚小人 严陵云不明就理 机前哭笑不得道 罚你干嘛 要罚也得罚我 有用人不当之过 见机前把他和自己绑在一起 严陵云忙道 此事与将军无关 全是小人自作主张 你可真有意思 人家都争着抢着当不粘锅 你可倒好 拼命和别人撇清关系 自己承担 赶紧站起来 这是命令 是 严陵云终于站了起来 这次来 我不是为了惩罚你 就是想让你办件事 小人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去多找些老实憨厚信得过的人来 我有用 遵命 不一时 严陵云带着人赶来 机前见他们面向憨厚淳朴 便知各个皆非恶人 言道 你们试着深入乡里 取代庭院 湘魁等离朝人所任官职 众人皆喜不自胜 这要搁前朝 像他们这样的泥腿子 一辈子都没有当官的机会 虽然这官并不大 但那是相对机前来说 于他们而言 形同光宗耀祖 陈希尔促眉道 纪公子 这不好吧 自古皇权不下乡 动了他们的利益 怕是又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陈希尔虽是修士 却博览群书 最懂皇朝架构 若是像机前这样 和寻常小官夺权 牵扯的势力 超乎他之想象 诚然 这些百姓不比文官集团 这等庞然大物 更难与修士相提并论 但坏就坏在他们弱势 一旦死顶着不纳粮 你难道还能跟对付文官集团一样 直接把人家赶尽杀绝 别逗了 世上不缺李国明这样的野心家 缺的 是这些好好干活的百姓 你们把刘家铺子 所在的平山县当试点 大胆去做吧 第216章 时时务 是 众人接下去之后 基前解释道 目前我们并不征税 也鼓励百姓开垢土地 如此一来 与他们实际上没什么利益纠葛 香葵也好 庭院也罢 无非是负责主持公道罢了 作为外来人 固然在刚开始时 会遇到些困难 但若是能做到公平公正 久而久之 他们便会适应 曾经沧海难为水 待开始征税时 换成他们当地人 且不说百姓受不了 就是这些庭院 香葵 难道都傻 敢直接鱼肉打架 陈仙恍然大悟 离朝百姓 接触一下纯正的公平制度 让他们明白 一个正常人该怎么活 激起他们心中淳朴的欲望 到时候 就算再出赵传胜这样的人 不用基前微服私访 便有百姓自发凝聚一处 同其抗争 这样做好处极多 最起码能让赋税变得公开透明 在没人盘布的情况下 前朝能收获更多 百姓能缴纳更少 到底是基前 虽然不太努力 但玩政治 却属实是一把好手 有人 陈希儿呼的醋眉 忙将基前护住 不必紧张 基前将陈希儿拉开 望向外头 不一时 秦广明乘风而来 虽然受了重伤 但他可是修饰 当时虽说痛苦不堪 事后却能很快恢复 毕竟当着裴寒的面 一众人不敢伤及秦广明根本 公子 别来无恙 秦广明冷笑道 道友不必客套 说吧 为何来见我 基家弟子被关在长巨山 说完 秦广明转身便走 这是他能想到的 最好的反抗办法 既不会背叛黎朝 又能帮到基前 堪称两全其美 站住 陈希儿将其教主 看你这样子 想必已被惩罚过了 试问那样的宗门 还有什么效力的理由 秦广明站定 并不回神 冷笑道 在下虽不似二位这般天赋异禀 到底也有追求 岂能因一时冲突 罔顾黎朝 宗门养育之恩 陈希儿拔剑道 既是如此 我便不能放虎归山 言罢要上 被基前教主 秦广明这才得以脱身 姬公子 这等人不能留着 虽说修为不高 却心思坚定 日后必是大患 基前笑道 你想多了 他到心里崩 恐怕比我还会摆烂 绝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而且 人家刚刚告诉我们 一个重大机密 若是杀了人家 岂不为人耻笑 杀法果断是好事 但有时候 还就是得圣母一点 因为有些人吃软不吃硬 陈希儿不理解 基前想法 但十分尊重 不再多言 当天夜里 基前和陈希儿 来着长巨山 见着山高耸入云 如剑般戏长 陈希儿笑道 想必此处 也是一处灵气汇聚之地 基公子一定小心 话音刚落 一旁杀出几人 将两人围住 领头一名二十岁出头的 年轻人大笑道 基公子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杀了你这等人 我定能扬名离朝 乃至整个天荒大陆 陈希儿大惊道 该死 我们太相信秦广明了 竟忘了 他们会给我们设下圈套 基前笑道 不论如何 就凭这几人 可拿不下我们 领头那人修为最高 为龙桥镜后妻 其余人则 皆是驻基镜 就算真是秦广明的圈套 有陈希儿保驾护航 基前也定能化险为夷 那年轻人见状并不害怕 杖剑指向基前道 基公子 以多胜手 到底会令我等名声受损 不如你我二人决斗如何 想得美 基前极其丝滑地 藏到陈希儿身后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自信的笑容 将在年轻人脸上 他虽听说过 基前常常语出惊人 更是不顾及面子 无论如何击他 就是不出手 可万万没想到 这小子 已经过分到了这种地步 拜托 陈希儿可是女修 你堂堂大老爷们 岂能倚仗人家 他们哪里知道 基前仅用了一句话 便挣了足足一千百烂点 所得比起名声 简直一文不值 基前 你真就要让人 骂你吃软饭不成 谁吃软饭了 这是战争 不是决斗 老子就算傻得冒泡 也不至于和你这个高 我一整个小境界的人决斗吧 大哥 我姓姬 不姓肖 可无法越击击杀 众人一阵无语 不过细想想 倒也不无道理 打仗时 谁会选择以少打多 只能说 这小子的逻辑 与正常人一般无二 却为修饰界所不容罢了 基前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们了 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们的陈希儿 身为渡海静修士 干掉年轻人 绰绰有余 他们就和基前一样 要被人鄙视了 不逃的话 又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可如何是好 你身为探宗修士 虽已和前朝结盟 到底还算离朝势力 可敢与我们天恒功为敌 年轻人试图找出解决方案 可惜 陈希儿根本不吃这一套 单纯的他才不会顾虑那么多 只知道自己应护着基公子 便拔剑道 还请诸位赐教 众人 这两位可真是应了那句名言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个邪的罕见 一个正的发邪 有趣 真有趣 靠 老子还就不信了 你们几个围攻基前 我拖住陈希儿 抓住了他 我不信这娘们 还敢和我们动手 年轻人心一横 直接豁出去了 率先向陈希儿出手 没等其他人配合 陈希儿并不出招 仰起仙仙玉手 啪的一声 便将年轻人扇飞 陈希儿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毫不犹豫 拔腿就跑 七 基前嗤之以鼻 骂老子爱摆烂 你们怎么样 遇上陈希儿这种高手 不也为了保命 转头就跑 走吧 鸡公子 陈希儿丝毫没因刚才 那一级帅举动 心境有所变化 反而十分平常 基前被陈希儿逗笑 调侃道 陈姑娘 采访你一下 秒杀天才的感受如何 想必表面风平浪静 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了吧 第217章 信息差 陈希儿本不是那等自负之人 但因看出基前是在开玩笑 便顺着他说道 天才 天才只是见本姑娘的拜帖 见不见得看姑奶奶心情 基前笑得更欢 话说回来 基公子莫非不喜这等感觉 陈希儿画风一转 贼心不死 欲再度劝基前好好修炼 基前的脸顿时拉了下来 拜托 傻子才会当眷王呢 摩阳公才是人间正宝 一路无言 二人来自半山腰 见周围时空荡漾 便知此处便是关押基家弟子所在 陈希儿使神通观察周遭一番 言道 这是个扶阵 合一的特殊结界 想必凭咱们两人难以解开 麻烦您去请大长老来吧 我 你干嘛不去 陈姑娘啊陈姑娘 你个浓眉大眼的正面人物也叛变了 学会支持别人的事吧 陈希儿红着脸小声道 基公子误会了 您修为较低 若是留在此处 恐有变数 基前点头 陈希儿所言不无道理 但灿宗距离这里太远 再把自己娇嫩的小身板 累坏了 可砸着 不如我来吧 基前撸起袖子 不就是扶阵合一的结界吗 自己好歹扶道 阵道双圆满 还有后天独体加持 想必能试一试 百烂点 五百 陈希儿表情复杂 按说基前一反常态开始努力 他应该高兴才对 可不知为何 心里就是五味杂陈 好像练功时 走火入魔了一般 基前盘腿坐定 并未拿出阵盘 而是随手画了几张符 上写古文破字 贴在周遭 随后注读 这才要亮阵盘 不想还没从储物戒指里掏出来 几张符迸射清光 便做阵 砍 离 训 队伍挂 后黑物蒸腾 瞬间另一道透明状的结界剥落 露出里头有些狼狈的鸡家弟子 陈希儿大惊 虽然知道基前辅导有所静静 又有后天独体加持 想来不凡 却不曾想到 他竟已有这等修为 当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另一边 天恒公众弟子狼狈逃回据典 裴寒本就因他们先前拱火仪式感到不悦 如今见他们未完成任务 便道 诸位可是有心放过基前 他们可不像秦广明那么傻 推托道 师叔有所不知 基前身边有一度海静高手跟随 凭我等修为 焉是他们对手 况且 那二人虽皆是天骄 到底那结界是您所设 蕴寒福 正两道无上神威 凭他们两人 焉能破解 想必此时尚未如愿 不如师叔出手 也好让那灿宗宗主弟子见识见识 何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裴寒被人架了上去 不好推托 便轻率众人来至长巨山半山腰 刚至此地 裴寒便察觉不对 其他人也很快发现 那结界已然不见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皆惊 陈希儿字不用多说 不善服 正 饶是基前圆满修为 按理说 也不可能破解才对 师叔 若是您当初杀了那几家弟子 还能有今日之事吗 生怕裴寒怪罪 年轻人赶紧甩锅 裴寒冷笑道 怎么 你们是觉得 以那基家弟子为诱饵 又是基前上钩一剂 用得不好 还是觉得 我没想到这一点 众人无言 按理来说 裴寒这一剂册 确实十分毒辣 可谁能想到 人家基前凭实力 化解了这一刁难 也怪他们深入敌后太久 消息并不灵通 哪里知道 基前刚刚得到了 无上功法加持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罢了罢了 基前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我就不信 他能次次化险为夷 言罢 裴寒手里献出一张符 率众离去 不久 白平成 基前对严林云说道 你记得有事没事 多去点一下他们 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 就告诉他们 大家都是穷苦人 谁也别为难谁 严林云坚定点头道 将军放心 小人定当不如使命 交代完这件事后 基前等人回至云封城 此时 苏小和娇娇已有所得 正在参悟 基前便不打扰 去见鸡馈 寒暄一番之后 那名鸡家弟子笑道 我本来还怕你们中计 被他们一网打尽 没想到基前这小子 一天一个样 早不是天恒宫那帮人 能相提并论的了 鸡馈冷笑 不与记忆无事 希儿 咱们出去一趟 好的 陈希儿跟着基前来到街上 因娇娇政绩相当突出 早已令基前在云封城扬名 以至于路上行人见了 接笑着和基前打招呼 更有甚者 回家拉上闺女赶过来 说什么也要送给基前当小 基前哭笑不得道 大爷 您闺女拼挺鸟娜 国色天香 岂能给别人做小 理应当正妻才是 陈希儿见那女子生的高大肥胖 表情凶狠 左脸有颗雾子 若非衣着 看不出是女儿身 笑道 基公子不是那等好色之人 若贸然将百姓之女说为妾室 恐人心惶惶 望老伯理解 见基前实在不愿 老伯没法子 只好拉着闺女离开 闺女一步三回头 不停向基前抛媚眼 恶心的基前 差点没吐出来 陈希儿笑得更欢 基公子 您不是最习与名同乐吗 如此貌美之人 收下又有何妨 基前翻了个白眼 好啊 连你也敢调侃我了是吧 行 你等着 不一时 基前带着陈希儿 来至黎朝北部最大花楼外 无论任何时候 这种地方总是十分热闹 加之云封城已恢复些许生机 这花楼尽刻来刻往 络绎不绝 陈希儿见基前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 不由得心头一紧 连连后退道 基公子这是何意 基前笑道 能是何意 当然是 带你喝花酒了 陈希儿秒遍蒸汽机 红着脸道 基公子 这 这 这不好吧 基前大笑不语 这时 已有认出基前的姑娘凑了上来 早听说这位也爱勾兰听曲 无缘得见 岂能让她逃走 便都使尽浑身解数 欲要基前留下 基前早已对这一套免疫 用下巴 指了指一旁十分尴尬的陈希儿 我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这位姑娘 她若进去 我就进去 众人见状 忙将陈希儿围住 第218章 拉着灿宗宗主弟子逛花楼 不像基前 陈希儿可正经得很 虽与这些姑娘一样都是女子 到底忍不了她们如此放荡 便苦着脸看向基前 小声道 公子 救命 基前耸了耸肩 陈希儿见基前不帮自己 转头要跑 却甚至没来得及腾云驾雾 便棱在原地 背后则有基前坏笑连连 没法子 基前现在树大招风 凭她那点修为 未必能化解刁难 自己须地跟在她身边 才能确保她性命无忧 她分明是抓住了这一点 形势才敢如此过分 可恶 太可恶了 别闹了别闹了 我 我进去还不行吗 陈希儿无奈 只得举手投降 基前得意笑道 想不到陈姑娘一介女子 竟还有这等闲心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陈希儿贬着嘴道 基公子早晚必遭天前 基前一笑置之 慵懒走进花楼 大喜道 姑娘们 本公子来了 正忙着招待客人的劳保 见基前进来 别提多高兴了 甚至来不及走楼梯 直接从二楼跳下来 一拳一拐 跑到基前面前道 基公子来此时喝花酒 是过夜 还是为别事 基前道 当然是全要 腾出一间上房 选些好姑娘 本公子倒看看 究竟是大单花楼好玩 还是这里暗藏玄机 好嘞 老保赶忙把基前 和陈希儿迎进上房 给两人倒了茶 林辽走时 还不忘爷遇到 二位真会玩 陈希儿打了个冷战 他还是第一次 被这种人夸 还想得那么歪 这叫什么事啊 公子 要不我们走吧 陈希儿眼巴巴望着基前 基前狠心不理 别过头去说道 陈姑娘不要误会 我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逗你玩 你想呀 堂堂大将军 都能出入花楼了 是不是意味着 离朝北部一派正通人和景象 你当我真喜欢这种地方呢 要不是为了让百姓们安居乐业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 陈希儿两眼眯成一条线 和扁了的樱桃小嘴 形成一个倒着血的二字 你说的这话 你自己信吗 姑娘们 叫公子好 公子好 而请 老保领着一众姑娘进屋 个个千娇百妹 顾盼生姿 堪称绝代美娇娘 基公子 您看谁和您心意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全都要 好嘞 姑娘们 接客了 是 姑娘们弹唱的弹唱 按摩的按摩 伺候的基前 宛如登上云端 竟到了忘我境界 十分惬意 一旁的陈希儿可就可怜了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还不能走 尴尬到姑娘们都替他尴尬 坏人 就会欺负人家良家妇女 虽说他们常被人骂有伤风化 到底不是恶人 便替陈希儿打抱不平 基前笑道 那要不我走 姑娘们当时没了脾气 做好事可以 但出钱不行 尤其基前还是个大人物 要是让人知道 他在此处不欢而散 传扬出去 生意还做不做了 陈希儿无语 到底是基公子 就是会玩 轻描淡写一句话 便能将自己孤立 正不知该如何破局时 陈希儿忽见基前硬堂 闪过一丝黑气 速度极快 稍纵即逝 基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 陈希儿借过上前 一把将姑娘们推开 仔细观察基前的眉心 基前笑道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陈姑娘竟然也会生气 陈希儿没好气到 基公子误会了 您的身体确实有些变化 您看 他想指一点金光钻入 调和阴阳 铝顺经脉 果然令基前有一样 感觉好像四肢百骸 藏着什么东西一般 竟有些沉重 也是他太爱玩 以至于周天不调 十分混沌 这才给了那一丝黑气 可乘之机 剑藏不下去 黑气自基前眉心渗出 变成人形 嘴角浮现一抹白色 如人微笑一般 像众人打招呼 姑娘们吓了一跳 连忙躲开 陈希儿却公然不惧 拔剑道 基公子 此物想必能攫取 您之灵力 必须除掉 言霸上前一剑刺出 那黑影迅速躲闪 却哪里比得上 因为杜海静中期修饰的速度 被他刺中左肩 与此同时 基前一左肩一痛 丝丝鲜血渗出 脸色煞白 陈希儿大惊 想不到这黑影竟如此诡异 所受之伤 居然哪能与基前同步 黑影似乎知道 陈希儿已懂自己 与基前一心同体 公公静静向陈希儿行了一礼 张开双臂 摆出一副随便打 我绝不还手的剑架势 陈希儿邪眉一笑 不顾黑影和基前的大惊失色 弃了剑 上前仰起拳头便打 打在黑影 痛在基前 吓得他连忙喊道 陈姑娘 快些住手 陈希儿停手 惊讶道 基公子 您这是何故 怎的左肩有伤 脸色惨白 身上净是瘀青 莫非这黑影与您一心同体 打他便是打您 哎呀呀 罪过 真是罪过 这也怪您 怎么不早提醒小女子呢 你别太得意忘形 有你求饶的时候 陈希儿 嘿嘿一笑 一般而言 他绝不会像现在这般 明知基前可能会受伤 还向黑影出手 可今日不同 基前这登徒子 竟待自己逛花楼 心中郁节难解 他又岂能不借机教训基前一番 基公子 想必没什么好法子 这这黑影 不如您和他比比 看谁的肉更厚 说着 陈希儿揉了揉拳头 发出咔咔咔响声 还想再痛快一番 基前算是看出来了 这姑娘分明是存心隔山打牛 不怀好意 我 我试试给他下毒 基前实在受不了陈希儿的拳头 他万万没想到 这姑娘身板不大 横练功夫 却以真化镜 当下不敢 拖到鸡馈赶来 打算自己试试 陈希儿正惊道 此物应是一种诅咒 类似服录 公子想必能解 基前没好气道 知道你还动手 你故意的吧 陈希儿怯笑连连 不得不说 打了这黑影一顿后 自己确实高兴了许多 更有甚者 陈希儿并不希望黑影 尽快离开基前身体 还想再揍一顿 第219章 连打得啪啪作响 天鱼骨 裴寒手指母符 冷笑连连 如陈希儿所说 这是一种符术 名叫同心子母符 子符可下之 任意比施术者修为低的人身上 施术者可通过母符 控制子符选定宿主 届时便可缓缓 击取中符之人的修为 为己所用 直到将其榨干 而且子符疾难消灭 就算基前符道有所静静 也需修为高过裴寒才可 果然失道寡注 活该 裴寒已通过母符 看到基前间接挨揍一事 知道是陈希儿故意为之 十分解气 众弟子见状 上前道 师叔 不是我等小乔宁 灿宗大长老妃等闲之辈 您这同心子母符怕事 难以伤到基前 裴寒冷笑道 你们哪里知道 何为万全之策 为防止此事发生 我略微加了些小改动 使这副契合天猛子要效 没等他们来 子符已与天猛子完全契合 融入基前四只百骸 届时定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话音刚落 母符渗出黑雾 旋即被一团鬼火烧着 化作灰烬 烟消云散 哎 裴寒愣住 众弟子则笑作一团 师叔 你也太会吹牛了 还说什么 让人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脸打得真是啪啪作响了 哈哈哈哈 裴寒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无言以对 他哪里知道 基前的符道确实无用 但人家还有毒呢 两者配合 便就不是这张符能控制的了 可恶 真特么可恶 基前阴险狡诈 既谋远胜常人也就算了 运气还这么好 真是让人极度啊 另一边 陈希儿见黑影迟时不散 醋没道 基公子 莫非真就无计可施 基前笑道 想多了 符道拿不下 还有毒呢 这玩意 现在已经听我命令了 说着 基前信手一招 那黑影便乖乖来到陈希儿面前 给他捏尖 登徒子 陈希儿哪里被人这样碰过 一怒之下 给了黑影一拳 连带着基前脑袋一通 重重撞在床上 基公子 抱歉 陈希儿大惊 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基前苦着脸道 陈姑娘 您的人设可是柔情乖乖女 什么时候改乖的少女了 陈希儿忙道歉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这东西 还和您一心同体 实在对不起 基前叹了口气 有的则有失 我没让他彻底消失 并且为我所用 便需承受这等代价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基前哪里会和一件 女流一般见识 白手道 罢了罢了 姑娘们 接着奏乐接着舞 不愉快的气氛 很快被再歌再舞 一扫而尽 房间内歌舞生平 纸醉精迷 以至于路过行人 不由得既比仪又羡慕 堪称一大奇观 基前 就在基前望我陶醉时 呼得有人踹门而尽 不是杨恒忠 又是何人 大胆基前 竟然无视朝廷法度 私逛花楼 该当何罪 杨恒忠怒道 原来 杨恒忠怕基前又出什么事 跑到了他府上 结果听说 他出去了 便出门来寻 也是基前寸 正巧被杨恒忠 在本地新结交的 一位熟人看见 杨恒忠罪厌基前这等举动 当即赶过来 想知他的玩忽职手 私逛花楼之罪 杨恒忠可是有法可依的 虽然前朝 不管官员如何 指罪精迷 却因此地乃一国他乡 又是战时 法度急言 故而有规定 不许官员逛花楼 有病吧 基前骂了一句 史无上神通之主杨恒忠 带到自己面前 陈姑娘 告诉他 我为什么来逛花楼 陈希儿不爽基前 归不爽基前 一来 到底与他关系匪浅 怕他被杨恒忠弹劾 二来 刚才揍了黑影一顿 已然解气 便道 基公子为人刚正不阿 岂能出没这等花节柳相 为人不耻 他来这里 时是为了安抚民心 若是最大的官都无所适事 岂不说明 整个离朝北部 皆已相安无事 届时 百姓必定安居乐业 于前朝而言 时事大功一见 你贸然打扰 莫非与离朝思通 要阻拦基公子不成 杨恒忠被陈希儿这番 慷慨陈词 搞得说不出话来 也是他脑子有病 竟然觉得很有道理 便道 即使如此 在下得罪 言罢便想让基前放他走 想走 没门 光我一人逛花楼 人家怎么看我 世上不缺你这样的人 必然抹黑于我 因此 虚的是你这种人一起留下 方才万事大吉 你 你别欺人太善 杨恒忠独圣贤淑长大的 自认为九色财气 最是害人 岂能与基前狼狈为奸 你的意思是说 比起你的名声 前朝一统天下的大业 不值一提 人家说 杨大人孤标傲事 与李国明等一众朝臣天壤之别 不想竟也是个孤明调狱之辈 果然之人之面不知心 杨恒忠张大嘴巴 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这种人软硬不吃 就怕别人说他人品欠价 留下可以 只是不能 随你便 不然于他而言 这便不是惩罚 反倒成奖励了 因此 让这小子站在一边 像陈希儿一般坐立不安 才是基前本来的目的 站边上去 没眼色的东西 基前骂了一句 气得杨恒忠双眉倒数 却又无可奈何 只好乖乖站到角落 陈希儿无嘴笑道 真是一物降一物 这位敢骂太子殿下的侄臣 竟然被您收拾得服服贴贴 基前叹了口气 服服贴贴 别逗了 过了今晚 明天这货必然依旧我行我素 要不说沐雄怀老谋身算呢 原本这么个火宝 是想向沐湛英发难的 结果被他一番操作 小丑尽成了自己 这舅舅当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和外甥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一夜无话 次日 基前在温柔乡中醒来 陈希儿不知 从何处搞了一碗粥 端到基前身边 递给他病到基公子 昨晚喝了那么多酒 虽然是修饰 能抵挡酒力 到底暖暖胃总归没错 姑娘们接过 他那人您还不了解吗 见您睡着之后 跑得比谁都快 第二百二十章 升尾 基前笑道 我还道 杨大人天不怕地不怕呢 不曾想也是个胆小鼠呗 罢了罢了 随他去吧 咱们也该回去看看 交交进展如何了 二人起身 早有老保和归公在门外等候 谄媚道 不知基公子这一夜可何心意 勉勉强抢 多少银子 老保忙道 基公子哪里话 您能光临小殿 已是我们莫大荣幸 焉能让您破费 基前连忙摆手道 不可不可 若是传阳出去 人家还说 我是那等吃霸王餐之人呢 先前走的 那位杨大人知道吧 我告诉你 他住哪 记得找他要去 就是我说的 要是不给 治他的欺压百姓之罪 老保哪里知道 杨恒中身家性命加起来 甚至布置花楼的一个花瓶 还道他和基前一样 是个顽固 家财万贯 又知基前素来讲究个公平公正 于是欣然点头 出了花楼 陈仙笑道 杨大人这次 当真是要破费了 破费 破费还是小事 我要让他名声尽悔 从此不敢见人 陈仙笑得更欢 二人在路边 胡乱吃了些东西 回至府上 正好在大厅碰上娇娇 修炼得如何 娇娇笑道 您看 岩霸 身后两尾飘扬 基前的属性面板 发生变化 玉兽 圆满灵 十万 可契约兽类 三 五 契约兽三 玄天九尾狐 逆称 娇娇 成长属性 Max 年龄 三十二年 成长期 零 一万 幼生期 成长期 成熟期 技能一 天赐九尾 每生一尾 可随机获得一种特殊能力 目前尾数 二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二 万毒之体 一尾所赐能力 深入毒药 万物粘之必毒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三 模仿外形 主动 可进化 技能四 精神控制 主动 可进化 技能五 类人体 可学习人类术法 被动 可进化 技能六 幻体 被动 可进化 技能七 虚化 主动 可进化 技能八 代解锁 修为呢 机前大喜 不错嘛 这能力听起来挺帅 修为却毫无静静 据书上所说 伪术与修为不共通 非是一容俱容 机前当时没了好脸色 闹了半天 自己费了这么大功夫 修为却还无法提升 那这些能力有何用记住 你天赋极高 绝不在我之下 他日荣生大地 成为天荒大陆 唯一一只大地静妖兽 必能流名轻史 因此 切不可荒废时日 定要努力精进修为 娇娇黑了脸 你这不是什么都懂吗 自己却还不好好修炼 当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出来 这里的事儿 就继续交给你了 我得赶紧回灿宗 一个人小心点 知道了 娇娇美好气道 机前部里 带上陈希儿和苏小 一并回之灿宗 陈希儿和苏小 去见大长老 机前则急急忙忙回小院 早有醉风等候多时 笑道 机公子 别来无恙 无恙无恙 机前不知醉风是何目的 敷衍了他两句 直奔屋内 他现在就想将黑影 融入机器人 看看这东西 能不能真的像人一样 活动自如 醉风跟进来道 机公子 画上秘密未破茧 说来也是小女子运气好 昨夜寻置所在 您猜里头都有什么 什么 机前把黑影从体内薅出来 强行塞进机器人里 又给他下毒 让他无法从中挣脱 您跟我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相处几日 醉风已知 机前是个懒人 绝无主观能动性 便存心掉他胃口 试图引诱机前前往 说送你就送你了 不论有什么 全是你的 对了 你们参宗有会做人皮的吗 百烂点 二百 醉风表情复杂 他还到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已是懒人之罪 不想机前更甚 饭都喂到嘴边了 张开嘴吃下去 都做不到事吧 说呀 机前催促道 你要做什么 醉风发现 机前对这人皮更感兴趣 便就泼下驴 看看机前究竟想要干嘛 或许还能借此机会 给他使些绊子 放心 我不干坏事 无非是想将这机器人 做成我之模样 再换上衣服 如此一来 便能让他替我行事 挡哉挡难 醉风点了点头 这倒也算正经事 机前总不能一辈子 窝在机家不出来 凭他这等修为 又随时会被人截杀 不如找个傀儡 或许关键时刻能保性命 您别说 灿宗还真有这等人 更有甚者 能模拟原主灵气 让人难辨真假 您有诸学傍身 加个阵法 服录 单要什么的 保证能以假乱真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您需 随我一同前去看看 为何 机前有些不解 届时您便会知晓来龙去脉 机前尚不知醉风适合想法 还道 若欲做人皮 须些罕见材料 醉风所言 那地方正巧有 便道 好 我陪你去 您别怪小女子说话直 如今正直战时 凭咱们二人这点微末道横 您又数大招风 若欲伏击 必死无疑 因此需寻个高手 同行才是 那就等会儿吧 等你师姐回来 咱们同去 醉风笑着摇头 神神秘秘道 这高手小女子已寻道 咱们稍等片刻 哦 机前不明就里 片刻后 有人推门而进 不是名誉 又是何人 明宗主 敢问您来见我有何要事 并无要事 听醉风说 你要出去寻宝 正好我可护你 啊 机前有些想不明白 即使他和灿宗有盟约在身 明宇堂堂宗主 犯不上亲自与自己同行吧 走吧 想不明白 归想不明白 有明宇跟着 机前做起事来 更加得心应手 便将机器人收起来 和醉风一左一右 像两个手绊一般 被明宇提着飞向远方 半个时辰后 三人落置一处峡谷 名为一仙谷 别告诉我 这里住着个绝世神医 还有个女儿归中代驾 中了一种名叫 被人调戏一番后 定会以身相许的情毒 机前一听这名字 便知此地不凡 第221章 考验 机公子想多了 你看这谷 混如一条长线 由此得名一线谷 后因此地盛产草药 百姓以讹传讹 便传成了一仙谷 醉风苦笑着解释 这小子眼里除了女人 还有没有点别的东西了 三人落下 进了山谷后 抬头望去 果然天指一线 当真是自然造化 鬼斧神功 你不会就是奔着这些草药来的吧 机前指了指两边石壁上的杂草 这些草药于普通百姓而言 与神药一般无二 虽长生不得 到底也能置些疑难杂症 并易受延年 已是极好 但对修士而言 其实并无大用 只要想要随处可踩到 醉风摇头道 见了你就知道了 机前瞟了眼醉风 对茗玉说道 茗宗主 你们灿宗的人 都这么喜欢当茗玉人吗 茗玉笑道 我可不是这等人 至于旁人 我管不着 说着 茗玉瞟了身后一眼 几个黑影忙四下去躲 茗宗主 怎么 机前察觉异常 没事 看见几只苍蝇 直接打死多好 苍蝇虽烦人 但若换个角度想想 还真有大用 兴许能叫醒沉睡的小狮子 机前变了脸 还说不是谜语人 说起这等话来 比醉风还得心应手 待三人远去后 南宫横江等人这才现身 接松了口气 原来 这小子贼心不死 还想找机前麻烦 听闻他自云风城回来之后 便欲主动去见 再见机行事 不想恰于名誉 携两人划空而去 便知机会来了 火速鼓动莫荒等人 一同前往 原本两人因曾道翻过 并不对付 但南宫横江何许人也 不仅修为极高 还生就一副三寸不烂之蛇 当初莫荒等人奉承机前 是因他知 李明故居墙上所刻之字 可到头来 机前并未告诉他们 岂不是把他们当猴耍了 义干人等顿绝愤怒不已 于是双方化干戈为玉伯 跟着南宫横江来至此地 不过莫荒并不想让机前难堪 只想知道 石壁上究竟写了些什么 一行人悄悄跟了上去 殊不知早被明玉察觉 片刻后 机前三人来至一处山洞外 门口凌空坐着一位白发老人 先锋道鼓 鹤发童年 端地一副室外高人模样 几位好 老人行礼 只向身后山洞道 想进去 先过我这一关 机前满脸问号 这老头莫非是NPC不成 一靠近就给发任务 领教 明玉上前行礼 旋即亮剑 一剑斩之 老人身子化作无数清光 四仨去 醉风在旁解释道 这老头并非人类 而是灵气所化 有人在这里设下关卡 专为考验后人 他只是第一关 机前笑着点头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这老头真的是NPC 清光于天际翱翔片刻 忽悠掉头飞回 直直顿入山洞之中 一层蜘蛛网般密密麻麻的金色护照显现 又很快消失 看来可以往下走了 机前跟着明玉和醉风边往里头走边道 怪到这等小事 还惊动了明宗主 若是换作旁人 怕是难以通关 醉风点头道 鸡公子所言即是 别人不说 至少您过不了这一关 机前发了个白眼 你呢 醉风耸了耸肩 我不能 但那是命中注定的 毕竟我修为不高 在情理之中 不像某些人 身负大地之姿 却不思上镜 成天价榴莲花街柳巷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机前不理 快步跟上明玉 明宗主 您听说过这里吗 明玉摇头道 天荒大陆秘密极多 我非那等知之甚多之人 岂能知晓 机公子不必担心 若遇艰难险阻 明玉定能一力组织 机前哭笑不得道 明宗主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别破了空 明玉正要说话 忽觉一丝异样 忙把机前拉到身后 剑指前方黑暗 立声道 什么人 好漂亮的小姑娘 黑暗中走出一个黑影 并非人类 而是一只妖兽 生就六足十亿 脸四人 脖子极长 以至于身子如猫一样 矮小的他 竟和人一般高 这什么玩意儿 也太丑了 机前忍不住吐槽 齐明人面吞风兽 和你那麒麟一般极其罕见 看样子 已经是成熟期了 明玉冷冷解答 你才是玩意儿呢 你全家都是玩意儿 人面吞风兽大怒 张开血盆大口 下巴直抵地面 黄蜂自四面八方汇聚 凝成一个小球 拨的一声 以极快的速度 打向机前 又是拨的一声 明玉持剑随手一批 便将那小球打碎 狂风四散去 我说错了 或者说 说得不准确 小姑娘不仅漂亮 天赋也非常人能及 见宗主被人夸赞 醉风好像是当事人一般 挺直妖感对机前说的 我们宗主比你爹小好几轮 修为却远高于他 足可见 天赋是何等之高 机前倒也听说过明玉的修为 神火尽初期 放眼天荒大陆 往来古今 四方上下 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和他一般之人屈指可数 不过机前并未看出 明玉有什么天赋 想必达到这等修为 定是用了什么秘法 这也正好解释了 明玉为何要阴阳双修 想必需要定期 采阳补阴才能继续维持 少说废话 是打是滚 你自己选 明玉冷然 人面吞风受孝道 小美女别急嘛 你们既然拿着地图 便证明是紫月那姑娘派来的 我虽脾气不好 到底应偿还天风宗恩情 替你们领路 楼上妹妹的腰 说一声 妹妹你先别骚 胳膊一旦放开了 交你云上飘 住口 见人面吞风受 唱起了黄瑶 醉风不由的面红耳赤 明玉则有定力的多 立声喝着他 不爱听就五三二多 管天管地 你管我唱什么呢 人面吞风受 回头冲明玉翻了个白眼 惹极了我 这里可以是你家 也可以是你的坟 明白 明白 人面吞风受 被明玉阴狠的表情 吓了一哆嗦 连忙闭嘴 那臭小子波澜不惊 想必常听这等银词艳曲吧 沉默了一会儿 人面吞风受 再次开口 鸡前冷笑道 这可算不上银词艳曲 充其量就是个 不入流的小调吧 第222章 五行缺精 所谓的银词艳曲 没点文化真听不出来 比喻的集影会 哪里是这等 摆在明面上的烂歌能比的 请公子刺叫 人面吞风受转身 抬起两只前腿 竟做了个十分标准的 坐衣手势 集前想都没想 达到 晚来一阵风尖雨 喜静颜光 礼罢升皇 却对凌花淡淡装 降霄吕薄冰激营 血腻苏香 笑语弹郎 今夜杀楚枕电梁 人面吞风受 先是一愣 玄疾大笑道 好词 当真是好词 怪到公子不为所动 有这等情操 自然瞧不起那等白话 集前冷笑不语 那是 这词可是李清照写的 比方间银词艳曲 不知高雅多少倍 醉风醋没道 这 这也算银词艳曲 集前指了指明玉 你问问 你们宗主去 他想必有些见识 醉风也是够傻的 集前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还真就上前问到宗主 这词究竟是何意 明玉嗤之以鼻道 搞不懂就多去花楼玩玩 自然能懂 偏生醉风 是个打破杀锅问到底的人 见明玉装迷语人 凑到集前面前道 集公子 答疑解惑一番呗 集前一脸无语 答疑解惑 似这样的银词艳曲 要的就是那层朦胧感 辽伯你心弦 不停暗示 却不直奔主题 点透了还有什么意思 姑娘 我教你 将销吕薄冰机营 血腻苏香是铺垫 后面今夜杀出枕电梁 才是主题 席子太良 又笑问檀郎 该当如何 醉风冰雪聪明 自然听懂了其中意思 笑道 都说花节柳相 少不了文人雅士出没 集公子在他们的熏陶下 想必也已算半个诗人了 集前好奇道 你怎么不脸红了 醉风白手道 这词只是暗示并不入骨 充其量只能称作风流罢了 茗玉回头瞪了机前一眼 机前无地自容 天地良心 她是真没想教坏这姑娘 谁能想到 她适应力如此之强 竟然也能接受了 正想着 外头呼的地动山摇 连带着里头也碎石乱掉 被茗玉一一击碎 又有人闯山了 人面吞风兽大惊 转身要出去 被茗玉拦住 没事 由他们去吧 虽然不认同茗玉的想法 但人家手上的剑可不是吃素的 到了 不久 人面吞风兽带着三人 来至一处寻常院落大小的空间 长明灯无火自燃 将其中照亮 正中间有个巨大的石桌 桌上有五个尖刺一样的凸起 是五行吗 茗玉见方位特别 便猜出是何意 轻 不知道 人面吞风兽本想调戏茗玉 说轻一下就告诉她 但想到 她那一点就着得臭脾气 连忙改口 茗玉上前查看 却没看出什么不同 便叫来机前道 你在洞天伏地之中有所领悟 可能打破这盘中之谜 没等机前说话 人面吞风兽冷笑道 臭小子 不是我瞧不起你 这等怪谜 我还从未见过有人能破解 当然 也并非真就无计可施 毕竟我还在这儿呢 只要你多教我些 像刚才那首词一样的银词宴曲 我一高兴 说不定就让你们过关了 醉风恍然大悟道 我明白了 我们其实不用经历这些波折 是你存心刁难我们 这才如此的对吧 瞎说什么呢 我可不是那等人 那等兽 人面吞风兽 眼神飘忽 茗玉早忍他不得 剑指人面吞风兽道 你找死 双方剑把弩张之际 机前手中亮出落雨剑 轻轻一滑 只听得咔的一声 石桌转动 这一方天地一斗转心仪 露出熄灭一个入口你 你破解了 人面吞风兽 一脸吃惊 茗玉和醉风相视一笑 醉风骄傲道 你是也不知此人是谁 天荒大陆上罕见的 有大地之姿的年轻天才 且时运极好 顽固归顽固 认真起来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人面吞风兽 不理醉风 凑到机前面前道 你是如何破解的 这盘中之谜 连谜面都没有 就算你深谙五行 也不可能运气这么好吧 机前一脸问号道 这不是游手就行吗 也是你们没看过 西游记 孙悟空不怕唐僧 他就怕有猪八戒拱火 我把他俩隔开 所以一马四星园 皇婆抢祖 猴哥自然会回来 啊 众人皆是一愣 机前无心和他们解释 唐僧师徒五人对应五行 孙悟空 金 就算有锦箍咒束缚 唐僧 火 念起锦箍咒 来跟家常便饭一样 也只离开过一次 还被老龙王劝回来了 他就怕有人煽风点火 猪八戒 木 一旦挑唆起来 即使真金不怕火炼 火戒木势 便也会示弱 而且孙悟空几次吃饼 其实都和鼠木的风 雷有关系 所以 机前再看出五行盘中 西面尖刺较低 东面 南面 又有一道小沟相连石 一箭斩了 便已解决问题 一马 黄婆只是辅助 看来日后 我也得多逛逛花楼 果然有意于修行 醉风想起 茗玉先前所言 善善道 茗玉哭笑不得道 别妄自菲薄 想必来这里的人 都不是什么高手 这才无法答疑解惑 是不是呀 机公子 机前点头道 若真有那等实力 就算看不出这盘中之谜 直接弄死这色兽 也可 醉风恍然大悟 说白了 这就是个有趣的巧合罢了 解不开字不必说 能解盘中之谜的人嫌麻烦不解 直接威胁着人面吞风寿便可 这才给了他这一错觉 三人一寿 继续往深处走 边走 人面吞风寿便道 听那姑娘叫你宗主 你又是一介女流 莫非是参宗的宗主 人面吞风寿 虽然在此地待了许久 到底听说过天荒大陆上 唯一的女修圣地 便好奇询问 不然还能是哪一方势力 告诉你 也就我们宗主人品好 不动你 要换成我 敢唱吟词宴曲 非删了你不可 人面吞风寿 不知名处意境 忙加快步伐 却又死性不改 沉默了没一会儿 笑道 宗主位高权重 想必取高贺寡 无人追求 此生恐怕再难尝到 人间极乐滋味咯 第223章 美人记 你特么找死 醉风忍他不得 当即出手 一人一寿斗在一处 机前注意到 身为当事人的名誉 反倒事不关己 好奇道 明宗主 他都这样了 您不杀他 明宇冷笑道 杀了多没意思 得好生折磨一番才是 况且 现在用得着他 待来日无用之时 再杀也不迟 机前哭笑不得 转头望去 有趣的是 这人面吞风寿 好像并不强 居然被醉风稳稳压制 这是为何 他本就稀有 还是成熟期 打不过明宇可以理解 连醉风都不是对手 也太辣了 兴许有别的什么猫腻 也说不定 明宇也注意到 人面吞风寿 堪称耻辱的表现 看来这里并非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没过多久 势均力敌的斗殴 便做醉风单方面碾压 按着人面吞风寿 一顿暴打 边打边道 本姑娘还道你万中无一 实力不俗呢 没想到 不过是个废物吧 以后再敢口出狂言 小心老娘弄死你 人面吞风寿 虽败 却仍不服 等着细长的脖子吼道 你个缺管教的臭娘们 早晚有一天 老子让你服服贴贴 哎呦喂 还敢狂事吧 醉风被激怒 杀气弥漫 好在茗玉及时出手拦住了她 不然人面吞风寿 可就完了 一点女孩子该有的矜持都没有 真不知道 你们灿宗是如何教导弟子的 整个一泼妇 就这么教导的 不服憋着 吵闹一番 三人继续上路 拐过弯后 任免吞金兽神神秘秘道 待会儿可要小心哦 话音刚落 深处传来尖锐的怪叫声 紧接着无数怪物扑面而来 茗玉单手舒展 便是清光贯彻整个山洞 醉风给鸡前解释 任免吞风寿 夺着小碎步 来到一只未死的暗符前 狂喜道 正好可以趁热 鸡前哭笑不得道 你是真饿了呀 那可不 话音刚落 任免吞风寿 张开血盆大口 将那只暗符吃掉 鸡前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鸡公子 有何不妥吗 茗玉和醉风察觉到 鸡前脸色有变 连忙问道 没 没什么 鸡前反手 直接给了任免吞风寿一拳 这货肯定是故意让自己想歪的 人面吞风寿 哀悠一声倒在地上 装可怜道 你自己思想龌龊 关我什么事 积前不理 继续前行 片刻后 三人一兽见了光 已穿过山谷 来到一个深坑前 仔细看 坑底闪烁白光 似有什么东西藏在下头 前两关都过了 该这第三关了 谷底藏着一件天品上街法器 乃是紫月那姑娘意外所得 但无心设服 这才让你们占了便宜 无心设服 三人面面相去 天品上街的法器当时罕见 谁会不想得到 看来这东西 很可能和洛宇剑一样 有些脾气 紫月设服不了 但话说回来 就算紫月不成 天风中也大有人在 为何却竟无人出手呢 你们谁去试试 人面吞风寿 语气极怪 好像有些瞧不起这三人 醉风冷然道 少狂望 本姑娘行走天荒大陆时 你还在胎里呢 我来试试 言罢 纵身跳下 与此同时 南宫横江等人跟来 哪里还有先前那等贵公子仪态 皆落魄至极 围攻洞口前 那老人倒没费他们什么力气 主要是那盘中之谜 几人皆无心猜灯谜 以利破之 虽卓有成效 打开入口 但遭反噬 身上衣服皆破 头发散乱 好似被人欺辱了一番 十分有趣 不一时 他们看见机前 茗玉与人面吞风寿 站在出口 醉风却不见了 便知这是最后的考验 暗戳戳商量着 如何给机前使绊子 不久 醉风返回 红着脸道 抱歉宗主 弟子修为不惊 没得那法器认可 茗玉不以为然 不是所有修士都是机前 能得洛宇剑另眼相看 故而没能得其认可 也在情理之中 醉风与机前修为相差不大 能得洛宇剑认可 未必能得其他东西认可 想必这小子的好运气 到此为止了 南宫横江使了个小法术 听到醉风所言 便嘲讽起机前来 若他真就落败 自己介石在上 必能将他的脸 打得啪啪作响 正想着 只见机前来到边上 指着深坑道 不就是剑法器吗 明宗主 上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哎 众人皆是一惊 按道理 不该是机前出手吗 这货也太恶心了 有点为了百烂 而百烂的意思 机前有些惊讶 名誉 人面吞风寿 醉风惊讶也就罢了 怎么还有那么多 百烂点入账 足足挣了两千 奇怪 太奇怪了 也好 反正又不是比试 不用讲究公平公正 故而名誉主动出手 跳入深坑 机前凑到醉风身边 好奇道 拿不下就拿不下 脸红个什么劲 醉风低着头小声道 大人的事 小孩子少打听 人面吞风寿笑道 臭小子 打个毒怎么样 待会儿灿宗宗主回来 也得红着脸 啊 机前有些不明就里 正在这时 名誉返回 名宗主好快的速度 在下佩服 机前抬头看去 名誉果然如人面吞风寿所说 两颊飞红 这更让他感到奇怪 难道下面是个什么类似 刘影师之类的法器 正放片呢 你去吧 名誉冷冷开口 机前见他两手空空 便知他也败了 便道 平民修为 都奈何不得那法器 我又哪来的这等运气 名誉却不和机前废话 直接把他丢了进去 自由落体一番 机前呼的停下 趴在半空中 好像被某种神秘力量 定住了一般 紧接着 旁边两团白云飘了过来 融在一起后走出一人 分明是名誉 正媚眼如思地盯着机前 冲他轻勾手指 机前恍然大悟 怪到名誉和醉风红着脸 你大爷的 这法器使得 居然是老掉牙的美人计 鸡公子 快活一番如何 贾名誉朝机前款款走来 步伐婀娜 腰枝风骚 不仅没能撩动机前的心 还让他有些想吐 第224章 别样想法 诚然 明宗主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机前又有五弟一封 向来不计较年龄 大小通吃 但话说回来 通吃的前提是 要有韵味 而非如此浅显的色诱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高端的色诱 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 表面清纯 不安适适的小姑娘 才更能达到这一目的 况且 机前榴莲花楼已久 早过了喜欢放荡的年纪 非得是那种 像梁家妇女一样的狐妹子 才最有趣 所以窥然不动 那贾名誉愣了一下 还到此人是个伪君子 喜欢装呢 便上前抱住机前 两手乱动并抱 公子 来吗 快活吗 机前一把将其推开 有病吧 贾名誉大怒 靠 软硬 不吃事吧 看来 你已知这是考验 并非现实 但饶是如此 谁不易赢 不如在这里快活一番 现实中虽无法一清方泽 到底也算黄粮一梦 毕竟今朝有酒今朝醉 机前哭笑不得道 你看我这穿着 长相 犯得上干纳等歪歪之事 我若愿意 大把美女以身相许 岂能被你骗到 况且 修为并不和相貌化等号 名誉在修事中 确实算标志人 可单拎出来长相来说 并非无敌于天荒大陆 难道你连这等事都不知晓 贾名誉满脸黑线 她从不相信 世上有人真就无欲无求 哪怕修事 也定想过那等龌龊之事 虽然也有罪封这等人 但像紫渊 名誉这些修为极高的人 依旧能抵过诱惑 但不代表他们没这么想过 不然脸红个什么劲 所以即使很多人通过了这一考验 她也不愿屈服 但机前给了她另一种解释 爱过才会不爱 拿起才会放下 小子 我是个不愿认主之人 但你却令我大开眼界 也罢也罢 我便随你去看看这大千事件 出于好奇 她想跟着这个想法 不一般之人一段时间 或许能得知一些 自己此前从未得知的东西 岩霸凭空消散 机前被一股莫名力量送回原处 没等名誉和罪封 问机前是否拿下 风云际会 天地惊变 周围时空荡漾 被无形之力撕碎 一仙谷那条长线 似有什么东西正在流动 很快填满涌出 竟是岩浆 岩浆向四周扩散 形成攻形 随后迎风而起 连带着整个一仙谷随之消失 最终变作普通常攻模样 飘飘然来自机前面前 我靠 你还真把这玩意 给搞到手了人面 吞风受大惊 前面的考验不重要 有紫渊背书 还有明玉这等强者互道 机前自然能抵达此处 但要知道 就连紫渊甚至天风宗 那些长老们 也难以得其认可 甚至求不动这东西出手 他竟然能直接 让这东西认主 明玉与醉风上前道 恭喜鸡公子 有得大机缘 羡慕之情 异于言表 机前拿过那把弓 问人面吞风受到 他叫什么名字 至秦宫 无需搭建 拉弦便有 可令人身陷情场 无法自拔 更能调动天地之力 威力不容小觑 南宫横江等人 不由地看呆了 好家伙 手握两件天平法器 机前这运气 真是没谁了 你不是要给机前使绊子吗 怎么还不出手 莫荒美好气道 南宫横江无言以对 他见明玉 都无法得到法器认可 想着机前定不能成功 故而选择按兵不动 谁知道对方不按常理出牌 运气好到爆 居然真就拿下了 咱们走 没法子 无法见缝插针 众人只能离开 不想他们想走 却有人不愿让他们走 明玉冷然道 诸位 跟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 站出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了吧 众人大惊 玄疾释然 也是他们太一厢情愿 试想一下 刚才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谁能置若罔闻 况且 明玉修为极高 就算没动静 离得这么近 他也一定能感觉到 明宗主 醉风姑娘 鸡公子 别来无恙 既已被发现 众人便没了藏下去的理由 硬着头皮站出来 和三人打招呼 跟在后头干什么 想暗害我们不成 醉风有些生气 南宫横江什么目的 他再了解不过 分明是因为他弟弟的事不爽机前 憋着坏要给机前使绊子呢 醉风有些想不明白 胜败乃兵家常事 自己学义不经 被人秒了 怎么还能怪罪别人呢 真是有趣 醉风姑娘误会了 我们只是恰巧路过此地 见你们接在此处 这才跟来 醉风冷笑道 大丈夫型的正坐的端 似你们这般敢坐不敢当 传扬出去 莫非不怕别人笑话 此话一出 南宫横江等人 顿绝脸上活辣辣的 他们一向自诩名门正派 也能被人如此嘲讽 既然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我们便也就不装了 实不相瞒 我们就是奔着姬公子来的 一来南宫公子应家是不悦姬公子 二来 我们也因李明故居一事 有些不爽 莫荒可和南宫横江不是一类人 受不了刺激 索性河盘托出 不错 还算诚实 南宫家也好 你们神雷殿也罢 多半有投靠前朝想法 姬公子又是两边中间人 一直这么不对付 也不是事 不如双方拉开架势斗一场 无论输赢 这件事便休妖再提了 主委觉得如何 茗玉站出来说道 如他所说 这么斗下去 南宝不会出什么岔子 万一影响了双方战略层面的大忌 便就得不偿失了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和姬前的修为大差不差 人家还有洛宇健 至秦宫加持 更不要说随身跟着的那两只妖兽了 似乎他们并无狂妄的资格 打架就算了 比试之日欲发的劲 到时候 我们若是赢了 姬公子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当然 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们自然不会为难姬公子 只是要个面子而已 我想姬公子能理解吧 南宫横江趁机把话题引到笔事上 没法子 既然打不过人家 只能曲线救国 当然理解 姬前几乎没有犹豫 当即点头 既是如此 咱们擂台上见 言罢 南宫横江等人纷纷离去 第225章 有口皆碑 醉风佩服道 姬公子大局为重 实非一般人能比 果然非同反响 姬前醋眉道 什么为重 姑娘 你这么漂亮 若是走上这等歪路 可是人类繁衍史上的重大损失 千万别想不开 醉风听得云里雾里 名誉上前道 既已无事 咱们走吧 你们不直接弄死那帮人 拜托 后患无穷这个词 还没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吧 人面吞风兽 感到奇怪 醉风冷笑道 你一介妖兽 哪里知道姬公子以天下为己任 向来不计较自身面子 姬前黑了脸 大姐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姑娘 你想多了 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动手罢了 是了是了 姬公子才不是那等为国为民之人呢 姬前无语 醉风笑意绵绵 一个拼命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烂人 一个绝不往那方面想 也是真有意思 也罢 既然至晴公已有下落 我也不必再在这里守着 烦劳诸位带我去天风宗 该去讨扰紫鸳那臭婆娘了 自己腿过去 醉风显然不太爽人面吞风兽 名誉比他理智得多 人面吞风兽 可恶归可恶 到底没到该死的地步 况且人家还是紫鸳的手下 犯不上和他动目 于是便使了个秀里乾坤的小手段 将人面吞风兽收走 一手提着击钱 一手提着醉风 不多时来至天风宗 早有风雨迁 紫鸳率天风宗仲弟子 在山门外迎接 智秦公算天风宗半个私有物品 设了些禁止 任主的那一刻 天风宗便接知晓 因此大家来此 非是专为迎接名誉 主要是想看看 什么样的神人能征服智秦公 当然 天品上街的法器虽然罕见 到底上面还有圆满街管着 没吃过猪肉 他们可见过猪跑 曾经沧海难为水 他们又无法得其认可 故而并不是因着法器的强大能力 而感到好奇 主要是智秦公认主的方式很特别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有好色的 就有刚正不阿的 其实有不少人都抵制住了诱惑 但都没得到智秦公认可 所以他们来此 主要是想知道 被认可的条件是什么 也好照葫芦画条 任后若是得了这等大机缘 不至于让其从自己手上溜走 恭喜鸡公子得此法宝 实乃天助名也 眼见封羽谦上前功为基前 众人皆是一惊 旋即会心一笑 惊讶是因为他们想不明白 封羽谦为何笃定得到智秦公的人是基前 而不是比他强得多的名誉 会心一笑 是因为他们又一次被宗主无处不在的小曹 所震惊到 不管天赋怎么样 在搞人情事故这一块 封羽谦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要知道 别看基前为人不耻 这次两国交战 可谓出尽了风头 身为离朝各大势力和前朝沟通的桥梁 人家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所以 封羽谦不管事实地恭为人家 与他是最好的选择 若真是基前拿到的 则皆大欢喜 若不是 也能表明自己看好基前的决心 到时候 甚至可以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质问老天爷 为什么要这么对基前 摆明了天度英才 总之 竟可攻退可守 封宗主浩俊的修为 居然能如此迅速得知此事 佩服 茗玉笑道 众人 什么意思 还他妈真是基前这小子 拿到的至秦公 不是 凭什么呀 名誉能拿到他们可以理解 就算是旁边那位女修 毕竟是女子 看起来又是个正经人 倒也在情理之中 可和基前有个屁的关系 旁人过不了美人观 是到心不够坚定 这小子巴不得中美人技能 属他最不可能得到至秦公的认可 偏偏还就是他干成了这件事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恭喜 比起弟子们的一惊一乍 风雨谦和紫渊淡定得多 法器任主向来不拘一格 洛宇间那么强的法器 都能认可基前 区区一把至秦公 自然也难逃基前魔爪 紫渊姑娘 这是您所欲之兽吧 茗玉大手一挥 将人面吞风兽放出 人面吞风兽 美好气道 还倒能欣赏一下 明宗主扬之白玉般的青灰玉壁呢 不想你这秀礼乾坤 竟然是个时空类小法术 把我传送到一片黑暗里了 你他妈找死是吧 紫渊大怒 生怕茗玉发难 率先出手 一脚踢飞人面吞风兽 上前便是一顿王八权伺候 风玉迁忙道 明宗主莫生气 这人面吞风兽是个色鬼 一向如此 日后我定严加管教 明玉寒声道 虽然碍于情面 我不愿出手 但把人逼急了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是是是 明宗主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一般见识 路途遥远 三位辛苦 韩社略被薄酒 望三位务必赏光 不必了 我们还有要事 日后再会吧 言罢 明玉提着机前 醉风纵身离去 人面吞风兽 一边挨着紫渊的毒打 一边小声道 什么再会 泽泽泽 好风流的一派之主 紫渊先是一愣 玄机会议 拳头愈发凌厉 不一时 三人回至灿宗 明玉离去 醉风则缠着机前不走 姬公子这次 真是受货婆疯呀 陈希儿闻之机前回来 忙赶快道喜 见醉风也在 笑道 听说 你在深坑里待了许久 怕不是中了美男计吧 跟师姐说说 那至秦宫幻化之人 究竟长什么模样 竟让我们醉风姑娘 陶醉其中 无法自拔 师姐 醉风红了脸 万没想到 一向正派的陈希儿 竟能说出这等话来 真是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都让姬前这小子带坏了 说说嘛 跟我还藏着业着 陈希儿不依不饶 上前也遇醉风 醉风娇羞难耐 哼了一声 转头逃走 陈希儿笑道 这姑娘真是有趣 此前向来以大胆泼辣著称 不想如今竟害羞上了 闹了半天 原是个闷骚之人 姬前哭笑不得道 陈姑娘 您还是收敛点吧 您倒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可人家会骂我呀 啊 陈希儿微微一愣 是我调戏这姑娘的 与公子有何干系 姬前无语 一时之间 竟不知她是装的还是真的 第226章 造人 此后接连两日无事 第三日清晨 姬前躺在床上无聊的哼小曲 一旁有她坐的机器人 在端茶倒水 虽然一仙古之行 姬前实实在在被最疯骗了 但她还算不错 第二日便请人照着自己的模样 做了张人皮 贴上后 又被姬前用了些小法术 和真的一般无二 只是这机器人非人 始终无法像人一样有修为 因此 姬前在想 到底是因为什么 天荒大陆上 几乎所有生灵都和人不同 即使是娇娇这种的 也得有人形才成 正好印证了那句话 人乃万物之长 众神之子 也就是说 这机器人 要想真的有修为 得变成个人 至少得是娇娇那样的伟人 可话说回来 人皮也有了 人的思想也有了 怎么就不能修炼呢 姬前想不明白 索性去找大长老探讨此事 难得呀 姬公子居然主动找上门来请教问题 大长老调侃姬前 姬前笑而不语 在不努力这件事上 他努力得很 一旦这能修炼的机器人做出来 自己可就要真的过上 没修没骚的快活日子了 对此我也不甚了解 只是听过传闻 姬公子全当故事 听听便可 凡人三百六十节 精气神三灯 周天行气之类的说法 但比较小众 咱们可先试试第一种 你的意思是说 我得造出来什么 三百六十节 九翘 五脏六福 五脏六福我懂 九翘我也听说过 七翘为阳 二翘为阴 这三百六十节是何意思 大长老哭笑不得道 自然是骨头数量 啊 人不是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吗 大长老醋没到 姬公子莫非还对人体有些研究 姬前笑着摇头 虽然他前世不学无术 到底也算受过些教育 人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这种常识 他还是知道的 修士者便是天地人三才合一 因此自古以来 便有无数高手 御用大造化造人 研究人体构造 或可突破瓶颈 但都以失败告终 大家皆说是天度英才 天道不使人间得此妙法 可若是按姬公子所说 人骨非三百六十节 而是二百零六节 或许能有所得也说不定 姬前一道 不会吧 不知道人有多少骨头 还不能解剖吗 修士只讲修为 不论人品 别得罪天道就成 此事大长老摇头道 姬公子所言却是正理 但不知为何 这一说法从未变过 据说和天道有关 姬前明白了 分明是天道 想制造信息差 不让这些人造人 万幸自己是穿越而来的 天生知道他们 不懂得医学常识 但话说回来 既然天道阻止 天荒大陆出现人造人 便意味着 自己无法解剖死人 不能照他们的骨头画瓢 这可该如何是好 系统商店谈出来一则消息 人体谷歌图 一份售价两千百烂点 附赠一套五脏六幅 九窍三地立体构造图 姬前想都没想 直接购买 虽然贵得离谱 但姬前想开了 争摆烂点 不就是为了花吗 况且这人体谷歌图 性价比十分的高 若是能成 他以后的小日子 要多爽有多爽 当年的成家也好 如今的灿宗也罢 想必也十分好奇人体构造 不如咱们一起做如何 姬前赶紧向大长老 发出邀请 当然可以 大长老欣然答应 灿宗虽不比姬家 可一旦要是做成了 灿宗便要随之水长船高了 大长老何乐而不为 虽然姬前十分不靠谱 但他可在那洞天浮地中有所悟 或许真就能突破这一禁锢 也说不定 说干就干 姬前把人体谷歌图 和五脏六幅九窍的构造图 摆在大长老面前 让他找人照着这东西的模样雕刻 一定要做到分毫不差 大长老大惊 说姬前在这方面没研究吧 他能拿出详细图纸 说他有研究吧 连360节都不知道 撕裂感太严重了 206块骨头好做 难做的是五脏六幅九窍 就连看似最简单的嘴 都得充分考虑嘴唇的薄厚 舌头的肌肉含量 喉咙内的各个小器官等等 所以这种事 必须得大长老亲自来 保证分毫不差 因此时间较慢 姬前便趁此机会 去寻找肌肉 血管等软组织的替代品 准确地说 是让陈希儿 去灿宗浩如烟海的藏书中寻找 姬前本人 则躺在床上睡大觉 经过一夜的翻找 陈希儿垮着脸来见姬前 她是修士 不会因一夜未睡而感到疲倦 主要是因没帮到姬前而感到失落 抱歉姬公子 让您失望了 陈希儿像只被人抛弃的小猫般 可怜巴巴 姬前哭笑不得道 这有什么可抱歉的 灿宗没有 还可以发动南宫家 天丰宗 姬家 甚至前朝皇族去找 不必气馁 陈希儿转喜 倒也是 别看姬前修为不怎么高 人际关系这块拿捏得死死的 背景深不见底 自然不用一棵树上吊死 血信想必极累 不如小女子代劳如何 你不主动请您我也会找你的 来吧陈姑娘 展示一下你卓绝的书法吧 说着 姬前已从储物戒指中取出笔墨纸燕 不由地看待了陈希儿 姬公子 您这储物戒指怎叠 什么都能掏出来 混如白宝箱一般 姬前笑道 我用储物戒指装储物戒指 自然有无穷无尽的东西跟在身边 原来还能这样 陈希儿第一次直观感受到 什么叫天赋大于努力 这种有趣的小花招 自己一辈子都想不出来 现丑了 陈希儿上前写字 边写边道 姬公子得了李明前辈的精髓 想必自写得更好看 只是不愿出手 怕伤了别人的自尊 我说得对吗 姬前无语 对 就这样 继续敌 让老子一点百烂点都得不到 不久 信写好 相继发出 姬长安 风雨谦 南宫竹月 甚至木战英都开始行动 或主动出手 或让他人去办 很快便有了结果 第227章 憋着坏当姬前救母 姬家 南宫家并无这方面记载 天丰宗和前朝皇族 倒是有这方面消息 说是黎朝南部 一个叫弑魂宗的小势力 似乎有这等秘法 所谓弑魂 据说便是将人的三魂七魄 练化后为己所用 但低级修士 无法妥善保存三魂七魄 原肉身又太大 不便携带 且容易腐烂 所以 开发了一种模拟人体的法器 叫巨魂丁 和活人的血肉大差不差 姬前看过信后哭笑不得 这所谓的弑魂宗 不像修仙门派 反倒和恐怖小说里 那些邪修差不多 怪不得不过是个小门派 难道不知道 拘邻浅将是八旗纪里最弱的 陈希儿道 同在黎朝南部 我倒也听说过弑魂宗 却未曾闻听过这等秘法 他们如此保密 想必干的 是些伤天害理之事 讲理怕事不成 直接动手如何 姬前被陈希儿这番话逗笑 谁说陈希儿柔情似水的 这不是十分强硬吗 好家伙 连拜访都不拜访了 竟然要直接灭了人家上手抢 都是黎朝人 干嘛非要这么残忍 况且就是为了些血肉 打一仗划不来 毕竟盯着咱们的人可不少 所以还是 先去探访一番再说吧 陈希儿点头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是有些人不能太给脸 机前正要反驳陈希儿 又有一封信送来 是穆湛英写的 啰里啰嗦写了三张纸 忠心思想就一个 千万别去世魂宗 若想得到那些东西 可以直接动手 灿宗和天风宗不愿出手 他可给寄前派兵 原来 世魂宗和前朝皇族有些夙愿 当年慕雄怀还是皇子时 经常和其他四大皇朝的皇子比试 某次路过世魂宗 世魂宗宗宗主的女儿 看上了慕雄怀 非逼着他嫁给他 是的 是嫁 不是瘸 那意思是让慕雄怀当上门女婿 慢说世魂宗是个小势力 就算势力颇大 凭慕雄怀那等雄心壮志 也绝不会当上门女婿 于是效仿擅长跃及击杀的那位前辈 喊出了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 偏生那女子是个刁蛮之人 见慕雄怀不从 当即出手 和慕雄怀干了起来 那时候的慕雄怀虽然年轻 但修为却不低 区区一个小势力宗主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他对手 不出预料地打上了那位千金大小姐 慕雄怀心狠手辣 归心狠手辣 到底不是那等世强凌弱之人 解了气后就把这事忘了 可对方忘不了 大小姐跑回家告慕雄怀壮 知女莫若福 弑魂宗宗主很了解自己女儿的实力 同辈中能轻易秒杀他者 绝对来历不凡 于是命人去查 很快得知慕雄怀身份 也是这老小子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认为慕雄怀一定会报复弑魂宗 从此发誓 不再和前朝皇族往来不说 还严令手下门人 一旦遇上前朝皇族成员 格杀勿论 我们鸡公子母上大人 可是大前掌公主 有一半皇室血脉 所以 若是不想靠死商量的话 最好别想着 只靠嘴解决这一问题 瞧不起谁呢 鸡前将信拍在桌上 这事儿 其实没那么复杂 无非是弑魂宗宗主 太过大惊小怪吧 当然 也不能完全怪人家 慕雄怀何等样人 那可是人尽皆知的阴谋家 真真正正的修为 与智谋并重之人 万一是装的 真的过意不去 那件事可就完了 所以 弑魂宗宗主这么做 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不代表 鸡前没有解决办法 情报对账 自然迎刃而解 陈希儿看过信后 苦笑道 确实有够洒狗血的 但我认为 咱们还是不读比较好 反正就是个小势力 咱们既可保证达到目的 又不至于伤及无辜 鸡公子不必担心 鸡前哭笑不得 有一说一 他还没到那种 悲天悯人的地步 是否伤及无辜 鸡前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 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 虽然有现成的 但谁能保证 实验可一次成功 你带着人贸然 冲进人家家里 不由分说 就是一通乱干 于情于理 人家都肯定接受不了 到时候不帮你干活 再傻眼 可就来不及了 陈姑娘 可敢陪我一去 刀山火海 只要公子一句话 小女子亦不容辞 虽然陈希儿知道 这误会无解 此去必定有去无回 但既然鸡前拿定了主意 跟着她冒一把 险刀也可行 死就死了 人生在世 风流是第一位 功名利路 皆得往后烧一烧 鸡前笑着点头 吊耳郎当这么久 能遇上陈希儿 这样陪自己疯的朋友 倒也没白 在这世上走一遭 放心吧陈姑娘 我定不辜负你的信任 保证让你平安归来 醉风听说后 急急忙忙来找茗玉 秉明实情 病道 鸡公子虽说做起事来 一向我行我素 且必有个好结果 但这次摆明了是去送死 还牵扯上师姐了 您必须得管一管啊 茗玉笑道 不必担心 不就是个世魂宗吗 一介小宗门 就算动起手来 一时半会也拿不下二人 届时我再去救他们 也不迟 醉风灯时被自己蠢哭 倒也是 在危险 有离朝诏遇危险吗 那等地界基前 都能平安归来 这时自然也能兵来降党 而且 茗玉的实力别人不知 他可十分了解 一人便可对付这整个世魂宗 是自己太过风声鹤唳了 片刻后 基前与陈希儿 来至世魂宗山门外 敢问二位姓慎名谁 哪门哪派来此有何贵干 基前上前道 在下基前 这位是灿宗弟子 陈希儿陈姑娘 特来拜见世魂宗宗主 什么 世魂宗那名弟子大吃一惊 甚至回忆了一番 刚才基前说的话 这才确定自己没听错 不是 这姓基的有病吧 谁不知道世魂宗和前朝皇族 不共戴天 居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 你 你 你给我等着 世魂宗弟子知道 自己不是这二人对手 扬长而去 基前笑道 好 我等着 便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两个小板凳 招呼陈希儿坐下 世魂宗弟子跑回宗门 跌跌撞撞闯进大厅 恰逢世魂宗宗主承远 正在品茶 见他来了 冷然道 什么是令你如此莽撞 一点风度都没有 第228章 前朝常务父太子 宗主 姬 姬前在外求见 是 什么 承远比这名弟子还要惊讶 手中茶杯摔在地上 瞪着两眼不敢相信 虽然说过和前朝皇族不共戴天 但不过是为了面子而已 他可不敢真的和前朝皇族为敌 不然也不会不参与这次两朝的大战 现在倒好 人家主动送上门来了 你是杀还是不杀 不杀吧 名声还要不要了 杀吧 这可是积钱啊 顽固也好 高粮也罢 哪怕那些大势力 也就只敢骂两句 谁不知道 人家是姬家大宝贝 前朝常务父太子 兼太子党唯一原始股东 执行董事与CEO别墅姬家 太子党那帮人 能放过自己 不管了 先见见再说 既然来了 承远无论如何得见姬钱 搓他一番锐气 找个理由放走便可 只要闺女不知道这件事 就一定还有得聊 哪怕真的忍不住干了姬钱一顿 只要不杀他 就一定还可以挽回 片刻后 承远来至姬钱面前 差点惊掉下巴 好家伙 都到鬼门关了 这货居然一点不怕 反倒大庭广众之下吃起了火锅 端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模样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能理解 姬钱的智商可不是盖的 八成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这才有恃无恐 姬公子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 不怕我杀了你 话虽如此 承远该装 还是得装一下的 姬钱冷笑道 你要想动我 早出手了 何苦拖到现在 迷人不说暗话 我知道你已经后悔了 这次来 就是给你个机会 只要否认之前说的话 这事就有得聊 至于我舅舅那边吗 就算你不信任我 想想这么久过去了 他为什么不报复你们 说句难听话 他就是再狠辣 狗冲他叫他 也没必要杀了那条狗全家 承远黑了脸 想反驳 想质问姬钱 为什么骂自己是狗 却无从下嘴 话操理不操 沐熊怀真要是 那等小心眼之人 弑魂宗这等小势力 他一个眼神就能秒掉 既然你如此小瞧弑魂宗 又何必亲自跑一趟 想必此来 另有目的 聪明 听说你们有能容纳 三魂七魄的法器 叫什么巨魂钉 与血肉一般 我想借来用用 可以的话 再给我派个人指导工作 可以吗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任你拿念 那算了 姬钱刚要起身 被承远一把按住 陈希儿见状不妙 当即拔剑 不想承远语出惊人 你真的能保证 前朝皇族既往不救 真的 好 咱们一言为定 要不是经过专业训练 陈希儿甚至要笑出声了 他还到弑魂宗一行 定然千难万险 坎坷齐驱 谁能想到 事情进展得竟如此顺利 怪不得姬钱胆子这么大 敢闯弑魂宗山门 他早已算准了 承远心中所想 与此同时 山上 一名丫鬟 急匆匆闯进小姐 承希闺房 不好了小姐 姬家那个顽裤 打上山来了 哪个顽裤 承希瞥了丫头一眼 继续练字 还能是哪个 当然是人称 花楼仙人的 姬钱姬公子了 什么 和承远一样 承希一不幸 姬钱胆子这么大 胆直接来试魂宗 却有此事 奴婢刚才送您命 去请宗主看您写的字 不想人皆说 宗主有事离开了 奴婢便打听了一嘴 众人皆忌讳陌身 奴婢便去找 结果见姬钱 就在山下呢 你认识他 奴婢虽不认识 可曾与灿宗 陈希而陈姑娘 有过一面之缘 与陈姑娘同行 又衣着不凡 吊郎当之人 世上除了姬钱 还能有谁 走 去看看 承希秉承着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踏风而去 出了山门 果然见 承远正和一个少年 谈笑风声 那少年长相俊美 风度翩翩 却透着古丸裤子弟 特有的脾气 且看身形 想必修为不低 便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竟然敢杀上门来 老娘弄死你 想都没想 承希周身黑雾蒸腾 便是无数魂魄释放 直奔机前而去 放肆 陈希而察觉危险 大怒 上前替机前挡住 立声道 谁敢在本姑娘面前 装神弄鬼 若还不现身 莫怪我手中见不留情面 承希落地 冷然道 灿宗弟子滚开 我要动的是机前 机前与承远纷纷回头 机前还好 承远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靠 千斤瀕万嘱咐 还是让闺女知道了 这下好了 可怎么受惩 级公子 您快走 咱们的约定依旧做数 这是承远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闺女的想法她改变不了 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既希望于机前 若她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 自己尚有机会 走什么 这等恩怨若不解开 怕是此后将麻烦不断 不如来个一聊百聊 机前起身 上前道 这位想必就是那位憋着坏 当我舅母的姑娘吧 承希美好气道 事又如何 你既也有大钱皇室血脉 我便饶不得你 出手吧 无数魂魄张牙无肘 却无休是该有的气势 反倒像是一只鬼王 带着无数恶鬼当街叫骂 机前点头道 光打架没意思 要不要赌一把 你要是输了 任我处置 我不会输 打个比方 好 可你要是输了 给我爬回前朝 一头撞死在你那舅舅的笼椅上 陈希儿冷笑连连 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也配合前朝皇主生气 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了 那就来吧 机前一个闪身 来至承希面前 一手伸出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将她制住 另一手画了一张扶林空打出去 化作天雷 编织成无数囚龙 将那些魂魄一一囚禁 这位千金大小姐 可不是什么天才 恰恰相反 不过是个助激进出妻的小卡拉米 轻轻松松被机前顺描 承越面无表情 结局她早已猜到 没什么好惊讶的 陈希儿则乐的合不拢嘴 倒不是因为机前得胜感到高兴 主要是难得见这家伙主动出手 第229章 真刁蛮与假顽裤 虽然情况特殊 是承希刁难机前在先 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也算开了个好头 想必日后机前出手次数定会更多 你以为光拿下我就行了吗 告诉你 这里可是我们是魂宗地盘 只要我一声令下 保证让你这登徒子 死无葬身之地 即使被机前死死掐着脖子 承希依旧不愿认输 冷冷威胁机前 机前没生气 陈希儿反倒不乐意了 先前答应得好好的 输了便认机公子驱使 如今为何要变卦 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 承希冷笑道 耻笑 使书是胜利者书写的 你们若死 这件事必然无人知晓 陈希儿哭笑不得 怪到承远担心沐熊怀报复试魂宗 如此刁蛮 谁见了不想除之而后快 爹 您快帮帮女儿啊 承希本想控制自己身边那些魂魄 回去叫人 不想皆被机前禁锢 便求助承远 承远无言以对 因为他不想帮自己亲闺女 可以看出来 机前并不想伤自己女儿性命 这就够了 若是再任由他这样胡闹下去 沐熊怀光明磊落 不在意这等事 旁人可做不到 往后若是招惹了什么大人物 弑魂宗定然会为他陪葬 所以承远打定主意 要让机前好好教训自己女儿一番 鸡公子 您所说的一切 我全都答应 同时只要您需要 弑魂宗全体弟子皆为您所用 我只有一个要求 帮我管教一下女儿 尺度您自己把控 我相信您 承希大惊 爹 我可是您女儿 您的亲生女儿 您就这么放心 把我交给这个顽固子弟 顽固子弟 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的 人家鸡公子顽固归顽固 何时像你一样不知分寸 逢人便得罪 远的不说 这次两国交战 人家鸡公子略施小计 便令离朝大败 修为提升速度更是一日千里 你真觉得 人家像传言中那般不学无数 反观你 不是在惹事 就是在去惹事的路上 前朝皇主暂且不说 这些年来 你得罪的高手 没有五十也有三十吧 爹真后悔 没能及时管教你 幸好鸡公子来了 你好自为之吧 言罢 承远离开 承希彻底认清现实 看向鸡前 不敢说话 承希儿上前道 承姑娘 你刚才说鸡公子顽固对吗 那他正好可以顽固给你看 反正你爹让他看着来 不会计较 所以收房也在情理之中 你敢 承希大怒 承希儿冷笑道 有什么不敢的 您在街上随便碰见一人 必要强行让人家 当你的上门女婿 人家不同意 还出手打人家 如今正好也让你尝尝这等滋味 承希吓得小脸煞白 冷汗连连 看两人这模样 不像在吓唬自己 我 我知道错了 饶了我吧 纠结了一番 承希终于还是服软了没办法 别人这么说 可能只是口嗨 机前可真能干出这种事来 机前没好气到 你什么意思 还真觉得我是那种人不成 难道 难道不是吗 承希一脸疑惑 让机前生气的不是他的反问 而是反问时的语气 完全不是在阴阳怪气 好像在陈述太阳东升西落般的事实一样 你可别污蔑好人 本公子固然贪财好色 可君子爱财色 取之必有道 再说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就你这模样 我就算再恶也看不上 你 比起强来 机前的瞧不起 对承希的伤害更大 拜托 本姑娘虽不能被称作大家闺秀 到底也算小家碧玉 你一介纹裤 凭什么瞧不起我 真没眼光 和你那闷骚舅舅 没什么两样 机前一笑置之 看向陈希儿道 想不想去看看大前皇宫 啊 陈希儿一时之间 没反应过来 机前这话什么意思 机前笑道 冤有头债有主 怎么发配 他我做不得主 得让我舅舅亲自来 而且必须得跟我舅舅说明情况 这大小姐 竟然想趁机弄死我 你 你少胡说 就算我有这等想法 你不是依旧平平安站在这里吗 虽然没提名字 但不知为何 承希秒遍蒸汽机 话都说不利索了 过了这么多年 莫非陈姑娘 还惦记前朝皇主不成 怪到您一直未嫁 这是在等良人啊 陈希儿嗅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承希高声道 你 你 你少信口胡说 我才 我才不惦记他呢 机前 要杀药寡随你便 是可杀不可辱 你别把我逼急了 机前笑道 我就喜欢把人逼急 不是不敢去见我舅舅吗 我这就带你去 非得气死你不可 言罢 给了承希一拳将他打晕 随后捆了带走 陈希儿跟上道 机公子 宗主先生只是让我们管教他 若是逼急了 令他咬舌自尽 咱们可怎么跟世魂宗交代 机前好奇道 你先前不是还说 要直接拿下世魂宗吗 怎么这会反倒怕了 陈希儿解释道 不一样 咱们若是直接动手 只要保证不杀 想必不会有人说咱们 可要是把人家闺女害死了 我倒还好 您呢 不了解您的人 定会说您是故意这么做的 在扣上的草菅人命的骂名 可就得不偿失了 扣上就扣上呗 我骂名已经够多了 无妨 见机前一脸无所谓 陈希儿气愤道 机公子 机前笑道 你怎么这么笨呢 首先 承希这反应 证明他 其实是想与我舅舅见面的 其次 我舅舅可不傻 就算对他毫无感情 总不至于杀了他吧 我不在乎骂名 他可在乎着呢 就算站里 也总希望别人说他宽宏大度 原来是这样 陈希儿这才明白 机前的意思 下午 大前都城 长生殿 慕雄怀盘腿坐在床上 来回翻越户部呈上来的奏折 按说有那一杆文臣在 他不必适时攻卿 但今日情况特殊 他必须得想法子 搞出点物资来 陛下 机公子求见 这时 一个小太监驱步走了进来 让他进来 慕雄怀大喜 物资这不是自己找上门来了吗 机前 你可别怪舅舅心黑 现在户部捉襟见肘 必须得让你放点血 第二百三十章 能容多少人 就能当多大的皇帝 机前去不上殿 还没来得及行礼 被慕雄怀叫住 且而 在离朝待了这许多时日 想必累坏了吧 快过来 让舅舅看看 机前心里咯噔一下 我的亲舅舅啊 你还是深沉点吧 突然对我这么好 肯定没别什么好屁 还好 陛下您身体如何 别叫陛下 多生分啊 叫舅舅 机前更无奈 老小子 跟我玩这套事吧 老子可不是 那等指挥打仗的武将 你看我怎么玩你 启禀陛下 末将给您带来一人 现在殿外 何人 是魂宗宗主之女 承熙 是魂宗 你是说 离朝的是魂宗 慕雄怀愣了一下 那件事如机前所说 他完全没放在心上 甚至早就已经忘了 之所以对是魂宗有印象 是因为离朝势力无论大小 他皆知道名字 来历 这才如此说话 是的 不就是个小宗门吗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朕有要事和你商量 陛下 人家远道而来 怎么这也得见上一见 慕雄怀面无表情 内心翻江倒海 这个该死的臭小子 看出自己有囚于他 居然还拽上了 那就宣吧 这个面子 慕雄怀还是得给积钱的 不一会儿 陈希儿带着五花大榜的程西上殿 慕雄怀看见之后 疑惑道 这女子 朕好像在哪见过 您忘了 当年您和其他皇朝皇子比试时 在离朝被人碰上 飞拉着当上门女婿 这位便是当时那个刁蛮小姐 想起来了 快松吧 一旁公公忙道 陛下 万万不可 此时程西已然醒来 看慕雄怀的眼神 仿佛能吃人 又有这等过节 这位公公真怕出什么事 无妨 松开 陈希儿便松了膀 程西揉了揉手腕 与慕雄怀相视一眼 不顾陈希儿等人的严阵以待 呼地跪下 低着头道 外名程西参见前朝皇主 平身吧 程西起身道 既在相见 有些话便不能一笑置之 要杀要寡 我接任了 动手吧 言罢 闭上眼睛 慕雄怀哭笑不得 来啊 给朕将这狂徒拿下 侍卫进来 当即按住程西 致他个污蔑皇主之罪 立刻凌迟 慢着 程西高声道 若是因当初之事 我死而无憾 可我何时污蔑你了 慕雄怀看向基前 显然觉得和这等人说话 有失身份 基前冷笑道 你为何要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我前朝皇主大度之情 如日月行天 人静皆知 你为何要预设 他会饶不了你 还说没污蔑 我看你已不是诽谤 百明了是在抹黑我前朝皇主 真真是天理难容 罪不容诛 程西大惊道 你 你不杀我 基前胡甲虎威道 逼个蛋 竟敢称我前朝皇主为你 找死不成 程西不理基前 看向沐雄怀 沐雄怀无心理他 大手一挥 便让陈希儿和程西一同下去 基前明知顾问道 陛下 末将也很是奇怪 您为何不杀他 沐雄怀寒声道 朕年幼时 酷爱行侠仗义 偶尔溜出宫去赏善罚恶 某日无意间 撞见一黄口小儿 用纸帽子 胡了顶十二流 免装皇主 朕大怒 欲要杀之 一高人拦住了朕 言道 你心中能容下多少人 就能当多少人的皇帝 慢说弑魂宗 这等修真宗门 就是寻常百姓 难道就没有在背后诋毁朕的 朕不在乎 哪怕刀架到脖子上 他们嘴上不说 心里难道不这样想 千险万险 人心最险 朕要做 就做那等让人心服口服 心甘情愿臣服之雄主 而非暴君 如基前所说 沐雄怀心狠手辣 归心狠手辣 但不是那种牙字必报的人 恰恰相反 只要你和他没有利益冲突 只要别指着鼻子骂人家爹娘 偶尔脆一口 沐雄怀也只当是没听见 李世民厉害吧 不照样被魏征骂哭 这是雄主必备的素养 得能容忍 得会容忍 不然把人都杀光了 你给谁当皇主去 皇主此话高深莫测 末将实在不明就里 沐雄怀瞟了基前一眼 你不懂 你不懂 这世上就没人懂了 你能不能听懂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别人能不能听懂 末将明白 沐雄怀的意思很简单 让他把话带给沐战英 别一天天眼里只有基前 他可是大前与离朝三分之一 江山的合法继承人 投靠他的人数不胜数 胜过基前的人 定然大有人在 真没必要那么依赖基前 即使沐雄怀知道 基前绝不会害沐战英 这也符合基前的利益 他可不想当什么太子党化石人 更不愿意听沐战英操心 真要是有个比自己能力强 又忠心耿耿的人操持一切 基前乐得逍遥快活 什么都不管 这是户部整理的单子 你看看 该说正是了 沐雄怀将奏折递给太监 太监传给基前 基前不用看就知道 舅舅这是向自己要东西来了 这也是基前回来的真正目的 虽然也有私心 但更多的 还是想探探口风 如今已然达成目的陛下 北部刚定 粮草什么的 暂时争不上来 毕竟离朝军队也不傻 肯定不会给我们留什么好东西 所以得再等等 沐雄怀冷笑连连 到底是聪明人 就是会说话 看来基前已经猜到自己的目的了 攫取资源 其实是为了开辟新战场 其他三大皇朝暗流涌动 出手已是板上钉钉 与其在前朝境内打 不如让战火烧在他们境内 主动出击 总归是没错的 至于基前嘛 他肯定有能力支持自己 之所以推脱 是不想让这块肥肉 从他嘴边溜走 确实 带兵出征充满挑战性 没人愿意干这苦差事 但要知道 若是赢了 威信将随之水涨船高 更会手握重兵 于情于理 基前也定会争上一争 你言下之意 是说离朝北部恶嫖遍野 千里无人 回禀陛下 末将并无此意 不敢说十分 离朝北部名声少说 恢复了六七成 只是末将向来顽固 不得民心 虚得太子殿下沉民立弊 方能令百姓配合 二人相视一笑 基前小小年纪 天赋极高也就算了 脑子还挺好用 时刻不忘木战英 这样也好 肥水不留外人田 最后受益的 依旧是自己儿子 第231章 闻着味就来了 这也是基前这小子的高明之处 不管干嘛 总要把木战英 拉出来当挡箭牌 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 并按戳戳告诉木熊怀 他的心态急正 这也就不能怪木熊怀 给他使绊子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 和你心意 谁能保证 基前这么做 不是在故意迷惑他 出征的人选 你来定夺如何 木熊怀试探基前 基前不傻 虽然是打着太子殿下旗号 但毕竟将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 木战英又笨 木熊怀自然担心 他会成为自己的吉祥物 最终受益的并非他 所以并不打算 自己来做这件事 陛下觉得 杨恒忠杨大人如何 他 木熊怀冷冷一笑 瞟了旁边太监一眼 太监连忙将已憋不住的笑容 硬生生又憋了回去 基前身为修士 当初领军时 尚且为将士们所不容 区区一介文人 怎么管手下人 更别说杨大人 除了会骂人外 一无是处了 让他领军 不是闹着玩吗 说句难听话 上膳局那条看门的大黄狗 都比杨恒忠合适 准了 更让人掉下巴的事出现了 木熊怀居然同意了 他们哪里知道 最适合统军的人 偏偏就是这个表面上看 最不适合统军的人 首先 杨恒忠没背景 算是数族代表 提拔他 能令天下数族归心 甚至人才分支他来 其次 也正因为这人没背景 故而哪怕闹出什么事 木熊怀也能及时止损 毕竟 他可比李国民好控制多了 只要道德绑架就行 更何况这人和孙承岩不一样 孙承岩是装傻 他是真傻 傻到相信 弱大个前朝未来 一定是木战英的 算是天生的太子党 这种人既死忠于木战英 又不像姬前一样 小心思太多 把控不住 将来还能制衡姬前 至于能力嘛 那都是次要的 让杨恒忠当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由姬前暗中指挥就得了呗 没想到你竟和杨大人 关系如此之好 虽然知道杨恒忠奉行君子不党原则 绝不可能和姬前同流合污 但皇帝嘛 四手五入等于谜语人 该趁机敲打 就得趁机敲打 千万不能让手下人喘过气来 陛下言重了 末将就是想和杨大人狼狈为奸 也得能入得了人家的法眼呀 木雄怀冷然道 少扯这些有的没的 朕要你火速掉集粮草 只都城外 越快越好 军队不用担心 朕还能给你掉些人手 末将遵命 望着姬前消失的方向 木雄怀若有所思 此次大战 他十分希望 大前能有无数后起之秀为他所用 也好为木战英打好基础 却不曾想 真正崭露头角之人 似乎只有姬前一个 文官集团 真就如此伟大不掉 正想间 忽有太监禀报道 启奏陛下 李尚礼大人求见 李燕本就有动用湘王的打算 奈何李田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不敢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请示了李国明 李国明的意见很简单 暂时不动 但若有苗头 则必须得两件 这回苗头来了 户部尚书高建峰 也是文官集团的人 听说这几日 陛下一直有意无意 问他粮草的事 文官集团又和皇宫中的太监 暗中有些联系 听闻姬前现身 便火速赶来 生怕错过这头等大事 慕雄怀按骂李燕是狗鼻子 闻着味就来了 一个喉一个栓法 慕雄怀巴不得姬前多出力 又不希望文官集团能攫取利益 本想以身体有样为由推脱 但又想看看 李燕到底有什么底牌 敢主动请战 文官集团虽然伟大不掉 但还不至于一手遮天 慢说手 无法伸进军队里 就是朝堂上 也有刘天官等人制衡 按说这种时候 他们应该时刻提防自己 给他们下半子才对 而请 李燕上殿 行三寇九拜大礼 山呼道 吴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爱卿平身 来人 次座 李燕并不高兴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被次座 传扬出去 会让人高看一眼 要知道 文官集团实际上的老大李国明老同志 还在前线浴血奋战呢 慕雄怀这时候来这一手 岂不是故意恶心人 诚然 李国明不是傻子 知道慕雄怀此举背后的目的 但底下人怎么看 万一有不老实的 趁机拱火 打着自己的名义自立门户 怎么向李国明交代好家伙 老子出去打个野 你他妈把我家偷了是吧 爱卿为何如此拘谨 慕雄怀见李燕坐立难安 存心也于他 李燕苦笑道 俗话说 天地君清师 君者仅次于天地 微服四海 明镇八荒 微臣自然心有敬畏 难免拘谨了些 望陛下见谅 慕雄怀冷冷一笑 到底是饱读诗书之人 机前那小子 一辈子都说不出这等话来 爱卿此来见证 所为何事 回禀陛下 敢问我朝最近 可是又有什么大动作 怪不得这小子 处处被李国明压一头 有些太急于求成了 不过没关系 又不是自己看好之人 越犯错 慕雄怀越高兴 不瞒爱卿说 其余三朝暗流涌动 正怕他们先发制人 故而预令机前领兵 主动出击 虽说主力不在 可言些许时间倒也颇合正义 李燕强行压制住内心的不安 想不到慕雄怀真的要主动出击 而且还没通过自己获李国明 看来在他眼里 文官集团已经不值得信任了 陛下 荣微臣说句实话 民间对姬公子似乎颇有微词 若着他统军 他日军中有变 岂不误了大事 慕雄怀面露悔意 爱卿所言即是 别看那姬前与皇族友亲 简直是天生的坏种 顽固至极 难堪大用 不知爱卿觉得 慕雄怀战术停顿 李燕借机要举荐湘王慕战臣 不想慕雄怀瞅准时机到 不知爱卿觉得 杨恒中杨大人可能担此重任 李燕一脸身无可恋 老大 没您这么玩的 不想让我举荐您直说不就行了吗 来这套干嘛 陛下 杨大人一身正气 从不结党营私 朝堂之上无人能望其向背 然而却是言官出身 连政务都不通宿 如何能担此大任 那依爱卿看来 何人可用 微臣不敢说 赦你无罪 湘王殿下 哦 慕雄怀眼前一亮 怪不得李燕敢直接找上门来 捅破这层窗户纸 原来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第232章 以退为境 借刀杀人 别看湘王年轻 论谋略 远胜目占英 可惜力敌力长不力贤 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敌长子继承之是 无数人用血合类换来的经验教训 虽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 但李世民 这类人是个力 大部分都是胡亥 落得个二世而亡的下场 况且 湘王才八岁 这帮人便想着 用他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心实在太废了 身为皇帝 慕雄怀不仅需要包容程兮这种肉眼 甚至看不到的小蚂蚁 也得能纵容李燕这种人 或者说 帝王之术的核心要义之一 便是制衡 借力打力才是皇帝该干的事 千万别自己出手 反倒见一身血 湘王还小 送去前线 岂不让人家笑我 前朝无人可用 不如爱卿轻往前线 如你恩师一般 与杨恒中共义军机要事 你看如何 李燕虽然知道 慕雄怀暂时没有 立幕战臣的打算 但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不留情面 不让他当名义上的统帅也就罢了 蹭战功的机会也不给 回禀陛下 湘王虽小 迟早就翻 来日必为我大前束手边疆 不如趁此机会历练一番 陛下意下如何 也好 李燕 虽然达到目的了 但怎么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 湘王还小 军中将士又长桀骜不逊 恐难立威 麻烦爱卿陪他去一趟吧 微臣遵命 李燕刚出皇宫 便被李天拦住去路 大人 如何了 还能如何 湘王不能当统帅 只能跟着去见见世面 有我护在左右 啊 李天看李燕的眼神顿时变了 李大人 不是我说您 您也太容易上当了吧 届时 机前必然参与 有他在 想在军中立威 我还是更愿意相信 机前是出戈 李燕何尝不知此事 但线下于他们而言 这已是最有利的选择 毕竟决策权不在他们手上 机前才是第二战场的主要投资人 况且 慕雄怀一直盯着文官集团呢 如今消失在慕雄怀视线里 未尝不是在以退为进 与此同时 机前已得知消息 陈希儿瞟了一眼 忙备过身去 机前笑道 怎么不看呀 陈希儿摇头道 事关前朝大计 我可不能看 万一泄露了 我就是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机前故意把信拿到陈希儿面前 没事 陈希儿依旧摇头 一旁被五花大绑的陈希美好气道 你别给人家吓套了城吗 让人家看过后 自己在满世界宣扬 到时候反倒怪人家 这叫什么事 陈希儿哭笑不得道 陈姑娘别误会 机公子不是那等人 被陈希这一说 陈希儿却脾气上来 非得看看不可 她可不相信 机公子是那等人 必须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下 想不到朝堂斗争如此有意思 堂堂相亡 居然要受明牵制 原本陈希儿是不懂这些的 但敬朱者赤跟了机前许久 他也摸到了些权谋门槛 懂其中深意 机前点头道 这只是表象 我舅舅在暗示我 帮他处理一下李燕这帮人 那感情好啊 要不是他们使坏 您何苦背井离乡 受这份罪 陈希儿很是高兴 机前冷笑道 你个笨蛋 他在借刀杀人你看不出来 皇主早就想动文官集团 苦于没有理由 这下好了 不用找理由了 有人能帮着办了我和文官集团 有夙愿之事 天荒大陆人静皆知 我杀他们 在情理之中 没人会怀疑我 那怎么办 良办 见机前十分神秘 陈希儿索性不再细问 此时三人据是魂中欲发的静 陈希儿便对陈希儿说道 陈姑娘 这次前朝之行 心可宽了 陈希冷哼一声 并不说话 真没脑子 我要是你 死赖在皇宫不走 当不了皇后 贵妃 当个妃子 美人还不行吗 四舍五入 也算强娶我舅舅为妻了 见机前调侃自己 我要脸 不过话说回来 老娘的眼光还挺不错 看上了天荒大陆 头一号风流君子 该残忍时残忍 该大度时大度 修为还极高 嘖嘖嘖 你这是何意 瞧不起机公子吗 人心格肚皮 陈希儿并不知 陈希儿只是单纯的在饭花痴 还以为他拿话点机前呢 当时气不打一出来 陈希儿也误会了陈希儿 一脸无奈道 真是情人眼里出息师 机前这等纹固 竟然 竟然也有人如此死心塌地的喜欢 真是有趣 你找死 陈希儿红了脸 拔剑要动手 被机前拦住 片刻后 二人落下 早有承远迎接 上前道 纪公子 陈姑娘辛苦了 还请二位山上一续 两人便带着陈希进了试魂宗 一路来到大唐 山珍海卫 与穷江玉叶 早已恭候多时 承远连忙招呼两人坐下 却不管无法行动的承希 爹 您瞎了不成 女儿还在这呢 您看看我呀 承远瞟了承希一眼 假装没看见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次前朝一行 我还到慕雄怀定要杀我 不想他竟放过了我 还对机前说 当皇帝得能容忍 这等狗屁道理 女儿虽然不懂 但想试试 陈希儿侧目道 承姑娘言外之意 莫非是说 您想为爱改变自己 承希红了脸 小声道 也许吧 机前被逗笑 我还以为世上的恋爱脑 就洛启成和承翠平两人呢 没想到又出了 你这么个后起之秀 你们离朝是不是被人下了 某种为爱奋不顾身的诅咒啊 洛 洛启成是谁 承希相当于女版机前 甚至比机前还不如 平日里不学无数 哪里听说过洛启成这个名字 和你一样是个恋爱脑 他是第一 承翠平第二 你暂居第三 深情之人 深情之人 为了自己女朋友 能好好修炼 不惜献出生命 够风流 虽未曾谋面 到底也算知己 来日我定要去为他扫目 扑 机前嘴里的食物 差点没喷出来 感情承小姐 还真是这等人闹了半天 恋爱脑成了主流 自己这种摆烂的 反倒十分另类 第二百三十三章 是魂宗功法的秘密 果然 果然鸡公子非同凡响 小女交给您 真是我这辈子 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承远老泪纵横 疯了一样要抱机前 被机前死死挡住 没好气到 大哥 冷静点 这一切要归功于我舅舅 是他用人格魅力 彻底征服了您女儿 和我无关 陈希儿也盲相劝 这才劝住承远 哪个父母不希望儿女好 我媳妇死得又早 唯一的愿望 便是让闺女 无哉无难到公卿 王妻在天有灵 定能含笑九泉 陈希儿趁机道 既是如此 拒魂丁的事 您看 想要多少要多少 只是 陈希儿促眉道 承宗主 咱们之前可是说得好好的 您不会要反悔吧 承远盲摇头道 陈姑娘别误会 我不是那等小人 只是拒魂丁一事 想必您听说过些流言蜚语 誓魂宗不愿让外人知晓 陈希儿点了点头 这个他倒有所了解 毕竟来时 他就曾对姬前说过 哪怕灿宗拒誓魂宗如此致敬 他也不知此事 料定其中定有缘由 实不相瞒 誓魂宗原是一位散修开创 当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说难听点 无非是借传道之邮拒一批人 为他安前马后罢了 直到后来 一位宗主下山游历 呼吁瘴气横生 不得去路 正愁出间 寓意老人传道 得魂自觉 引出巨魂丁一物 那老人对那位宗主说 他有两大绝学 除魂自觉外 还有魄自觉 魂魄不可合二为一 否则将为天道不容 那位宗主不信 便照葫芦画瓢 依托魂自觉 开发魄自觉 结果原地尸解 尸解 陈希儿醋眉 民间传闻 先者有三 约天 约地 约尸解 尸解者人间蒸发 超然物外 但境界上并无先一说 故而多被认为是谣传 近几百年间 主流说法认为 所谓尸解 乃是破尽失败所致 天道之法有三 雷 火 风 所谓尸体不见 多是被那十股阴风消磨所致 假的吧 什么样的功法 能引来天道责法 姬前显然不信 承远孝道 慢说您 就是是魂宗弟子 也有不信的 因此 还有另一种说法 所谓老人传道 非弃自怨 乃是那位宗主 建了这等功法 欲要强强 老人大怒 觉得杀了那位宗主 有些不赚 便假意传道 给了些能招致天道 惩罚的禁止 以此报复那位宗主 以及整个世魂宗 因此才有那位 宗主原地消失一事 总之 不管哪种说法 这一功法皆极其危险 且限制颇多 不可轻易使用 因此 还望二位务必对外隐瞒此事 姬前和陈希儿相视一笑 皆哭笑不得 说难听点 有种狗看 谁都想要抢他奥利给的既视感 陈总主放心 我们定当守口如瓶 话虽如此 陈希儿还是要替姬前 做出些承诺的 成员点头道 我相信你们 玄吉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两枚巨魂钉 长不过一寸 袖极斑斑 与一般棺材钉无异 却透着古特别的生命力 似乎有丝为一般 陈希儿见多识广 却依旧被这具魂钉惊道 倒不是说多强 估计连地品中阶都够不上 但就是比一般法器神奇 姬前接过 看都没看 直接扔进储物戒指里 另外 再派个人 给我们当技术指导 姬前说 这是自然 人选我早已定好 这就让他来 言罢 承远拿起传声玉佩 叫了声赵翠 不久 一位年纪轻轻的 瘦长汉子走了进来 这汉子像被吸干了 洋气一般病烟烟的 两眼无神 顶着一副黑眼圈 摇头晃脑 走到姬前面前 耸了耸鼻子道 少阳之相 公子好天资 姬前看向承远 承远面露歉意 他也不想让这么个 二傻子去帮姬前 别的不说 多影响是魂宗形象 但没法子 这人 已是弑魂宗年轻弟子中 最能拿得出手的 修为已至住姬境后期 只能派他前往 陈希儿和姬前一样 感到有些无奈 这人倒不像是修仙的 和林毅小说里 常年同鬼怪 打交道的人无意 赵翠 你暂时跟着姬公子和陈姑娘 他们要你干嘛你就干嘛 可能听懂 赵翠有气无力道 若是要我杀您 该当如何 承熙别过脸去 没脸看他 靠 怎么就那么寸 和这种人待在同一宗门 真是丢人丢大发了 那你就杀 哪来那么多 为什么 一点脑子都没有 赵翠奇怪的脑回路 连承远都忍不了 直接对了回去 哦 赵翠点头 好像真听进去了 九过三巡 三人离了世魂宗 却没回灿宗 而是直奔云封城 刚一落地 便有杨恒忠恭候多时 黑着脸质问姬前 为何要让老宝上门要钱 本官向来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大前与云封城百姓人尽皆知 这下倒好 大家皆把我当作了 你这等灯徒子 日后还有和颜面 面对陛下知遇之恩 机前瞟了眼杨恒忠 一旦见到他 旁边赵翠 这个阴间人都顺眼多了 什么知遇之恩 真要是有知遇之恩 至于让你只能上奏弹劾 不给人事任免之权 而且还把你小子 发配到这等不毛之地 和我这等你最瞧不上的 顽固子弟搭班子 我有时候真有点想不明白 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的 杨恒忠大怒道 放肆 你竟然对陛下不敬 机前来了兴趣 你说对陛下不敬 你当着人家的面 数落人家儿子 你敬重人家 我 我那是直言劝谏 与你背后窃窃私语云尼之别 事事事 云尼之别 可我说的是事实吧 杨恒忠无语 杨大人 姬公子此举有他道理 试想一下 您能被骗 被误会 他又如何不是 换位思考一下 陈仙上前获悉尼 这番话还真就十分有效 杨恒忠竟觉得有道理 或许自己还真就误会了机前也说不定 任免输下来了没 什么 什么说 陛下准备开辟第二战场 要和其他三大皇朝干仗 折你统军 我 第234章 河身跌倒 嘉庆吃饱 杨恒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尚书谈和他擅长 带兵打仗 却一窍不通 不可不可 万万不可 现在知道耸了 告诉你 陛下身边无人可用 哪怕是我 也被他猜忌 只有你这种毫无能力 又无脑死忠的家伙 才能被委以重任 杨恒忠默然想到 失礼之后 百姓的口诛笔伐 吓得脸色惨白 身子止不住发抖 放心好了 届时我也会去 你只要听我的便可 你 杨恒忠连自己都看不上 岂能看得上机前 在他看来 机前不过擅些奇迹饮巧罢了 真要是让他指挥大兵团作战 不敢说和自己一样差 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还别瞧不起人 机公子乃当世人杰 带兵打仗是把好手 届时必能扬明天荒大陆 机前没说什么 陈希儿却十分不爽 主动帮机前辩解 杨恒忠翻了个白眼 显然不认同陈希儿想法 说正事 我来这里 不只是让你做好准备 户部捉襟见肘 你需速速征集粮草 调往前朝 捉襟见肘 杨恒忠嗤之以鼻 他宁可相信 机前是正人君子 也不认为户部拿不出粮草 这帮孙子真能使绊子 也就自己没在独城 不然非得骂死他们不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骂人要是有用 养那么多军队干嘛 先解决了当务之急 等奏凯而归 再向他们发难也不迟 杨恒忠点头道 机公子所言即是 只是虽说人心日见归父 可我们前不久刚说要免除赋税 忽然又出而返尔 恐将激起明辩 你小子能活到现在 真是个奇迹 要不是看在这小子 没什么坏心思的份上 机前真想弄死他 这也太笨了点 谁让你动老百姓手里那点粮食了 黎朝拜得一塌糊涂 难道只是因为我的那点小计谋 别扯淡了 最重要的原因 是其境内贪官污吏横行 你就不能合身跌倒 嘉庆吃饱 杨恒忠倒吸一口气 还真就被机前这番话 打通了认读二脉 对啊 若是查处贪官污吏 既能厚了腰包 也可得明星 简直一举两得 这等小事 写封信便可 何必亲自前来杨恒忠有些不明白 机前苦笑连连 你自己什么脑子 自己不清楚 别说写信 就是打视频电话 杨恒忠也未必能领悟其中深意 记住 一定要稳准很 不能一步一步来 那要是把他们逼急了怎么办 逼急了没事 大不了干一仗 可要是慢慢来 他们可能会去动百姓的东西 弥补昔日里制造出的亏空 懂了吗 杨大人 杨恒忠似懂非懂 他平日里只想着如何骂人 还真就不擅长 这等最基本的操作 想不到姬公子还欣喜百姓 沉默了半天 杨恒忠难得夸了姬钱几句 姬钱冷笑道 你想多了 杀一个贪官污吏 顶得上一线 甚至宜君的赋税收入 这叫势急从全 杨恒忠冷哼一声 不再理姬钱 果然 果然这祸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无妨 不论如何 从结果上看 他没做坏事 这就够了 若遇困难 可写信求助太子殿下 放心 我向来不顾及前番恩怨 姬钱叹了口气 便要带着陈仙和赵锤走 姬公子 不惧见见娇娇姑娘 陈仙叫出姬钱 见不见都一样 走吧 不久 三人回到灿宗 直奔大堂 大长老还挺给力 已做出了姬钱要的五脏六腑 栩栩栩如生 姬钱大喜 拿出巨魂钉 对赵锤说道 把这东西 变成和人一样的形状来 说完 把经络图拿到赵锤面前 你要 你要造人 废话 我不造人搞这么多器官干嘛 难道要COS汉你拔呀 哦 赵锤用两手食指与无名指 夹住巨魂钉 中指搭在上面 指向正前方 叫一声破 巨魂钉前端 透出许多丝线 将五脏六腑拉来 我是让你用巨魂钉圆里做个肉体 你怎么给我吃了 姬钱有些奇怪 赵锤歪着脑袋道 不就是造人吗 做个肉体 比如此做费事得多 不如先将东西融入其中 再展开也不晚 姬钱醋没道 你 你还对这些有研究 从赵锤的言语中 姬钱能听出来 这家伙知道自己想干嘛 我也这么想过 并且曾付诸行动 但失败了 说完 五脏六腑已被吞下 紧接着是骨头 待全部完成后 现场众人街 十分期待地看向赵锤 别这么看着我 未必能成 赵锤打了个哈欠 将巨魂钉打出 钉在墙上 正好齐平 与人间同长同高 只有肉体没用 灵魂呢 在这儿 机前把机器人 从储物戒指里掏出来 命令黑影现身 赵锤抬起中指 食指与无名指指间 点在一起 叫一声 来 黑影便被分解 如蝌蚪般游至他指尖 陈希儿笑道 成宗主果然没骗人 这位道友虽说怪了点 实力却不是一般的墙 竟能在没有巨魂钉的情况下 将东西聚在一起 凌玉点头道 若是好好修炼 将人收入其中 也未尝不可 想不到是魂宗 竟然还有这等好功法 说话间 赵锤已完成 缓步上前 点在墙上一处 锁点之处 向斜下方延伸两道黑线 正好与先前两枚 巨魂钉 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接下来该你们了 就在大家期待神迹出现时 赵锤忽然退后 等边三角形 也没了后续变化 我 我们能做什么 陈希儿有些不解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赵锤下一步要干嘛 此三点正应 精气神三灯 以示人之雏形 但须天地人三才合一 我不会 搞得好像我们会一样 机前无力吐槽 却见众人皆看向自己 什么意思 你们都不会 我怎么可能会 大长老无奈道 机公子 你忘了自己 在动天伏地所无的功法了 又有李明留下的地字加持 以德物天地人 若说懂 只有你最懂 机前苦笑连连 我要是真懂早上了 何必说刚才那番话 第235章 原了找人带打的梦 大长老却不信机前所言 上前一推 将机前推上去 冷然道 功败垂成 无论如何 必须一事 机公子不必心存芥蒂 机前仔细一想 倒也是 反正聚魂钉也好 骨头 五脏六腑也罢 没了还能再做 实验一番也未尝不可 故而问赵粹道 哪里是天 哪里是地 哪里是人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百烂点 二百 众人无语 这小子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机前则哭笑不得 自己真不是在故意摆烂 没想到却收获了八百百烂点 赚大发了好吗 往上三尺为天 往下一寸为地 中心为人 赵粹解释 机前明白了 天 地好险 人字不好险 得找中心点 但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不算难 不就是找三角形内的中心点吗 小学生都会这提 机前用练器之法 练出一把直脚尺 稍微一操作 便找出中心点 然后写下人字 并将天字与地字一并写下 写完之后 机前问赵粹道 接下来呢 赵粹亮出两手中指 看得机前一愣一愣的 不是哥们 你骂得挺脏啊 赵粹上前 将中指指甲 搭在两枚巨魂钉上 随后缓缓向后挪布 五脏六腑 骨头以及血肉被带出 逐渐变成一个人 大长老大惊道 成了 他这嘴好像开过光一般 刚说完 那尚未有实在人形的人 便化作一团肉球掉在地上 众人并未太失望 毕竟千百年来 无人能做成的事 他们岂能一次成功 反正有的是时间 又不缺东西 多试试 总归没错正想间 那肉球突然飞起 迸射成无数怪异文字 像纹身一样 纹在机前身上 随后又迅速消失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这 这什么情况 名誉有些惊讶 大长老上前道 鸡公子 可有一样感觉 机前摇头 那您能看懂那些文字吗 机前依旧摇头 他们速度太快了 我没看清 那您试着把那黑影叫出来 若还没用 便写天地人三字 大长老断定 肉球之所以选中机前 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和黑影有关 要么就是 他写了天地人三字 机前照做 他的影子有了一栋 一朵黑帘盛开 中间端坐着一位英俊少男 呈半透明状 分明是等身大小的机前 这是 这是法香 看着连台上坐着的那个 和机前一模一样的家伙 大长老惊呼出声 赵璀一字一顿道 魂字绝有云 得物天地人三财者 可化世间万物 此相参差如是 机前簇眉道 能不能说点 我能听懂的 陈希儿解释道 法香是宇宙间 一切现象的总和 只要你见过 听说过 就定能演化出来 宇宙 这个词放在修仙世界 多少有些抽象 四方上下称为宇 往来古今称为宙 宇宙者 时空总和也 机前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 我有了一件 编绘的学习能力呗 大长老点头道 可以这么说 之所以变成你之模样 乃是你体相 意象之巨像画 说白了 这个和你长得 一模一样的小人 可以帮你误导 机前点了点头 用人话说就是 这法香能学一切功法 他学会就意味着 自己学会 对于百烂人来说 相当有用 也算圆了机前 找人带打的梦 可 可究竟是何原理呢 名誉有些不懂 赵璀言道 正所谓道法自然 这便是那位 传授魂自觉的老人 修为之根本 若能得到 演化自然 想必机公子成就定然更高 这番话 让众人恍然大悟 这功法类似武功秘籍 固然强 但并非不可解释 倘若机公子真的掌握了 道法自然之奥妙 对他可有什么帮助 法宇宙之相 也就听起来炫酷 事实上 功法固然有参差 学习能力强 也能提供助力 但最终 还是要和修为挂钩 真正大成之后 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能力 赵璀思虑一番 言道 我也不知真假 诸位全当一乐 据说 若真能领悟 道法自然之奥妙 对破镜有莫大帮助 哦 众人皆眼前一亮 虽然不能直接生镜 但光是突破瓶颈这一项 就已经够让所有人震惊了 要知道 提升修为光靠 努力是没用的 越往上越考验天赋 哪怕你穷尽一生 达到了前人 不能比你的准地 竟圆满七巅峰 同镜同气无敌 缺了那点天赋 也永远无法成为大帝 但这一功法 却恰好省去了这一麻烦 只要努力修炼 触到门槛 大帝竟似乎不是梦 即使对基前这样 有大帝之资的人来说 也相当有用 可惜 可惜他们无缘 难以实现 而且有意思的是 似乎对基前同志来说 并没有什么诱惑力 让他努力 还不如杀了他 众人看向基前 这小子果然没在认真听讲 已经迫不及待开发法箱 仅一个念头 法箱便便做实体 站在众人面前 与基前一般无二 陈希尔仔细感知那假基前 却察觉不到什么异样 大喜道 太好了基公子 以后您可藏起来 让这法箱替您做事了 虽然有娇娇这等妖兽跟随 能随时变成基前模样 但两者到底修为不同 很难瞒过高手 这假基前却不同 无论气息还是修为 都和基前一般无二 至少就连名誉和大长老 也无法分辨真假 这就够了 多谢道友鼎力相助 灿宗比武即将开始 不如道友留下 一同比试一番 如何 大长老向赵翠发出邀请 赵翠伸了个懒腰 白手道 不必了 我一个住寄近的小菜鸡 自然只有当绿叶的份 何必自找不痛快 况且 此次灿宗一行 在下收获颇风 印证了些想法 须得立刻回世魂宗仓物 主位 告辞 不必远送 言罢便走 送走赵翠 陈希儿道 基公子 这法箱既然能推演世间万物 是不是能逆转一切功法 比如让一些术士 恢复到最原本的状态 第236章 顺道邦的小芒 你当神命灵呢 自然是不行了 基前画了一张伏技出 强加制甲身身上 却并未消失 但若是功法并不完善 或许能寻到破绽 陈希儿有了新的想法 基前点头道 道也有这种可能 可修为越高 越能淘汰旁门左道之人 慢说明宗主 大长老志等高手 就是陈姑娘 怕也功法完善 绝无破绽 说是这么说 可谁能保证提升境界时 做到万无一失 若能寻到高境界之人 昔日救急 加以利用 可就有去了 基前笑而不语 别逗了 就算有救急 同境界之人能借题发挥 自己却万万不行 又聊了几句 基前回至小院 早有罪风等人恭候多时 基公子 听说您心得一项能力 名为法相 敢问有何妙处 这能力 基前虽看不上 罪风等人却十分痴迷 苦于没有基前这等际规 不懂 何为天地人三才合一 才来这里等候基前 打算恭维他一番 若无所得 经这些时日相处 他们已认可了基前这人 当他是灿宗女婿 因此不算吃亏 可倘有所得 便就是死也无憾了 没什么妙处 就是个替身而已 基前甚至没心思 把法相亮出来 给众人掩饰 要往屋里走 众人哪里敢拦 敢忙拥着基前进屋 又是端茶又是倒水 就差捏肩垂腿了 你们别这么殷勤长骂 我怕 这帮人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 若是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些什么 倒还好说 怕就怕他们不安好心 别再让自己成了太监 罪风等人忙到 抱歉基公子 先前是我们过分 您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和我们这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 基前冷笑道 你们可别捧我 有事说事 罪风便道 基公子 这天地人三才 不知您可能讲解一二 也好让我们沾沾光 话刚说完 便是众人齐齐向罪风翻白眼 哪有人一上来 就把这事点透的 基前固然人帅心善 可毕竟这是人家 时来运转所得 四舍五入 可以看作是天道所赐 不分享给众人 也是应当应分的 像罪风这样直接索要 人家给是不给 不给便被人耻笑不够豁达 给又舍不得 岂不是把基前架到火上烤 地我不懂 天人却知晓些 都记在这书上 你们爱看就拿去吧 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基前竟直接将 五百百烂点买的图鉴 分享给众人 众人大惊 秦仪最是胆大 率先翻开 越翻越失望 这图鉴 须得配合洞天伏地才成 于他们而言并无用处 纪公子 您的法相既能演化宇宙万物 何不搞出个 一模一样的洞天伏地 也好助您修行 秦仪很快想到解决方案 照你这么说 我还演化洞天伏地干嘛 我直接演化出个 大地精高手 不就行了吗 这玩意就跟沙盒游戏一样 再逼真 也只是个游戏 你们就算再给他 爱里挣几千万 现实中照样 没人给你们打钱啊 众人听闻此话 顿时大失所望 果然时也命也 他们这辈子 怕是都无法搞出个 法相玩玩了 可洞天伏地 想必已在您脑海之中 何不自己仔细思索 或许也能有所静静 虽说他们并无这等运气 可姬前有啊 反正是内定的灿宗女婿 甚至大概率是 下一任宗主的丈夫 她若有所精进 灿宗地位 也能随之水涨船高 故而情仪给出建议 姬前点头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就怕记错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众人更加失落 姬公子 不知您可有胆量赌一把 小女子游历凡间时 曾有幸认识一人 修为虽不高 却善些奇迹饮巧 据说能通彻人脑 将记忆复刻成画面 一名弟子站出来说道 生怕姬前拒绝 醉风芒道 你这是何意 难道是觉得 姬公子胆小如数不成 还不赶紧把男人寻来 是 女弟子开开心心离去 姬前一阵无语 这帮姑奶奶 今儿这是怎么了 冷不丁地 突然这么喜欢帮自己 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外面正在打仗 你们与前朝苟和一事 又以仁静皆知 放任这样一位 貌美如花的同门师妹 独自出去寻人 你们不怕她 被人掳走冲房 经姬前一提醒 有几人反应过来 忙追了出去 秦姨笑道 姬公子说笑了 怎么能叫苟和呢 分明是弃暗投明 姬前笑而不语 这类人就跟圣母一样 几方队伍里出现一个 就必须得杀一个 但假若是敌方队伍的话 有多少来多少 正想间 忽有一不速之客登门 乃是一位中年模样的修士 但感觉不到修为 虽说上了年纪 相貌却是极好 与姬前相比 竟只是略输一筹 诸位姑娘好 在下原青 天丰宗紫渊真人徒弟 见过诸位 那修士恭敬行礼 众人还礼 满脸问候 紫渊真人虽不是天丰宗宗主 到底也算有些明晴 他们皆知晓 没听说过他 有个叫原青的弟子 姬前冷眼旁观 想必这位便是 大名鼎鼎的姬公子吧 果然如传闻中一般 桀骜不逊 半点规矩不懂 真不知你那 长公主出身的母亲 怎么教的你 那修士催了姬前一口 姬前大怒 暴起冲出 仰手直接给了 那修士一巴掌 醉风等人大惊失色 姬公子这是怎么了 竟然这腰有血性 你 你敢打我 小心我告诉封宗主 与你前朝断绝来往 修士一大怒 却不知为何 并不还手 众人忙上前 帮姬前道歉 岂料姬前语出惊人 都别管他 你们不知 我却明白这人身份 人面吞风寿 别以为你小子 换了妇人模样 就能瞒过我 你那公共扫我 一辈子不会忘 啊 众人皆是一愣 人面吞风寿件 瞒不过去 只好委屈巴巴现身 他本是 想借这次比试机会 变成风流修士 借机勾打灿宗女弟子 奈何太狂妄 听闻女弟子们 都来姬前院中了 便打算来看看 顺道让姬前帮个小忙 第237章 欲将紫渊收房 谁知姬前这家伙 竟识破了自己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原来 是你这色鬼 我近一时之间 未曾听出声音 怪不得你吴修为 我们又未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自己做死 别怪姑奶奶们下手狠 醉风一想到 人面吞风寿 先前举动就来气 立声道 姐妹们 就是他调戏我们宗主 煞世间 无数双血液一般 心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人面吞风寿 吓得他转头想跑 却哪里跑得了 人面吞风寿 连醉风对手都不是 更何况 他线下还有人帮衬 更是无力抵挡 被人揍成猪头 惨叫声不绝于耳 待众人解了气离去 人面吞风寿 哽咽到姬前 什么仇什么怨 你竟然当面揭穿我 姬前韩生道 你要是不在我面前 15喝6 我能揭穿你吗 说到底 还是你小子没眼色 人面吞风寿 冷哼一声 严肃道 说正是 想必你也看出来了 我已知成熟期 可为何能力发挥不出来 姬前知道 他为何而来 冷笑道 你狗鼻子 我刚得到法香 闻着味就过来了 人面吞风寿 忙摇头道 姬公子误会了 我来这里 主要还是为了 陪伴姑娘们孤独的灵魂 结果到这之后 意外听人说 您得了什么法香 能法宇宙众生之相 这才特来求见 望姬公子 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 定要助我一助 我跟你没交情 别呀姬公子 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您帮我解决这一问题 我教您熬战之法 人面吞风寿 冲姬前挑了挑眉 姬前嗤之以鼻 慢说你我之辈 就是寻常修饰 对身体的控制程度 也已达到凡人 难以想象之地步 根本不需要这些旁门左道 人面吞风寿 见姬前不上当 忙扁着嘴道 姬公子 您可怜可怜我吧 打住打住 姬前倒吸一口冷气 好家伙 这或是特么想恶心死自己吗 你老实交代 到底是何原因 让你一身修为背劲 我记得 你之前虽然弱 但也不至于弱成这样才对 我也不知道 不说算了 说说说 见姬前十分决绝 人面吞风寿 只好十分难为情地 讲起了自己 一个时辰前干过的辉煌事 紫月一位故人来访 人面吞风寿 见她生得风姿绰约 人又和善 便动了坏心思 要趁人家不注意 占人家便宜 谁想到人家身上有法宝 一阵清光照射过后 人面吞风寿 便成了这副德性 该说不说 你挺奸啊 哪怕花点钱呢 不丢人好吗 姬前真不知该怎么说这只色手 人面吞风寿 苦笑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作为交换 只要你帮我 我就带你 去找紫月那位故人 你想啊 一个能剥夺 旁人修为的法宝 肯定十分好用 姬前笑着摇头 你当我傻呀 我直接问紫月真人不就好了 人面吞风寿 显然有备而来 紫月那臭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岂能轻易告诉你这等事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姬前邪妹一笑 不管人面吞风寿 出了门纵身飞向天风宗 人面吞风寿 明显愣了一下 他已知道姬前性子 刚才说那番话 不过是 为了刺激姬前一番 并不觉得他会上当 谁想到 这个一向喜欢摆烂 连落语剑都瞧不上的顽固子弟 竟然对自己说的那件法宝 十分感兴趣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人面吞风寿 连忙狼狈地追了上去 少请姬前落地 早有天风宗弟子认出他 不问缘由 领着他去见风雨千 几日不见 不想姬公子愈发神采意义 端帝一副仙人模样 有目有 风雨千见姬前来了 忙上前恭维 二人分主次落座 姬前道 风宗主 长话短说 紫渊真人一位故人 是不是有件能剥夺人修为的法宝 风雨千思考一番 点头道 却有其事 不知姬公子要做什么 姬前笑道 那就好 麻烦您向紫渊真人打听打听 那人究竟是何来历 风雨千当时明白 姬前是何意思 拍着胸扑道 姬公子放心 您尽管在我这大堂坐着 不出办上 定把那法宝拱手送给您 姬前忙道 不可不可 我岂能夺人所爱 为人耻笑 不过是认识一下人家而已 姬公子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为个人计 自然不能横刀夺爱 可您乃是为了天下苍生 慢说一件法宝 就是将我师妹 乃至探宗全体女弟子收房 也在情理之中 姬前差点没被风雨千逗笑 这老小子 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真不怕别人 骂他这个宗主老不正经 风雨千走后 人面吞风兽跟了过来 气喘吁吁道 姬前 不带你这样的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可是要遭天谴的 姬前耸了耸肩 你说的对 但我还没过河 还没谢莫呢 人面吞风兽 顿时没了脾气 可恶 怎么就碰上这么个无赖呢 片刻后 风雨千领着紫渊上堂 姬家小子 得了至秦功还不满足 什么都想要是吧 人面吞风兽 冷笑着挑唆道 何止呀 听人家那意思 还要将您收房呢 紫渊灯时变了脸 若非风雨千拦着 便要动手了 当然 不是对姬前动手 而是不爽人面吞风兽 姬前固然纹固 但人家风流不下流 绝不会说出这等话来 百分之百是人面吞风兽献边的 我可以帮你 把他叫过来 但那人可不是好惹的 你们最好三思 师妹 你这是何意 风雨千颇为不减 或许还真有可能把事闹大 可当着自己的面 谁敢动姬前 况且姬前在离朝 似乎没什么仇人 怎么会 等等 你那位故人 该不会和离朝皇族 有什么关系吧 离朝前任皇族的养女 洛霄洛姑娘 姬公子可敢见上一见 这有什么不敢的 风雨千赶紧帮姬答应下来 好不容易见到姬公子 对法宝这么上心 他岂能不住姬前一住 再看姬前 一脸都无所谓 显然没把这人放在眼里 不是他狂 别说区区一个洛霄 就是老皇主亲自来了 姬前也敢15和6第238章 洛霄主动现身 他就怕他不敢来 风雨千帮姬前放狠话 正值两国交战时期 天风中与前朝结盟一事 又人尽皆知 虽说风雨千也好 姬前也罢 并非那等无耻小人 可就怕人家把他们网坏了想 这个我便不知道了 不过可以试着帮姬公子联系一下 说完 紫园转头便走 风雨千忙对姬前解释道 抱歉哈姬公子 我师妹向来我心我素 你别介意 姬前哭笑不得 这有什么可介意的 自己一向不在乎这等事 姬前 不是我泼你冷水 对方八成不会来 人面吞风兽 不满姬前泄磨杀驴的举动 阴阳怪气起来 风雨千冷然道 再敢多说 哪怕一个字 我让你一辈子只能看女人 不能付诸行动 人面吞风兽 吓得忙转身逃走 风雨千上前道 姬公子 人面吞风兽 虽然说话难听了些 到底说的乃是实情 因此 您还是先回灿宗吧 等有了消息 我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姬前点头离去 没事 自己反正有的是时间 完全可以等 就算那个叫洛霄的姑娘 真就胆小如鼠 大不了自己杀进皇城找他去呗 望着姬前渐渐远去的背影 风雨千叹了口气 连洛宇见 至秦宫都不在乎的人 竟会喜欢那等奇怪法器 世上恐怕只有姬公子 能干出这等事来 不过无妨 肯努力是好事 紫渊脾气大归脾气大 到底说话算数 写了封信 派燕鹏送至洛霄处 洛霄看过信后 冷笑道 给我下套 燕鹏并不害怕 不卑不亢道 姑娘别误会 我师父说了 去不去全在您 不许看在往日情分上 洛霄催了一口 寒声道 慢走不送 毕竟不是自己的事 紫渊又特别交代燕鹏不必上心 故而见洛霄拒绝之后 燕鹏转头便走 起料 洛霄转身换了套男装 飞身离开皇城 不久 灿宗的鄙试正式开始 名誉当着众人的面宣布规则 规则很简单 大长老等灿宗高手 在不远处城峰镇边上 布下了许多十分复杂的结界 蕴含浮 气 丹 震珠到奥妙 众参赛者一同步入其中 谁能率先解除 谁为胜者 出于公平考虑 参赛人员可自行组队 不得多于五人 若是组队得胜 最终需通过鄙视 决出胜负 众人闻之大喜 他们还道 灿宗会因与姬钱关系匪浅 而偏袒于他 没想到 规则实际上 竟对他们有利 毕竟姬钱的人品人尽皆知 是个死道有不死平道的主 傻子才会和他组队 因此 即使这小子福 气 丹 震珠到 已知圆满境界 还有天地人三才之法辅助 也定难获胜 大仇得报 已不是梦 姬公子不必担心 师父既然如此说了 想必早已为您想好了退路 届时必然会暗中出手 帮您尘仙 陈希尔虽不知名于为何如此做 但怕姬钱难过 便出言安慰他 姬钱笑道 你个笨蛋 修到修傻了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丸黑幕 以后灿宗还怎么再离朝混 世上最难的事 就是让人重新信任你 那 那师父 为何要如此做 陈希尔有些想不明白 于情于理 灿宗都该站在姬钱这边才对 你师父 又不是只双修这一次 先给他们点甜头 之后再补偿 我也不迟吗 你看周围 可不全是南宫横江 墨荒那等 与我修为相同之人 也有来自其他势力 甚至高出我一个境界的天才 与其怎么琢磨给完黑幕 不如将计就计 陈希尔恍然大悟 只是苦了姬公子 陈希尔替姬钱鸣不平 按说这场比试 姬钱应该是主角 谁能想到 时事造英雄 他竟成了绿叶 虽然陈希尔知道 姬钱并不在乎 但并不想看人下菜碟 还是想安慰安慰姬钱 没事 如陈希尔所想 姬钱并不在乎 人怕出明珠怕壮 适当的示弱 对姬钱来说不是坏事 不然谁能保证 之后不会再冒出 和南宫横江一样的人来 正想着 男子打扮的洛骁凑了过来 行李道 在下萧落 见过姬公子 在下向来仰慕姬公子大名 又无缘结识其他豪杰 不知可能与姬公子组队 当然可以 陈希尔大喜 忙替姬钱答应 这人修为 以至龙桥静后期 若能和姬钱组队 必能令他事半功倍 此事还需姬公子定夺 姑娘 你可不能阅阻带袍 言爸看向姬钱 姬钱无所谓道 既然你愿意 我反正没什么意见 只是我 好像没见过你 姬钱上下打量落霄 凭他十几年的看剧经验 很快便发现 此人女扮男装 虽然声音经过处理 身材也收敛了些 但刻在骨子里的阴柔 是变不了的 姬钱有些不明白 此人为何要这么做 而且他接近自己 肯定另有目的 陈希尔这种擅长 自我攻略的人 可比骆启成那等恋爱脑还罕见 绝不可能有女子像他一样 败倒在自己并不存在的人格魅力下 说起来 我好像也未见过公子 不知公子是哪门哪派 陈希尔也跟着疑惑起来 骆霄早就做好准备 答道 在下无门无派 散修一个 姬公子不会因此瞧不起在下吧 陈希尔忙道 不会不会 公子有所不知 姬公子向来宽厚待人 您有所不知 别说修士 就是普通人 他也十分尊重 说来不怕您笑话 有个叫杨恒中的严官成天下 讨扰姬公子 他照样不放在心上 何况您呢 姬前苦笑连连 陈希尔这番话 说得他都脸红 既然如此 咱们不要共进退 姬公子放心 待得胜后 我绝不与您争抢 如此最好 姬前虽不知此人 接近自己到底有何目的 但毕竟是在灿宗腹地 有大长老等高手暗中相助 料他一见龙桥竞修士 无法伤害自己 便答应下来 很快 大家各自组好队 为保证公开透明 堵住悠悠众口 名誉公开组队名单 当看到姬前也有队友时 众人哭笑不得 南宫横江更是直言道 谁家弟子这般没见识 竟然能相中姬前 真不怕遭家族 或宗门众人摆眼 第239章 姬前真正的目的 陈希尔不悦道 南宫公子 当着诸位的面 您如此说话 岂不有事南宫家颜面 南宫横江 被陈希尔对得没脾气 陈希尔说得对 自己可代表着南宫家呢 绝不能丢人现眼 更何况 姬前还和南宫家有盟约 更不能贸然被刺他 不然老祖们 非得吃了自己不可 诸位 动身吧 随着名誉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赶往目标地点 大长老等人也随之前往 选定结界后 众人纷纷进入 洛霄与姬前也不例外 刚一进来 洛霄便感觉 此处不同寻常 赞叹道 怪盗参宗女子成群 仍能傲视天荒大陆 手段果然数不胜数 且十分高妙 令人刮目相看 姬前瞟了洛霄一眼 你一介散修 此前竟然看不起灿宗 洛霄并不回答这一问题 说道 素文鸡公子四道 皆知圆满境界 便由您主导 我在旁辅助 如何 姬前摇头道 想破阵就自己出手 我反正没兴趣 百烂点 二百 这是为何 洛霄虽然听说过 关于姬前的传闻 但没想到 这小子烂到这种地步 拜托 赢了可是能和灿宗宗主双修的 这等好事 不知多少人哭着喊着要上了 姬前怎么会毫不动心 赢了之后 当着众人的面 你女子身份定会被揭穿 届时 人家还斗完赖呢 姬前从储物戒指里取出 竹椅躺了上去 你 你说什么呢 洛霄被姬前说了得愣 他绝不可能识破自己的女儿身 八成是逗自己玩了 万万不可上当 别装了 你也就是运气好 没多少人看 这才瞒了过去 真要是仔细看 破绽简直太多了 姬前看都不看洛霄一眼 洛霄叹了口气 见被识破 索性也不装了 便回原本的嗓音道 你既已看破我的身份 为何还要同我组队 不怕我暗害你 姬前哭笑不得道 大长老他们就在外头 你但凡敢对我有丝毫不利 他们绝不会放过你 洛霄冷笑着点头 倒也是 你这家伙虽不慎努力 完全谋却是把好手 绝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使我浅薄了 洛霄见姬前跟要睡着了一样 问道那你不好奇 我为何要接近你吗 姬前摇头 只要不是杀我就行 洛霄无语 可能给我看看你那法香 你要干嘛 姬前念头闪动 法香出现 洛霄摘下左手中纸上一枚戒指 帮法香戴上 随后道 你试着推演一下这结界 没兴趣 姬前摇头 若非上了年纪 洛霄真想直接揍姬前一顿 再顽固 也不能到这种地步吧 实不相瞒 我便是 你要寻的洛霄 你放心 我虽是老皇主养女 却和你没有利益冲突 不会害你 至于为何 之后我会解释 线下只要你按我说的做 这法器 我便送给你 洛霄十分无奈 他本不想向姬前透露自己身份 奈何姬前这小子太懒 要是不给他点动力 自己可达不到目的 姬前来了兴趣 让我猜猜看 这其实是个专门为我设的局对吗 你先伤人面吞丰寿 料定他会来求助我 借机勾起我的好奇心 在于今日借着结界 达到你的目的 可谓环环相扣 你 你怎么知道 姬前冷冷一笑 他其实对能剥夺 人面吞丰寿能力的那法宝 并不感兴趣 之所以去天风宗 是因为他更好奇 这个幕后主使的情报来源 虽然并不知道 幕后主使要干嘛 但姬前可以确定 对方已经知道自己 有法相的事 且是奔着法相来的 要知道 从自己得到法相 到见到人面吞丰寿 前后至多半个时辰 加上路途遥远等因素 对方肯定比自己更早知道 这么做能得到法相 且不说对方冤博的学识 就是灵通的消息渠道 也为姬前忌惮 要知道 姬前所做的一切 几乎都是通过 可信之人的手完成的 灿宗的人也好 是魂宗的人也罢 定不可能将这一消息 告知旁人 真相只有一个 有人在监视自己 而且 对方有很多下手的机会 却并不如此做 意味着 或许可以收尾己用 所以 姬前才表现出一副 对那法宝动心的样子 目的便是救泼下驴 引对方现身 虽然不知道 这所谓的推演对你来说极其重要 不如做个交易如何 你告诉我 是谁在案中监视我 我帮你推演 这 洛霄很是为难 又不是让你以身相许 有什么可为难的 登徒子 洛霄骂了姬前一句 开始陷入沉思 爸爸爸 告诉你也无妨 洛霄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一面小铜镜 说道 我也不知对方是谁 只是通过此物与其联系 至于此物来历 爱是我小时候养父所赠 如今他消失已久 怕是在南巡的来历了 姬前哭笑不得 说了都没说一样 那你为何要让我推演结界 与你而言 到底意味着什么 养父失踪的前一天 曾给我留下一封信 信上设了个高级禁止 我打不开 所以想着借你之手 看能不能如愿 姬前笑道 离朝都快亡了 还惦记你那失踪的养父呢 洛霄苦笑道 若不是他 我早伸手一处了 况且 若是养父不在 就算保住江山 亦无用处 更别说我修为不高了 就算有这等心思 也帮不上多大忙 不如做好自己的事 姬前微笑不语 洛霄并未讲明实情 其实他和寻常百姓一样 也觉得老皇主消失 多半和洛宇家有关 毕竟保住江山之后 也可慢慢去寻老皇主 正巧又和自己独处 他竟不杀自己 肯定是这么想的 不过无妨 这样想正好 自己能少许多麻烦 姬前念头闪动 法乡有所动作 开始破解结界 洛霄见状 大惊道 你 你不怕我羡慕杀驴 姬前笑道 我还到陈仙是个例呢 没想到你也练功练傻了 我不是说了吗 有大长老他们护着 你动不了我 第240章 被迫扬名立万 洛霄苦笑着摇头道 我果然不是和万一谋诡计 不过 我并未帮到你 为何你却还要履行承诺 闲着也是闲着 一点小忙 我自然能帮便帮 洛霄无语 想不到姬前竟如此乐于助人 他哪里知道 姬前向来嘴上一头 心里一头 事情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之所以帮洛霄 和之前想法一样 继续就泼下驴 引出那个监视自己的人 法相同姬前修为一样 四道皆知圆满境界 破解结界本就不在话下 何况还有戒指帮助 这戒指名叫退气界 天品下戒法器 能让与灵力有关的东西 反扑归真 人面吞风寿 堂堂妖寿 尚且中招 更何况结界这等死物 又有大长老等人良苦用心 他们的想法 虽然和姬前猜测的一样 不敢让姬前获胜 但也不愿让他太过丢人 故而在结界中掺杂了些暗伤 这种暗伤 只有姬前的法相能够发觉 配上退气界 竞争就将结界解除 陈希儿见状大喜道 想不到姬公子是在隐藏实力 果然配得上大帝之姿 大长老等人面面相去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有暗伤 但姬前不应该这么快 就解除结界才对啊 但没法子 既然人家赢了 就不能视若无睹 名誉高盛道 李氏杰说 言罢 所有结界全部消失 众人皆失魂落魄 心生不愤 若是再给他们些时间 必能胜出 可惜已经没机会了 我宣布 胜者是姬公子和 和那位公子 有请二位与诸位 同我回灿宗 咱们再比一场 搅出最终胜者 什么 众人大惊 他们可以输给任何人 就是不能输给姬前 况且 这小子只有一个队友 还只是个龙桥晶后期的修士 凭什么速度比他们 快这么多黑幕 一定是黑幕 明宗主 您看 那人是个女子 南宫横江率先发现猫腻 如姬前所说 当所有人接住一道洛霄时 她拙劣的伪装 便如皇帝的心一般 很轻易便被人看穿 名誉大惊 定睛看去 果然是个女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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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齐声高喊 显然 在他们看来 这女子分明是 灿宗派过来帮姬前的 主委稍安勿躁 听我说句话 这位姑娘 确实不是我们灿宗的人 大长老忙开口解释 南宫横江立声道 就算不是你们灿宗的人 笔室规定参赛人员 必须得是男子 因此 姬前的成绩不能作数 我们得重新再比 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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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老欲哭无泪 不重赛得罪在场众人 重赛可就得罪姬前了 大长老几乎可以断定 那女子定不是姬前找来的托 原因无她 这货酷爱摆烂 没必要搞这一出 问题就出在这儿 真要是姬前故意的 那还好说 可明明不是她故意的 却因灿宗疏忽 导致她的比赛成绩作废 姬前没什么意见 姬家呢 姬前替穆战英招募的那些党羽呢 姬前在离朝的盟友们呢 重赛可以 让姬公子继续参与 我则退出 如何 洛霄乃是性情中人 因姬前之前初次见面 便那般帮助自己 有些不忍看她成绩作废 便主动站出来 帮姬前说话 算了吧 不就是个双修机会吗 让给他们又何妨 姬前身为当事人 反而最不在乎这件事 别呀姬公子 洛霄盲劝 劝了几句劝不动 心生一计 卖惨道 姬公子 小女子刚才没看清楚 能麻烦您再演示一遍吗 姬前自然不会被洛霄 这等低级的绿茶举动骗到 但她既然想救泼下驴 就必须得配合洛霄 故而只能点头答应 大长老醋眉 还到姬前全凭洛霄相助 这才得胜 便凑上去小声道 姬公子你可想好 若是重赛结果与刚才不一致 这帮人的口水能淹死你 姬前笑道 口水 谁不知我大前第一顽固的美名 我不在乎 大长老无奈 只好游着他去 很快布置好结界 高声道 诸位 请吧 莫欢呼地站出来道 为防止作弊 这次我就不进去了 在外头等着 不知灿宗诸位长老 与民宗主意下如何 二人自然没什么意见 莫欢冷冷一笑 飞至高处 不看别人 独独死盯着姬前 但越看 莫欢越觉得不对劲 笑容将在脸上 姬前解除法阵的速度 与周围人云泥之别 难道说他真的没作弊 本来就有远超旁人的能力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结界已被解开名誉 站出来宣布比试结束 所有结界悉数消失 南宫横江已不相信名誉 问莫欢道 这次谁是第一 姬 姬前 虽然莫欢不想承认 但确实是姬前赢了 这 这不可能 姬前修为虽然不算低 但比他强者大有人在 怎么可能胜出 南宫横江不愿相信这一结果 陈希儿再也忍南宫横江不得 回对道 解除结界 并非修士决斗 与修为关系不大 考验的是 修士对四道的掌控能力 既不如人也就罢了 你竟不敢承认 拼死抵赖 难道说 刚才那女子 实事你安排的不成 其余人和姬前 没那么深的仇 见重赛结果和出赛一样 便就相信 此事是真 听了陈希儿这番话 纷纷看向南宫横江 南宫横江不敢犯重怒 转身便走 还不忘留下狠话 此事我定会查个底朝天 但凡有丝毫作弊迹象 我定让天荒大陆 接至此事 众人皆被南宫横江斗笑 这小子 也太给南宫家丢人了 输了不敢承认也就罢了 还埋怨别人 真有意思 恭喜姬公子 扬名立万 明玉飞身上前 笑着向姬前道喜 姬前波澜不惊 指了指落肖道 与我无关 全因他暗中助我 明玉还道 姬前记恨之前 自己不信他一事 忙道 姬公子说笑了 是您能力突出 与旁人无关 姬前苦笑道 我说的是真的 确实是他帮的忙 明玉见姬前给台阶不下 索性就泼下驴道 姬公子说得对 第241章 明玉修为的秘密 姬前一整个尬住 果然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陈希儿那等嫡化想法 八成是从明玉处学来的 百闻不如一见 姬公子果然深沉内敛 少年老成 这时 洛霄手上那面小铜镜 忽然有了反应 亮着紫光传来一个极具魅惑的女声 一听便知是个帝网上的细腰郁姐 你认识我 姬前从洛霄手里拿过小铜镜 自然认识 洛霄 把镜子给姬公子吧 反正你留着也无用 当然可以 只是前辈为何如此心仪姬公子 洛霄有些不解 难道说 此人引自己来此 便是为了让姬前得到镜子 既然是这样 为何不早说 而且完全可以现身 干嘛非得躲在镜子另一头装迷语人 那边哈哈大笑 并不打算解释 对姬前说道 姬公子 不介意的话 以后随身带着镜子吧 有事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你到底是谁 姬前黑着脸问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您是谁 说完 那边便闭上了嘴 任凭姬前怎么问 就是不打 名誉道 想是某位高人不能直接帮您 这才出此下策 姬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姬前点头不语 稍晚一些 南宫竹岳 风雨谦 紫园等人接出现在灿宗大厅 笑着和大长老等人寒暄 他们可不是 为了观摩双修而来 慢说双修之法并不误会 就算真的坦诚相见 都是高手 他们也早已不再像姬前一样好色 主要是 他们想借此机会走动走动 毕竟都是 投靠在姬前门下的势力 以后将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所以怎么说 也得多见见面 紫园踹了人面吞风兽一脚 去 做饭去 做饭 凭紫园真人这等修为 应该不至于饿吧 况且 灿宗有吃食 何必让一妖兽来 洛霄有些不解 紫园笑道 你有所不知 这家伙做饭是一绝 倒不是说多好吃 主要是有利于修行 待会儿正好喂给那鸡家小子吃 洛霄哭笑不得道 紫园真人 还挺欣赏姬公子 想多了 我就是想缓和一下关系吧 毕竟紫园之前刁难过姬前 虽然情有可原 姬前也不是那等爱生气之人 但架不住风雨谦 老是在自己耳边念叨 紫园指得如此 不做 凭什么你讨好别人 让我出力 爱做不做 坐 紫园愣了一下 旋即反应过来 抬手直接给了正营笑的人 面吞风授一巴掌 你什么时候 脾气变得这么暴躁了 一旁的洛霄有些不解 紫园无语 这娘们居然没听出来什么意思 赶紧做饭去 不然小心这位姑娘 一辈子不帮你解除静止 人面吞风授文言 知道自己命脉被紫园抓住 只得离开 再回来时 姬前与茗玉已经开始双修了 毕竟修为高 茗玉比陈仙更懂双修之法 即使姬前身上阳气不多 也能物尽其用 甚至还能帮他精进修为 众人皆赞叹道 想不到明宗主竟有如此修为 果然厉害 这话真假参半 多半是在说场面话罢了 毕竟双修之法没有多神奇 他们又都来自大门派 知道些秘法 不会对这法子感兴趣 和他们的云淡风轻不同 姬前的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在法相的帮助下 姬前终于知道 为什么茗玉这么年轻 修为便如此之高了 他身上有不属于他的力量 好像是强行夺走的 再联想到灿宗恨男的优良传统 姬前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 明宇肯定靠着此法 害过不少人 尤其是男人 不过姬前并不在乎 毕竟明宇对自己没想法 而且杀的八成都是些恶人 不然悠悠重口 可不是闹着玩的 明宇必然会被骂作 无恶不作的女魔头 但如此做 虽然让明宇静静飞速 却也不可避免地埋下隐患 他好像压不住那些力量 不仅如此 还身负暗伤 似乎已经到了要复发的时候 正想着 明宇的灵力 突然袭遍姬前全身 姬前觉得自己 好像掉进了黑洞一般 正被人一点一点蚕食力量 这是什么意思 老子把你放心上 你想把老子放棺材里是吧 不好 大长老看出猫腻 连忙出手 隔开了姬前和明宇 明宇吐了一大口黑血 直接晕了过去 姬公子 您没事吧 让陈希儿把明宇带走后 大长老赶紧安抚姬前 倒是没什么大事 也就差点死在明宗主手上罢了 姬前无语至极 大长老 明宗主这是何意 封玉谦等人质问大长老 倒不是和姬前关系多好 他们也算不上什么好人 但要是姬前死了 他们之前的努力 可就白费了 哪怕为利益考虑 他们也必须得帮姬前说话 诸位不要误会 明宇身上有暗伤 暗伤发作之后 便会控制不住那双修之法 这才让姬公子 有了性命之忧 而且 他其实暗中护着姬公子呢 虽然效果不大 但若非如此 光凭我 怕是无法打断 众人不理 赶紧关心姬前 姬前自然知道 明宇肯定不会主动害自己 只是暗自惊叹 自己极差的运气 明宇早步走火入魔 晚步走火入魔 偏偏这时候走火入魔 差点记了可还行 诸位先在这里歇着 容我去看看情况 马上回来 大长老走后 封玉谦凑到姬前面前道 姬公子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从大长老的反应来看 明宗主恐有性命之忧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姬前点了点头 按说明宇这等修为 就算有暗伤 充其量祸害自己 这个冤大头也就罢了 怎么他也要完蛋了 想必您知道明宗主的修为 他可才三十多岁 令尊可有大帝之姿 饶氏如此 也赶不上明宗主 古往今来 他是头一份 所以 封玉谦没名说 姬前却能听懂他的意思 倒也是 奇怪的功法 姬前听说过不少 但像明宇的双修之法这样 让他无视天赋修为如此之高 自然为天道所不容 越是有利 越是有弊 听说大长老曾提醒过明宗主 就连他徒弟希儿姑娘 也并未依赖着功法 可惜明宗主 还是一条道走道黑了 第242章 大帝之姿恐怖如斯 提起名誉的是 封玉谦便感到有些惋惜 明明也是个天纵奇才 可惜却被一时的功力 蒙蔽了双眼 静落到了这部田地 估摸着大长老 他们应该有办法 咱们不必在这里唱衰 姬前比封玉谦看得更开 原因无他 虽然可能有天道惩罚的因素在 但想必也只是个小惩戒 不然为啥不直接要了明玉的命 正聊间 陈希儿走进来 将机前拉到一边道 姬公子 能不能麻烦您救我师父一救 说着 陈希儿已红了眼眶 有些哽咽 要知道 陈希儿虽说单纯了些 却不是那等不经事事的小姑娘 恰恰相反 一向坚韧不拔 引得他亮出小女儿态 想必明玉的伤一定 相当严重陈姑娘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修为还不如你呢 怎么救得了你师父 可宁 可宁的影响力相当之大 机前明白过来 并未犹豫 转头道 各位或各位的家族 宗门中可有擅长治病的 明宗主危在旦夕 万万各位看在在下脖面上 搭救一二 望着机前的背影 陈希儿思绪复杂 有时候机公子还是挺靠谱的 众人如今正用着机前 自然不会让他束手无策 纷纷建言献策 并回宗门请人 机前安慰陈希儿道 别担心 一定能解决 我再问问机家和皇族那边 有没有办法 好 麻烦你了 陈希儿转头便走 走出没两步 呼得站定 愣了半晌回过头来 一把扑进机前怀里 没事了 没事了 机前轻声安慰在自己怀里 气不成声的陈希儿 到底是个小姑娘 陈希儿自然也是需要有所依靠的 嗨嗨 秦姨坏笑着走了进来 故意咳嗽的大声些 陈希儿伸手打了秦姨一下 却未从机前怀中离去 秦姨笑道 陈姑娘 你这占便宜的理由别搅了些吧 你好歹也是 见过大场面的人 岂会被吓到 你说得好听 那是我养育我成人的师父 陈希儿小声反驳 秦姨笑得更欢 好了 赶紧松开人家鸡公子吧 你师父八成有救了 有救了 陈希儿抬头看向秦姨 满脸狐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破局之法不是别个 正是正被你吃豆腐的鸡公子 真的 陈希儿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是真是假 一看便知 三人来至名誉闺房 秦姨解释道 也是宗主命不该绝 几位长老和我用尽办法 皆无法挽回 但却注意到 有一丝灵力在他体内四处游走 缝缝补补 虽说没起到什么大用 但能看出来 只要充足 定能让明宗主渡过这一难关 陈希儿明白过来 那一丝灵力 莫非便是之前从姬公子身上获得的 聪明 秦姨看向秦姨道 姬公子 麻烦您再给明宗主输一些阳气 想必会奏效 秦姨苦着脸 不知该如何解释 他也想给明宇输阳气 关键是 自己可不是一点原羊位屑的纯情出歌 恰恰相反 因时常出没花街柳巷 阳气早散光了 怎么输送的了 姬公子有难言之隐 怕是短时间内 给不得师父那许多阳气 况且 师父虽压着 却仍可能吞噬姬公子 故而万万不可如此 陈希儿十分了解姬前的身体状况 虽然旧师心切 到底得为姬前考虑 不能让他成了师父的养分 想必 这也是明宇的想法 他虽然吞噬过无数男子 但都是些大奸大恶之人 若是搭上姬公子的性命 就算活过来 他也不会高兴地 无妨 由我们互道 姬公子定然无事 至于阳气嘛 姬公子可多采邪险 想必只要经了您的身子 便定然有效 大长老开口 我这儿有阳气 秦姨坏笑着离开 在回来时 拽回来十几个被五花大绑的男子 姬公子放心 这些人都是杀人放火之恶人 饶是如此 姬公子怎么吸收他们的阳气 陈希尔问道 简单 让我学双修之法 姬潜答道 能行吗 陈希尔怕时间上来不及 总得试试 姬潜召唤法箱 并让陈希尔施展双修之法 半个时辰后 姬潜将法箱收回 能不能成 就看天意了 严霸 施展双修之法 触及到的一瞬间 那十几人登石化作干尸 再看姬潜 已然掌握了他们身上的阳气 陈希尔等人大惊 才半个时辰时间 姬潜竟然能如此迅速掌握这一密法 虽然也有法箱从旁协助之功 但依旧让人惊掉下巴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帝之姿吗 天赋果然非常人能比 来吧 姬潜上前 催动功法 将阳气注入茗玉体内 恍惚间 姬潜置身于一片虚无 看见远处端坐着一人 正是茗玉 明宗主 这是哪里 姬潜上前问道 茗玉促眉道 你是如何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 施展了双修之法 将阳气灌入您的体内之后 我便进来了 看这情况 这里莫不是您的内景 我即将被您彻底吸收吧 茗玉点头又摇头道 这里确实是我内景 却未曾吸收您 既然您看见了 我便食不相瞒了 我自身来便具备一种特殊能力 便是能进入这等地方 能更专注于修行 我一直以为 此处是我的精神世界 但既然您来到了这里 便证明此处是具象的 机前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看这样子 这里应该是某个神秘空间 茗玉的精神 同这个神秘空间连接 这才能直达此地 只是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法香 茗玉和机前有一样的疑问 也和她一样 同时想到了问题的答案 法香能模拟一切事物 并自行推演 八成是在机前不知道的情况下 替她破解了 进入这一方天地的条件 这才将机前送了进来 这小玩意 居然还有自己的思想 真是欠条角 机前当时气不打一出来 把老子送进来 倒霉什么 关键你得告诉我 怎么出去啊 机公子 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茗玉苦笑着问道 第243章 回春妙手 沃尔贤朱手 您别胡说 秦姨说了 我的阳气对你有奇笑 虽然不知为什么 但一定能救活您 茗玉还道 机前在宽慰自己 笑道 从选择这条路开始 我就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 灿宗子不必多说 有大长老他们罩着 想必不会出事 只是我那徒弟让人担心 明明比您还大 心智却不成熟 因此 小女子斗胆求机公子一个承诺 不论用什么法子 一定将她收入房中 明玉当然知道机前风流得很 但这是她能想到的 唯一保全陈希儿的法子 说来也有趣 别看机前人品堪忧 却十分值得托付 希儿跟着她 绝不会吃亏 机前哭笑不得道 交代一言可是大忌 一般这么说的人都没好下场 明玉笑道 我本就没好下场 机前盘腿坐下 好了 说正事 既然见到了内景中的您 我试试看 能不能将阳气灌入您体内 说着 机前已开始操作 见机前双修之法 用得十分娴熟 明玉又惊又喜道 这就是机公子的天资吗 不明则已 一旦下定决心去学 静静飞速 不仅如此 明玉甚至能感觉到 机前的双修之法 比自己更加完善 这就有意思了 若是机前能彻底掌握的话 既能像自己一样 修为节节攀升 也不必担心副作用 正想间 一股魂厚灵力蓬勃而生 瞬间游遍明玉四肢百骸 那种时刻伴随明玉 来自灵魂深处的寒冷 顿时缓和了许多 我 我好像还有希望 明玉终于意识到 机前刚才那番话 并不是在安慰自己 而是说 真的 多谢机公子 我似乎已经恢复了 明玉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痊愈 先别说这个 咱们怎么出去呢 机前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还有那么多孤独的女性 需要自己给个家呢 这样出去 明玉携了机前的手 凌空一踏 一朵莲花盛开 虚空破碎 机前跌入无底深渊 逐渐回归现实 缓缓睁开了眼 不知何时 风雨谦等人已赶来 大家皆以一种 十分奇怪的眼神看自己 尤其是风雨谦 嘴角快脸上天了不说 还按戳戳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至于其他人嘛 要么事不关己 要么如大长老一般黑着脸 难道说 难道说自己失败了 失败了 也不能这么着吧 怪不得哪怕万分危急 医院也一定要和家属 签免则协议 靠 医疗纠纷害死人啊 等等 手上什么感觉 抱歉 机前忙抬起手 狗屁医疗纠纷 自己的手居然 必须得承认 机前不是什么好人 甚至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茗玉更是急剧风韵 颇合机前心意 但是机前可不是那等调戏人的流氓 而且自己明明一直在内景里 和茗玉聊天 手怎么会不听使唤呢 法香 机前再一次猜到了原位 这玩意居然有自己的思想 趁自己不在 控制了自己的身体 这意味着 法香想要占据自己的身体 齐心可诛那个什么 我要是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信吗 机前看向床上躺着的茗玉 脸色依旧不好 还道他已经完蛋了 若真如此 自己可就有口难辩了 大长老冷然道 谢姬公子出手相助 灿宗众人齐声道 谢姬公子 机前被下了一击灵 幸好 幸好这帮人还算给自己面子 不然 你们这是何意 难道说明宗主有救了 机前意识到不对劲 秦仪笑着点头道 机公子修为十分高 稍微一出手便定手道秦来 机前促眉道 可是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南宫竹岳上前道 机公子身负天蒙子要力 又天地人三才合一 还有法香加持 想必是无形中做出了解药 机前点了点头 南宫竹岳的话 相当有道理 若是只有法香 就像她和醉风他们开玩笑说的那样 无法做出动天伏地来 但别忘了 有天蒙子和天地人三才兜底呢 如果法香是三地打印机的话 他们就相当于打印机特殊的墨水 能做到这些自然在秦里之中 明宗主何时无恙 谢谢几天 想必就能醒过来了 秦仪答道 麻烦机公子了 汐儿 带机公子下去休息 大长老冷然道 陈汐儿闻言 上前搀扶起机前 秦仪也赶紧跟上 三人出了门 秦仪笑道 机公子可真有福 上次是汐儿姑娘 这次是高高在上的明宗主 心里是不是暗爽得很 陈汐儿闻言 灯时红透了脸 上次之事 他听旁人讲起过 虽知道机前乃迫于无奈所为 心下并不介意 但经不住秦仪调侃 这才羞愧难当 机前美好气道 你等着 等明宗主醒了 他会证明我的清白 虽然机前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可没做过的事 他干嘛要承认 不仅不能承认 还要坚决和这种歪风邪气斗到底 必须得让秦仪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伟光正的一个人 话说回来 机公子现在应该能好好歇息了吧 秦仪坏笑着打量机前 机前醋没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仪不是的喜欢卖关子的人 笑着解释道 你想啊 既然法相能自我演化 日后一切交给他 自己只顾白烂不就好了 机前明白秦仪什么意思了 倒也是 法相居然能主动运用 自己所学的知识 和体内的天猛子要力 替名誉疗伤 日后想必也能自我修炼 并把修炼所得 转送给机前 无论如何 你小子是真有福 就连我一介女子也羡慕你 秦仪说的是真心话 且不说天资 就是那份食欲 也没人能比得了 正走着 南宫竹岳追了上来 机公子留步 南宫前辈 你有什么事吗 机前只不问道 南宫竹岳笑呵呵道 没事不能和您说 两句话说实话 机公子今日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想不到还有这等回春妙手 机前满脸黑线 什么回春妙手 分明是贤猪手 也就人家大长老讲理 要是换做旁人 早弄死自己了 第244章 人生处处是陷阱 你这老小子 憋着什么坏呢吧 风雨千大类人并不多见 南宫竹岳身为南宫家老祖 充其量也就像大长老那样 和自己维持表面上的体面 绝不会恭维到这种地步 甚至已经有些卑微了 他这么做 肯定有事相求 南宫前辈别生气 机公子向来直爽豪迈 心直口快 难免 秦怡见机前如此说话 生怕他得罪南宫竹岳 连忙站出来 帮机前打圆场 谁曾想还没说完 便被南宫竹岳笑着白手打断 姑娘好小瞧人 老夫可不是那等好面子之人 而且 你可以去南宫家打听打听 我年轻时 比他还那啥呢 不也照样闯荡出来了吗 人呐 不能只纠结人情世故 得知道谁是好人 机公子显然就是万中无一的好人 慢说别人不信 就是机前自己 听了这番话之后 心里也发虚 有事说是 好好好 灿宗这边想必没什么事了 不如去南宫家一叙 如何 不必了吧 当然有必要 一来 横江的孩子多有得罪 我南宫家自然得表示一番 哪怕您不爱灯红酒绿 南宫家也不能不这么做 二来 我有要事相求 机前来了兴趣 怪到人人皆说 南宫横江和自己很像 别的不说 语言艺术拿捏得死死的 冷不丁冒出灯红酒绿四字来 所占篇幅微乎其微 甚至一旁的情仪 估计都没听到 却又实实在在说过 分明是想和自己做交易 去也行 只是 这边的情况 我也向大长老了解过了 明宗主已安然无恙 且在来见您时 已简单讲了一下情况 大长老已然答应 您不必再去辞行 机前满意点头 只要这件事 没旁人知晓就成 机公子 您真的要走了 灿宗出去 那几名弟子 还没回来呢 情仪忙道 这还不简单 让他们去南宫家找我 到时候报我名字便可 机前一心行善 哪里管得了这些 南宫竹月在旁附和道 放心吧姑娘 我南宫家定会好好招待 机公子与灿宗弟子 不必担忧 情仪健壮 只好点头 少请 陈希儿追了出来 问秦仪机前去向 秦仪笑道 让人拐跑了 而且 这人还是个男子 希儿姑娘 你危险了 陈希儿没好气道 昔日里 你可并非这等人 怎地突然变得这般油腔滑掉 秦仪耸耸耸肩 自然是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乐 说真的 机公子确实是个 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又有背景 又有天赋 又有能力 配得上我们灿宗宗主 引以为傲的弟子 陈希儿沉默不语 南宫家山门前 早早归来的南宫树 被其父绑了带在身边 目的很简单 让他给机前道歉 起初南宫横江死活不肯 但南宫树告诉他 哪怕机前再可恶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定会给南宫家面子 届时这事便有得解决 南宫横江见自己不用跪下 只是被绑 加上为了家族利益考虑 这才答应 不久 南宫竹岳与机前现身 南宫树见状 忙拉着南宫横江上前道 机公子好 在下南宫树 南宫家 这不南宫横江吗 机前刻意打断南宫树的话 指了指一旁 一脸桀骜不驯的南宫横江 灿宗比试时 此人不是得罪了您吗 我们南宫家出了名的不护短 因此 我主动将他绑了带来见您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南宫树连忙道 本来他想说 这是南宫横江主动为之 但没想到这小子表情这么难看 只能退而求其次 想必机前不会介意这等细枝末节 这是干嘛 踏死连坡呀 这也不还原啊 人家连坡可是背着金条 跪在门前请的罪 他怎么这么高级 金条都没有 机前 你别太过分 南宫横江大怒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背藤条也就算了 居然还让自己下跪 南宫树也黑了脸 不是都说机前好说话得很 从不与人争执吗 怎么跟传说中不太一样 南宫竹岳还到机前 并不愿原谅南宫横江 虽然也觉得过分 到底还有要事 便实眼色让南宫树 先将南宫横江带下去 毕竟这事归根结底 还是南宫横江做得不对 你他妈参加比试 就参加比试呗 招惹这人干嘛 这也就罢了 偏偏还阴狠至极 什么损招都用 别说机前 就是南宫竹岳如此会说话一人 也完全找不到什么理由 帮南宫横江开脱 二人走进南宫家地盘 早有几位老祖 以及门中数十位高手 笑脸相迎 虽然看起来有点假 但到底算那么回事 寒暄了一番 南宫横江知道 机前不喜这等场面 便带着他去自己的小院 分主次坐定 上了茶 南宫竹岳道 前离大战 南宫家不便出门 茶叶难免刺了些 机公子千万别挑南宫家里 机前哭笑不得道 茶虽醇厚 但像我这种没底蕴的人 还是更能喝得灌快乐水 南宫竹岳 毕竟也是从机前这时候过来的 理解他的意思 点头道 年轻时 我也不爱喝这玩意 可上了年纪后 却竟有些离不开了 说起来 机公子常逛花楼 可有心仪美酒 我这就令人买来如何 机前猜到 这是南宫竹岳在暗示自己可以选飞了 便不客气道 不能是林黛玉那等病态美人 但也不可像薛宝钗一样急胖不说 还白得没人样的该胖的地方胖 该瘦的地方瘦 不可搔手弄姿 虚得底蕴身后 最好能歌善舞 该胖的地方胖 该瘦的地方瘦 我明白了 机公子先坐 我去去就来 目送南宫竹岳离开 机前嘴都咧到脖子根了 倒不是多想这一口 更不是那等没见过世面之人 主要是情况不同 在一位老祖辈的前辈家里干那种事 机前可是头一遭 想想都刺激 机公子 您看是这个吗 不一时 南宫竹岳抱着一坛子酒走了进来 机前醋没到 怎么是 怎么是酒 跟我玩捉迷藏是吧 咱们俩就别玩迷语人那一套了 直接来吧 第245章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人品 也是 那就来吧 南宫竹岳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两个大碗 接到的满满当当 举起一杯地给机前 自己也端起一杯 向征兴地碰了一下杯子 仰头一饮而尽 机前始终一脸猛 这酒 这酒没问题 都是按您的要求来的 南宫竹岳笑道 机前满脸问好 不是 您是怎么把我说的那些话 和酒联想到一块的 他算是看明白了 压根没有后续 是南宫竹岳理解错了 南宫竹岳愣了一下 忙道 这坛子里的酒 有十来斤 这便是该胖的地方 酒里的酒醇 酒精 不甚多 也就三四成 想必便是该瘦的地方 啊 机前更傻眼 那搔手弄姿呢 酒醇越多 越容易醉 干出搔手弄姿之事 令人啼笑皆非 不然我也无法理解 您所谓胖瘦 到底是指什么了 还有底蕴深厚 底蕴深厚我知道了 是味道辛辣 淡不上的对吧 是的 南宫竹岳点头 并因此沾沾自喜 这也就算了 能搁善舞这四个字 哪个笔话和酒有关系 自然有关系 微醺时最可能搁善舞 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这个老梗姬前本不想说 但实在想不到 比这句话更贴切的话了 南宫竹岳尚未听出 姬前话里到底什么意思 笑道 姬公子不必夸奖 这是我应该做的 姬前黑了脸 谁夸你了 好家伙 一个年轻时长灯红酒绿之人 竟然不懂这些成语 你克服装的吧 你少说俏皮话 灯红酒绿是这个意思吗 这要是割别人 必定会吃这个哑巴亏 毕竟这种事不能直接点破 人家给 你收着 那没事 人家要是不给 你不能强要 可惜 姬前才不是顾及 这些的要脸之人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灿宗一行收获颇风 吃到甜头之后 姬前可不会再给别人白打工了 不是吗 姬公子有所不知 所谓酒绿 是因远古时期 人们普遍不会酿酒 这才有了怪色 后来多为米色 黄色 四这等高粮酿出的酒 甚至已然无色 姬前无语 她本想看看 南宫竹月灯字作何解释 但仔细想想 能怎么解释 就是普普通通的灯呗 我还以为你 我明白了 南宫竹月 毕竟非陈仙那等单纯善良之人 故而终于明白 姬前为何这么多事了 这小子居然以为自己 要带他逛花楼 倒也能理解 姬公子出了名的顽固 想歪倒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 南宫竹月名声 也没好到哪里去 所以 事成之后 我必满足您的要求 你先等等 咱先把话说开了 我的要求 是去花街柳巷潇洒 你别到时候 再给我整装傻充愣这一出 姬前被骗怕了 赶紧把话说清楚 放心 别人不了解 你还不知道我吗 去个花街柳巷 有何不可 那就好 酒就别喝了 说正事吧 反正话也说开了 南宫竹月没什么好隐瞒的 将所需之事合盘托出 应见了姬前改善名誉功法一事 南宫竹月觉得 姬前的法香 或许能有更大用处 南宫家有个独门秘法 名叫生姬夺语 类似鬼上身 能暂时让姬前这等人 拥有和上其身之人一样的修为 故而 南宫竹月 想用此等秘法 试着开发一下 南宫家其他术法 这还不简单 时间紧任务重 咱们这就快马家边干起来吧 想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姬家一众望后成龙的老祖们 居然没发觉这一点 甚至干下毒 那等被人耻笑之事 无奈是因 很快想通为什么了 姬家长辈各个名声在外 岂能带一个后背干这种事 传出去 比下毒还让人啼笑皆非 幸好自己名声不好 不然还真就 拿捏不住姬前 我这就召集弟子 姬公子稍后 南宫竹月前脚刚离开房间 后脚便喊起了姬前 姬前出门 但见南宫横江针就背上了荆棘 站在门外 但并未跪下 也是南宫树没眼色 他还以为南宫竹月那眼神 是暗示他照着姬前说的做呢 这回像了 只是我很好奇 谁呀这么大背景 竟然需要南宫家弟子 背着荆条跪下道歉 南宫树闻言再也忍姬前不得 怒道 不是你小子暗示的吗 少跟我装傻 啊 姬前哭笑不得 天可怜见 他真没这意思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无论怎么说 姬公子看样子是原谅横江了 横江 你下去吧 以后记住 不要再因为点小事 便欺负别人了 不是谁都能像姬公子一般 宽宏大量的 南宫竹月赶忙打圆场 虽然自己不在乎名声 但近几十年 他已经不做那等事了 于他而言 到底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姬前脾气又怪 万一因南宫树这句话生了气 自己岂不是白下这么大决心了 毕竟是老祖 南宫树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带着南宫横江离开 须于 南宫竹月带着一众弟子赶来 吩咐他们盘腿坐下 各自调和周天 他则将手搭在姬前身上 是生姬夺雨之术 灵气刚进入姬前体内 便被一股无形力量弹开 哦 南宫竹月脱手 好奇打量正发呆的姬前 生姬夺雨之术 虽属旁门左道 和修为不直接挂钩 类似于福道 有优劣之分 但没那么明确 而且极其霸道 按说没见过的 都难以抗拒才对 一众弟子见失败了 纷纷道 分明是姬前小肚肌肠 依旧记恨南宫横江 这才如此 你记恨是你的事 我们管不着 可你不想帮我们可以直说啊 干嘛非得整这一出 姬前苦笑道 你们瞎说什么呢 你们可以怀疑我的人品 但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众人一脸问号 这是什么狗屁不通的话 只有南宫竹月 能听懂姬前什么意思 前一个人品 指的是人善良的一面 后一个人品 是坏的那一面 这意思是说 就算姬前不是什么好人 他也会因为喜欢 纸醉金迷 而主动帮自己 再者说 姬前虽然名声不好 但南宫竹月从未听人说过 此人小肚肌肠 而且单就相处这些时日来看 姬前不仅不小肚肌肠 反倒洒脱得很 从来不和人计较 第246章 龙脉在体 自成天地 再者说 看姬前这猛X样 也完全不像是他干的 姬公子 莫非是法香 不许我进入您体内 这是南宫竹月 目前能想到的 最合理的解释 要知道 洛启成那家伙 也有一门与生机 夺与大差不差的绝学 他却能暂时寄居在姬前身上 足以证明 只和姬前后续的所得有关 其中 法香嫌疑最大 也许吧 我试试和法香沟通一下 呃 好像沟通不了啊 不是姬前不配合 关键是 这法香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他并不知晓 更别说沟通了 从治疗名誉伤势一事 可以看出 法香其实并不服姬前 这就导致他没办法 让法香任他调钱 你这是何意 这不还是存心不配合吗 南宫家弟子不爽姬前 退下 南宫竹岳冷然道 这帮二货 也不知是中毒了还是怎点 就是和姬前过不去 要是让他们得罪了姬前 自己可就得不偿失了 老祖 退下 见南宫竹岳阴沉着脸 一众弟子无奈 只好离开 却未曾远去 在院子里颇有微词 屋里的南宫竹岳 则和他们恰恰相反 好生好气道 姬公子 不如您将法香照出来如何 姬前便照出来 南宫竹岳 趁机再次将手搭在姬前肩上 使那密法 结果依旧被弹开 在看法香 确实有所动作南宫前辈 你是了解我的 没有什么事 比去逛花楼更吸引我 姬前忙解释 南宫竹岳点了点头道 姬公子放心 老夫不是那等凡夫俗子 自然看得出什么情况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确实是法香在阻止自己 难道说 姬前身上有什么秘密 是法香不想让南宫竹岳发现的 这就有意思了 进来两个人 南宫竹岳一声令下 进来几名弟子 抱拳拱手 让南宫竹岳吩咐 南宫竹岳不理 面向姬前道 姬公子 得罪了 言罢 招呼几人向法香攻去 几人面面相去 虽然对姬前颇有微词 到底人家是南宫家的盟友 怎么能直接动手呢 让你们动手 你们就动手 哪里来的那么多想法 你们老祖的意思是 想让你们拖住法香 他好调虎离山 实现他的目的 作为当事人 姬前显然并不介意 甚至主动帮南宫竹岳解释 南宫竹岳甚是高兴 姬前果然是个聪明人 这就好 免得生出什么误会来 几人闻言 便就不再多言 纷纷出手 法香便在不经姬前 同意的情况下 主动与他们交手 几人斗在一起 一时之间不可开交 虽说碍于情面 几名南宫家弟子 不敢下死手 到底法香和姬前一般 修为只有龙桥镜 这几名弟子 却都已超过姬前 因此死死将法香压住 南宫竹岳便趁机再次出手 有了这吊虎离山之计 这次顺利多了 不几息功夫 南宫竹岳消失不见 以至姬前体内 与此同时 法香有如神柱 大手一挥 竟将几名弟子 全部打倒在地 这不可能 南宫家几名弟子大惊 交手时 他们确实自法香身上 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 但境界决定一切 就算此物妙不可言 也绝不可能秒杀他们 法香迎笑着施展大神通 欲要灭杀几人 千军一发之际 姬前立声道 南宫前辈 快从我体内离开 南宫竹岳已与姬前同事得知 这是怎么回事 忙抽身离开 并替众人挡下这一击 这才没把事情闹大 这几名南宫家弟子 可都是一代添交 若死在姬前手上 就算有南宫竹岳为姬前立正清白 也难平息南宫家怒火 没别的 三人成虎 在外人看来 南宫家如此做 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任后免不得被人耻笑 那帮人什么德性 南宫竹岳再了解不过 八成便会因此 与姬前老死不相往来不说 甚至还要给他制造麻烦 老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南宫家几名弟子 知道姬前可恶归可恶 还不至于 傻到在南宫家地盘 杀南宫家弟子 而且他也没这个实力 便都十分好奇地 问南宫竹岳原位 还能怎么回事 法乡有了我的力量 自然能力压你们 竟 竟如此神奇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倒是听说过 这法乡极为奇妙 却不曾想如此厉害 这意味着 如果是一个大帝竞强者 学会生机夺羽之术 或羽之类似的术法 上了姬前的身后 便能得到两个大帝竞强者 那其他皇朝还玩个屁啊 前朝起步稳坐钓鱼台了 怪到南宫竹岳非要和姬前结盟 这小子真有本事 你们去将十二祖叫来 是 片刻后 十二祖南宫木林现身 六祖换我合适 我记得 你也会生机夺羽之术对吧 是 那就好 火速对鸡前施展 言罢叫众弟子进来 六祖 您别害我们承骂 刚才的事 我们都已了解了 慢说您 就是十二祖 我们几个家一起 也不是对手呀 众人害怕极了 生怕被那法乡教做人 南宫竹岳冷然道 一个个修仙 修傻了不成 十二祖上身 你们配合他误导 我再看住这法乡 饶食他得了十二祖的修为 与我而言 也不过躺臂当车 众人恍然大悟 便不废话 开始调和周天 待南宫竹岳拖住 或者说单方面压制住法乡之后 南宫目凌上了鸡前身 仅一瞬间 他便感知到 鸡前身上无可比拟的大机缘 生生不息流转 如祖脉 来龙 自称动天伏地 隐约间能见一生二之兆 他已听弟子们说过 法乡抗拒南宫竹岳入鸡前体内一世 难道说 便是为了隐瞒此事 俗话说 道法自然 法者类也 通俗意义上讲 所谓道 便是学习自然 来自自然 自然是什么 日月行天 山河微然 虽然就摆在那 学起来可绝非一世 然而 鸡前是可自造自然的 说白了 它能改变规则 让南学的自然变得简单 若再去悟道 便容易得多 当然 有利就有弊 弊端是 人造自然到底非天地本源 难成大道 第247章 老是忘记鸡前的人设 目前来看 鸡前相当于加强版的灿宗宗主 得到比一般人更为迅速 但八成巨大地竟无援 话说又说回来 鸡前可是有大地之资的 在提升修为至准地境之前 一直利用这一旁门左道 带到了准地境 再修大道 也不迟啊 怪不得你家老祖非给你下毒 逼你修炼 就你这天赋 修为 换作是我 非得每日鞭打 哪怕拔苗助长 也得逼你走正道不可 南宫木林终于理解 鸡家老祖为何如此了 有大地之资的人虽然不多 但像鸡前这样 希望极大之人却是更少 故而如此坐在情理之中 前辈说笑了 一提三组鸡前就来气 要不是他 自己何必变成这副德性 不说俏皮话了 咱们开始吧 如南宫竹岳所说 南宫木林实力虽强 却仍不是他的对手 法香被他死死压制 所以南宫木林经鸡前视角 去观摩中南宫家弟子修行 其实南宫木林和南宫竹岳 并不觉得这一办法有用 毕竟鸡前提升功法靠的是法香 如今法香又在和南宫竹岳干仗 所以八成成不了 可谁能想到 鸡前好像并不完全依赖法香 但就这么看过去 便能看到些许猫腻 两个时辰后 南宫木林离开鸡前身子 鸡前趁势收走法香 南宫竹岳忙上前道 情况如何 南宫木林笑道 不能说小有所成 北沿收获颇风 真的 南宫家一众弟子 与南宫竹岳皆喜不自胜 话说回来 没有法香 你是如何达到目的的 鸡前十分好奇 南宫木林笑道 鸡公子 你怕是还不知道 自己有了什么大纪元吗 通俗点说 您能自成一方天地 试想一下 若是您变成一个 类似天荒大陆的存在 经亿万年演化 何仇大帝强者不出 届时 这一方天地所生万物 又归您管辖 岂不是要独步天下 无敌于世了 鸡前簇眉 就连南宫竹岳也没听明白 南宫木林话里是何意思 南宫木林使了个鸡前这等修为 无法察觉的秘音法 对南宫竹岳道 鸡前已有一生二之兆 哦 南宫竹岳略经 正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若鸡前真能如此 如南宫木林所说 自成一方天地 不死不灭不说 迟早能滋养无数强大妖兽与修士 定然无敌 甚至往大了说 在这一方天地之中 鸡前和天道有什么两样 此子断不可留 必须杀之 南宫木林建议道 不可 南宫竹岳连忙否定南宫木林的想法 说实话 这说法有点扯淡 而且南宫竹岳也曾上过鸡前的身 如何能不知晓 八成市南宫木林在草木皆兵 不过话说回来 法乡能与鸡前修为等同一事 确实够有意思的 但还不至于因此杀了鸡前 恰恰相反 可以想想办法 把鸡前收入麾下 至于具体办法吗 金银珠宝 美女权力自然不行 鸡前虽然纹固了些 到底还算有脑子 不会因为这些背叛鸡家 但可以和鸡家联姻啊 南宫家再离朝也算大家族 他就不信鸡家能不动心 六族 你可想好 此人一旦有所成 必是南宫家心头大患 南宫木林依旧固执己见 南宫竹岳冷笑道 放心 他若真的有无敌于世之资 会有人动他的 况且如此强者 杀了多可惜 南宫家又不是美女弟子了 您的意思是说 我什么都没说 南宫竹岳上前扶起鸡前 笑着说 鸡公子辛苦了 咱们休息一会儿 之后出去逛逛 如何 还休息个屁 直接动身呗 虽然法乡和人干了好几场价 但却未将痛苦反馈到鸡前身上 因此 他依旧精神抖擞 完全不用休息鸡公子说笑了 若不按规矩好好招待您 世人如何看我 鸡前盛情难却 只好点头 少请 饭菜上来 到底是离朝十大势力之一 南宫家自然不会慢待鸡前 各种山珍海味一发其上 更介于修为有意 鸡前便胡伦吃了起来 南宫竹岳旁敲侧道 不知鸡公子可有心仪女子 当然有 鸡前嘟囔道 啊 南宫竹岳连忙道 敢问是哪门哪派的女子 门派不知道 相貌却能告诉你 该瘦的地方瘦 该胖的地方胖 南宫竹岳苦笑连连 怎么老是忘记鸡前的人设呢 那就好 那就好 南宫竹岳并不急 带鸡前吃完饭 便履行承诺 带她出门 刚出了院子 便见南宫家数百名弟子齐聚 抱拳拱手道 请鸡公子赐教 请我干嘛 鸡前大惊道 教你们房中之术尚可 别的却万万教不得 南宫竹岳被鸡前斗笑 忙道 鸡公子误会了 他们八成听说了 您在我和十二祖等人的辅助下 能帮助修士完善功法 这才赶来让您帮上一帮 说完 南宫竹岳对众弟子道 大家先回去吧 我和鸡公子 尚有要事要处理 大家放心 鸡公子向来有教无类 待来日有空 定会指导一二 目送众人远去 南宫竹岳笑嘻嘻看着鸡前 鸡前无语 真是有病 甚至没问自己意见 便贸然帮自己答应下来 这是什么道理 没关系 你答应你的 我该不帮还是不帮 想到的绑架老子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去 老子哪里来的道德 二人来到距南宫家 不远的高寒城 虽是战时 但前方吃井 后方紧吃之事 到哪里都不稀奇 除非兵临城下 不然没人会过度紧张 这不 花楼依旧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 好不热闹 鸡公子请 南宫前辈请 您远来是客 还是宁仙 二人坐在天子一号上房 面对三十名风情万种的女子 相互推脱 那我就不客气了 鸡前搓了搓手 他本就没想 让着南宫竹岳 和他客气一番罢了 所有人都站我这儿 南宫竹岳 什么意思 这儿还站着一人呢 你个臭小子 就这么忽略我了是吧 南宫前辈 您不会因此生气吧 鸡前一脸无辜 存心逗弄这位老前辈 第248章 无意间发现鸡前踪迹 南宫竹岳知道鸡前什么意思 却碍于身份不敢戳破 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甚至还得为鸡前开脱 鸡公子是见我上了年纪 若在如此形势 恐为人不耻 这才如此做的 对吗 南宫竹岳心里相当不服气 但不服气又能如何 难道还真告诉鸡前 自己生气了不成 鸡前笑得合不拢嘴 南宫前辈 我逗您玩呢 岂能真就如此 咱们俩一起玩 言罢 招呼人去伺候南宫竹岳 南宫竹岳的表情 这才有所变化 冷哼一声 严肃道 提前说好 我上了年纪 后半夜需好生休息 称死只能陪你玩一个时辰 鸡前哭笑不得 不是 这话您自己相信吗 堂堂轮回进高手 居然已上了年纪为由要休息 骗鬼呢 南宫前辈放心 在下不是那等人 想法归想法 鸡前不会戳破南宫竹岳 没别的 完全没必要呀 到了后半夜 鸡前起身道 南宫前辈 我也困了 不如就这样吧 你在这里休息 我另寻他处 咱们明早一起回去 南宫竹岳完的郑欢 百忙之中抽空敷衍了鸡前两句 鸡前便来到天字二号上房 真就躺上床准备歇息 不是他不爱勾兰听曲 主要是这里的女子质量不好 说好听点叫弱柳福风 说难听点 你大爷的一点肉没有 哪个老爷们喜欢 公子 鸡前刚闭上眼睛 便有人推门而进 鸡前睁眼一看 来人是个风姿绰约的女子 和洛霄打扮一样 混像的男子 娇好的身材却撒不了谎 一看就是女子 你好 找我有事吗 鸡前坐直 公子 您不认得我了 那位女扮男装的女子 打开折扇 扇着风凑到鸡前面前 鸡前摇了摇头 自己在离朝好像没欠下 什么风流债 而且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怎么会被人找到呢 您再仔细想想 鸡前依旧摇头 再怎么仔细想 他也不记得自己见过这名女子 哎呀 我是灿宗弟子呀 就是那日说 要帮您找人妇科技那个 见鸡前认不出自己 女子急了 索性亮出真身 是你啊 怎么这副打扮 鸡前想起来了 好像真的见过这人 只是灿宗女弟子太多 这人的长相又偏大众 这才没记一点 但该说不说 换上男装 着实先前好看了许多 怪到中兴风那么流行 很多像他一样 脸型偏硬朗风格的女子 只有这么打扮 才能凸显美貌 嗨 这不是急着要见您 又怕女人身出现在花楼 恐引人非议 这才如此 鸡前点头道 是男公家 那帮人告诉你 我在此处的 灿宗弟子笑着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小女子齐燕 你好 其他人呢 没跟你一起来 他们 齐燕没说下去 鸡前却已明白什么意思 毕竟是女子 不敢现身此处可以理解 看来你挺急的 不然不会冒着 被人瞧不起的风险 来这里找我 走吧 好 齐燕很是开心 他还以为 鸡前会阴完开心了 而不理这一茬 我想到还挺配合 二人来至一处客栈 刚进去 便看见秦宜 醉风等几个熟人 秦宜笑道 鸡公子 被男公家老祖 带着逛花楼 想必别有一番韵味吧 鸡前摇头道 比不得秦姑娘 带我逛花楼有趣 众人闻言 齐齐看向秦宜 显然对此并不知情 秦宜虽说颇辣了些 且常常语出惊人 到底也算梁家女子 故而被这些眼神 看得有些羞愧 忙解释道 我那是 那是为了禁离朝赵雨 醉风打圆场道 好了好了 别开玩笑了 鸡公子 咱们干正事 秦宜点头 齐燕便去一旁 请来一位先生 约莫四十岁出头年纪 身形单薄枯瘦 留着山羊湖 一双小眼睛 不时瞟向不该看的地方 十分猥琐 鸡公子 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我所说之人 名叫卫浩 卫浩行礼道 在下卫浩 见过鸡公子 不必客套 麻烦你了 鸡前盘腿坐在炕上 做了个请的手势 与此同时 殿小二偷偷从柜台下面 摸出一张通缉令 刚才他去上厕所 时恰好和鸡前 齐燕撞了个正着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鸡前 没想到看过通缉令后 方才知道 此人竟然是离朝头号 大敌鸡前 殿小二想都没想 火速跑到官府 敲了足半个时辰 这才敲开门 牙翼揉着心松睡眼 没好气到 大晚上不睡觉 你要干嘛 殿小二忙把通缉令拿出来 官爷 小的看见此人了 牙翼定睛看去 顿时清醒过来 你没病吧 这可是鸡前 前朝大人物 岂能现身此处 殿小二坚定摇头道 官爷 我对天发誓 我绝没撒谎 同行者还有许多美女 皆当是罕见 且想必是仙子 你想啊 除了和灿宗关系匪浅的鸡前 谁人身边能有这等人 牙翼被殿小二说动 便带着他去见知府老爷 真的 没等知府老爷开口 他身边一位龙桥静后期的修士开口 那人现年29岁 来自火家 名叫火坠 为确保前朝不告暗杀那一套 每个知府身边 都有一位这等修为的高手 火坠十分不愤 自己也算天才 甚至多数人皆说 自己有容生准地的可能 结果两朝开战后 自己进去不得前线 在后面保护这等凡夫俗子 这叫什么道理 如今听说基前现身此处 别提多开心了 知府 无论如何 我一探便知 说着 火坠便要动身 知府忙拦住道 火公子 基前修为不高 必不敢在离朝实际控制之地 横行霸道 想必身边定有高手 咱们还是别打草惊蛇 火速报之上头最好 毕竟人家 可是火家派来的 要是阴沟里翻了船 自己也得负连带责任 所以知府不敢让火坠 肆意妄为出了事 我自家承担责任 知府不必瞻前顾后 火坠心高气傲 还到知府在击自己 更为生气 踏空而去 牙翼忙道 当然 我们要不要抱之上头 第249章 修为能更上一层 当然 等初了事再禀报 一切就都晚了 知府显然极不可耐 那 火公子呢 牙翼小声道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再说了 我们一介凡人 如何拦得住人家 由着他去吧 牙翼默默点头 不一时 火坠赶至客栈外 使了个观察类的小法术 见屋内并无高手 基前一个龙桥 进中期修为的小卡拉米 竟一只独秀 大喜道 真是天赐良机 老子可趁机建功立业了 岩霸 破窗而入 手中献出吞天魔火 力声道 基前 你自己送上门来 别怪老子不留情面 若不速速投降 小心我弄死你 众人大惊 那吞天魔火 乃是焚烧灵魂之烈火 十分强悍 想不到一个龙桥 静后期的修士 竟掌握得如此之好 有病吧 基前翻了个白眼 你干嘛找死 火坠大怒 寄出吞天魔火 基前盲亮出落雨见抵挡 法相一并现身 攻向火坠 火坠大喜道 这便是那能同化 主人能力的法相吗 果然罕见 可惜跟错了人 法相使出丹 朕扶到各类功法 一旁又有落雨见鼎力相助 俨然已达到 龙桥境中期巅峰实力 却仍破不了火坠房 虽然有法相和疾兵法器相助 可主人不行 依旧无法越计杀我 基前毫不畏惧 冷笑道 说得对 但要是群殴呢 秦仪等人上前将火坠围住 火坠有些惊讶 忙道 基前 你还是男人吗 竟敢如此待我 基前笑道 这是战争 比的就是谁更明显 你当擂台比武呢 再者说 你小子自以为伟光正 为何仗着自己 高我一个境界 便欺辱于我 言罢 基前率先发难 其余人一拥而上 主打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 在各种BUFF加持下 基前本就无限接近火坠 又有秦仪等人相助 火坠自然不是对手 便趁机溜走 秦仪要追 被基前拦住 说到底 你们还是离朝势力 千万别不顾名声 可是 可是您会暴露的 基前笑道 暴露又如何 咱们早点走不就行了 秦仪无奈道 就这么忍了 基前苦笑道 不然呢 杀尽火家 跟他们真刀真枪干一仗 秦仪结巴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 基前说得对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能成匹夫之勇 次日早上 云封城 基前拂地 坐在大堂上 基前人由魏浩 将自己脑海中 关于洞天拂地的画面 抽取出来 秦仪等人在旁静静看着 嫣然一边给众人上茶 一边问道 诸位姑娘 我家公子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秦仪开玩笑道 放心吧 再怎么着 也亏不了 你这小妮子 嫣然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道 还到灿宗都是希儿姑娘那等人呢 没想到各个开放 真不害臊 正斗着玩时 南宫竹岳踏风而来 面带怒色 愤愤不平道 基前 你小子什么意思 走也不通知我一声 搞得火家 还到我和你 私下做了什么交易呢 难道没有吗 秦仪等人面面相去 南宫竹岳红了脸道 有是有 可这等是能直说吗 众人哭笑不得 南宫前辈莫及 这不是事出有因来不及吗 秦仪连忙解释 南宫竹岳冷哼一声 指了指基前和卫号道 这二人在干嘛 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 秦仪便和盘拖出 有趣 南宫竹岳想起之前 南宫家十二组南宫木林说的话 基前体内已成一方天地之雏形 若是能照记忆 一笔一副刻出洞天伏地 是不是意味着修为能更上一层 这时 卫号已然完成 将留影时交给众人 众人便好奇地看了起来 不看不要紧 基前这小子有够烂的 居然没看清楚 洞天伏地全貌 很多地方都是缺失的 南宫前辈 你也去过洞天伏地 不知可能让卫先生照葫芦画瓢 把您的记忆也调取出来 秦仪想起南宫竹岳与洛启成之间的恩恩怨怨 便问道 当然 看在基前面子上 南宫竹岳点头答应 与此同时 府邸周遭出现几个不速之客 观察一番后 迅速离去 并将情报报之火上 如果说 先前基前对离朝来说 只是比较棘手的话 那么现在 基前就已经到了 离朝非杀不可的地步了 那法相的能力十分诡异 洛宇家得知后 严令火上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弄死基前 火上不敢轻举妄动 便派人一直暗中跟着 直到发现他回到了云丰城 又得知基前身边撑得上高手的人 只有南宫竹岳一个 有些无奈 仗打到现在 火上身边能任他调遣的轮回进高手 只剩一个了 还和南宫竹岳修为相同 真打起来不一定是他对手 难道杀不了基前了 正无奈时 忽有人禀报道 启禀家主 一个自称程翠平的女修求见 快快有请 火上大喜 他早已听说程翠平与灿宗道拜一事 此时求见 必是来投靠的 不一时 程翠平进来 二人分主次落座 程翠平开门见山道 火家主 实不相瞒 小女子此次前来 是想求您帮我一事 火上很清楚 程翠平在说什么 却仍装傻道 不知程翠平粉泉紧钻道 那鸡甲小子屡次欺我 若不杀他 我如何立足 火上醋没道 程翠平似乎不是那等小心眼之人 程翠平确实和基前有过节 但这过节 还没大到生死相搏的地步 他怕程翠平是来试探自己的 所以仍在试探程翠平 你指着我和他有些小过节 却不知若非他 我那秦王也不会去静的找 我说到这里 程翠平静哽咽了一下 火上强忍笑意 怪到基前说 这俩人是绝配 说实话 他还真头一次见这么深情的人 不过无妨 他正好可以对此加以利用 便道 程姑娘 敢问我该如何帮您 派个与南宫竹岳一般的高手 随我去趟云丰城 不止基前 南宫竹岳我也必须要杀 第250章 刑事瞬间逆转 我倒是可以帮您 只是我有些不解 基前也曾单独行动过 您为何不动手呢 不是火上疑心重 而是这里头确实充满一点 程翠平其实是有机会下手的 完全没必要等到现在 程翠平冷笑道 你忘了我的女子身份了吗 之前不动手 乃是一直在纠结 但最近听闻前朝又有大动作 基前八成要离开离朝了 这才下定决心 火上这才打消疑虑 我有要求 南宫竹岳不可杀 虽然南宫竹岳暗中和基前勾勾搭搭 但毕竟人家出自离朝 而且表面上并未和离朝作对 火上绝不能激化矛盾 不然南宫家要是直接倒戈 对离朝来说便是重大损失了 可以 程翠平也知道 让火上杀南宫竹岳不限时 便答应下来 片刻后 程翠平同火家七祖火忧 一同出现在云丰城 早被击溃发掘 自知不是二人对手 忙前往大唐秉临情况 有趣 程翠平居然杀过来了 秦仪攥紧拳头 同为女子 她却万万想不明白 这程翠平到底在想什么 恋爱脑也得有个度吧 真不知道这种人 怎么能有那等修为 老天真是不公平啊 秦仙 滚出来 程翠平立声道 叫唤什么叫唤 真以为自己举世无敌了 秦仙别提多生气了 骂骂咧咧走出了门 一般他不会和人生气 可程翠平这事干得太不敌道了 别看秦仙一口一个恋爱脑叫着 虽然不理解洛启成这种人 但他很尊重洛启成 人家拿命换来了你的自由 好好珍惜就完事了呗 整天就知道惹事 对得起洛启成吗 小子 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只此危难之际 尽不逃跑 程翠平冷冷笑着 有必要跑吗 就你们这俩货 也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 南宫竹岳现身 火油笑道 我拖住你 程姑娘对付其他人 哪怕我赢不了你 等程姑娘解决闲杂人等 和我一起 也能赢你 南宫竹岳不理这一查 韩生道 姬公子其实单独现身过 而且不止一次 在此之前 你们为何不杀他 难道仅仅因为不知道位置吗 因为他现在有了必死的理由 火油冷燃 南宫竹岳笑道 既然知道 那我就向你们展示一下吧 严霸 来到姬前身后 将手搭上 施展生机躲雨之术 法相随之现身 情况更是迎来反转 也是火上消息不灵通 居然只知道 姬前能复制修为 却不知这件事 和南宫家关系匪浅 南宫竹岳可借题发挥 告辞 剑行是逆转 火油想都没想 转头便跑 承翠平气地骂了句阴险 亦不敢过多纠缠 连忙离开 好在南宫竹岳 也得顾及些许面子 不能直接弄死火油 所以并未深追 不然二人必死无疑 离朝乃至前朝 很快便传开了 说是堂堂两个轮回进高手 竟被击前吓跑了 其中一个还来自火家 更是让人笑掉大牙 洛宇家得知后大怒 命人将火上叫来 火家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洛宇家将底下人抱上来的奏折 扔到火上面前 火上欲哭无泪 陛下息怒 我实在不知 这南宫竹岳 竟能和姬前身上的法相合作 再复刻出一个 和他同等修为的法相来 洛宇家寒声道 不然 你以为这件事 我们是如何得知的 火上无言以对 洛宇家叹了口气 举一反三 轮回进高手可复制 那么准地进 甚至大地进的高手 也能复制 前朝有了这等人 咱们还怎么赢 你见多识广 交交阵 火上依旧无语 不论如何 姬前必须死 是 姬前釜底 南宫家十二组南宫木林 在南宫竹岳的授意下 将洞天釜底全貌 暗戳戳融进姬前体内 虽然有点为虎作娼的嫌疑 但是如果南宫竹岳 令南宫家和姬家节气的目的 一旦达到 整盘棋就都活了 当然 南宫木林是知道陈希儿的存在的 但他能看出来 姬前八成不喜欢陈希儿 就算喜欢又能怎么样 洛企成那样的恋爱脑可不多见 他不相信 姬前是那等要美人 不要天下之人 退一万步讲 哪怕姬前真是那等人 南宫家也不是吃干饭的 不就是个陈希儿吗 完全可以让他意外身亡 好了 南宫木林起身道 南宫竹岳点头 对姬前说道 见识了姬公子法相的奇妙之处后 离朝必定会有大动作 所以姬公子还是尽早离开离朝吧 离开 凭什么要离开 众人 这剧情不对啊 按说凭姬前的性格 应该会答应才对 怎么变了呢 他们哪里知道 姬前虽然不怕别人说自己胆小鬼 奈何离朝实在好玩 天高皇帝远 家里那帮长辈们鞭长莫及 姬前想怎么爽就怎么爽 不比回去强多了 姬公子 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 您不是说过吗 打仗比的不是胆子 是谁更聪明 如今敌强我弱 该忍则忍 姬前却不这么想 我这法相既然如此有价值 莫非没人站出来保护我 南宫竹岳黑了脸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其他势力南宫竹岳不敢说 至少南宫家 灿宗和天风宗不会 不管他更不要说姬家和前朝皇族了 姬前本就出自前者 没有不护者的道理 前朝皇族则会为了利益考虑 一定保护姬前 可要是这么说来 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 姬公子 您要知道 您现在不仅是离朝皇族和火家的眼中钉 前朝国内某些势力 怕也不会坐以待毙 姬前点了点头 南宫竹岳说的对 就像离朝几大势力 不把离朝皇族放在眼里一样 前朝那些势力 也会因为担心姬家威胁到他们 而向姬前出手 这便是我不回去的主要原因 回去了和在离朝有什么区别 而且前朝帮我的 估摸着只有前朝皇族和姬家 离朝却大大不同 你们说呢 南宫竹岳想了想 无奈道 果然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怪到姬公子一直不愿修炼 这法相看似于您有利 实则给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第251章 各派强者云集参宗 姬前有些泪目 南宫前辈 要说懂我 还得是您啊 事不宜迟 咱们火速前往灿宗吧 免得他们调集人手埋伏咱们 秦仪提议道 姬前白首道 临走前我 还得交代些事 你们稍等 如今杨恒中正在大刀阔斧的反腐败 并不在云峰城 姬前没时间去见他 便写了封信 让娇娇代为转达 南宫竹岳担心道 姬公子 若是娇娇姑娘被捉 该当如何 不如让您这妖兽 与身边侍女 同我们一起离开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姬前笑道 不必担心 我自有法子 秦仪等人面面相去 姬前固然顽固了些 可她绝不是那等出卖朋友之人 为何会做出这等举动 燕然见状 忙替姬前解释道 诸位不必担心 正值两朝大战 想必火家调不出更多人来 故而我们相当安全 秦仪却不这么想 带姬公子到了灿宗之后 南宫家 灿宗 天风宗 乃至姬家 前朝皇族众多高手 接会前来庇护姬公子 就是火家全体出洞 也难以破防 因此 只要火家不傻 便定不会去灿宗硬碰硬 转而使些阴谋诡计 所以 姬前接过话查道 所以 可在云丰城设防 引诱他们前来 届时定能有所得 众人满脸问号 南宫竹月率先明白姬前的意思 火上也好 洛宇家也罢 都不是傻子 见灿宗牢不可破 自然不会再无端端出手 届时 主动拳不在姬前手里 只能被动地当缩头乌龟 等待对方进攻 才能予以反击 可要是刘延然等人在这里 他们定会开辟第二战场 届时在这里射服 哪怕只是 歼灭几个高手 也都赚了 总好过坐以待毙 还得是姬公子会玩 在下佩服 南宫竹月 恭维到姬前笑而不语 不是他会玩 而是基本盘太大 不由得他不会玩 手上有那么多高手 可以随意调动 姬前本身就具备 无与伦比的优势 不久 众人来至灿宗 早有南宫家几位老祖 天风宗宗主 与几位长老等候多时 另外 还有姬家 一位叫姬场的叔父 被高手献身 对姬前说道 不论如何 姬家一定不会不管你 老祖们 让我先至此地安抚你 不久后 他们定会献身 姬前苦笑道 你们不护我 世上还有谁会护我 放心 我不会因此 和你们离心离德的 姬前很清楚 姬家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 派老祖辈的高手前来 是因情况与离朝势力不同 哪怕这三大势力清朝而出 伙家也不敢偷他们家 原因很简单 骑墙派固然可恶 但你要是敢和人家撕破脸 到时候 这帮人可就要真心效力前朝了 所以他们做起事来 并无任何扯着 姬家情况却有所不同 要是不做足准备 贸然派出高手 万一那帮二货 趁机偷袭姬家 可就不妙了 甚至于说 姬前那清舅舅 会作弊上官 不管此事 原因很简单 姬前和离朝有血海深仇 哪怕前朝势力做得过分了些 他们也无法背叛前朝 所以 慕雄怀乐地 让这帮势力互相消耗 只要姬前不死就成 毕竟这件事不是慕雄怀干的 姬前还真能和他闹掰不成 正想着 一名女弟子前来禀报道 启禀大长老 神雷殿圣女驱阳求见 圣女 众人面面相去 这位圣女和天行宗圣女不同 已四十岁出头 虽无少妇之时 却有少妇之灵 据传有准地之姿 修为不低 一向心高气傲 兰里世俗之士 怎地有空来灿踪了 快快有请 修为再高 他也不是名誉 哪怕真就居心叵测 当着诸位高手 尤其南宫竹岳这个轮回进高手的面 大长老相信他 绝不敢耍什么花招 少请 一位轻易女子入的大堂 但见他身高堪比基前 身段鸟挪 风姿绰约 周遭电芒环绕 白云飘飘 戴着一副光泽温润的黄金面具 身边跟着几个比他矮些 比他丑些 单拎出来 却也极能打的女子 神雷殿圣女屈阳 见过大长老与诸位前辈 屈阳欠身行礼 一举一动 毫无女子该有的温婉 反倒霸气十足 屈姑娘 来我参总所为何事 大长老甚至没招呼屈阳坐 便直接开门见山 屈阳笑道 素文姬公子目秀于灵 神雷殿意想助公子一臂之力 不知诸位可能阴郁 众人面面相去 真要是想帮姬钱 干嘛不派长老前来 偏偏和他们相比 修为不高的圣女 屈姑娘 这浑水 我想神雷殿就不避汤了吧 大长老果断拒绝 屈阳玩耳一笑 大长老此言诧异 想必您是因小女子无能 比不得诸位前辈 这才拒绝的吧 实不相瞒 神雷殿两位长老已在路上 小女子只是先行赶来 站个号把了 大长老不知神雷殿是敌是友 不敢贸然答应 便看向姬钱 姬钱上前道 既然圣女执意如此 我们岂能辜负神雷殿一片好心 况且 灿宗有的是地方住 刘宁一位也在情理之中 这位便是传说中的姬公子了吧 果然有天人之姿 想必他日必成大地 屈阳恭维道 大长老等人面露一色 什么意思 屈阳竟然会恭维人 而且恭维的 还是他昔日里最瞧不起的浪荡子 有趣 来人 带屈姑娘下去歇歇 是 姬钱把机场拉到一旁 我家诸位老祖不必来灿宗了 去云丰城保护娇娇他们 一定要藏得深险 机场知道 有了神雷殿几位高手相助 灿宗这边已经不需再安排人 去保护娇娇他们 倒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火家和离朝真的会心甘情愿上当吗 姬钱 不是当叔叔的不信任你 你这点小伎俩 就连我都能识破 火家和离朝皇族 难道看不出来 姬钱笑道 别说看出来 他们甚至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兵力配比 可相比起咱们 他们有强烈的目的性 为了这个目的 做出些试探 甚至牺牲是必要的 机场将信将疑 自知不善阴谋诡计 便不再和姬钱争辩 照他所言用传讯玉佩 禀报诸位老祖 第252章 极其霸道的透视眼 两个时辰后 姬钱坐在自己住了许多时日的小院里 和陈希儿有一搭没一搭聊天 用这位姑娘的话来说 姬钱和灿宗真是有缘 兜兜转转 始终不离此处 姬公子可曾听闻过 神雷殿那位圣女 陈希儿有意无意将话题 引到屈阳身上 姬钱点头道 我也算前朝高层 开战前自然看过 离朝势力的资料 陈希儿笑道 那姬公子应当知道 这位圣女的特别之处 姬钱哭笑不得道 当然 这位圣女 最喜和各门派的偏偏公子鄙视 输了 便要给她当奴隶 因此得罪了不少势力 陈希儿坏笑道 想必此次前来 是盯上姬公子了 姬钱翻了个白眼 修士往往青春永驻 高修为者并不全是老者模样 也有风度非凡之人 他怎么不去找人家麻烦 归根结底 就是个欺软怕硬之人罢了 我才不和他比试呢 姬公子出自前朝姬家 身负大帝之资 又有皇族血脉 岂能在背后诋毁他人 尤其还是一名女子 姬钱话音刚落 圣女屈阳缓步走了进来 身边并未跟女子 乃是孤身一人 冷着脸瞪了姬钱一眼 屈姑娘 陈仙忙行李 屈阳置之不理 看向姬钱 我就站在姬公子面前 不知可是传说中 那般是男如命 水性杨花之人 姬钱郑重点头道 是 陈仙 人家去阳台阶给得这么好 姬钱居然不下 这不纯纯作死吗 屈姑娘莫要误会 姬公子向来 行了 别听你的小情郎解释了 屈阳束手阻止 修红了陈仙的俏脸 早听说姬公子离境叛道 看来是真的 屈阳似乎并不生气 姬钱笑道 屈姑娘也非同反响 竟然不生气 屈阳不等两人让座 便就引来一把椅子坐上 姬公子 小女子有一事相求 没空 您先让我说完 不用说了 没时间 屈阳哭笑不得 放心 传言只是传言 就像您 都说您花天酒地 浪荡不堪 难道事实真就如此 事实真就如此 姬钱直接承认 屈阳差点没维持住清冷人设 憋笑道 小女子心境得了一修炼秘法 您看 说着 自处物戒指中 拿出一张长话 递给姬钱 陈希儿知道 姬钱不爱看这些 便主动接过 展开一看 笑得何不拢嘴 姬公子 您确定不答应屈姑娘 见陈希儿一脸神秘 姬钱好奇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陈希儿存心逗弄姬钱 将话卷起来道 既然您不答应 那便不必多言 屈姑娘 慢走不送 说着 将话交还给屈阳 姬钱被陈希儿勾起好奇心 起身去抢 其料陈希儿早做准备 闪转藤挪 如一尾鲤鱼般 始终令姬钱抓不得 这也就罢了 竟还不时挑衅 看得屈阳 不免笑意绵绵 虽未曾和陈希儿见过面 但这位灿宗宗主弟子 他有所耳闻 都说是个正气凛然的女中豪杰 不想竟也有如此调皮可爱的一面 好了好了 不闹了 陈希儿高兴过后 便将话语了姬钱 姬钱迫不及待打开 越看越兴奋 话中所写秘法不是别个 乃是一种名为 积木的观察类法术 这法术一旦修成 除非对方刻意提防 不然不论修为高低 即能看到其体内灵力运转 听起来厉害 但哪怕姬钱没实际操作过 都知道这玩意有什么弊端 比如一位大地精高手向你出手 你虽然能通过灵力运转 猜出他要用什么法术 但却因速度太快 而绝对无法抵挡 更不要说 修士并不专修灵力 有法器 单 阵 伏等各道相左了 冷不丁给你一刀 试问阁下该如何应对 屈阳学这一招 八成是为了观察高手的 灵力运转之秘 好有所得 至于为何姬钱十分感兴趣 这秘书居然能调整透视程度 也就是说 不不不 姬钱可不是那等喜欢透视别人之人 主要还是想促进一下 神雷电和自己之间的联系 此书系我偶然所得 指之需些外物辅助 具体是哪些 却知道的不全 因此想让姬公子用法相推演一番 事成之后 指你我二人会此书 如何 屈阳知道姬钱在想什么 却并不介意 反正自己有办法应对 至于其他人 他可管不着 可我并没见过此书 如何用法相逆推 这个简单 屈阳自储物戒指中 取出一个粗细堪比乒乓球大小的竹筒 开了盖子 竟从中倒出两个眼球 此书原是有人会的 被我知晓后便将其暗杀 并挖了眼球 一直待在身边 目的便是为了参破其中奥妙 却始终无所得 姬钱接过眼球 想必此物已被你练成法器了吧 陈希儿愣了一下 虽然他也曾杀过人 但哪怕是那等灯徒子 也只是给个痛快而已 没想到屈阳竟能干出 挖人眼睛之事来 够狠辣 我试试 姬钱召唤出法相 将眼球放在法相手里 耳后运转 法相所见 即姬钱所见 屈阳周遭白雾蒸腾 不见本体 陈希儿则 不不不 姬钱忙转过头去 君子爱财色 取之应有道 姬钱闭上眼睛 去逆推这眼球的构成 以及灵力运转之命 很快便有所得 睁开眼后 将眼球还给屈阳道 陈姑娘 笔墨伺候 好 陈希儿走后 屈阳凑来道 姬公子 陈姑娘身材如何 姬钱无语 秦姨他们爱讲黄段子 也就罢了 屈阳与自己出自相识 为何如此口无遮拦 奇怪我为何如此吧 屈阳看出 姬钱心中疑惑 修道者 最祭祀灿宗这般 无端自负 最该看胆男女之别 也是屈阳气到了 姬钱竟逼得他 愤愤不平道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裸奔 竟还穿着衣服 甚至为了防止 我看见 周围还有白雾 若是旁人如此说 屈阳必定大怒 但如今不同 毕竟自己有错在先 故而屈阳并不介意 笑道 总得注意形象不适 第253章 某些是本就天经地义 姬钱冷笑连连 您这形象 已不胜多少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有些人光着 却穿了厚厚一层衣服 有些人穿着衣服 但 你懂的 姬公子好文采 屈阳竖起大拇指 完全不介意 姬钱这话 其实是在说自己 幸好这是陈希儿返回了 要不然 姬钱真要将屈阳赶走了 他也算月女无数 但像屈阳这么另类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姬钱比走龙蛇 很快写好所需之物 交给屈阳病道 你小心收集这些东西 如今正值战时 人性中的缺点 难免被放大 别再被掳走了 多谢姬公子挂念 屈阳吐了吐舌头 转身离去 陈希儿苦笑道 想必神雷殿诸位长老 都挺无奈的 怎么选中 这人当圣女了呢 但也没办法 您知道吗 神雷殿是用占卜方式 选圣女的 即天雷所批之文字 据说及其生辟 目前只有神雷殿 第五长老沈平能看懂 沈平 莫非是会与人空手道的那位 陈希儿完全听不懂 姬钱在说什么 摇了摇头不说话 你没什么事吧 没事呀 姬公子莫非有事 正好 你帮我个忙 姬钱带着陈希儿来到院中 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一庞然大物 乃是一个全自动烧烤架 他想吃烤全羊 想很久了 奈何这个世界 没有仪器设备 烤羊全靠手工 难免烤得不均匀 便自己做了一个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在有灵力的参与下 这机器依旧一卡一卡的 根本达不到姬钱的要求 你帮着参谋参谋 看怎么让这玩意 低速云速转动 说着 催动起烧烤架 果然如他所说 很是不顺畅 陈希儿摇头道 姬公子练器境界已到圆满 尚且无计可施 我不善练器 自然不懂其中缘由 正好诸位高手都在 不如请教他们如何 别说圆满 就是大圆满 搞不懂圆里 也不常呀 你先看看怎么回事 陈希儿点了点头 上前查看 打量了半天 正一筹莫展之际 忽然来了灵感 姬公子 您过来看 姬钱赶忙凑了上去 您看这圆动力 岂不与水车无异 若是灵气均匀洒下 拨动扇叶 转速定燃均匀 经陈希儿这一提醒 姬钱恍然大悟 也是自己想得太复杂了 居然想凭借炼器天赋 造个奠基 那万一是自己一三好学生 好财 好色 好整活 能做出来的 再说了 都有灵力了 还担心动力干嘛 别说把灵力当成水了 就是真就引来些水 做个循环装置 用灵力驱动也成啊 我可真是找对人了 姬钱高兴不已 忙让陈希儿帮自己找来工具 经一个时辰努力 终将自动烧烤架做了出来 送佛送到夕 麻烦陈姑娘 包搞头羊来 好嘞 不久 陈希儿扛着一只 被五花大绑的山羊 献身小院 只是这画面实在太美 姬钱有些不敢看 风姿绰约的陈姑娘 居然跟屠夫家的二闺女一样彪悍 开口 姬钱接过羊 吩咐落语剑一番 便是剑锋划过 不到片刻 便将羊放血 退毛 一气杀好 姬钱绑到烧烤架上 驱动全自动烧烤架工作 摆烂点 二板 看着均匀转动的烧烤架 陈希儿心里 有股莫名的失落感 饶是他知道 姬钱的举动 常常易于常人 也万万没想到 这哥们做的这东西 竟然是餐剧 怎么说呢 论骗人 姬公子真是各种翘楚 但也没法子 陈希儿是个软性子 尤其面对这种事 更是不知如何劝解 所幸置之不理 坐在旁边坐等烤全羊出锅 等了没多久 驱羊返回 笑道 好像啊 莫非是姬公子 专门用来款待我的 驱羊毫不客气地凑了上去 驱姑娘竟还对美食有所涉恋 陈希儿有些不解 都圣女了 按说不是应该不食人煎烟火吗 怎么比姬钱还世俗 陈姑娘 这你就不懂了 得拿得起 才能放下 得爱过 才能不爱 得拖 打住 通过前面两句 姬钱已经知道 驱羊下一句要说什么了 赶紧阻拦 这有什么 男女之事本就天经地义 何必修于其耻 驱羊不解 姬钱重新打量 这位神雷殿这位圣女 这要是个现代人说的 姬钱保证不奇怪 可问题是 天荒大陆上处于未开治的皇朝阶段 这种思想无异于离经叛道 身为圣女 居然毫无顾忌 有够前卫的 不开玩笑了 说正事 我给你带了个礼物 驱羊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藏宝袋 功能类似于储物戒指 一番接触下来 陈希儿已知这姑娘思维跳跃 做起事来 往往令人意想不到 难免有些好奇 你们猜 驱姑娘 您就直说了吧 驱羊不离摇晃自己胳膊的陈希儿 看向姬钱道 你一点不好奇 姬钱摇头 有什么可好奇的 难不成 还能送自己几个女人不成 别逗了 驱羊能送 自己却不能收 倒不是怕陈希儿误会 主要是姬家老祖们不日就到 要是知晓此事 非得把自己腿打断不可 这可跟驱花楼不一样 还是在女修云集的灿宗 那帮要面子的老学鸠 岂能轻易饶了自己 真没意思 驱羊撇了撇嘴 打开储物袋 一人出现在院内 不是女子 乃是当日告发姬钱的那个殿小二 要不是她 姬公子也不至于落到这部田地 因此依我看来 必须得将她千刀万剐 方能解恨 驱羊以魔刀霍霍 仿佛被出卖的不是姬钱 乃是她一般 算了吧 此事固然和她有关系 但火家肯定会因为法相追杀我 所以 驱羊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甚至偷偷瞟了一眼不该瞟的地方 你没事吧 怎么比女人还优柔寡断 机前无语 这可不是优柔寡断 试想一下 这殿小二 哪怕告发自己 又能得到什么 归根结底 促使她出卖自己的理由 乃是心中的正义感 毕竟人家是离朝人 可不像这帮修士一样 不要脸到不在乎皇朝安危 自然与自己不共戴天 第254章 何必便宜了外人 当然 虽然不是说前朝发动的这场战争不正义 慢说前军所到之处 与明秋毫无犯 但就是法理上 也占尽优势要知道 在此之前 离朝可常常肆虐前朝边疆 甚至还曾主动挑衅 欲要逼前朝与他们开战 归根结底 这帮人不占领 但跟一个殿小二扯不上关系 要怪只能怪那些大人物 当然 机前不是什么好人 不会在乎这种人的生死 可话说回来 人家没罪不说 四手五入 算是平民英雄 尤其相对离朝这些 与其离心离德的修士们来说 更显得难能可贵 要是杀了人家 等着被人唾弃吧 徐姑娘 还是放了他吧 毕竟就是个普通人 以后肯定不会找我们麻烦 陈希儿还道 机前这么做 是因为他不忍 伤害普通人 便主动站出来 帮他说话 你们确定 缺阳虽然戴着面具 但依旧能看出交好的五官 因此扭曲到一起了 真是郎才女帽 豺狼虎豹 各顶个圣母 确定 二人同时点头 得 你们爱咋咋地 缺阳没心思管二人这等闲事 索性踏空而去 陈希儿竖起大拇指道 常言道 大丈夫奸计苍生 不管旁人如何 至少姬公子做到了 对得起 您所怀有的大帝之姿 机前苦笑不语 对 就这样 继续敌话 这叫什么事啊 见过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的 竟把别人枉好了想的人 机前还是头一次见 也就自己善良 要搁别人 早把陈希儿骗得找不着北了 不一会儿 缺阳返回 几名女子一跟着 他们几人是我自由带大 你若不嫌弃 挑一个吧 放心 不必明媚正娶 甚至不当妾 只做个粗屎丫鬟也可 机前 陈希儿 闹闹 刚夸完你思想前卫 又整赏赐女人那一套了 缺姑娘 您的好意积公子心领了 您有所不知 他这人有原则的很 宁肯去花楼 也绝不祸害良家女子 所以 明白了 缺阳转身欲走 被机前拦住 你明白什么了 男人骂 不都喜欢像花楼 女子一样的良家女子吗 我这就好好调教他们一番 保证和你口味 机前倒吸一口冷气 不是 他有病吧 直说了吧 我不需要你感谢我 明白了吗 机前真怕这位颠婆 再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赶紧把话说死 缺阳黑了脸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莫非你想让我为天下人耻笑不成 告诉你 我缺阳生性不羁 从不喜欢欠人人情 今日你若不说出个一二三来 小心我同你翻脸 陈希儿忙道 曲姑娘误会了 您在神雷殿清修已久 想必不小人情事故 朋友妈 自然是你欠我的 我欠你的 机公子到灿宗以来 先后救了我与师父 难道我二人便要以身相许不成 缺阳低声道 也不是不可以 陈希儿当时战红了脸 哪怕知道该如何解释 却也说不出口 好在机前脸皮后 没好气道 他的意思是说 等你以后有机会了 可以再来帮我 朋友妈 礼尚往来才是正道 而非必须你送我一件礼物 我马上还脸 曲阳一直半解道 你真的不介意 机前无奈点头道 真的不介意 好吧 迫于无奈 曲阳只好平退几名女子 灵了还不忘吐槽 机前没眼光 这几人各个乖巧 比那花楼女子 不知强多少倍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道理 你居然不懂 嘖嘖嘖 机前一整个大无语 好像好了 我都闻到香味了 我们开吃吧 陈希儿怕再说下去 这俩人非得干起来不可 赶紧转移话题 还早呢 等我撒一下料 说完 机前开了盖子 撒了些孜然 胡椒 辣椒粉 涂了些自制的黄豆酱 又在肉厚的地方 划了几个口子 这才再次盖上 好家伙 天平法器用来烤肉 也就机公子 能干出这等事了 曲阳别提多羡慕了 别说洛宇健 就是至秦宫 若有福气能够得到 他也定会是若珍宝 肯定不会像机前这样 不当回事 很快 全阳烤好 曲阳从藏宝袋中 取出几瓶佳酿 都是江湖儿女 高手不敢说 咱们几个必能一醉方休 既是如此 我就不喝了 你们来 陈希儿连忙退出 曲阳本就不是奔着陈希儿来的 便不理他 扔给机前一坛酒 机前本不想喝 结果一开盖 竟闻到一股莫名的香味 再一尝 好家伙 这玩意居然是甜的 虽然比不上快乐水 但味道接近果粒城 这可相当罕见啊 于是 机前便不再客气 一边吃肉 一边喝酒 和机前一样 曲阳也十分豪迈 插着腿蹲在地上 大口大口喝酒吃肉 要不是知道这人身份 陈希儿还倒是 哪位女大王呢 曲阳没撒谎 这酒确实有力气 机前喝到一半 竟有种酒为的上头感 晕乎乎的 还好 还好他得了个什么后天毒体 赶紧发挥这一体质的长处 很快恢复过来 曲阳就没那么好运了 虽然修为比机前高 但架不住喝得多 两坛子酒下去 以两颊飞红 摇头晃晃 搂着机前肩膀和他聊 怎么将天荒大陆 所有男人收入囊中 聊就聊吧 这娘们还挺有心机 生怕机前跑了 竟用法力震住了他 陈希儿刚开始 还有些心疼机前 但仔细想想 这不正是昔日 因节下的今日果吗 机前若是好好修炼 不说超越趋扬 总不至于被人 像小鸡崽子一样 压在玉壁下 动弹不得吧 你是不知道 姐有多缺男人 别看我是高高在上的圣女 关键没人追啊 也不能这么说 倒是有人追 但比咱身份低的 咱看不上 比咱身份高的 咱又看不上人家 你说恶不恶心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自作孽不可活啊 哪天惹急了老娘 我还真就不在乎门第之别 勇敢来一出 富家小姐永嫁穷书生了 爱咋咋地 陈希儿忙道 这不有现成的吗 何必便宜了外人